云海市创新大厦13楼13号 哎 今年水逆 魏坤失魂落魄地蹲在公司门口 一手洽烟一手端着财务报表 烟雾鸟鸟 悠悠长叹 他感觉自己真是倒了天大的血眉 而且 已经快走投无路了 就在昨天 远房隔代的二舅老爷去世 嘱托律师事务所 不辞千里 将一纸遗嘱送到魏坤手上 遗嘱中 这位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远青 慈眉善目地吩咐道 小坤啊 你是我唯一的血缘后代了 没什么可留给你的 我创办的公司就送给你了 魏坤晕乎乎的法人的位置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在今天他惊喜地发现 这家名为幸福护鱼的网红公司 已经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 总资产付3600多万 员工们跑得跑 散得散 开发港更是跑了个精光 只剩下一个叫李志强的程序员 还坚守在岗位上 当家主播陶夭夭 是幸福护鱼的头牌主播 他扭着漂亮的水蛇部走来 温柔地跨住魏坤的肩膀 细声细语地安慰道 行动家 只要你肯努力 还是能东山再起的 魏坤抬起头 目光有些感动 他握住陶夭夭软弱无骨的小手 哀声叹气道 夭夭 能和你同舟共计 真是太好了 陶夭夭偷将手抽出来 用更妩媚动人的语气问道 我上半年的激励金 是不是该给人家了 激励金 什么激励金 魏坤一脸茫然 疑惑道 我看工作表 不是三个月没开直播了吗 我问了公司里你的男朋友小陈 他也不知道你去哪了 陶夭夭脸色一冰 随后又挤出笑容 那不是人家忙吗 王老板非得让我陪他去马尔代夫 我也是没有办法 哎 我理解你 魏坤叹气道 打过台球的都知道 女人就像是台球 一旦选择了全色或者半色 整局游戏都无法改变 身不由己啊 陶夭夭见魏坤画风风软 神色顿时一喜 连连点头 是啊 那奖励金 魏坤摇摇头 自顾自说道 不过也正如台球规则 每一根球杆 都该把球送进正确的洞里 你在马尔代夫啊 绝对是球杆进错洞啊 这波啊 这波是故意犯规 欣慰的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犯规呢 你骂谁呢 陶夭夭急了 魏坤无辜的怂怂肩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您没犯规 陶夭夭翻了个白眼 这才像话 魏坤贪手 我忘了说 您那十万能公用球带 一万根球杆 把球捅进去 都不算犯规 去年破球代协会制定的新规定 老师人一般都不知道这个 陶夭夭露出了 被内涵到了愤怒的扭曲表情 可他又找不到话对回去 我呸 小别三 老娘想进哪个球 就进哪个球 你管个屁 你跟着破公司 一起去死吧 哒哒哒 陶夭夭扭着高跟鞋 怒气冲冲的走了魏坤 擦了擦满脸口水 可他连生气的欲望都没有 只有满腔悲哀 二舅老爷啊 您泉下有知 就该连我一块都带走 检测到宿主想死的念头 恐怖公司管理系统正在激活 魏坤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完全没注意到声音的出现 这时 公司电话的刺耳铃声 惊醒了魏坤 步伐亮腔 接起电话 您好 这里是龙国农业银行 我是赵经理 贵公司在我行的贷款马上到期 您什么时候来银行办理一下还贷手续 等我投期 多 电话又响 喂 魏老板 咱们那六百万的账该算算了吧 你也别说 什么亲戚欠下的不该你来还 我们只认合同 你是公司法人 我们会走法律程序 建议法官判我炮绝 多 电话还响 呵呵 救你是姓魏的 没什么 想告诉告诉你 夭夭来我们星辰护鱼了 这圈子不是你能玩得转的 但你骂夭夭的愁 我早晚让你知道 大不了你尿我坟头 给我淹死 多 终于安静了 魏坤摊坐在地上 他的心也像是此时的公司 死寂又冰凉 三千六百万 卖肾 卖肾 卖肾让富婆把钢丝球 蹭出火花 都不好使啊 夕阳的光照在魏坤身上 孤单的影子拉得斜长 走到最后一位员工 李志强打了下班卡 对雕像一样的魏坤 客气地点点头道 老板 我下班回家了 你 想开点吧 嗯 魏坤两眼发直 木讷回应 完全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直到太阳彻底落山 整间公司陷入一片黑暗 滴答 滴答 头顶挂钟的声音不停回响 滴落脸上 湿湿的滑到嘴角 咸咸的 连挂钟都欺负我 哎 魏坤叹了叹气 拍了拍干杯的肚子 刚想起身去找点吃的 等等 他突然意识到 哪里不太对 挂钟的声音 能落到我脸上 楼上漏水 不对 水要是咸的 除非是下水管漏了 魏坤在下水管浓液 和不知名的液体之间 潜意识果断选择了后者 余光瞥向冰冷的电脑屏幕 接着皎洁月光的反射 他依稀看到 自己头顶上 有一个细长的影子 正随钟摆的声音 摇晃着 魏坤汗毛直立 从尾椎骨窜起一道电流 卡查击中后脑勺 让他头皮一阵发麻 猛抬头 空无一物 只有安静的黑色老实挂钟 魏坤浑身一松 吐出憋了半天的呼吸 刚想嘲笑自己的敏感 他再次挣住了 瞳孔猛地缩成一个针点 老实挂钟 可能是坏了 可能是没上镜 钟摆一动不动 像是一条自然锤下的手臂 既然声音不是挂钟 难道真是下水道的水 魏坤难以接受的南南道 他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 视线索机 桌椅 电脑 打印机 都隐没在月光下的黑色阴影里 魏坤喘着粗气 死死盯着看似正常的摆设 找不到任何一场 只有他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哒哒哒 像是穿着拖鞋踩着水 在大理石板上走动的声音 近了 越来越近 谁在哪 魏坤猛回头 什么都没看到 只有微风吹动窗帘的嘲笑 这时 打印机突然发出刺耳的尖锐叫声 像是什么东西 在淒厉叫喊 魏坤心脏被狠狠抓了一把 他看向打印机 滴 滴 滴 打印机的插头 就摆在台面上 可他却亮着启动的灯光 死板地打印着一张白纸 魏坤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伴随碰碰的心跳声 他一步步地挪向打印机 最终找到了那张打印纸 指张白皙 字迹刺眼的血红 员工招聘说 他 就站在你身后 目光触及最后一个字 这时柏梗骤骤然一紧 有股冰冷的薄纱 轻轻扫过了他的后脑 墙壁中的镜子 他终于看到了 那摇晃着的细长身影 一句道玄的红衣女尸 瞳孔漆黑 脸色死白 似笑非笑地盯着魏坤的脸 那扫过柏梗的 正是他的悬而落下的黑色长发 我撤 魏坤毛骨悚然 转身拔腿就跑 他边跑边想 为什么恐怖片的主角 见到鬼 还要傻站着 他很快就理解了他们的苦衷 因为 人是跑不过鬼的 魏坤只顾低头狂奔 根本没看到 红衣女尸 已经倒挂在了公司大门 愿毒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于是便果不其然地 撞了个满怀 倒悬之下 高度正好 牙科到了牙 让魏坤心满意足地 啃了一大口陈年老驱 呦 他当场就吐了红衣女尸 满脸 红油金针菇家老坛酸菜牛肉面 还能看出点形状来 传统食材的驱魔效果 相当不错 下一瞬间 魏坤就看到了红衣女尸 像是被五雷正法击中 那副五官扭曲到极点的恶毒愤痕 他毫不怀疑 如果红衣女尸有神志的话 绝对会把最残忍 最恐怖的手段 轮番让自己亲身体验一遍 因为魏坤看着挂在鼻孔里的金针菇 感同身受 他自己也觉得挺恶心的 扯平了呀 魏坤尖叫地解释着 转头就跑 卫生间 窗户 露台 没跑到一个出口 就会撞见这愤怒的红衣女尸 和鼻孔上那根调皮的金针菇 继续狂奔 真邪了门了 我一个五好青年 本来活得好好的 吃着华来士 唱着Zoad 出门就被二舅老爷给坑了 负债千万 心灰意冷 郁郁晚期 恨不得立马去死 但我想的是用时间的酷刑 把自己活生生痛苦地老死啊 我完全不想和道理的女鬼 玩什么 我吐你一口 你吐我一嘴的重口味 play啊 这尺度打了马 都是特喵的限制级中的限制级 魏坤欲哭无泪 最终 他被红衣女尸逼到了死角 无路可逃 本想用哭腔大喊一声鬼王饶命 可瞥见那根又躲了躲的金针菇 竟是没忍住扑呲一声 哭起来像笑似的 笑起来跟哭似的一样 记 完了 不过爷们也不亏 到了下面还能吹 老子是被女鬼倒叉金针菇笑死的 他就硬了一秒 随后彻底软下来 双手何时求饶道 女侠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啊 这世上那么多贪官污吏 猎身豪强 您挂他们去啊 都挂在路灯上 随便您怎么晃呀 做交叉钟摆都行 魏坤紧闭双眼 绝望贪作 无论怎样求饶 红衣女尸黑色眼球森然 惨白的脸色 泛起诡异的怪笑 逐渐靠近 他冰一样冷的双手 慢慢地搭在了魏坤肩膀上 魏坤在窒息中 甚至能听见 自己颈椎扭曲形变的恐怖声音 他本以为自己穷比人生体验卡 就此到期了 那套老旧的羊羊牌打印机 再次发出尖锐的打印声响 一张打印纸诡异飘出 空中折叠成一个惨白指人 指人飘到魏坤面前 呲呲怪笑 抬起尖尖小手 然后抽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大笔兜 闭着眼的魏坤 一下子就被抽猛了 脑海中还在想 不是两手掐着我吗 红衣娘们乃来的第三只手 这鬼好鸡霸怪啊 不行 哪怕死也要看一眼 要不然喝了孟婆汤都忘不掉这茶 好奇心战胜了求生欲 他艰难地睁开眼 竟是看到一个惨白指人正面写着 盯着他看 随后用尖尖的小手 指了指正名笑嘴里到耳朵根的红衣女尸 魏坤下意识照做 猛转头紧紧盯着红衣女尸 随着目光盯望 令他惊喜的是 红衣女尸掐着脖梗的手 开始松动 难道是 射恐行女鬼 魏坤越瞪 红衣女尸越松 大眼瞪小眼盯了不知多久 彭佛有一个小时那样漫长 红衣女尸终于收起手臂 恢复到盗旋的蝙蝠状态 一动不动 不过 他看向魏坤的眼神 依旧恐怖恶毒 血水滴滴答答地落 魏坤的汗水也随之噼里啪啦 浑身像是千米冲刺般湿透了 脑袋稳定的像是装了光学防抖 依旧死死瞪着红衣女尸 这么一直盯下去 也不是个事 那惨白指人见状 发出呲呲的笑声 随风飘到魏坤面前 尖尖小手又指了指自己身体上的红字 如果到天亮 他就会消失 血色字迹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字 第二天晚上 他还会杀你 魏坤发现 这指人似乎是可以交流的 从表现来看 带有善意 你又是什么鬼东西 惨白指人又是呲呲笑 我是你的公 死小秘蛇呀 魏坤深呼吸 不是五字不行吗 我就是喜欢 你拿我怎样 对惨白指人的恶趣味 魏坤只能选择接受 谁让是比人强呢 我脑子有些乱 你说你是我的秘书 幸福呼吁的秘书 鬼公司秘书 你不信的话 看看正门吧 魏坤本想转头看一眼正门 他才转了半途 就硬生生赶忙别了回来 果不其然 那红衣女士的手又要掐了过来 他在坑我 这惨白指人的性格 有点恶恋 不过 魏坤还是看到了 公司大门口 本是幸福呼吁 名牌不见了 原有位置上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刻着鬼公司的 古朴木质牌匾 他深呼吸道 我姑且相信你了 可这只女鬼怎么办 一直盯着她 我总不能盯着她一辈子 真是大笨蛋 你的手机呢 魏坤愣了下 随后便明白了 惨白指人的用意 他掏出手机 调整到录像模式 对准红衣女士 然后小心翼翼地偏开目光 过程中 他余光一直留意着 红衣女士的异动 果然 被手机摄像头注视的 红衣女士 像是瓷娃娃一样 老实地挂在天花板上 原来她不是要被人注视 而是要满足被注视的概念 就会收敛她的凶性 魏坤松了一口气 摇摇头 心头泛起 劫后余生的强烈喜悦 她站起身 两腿瘫软 脚步踉跄 就要向公司大门走去 惨白指人飘来拦住了她 肩肩小手摆了摆 这样不可以 只是暂时的 要有真的人 盯着她才行 魏坤皱眉 自言自语 真的人 用手机盯着 我明白了 她幡然醒悟 大受震撼 你的意思 是让我给她开直播 惨白指人猛点头 嗯 魏坤愣了下 随后摇摇头 她宁可与女鬼终身作伴 也不会去做 万一指人和女鬼是一伙的呢 目的就是骗自己开直播 像是 午夜兄灵的录像带那样 传播灵异事件 就在她疑神疑鬼之时 魏坤脑海 响起一道 玄之又玄的声音 恐怖公司管理系统激活成功 恭喜您 永久董事长魏坤 系统开启后 您将无法通过 除了鬼公司以外的途径获得财富 您成功招聘了 D001号鬼员工 B级厉鬼 红衣女士 无神志 极度试杀 被注视时会消除攻击欲望 她愣了 足足愣了十分钟 这几段话 系统声音不停地重复 直到魏坤下意识点了点头 声音才消失不见 魏坤沉默许久 猛然抬起头 严肃问道 鬼公司发工资 可以用明币代替吗 惨白指人没回答 能否用明币发工资的问题 魏坤也没急着开直播 他和手机交替接力 他累了 就开手机摄像 卸够了 再换回他 瞪着眼珠子死钉 就这样 守了红衣女士大半夜 她唯一做的事 就是鼓起勇气 将倒挂着的红衣女士 抱下来 放在了办公室上 那冰冷的触感 让她毛骨悚然 不过也从侧面印证了 注视对红衣女士的 绝对限制效果 后半夜三点了 惨白指人用小尖手 碰了碰魏坤 呲呲笑道 你这样拖延 完全没意义 她的凶性会 越来越强的 魏坤看了看 坐在对面的红衣女士 红衣女士凝视魏坤 笑容越来越诡异 嘴角睁獰蜿蜒 似乎要将整张面孔撕裂开 露出更恐怖的一面 开心的 像是要洞房的母螳螂 魏坤毫不怀疑 如果没有注视 对其加以限制 自己会被活生生撕碎 吞进肚子里 见状 惨白指人 称怒地对了魏坤几下 傻瓜董事长 愣着干什么 魏坤看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他不想死 而且他整夜精神紧绷 疲惫不堪 眼皮犹若千军压力 随时会昏睡过去 没有选择余地 他只能相信 系统和这个A4 只身材的小秘书了 但愿现在的鬼 没那么与时俱进 看网文学会了 编造系统流骗傻子 我体能有限 坚持不住的话 红衣女士逃到外面 还会杀更多的人 没办法了 魏坤深深吸了一口气 下定决心 他打开直播软件 再次听到了系统提示声 在鬼公司的夜晚时 直播或发布视频 或其他网络行为 都不会留下任何IP痕迹 魏坤思索道 绝对你明吗 一个只存在深夜的黑色直播 一段午夜12点 才出现的神秘视频 无法追踪 甚至不存在的发布者 还有 屏幕里对着你露出 诡异的红衣女人 听上去 导向是某种都市怪谈了 唉 开始吧 魏坤熟练的调整好设置 挂上直播流 本想用镜头 对准红衣女士的上半身 看她那副业务能力 很强的争名表情 估计刚开播 直播间就直接被 下尿裤子的超管封禁了吧 想到这 魏坤皱眉 认真思考 按照指人秘书的说法 丁旺的人数越多 限制力就越强 但是 新主播本来就没人气 好奇点近爱的观众 屈之可数 再没抓眼球的特色 或者狠活的话 观众百分之百 直接化走了 没法保证在线观看的人数 她目光在红衣女士身上游离 想要找到她的闪光点 特别能吃人算不算 等等 看着看着 魏坤发现自己的目光 似乎不受控制 视线庞佛被某种 诡异的力量所影响了 无论如何 也挪不开眼珠 真是太可怕了 魏坤发誓 不是她想看 而是这双大长腿 有妖术 是鬼在作怪 这鬼好直 呸 真白 奇长 润云衬 线条柔美 弧线诱人 这水灵灵的皮肤 会是什么手感 肯定很滑 很柔 很润 魏坤甚至有些后悔 早知道红裙子下面是这宝贝 整晚盯着那张 直小而夜梯的鬼脸 涂个什么呀 她顿时不困了 两眼发光 精神抖擞 果然LSP 才是第一声产力 有办法了 魏坤打了个响指 她非常相信自己的审美 也相信网络上 老色胚闷的眼光 但只有腿 又不太够 单调 没噱头 再漂亮的话 也需要精致的装表来衬托 在牛嘎的游戏角色 不穿点限量时装 谁当你是大佬 起码得是青花瓷 浪淘沙对吧 魏坤说做就做 她记得 公司仓库里 还放着采购回来没来得及用的服装道具 本来都是给当家主播 陶瑶瑶准备的新花样 谁承想 这好裤装不好好直播 跑去马尔代夫 跟王老板打了三个月台球 找找有没有带破洞呢 肉色遮瑕款式 用不上 本来就够完美了 唉 这款没见过呀 还是大牌子 公司采购哪里买的 魏坤找到一双洁白底色 边缘点缀着浅绿的菱形图案 半以金色圆环装饰的轻薄长袜 他盯着名牌 风神巴巴托斯二次元 迪里限定正版 价格是个十百千 六千二 卧槽 就塌了 魏坤一手拎着满满满大兜子各种款式 一手抱起红衣女师 走进了公司专用直播室 很多人以为直播和视频 都是用智能手机 或者手持运动镜头随便拍拍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先将红衣女师平放 光脚正好套上那条白袜 然后将其两腿并拢 稍稍倾斜 正好体现出玲珑曲线的姿势 接着放置反光板 拿出两台爱图式600pro不光灯 将主光 辅光打在大腿两侧 让线长的两腿产生清晰的立体感 取一小灯泡 作为背光 营造场景深度 让放于脚底的粉色兔子脚垫 略带一丝模糊的神秘 最后 最重要的轮廓光 打亮整条腿的边缘轮廓 更加从背景画面里凸显出来 这样 镜头画面的焦点 都会集中在腿上 这 就叫专业 魏坤还想再欣赏一会 他看到红衣女师盯着自己的目光 瞳孔发黑 越来越不友好 于是赶快打开直播软件 直播标题就叫 魏坤余光 瞥着红衣女师 嘿嘿怪笑 他敲击屏幕键盘 打出一行字 哥哥不在家 偷偷小播一会 OK 推直播流 随着鬼公司的网络信号连通 名为鲨鱼的直播平台上 悄然出现了一个新人直播间 下夜的凌晨三点 女主播花小喵 强打精神 往脸上涂抹粉底 明明很困 很累 还是要化妆 穿上观众老爷最喜欢的低胸裙 准备开播 直播这场很难做 擦边直播 内卷更是严重到离谱 打开后台 就看到同行挑衅私信 你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吗 有什么了不起 下次PK打哭你 花小喵冷笑着回复道 老娘就是美 不服 她也幻想着 有一天能成为与鲨鱼平台 三艘齐名的颜值主播 为此 她不懈努力 故意制造一些陡球 或是忘了观镜头这种擦边情节 可收效甚微 出卖色相 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她没有急着开播 而是先打开平台 撇嘴道 看看这帮妖艳贱货们 都在博写什么 翻着翻着 她眉头突然一皱 看到一个名为哥哥不在家 偷偷小拨一会的直播间 来新人了 好奇心驱使 花小喵点开了这个直播间 卡哒 轻微的鼠标敲击声 花小喵 特别留意了一下直播间的人气 固定在了奇怪的4444的人气 这数字让她有些不舒服 尤其是夜里 她喜欢看灵异惊悚小说 又想象力丰富 常常会被突兀的怪声 忽然闪过的黑影 吓得手脚冰凉 人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 会让人下意识远离危险 借此提升生存的几率 恐惧 就是本能在歇斯底里地提醒你的脑子 远离它 否则会死 小说 看得有点多了 又在自己下自己 花小喵玩了玩并脚 却悄悄将搭在床边的腿收了回来 改为盘坐 庞佛 床下的黑暗中 隐藏着看不见的事物 随时会突然惊现 抓住她的脚踝 网络有些卡顿 在直播画面还没加载出时 满屏弹幕如潮水般涌出 我的女神 太好看了 老婆 没有你的第一天 我快要死了 主播主播 说说话 求求你 我好想听到你的声音 花小喵切了一声 快吹上天了 还不是靠眉眼滤镜 同为女性 最见不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意味 明明未曾谋面 依旧心生极度和不屑 卡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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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烦躁地点击鼠标 但网络似乎格外地卡 很久也刷新不出直播画面 风吹动窗帘 阴冷的风 轻轻撩过脖梗 往日里 让人厌烦的知了 和青蛙的叫声 悄然寂静 只有灰色窗帘 被封鼓动的沙沙声 电脑屏幕的光 照亮花小喵纤细的身躯 在她身后的墙壁上 映出一道黑影 更远处 则是屏幕的光 都无法触及得昏暗 老婆 求求你 我真的好爱你 我愿意为你去死 你再不说话 我就杀了自己 我切开了手指 还不够证明我的爱吗 滑开胸膛 看看我的心 只为你砰砰跳动 死吧 死吧 再往前一步 摔个稀巴烂 变成鬼 我也要找到你 弹幕内容越来越极端 怪异 惊悚 花小喵目光微宁 她点开这些发言者的账号 发现他们不是直播公司的水军 从消费记录和发言次数等数据来看 都是活生生的人 可是 他们是疯了吗 最极端的 还是一个名字 是一串数字的用户 她拼命地刷着弹幕 手指 是我爱你 脚指 是我爱你 手掌 脚掌 鼻梁 耳朵 舌头 眼睛 我已经说不出话 看不到你了 插入胸膛的刀 一寸 两寸 你到底在哪 黑暗中 我好像看到了你的身影 好美丽的红衣裳 真的是 好美啊 花小喵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面露惊骇 栩栩如生的描写 循序渐进的死亡 让她浑身如坠冰枯 内心渐渐生出一种 难以抑制的惶恐 她自顾自说着 哼 这肯定是无聊男人 编造新眼球的弹幕 信你个鬼 声音越来越微小 同时 她也不再去读那些弹幕了 花小喵想关掉这个直播间 她不再对所谓的新人 有一丝 哪怕分毫的兴趣 更确切地说 是潜意识的本能 在提醒她逃离即将来到的危险 哗 一阵细微噪声 直播画面终于被刷新出来 光线通亮 花小喵不禁目光被吸引去 看到了一片鲜红 鲜红 艳丽 绝美的古朴长裙 裙子下 是一双精致 完美到极致的 女人的腿 她点着胭脂的珠唇 露出一抹魅惑的笑眼 确实是好美啊 她目光迷离 试图伸手去触碰 当手指撞击到冰冷的屏幕玻璃时 内心没来由地 生出一股强烈的空虚 空虚犹若一个大洞 深邃 看不见尽头 将人的理智吞噬 让人不自觉地生出 想要满足她一切要求的疯狂 花小喵神色木然地拿起水果刀 目光呆滞 缓缓横到脖梗处 我也会变得这样美吗 光荡 就在最后一刻 花小喵忽然清醒过来 惊恐万分地盯着手中的水果刀 尖叫丢圆 拼命往墙角后退 抱着腿瑟瑟发抖 将头埋在腿中 试图找到一丝安全感 内心恐惧到了极点 我究竟在做什么啊 那个直播间 有鬼 许久 房间依旧安静 熟悉 没有神秘的身影 也没有突兀的声音 让她恢复了一丝理智 床头的玩具小熊 桌子上忘了浇水块 挂掉的多肉 扔得满地都是的贴身内衣 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先前的一切 庞佛是困及了打准的梦 花小喵逐渐安定下来了 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目光触及屏幕时 急忙躲闪 不过 短暂的余光 依旧让她看到了屏幕的真实画面 没有红裙 没有那病态的弹幕 反倒是像最常见的 颜值主播的直播间 哥哥不在家 偷偷小播一会 十分可爱的粉色兔子脚垫 穿着菱形图安 白色丝袜的纤细大腿 不停扭动 轻松明快的动漫BGM 正唱到鱼 好大的鱼 虎文鲨鱼 一切看上去 都是那么正常 我是出现幻觉了吗 花小喵愣住了 她大胆看了眼弹幕 看到各种纯24K舔狗屎 和各种吊癌晚期的发言 不禁厌恶地哑了一声 再看向直播间的人气值 人气值267504 她的恐惧 彭佛被一枚道长的陶木剑 劈了个金光 什么有鬼 什么害怕 她此时壮弱厉鬼 两眼通红 抓乱头发 哀嚎道 老娘做了三个月深夜擦边直播 抖胸抖到肋骨痛 熬夜累到快绝晶 也才一万多的人气值啊 花小喵喘着粗气 恶狠狠拍击键盘 打字发弹幕道 就这 我觉得难看死了 影战一经发出 百团大战级别的弹幕战争 开始了 兄弟们 有狗 有酸狗啊 我宣布主播 就是我心目中的风神 巴巴托斯 原魔霸贴吧观光团 到此一游小冲一下 但我觉得 不如神子小姐 蓝拳八观光团 鉴定为极品 原魔玩家 能不能边上烧烧 一群二次元傻卵 遇到个COS主播 就开舔起来了 就舔 就舔 气不气啊 我十六岁 单手开法拉利 你呢 老子一岁 单手开你新号马尾变 该用户已被抄管近年一天 卧槽 抄管在这潜水 出来给爹来 一年套餐 该用户已被抄管 今年三百六十五天 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 六十六超管杀疯了 一个火箭 能不能露脸 口还谁不会啊 我出十个超火 感谢伯爵用户雷电将军的 狗打赏主播 红红布红一枚超级火箭 花小喵看到那打赏横幅 心痛极了 明明是我先来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好想要超火啊 他满脸忧怨 直勾勾地盯着那没跳动的超火动画 一时间酸楚涌上心头 想哭 花小喵垮个劈脸 酸溜溜道 你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吗 也不是你的功劳啊 行 我要举报他 酸溜化作咬牙切齿 花小喵心头一怒 点开举报页面刚要打字 胳膊肘呼地 撞到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体 偏头看去是一把水果刀 花小喵呼吸一致 回想起刚才那毛骨悚然的幻觉 敲打键盘的手指 无论如何也落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 直播画面突然中断 BGM停止 化作黑屏 您所观看的直播间已被封禁 这短暂的夜晚 注定要花小喵终生难忘 他盯着那一行提示封禁的红色字样 只觉得自己鲜红 红得惶恐 心头坠坠 赶快关闭了直播间 系统右下角的图标栏 女主播交流的小群 不停地闪烁提示 有人得意洋洋道 集美们 我把那小骚蹄子的直播间举报了 叫超管张哥帮忙封的 进圈子还不打招呼 太不懂礼貌了 非得给他上上课 大快人心 二十多万人气质肯定是刷的 活该被封直播间 漂亮有什么用 做咱们这行 靠的是坚持和人脉 花小喵余光 又瞥见那把水果刀 越发不安他 轻轻摸着脖子 感受到一条细微道 不可察觉的凸起 急忙拿起梳妆镜 瞳孔紧缩 看到了锁骨斜上方 那条已经结痂了的 深红色细线 不是幻觉 我真的差一点杀了自己 花小喵如坠冰枯 下七月的高温 依旧止不住地冒冷汗 他急忙在女主播群里 打字问道 你们点开 那个直播间了吗 没有啊 嫌弃 JPGE 我才懒得点 看小蹄子骚浪剑吗 花小喵深深吸了一口气 群里有人看过 那个直播间的 出来说句话 我有很要紧的事 那直播间不对劲 喵妹 怎么了 大惊小怪 他呀 平时就这样 喜欢看灵异小说 鬼片 总是疑神疑鬼的 我还记得 喵妹有一次直播 装作被窗帘冻了下道 节目效果拉满 骗了不少好大的打赏安慰呢 群内聊天流水般地刷新着 花小喵死死盯着屏幕 却没看到除了他以外 有第二个自称点进过直播间的人 是自大的巧合 还是 没有生还者 花小喵被他的猜测 吓得脸色苍白 匆忙联系了那位 叫张哥的深夜抄管 张哥 你今天是不是封了个 新人女主播的直播间 绝对不要再让他开播 抄管张哥疑惑地问道 小喵 我说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 啊 一个小主播 犯得着这样吗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对吧 好 好相见 见那红衣鬼影吗 大哥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那玩意啊 花小喵撬脸更白了 他咬着牙关 却咬不住 颤抖地咔咔作响 目光惶恐 有矛盾的坚决 他虽然是卖肉女主播 但职业并不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 花小喵没法装作不知情 他的责任感告诉自己 必须要阻止更多的人 遇到那个恐怖的红色身影 那 绝对是鬼 抄管张哥 不知道 花小喵复杂的心理波动 继续说道 而且 怎么谣传是我疯的 实际情况是 新直播间的带宽太小 在线人数又出奇得多 技术部还没来得及给提亮 直播间就崩了 他笑呵呵道 你知道半夜那一个小时 打赏流水有多少 三万 这几年来 首播一小时 就有三万真实流水的新主播 他还是头一个 等白天运营部的人上班 肯定签下来主推了 你呀 与其想着怎么打压新人 还不如趁早 趁他还没出名爆红 赶紧和人家打好关系 到时候搞搞联动 弄弄剧本 也能给你的人气带起来 小喵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朝管张哥 绝对算是称职的基层领导 他语众心长地劝说着花小喵 想开点 变通点 可花小喵 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花小喵语气慌张辩解 张哥 我问过女主播去 谁看过那新人的主播间 没人回答我 他们是不是遇到了危险 张哥沉默 许久 他才悠悠道 后半夜开播 人气不高 不专心直播 还有闲心到处查房的女主播 应该 大概 差不多 就你以为 要是有第二个 那才是真的危险 不过 是平台的未来危险了 花小喵如遭雷击 他的信念 他的尊严 他的心 都碎了 花小喵将鼠标一扔 恨恨道 去他特喵的 老娘不管了 大不了改行跳槽 去做短视频 躲得远远的 经收到接连的惊吓和打击 他没心思再开直播了 看看同城69招聘 幸福护于科技有限公司 月流水千万 开辟新业务 集聘短视频女主角 有相关从业经验和直播经验者优先 头牌女主待遇 福利极佳 公司地址 创新大厦13层13号 联系人 卫先生 电话1313XXXX 花小喵眼前一亮 大女主 千万流水 公司地址又不算远 女主角 头牌待遇 老娘再也不想当小透明了 他火急火燎地拨通了电话 直到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 无人接听 他才猛然想起 天还没亮呢 花小喵自嘲地拍拍额头 然后将手机宝贝式地捂在胸口 平躺在大床上 凝望天花板 他开始畅想 转行为短视频女主的美好未来 新公司的同事 会很好相处吗 哼 肯定比张哥那半死不活的鬼模样 好多了 魏坤手指发颤 好不容易点着了火 不是怕的 是活生生累的 天知道这红衣女士的身体 硬得像是他奶奶熏的陈年老辣肉 根本掰不动啊 直播间总得动一动吧 一动不动 那是王八 红衣女士在被叮望时 除了一双黑色大美瞳 死死瞪着魏坤以外 他是不会动的 为了直播效果 为了那双腿扭捏肩的一抹娇羞 直播的一个小时里 魏坤趴在镜头外的地上 拿出当年通关魂斗罗的艰苦精神 手握两只冰凉大脚 各种姿势都试了个变 一切都是为了观众啊 观众视角 是直播间女主播 彭佛微微羞涩 不安的腿部小动作 谁能想象得到 女主播白思夏 还藏着一个辛苦奋斗的男人呢 34000多的流水 没签约是37分成 到手1万 魏坤坐在电脑前擦着汗 查看直播后台数据 随手点击了提线按钮 手机短信提示 企业账户到账10333 20元 魏坤已经通过指人小秘书得知 在鬼公司内 直播 发布视频 提线等操作 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回想曾经自己苦逼打工 扣掉五险一金 厕所使用费 五间打盹费 老板法拉利保养费后的可怜工资 不禁笑着感慨 一天一万 一个月三十万 这钱来得容易啊 魏坤笑着 突然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位 笑得比自己更开心 他猛然看向红衣女士 才发现 他正嘴角上扬地盯着自己 魏坤为了避免红衣女士凶性大发 永远保持着 至少一个镜头对准他 明明那台摄影机 亮着正常运转的绿灯 红衣女士 却不知何时转过头 正对着自己鬼笑 魏坤汗毛乍起 赚钱的喜悦 转瞬消失不见了 惨白指人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惨白指人又是招牌式的呲呲笑 他肩肩小手两手一摊 然后指着纸张正面的蚊子 他在变强呀 他喜欢上你 想吃掉你呢 魏坤的眼皮一跳 他不是被丁望时就会被封印吗 还会变强 此时 挂钟敲响四声代表着四点了 惨白指人像是很无辜 纸张表面褶皱 挤出来了一个好似委屈的诡异表情 谁说丁望是封印的办法 断断续续的 惨白指人解释了来龙去脉 鬼也会饿的 丁望有人气 能转化鬼气 他享受这个 魏坤恍然大悟 喜极而泣 搞半天 原来是红衣女士 通过人气吸收鬼气 然后舒服到不想动了吗 握了个飞天大槽啊 大宝剑封印术 富婆快乐丁 这惨白指人果然不可信 他看着小小的很无害 实际上一肚子都是坏水 指人像是能看破魏坤内心的想法 飘到魏坤面前 轻易地磨蹭着他的脸颊 继续展示血色文字 董事长放心 手上有办法 魏坤压下心中怒气 因为惨白指人实际上没有说谎 只是选择性地 故意漏掉某些关键信息 他勉强选择 再相信惨白指人一次 一道 我手上还有什么办法 顺着惨白指人指的方向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还真是 手上有办法啊 此时 魏坤看到 本该是掌纹遍布的右手掌心 赫然多出来了一个嘴巴纹身的圆形图案 图案尖牙压齿 外观诡异 死死紧闭 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周围镶嵌着一圈黑环 拉近观察 还能看到黑环上蝌蚪状的神秘文字 很像是甲骨文艺类的象形文字 魏坤沉思 手上长了一张嘴 嘴巴边上一圈蝌蚪 哪里不太对 如果要用现实中熟悉的事物比喻 外观接近火影中小组织成员迪达拉 两手用来咀嚼爆炸粘头的嘴巴 不过魏坤的这个 模样更加恐怖和森然 也更加扭曲 董事长全饼 鬼公司印章 惨白指人指着魏坤左手的嘴巴 隐隐拉开了一段距离 似乎他也很害怕这东西 魏坤逐渐感觉到 掌心磅佛多出来了一个 能自由控制的器官 能随时控制 像是手臂 大腿这般 身体本来就有的一个部分 同时 这器官也存在于五官 皮肤一样的感知力 和传送给大脑的信息 如果说 皮肤能传递来冷热与疼养 舌头会传递苦辣酸甜 那么这张嘴传递的 就是本能的饥饿 魏坤目光微动 下一瞬 他控制着鬼口张开 咔嚓 空气传来玻璃破碎般的声响 周围一切警物 转瞬变为黑白 像是风化吊骰的老照片 斑驳 陈旧 古老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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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坤内心中有声音在疯狂的呐喊 手中鬼口 明明面前无误 却开始大口咀嚼 凭空的可怕犀利 让警物化作扭曲的漩涡 漩涡的中心正是鬼口 他庞佛在吞噬着一切 魏坤也感受到了 血脉相连的饱腹的满足感 当饱腹感积累到了极限 周围景象越来越模糊 即将消失时 哄 一阵震耳欲鸣的声响 在魏坤耳边炸开 摇摇欲坠 再次站定后 魏坤目光一凝 发现周围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 红衣女士依旧盯着自己 摄影机滴滴作响 不光灯明亮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经典的 变强呀 他喜欢上你 想吃掉你呢 这无比熟悉的画面 魏坤亥然 他猛然转头 看向墙壁上的挂钟 挂钟当当敲响 四点了 时间倒流了 这鬼口的食物 不是任何一种现实物质 也不是鬼物 而是抽象意义的时间 惨白指人 不知魏坤脑海的惊涛骂 还在自顾自解释着 董事长放心 手上有办法 魏坤内心莫数着数字 大概是十秒钟 时间倒流了十秒 他回到了十秒之前的现实 一阵温热 超过唇齿 魏坤伸手摸了摸 仙红映入眼帘 是鼻血 随后 腹部传来一阵痛苦的收缩 是强烈的饥饿 魏坤忍住不适 不等惨白指人继续说 弹开手掌 向惨白指人展示了 他的掌钟鬼口 惨白指人愣了下 歪起脑袋 盯着那鬼口 然后看着魏坤冷静的表情 似乎极为疑惑 鬼公司硬章 你早就知道 魏坤了然 惨白指人也不清楚 鬼口的作用 而且 他没有时间倒流前的记忆 这能力强大到令他不安 鬼 竟是这般恐怖的存在吗 虽然能够时间倒流 但显然这能力 拥有着不小的负担和代价 不能够轻易使用 最关键的是 鬼口并不能解决 红衣女士的问题 红衣女士通过直播间 吸收大量人气 最终都转变 为了让他更加可怕的鬼气 与其说是限制鬼 不如说是魏坤在养鬼 正当魏坤 没关紧锁的思索时 惨白指人 到出了时间倒流前 他没有说出的信息 断断续续的五个字 拼接成一句完整的话 鬼员工在鬼公司内工作越久 他们就越无法逃离 最终 将完全受到董事长 鬼印章的控制 只有董事长 才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 魏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看向红衣女士 呼地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些变化 他争明扭曲的面孔 正逐渐变得正常 不过当魏坤看到 红衣女士上半身恐怖红衣 下半身二次元白丝袜 黑着眼球咧嘴凝笑 低落几根还在扭曲的陈年老区时 他果断抛开了这离谱的念头 正常个屁 系统提示声迟时而来 鬼员工红衣女士 得到了鬼气滋养 非常满意 神智加一 他似乎很喜欢你 魏坤嘴角不自然地抽了一下 喜欢还是算了吧 我只想狠狠地压榨员工 将他们榨干 先还上那三千六百万的负债啊 这时 一道温暖的阳光 划破地平线的黑暗 从窗外照来 天亮了 当黎明破晓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魏坤身上 他有种恍然格式的错觉 只是一夜 却漫长到了极点 魏坤拉开窗帘 回头看向红衣女士 本以为会看到传统鬼片里 开水烫女鬼的经典画面 但他无惧阳光的照射 金色的阳光 吹不散他惨白的阴寒冰冷 红衣女士 以发条般僵硬的动作 站起身 狭小的直播室 抬头望去 一抹鲜艳的大红色衣裙 遮盖了所有 他慢慢抬起手臂 惨白到苍色的纤长手掌 动作诡异又优雅 从下额一点点向上抚摸 缓缓遮掩住了猙獰的脸 黑色发丝 在细长的手指间滑落 像退潮的海藻 他的双手完全捂住了面容 然而在右手的食指 与无名指的的缝隙中 一颗通黑的眼睛 怨毒的凝视未困 那些被红衣女士影响而腐败 风化的墙壁 陈设 微微明亮 昏暗中 徒增诡异恐怖之感 风吹动窗帘 呼呼作响 那红衣女士化作雕塑 像是眼面哭泣的女人 静默无声 魏坤看到这场景 心头发毛 如果按照影视作品中来分等级 红衣女士的表现 绝对是那种 能团灭主角团的鬼王 好在 魏坤紧紧捏住掌心的鬼口 自己现在也不是全无底牌 惨白指人呲呲笑了声 他轻轻对着魏坤 示意他看正面的血子 等夜晚来临 他就会苏醒 下一次丁望 要更多人气 随后 惨白指人的身躯抖了抖 肩肩小手掐住脖子位置 微微用力 在魏坤惊异的目光中 斯拉一声 指人竟然撕开了自己的头颅与身体 裂成两片褶皱的普通A4纸 轻轻飘落于地 魏坤将碎纸捡起 细细打亮 与正常的白纸没有区别 要是哪里不太一样 纸张被撕开的边缘 隐隐能看到腐败的鲜红色 像是沾染了过期的红墨水 对准了红衣女士 她检查了一下电源线路 确认没有问题后 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直播室 锁上门 卡大 魏坤真想学汤姆一样 把钥匙吞到肚子里 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永远远离这个鬼地方门缝合拢的瞬间 像是从地下冰窖走到了地面上 一直笼罩在周身的阴冷感 消失不见 公司也恢复到了往日的瓶颈 鬼公司的古代牌匾 轻悄悄地消失了 幸福护余的一数字 重新出现在大门口 热大的写字间 寂静无人 魏坤独自站在落地窗前 双臂环抱 眺望这座还未苏醒的云海市 稀松若新点的灯火 每一处明亮 代表着一户吵吵闹闹闹 又不离不弃的家 疲惫的车流 吹走城市深夜的冷冽 带来生机勃勃的温度 混凝土钢筋的建筑 在雾气的薄沙中若隐若现 宛若城市的石碑 书写历史的木志明 记录凡人的喜怒哀乐 这是一座 拥有1500万人口的大城市 也是魏坤生活了 20多年的家乡 魏坤目光复杂地忘了很久 每当他看到记忆中 还能叫出名字的熟悉建筑 心中那名为逃避的懦弱 就消散了一分 二舅老燕 你真是给我找了个麻烦事啊 根据鬼公司和惨白指人的描述 红衣女师显然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世界 本就不像表面那般普通寻常 魏坤不认为自己是英雄 也没有拯救世界的大义凛然 他就是一个在大城市里 奋力挣扎求活的小人物 只是 有点倒霉罢了 魏坤难难道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这时 手机响起了不合时宜的短信声 他抬起手机一看 脸色大变 庞佛有大事发生 许久 魏坤表情凝重 语气悠悠 必将苦其花呗 还其白条 行服打起韭菜 撤 我看你们才是鬼 魏坤那丁点文艺的小惆怅 被老马和强东的资本铁拳 他现在只想搞钱 路边早餐摊 魏坤鸡肠碌碌地点了八个包子 一碗粥 正吃着 就发现刚认识的早餐店老板二哥 正略带好奇地盯着自己 他摸了摸脸上 没有米粒 奇怪问道 二哥 怎么了 没什么 二哥憨厚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的 两天没见 感觉你变白了 要是方便的话 想帮我老婆问问 你用了什么护肤品 魏坤摇摇头 跟女人瞎混 虚的 二哥露出有色心没贼胆的羡慕 重重地拍了拍魏坤肩膀 年轻人要节制啊 是你女朋友 不是 我之前都不认识他 一秒钟不盯着他吧 就缠上来 跟我要死要活的 这回轮到周围时刻羡慕了 不是女朋友 还能弄到虚成正模样 魏坤语气肯定 完全不像吹嘘 实际上 他也是句句大实话 二哥那满脸向往都快溢出来 能包进包子县里了 林魏坤吃完 二哥黑黑笑问道 用不用给你那朋友带点 他 从不吃这玩意 也就我这平头老百姓吧 好这口 魏坤扫码结账 转身潇洒离去 却没看到 二哥望着自己背影的优越目光 有时刻嘀咕道 这小子 肯定是傍上富婆了 二哥撇撇嘴 攥着赶面杖 指了指不远处高耸入云的创新大厦 道 那姓魏的小伙公司 就在大厦里 打工仔呗 小白脸 牛气什么呀 人家是老总 这位时刻不说话了 狠狠地咬了一口 蘸醋的牛肉包子 真酸啊 隔壁桌 正埋头喝粥的李小雅 微微愣了一下 他自言自语道 不至于这要巧吧 欣慰的老总 我昨天看到的招聘信息上 老板好像也欣慰 李小雅拍拍裙子上的灰 站起身 玲珑苗条的身段 牢牢吸引着 众多老色批的隐蔽目光 他向二哥打听着魏坤 老板 那个位老总是做什么的 他员工也有常来着吃饭 记得是做电脑 不对 就那个15喝6 喊家人卖假酒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我看银行的经理 天天往他公司跑 一看着买卖做的就不小 李小雅不禁脸上一喜 他追问道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比较私人的那种 二哥警觉地望了他一眼 本想搪塞过去 可架不住李小雅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满是祈求地望着自己 哎 这是他信信号 你可别说是我给的呀 李小雅鸣嘴 感激地展颜一笑 他低头打开信信 发送了好友申请 你好 我叫李小雅 前鲨鱼平台的人气 颜值主播花小喵 在招聘软件上联系过您 哒哒哒 他踩着愉快的高跟鞋出去了 小美人远去 早餐店的食客们 彻底没了食欲 面面相去 从彼此的目光中 看到了相同的羡慕极度恨 不禁骂道 妈的 事风日下 幸福护鱼科技有限公司 员工们陆陆续续地来打卡上班了 虽说幸福护鱼 一副半死不活 随时要自爆 向社会输送毕业人才的模样 但这种公司清闲啊 中层领导都知道 大家早晚要玩完了 也收起了那幅恨不得 扑A道人精神崩溃的嘴脸 当起了知心的好大哥 好大姐 员工们第一次体会到 公司就是家的温暖 纷纷研究着 什么时候离家出走 要是能分点家产 就更好不过了 正门口 老总好 魏总这么早 路上堵车 不好意思 啊 才八点 我没迟到啊 魏坤像是门神一样 站在前台接待的位置 轻点着员工人数 十九个基层员工 三个管理层 这些人够用了 他看向挂钟 昨晚这停摆的挂钟 已经被他修好了 同时他也确认了 昨天滴在脸上的神秘液体 就是特喵的楼上公司 下水道的水 三十年南测 三十年女测 此仇不报非君子 三 二 一 当当当 想了八声八点了 魏坤拍拍手 示意员工们看向自己 清了清嗓子 朗声道 OK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看我看我 我宣布个事 八点之前来的员工 公司依旧聘用 迟到的 我会通知他们找人士 办理一下离职手续 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身穿花衬衫的 年轻男人 急急匆匆赶到了公司大门 一下子就撞见了 堵在大门口的魏坤 魏坤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花衬衫先是愣了下 随后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老板 不就是迟到了一小会 不至于吧 政策调整 好聚好散 魏坤不想闹个不愉快 立刻补充道 按N加1的离职补偿算 保险什么的 先挂在公司 等你找到下家 再帮你把转移手续办了 谁承想 花衬衫不仅没生气 反而振臂挥拳 狠狠地抱了魏坤一下 感谢老板放我一条生路啊 谢谢谢谢 他欢呼雀跃 像是终于逃脱魔丑 魏坤面无表情 转身继续说道 在港员工 工资全部上调50% 取消绩效审计 六天制改为五天制 每月两天试驾 只要不务工 全额发放工资 花衬衫的笑容凝固了 他磕磕巴巴道 老板 我还是挺喜欢公司的氛围 希望继续为集体出一份力 魏坤摇头 轻轻对花衬衫语道 兄弟 我真是为了你好 信我的 找个好下家 撞见魏坤那诚恳的目光 还有这真挚的语气 花衬衫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不清楚 幸福互于濒临破产的事实 只是在中层领导的聊天中 得知了公司资金运转不畅 难道说 公司要倒闭了 老板念在我的勤勤恳恳 不想让我一起死 这样为员工着想 好老板去哪里找啊 花衬衫竟是有些犹豫和感动 他愁愁不定 最后一跺脚 握住魏坤的手 低声道 魏老板 我信你 保重 说吧 转身潇洒地走了 如果魏坤告诉花衬衫真相 他估计会跑得更快 幸福互于闹鬼了呀 魏坤尽可能地先精简了一下公司员工 维持各部门的基本运转就好了 人越少 出师的可能性越低 他可不想某一天看到新闻头条 全网震惊 某某公司员工离奇死亡 生前留下近恐怖疑言 我看到了一个二次元白色的红衣女鬼啊 难道还要配上一个带念珠的光头驱魔师吗 花衬衫走后 魏坤又陆陆续续地劝退了后面几位员工 最终只留下技术八位 财务两位 运营四位 市场三位 法务一位 他来回数了数 掰手指头做加法 再三确认 就是总共19位员工 外加上三位兼任人士的中层领导 人齐了 魏坤开了个简单的会议 我们下一步计划 准备直播和视频两手抓 技术部的李志强 模样老实的中年男人 举手问道老板 之前的头牌主播陶妖妖跟我们解约了 现在去哪里找内容主打 是啊是啊 总不能拍我们自己吧 要不提高点分成和奖励 把妖妖节请回来 魏坤下压手掌 员工们还算卖这个新老板的面子 纷纷收声 魏坤咳嗽了一声 摸着鼻子道 新的头牌主播呢 我已经找到了 他没来公司吗 老板 倒是让我们见见本人啊 要不市场调研和企划案都没法做 魏坤悠悠道 他性格比较内向 不太喜欢与人交流 不过放心 他绝对会成为幸福护余的下一位爆款 员工们露出怀疑的目光 主播都是往高处走 有名气的 也不会屈尊来到幸福护余这种小公司 如果是素人主播 但凡有潜力的 也早就被各大平台挖去了 哪里轮得到他们 魏坤知道 在自己还没做出成绩前 很难用三言两语 就收获员工们的信赖 建立信赖需要事实与时间 叮铃铃 公司电话突然响起 魏坤不动声色 心头一喜 是鲨鱼平台的签约电话 大概是早上红红不红这个账号 发给鲨鱼平台的消息 被他们看到了 在那条后台短信里 魏坤以红衣的口吻 告诉鲨鱼平台 他本人不方便出面 幸福护鱼将全权负责 后续的签约事宜 实际上 魏坤考虑过 抛开幸福护鱼 搞纯匿名直播和视频的操作可能 不过 想搞匿名 你问过社会铁拳了吗 魏坤真的不想被资本铁拳 和社会铁拳混合双打 当前网络大环境 出于政策风险等考量 没有任何直播 视频 小说平台 会接受纯匿名的发布者 必须有实体公司 或是实名制的个人 为其背书 才能进一步商讨签约 推广 宣发等后续事项 她不怕被可能存在的 有关部门盯上 她还巴不得神通广大的X组 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赶紧把自己救出来 不过目前来看 红衣女士的那场深夜直播 没有引起任何神秘有关部门的关注 毕竟隔着镜头和网线 在牛13的道士 总不能一声先锋道鼓 吸口WiFi 手指路由器 顺着网线 念念有词跟服务器老君大显威灵 然后对着手机屏幕 大吼 你呀是鬼 倘若有这种倒数 那可真太特妙的赛博朋克了 魏坤收了思绪 接起电话 欣慰的 我们最后给你一个礼拜时间 六百万不到账上 就报了你的通讯录 所有亲朋好友都会知道 你是老赖 度 魏坤面无表情道 广告推销 刚才什么话题来着 员工默不作声 叮铃铃 电话又响 你好 我们是鲨鱼平台 魏坤果断按下免提 请问红红不红 是贵公司的签约主播吗 听到电话那头的自我介绍 员工们正经微作 肃然起敬 脸上邪满好奇 当今国内直播圈三分天下 北魏鲨鱼 邪企鹅以令诸侯 占据中原 心智高远 强兵强将 为财势举 以谋广大设计 南鼠猫牙 根深蒂固 一手南弓 自持正统 继承自国内最早期的语音软件二外 人才老将无数 东吴低利 名不正年不顺 本是小众之地 却图谋九顶 说出孙权我呀 最喜欢二次元直播了 另辟蹊径 凭借全网最优秀的青年资源 占据着年轻化的桥头堡 这三位就是当下 国内直播行业的三大霸主 鲨鱼则是其中 实力最为强劲 资金最雄厚的一位 寻常小公司 想要和鲨鱼谈商务 求爷爷告奶奶 也是欲求无门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缺普通人才 就像是某点不缺铺接作者一样 现在鲨鱼主动致电来 想要寻求与幸福护鱼的合作 员工们怎么能不吃惊呢 员工们紧紧盯着老神安在的魏老板 魏坤风轻云淡道 可以 现在谈吗 我们很有诚意 现在谈当然最好了 请问 您是贵公司哪部门的负责人 比人信魏 幸福护鱼的老板 哦 魏老板幸会幸会 首先 鲨鱼这边想了解一下主播 红红不红的具体情况 电话那头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 顿了几秒 接着问道 根据我们的调查 红红不红昨晚的直播 用户群像大多是16到28岁之间的青年群体 这部分市场非常有前景 我们也看过了直播录像 想咨询您的是 主播他看样子很年轻 千万别是未成年吧 合法的 魏坤装作没看到员工们奇异的目光 那真是太好了 方便透露一下具体年龄 家庭背景 教育层次等信息吗 魏坤很难回答这问题 上一个喊着职业主播 学历本科的家伙 已经脚踩缝鸡机去了 刚死不久 种族厉鬼 灵异大学掐脖子专业吗 魏坤想了想 措辞道 幸福护鱼与主播签了保密合约 违约金很高 而且我们得罪不起 所以不太方便透露相关信息 员工们急了 这可是鲨鱼平台啊 老板明明是个年轻人 怎么像是个老古板一样 死守规矩 公司运营情况越来越差 再不搭上鲨鱼的乘风破浪 这小船就要轻浮了呀 鲨鱼那边无奈道 魏老板 您让我们很难办 鲨鱼平台大多是一级合同 直接签主播本人 除非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大工会 才会签二级委托合同 我理解幸福护鱼的难处 但领导的意思 是能签本人就签本人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叮铃 公司二号座机响了起来 魏坤对鲨鱼那边说道 我这临时有个电话 可以等等吗 嗯嗯 不急不急 接起二号座机 开启免提 请问是幸福护鱼吗 我们是猫牙平台 想跟你们谈谈 主播红红不红的合约 听到这话 鲨鱼那边顿势极了 猫牙 要说水火不容 可能还有些夸张 但彼此间挖脚 公结不断 早就埋下了很深的矛盾 两家公司高层之间 或许有默契 搞一些左手倒右手 给主播下套的操作 可终 底层员工 不敢玩这种把戏啊 他们头上名为绩效的达摩克里斯 明晃晃的 随时会劈在鲜薄的工资条上 工作没成果 可以 谁还没个低谷气呢 但被对手公司抢去了成果 丢了自己公司的脸面 就等被领导穿小鞋吧 魏老板 等等 鲨鱼那边急匆匆说道 二级委托合同 不是不可以谈 鲨鱼平台直接与幸福 呼吁对接就是了 我们可是先联系您的 而且论实力 论诚意 那些二流平台 哪里比得了我们 魏坤内心一笑 他对猫牙的电话 说道 我们正在和其他平台 洽谈签约事项 这样吧 如果谈不拢 麻烦魏老板转告那伙人 不管他们出什么价 我们出三倍 对 经过这么一个小波折 鲨鱼那边 语气软了下来 二级委托就二级委托吧 不过二级委托的 分成比例要低一些 正常签本人有保障底薪 平台五主播五 二级委托没有底薪 且礼物收益是30% 年奖结算10% B级推广 你能争得主播本人同意吗 魏坤斩钉截铁道 礼物至少40% 20万开播人气 你找不到第二个 35% 培养新人 我们也要投入前期成本 可以 但至少要A级推广 A级 那头迟疑 魏坤斩斩道 20万开播人气 也 行 鲨鱼愿意扶持有潜力的主播 直播午夜场 直播时间由我方自由决定 啊 20万开播 鲨鱼的工作人员憋得够呛 听到这串数字就脑壳痛 得得得 听您的 可别再说什么20万人气了 敲定了35%分成 二级委托A约 自由直播时间等初步一项 鲨鱼那边还是显示出 最大平台的霸道面目 严肃道 魏老板 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违约的话 鲨鱼平台将全网封杀违约主播 不要怀疑我们的体谅和决心 到了那种地步 即便是主播本人亲自找我们谈 鲨鱼也不会给机会 让主播 亲自找你们谈 谁给谁机会 还不一定呢 魏坤摇了摇头 具体细节 则由双方的法务部门负责 最快中午 就能合同落地 挂断电话 员工们望向老板 短暂的沉默 随后为魏坤发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不管怎样 失去头牌主播的幸福护鱼 终于有救了 突然有人响声问道 老板 既然签了新主播 我们上个月的工资 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魏坤下压手掌 事已收声 三天内 工资和福利按新标准补发 各忙各的去吧 散会 哗啦啦 这回完全发自内心的掌声 犹若潮水汹涌 谁不喜欢一个 发工资痛痛快快 开会还不讲废话的老板呢 殊不知 魏坤在装大尾巴狼 高利单单六百万还没着落呢 他现在都比脸还干净 能否及时发工资 完全取决于 红红能骗到多少网络老色批 等员工们都回到了工位 魏坤掏出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 阿飞 装得挺像啊 改天请你吃饭 什么毛牙平台 根本就是魏坤提前找来的托 爷们好歹是播音系毕业 下月中旬 我和云云婚礼 你小子别放鸽子哈 此时 公司大门 咚咚咚 请问这里是幸福护鱼吗 我是来应聘的 一个白花裙的小美女 抬高声音问道 李小雅好奇地打量着写字间的陈设 墙壁挂满了历届主播的半身像 全身像 各种奖牌琳琅满目 最高处挂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提笔 幸福护鱼 为国为民 李小雅嘴角一抽 老板的脑子 不会有问题吧 他摇摇头 早餐时偶遇未坤 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先暂时不去考虑老板的智商问题 左顾右盼着 公司不大 装修风格有些古旧 但员工们的工作热情很高 看上去朝气蓬勃 一副活力满满的样子 李小雅很满意这种工作氛围 他想给新同事留下好印象 深呼吸调整姿态 两手紧握 并拢双腿 眼帘低垂 目光切生生地 活脱脱一副涉事卫生的清纯模样 有人吗 李小雅声线带了一丝紧张的颤抖 注意到他的男员工 目光立刻直了 好一朵娇羞的水莲花 哦 来应聘的吗 老板在办公室 我带你去见他 说着 就把李小雅带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请进 魏坤疲惫道 开了门 李小雅眼前一亮 果然是早餐他的那个帅小伙 外观俊朗 身材匀称 忧郁的眼神 唏嘘的胡茶 真是少女文学中最完美的男总裁形象 他细声细语地做着自我介绍 魏坤本还有些违米 他凌晨使用过那次鬼口的时间倒流后 精神就有些不振 会议是慷慨激昂的模样 纯粹是打鸡血给员工们看的 可听到李小雅的话语 他顿时来了兴致 哦 你是看到之前我们在网上的招聘信息 想来应聘短视频女主角的 对吧 魏坤露齿笑道问道 李小雅名嘴 淑女的轻轻点头 满怀期待 看得出 魏总对自己似乎很满意 太棒了 魏坤想了想说道 暂时呢 我们还没准备开启短视频的相关计划 李小雅心凉了半截 但是吧 直播这边缺一个有经验的女主播 嗯哼 李小雅竖起耳朵 轻声细语 我以前在鲨鱼平台 人气值还蛮高的 我还算有点经验 很好 魏坤汗手 身体前倾 食指交叉 看着李小雅 也就是说 你很会处理弹幕互动哦 李小雅自信地挽了挽并脚 道 还行吧 每秒钟几十条的那种 还要你保证及时的沟通效果 既要拉拢人气 也要时刻与直播观众互动 能做到吗 听到这 李小雅眼睛里闪着小星星 每秒几十条弹幕 他最火的时候 绞尽脑汁费尽力气 也不过是几秒钟一条弹幕啊 难道 幸福呼吁要把我培养成大主播 舔狗来 这日 鲨鱼花小喵再入大主播境界 一想到那画面 李小雅就有点惊世不下去了 他扭捏着 欲挙还迎道 我可以试试 蛮喜欢有挑战的事 OK 魏坤打了个响指 弹幕的事 就交给你了 今天立刻上岗 能行吗 有点急 不过 我应该能行 听着好像哪里不对劲 可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李小雅 全然没心思考虑其他 火速签了卖身合同 他万分欣喜地来到 属于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窗户明亮 桌衣简洁 三两个花盆绿意盎然 有种文艺小清新的气质 李小雅幸福地掩住嘴巴 隐隐有股世未知 急折死的点点泪光 他委屈了这么多年 卖肉卖到猪肉价格崩盘 终于要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吗 昂贵的高档显示器 最新配置的台式主机 两千块一套的无线剑鼠 每看到一样好东西 李小雅内心 就会偷偷地雀跃一下 他转头看向魏坤 期待地问道 魏总 摄像头和麦克呢 魏坤满脸问号 要摄像头和麦克干什么 李小雅笑容一致 您不是说 每秒几十条弹幕 还让我拉拢人气 没错啊 魏坤理所当然地说道 专门管弹幕的 管 弹幕的 卡擦 李小雅表情实话 他的心 又欺然地碎了 他本想大吼一声 老娘不干了 可以想到刚签下的巨额 为约镜的卖身器 他就喊不出声了 魏坤拍了拍他的肩膀 画了一个大饼 放心吧 我不会实验 等短视频项目启动 你就是一号女主 现在就当是锻炼能力 免得以后火了 不知道怎么和粉丝互动 李小雅想哭 他望着魏坤离去的背影 面露悲怅 目光凄凉 若被骗入勾拦的无辜少女 嘴唇颤抖 呜咽道 我还不如回去直播 什么女鬼 这里才都是骗人的鬼 李小雅自顾自地 掩着黛玉葬花 不知岁月 嘟嘟 手机作响 是老板魏坤发了消息 告诉他直播马上开始了 李小雅抹去眼角的 悔恨泪水 眼睛红红的像是兔子 打开了电脑桌面的 弹幕管理软件 他此时扮演的是 某个大主播的弹幕替身 李小雅负责装作主播的口吻 与这些弹幕进行交流互动 即便他也不清楚 主播是谁 软件界面并没有显示直播间内容 只有如同潮水般 汹涌而至的弹幕海 和一个用来回复的小小对话框 推流了 李小雅本事低落 看着刷新速度恐怖的直播弹幕 微微惊异 随便挑了一条弹幕 今天是胡桃吗 还是蔡文基 主播好美 是COS主播吗 李小雅眉毛一条 艾特这条弹幕打字回复道 谢谢你的支持哦 啊啊啊 主播居然回复我了 卧槽 这么幸运的吗 原来主播会互动啊 我 石明志羡慕那个吊人 这吊人是土豪 回复一句就刷了两个火箭 火箭 两个火箭一千块啊 李小雅愣了下 心中酸楚 更想哭了 他还没一次收到过两个火箭呢 不过 他的责任心 让他保持着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强忍泪水 搭搭敲击键盘 哼哼哼哼 弹幕的刷新速度 再次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主播主播 你会唱歌吗 求求你念念我的ID吧 我都刷了十个火箭了 我的老婆 老婆 守护最好的二次元女神陛下 李小雅嫌弃的异了一声 胃太冲了 忍不住点名表扬 这位同学 收收嘴脸 他没想到的是 哎呀呀 老婆骂我 骂我骂我 我好想被辱骂啊 我也是铁二次元 你能用丁弓的语气骂我吗 李小雅傻眼 随后忍不住扑呲一笑 不知不觉间 逐渐进入状态 我就不 弹幕更加沸腾了 他抿了名嘴 再次回复了几条弹幕 随后轻轻一叹 这就是大主播的感觉吗 真想见见他 不知道他是哪个平台的主播啊 这时 一条超火的横幅弹幕 映入眼帘 黄黄 你能说说话吗 李小雅本想打字婉拒 他正措辞 突然愣住了 心脏庞佛 被狠狠抓了一把 红红 你是说红红了对吧 直播间主播名字正叫做红红不红 李小雅艰难地吞咽口水 不安地到处乱喵 本是小清新风格的独立办公室 似乎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白赤灯惨白 鱼缸里的鲸鱼眼睛闪过诡异的光 窗户外的怪声 衣帽架后的黑影藏着什么 耳朵像是流血般刺痛 歌曲才播放到一半 就被诡异地切到了下一首 难道是 李小雅惊怒地摘下全包式耳机 丢掉 光当 这杂牌耳机漏电啊 还有 为什么公司账号连音乐会员都舍不得办啊 冷静 李小雅 你要冷静 世界上没有怪力乱神 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有鬼主播 如果这个叫红红的主播是鬼 那幸福护语呢 难道全公司上下都是鬼 怎么可能吗 嗯哼 好缜密的逻辑链 好精妙地推理过程 如果幸福护语是鬼公司 那么 红红等于红衣女鬼的等事 就完全成立了 成立个喵啊 李小雅欲哭无泪 她想夺门而逃 可打心底害怕 如果一开门 就撞见一群缺胳膊断腿的厉鬼 还辛苦在公卫里加班 全然不知 自己已经死掉了 她这个活生生的小美女 岂不是羊入虎口 对了 老板魏昆 早餐店的人说总能见到她 她白天还在大街上吃早餐呢 鬼总不能见得到阳光吧 李小雅抓住了救命稻草班 两眼生起了希望 拼命翻找通讯录 本该灵活的细长手指 像是谱一样不分办法 磕磕绊绊终于找到了魏昆的名字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李小雅急得快哭了 她赶忙打开信信 打字道 老板 你在忙吗 见到速回复 我有急事找你 短短的几秒 如此漫长 等来了董事长魏昆的回复 你不是在夜班吗 网断了 还是设备坏了 我恰声豪翻考串签子呢 你没事就好好工作呀 从员工的角度 这话说得挺不像人的 从人类的角度 李小雅感到了如沐春风般的温暖和安全 起码 鬼应该不会恰烧烤 如此证明 幸福护育的魏老板是人 呼 自己吓自己 李小雅拍了拍胸口 然后又看到魏昆接着给她发的员工守则 第一条 她面露古怪 独立办公室有吃的 有卫生间 天亮前不要离开独立办公室 无论是谁敲门 都请无视 第二条 她脸色微变 如果有紧急事件 一定要在天亮前离开办公室 请不要发出太大声音 然后是第三条 第四条 有时开放办公区域灯光会突然打不开 这是正常现象 公司员工会在18 这时候不应该也不会存在任何的公司员工 如果有 那是小偷 不要与之对话 就当没有看见转身离开 遇到的女员工 假如身穿红色长裙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逃跑 请保持住室 如果你发现该女员工消失了 请立刻找到办公区的老旧打印机 并且第一时间丢打电话 一滴冷汗 缓缓从李小雅额脚滑落 这几条像是员工守则的玩意 怎么看都怎么不对劲啊 什么叫敲门不要开 还有大半夜 穿着红色长裙的女员工 为什么初老师 要先找一台老旧的打印机 冷静 比快尔特 李小雅试图用拽羊屁的方式 让自己怦怦跳动的心 平复下来 她是不敢出门了 盯着那白色木门 彷復在门后 藏着什么最恐怖的东西 Dreamy Tessbo的花卫 手机灵响起 李小雅见来电显示 十位老板 赶忙接听 梨花带雨的哭号道 大哥 我能不能不干了 违约也不干了 她想让魏坤赶紧来接她走 还没等说 就听见魏坤义正言辞地道 小雅 我本以为你是个正直的好姑娘 可你的偏见太让我失望了 你是不是瞧不起 其是精神疾病的同事 啊 李小雅被这套组合拳打懵了 我 我是怕公司里有 有什么 胖子是人 一桩匹是人 同性恋是人 残障者是人 精神患者也是人 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 你为什么要用带颜色的眼光 去假定别人呢 你帮忙处理弹幕的主播红红 年纪轻轻 就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疾病 脆弱的 像是个渴望关注和关怀的孩子 我给你说的规定 不想让你伤害她 更不想让她伤害你 你难道认为 精神病就该死吗 应该统统被枪毙 赶到大街上 让他们被流浪狗私有 孤独地饿死 李小雅猛了 你要让我找 找那个打印机 打印机放着她最喜欢的纸人 不 那不是纸人 而是她对现实的 最后一丝温存留恋 小雅 漂亮国常说 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贵 可我认为应该是 Youmar人命贵 PD Lives Matter精神患者 同样命贵 政治正确心法 道德绑架神拳 这一拳 大道都磨灭了 李小雅心神震动 懦懦道 老板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她不禁面露一丝羞愧 低头 愧得自己大学时 还是积极分子 才在社会染缸里抛了几年 觉悟怎就这般低了 李小雅虽然喜欢看 如果真的有鬼 冤有投债有主 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操弹魂球 活得逍遥自在 她在看向屏幕 那如潮水般刷新的弹幕海 又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了一下 明明备受追捧 就连弹幕互动这种 李小雅看来是享受的事 都需要让别人替她操劳 那是多么孤独无助啊 哎 人生无常啊 你我都是可怜人 李小雅轻叹 在看向办公室周围 哪还有半分阴森 但雅平静如水 胸怀觉悟的她 不再心生信性惶恐 取而代之的是 试图为弱者 做些该有之事的正义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 弱者 非心若也 力所能及 能而为之 便是人间正宝 再次敲击起键盘 茶轴的清脆声 声声悦耳 李小雅嘴角 不免带上一丝浅浅的笑意 她在这一刻 找到了属于她的喜悦和价值 认真地扮演起了 她梦寐以求的人气主播 死板的文字 在她心境影响下 都带了些真诚的灵动 当一个人全身心的 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 就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于是 以红衣女士为生 以李小雅为魂 红红布红家花小喵的奇特组合 绝美外表 和俏皮灵动的文字 两者联手后 终于在今夜的鲨鱼平台上 爆红了 从午夜12点开始 截止凌晨3点 红红布红的直播间 在凌晨1点17分 达到人气最高峰值68万 实际同频在线人数6万 总累计 收费礼物流水19万软卫币 免费礼物流水151万余碗 弹幕数量39万4千 对于新人主播 这是一个值得大叔特殊的爆火成绩 鲨鱼平台凌晨运营部 员工们机长庆祝 这个月的凌晨 绩效稳了 晚间和下午的那两帮贼孙子 天天笑话我们绩效垫底 等季度统计出来 我看轮到谁哭 还是留个眼光好 力排重难 签下了这个新人主播啊 真没想到 主播红红那么火 奇了怪了 以前我们凌晨部 也挖来不少美女啊 有个眼镜男撇嘴道 之前都是什么胭脂俗粉 能和我们大红神比 不会起名可以不起 大红神 这明明是一绝见宗 和三绝见地 甚至女员工也跟着感慨 真是不知道 红妹怎么锻炼的身材 那身体线条 像是话里走出来一样 仙气满满 美得不真实了 所有女人都免不了对身材 样貌的平头论足 但是对红红 所有女员工 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羡慕 嫉妒 恨不起来 因为差距太大了 人家红红 穿什么像什么 黑得像诱人心皮的妖精 白得又清纯的宛若 刚化型的狐狸 至于破洞款 老色批们不能再满意 早就截图当成手机 和电脑壁纸了 甚至还有人在 扣扣群和微博等 软件公开叫卖 也赚得盆满钵满 那次巴巴托斯的COS 已然成为原魔霸的入版圣经之一 各大论坛 更是疯传不已 惊为天人 绝对屁过 哪个大处画的 假图就不要乱传了好吧 还有吗 我想鉴定一下真假 直播间 观众们对网络上 那群见风使多的骗图狗 表示深深不屑 图片的感觉 和直播差远了 是啊是啊 我时候对比了一下 确实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直播间给人的观感 更加梦幻朦朦 对对对 在直播间 有种说不清楚的诱惑感 根本无法挪开眼睛 可后来看直播录像 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不过依旧很好看就是了 主播人还挺可爱 弹幕互动蛮活泼的 这时候 总有杠精想来抬一手杠 又是一个不露脸的 你们难道忘了乔奶奶吗 呸 一群舔狗 真人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万一比如话还丑呢 鲨鱼的凌晨运营部 也第一时间收到了 诸如此类的反馈 很多观众 都要求红红主播露脸 尤其是许多鲨鱼的土豪用户 扬言道 露脸起步 十个超伙 员工们看向领导刘宁 也就是执意 签下了红红的刘哥 刘哥皱眉思索 等会我联系一下幸福护鱼 露脸是肯定要露的 否则对后续人气影响太大 红红的人设是 气质严直 要是忽视舆论 把人设搞崩了 很难再给人气挽回来 有男员工小心翼翼道 他一直不露脸 不会真的只是身材好看吧 我确实很喜欢他 可是 女员工反驳道 你那是喜欢吗 你那是缠他身子 红妹才开播 就嚷嚷着让人家露脸 那以后是不是又要让人脱衣服了 也不是不可以吗 我呸 郭南 红妹是我偶像 绝对比你们想象的 要好看一百倍 刘哥摇头笑了笑 出声阻止了争吵 说道 我这就给幸福护鱼的老板打个电话 要是颜值过关 求领导给个S签 也不是不可以 看看他们怎么说 幸福护鱼 鬼公司 此时天还没亮 魏昆满头大汗地坐在地上 一副操劳过度的模样 他之前告诉李小雅 再翻烧烤签子 实际他待在隔音直播室 使出吃奶的镜 翻那两条价值几十万人气的大长腿呀 病医馆都没有这么辛苦 魏昆擦着汗 他看向红衣女师 经过这三小时的直播 红衣女师似乎又有了不同的变化 只忍小秘书的说法 红衣女师的丁望不是封印办法 而是借助活人气息去滋补他的鬼气 他在吸收鬼气的时候 行动能力和杀戮欲望都会降到最低 因而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整晚最高六万人的活人气息的滋补后 魏昆发现他右边的耳根多出来一条微不可查的裂痕 要不是掌握鬼印章后 他的视觉等无感得到了非常大的强化 也无法发现这条裂痕 他走上前去近距离观察 不仅是右耳朵 左边的耳朵也有条一模一样的裂痕 魏昆很好奇 他随时能用掌中鬼口 也就是鬼印章来时间回朔 也不怕红衣女师突然失控暴走 于是便大着胆子摸向了那条裂痕 死了 与其说是裂痕 不如说是一层鲜薄人皮的缝隙 指尖才堪堪摸到一抹冰凉 那张人皮开裂 化作细小碎片 纷纷掉落 从魏昆视角 他满脸震惊地看着 红衣女师的猙獰面孔 像是戴着的面具军裂 变成灰色 死皮落到地板 最终露出了一张崭新的冷艳面孔 二皮脸 啪 魏昆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他以为眼前出了幻觉 因为红衣女师的新面孔 太出乎 他预料了 哪里还是墙皮惨白 布满血痕 庞佛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 把他活生生 吞进肚子的恐怖模样 此时的红衣 从精致的锁骨向上看去 领如球鳍 光滑如天鹅绒 下颌线条完美 皮肤细润 如微玉柔光若腻 一抹朱唇不点赤 娇艳弱血 高挺的鼻梁 显出凌厉的线条 紫色的瞳孔 却冰冷一如极北的洞土 毫无感情 恍然无神魏昆 不禁恍惚 微微迷醉 随后被那双子眸 一闪而过的血腥贪婪 瞬间惊醒 他捏住鬼口 谨慎地后退半步 不管红衣女士怎么变 他对魏昆的强烈进食欲望 是从来都没有一丁点动摇的 系统提示声响来 鬼员工红衣女士 得到了充足的鬼气滋养 谨慎为A级利鬼 获得完美人皮 他似乎更疯狂地喜欢你了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陈元利一身警服 头枕双手看着网络视频 悠哉地享受午休的片刻清闲 女同事小无笑眯眯地 在桌角放下杯冰水 先手搭载陈元利肩膀 细声细语道 下午去吃点 我请 陈元利内心暗喜 挠了挠病脚 故作镇定 小爱你决定地方吗 我都听你的 叮叮叮 刺耳的金属铃声 打破了才生出的暧昧 随后 一阵急促步伐传来 走进了大办公室 顿时轻松气氛消失不见 转而压抑 来人是一个五官扁平 小眼方脸 气质深沉的中年人 他叫金向阳 少数民族 是办公室内这些警察的上司领导 胸前的工作牌 映着传统民俗文化调查局局长的职位 传统民俗文化调查局 简称民俗局 或是民调局 是国内针对近期逐渐频发的特殊现象 而设立的特别部门 隶属于当地警务系统 与公安同级 民俗局的人虽然穿着警服 有警号和警务编制 但他们对外称呼 不是任何一个熟悉的警种 而是官方调查员 金向洋洋了洋手中的牛皮纸袋 沉声道 尚风发来文件 监测到云海市本月出现了三起民俗事件 听闻这话 民俗局的调查员们收起笑意 表情逐渐严肃 面面相去 从彼此目光中看到了不安 陈元丽感觉 吴元正死死拽着他的衣角 看得出他紧张极了 调查员们小声议论 一个城市就三起事件 今年第一季度 全省加起来才两起 又出什么大事了 上次废校那件C加级事件 孙哥就失踪了 动用天眼都找不到痕迹 实际上 民俗事件的影响被控制着 影视作品中不存在鬼怪元素 鬼片僵尸片消失不见 最终都是人为和精神分裂 恐怖灵异类文学作品逐渐凋零 迷信的直播 视频被严格禁止管控 就连微博 庇护上的世俗和尚 道士和牧师也要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 三张逐层递进的大网 将民俗事件的传播影响力 限制在了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再加上各地成立的民俗局 共同构成了一个守卫民众的保护伞 金向阳将复印件 分发给在场的调查员们 先是一处十字路口的鸟看拍摄图 宝物缭绕 只有深红色的交通灯光 若隐若现地级民俗事件 迷雾路口 长江路的十字路口危害及较低 清晨薄雾中走进路口的人 会失去方向感 无法自行离开 薄雾散去后恢复正常 相关刺激事件 长江路碰瓷安 目前中建十三局 已封锁该路口 正在系统改造 陈元丽看到中建十三局的名号 不禁点了点头 十三局是国内物理解决民俗事件的第一天团 最证明的安利 使用6000公斤 TNT暴力开矿的方式 爆破整座乱坟岗 接着一个礼拜 将其改造成了烈士公园 当地再无民俗事件发生 翻到下一页 然后是建筑工地的全景实拍 C级民俗事件 墙壁黑影 中央大街189号 花园城工第四楼西南角 危害集中下 幸存的当地工人 在夜间加班时 发现了墙壁上的黑影 笔录中多位工人自称 被墙壁的黑影推下大楼 相关次级事件 花园城工商讨新安 中建十三局已承包 陈元丽指着图片 询问老领导 疑惑道 我上次路过中央大街 没看见这楼啊 金向阳风轻云淡地回答道 第二天就炸了 顺便挖了一万多粒的土方 运到南边填海造岛去了 原地打算改建为 新的漂亮国大使馆 调查员们蹦不住了 笑出声 到时候看看上帝他老人家 管不管用了 随后 是第三份文件 也是唯一用红色大字标题 盖着绝密印章的文件 B级民俗事件 红一新娘 目击地点 为新城西路四号的巷子 失踪者是一位 外省肇事逃逸致死案的网逃犯 根据其他目击者描述 红一 是一个身穿古代红色裙装的细长黑影 移动无视物理距离 行动时 伴有强烈的风化 腐败现象 现场多处地面 墙壁和仪器物 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蚀痕迹 其中一枚现场发现的 现代工艺淘气 根据热视光测年法 结果显示 来自170年前 死 如此诡异的档案 让在场的调查员们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170年前的现代淘气 不太可能吧 万一是清代古董呢 吴元小声说道 金向阳瞥了他一眼 那淘气的造型 是哆啦A梦 吴元沉默了 陈元丽继续浏览着文件 眉关逐渐紧锁 那名目击者何往逃犯呢 他抬头问道 都失踪了 描述是在目击者手机的 备忘录中找到的 备忘录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至于网逃犯 现场发现了一些内脏组织碎片 经过国家DNA数据库比对 确认是那名网逃犯 墙壁上还找到了一些脱落指甲 大量血痕 金向阳声音低沉 将一张单独的照片 递给陈元丽 陈元丽看到照片的刹那 瞳孔震惊收缩 一股寒意从背后骤然升起 照片上是一处墙壁的拍摄图 墙壁上布满了绝望的抓痕 歪歪斜斜 彭佛他临死前 受到了毛骨悚然的折磨 用力到指甲断裂 血肉模糊 留下了一串由血痕构成的文字 以卯日 大吉 遗婚嫁 黑红色的血痕 与看似正常的文字 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让人心声晦涩 诡异的强烈不适 金向阳沉沉叹息 质地有声道 如果你们发现了红衣新娘 跑 尽全力跑 他的攻击模式 很有可能是对视 绝对不要指示他的双眼 影响时间流逝 无视物理空间 此等级别的民俗 普通人不是他的对手 局长 你看看那个视频 一位调查员声音颤抖 指着陈元丽身旁 电脑屏幕暂停的视频 屏幕上 是一抹鲜红的古代裙装 那抹鲜红长裙 刺眼 优雅 绝美又艳丽 似有魔力 让人一旦注目 就再也挪不开双眼 金向阳大惊失色 大快步来到电脑前 紧张望去 在场的调查员分涌而至 挤在陈元丽的个人电脑周围 试图搞清楚状况 出生之人 声音发颤 抖如筛炕 会不会是我们 也被红衣新娘发现了 她要来了 要来了呀 现场陷入诡异的沉默 调查员们面露一色 吴元一脸震惊 陈元丽铁青着脸色 看不出心中所想 许久 局长金向阳 嗓音低沉 深呼吸 像是脑海经历了一番惊涛骇浪 他闭上眼 一字一顿地说道 以后 我局调查员 在上班时间内 严格禁止 观看网络色情视频 最后几个字 只见那屏幕里 红色长裙下 两条白丝美腿 若隐若现 扭捏着 含羞待放 视频还被配上了 活跃气氛的字幕 红线 JPG 巴巴托斯爱你哦 想不想摸一下 会有女神的祝福呢 视频分类 舞蹈区 宅舞 陈元丽的暂停技术不错 完美地体现了 这双大白腿的绝美线条 屏幕上像是停滞着 各种不堪入目的 老色批留言 最骚的是 其中有一条留言 用蓝色方框标记 这种标记的含义是 该弹幕发自于 当前观看用户 ID 陈家大元外 等级 LV6 原魔天哈第一 吸溜吸溜 好想舔一口啊 不堪入目的文字 吴元颤抖地闭上眼 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声 卧槽 P 还有戴眼镜的年轻调查员 压低了惊讶的声音 嘀咕着 陈哥竟然在上班的时候 偷偷看红妹的视频 陈大傻子 吴元怒视 死死拽住陈元丽 左边的耳朵 用力一扭 像是打开了嚎叫的开关 蹦 蹦 蹦 别使劲了 哎呦我的耳朵 我错了 错了 还不行吗 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 以前我从来不看这玩意 眼镜男又是及时补刀 陈哥 你还给视频充电了 这是转载啊 又不是红妹亲自发的 这不白送钱吗 吴元气成红皮鸭子 大吼道 看你平时生活节俭 衣服穿几年舍不得换 约会都是老娘掏钱 你小子竟然偷偷给女主播充钱 屁啊 陈元丽捂着通红的左脸 试图解释 可只看到无缘夺门而去的背影 金向阳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啊 叮铃铃 他看到手机响起 来电视天省民俗厅 按下接听 领导您说 嗯 新的民俗事件吗 鬼境 C级 随时可能发展到B级 明白了 我会尽快派出人手调查 金向阳拍了拍手 将众人目光吸引过来 有活干了 前天 省民俗厅发现了一个从海关流入的古代婚境 已确定就在云海市 在造成恶劣影响前 找到这枚婚境 守卫云海市的使命 全靠你们了 是 一切为了人民 调查员们齐声敬礼 不负嬉笑 目光坚决严肃 他们身后的墙壁 一面鲜艳红旗 静静高挂 云海市创新大厦 魏坤小心地锁好了直播室的幕门 两天时间 两场直播 算上二十万的签约费 总计收入二十八万 给幸福护余的员工发上月工资 算上承诺的百分之五十掌薪 总共要用十五万左右 余下的十三万资金 可供魏坤自由支配 他躺在老板椅 盯着手机银行的六位数账户余额 微微发呆 说也可笑 魏坤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直到现在 魏坤还是有种如梦初醒的错觉 庞佛鬼公司 红衣女师 纸人小秘书 都是他在穷困潦倒时 做的一场梦 但右手掌心 不时传来饥饿感的鬼口 时时刻刻地提醒着他 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魏坤想了想 给远在外地老家的母亲 打去一个电话 妈 你那边好好的 要用钱的话和我说 等一下给你先转去两万 买点吃穿用度 别委屈自己 我这边挺好的 跟朋友开了家公司 赚点小钱 下个月朋友婚礼 分子钱都准备出来了 哎呀 累不到我 您就放十足的心吧 我弟弟最近听话吗 小生出顺利吗 今年中考啊 看着他点 那小兔崽子就知道玩手机 嗯嗯 你听那帮碎嘴子邻居念叨什么呀 妈 你本来就心脏不好 千万别动火 儿子不会给你二位丢脸的 等过年我说不定就开着小校车 带着漂亮媳妇 回去看你二楼 气气他们 特产 不用不用 这大城市什么都有 妈妈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照顾好自己 嘟 挂断电话 魏坤静静捂着脸 心潮低落 以前的自己 是一个多么 让父母操心的窝囊费啊 从小就借助在云海市的舅舅家 是亲朋好友眼中的好孩子 好学生可不善人际交往的魏坤 大学毕业后 越混越差 逢年回家 连像样的年货都买不起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说的 就是他这种人 魏坤突然抬起头 走出董事长办公室 先是在办公区 向员工们宣布 工资下班就发放 看到那一张张开心的面孔 他摇头笑了笑 来到楼下 找到一家寿品店 买了两打黄纸 由于片刻 又在寿品店老板诧异的目光中 挑了个花枝招展的纸人 避开显眼的街道 来到一处偏僻建筑后身 魏坤本想在黄纸上写名字 他却想不起 二舅老爷的真实名讳和生辰了 叹了口气 魏坤一笔一画 郑重地写下二舅老爷四个字 点燃黄纸 二舅老爷 身外孙没什么能报答您的 这些钱啊 您先花着 我看了看公司以前的主播 个个都是大美女 知道您喜欢漂亮的 就特意给您烧了个冰冰款的纸人 您先用着 您若有零 就保佑保佑您的身外孙 赶快赚大钱 先把您欠的那六百万高利贷还上 催收的都快报通讯录了 您也不忍心看到身外孙 在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吧 魏坤自顾自说着话 这时 感到腰间手机震了震 拿起一看 龙国银行企业账户 收到一笔二百万的实时转账 他瞳孔猛震 这么灵验的吗 通知栏 信信弹出一个头像 是某奢侈品品牌的好友申请 请问您是魏坤先生吗 见面里收到了吗 我们想和您谈一笔大买卖 前几秒 魏坤还在为十几万的存款 自明得意 悲春伤秋 突如其来的状况 搞得他有些猛 没见面 就先转来二百万 魏坤最喜欢和这种 有诚意的商业精英沟通了 谈 都可以谈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是两百万没错 魏坤心脏被狠狠抓了一把 他感觉心跳的厉害 深呼吸 抛开干扰思维的意外狂喜 目光逐渐恢复冷静 欲所求之 必先欲之 他清楚 自己和幸福互鱼 都是什么货色 在目前网络圈子 尤其是直播界 不过是一条不入流的小虾米 所以 这钱肯定不是冲着他人帅能力强 而是另有所图 百分之百是奔着红衣女师 啊不对 是冲着现在主播红红不红 网友昵称红妹而来的 连续两天 一次比一次疯涨的直播数据 足以让有心人注意到了红妹的潜力 根据公司市场部做出的增长曲线研究 红红的直播热度 还远没有达到极限峰值 也就是说 还有大把的潜力等待挖掘 魏坤熄灭火堆 没忘对二舅老爷说了声谢谢 回到了创新大厦 老板 有你的顺丰快递 刚到 是同城游过来的 漂亮可人的前台妹子 对魏坤展颜一笑 指着柜台上电脑主机大小的快递箱子 嗯 贴在盒子上的快递单 邮寄人田先生 电话159XXXX 这号码 似乎有点眼熟 魏坤记忆力不错 他想起来 刚才发来好友申请的信信号 正是这串电话数字 他单手抱起快递箱子 入手四五十公斤的分量 轻松的模样 惹得前台妹子不经侧目 吃惊的目光 一直跟到了魏坤身影 走进办公室 他小声嘀咕着 早上拿着快递 一米八的王哥都给累惨了 老板的体格好像很不错呀 办公室 魏坤手指微微用力 指甲切开了快递箱子 自从右手掌心生出来了鬼口 他的视力听觉等感官 力量和体力 都得到了显着的提升 原本亚健康的精神疲惫 也消失不见 甚至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次日就很精神饱满了 盒子里是一袋 来自北京的精致五常大米 特等级 用扫一扫的功能查看价格 这五十公斤装 大概要三千软妹币出头 产量很少 不太好买 常常供不应求 这人有点意思 送卡送烟送酒 第一次遇到送大米的 魏坤琢磨着 虽然有些不着调 这倒也是个妙招 烟酒之类的 很少会自己享用 大多都会被转送 或是树枝高格 而大米 他不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也不方便再转送他人 总要自己吃的吧 一口菜一口饭 只要吃着 堵物私人 下意识会想起送礼之人 他被逗乐了 通过了好友申请 来人自称田瑞丰 是求是之一有限公司 广告部部长 求是之一 是国内最顶尖的潮流女装品牌之一 市值高达80亿 田瑞丰谈吐规规矩矩 不像那种 是拿200万杂人 还给董事长送大米的公关鬼才 魏总 不好意思 没打通您公司部门的电话 所以打搅您了 鲨鱼平台上的主播 红红不红 是贵公司的签约主播吗 是这样的 我们求是之一集团 最近在做新系列的广告 宣发规模很大 想要找一位 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广告主角 您方便带着主播红红 一起见面谈谈吗 魏坤盯着对话信心 眉关微皱 手指不停敲击桌面 让红衣女士见人 自从她进阶到了A级厉鬼 魏坤就感觉 她身上有股圣人的诡异境 并且近视的贪婪欲望 越来越强烈 庞佛只是隔着网络吸收人气 已经不能满足她了 只要放开丁旺的限制力 红衣女士绝对会把 魏坤不扒衣服 就给生吞活泼了 魏坤斟酌 打字道 我们与主播红红不红 签下了保密协议 不太方便让他出面 没有有其他办法 田瑞峰的回复 出乎魏坤的意料没关系 网拍也可以 在后期修图嘛 今天下午一点 和西中路的瑞幸咖啡见面 您看怎么样 就这样 约定好时间与地点 代表求是之一的田瑞峰 好说话到了令人诧异的地步 大公司都是这么办事的 俗话说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魏坤即便心中有疑惑 但还是要亲自见见田瑞峰 和西中路 魏坤开着租来的奥迪A6 停在瑞幸咖啡门口车位 看了眼手表 刚刚12点50分 他提前调查了 求是之一的相关情报 公开信息显示 求是之一近期的确有大动作 正准备推出一个新品系列服饰 颇有在时尚女装圈 大干一场的驾驶 田瑞峰所言不虚 魏坤思考的时候 很喜欢看风景 四车道的路口 车流不歇 带起阵阵尘烟 交通灯变换 行人通过斑马线 有步履匆匆的上班族 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 也有闲逛散心的年迈老者 来往的车速很快 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 正颤颤巍巍的领着可爱孙女 准备去到马路对面 她年老昏花 犹豫的时候 一个续着山羊湖的胖男人 对她笑了笑 然后轻轻地挽住了老人枯瘦的臂膀 嘴里口型似乎在说 要搀扶她过去 老人没有拒绝 感激地笑了笑 另一只手牵起孙女 三人同行 见此景 魏坤不禁也露出淡淡笑意 等他们走到斑马县正中央时 远处 传来刺耳的刹车片摩擦声 人们下意识看去 一辆橙色超跑 歪歪斜斜 显之又显 堪堪避开了同乡的车 然而 再也控制不住方向 眨眼之间 已是骤然撞来 车台尖叫 惊恐的女人 试图出声提醒 路过的工装男人 想要扑过去 却来不及 魏坤下意识往前跑了两步 也仅仅是两步 画面定格 碰 时速过百的金属车头 撕开脆弱人体 撞散的血 若梨花落地 魏坤只见眼前一红 不知是谁的血 泼洒满面 留有生命的余温 庞佛是本能 魏坤的脑海中 有一个声音 发出红缕大中般的轰鸣 他仅仅犹豫了一个刹那 转而坚决 莎士比亚曾言 一个丰富的天性 如果不拿自己来喂养 很鸡肠碌碌的别人 自己也就要枯萎了 有一种力量 是从你那个跳动的心中发出的 他会指引 你去做你认为重要的事 并且一定会竭尽全力 这就是责任心 他 遵循了这本能的声音 我能救他们 混乱 尖叫 血腥犹弱地狱的现场 旁人不见 魏坤骤然张开五指 露出了森然恐怖的鬼口 坐视欲吞 时间 倒流 咔嚓 空气传来玻璃破碎般的声响 周围万物静止 昆虫震动的翅膀 像是精致的镜子 反射着光波浪发女人的线长手指 停留在拨出急救电话的最后一枚案件 几名蓝衣工人 神色焦急 化作冲向战场的雕塑 声浪 凝固在空气的琥珀中 小溪般的血泊不再流动 如同破碎的红宝石 而那奔逃的橙色跑车 也被无形的审判死死按在原地 车轮陷入到了时间的淤泥中 再不可动 这一切变为黑白 写的腥味 刺鼻的铁锈 逐渐风化 这是魏坤第一次 深刻地体会到了鬼口的强大 他就像是这刹那的主宰 唯一的观测者 只有那鬼口吞噬万物 狂风呼啸般的尖锐声音 提醒着他的大脑 此刻的时间 即将倒流了 这股吸引力之大 如同暴风雨的风眼 形成了一道冲天起的龙卷 将所有静止的事物 化作漩涡的养分 吸入到了贪婪的鬼口之中 魏坤甚至无法控制住手臂 那股距离 驱使着他高高举起右手 另一只手死死掐住手腕 任由身体若风暴飘摇 魏坤听到自己心跳越来越慢 砰砰砰砰 砰砰 砰 羡慕的最后一声鼓点 漠然落下 魏坤眼前一阵模糊 当景色再次清晰时 已然来到了十秒之前 鸟虫的鸣叫 车辆的噪音 人流走动的声响 所有声音被按下了 播放键同时出现 魏坤猛然抬起头 他看见那山羊湖的胖男人 正搀扶那对老少 即将走到马路中央 死时 橙色超跑的刺耳车胎声 还未传来 魏坤毫不犹豫 宛若一条凶猛的猎豹 骤然冲向马路中央 他先是显之又显地 擦开了一辆乡试火车 引得行人诧异注视 下一秒 魏坤先搂起小姑娘的腰 另一只手 用力抓去老人的肩膀 在胖男人吃惊的抬头中 用整个身体狠狠向前一撞 所有动作 都发生在电光火时的刹那 哎呦 三人齐声落地 落在路边石上 车胎摩擦声传来 随后 只见一辆橙色超跑咆哮着 轰的一声撞飞了 路中间的塑料栏杆 将右车道的黑色50mini碰得侧翻 撞击的声音 吓得胖男人心头一颤 在寻声望去 肇事的橙色超跑 飞速消失在马路尽头 看那被撞飞的栏杆位置 正是刚刚胖男人 掺着老人刚走到的地方 胖男人瞬间脸色煞白 嘴唇哆嗦嗦嗦 再看向那撞飞十几米远的栏杆 已经扭曲得像是麻花 断裂成三结 如果撞的是人 胖男人打了个冷战 看向正躺在地上 喘着粗气的魏坤 劫后余生般的磕巴道 凶 兄弟 还好你推开了我们 谢谢 小姑娘胳膊擦破了皮 在奶奶怀里 梨花带雨地哭着 奶奶 我疼 老人衣着得体 看上去是老知识分子 他惊魂未定地愣了愣 不顾浑身散了架一样的剧痛 用力攥住魏坤的手 颤声道 小伙子 我这老骨头交代了没什么 小孙女才六岁 他要是出了事 我这做奶奶的失职 悔恨也没有用啊 对不起他的父母 恨不得死自己死一万次 来换回小孙女一条命 我给你磕头了 做事 老人就要跪下 魏坤哪里受得起 他费力地半蹲着 轻轻按住老人肩膀 带小孩去医院看看 检查检查 老人再三道谢 眼圈通红 满是感激 不停地询问着魏坤的姓名 说是以后一定会报答他 许多路人还沉浸在震惊之中 难以自拔 他们只觉得一道黑影过去 然后便是轰隆巨响 一老一胖一哨 三人就被另一个年轻人 拼命救了下来 有人鼓着掌 有人吆喝着帮忙抬车 有人对魏坤竖起了拇指 满是敬佩 还有人痛骂逃逸的成色超跑车主 愤恨难消 有个初中生举起手机 看向疲惫的魏坤 拍着狼藉的街道 一脸崇拜的 那大哥绝对是特种兵 小说里最神秘那种的X组 那反应速度 那爆发力 比电影里还夸张十倍 魏坤藏起右手 摇了摇头 有意识地避开镜头 他转身 嘱咐一个带手机的女人 打了120和110 看到那边侧翻的50米 也被众人抬了过来 车主惊魂未定地说着谢谢 压低身形 穿过正逐渐围过来的人群 寻了出偏僻的椅子 量抢贪坐 魏坤闭着眼 深呼吸 贫富着大剂量 肾上激素消退后的酸疼 还有鬼口给他身体带来的痛苦 那鬼口传递的饥饿感更强了 强烈到像是五脏六腑 都被掏空了一样 来根烟 有人拍了拍他 魏坤睁眼 见到是那山羊湖的胖男人 不客气地接过香烟 胖男人给他和自己都点了火 坐在旁边吞云吐雾 他偏头看向魏坤 后怕道 哥们 你真是条汉子 那种情况再晚半秒 就半秒 我和那爷孙俩都死定了 我也后悔 差点好心害了人家 你鼻子磕出血了 没找着纸 拿我袖子凑合一下吧 这不料好 他把袖口撕下来 递给魏坤 魏坤看了眼他那身名贵西装 胳膊空荡荡地露出白胖手臂 不禁乐了 随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破麻袋一样的商务西装 也没好太多 两个男人对视 都看到了对方的狼狈模样 哈哈一笑 胖男人手写了张纸条 兄弟我在云海河摩都 不是吹 有点小能量 你以后有麻烦 凭不了的事 直接打这个电话 我敢说声不自 我就他妈的当一辈子王八 魏坤没接电话号码 碾碎烟蒂 偶然小事 没这个必要 我这一点还有证实 差点耽误了 有缘再见吧 他看了眼手表 一点零五分 起身叫走 哥们 这大安我要是不还上 我这辈子都活不痛快 不信你打听 我田瑞峰最不爱欠别人的 嗯 魏坤停住步伐 一脸惊异地看着胖男人 你就是田瑞峰 瞧瞧 连你都听说过我吧 我真不是跟你吹 田瑞峰说着 突然愣住 他盯着魏坤 许久 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难以置信道 您刚才说一点有事 还认识我 您是魏老板 田瑞峰五额傻笑 猛拍大腿道 还去什么瑞幸咖啡啊 咱们先去医院包扎一下 然后找家饭店边喝边聊 魏坤也愣住了 他本以为求是之一的田瑞峰 是一个善于钻营 人母狗样的商业精英 谁成想是眼前这 差点好心办坏事的胖子 这 真是命运安排 田瑞峰胖脸感慨 叹了口气道 要不是这么一出 魏老板 魏兄弟 你怕是要踩大坑了 踩什么坑 魏坤眉毛一挑 不等他问 田瑞峰接着说 嗯 你是不是早上 接到一笔二百万的转账 那笔钱不是你转的 我就送了一袋米 人送外号田老扣 哪能那么大方啊 田瑞峰自嘲一笑 正色道 那钱 大概率是求是之一 董事长 求半山的亲生闺女 说云英即便在魔都 那可都不是寻常角色 路边的小烧烤店 服务员偷笑 暗暗打量着两个 一拙狼狈的男人 有的打赌 是这两人打了一架 正在这相逢一笑 闽闻愁呢 有的猜测是桌奸失败 最后两个人 发现自己都是备胎 决定握手言和 一致对外了 哈 田瑞峰满了一大杯 龙山拳白皮 仰头干掉 舒服地打了个酒格 他放下杯子 往嘴里扔了颗花生米 看向魏昆 从魔都赶到云海前 我就调查过 这次签约广告 女主的来龙去脉 最后结论是 根本不能成 魏昆饶有兴致 给他再倒满 愿闻奇想 田瑞峰这回拿着酒杯 不急着喝 略带讥讽地笑了笑道 求是之一集团 表面团结 实则暗地分成两派 一派是以 求云英为首的家族派 另一派 则是以海归高管为首的 海归派 现任董事长 求老爷子 不问世事 任由这两派内斗 坐等赢家 谁赢了 谁就有资格掌握求是之一 求云英想借着网络渠道 打通求是之一的 年龄下沉市场 主播红妹 就是他找到的 屏风助力 田瑞峰顿了顿 轻轻敲击桌面 所以 他才会急不可耐地 先送了二百万 做给海归派的人看 魏昆沉映道 签了合约正常走流程 坑在哪里 田瑞峰酒杯砸桌子 求云英是在借刀杀人 如果他真有诚意 那么现在来云海市 和魏兄弟你谈判的 不是我这个中立强头草 该是他本人 二百万是他抛出去的耳 借用幸福护鱼 和主播红红不红 去试探魏兄弟的底细 最关键的是找海归派的把柄 海归派不愿见求云英是成 一定会暗中下半子阻止 那帮外棋里杀出来的人精 满肚子坏水 如果我拿着一项合同回到魔都 他们百分之百会对幸福护鱼出手 但动起来就会有痕迹 到时候 裘云英就能借题发挥 在裘老爷子面前 狠狠参上他们一本 甚至能直接决定胜局 万一海归派不下半子 裘云英顺理成章 借红妹的热度 推广新系列女装 光明正大 他怎么都是赢家 田瑞峰悠悠道 他亲自给魏昆倒酒 笑了笑 本来你我萍水相逢 我绝对不会如此交底 但魏兄弟 你救了我的命 不 若是那老少出事 我下半辈子良心难安 所以啊 你还救了我的良心 魏昆越来越觉得 田瑞峰这人有趣 表面憨厚 是个好人 又懂得自保 而且狡黠不识智慧 他说道 那你建议 我这合同签 还是不签 签 田瑞峰掷地有声 道 裘云英给我的预算是 独家代言一年六百万 分签约六个月 解约三次二百万支付 我能给你做到九百万 分六百万 三百万两次支付 这么高价格 裘氏之一不太能同意吧 魏昆笑道 田瑞峰贪手 为什么不同意 不签 裘云英拿不到海归派的把柄 他再不情愿 也要过了这合同 同时眯起眼睛 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他黑黑笑道 不过啊 魏兄弟 咱们一马归一马 那六百万你得拿出来 分我一百万 魏昆点头 完全没问题 田瑞峰赞了声豪爽 拍胸口道 大气 我老田没看错人 魏兄弟 你千万别误会了 觉得我在所会啊 这一百万 至少有一半要拿回去打点上下 然后也能麻痹 裘云英的警惕心 让他想不到 刘氏之一再有什么动向 我都能第一时间得知 再通知魏兄弟 什么叫双赢啊 就是我拿了你的钱 你还得成我的人情 魏昆觉得 田瑞峰这人的性格很矛盾 既有天真的善良诚恳 又有职场磨练出的狡诈 若是他此时的真情流露 不是城府吉身在假装的话 倒也算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田瑞峰停顿 看向魏昆 郑重其事道 魏兄弟 主播红媚的热度 千万不能出问题 不是我在刁难你 而是热度将了 这合同可能就谈不成了 我们在解释 直播的人气 和球云英的急迫 缺一不可 我看网上舆论 挺多观众都想让红媚露脸 麻烦魏兄弟 你和他说说 该露脸就录吧 隔着屏幕呢 又不损失什么 网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从爆红到过气 甚至只是一夜之间 下一场直播 人气只能长 不能将田瑞峰再三强调 表情严肃 魏昆皱着眉 最后缓缓点了点头 最终 两人狼狈为奸 相视一笑 决定狠狠坑求是 质疑一笔 干了 为了九百万 这笔钱 坑得心安理得 谁让球云英最开始 就没安好心 真能吹牛逼 旁边的服务员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扒散的动作更快了 魏昆给田瑞峰喝趴下了 右手的鬼口 全方位地增强了魏昆的体质 他毫无罪意 叫代价 开车给这胖子送回酒店 回到公司 魏昆拎着两袋包子 没等迈不进门 就看到前台一封信 和一盆粉色的锤丝海棠 他掀开了信封 看到内容 不禁皱眉 信纸罗列了一大串魏昆亲戚 同学和朋友的电话号码 以及最后一行 用红色字体打印的威胁 魏老板 你也不想你的通讯录 陷入危险吧 六百万 还有五天 魏昆将信纸钻成一团 塞进裤兜里 他指着那花盆 好奇地询问前台妹妹 哪来的 小雅买的 说是要送人 诺 卡片的字迹不是很好看 但是写得非常认真 痛苦的人眼里 必定有火花闪耀 如果那火花熄灭 他就毫无价值了 那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 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引来亚斯卡内地 反斜杠反斜杠左缘括号 永远会陪伴你的 花小喵 魏昆先是错愕 有种骗小孩子的负罪感 他四处张望 看到了正站在化妆室门口 对镜子臭美的李小雅 李小雅发现魏昆 摆摆手 然后小跑着窜了过来 老板 那个 他笑嘻嘻道 我们有没有台词本啊 今天我想了想 弹幕互动 还是不要自由发挥了 万一说错了话 让他想起伤心事 或是刺激到不好的地方怎么办 呃 暂时没有 魏昆挠了挠病脚 李小雅挠火 怎么能没有呢 这么重要的事 既然做了 我就要对他负责 做了什么就要负责 李小雅是那种D级小美女 再加上表面A级实则 E级的冷艳红衣 魏昆赶紧掐死脑海中 不太健康绿色的想象 他咳嗽道 明天让企划部的人 想想文安 老板 我们没有企划部 财务部也行 他们最能编 实在不行再找个能手 不算你还19位员工吗 还找不出来一个会写文安的 李小雅望着魏昆离去背影 歪头疑惑 算上我是19位才对吧 这老板怎么当的 夜幕降临 魏昆来到走廊尽头的直播室 寂静的直播室 只有摄影机的低沉运行声 魏昆今天特意来早了一点 他坐在椅子上 静静盯着直播室西南角 那像是油画般 助力着的红色身影 就在刚刚 魏昆发现 只要待在红衣女士的附近 使用鬼口 给他带来的饥饿感 就会有所缓解 这痛苦的滋味 生生折磨了他一整天 不管是烧烤 啤酒 还是包子馒头 面条之类的碳水煮食 无论吃多少 都不能减轻魏昆的饥饿感 好在饥饿感虽然强烈 还不至于让他失去理智 只是非常不舒服 如同三天三夜都吃过东西 胃部癫狂地向大脑 发送求救信号 浑身每个细胞 都在嗷嗷待哺 魏昆明白 这是错觉 饥饿的不是胃 而是那张能撕咬时间的鬼口 他似乎看见 红色女尸 周身散发出 鼓鼓现状的黑色雾气 正在被鬼口 一张一合地吸收着 每吞噬一口 五脏六腑的饥饿感 就会降低一分 同时还有种 通体凉爽的舒适感 好比在炎炎夏日 喝了一大杯柠檬冰红茶 身心舒爽 这种现象 足以说明 魏昆的身体 正逐渐向飞人的方向转变 等到饥饿感被缓解得差不多 像是充满了电量 鬼口周围的神秘蝌蚪花纹 隐隐有黑红色的光泽流动 魏昆立刻攥住右手拳头 中断了吸收黑雾的举动 与此同时 淡淡的空虚示弱感涌上心头 让他潜意识 想再次打开鬼口 继续吸纳黑雾 鬼吃人气 我吃鬼气嘛 魏昆盯着手掌 皱眉道 再没搞清吸食鬼气 对我的影响前 还是少作为妙 我可不想变成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 太阳最后一道残光 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日落与日出 又被称为魔幻时刻 或阴阳魔界 是一整天中最梦幻的刹那 神秘学家 预言家都认为 在这阴阳分晓的交界时分 拥有着无穷的神奇伟丽 暖和的直播室 温度以断崖式的速度降低 森然冰冷 红衣女师 本是五面哭泣的雕塑姿势 缓缓有了行动 放下线长的手掌 逐渐露出了她精致 绝美 冷艳的白皙面容 若非是惨白到诡异的肤色 和紫色的冰冷眼眸 真当是从画家笔下 人类穷极想象的最完美造物 魏昆不是第一次见到 红衣女师进阶A级后 拥有完美人皮的她 可如今 依旧免不了心脏停跳的经验 侮辱尸体罪判几年来着 她狠狠摇头 特喵得冷静 知不知道 什么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魏昆看着补光灯表面挂着的白霜 不禁打了个冷战 她不再胡思乱想 开始认真思索起 红红不红露不露脸的问题 这是一定要慎重考虑 不露脸 影响人气 没办法扭转舆论 热度下滑 不仅会影响后续的收入 与求是之一的合同 也可能会谈崩 可若是露脸 魏昆看向红衣女尸 本是背对着魏昆的红衣女尸 像是心有所感 脑袋转了个180度 一副老娘岁月静好的模样 平静地看着她 握了个槽 这又是什么惊悚画面 绝对不行啊 魏昆无脸 仰天无语 先不说 她这随时突破人类理智底线的动作 这张脸要是公开 恐怕要掀起一番轩然大波 进阶后的红衣女尸太完美了 完美到了不真实的妖艺 而且 魏昆隐隐发现 红衣女尸似乎拥有着轻度影响他人神志的能力 每当她只是红衣女尸的紫色双眼 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肢体失控感 彷佛下一秒 就会变成她的傀儡 任由其尽情享用 如同蜘蛛毒液 将猎物慢条斯理地控制在珠网之中 再注入毒素 最后一点点蚕食殆尽 趁着第三次直播还没开始 魏昆打算想办法 先印证一下她的猜想 现在是晚上 幸福护鱼变成了鬼公司 只要在鬼公司内 任何网络行为都不会留下痕迹 魏昆打开浏览器 找到一个国外的知名视频聊天平台 注册了账号 账号资料被她填写上 莉莉安 高棱小公主 15岁 亚裔 生活在曼哈顿的学生 喜欢空手道 她想要获得他人的注意 主要是那些对她好的人 和那些提出要买好东西给她的人 她和妈妈两个人一起生活 有非常多自己的空闲时间 魏昆根本不用说话 只要在公共聊天室待上几分钟 就会有满脑子精虫的练童癖 主动撩骚 她只需要表现的 像个真正的孩子那样 懵懂又好奇 按照小公主的人设 来跟他们聊天互动 底格狄克 嗨 你也喜欢空手道吗 莉莉安 我很喜欢 可妈妈不喜欢我这样 底格狄克 我可以教你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给你买最好的空手道护具 莉莉安 啊 真的 底格狄克 你知道吗 让气通全身最好的办法是 裸着空手道 莉莉安 切 我才不信 除非你先把答应的礼物给我 比格狄克 放心 打开视频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相信我 没什么困难的 你会感受到快乐 比格狄克申请视频通讯 魏坤冷冷一笑 他以莉莉安的口吻 说了声马上 他能想象到 在互联网的另一端 那个心里阴暗的恋童癖 兴奋到扭曲的神色 魏坤将摄像头 对准了红衣女士的上半身 然后按下接通的选项 一个暗格鲁长相的中年男人 一脸贪婪地望着屏幕 他像是苍蝇一样搓着手 焦急地等待着网络接通 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叫莉莉安的女生 无知 懵懂又贪婪 只需要说些好听的话 再花点小钱 就能将其骗出来 度 视频接通的刹那 中年男人感受到了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 他没见到15岁的莉莉安 而是一张漂亮的 如同传说中女神的面孔 汇聚了群星的赞美 也不足以描述她的魅力 好美 中年男人喃喃道 试图伸出手 下一秒 绝美面孔消失不见 本是五官的地方 骤然变成了一个 扭曲猙獰的黑色漩涡 空气为之形变魔 魔鬼 那是什么 惨叫声戛然而止 一双纤细完美的手 透过玻璃 十根手指插在了 他的脖梗上 然后猛然往电脑屏幕上一拉 光荡 血花四溅 那股恐怖的力量 想要将他拉扯进电脑中 坚硬的屏幕遍布裂痕 碾压摩擦着他脆弱的身体 卡卡卡卡卡卡 如同有人在绞着肉馅 发出连绵不绝的怪声 几秒后 键盘 书桌 墙壁 台灯 到处飞溅 扑洒了大量刺眼的鲜红血液 如同抽象的艺术画 而中年男人 却消失不见了 直播室 红衣女师 细长粉红的舌头 轻轻舔噬嘴角的肉渣 又活又猙獰 露出满意神色 紫色的眸子 隐隐有更贪婪的渴望 一闪而过 魏坤表情僵硬 他怎么也没料到 红衣女师的凶性如此恐怖 最开始 魏坤只是想下吓人 承接一下网络练同匹 看看见到红衣女师正脸的人 会受到什么影响 可是 他竟是直接将那人活生生撕碎 然后直接吃掉了 像是一只饿了一个礼拜 突然见到狗粮嵌在沙发缝隙里的哈士奇 这时 许久未见的指人小秘书 不知何时从门缝飘了进来 轻轻扯住魏坤的衣角 恭喜董事长 他被满足了 他会帮你的 魏坤眼皮一跳 感到不妙 只见 红衣女师细长的眼眸微睁 缓缓看向窗户外面 大约是东南的方向 似乎发现了什么 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 鬼员工红衣女师 愿望被极大满足 激活天赋贪婪 获得搜寻鬼物和鲜活肉体的能力 符合晋升条件 是否将其升职为鬼市部部长 魏坤 嗡嗡 李小雅此时给魏坤发来信息 老板 时间到了 怎么还没开播呢 魏坤深呼吸 他表示 想要先冷静一下 指人小秘书躲在魏坤身后 探出半个脑袋 看向红衣女师的方向 魏坤感觉到了惨白指人轻微的站立 纸张抖得咔咔作响 他在畏惧 经历人气滋养 享受了新鲜血实的红衣女师 越来越妖异 明明在缓慢移动 但有种静止如画的强烈矛盾感 这违背视觉和常识的感受 使人头痛欲裂 产生严重的生理不适 指人小秘书再次拉扯着魏坤 示意他看自己正面的文字 快用鬼印章 让他当部长 三个感叹号 体现出指人小秘书此时内心的焦急 他刚刚做出此举 就引来了红衣女师转头的凝视 那双紫色毛子注视到指人的刹那 指人发出一道无声的尖叫 下一秒 头部 四肢与躯干的连接处 齐齐断裂 像是被某种锐利到极点的刀具切割开 画作树片破碎的纸张 飘落在地 边缘鼓鼓流出心红的血 魏坤一惊 不等他做出动作 沙沙 一张崭新的指人 从门缝鬼鬼祟祟地飘进来 落在魏坤的肩头上 更加急迫 尖尖小手疯狂摇晃着魏坤的耳垂 傻瓜董事长 他必须认知 否则死定了 硬张盖胸口 魏坤深深吸了一口气 吐出长长白脸 此时直播室的温度相当之低 呼吸变成了凝结的雾气 他知道不能再拖延了 整个鬼公司 目前最值得信赖的 就是惨白指人 比起随时会发狂 残忍试杀的红衣女士 人畜无害的小秘书 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他只能选择 相信系统和指人 盖章吗 魏坤不再犹豫 三步画作两步 冲到了红衣女士身前 在他冰冷 似乎还有些疑惑的目光中 一只大手理直气壮点 结结实实地抓在了左边 心脏位置 然而 目标体积稍稍超标 让魏坤手滑 吃惊之下 竟是没能站稳 庞佛是在无声嘲笑 你 把握不住 没有反应 魏坤下意识抬起头 撞见了红衣女士 似笑非笑的目光 他望着魏坤 细长眼眸 闪过一丝静在迟迟的贪婪 一抹朱唇微扬 五官逐渐化作扭曲的黑影 身躯向前猛扑 似乎想直接将魏坤吞下去 丁望怎么失笑了 魏坤心中亥然 他立刻猜到了原因 是对事 绝对不能看红衣女士的眼睛 他偏开目光 胸腹俱立 一声中气十足的大鹤 换边三掌 刹那间 海高浪阔 层栏叠杖 嘶 真特描得疼 魏坤趁机看了眼手掌 虎口掌心三处微小内线 衣服里似有挂饰 手背个得不轻 这时 他左侧一阵汗毛直立 本能预警 立刻跳开 随后红衣女士像是顺一般 出现在了他原本站着的位置 扑了个空 根本没有用啊 魏坤狼狈躲开 向指人小秘书吼道 指人小秘书 气得直发抖 身体冒出显眼的通红大字 你在抓哪里 印在弹中穴 哦 魏坤自觉理亏 低头避开红衣女士的目光 趁着有丁望的限制力帮助 身形如电 右手画掌 正中红衣女士 锁骨中线下方 第四类的弹中位置 哄 接触瞬间 向西面八方爆发 鬼雾消散于空气 再看去 凶性大发的红衣女士 逐渐收敛 化作静止的雕塑 不过 心悦眉心之间 多了一枚黑色勾撞花纹 其纹路与魏坤掌心鬼口周围的纹路 激进相同 好奇心浓郁的他 发现弹中学处 也有一个相同花纹 如出一辙 经过董事长批准 鬼员工红衣女士 已晋升为鬼师部部长 提示 鬼师部部长 具有招纳人才的职责与能力 请妥善处理 红衣女士发现了可招纳目标 是否招纳 魏坤这才长出一口气 他稍稍整理了狼藉的直播室 将器材扶正 手机震动 是李小雅不停的发行性催促 老板 该开播了 魏坤看了眼红衣女士 恐怕还不行 他发现 无论怎么调整红衣女士的位置 他哪怕脖子都转了720度了 其目光依旧盯望窗外的东南方向 俗话说 行官上任三把火 看来刚任职鬼师部部长的红衣 已经火速进入工作状态 打算履行鬼公司 唯一H2的职责 看来不满足红衣 他是没办法正常直播了 魏坤看向指人小秘书 他看上什么了 小秘书搓搓坚手 以文字回答道 鬼师部部长会广大贤财 魏坤心里打鼓 被红衣女士盯上的贤财 会是什么东西 他皱眉道 只有一个大致方向 茫茫夜色 方圆百里 怎么找到目标 小秘书小剪手一摊 呲呲发笑 娟客鬼印章 他自己会去 魏坤找到指人的规律了 只要他呲呲笑 就一定在埋坑 某些关键信息 故意只说一半 他冷冷的 一共有两处鬼印章 娟客哪一个 小秘书微微吃惊 随后似是失望的低下头 额头的那个 魏坤追问道 那胸口的呢 娟客之后会怎么样 小秘书的文字断断续续 有若语气悠悠 他当然会是 彻底 苏醒呀 果然有坑 魏坤暗道好险 指人小秘书 虽然经常故意说半截话 可他庞佛被系统限制 没有办法说谎 他叹了口气 稍加犹豫 将直播间标题改为 今天晚些再来 一颗石头砸进水面 直播间本部平静的弹幕 立刻废返迎天 大家本期待着今天 红妹会露脸直播 可看样子 怎像是他要跑路了 有个叫墨绿檀香的皇帝观众 跳出来 带着某主播的24级粉丝牌 发火箭横幅嚣张道 早就知道他是乔奶奶 根本不敢露脸的 舔狗们散了吧 不会吧 难道真的是 我永远相信红妹 她只是说晚些来 又没说不开播 我觉得悬了 鲨鱼台的午夜当主管刘宁 也不禁皱眉 感受到员工们的注视 摇头道 先把全站推广搁置 等人来了再说 李小雅还在滋滋不倦地 骚扰着魏坤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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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妹呢 她是今天心情不好吗 我送去的垂丝海棠 她收到了吗 魏坤头疼地揉着太阳穴 她临时有点事 等一下就来 看向红衣女师 魏坤心中有了决断 根据小秘书的说法 捐刻鬼印章的方法很简单 取一张办公区 那台洋洋牌打印机的打印纸 然后撕成条状 再以魏坤的鲜血 写下文字 接着 将写有文字的纸条 让鬼口吞下 最后盖于鬼员工的印章纹身处 就能让鬼员工 得到短时间内自由活动的许可 文字 分为两段式结构 一 日期 二 律令 日期决定 鬼员工返回鬼公司的最晚时间 以鬼公司的挂钟为准 最关键的是 律令律令 虽不能直接命令鬼员工 但可用规则去限制他们的行为 时间 午夜十二点 至凌晨两点 律令 不可杀人 魏坤在小臂上滑开了一个小伤口 用棉签沾了点血 如此写道 将纸条位给鬼口 深呼吸 以掌心硬张 轻轻拍了拍红衣女士的额头 呼 庞佛打开了某种禁忌 一阵森然阴风凭空吹拂 让魏坤感到一股揪着心脏的寒意 他看到红衣女士似乎展颜一笑 大惊 在定睛看去 他还是那副冰霜的冷艳面容 向两侧缓缓抬起手臂 那落地的大红长裙 肆意张扬地展示着古朴的绝美 却有种难以言明的莫名骇人 随着一阵风 这红色身影消失在了直播室 魏坤通过鬼印章 隐隐感觉到一团恐怖黑影 这是有名的上流别墅区 几万块的地价 让普通人望而却步 再加上严格的全封闭馆里 除了静止的保安 少有人烟 唯有不时驶过的豪车 夜幕下 第四号别墅 穿过雕花大门 透过门锁小孔 向里看去 能看到一楼大厅的中央 摆放着一座古代镜子 镜子蒙着白布约两米高 显示出精致 独特的金属轮廓 是吕博花重金从外省买来 吕博是云海市的大古董商人 平日意气风发 挥洒千斤的他 此时坐在镜子前 枯瘦如柴 面露惶惶 不对 不对 我是吕博 我是吕博 每当他一声自言自语 就有似有似无的嗓音 随之低语 宛若回声 吕博猛然抬起头 露出猙獰的脸 眼球满是鲜红血丝 癫狂低喝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我要救他们 我要救他们 他亮腔起身 来到厨房 厨房似乎摸索着什么 许久 庸人听见了厨房的怪声 走近 打开灯 开关似是坏了 照不清浓密的黑暗 厨房的门虚掩着 庸人俯身 睁大眼睛 试图看清里面的情形 在那幽暗的缝隙中 先是有狗叫声 庸人以为是老板家的爱犬 进去捣乱 刚想推开木门 随后 突如其来批剁声 砰砰砰 声音越来越大 敲在心头 最后一声 咔擦 木门竟然被一刀剁开 一块被砍飞的木屑 剪到庸人眼球上 痛得他无脸哀嚎出声 他只喊了半声 整张脸就被锋利的菜刀切开 变成左右两半 那怪力撕开了头颅 露出了后面 凝厉的男人面孔 是吕伯 他已经彻底发狂了 咧嘴笑着 眼球诡异下翻 一刀刀劈在庸人搏梗 直到把他变成一滩 掉落地板的草莓冰淇淋 此时再看向厨房 他身后的安板 那爱犬 明明已是一团支离破碎的烂肉 疯狂如动 发出与平时一样 欢快的汪汪叫声 吕伯尼喃着 彭腹有两个人在同时说话 萱萱 萱萱你在哪 爸爸来救你了 来救你了 他的脚步 宛若直线木偶 扭曲 错乱 一步步摸索着楼梯 来到二楼 女儿吕萱的卧室门前 当 当 房门被轻轻敲响 吕萱睡眼惺忪 从被窝里爬起身 走向房门 你疯了 你拿着刀干什么 醒醒 我是你老公啊 啊 动 重物落地声 死寂 从门缝下 鼓鼓鲜红的血 渗了进来 吕萱刹那间睡意全无 瞳孔缩成了一个针点 想要尖叫 可他恐惧到极点 根本叫不出声音 萱萱开门啊 门外母亲亲密道 然后是父亲吕伯的笑声 这孩子 应该是被吓到了吧 不对 吕萱惊恐的眼泪不禁滑落 死死捂住嘴巴 盯着门缝下的倒影 那只有一个影子 影子不见了 母亲和父亲的说话声 也随之停歇 当当当 吕萱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轻轻的敲击声 他猛然转身 看清楚声音来源 顿时毛骨悚然 浑身发冷 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化妆桌的梳妆镜中 一个模糊不清的黑影 漠然助力 可那镜子面前 明明什么都没有啊 咔嚓 房门被推开了 吕萱回头 只见一个半张脸是父亲 半张脸是母亲的扭曲怪物 正咧嘴对自己怪笑 萱萱 我们来救你了 啊 凄厉的尖叫声 划破夜幕 四号别墅正门 两个身着蓝色警符的人 刚停住警车 听到声音面色一紧 快 陈元力低贺 压下六枚特制子弹 低头狂奔 一脚踹开大门 冲了进去 别墅大厅昏暗 吊顶摇摆 古老的陈射在摇晃的灯光中 明灭不定 他腰间的警报仪 发出高频震动 这是民俗事件发生的信号 无缘紧随其后进入别墅 嗅到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顿时脸色铁青 低声道 这应该就是昏静的所在地了 话音未落 灯光骤然亮起 露出阴影中 一座蒙着白布的古代镜子 我们走 陈元力低贺道 心头警灵大作 在回头时 发现周围景色一变 已然是某处年轻女生的卧室 他压下亥然 警惕地观察四周 当他看到化妆台的梳妆镜 镜子中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 正在对着自己怪笑 他毫不犹豫 对着镜子勾动扳机 停 镜子碎裂 重弹的地方流出红色的血 镜子中支离破碎的女生身影 磨旁着陈元力的声音 喃喃低语道 我们走 随后猛然抬起头 镜中之人 骤然变成了陈元力的模样 陈元力呼得哇的一声 吐出满口鲜血 他低头 想要开枪射击 看向自己的双手 却变成一双年轻女人的手 无缘终于赶到二楼 转开卧室房门 看到了令他不寒而栗的一幕梳妆镜中 搭档陈元力 五官空洞 像是被人活生生挖去 卧室里 站着一个年轻女人 捂着重担的胸口 艰难道 无缘 快 快跑 我已经 记不清我是谁了 他踉枪摔倒 双目逐渐失去光彩 用尽力气吼道 这是B级事件 快通知局长 绝对 不要让那镜子逃走 否则会死 更多的人 无缘毫不犹豫地转身 用力狂奔 他双眼通红 忍住颤抖的泪 死死咬住牙关 你为什么要成英雄啊 距离大门 只剩下不到五米距离 无缘的心 像是被撕裂般痛苦 但他不会有丝毫犹豫 因为 他是民宿局的调查员 是这座城市的守卫者 他清楚 无论是自己还是 陈元力牺牲 活着的一方 都会拼尽力量 将这消息护送出去 就在即将冲出别墅大门的刹那 身后突然有熟悉的声音响起 千万别出去 那是镜子在骗你 是陈元力的声音 无缘惊喜地回头望去 却哪里看到搭档的身影 入目之处 只有一座古代镜子 白布不知被谁扯下 露出了光洁的镜面 镜面中 陈元力五官空洞地凝笑着 悠悠道 我们走 动 身后大门骤然关闭 无缘陷入到了深深的无力中 他徒劳地开枪 却毫无意义 他感受到一股阴寒的力量 正在侵蚀自己 腰间紧抱一疯狂震动 无缘掏出战术匕首 咬住牙 在左臂刻下了臂 鬼镜 磨旁鲜血淋漓的字样 这是他能为其他调查员 做的最后一件事 鬼镜的倒影凝笑 步步逼近着 无缘刻完字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欺然惨笑 当他决定赴死之时 一声失真 又欢快地唆呐声 在遥远的地方 响起 那侵蚀他的阴寒力量 古怪地为之一致 无缘不由睁开眼 寻着声音望去 别墅的玻璃 落地窗外 夜空 漫步的黑云 拱卫着血色的月亮 不见星光 一声唆呐 凄厉破晓 打破寂静 逗 似有人故意拉长了曲调 让本事欢快地迎亲送 变成人死前最后一户的哀鸣 太医预警宽阔的街道 被一层迷蒙的黑 彻底笼罩 声音从中传出 锣鼓声阵阵 红白相间的灯笼 在诡异的曲调声中 宛若眨洞的眼睛 若隐若现 宝安脸色煞白 浑身站立地 躲在狭小的宝安亭 他用力靠住冰冷的墙壁 恨不得钻进去 下意识蹬踹的脚 将他内心的恐惧暴露无遗 他拼命捂住嘴巴 生怕自己发出一丝声音 破坏了那窗外的演奏声 有童子声半唱 犹若幽名之音 忠思眼庆 如骨琴瑟 瓜蝶颜绵 琴头一合 唢呐声再次立响 沿着亭子 宝安透过那玻璃窗 毛骨悚然 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只古代的迎亲队伍 两个像是踩高桥的细长黑影 步伐沉稳 每迈出一步 就要像京剧亮相般定住身形 高举起陈旧古朴的木牌 撒下白色纸钱 即便是宝安亭的仰视角度 也看不清斗力下的五官 只有两张似笑非笑的黄纸面具 一张约美满良缘 一张约白手成约 当 罗声远去 宝安睁大着眼睛 随后见到一群摇曳着怪异舞步的红衣侍女 他们雀跃着 时而高高跳起 转了个圈 又飘然落下 发出兮兮的笑声 本该是脸的地方 是一团团深邃的黑色漩涡 所过之处 花草枯萎 齐声唱着久远 幽远的歌曲 新人来 迎教归 即刻至 不可辞 红书拥出 太娇严 闭合株连 看并肩 宝安不想听 也不敢去听那声音 旁佛有一双尖锐的手 想要撕碎他的大脑 突然 窗户边传来一声沙沙声 下一秒 窗户竟是被打了开 宝安惊恐抬头 只见窗边 一红一侍女依靠窗檐 歪头凝望 旋转扭曲的五官 露出森然笑意 啊 宝安绝望的叫喊声 在那迎亲的喧嚣中 微不可闻 消失不见 仅用直升机 螺旋桨包包作响 云海市民俗局 接到了陈元丽和吴元的求援信号 第一时间就派出了这支六人 快速支援小队 直升机驾驶员 冷汗直流 他是部队退伍转业的资深飞行员 可手腕依旧不停颤抖 他甚至不敢用余光去观察更远的地方 只是目光僵硬地盯着仪器表 嘴唇糯糯 声音站立着 那些事 什么东西啊 那大地上的情景 超出了他的理性认知 快速支援小队的调查员们 脸色同样汉意莫名 资格最老的孙队长 喉结拱动 吞咽着混合着不安的唾液 他望向那宛若绵延树里的迎亲队伍 许久 沉声道 是新娘 不知什么原因 他正冲着昏静而来 即便在三千里外的高空 队员们依旧遍体声寒 他们鸟看着夜色中的云海市 和那暗红色的长长队伍 像是一把血红色的利刃 将这城市边缘 劈开 缓慢 有条不紊 郑重庄严 这就是A级民俗事件的恐怖吗 自称一方民府 横行无际 所到之处 若白鬼夜行 迎亲队伍介乎于存在 和不存在的虚影 穿过建筑与树木 毫无阻碍 连长的镜头 在黑雾与灰烬的深处 一座大红色的喜窖 挂十六枚灯笼 鲜花点缀 金凤装饰 无数霍红 霍白的诡异身影 为其拱位 低音诡气森森的住去 沉睡中的人们 梦到了一抹 红得挪不开眼的长裙 梦里 他们坐在一处 古朴府邸的院落中 张灯结彩 喜鹏设宴 可桌子上摆放的 并不是美酒佳肴 而是上宫用的贡品 一个半张脸的小丝 哑着嗓子 高高喊了声 众银新娘 梦中的人随着声音看去 只看到一位披着头盖 衣着华美 艳丽的红衣新娘 缓缓而来如梦似幻 又有古来自本能的恐惧 想要尖叫 却发不出声 从噩梦中惊醒 面色恍然 太一遇警 四号别墅 无缘难以接受眼前所见 那红云压城般的气势 穷极想象力 也无法估计其主人的恐怖 大厅的古代镜子 那倒映出的陈元丽 本是宁笑 见到那外面的迎亲队伍 转而露出人性化的惶恐表情 不等他逃离 索娜的声音 拉到迎亲调的最高处 一声脆响 咔嚓 应声之下 镜子表面 竟是生出一道裂痕 无缘心头发颤 他们无计可施的可怕鬼境 只是远远地听到了 那迎亲队伍的声音 就直接裂开了 碰 大门无风自开 围首的两个高大身影 衣着红绿 声音悠悠 以丑日 大吉 宜婚嫁 古代镜子 起初只是一处裂痕 随后宛若冰面 被石头用力砸开 接二连三的军裂 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那声音若鬼神凄厉 来自幽冥地府般 嘶哑绝望 镜子哭喊着 磨旁着各种腔调 无缘 救救我 爸爸 我怕 谁在那 是萱萱吗 你不该在这 你早就被镇压了 怪物 不存在的怪物 最后一声无助挣扎的嘶吼 被掐住戛然而止 无缘这事才看清楚 黄纸面具 悄然滑落 那两个高大身影的真实模样 一个是民俗局 学而不得的那位网逃犯 另一个是五官深邃的外国男人 他们目光无神 表情僵硬 嘴吐长舌 像是死去依旧的尸体 两人的额头上分别写着 天下太平 一见生财 这不是传统故事里 黑白无常身上的文字 以黑白无常为隐魂使者 驾十里红装而来 这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无缘心中大震 当 沉重的钟鸣坐响 无缘感到眼前一黑 在睁眼看向四周 迎亲队伍与古代镜子 都消失不见了 别墅里静悄悄 宛若死寂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飞快跑到二楼 先是找到了色色发抖 精神崩溃的吕轩 然后在梳妆镜旁 发现了重枪重伤不省的陈元丽 吴元下意识地看了眼那梳妆镜 早已化作碎片 反射着屋内陈设 和外面的皎洁月光 今夜 许多人注定无眠 直升机降落在 太一预警的宽敞草坪上 许多别墅灯光亮起 人们睡眼惺忪地起来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焦头接耳 我刚才好像做了个梦 梦到参加婚礼 我也是 那梦挺吓人的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先别说梦的事了 那直升机 好像是云海警方的 凶杀鞍 调查员们在四号别墅前 拉出了一条长长的警戒线 隔绝外人 同时叫来消防 三辆消防车 持续地往地上洒水 用来遮掩被严重风化的街道和花草 一名当地建筑业的富豪 向孙队长递来香烟 孙队长接过 勉强笑着解释道 内务系统接到了报警信息 说是有个流窜犯 逃到了这小区 还是你们动作快 富豪故作亲近地 拍着孙队长的肩膀 道 绝对不要放过任何犯罪分子 他在等待着属下清理现场的报告 几分钟后 城来的报告内容让他错愕不已 除了一坨狗 没死人 最好不过的情况了 但舆论可能会更糟 这名年轻队员耸耸肩 道 要是死了人 网上最多谴责一下 小区安保不利 可是我们这般大动干戈 最后死了一条狗 你说网上那群爱心人士 会不会借题发挥 这都逻辑哪跟哪 孙队长宇彦 队员随便举了个例子 您别不信 我给您学学啊 震惊 官方追查逃犯 误杀主人爱犬 究竟是体制的问题 还是道德的沦丧 这值得我们反省和反思 去他妈的 天天反省反思 孙队长骂了句 碾碎烟头 陈渊丽和吴渊没事就好 等他们缓过来 估计要写上几天报告了 今晚的事啊 太邪门 队员是个年轻小伙 思维活跃 他突然问了句 哎 队长 你说那新娘 在民俗圈 是不是也算富婆了 那么老长的队伍 顶上多少台家 长劳斯莱斯啊 孙队长撇眼道 傍上富婆了 然后呢 送你独栋坟头 和豪华灵车吗 队员 队长我去忙了 围观的人群逐渐散去 庞佛只是发生了一件 不足为道的小事 孙队长看似风轻云淡的外表下 隐隐有灰之不散的阴霾 昏镜离奇消失 十里红装 骇目惊心 他凝蒂月色下黑漆漆的别墅 忧心冲冲 夺不叹息 如果他再出现 不会像今天这般幸运了 再不出现 就完蛋了 办公室里 李小雅拿着手机 抓狂地打着字 他心急如焚 一遍又一遍地催促未困 赶紧开播 今天是主播红妹的第三次直播 相比于前两次 无论是话题性还是热度 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提升 尤其是鲨鱼官方 为了炒作热度 大肆宣传红妹露脸的虚假情报 为博得观众眼球 观众们的期待感被拉到紧绷 希望红妹这次直播 能给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惊喜 可一而再 再而三地延时 让熬夜苦等的网民们 越来越不满了 最开始普遍支持红妹的观众 也开始摇摆起来 言语中带着质疑 皇帝用户墨绿檀香 更是带着一群黑粉 在直播间群摸乱舞 不停地上跳下窜 一手拉踩 给他粉丝排的主播间吸引人气 哈哈 我早就说过吧 假滴就是假滴 都是冰红茶的水灌滴 什么红妹 我最瞧不起你们这群 天天追着皮套人喊老婆的吊丝 你知道主播长什么模样吗 万一是乔奶奶和西门大妈呢 真金不怕火炼 真奶不怕检验 鲨鱼直播间1376666 女主播珍珍 欢迎大家来看哈 保证货真价实 不少红妹的铁粉 对墨绿檀香恨的是牙痒痒 发弹幕对其使劲谩骂 但这些很快就被弹幕海淹没的文字 哪里敌得过墨绿檀香 每个弹幕发的火箭横幅呢 李小雅都快急哭了 他多么想为红妹辩解 和这群人云亦云的傻狗们 直系亲属互换 可他又不敢擅自主张 因为现在不仅是他自己 更代表着主播红红不红的形象 李小雅咬牙切齿道 死卫坤 我早晚要带着红妹一起跳槽 气死你这慢性子的老王八 他拨打卫坤的手机号码 这一次终于接通了 老板 您准备得怎么样了 他还没望自己的淑女人设 弱弱问道 实际上捏着手机的手 用力到发白 卡卡作响了 魏坤语气似乎有些古怪 嗯 怎么说呢 出了点小意外 李小雅顿时急了 是不是你逼迫他开播 刺激到他了 你怎么能这样 他本来很脆弱 和正常人不一样 你作为老板 难道不该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吗 魏坤愣了下 悠悠道 他现在很高兴 正抱着镜子丸呢 此时 李小雅脑海中 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头身恶魔脚 手拿皮鞭 满脸凝笑的魏坤 大吼着不给老子赚钱 就打死你 随后皮爱的一声 把娇滴滴的红衣软妹 吓得死死抱住梳妆镜 梨花带雨 泪眼婆娑 像是一朵被践踏的柔弱娇花 实际上 魏坤正看着红衣女师 五额叹气 作为新任鬼师部的部长 他刻劲直手地完成了 招贤那才的任务 带回来一面列文遍布的古代镜子 镜子两米高 黄铜的质地 刻着如花似锦 错节盘根的古代纹饰 看了眼郑书带熊一样 抱着镜子的红衣女师 满脸无奈 他试着拉了拉红衣女师的胳膊 纹丝不动 执拗得像是耍性子的小姑娘 再一用力 就看到红衣女师猛然转过头 脸色不善地盯着自己 五官隐隐有像漩涡转变的趋势 忽实 魏坤果断放弃了 目前来看 除了指人以外 无论是红衣女师 还是这破镜子 都是完全没法正常交流的对象 这可怎么做直播啊 他人都骂了 刚想着 要不然今天晚上继续拍腿算了 大不了再多换几个款式 再加一加 念头还没落到心坎 就听见直播室里 有个婉转优雅 鸟娜拼听的声音 细声细语到 这可怎么做直播啊 嗯 魏坤看向声音来处 正是那婚镜 他眉毛一挑 来到跟前 出声说道 我是红红 我是红红 镜子摸旁着魏坤的话 以那风风韵韵的嗓音 附述道 嗡嗡 手机震动 低头看了眼 不仅有鲨鱼馆里 求爷爷告奶奶的催促 就连田瑞峰田胖子 都发来消息 催问直播的事 魏坤一咬牙一跺脚 看向镜子 顿时集中生智 露脸是肯定不能录了 那 爱你孤身走暗像 魏坤试探着 无音不全地唱了句 昏镜跟着魔旁 声音黄铃鸟般 清脆悦耳 唱道 爱你孤身走暗像 就你了 魏坤打了个响指 眼前一亮 灯光预备 镜头瞄准 依旧是惯例 对着红衣女士的大长腿 谁让法律规定 上半身不可描述呢 仿若比利时 曾经对胡图族 和图西族做的那样 故意分化成两派 任你内斗 别影响到黄老爷 此时 红衣女士是由抱琵琶的姿势 两手紧紧抱着昏镜 脸蛋幸福地和镜面贴贴 两条长腿横沉 在暖色调的补光灯下 反射着诱人光泽 这种情况下 确切地说是一座古代鬼镜 他来历不明 经过简单测试发现 他会自动磨旁镜子前 说话者的声音 无论是说话还是唱歌 都会用他婉转动听的腔调 重新复述一遍 小秘书呲呲笑地告诉卫坤 鬼镜的限制方式是照应 只要保持照应 鬼镜就会收敛凶性 并且 他的声音是不会杀人的 卫坤本想将鬼镜 也纳入鬼公司的体系里 红衣女士觉醒了贪婪 才能晋升为鬼师部部长 但此时 鬼镜还没觉醒天赋特制 不符合鬼公司的招聘标准 属于编外临时工 临时工就临时工吧 卫坤深呼吸 打开了直播推流软件 然后小心翼翼地 避开了镜头区域 蹲在鬼镜后面 第一 随着一声程序声响 红红不红的第三次直播 开始了 直播间的黑色画面一变 冰激玉谷 粉装玉拙的两腿 出现在直播画面里 极具吸引力 老色P们的狂欢开始了 弹幕如同倾盆大雨 瞬间淹没了整个屏幕 红红来了 哇 真的来了呀 我还以为今天割了呢 虽然刚吃了甜品 但还是最喜欢红红的独家闭门羹 一天一卷指 感谢主播助我修行 美腻 好看到翘 GioGio 为什么不是Dial Dial 铁粉们庆祝着红红的开播 可也有人表示不满 不是说好了露脸吗 失望啊 说什么来着 他露脸就露线了 又是天使身材魔鬼面孔吗 直播间头号黑粉 墨绿弹箱及时出现 伴随着他标志性的火箭横幅弹幕 第一发火箭 主播 你敢不敢开PK 第二发火箭 大腿我看够了 还有没有别的花火啊 没火可以咬打火机 第三发火箭 直播间1376666 美女主播真真 或真价实 实时互动 绝对比这有看点 太嚣张了 超管本想惊言 可仔细想想 墨绿弹箱除了宣传其他主播的行为 有些不地道 此外 刷礼物还活跃了气氛 好像没有封禁的理由啊 而且超管也很想看 红红的真正面貌 他故意封了几个 攻击墨绿弹箱的弹幕 刹那间火上浇油 弹幕彻底沸腾了 都让人欺负到这份上了 主播还在人吗 我有点怀疑是录播了 对啊 这两天一直都是对着腿拍 而且不说话 只是发弹幕 难道是录像 红红求求你 不要露脸啊 不要破坏 你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你永远是最美的 李小雅被弹幕气得牙痒痒 这帮混蛋 他狠狠地砸键盘发现 气不过 拿起手机 又想给魏坤打电话 才拿起手机 就看到了老板魏坤的信息 上你自己的号 今天你不用扮演 红红发弹幕了 呀 李小雅猛了 老板 你的意思是 他似乎猜到了魏坤的打算 先是惊讶 随后狂喜 嘴角的笑意 快要像口水一样止不住 用力挥舞粉泉 痛快 终于要我来当女主角了吗 苦心人天不复 三年之约终得处啊 李小雅开心到全城一团 在沙发椅里来回打滚 魏坤发来语音道 我给你防管 帮我敬他压的 李小雅 不是红红身体 不是 要让我来开播 魏坤 谁告诉你的 再说了 你那屋有摄像头吗 答案其实是有的 李小雅白天刚精挑细选 买了一款高清美颜的粉色摄像头 他笑容逐渐凝固 不禁捂住心口 心好痛 太痛了 原来自己不是看饮水机的替补 而是负责给饮水机换水的劳工啊 半分钟后 防管花小喵已进入直播间 有眼见的观众发现了 这防管不是鲨鱼八十一艘吗 我听说过鲨鱼三艘 八十一艘是什么鬼 卖肉拨了八十一天 结果官方发现 绑一大哥是个和尚 打赏全被原路退回去了 说是挪用香火钱不吉利 懂了 大慈大悲肉施菩萨 该用户已被防管花小喵 禁言三百六十五天 李小雅五官争鸣 大开杀戒 就在他恶狠狠地寻找下一个目标时 突然听到耳机中传来 麦克风特有的电流声 嗯 声如音题 唯唯动听 若空谷悠扬 又如归中细语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主播红红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听见此声 李小雅只感到有股电流 从尾椎骨升起 顺着脊柱直击大脑 头皮发麻 常常听音乐的人都有过这种体会 美妙的音乐 动人的旋律 会让人身体 尤其是后背和脖梗 产生触电般的舒爽感受 欣爽神怡 她面身红韵 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压的呢喃 李小雅清醒 急忙捂住嘴巴 脸蛋扫成红苹果 还好办公室只有她一个 没谁发现 这丢人一幕 这是红红本人的声音 好甜好暖 太诱人了呀 此时 直播间内 弹幕似乎为之一计 随后 肺反迎天 群魔乱舞 红红说话了 声音太好听了 我摁了 谁在说红红坏话 先从我的肩耳上跨过去 这声音真是阴晕之息 清泉流响 女明星的指引啊 我人都恍惚之静了 鲨鱼午夜当领导刘宁 本在喝茶 听到这嗓音 扑的一声喷得半滴不胜 她瞪圆了眼睛 看向屏幕 不可思议的 这是红妹 刘宁看了看属下员工 员工看了看她 彼此目光中看到了同样的惊异 午夜当 怕是来了尊真神啊 远在魔都的田瑞峰 本是低头看着 最近大火的仙侠剧 经文声音 也不禁坐直腰板 她胖脸震惊 山羊湖不停抖动 愣了许久 然后狠拍大象腿 九百万 亏了 亏大了呀 得加钱 她哪里找的女妖精 啊呸 仙女姐见 就这个声音 起码再值得九百万 不行 等直播结束 我非得问问魏兄弟 她还缺坐下童子布 仙侠剧的音音艳艳 也没了味道 还有什么声音 能比红红更妖 更美 更鲜的 恐怕只有二手乐剂 主唱龙仪 能勉强媲美了 之前 还有人在质疑 红妹为什么不露脸 当她展示声音 惊艳全场后 质疑煞时间被老色P们的 欢呼吹捧压倒了 皇帝用户 墨绿檀香沉默了 她手一抖 不小心碰到鼠标 鼠标指针不小心磨到礼物栏 然后食指不小心抽筋 竟是不小心地按下去 十枚超级火箭 奇奇发射 要问是怎么填的数字时 只能说 另一只手 也不小心抽了下 主播珍珍在查房 她好不容易才舔来的土豪哥哥 竟然在别人的直播间 刷了十个超级火箭 这简直就是和尚戴绿帽 佛祖跑了 珍珍急忙发送信心语音 墨绿哥 你不用帮我拉人气了呀 看我直播 我就心满意足了 墨绿檀香还在沉默 她回复信息道 我这是批判性的火箭 我要让这妖精原形毕露 别说原形毕露了 这四个字倒过来 珍珍也心甘情愿 她咬牙切齿 低声骂了句 又一个臭夹子 搞张声卡 就把人骗得神魂颠倒 必须给她的气势 狠狠压下去 珍珍换了身更热辣的舞蹈服 愤愤道 PK 超管哥哥帮我开一下 和红红不红的PK 超管乐了 珍珍可是午夜当排名前三的台柱子 百万人气 上一次鲨鱼加年华 研制分区的第五名 要知道后半夜的主播 本来就不算多 头部主播都集中在六点到十二点的夜间当 珍珍愿意挑起话题 鲨鱼官方又何乐而不为 她请示了午夜当的领导刘宁 得到的答复是O98K 十分钟后 开启PK 当这一横幅飘来 红红直播间的热度 再一次火速飙升 从原本的三十万 突破地来到了号称新人门槛的五十万 而且还有继续攀升的趋势 直播间的乐子人纷纷起哄 红红 你会唱歌还是跳舞啊 一个火箭点波炸雷 西南奶爸珍珍 见过的都说又纯又真 这下真有意思了 直播间里 红红似乎不为所动 她笑意吟吟道 谢谢墨绿檀香送出的礼物 嘿嘿 话音刚落 横幅再出 感谢皇帝用户墨绿檀香 打赏主播 红红不红的二十枚超级火箭 弹幕刷新得更快 能再黑黑一次吗 心都快酥了 兄弟们 有人想叛变 嘴伤很硬 身体很老实吗 墨绿檀香被嘲讽她的弹幕 无动于衷 发送横幅道 她怕了 她一定怕我继续打赏 那我就更不能如她所愿 我已经赢太多了 二十枚超火吗 范茄二爷 我就不信她敢骂我 真不信 要不主播你骂我两句 红红扑呲一声 咽然而笑 根本没理会墨绿檀香 多谢大家的支持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有人想听吗 片弹幕她 是专业的 眨眼间 直播画面上飘满了响的字眼 直播人气再次节节攀升 红红清了清嗓子 故意停顿片刻 于是 屏幕又刷满了求求你了 快点吧 呜呜哄哄哄你快唱啊的弹幕 麦克风陷入寂静 伴随着微不可查的吸气声 鸟鸟停停 柔情浊态的声音 若缠缠而出 那是 谁镜中梦游啊 梦里水月镜花 遗憾姑父落得满地啊 末路时镜中脸 还要装作优雅 我在 悬崖 一曲 镜中渊 细腔燕京四座 歌声余音绕梁 久久不绝 细细听来 一种深沉却飘然出世的感觉 漠然占据心头 庞佛一切尘消都已远去 只有这天爱之音 这声音充满魔力 竟是让许多感性的人 眼前生出一幅绝美的歌灵 独坐于敬前 自怨自艾 百节惆怅 又苦等心上人不得的悠悠画面 镜子映出的面孔 端视如花似锦 太生两夜之愁 交习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 交叹微微有些人 竟是心生幽济 感同身受 恨不得一死了之 顿生万念俱灰之感 庞佛有个声音在心底低音 死吧 结束吧 人们把这当成了恍然若是的空虚 呆呆愣愣 竟是说不出话 取蔽 直播间却陷入了诡异的平静 许多人还沉浸在这首 镜中渊带来的震撼中 既有古典的气息 又有现代的曲调 再加上红红妖孽般的动听嗓音 导致了直播间 此时几乎无人说话的奇怪状态 直到有人打破平静 我没耳机 咋回事啊 下一秒 更疯狂的弹幕奔涌而出 好听 声音太美了 唱得绝了 听得我汗毛乍起 冷汗直流 我宣布 红妹一声推 卧槽 我跟你们说啊 刚才我好像看到了镜子前一个红色美女 正向我招手 那是你听入迷出现幻觉了吧 要我就扑过去了 管她幻觉不幻觉呢 我做音乐三十多年 听完这曲只能说 国宝级的唱腔 大士级的演绎 令人拍安叫绝 从前都是什么胭脂俗粉 红红肯定是专业歌手 歌仙 我还以为是唐宋戏林来到现代了 鲨鱼午夜当办公区 女员工哭哭啼啼 抹着眼泪 久久不能自拔 领导刘宁 手腕颤抖 她连连张嘴 却说不出半个完整的字 用力跺脚 才从震惊中解脱出来 给她全平台大推 立刻上报领导 请求S级签约 刘宁激动的面色通红 兴奋吼道 我们午夜当 绝对要起飞了 快去查查幸福护鱼 把他们的主播全签下来 红妹就是今年嘉年华 让咱们一雪前耻的超级王炸 鲨鱼午夜部机长庆贺 几十双眼睛 紧紧盯着实时刷新的投影屏幕 每当直播热度的曲线在潘高峰 搞怪的男员工就会喊着声了声了 随后员工们哄堂大笑 气氛融洽又热烈 他们压抑太久了 鲨鱼作为国内最大的直播平台 内部竞争极为激烈 早间部 午后部 晚间部和午夜部 四大部门 彼此间你争我夺 争长进短 所有福利都与当月业绩直接挂钩 刘宁领导的午夜部业绩向来垫底 他不是鲨鱼的本地人 是从倒闭的猫熊平台 跳槽过来的高层管理 前对家的敏感身份 再加上维米的业绩 让他在鲨鱼感到了不便明说的尴尬 虽有行动魄力 总是会做出惊人决断 可业绩依旧拉不上去 每次开会 刘宁都是搭拉着头 不敢大声言语 踩着椅子 高举外卖才送来的泰山七天精酿 环顾四周 感慨到咱们午夜部业绩跃跃垫底 没年奖 没福利 真的很辛苦 我这个当领导的 甚至被人起外号叫刘老鼠 意思是我这外来的臭老鼠 坏了一锅鲨鱼海鲜汤 但我不服 他拿出一个钱包 扬了扬 空荡荡的 只有他老婆的照片 刘宁正年立色 振奋到 我每次打开钱包 看到老婆的照片 都在提醒自己 你是有家的人 你要努力奋斗 为了这个家再拼一把 有员工小声低估 难道不是为了 提醒自己记住 钱包里的钱 是怎么没的吗 演讲气氛 一下子就没了 刘宁瞪了眼 说话员工 收回目光 清了清嗓子 然后用力挥舞拳头 穷日子过去了 现在我们有个红妹质王牌 马上到来的嘉年华 已经赢了一大半 大家有没有信心 把那幸福 呼吁有钱力的主播 通通签下来 让这个月的业绩 再突破突破 给其他部门的孙子们 在嘉年华上开开眼 有 干他喵的 人大帮人很久了 刘哥威武 悬一个吧 刘宁很满意 员工们的反应 嘴角上扬 自信一笑 一手空手开瓶盖 秀翻全场 饮得喝彩 对准瓶口 仰头配合手部动作 给啤酒瓶 加了个大悬 半秒 扑呲 刘宁没憋住 仰博尽数喷出 刹那间 千数万数梨花开 淋了员工满脸 恐怕在今夜后 没人再管刘宁叫刘老鼠 他将会有个 更响亮的爱称 鲨鱼大刺花 这时候 有员工喊道 红妹和主播珍珍 PK开了 所有热切的目光 齐齐会聚在投影屏幕上 直播间 红妹只唱了一首 《静中渊》 然后就没再表演其他节目 无论直播间观众 如何苦苦哀求 他就是安安静静的秀美腿 那些人着了魔一样 渴望再听到红妹的声音 弹幕与礼物齐飞 舔狗共磨正一色 横幅道 你刷多少 我刷两倍 就是为了告诉你 有 是缘分的惊喜 没有 也是命中的结果 取境奇妙 抢求不得 墨绿谈香的谈吐中 阴影有佛前 识不求的大智慧 竟是在直播间悟了 观众们惊了 这是被直播间的 女菩萨度化了吗 三藏法师要是有这悟性 还去什么传统西方净土 直接在女儿国 做连画佛算了 但穆勒子人纷纷效仿 我也悟了 墨绿施主大善 见红心喜 不见心忧 喜忧之中 自有人生真理 原来是我们这香了 随喜赞叹 主播珍珍 还不清楚这边的事 PK连接成功 她第一眼 先是看到了对面的弹幕 珍珍看着满屏的大扇 随喜赞叹 菩萨心肠 佛音鸟鸟 妙语连珠她 顿时愣住了 瞪远眼睛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直播间 没错啊 那双让人嫉妒的 牙痒痒的大长腿 绝对是她没错了 可这画风 是不是哪里不对 嗨嗨 珍珍重重地咳嗽一声 衣着热辣景深衣 吸引广大老色皮的目光 她留意到了 红红直播间的热度 不禁烦喜 热度越高越高 她今天就是要踩着新人红妹 来巩固自己 午夜当颜值主播的地位 想到这 珍珍千娇百妹 捏着嗓音开口道 大家好 我是直播间 1376666的珍珍 哎呀 是红红妹妹啊 谢谢观众朋友们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表演一段 高利国的热舞吧 希望大家 说着 珍珍越来越不自然 她的直播间弹幕 被对方攻占了 求求你别说话 主播 您想到我听歌了 宁可听红妹的电流卖 也不想听你磨叽 珍珍随手点开 几个弹幕用户的资料 惊异地发现 其中不少还是自己 直播间的高级粉丝排的 老用户 她尴尬地笑着 掩饰内心不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中邪了吗 珍珍连忙道 不说没用的了 我们开始PK 弹幕依旧不留情面 西南 来吧 你还是放弃吧 不是你太弱 而是对面太妖孽 别PK了 你没发现 你家的粉丝 都快拍面光了吗 坐等红红露脸 嗯嗯 声音这么好听 人肯定更漂亮 珍珍被说得心中恼火 她死死攥住拳头 更加想在红妹身上 找回场子 她先是摆了个 高难度的火辣造型 前凸后翘 颇为诱人 她故作平静 轻松笑道 支持我的朋友 动动小手 投为一下礼物 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无趣 红妹语气忧晚 言辞却冷冷打断了 珍珍拉拢人气的话语 今天就到这吧 直播被突然掐断了 您所观看的主播 已关闭直播 珍珍正住 漂亮的眼睛瞪得更大 这又是什么操作啊 观众都在信头上 她突然下播 不怕得罪观众老爷的吗 两个直播间淡步的哀嚎 告诉了珍珍答案 说好的露脸呢 红妹你别走 我没有你不能活啊 我又要等明天了 我打算听一整天录播 根本没有人搭理 正摆造型的珍珍 珍珍风中凌乱 开始怀疑人生 为什么对面 就能把田狗们 骗得神魂颠倒呢 鬼使神差 更是好奇 她找到了刚刚 红妹直播间的录播 点击播放按钮 几分钟过去 137 6666的直播间 响起一声忧怨称怒 为什么 国家队也要来抢饭瓦啊 专业直播室 魏坤惊魂不定 看着红衣怀中的鬼镜 她嘴唇颤抖 屡次想破口大骂 但还是硬生生 怀疑危机扛过去了 先不讨论魏老板 为什么会唱戏腔的 进中渊 她这辈子都不想 再与那鬼镜 产生任何直接交集了 魏坤质问小秘书 捏着纸人的脑袋刮 喝道 你告诉我 鬼镜的限制条件是赵映 可她为什么还是出问题了 小秘书无辜地皱着小脸 试图挣扎 挣扎无果 她指了指身前文字 她断断续续地告诉魏坤 文字组合道 赵映只是控制鬼镜的凶性 又不是完全压制住 她本身的特点 傻瓜董事长 你难道看不出 这是一个结婚出嫁用的婚禁吗 婚禁又怎么了 我刚才差点 差一点就 魏坤表情铁青 后面的话却说不出口 小秘书呲呲笑着 他明明知道 可如果魏坤不问的话 是绝对不会将完整真相说出来的 魏坤刚刚在使用鬼镜的时候 感受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异样 每当他出声说话 将他的话语 让鬼镜转述出来 隐约之中 好像有一只鬼鬼祟祟的手 正在贪婪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 殷勤款款 手又凉又滑 五指纤细 能清晰体会到 是女人的手 可是 魏坤盯着指人小秘书 他还是恼火于 小秘书的非暴力不合作 这镜子是不是 多少沾点大病 小秘书摇了摇头 发出无声的感慨 女子未出嫁 首归几百年 假若换成你 也是这德行 魏坤气急败坏道 未出嫁 就什么都会了 你骗傻子呢 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吗 那哥我都差点没唱完 只让小秘书呲呲笑 当然知道 嘖嘖嘖嘖嘖 这回轮到魏坤沉默了 他狠狠瞪了眼小秘书 然后下意识避开了 红衣女士和婚镜的地方 亮强地离开了直播室 如果说他看向 红衣女士的目光 是对他成长速度的忧虑 换成婚镜 则是深深的后怕 开放办公区的挂钟 当当敲响四下 不知不觉间 一夜又要过去了 魏坤回到董事长办公室 趁着鬼公司 还没变回幸福护鱼 登陆后台 查看今晚的直播收益 看清数字 他惊得坐直腰身 35万分成 哎呦 他捂着腰眼 呲牙咧嘴 算上前两次直播收益 总共55万金收入 平均日收15万 魏坤难掩正经 难难道 钱也太好赚了 一天顶上过去 我一年的收入了 这还是今晚上出了点意外 只是唱了首歌 连PK都没结束 就匆忙下播了 他有种预感 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配合自己的鬼点子和骚操作 红衣女尸 有可能成为鲨鱼平台 甚至是国内 全网人气最高的主播 等到那时 每天或是每个月的流水 已经超出了 魏坤想象力的范畴了 所谓3600万的负债 不过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只要合理地利用 红衣女尸和婚禁 等鬼员工的特性 就能制造出 远超普通人的节目效果 收割恐怖人气 和海量W 600万的高利贷 还有四天期限 但魏坤有十足的信心 他相信 在看过今晚直播效果 加上甜胖子的暗中运作 求是制衣方面的合同 大概是安枕无忧 坐等收钱 魏坤真不想 被那帮催收的魂球 报了通讯录 他倒是无所谓 摆烂习惯了 可他怕家里人 扛不住那压力 心里落下病根 自己再惨 咬咬牙都能扛过去 魏坤不想因为自己的事 给父母增添任何麻烦 或者说 他希望自己在父母心中 依旧是那个 值得他们骄傲的好孩子 致死一世 是父母眼中的懵懂少年 没能力又死要面子 说的就是 过去魏坤这种人 只有大难临头 尊严扫地时 才会幡然醒悟 绝望悲叹于无能 魏坤突然很感激 二舅老爷 他在内部系统 给财务部留下了 走股东 分成提款30万的命令 这30万 还要再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其实有合理避税的办法 但他不指望财务部的两个饭桶 能做得明白了 刚敲下回车案件 手机传来鲨鱼平台的消息 午夜部的领导刘宁 提议说 有时间商量一下 S级签约的合同 同时告诉魏坤 马上到来的 鲨鱼嘉年华的事情 魏老板 还请您多留心 尽快和主播鸿红红达成共识 最好是能赶在 加年华开始前 把A级签约 升级为S级签约 S级签约的扶持力度 远超当前 如果鸿红 能在加年华里 拿下分区前三 甚至是全平台前十的话 光是基础奖励金 就有五百万 而且我们鲨鱼近期 也有打造形象IP的企划案 想要包装出几个 具有代表性的主播 刘宁推心致富道 我认为 红红的潜力 不止在午夜档 还有更宽广的平台 在等待着她 趁着年轻 尽早努力 不要留下遗憾 魏坤恩恩啊呀 平台 年轻 努力 趁着受害者年轻 努力多吃几个吗 要不是红衣女士的胃口 越来越大 人气值稍微低一点 都要发狂 要生吃活人 吃不到活人 立马转头绿油油地盯着自己 魏坤才不想处理这些破事 虽说这明显隐阵止渴 但她 真是找不到其他办法 红衣女士放出去的危害 要远大于 她偶尔吃几个倒霉蛋 比起放任 红衣女士为祸人间 还不如时不时 去匿名聊天室 吊几个道德败坏的魂球 为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不只是红衣女士 鬼进的出现 让魏坤意识到 当下看似平静的世界 越来越多诡异恐怖的东西 正悄然出现 将他们收押在鬼公司 为魏坤荷包做贡献 为广大网友添乐子 好像还真是个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结果 魏坤头疼地揉着太阳穴 自己走上了一条 没法回头的不归路 好在这条路 并不坏朦胧间 筋疲力尽的魏坤 握在舒服的老板椅 渐渐睡去 甜胖子的来电 让他立刻惊醒 不快地按下接听键 魏兄弟 双喜临门 九百万的代言 弹下来了 魏坤睁开睡眼 这么快 我开始有点佩服你了 另一个好消息呢 球云英打算亲自去云海 见见代言人 那也挺好 啥 魏坤坐了起来 你管这叫好消息 球云英失诚求老爷子 可是国内文明的服装圈大师 他被我一顿忽悠 不仅把合同拍板通过 还要为你们公司的红妹 量身打造一系列高定服装 做国际品牌代言人 这不都算好消息吗 甜胖子洋洋得意 等待着魏坤夸奖自己 魏坤无脸 有点头晕 这一调人是很靠谱 但是 公关能力强到其反作用了呀 又是美妙的一天 幸福护育的员工们 打着哈气走进公司 自从公司换了新老板 大家觉得 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任务轻 事情少 领导还不倒逼倒 就是有点冷 大中午哪怕不开中央空调 穿长袖也替改阴嗖嗖的 技术部的下言 像往常一样 打卡 作为大城市打工族的一员 同时是大龄圣女成就拥有者 32岁的下言 压力倍增 满脸疲惫 迎面撞见同部门的同事李志强 李志强是幸福护育资历最老的员工 早先充当下言师傅 带他入门 让还是新人手忙脚乱的他 不到半年 就成长为部门不可或缺的精英 对李志强 下言心怀感激 隐隐把他荡成了没有血缘 却胜似亲属的长辈 下言挽了挽病脚 亲属风韵不禁散发 将那几个小年轻迷得平平侧目 他没留意 整理手中文档 发出翻动纸张的声音 李叔 最近公司的数据有点奇怪 下言将珠红色的美甲 划过数据表格 心中疑惑 我们还在运营的那几个公众号和视频号 流量持续走低 流量分成几乎是断崖式下滑 可公司的营收 出现了逆势上涨的趋势 李志强是个头发 单白的中年男人 他正叼着一根假烟 接过文档 看了眼 一脸正惊道 新主播据说现在挺火的 年轻人都喜欢看 好事 好事啊 可是 下言指着报表的一行数字 评媒道 李叔你看这一列 24点之后 公司服务器的上下行总量 访问数 负载 大额用电量 几乎都是零 新主播洪洪是后半夜直播的对吧 李志强不以为意 颇有地摊文学的大师风采 深深一笑道 工资照常发就行了 不该管的是不要管 你觉得公司晚上的数据奇怪 咱就假设 他是闹鬼了行吧 小言 不是李叔批评你 而是想提醒你 少问多做 理解的知道你是好心 不理解的 还当你想刺探出卖公司机密最关键的 魏老板 他也不是一般人物 下言抛开心中疑惑 好奇道 李叔 方便说一说吗 他给李志强倒了杯咖啡 李志强接着 没喝 以中年人惯有的神秘莫测 道 还记得魏总那天辞退的那些员工吗 据我打听 其中有个觉得 离职补偿太低 想回来闹事捣乱的 前天晚上跳楼了 就在创新大厦顶层 一跃而下 咣当 脸朝下 啊 我就记得 有天早上 外面拉着警戒线 原来是 大楼保安室的说 那小子半夜溜进来 不知道是想砸东西 还是想偷东西 反正结果命都没了 这是最后被官方定性为 盗窃坠楼身亡 李志强这才抿了一小口咖啡 真苦 下言故作不信 瞧你说的 太离奇了 这可是关乎人命的事 魏总再小心眼也不至于 再说了 我听说他之前就一普通人 哪来的这么大能量啊 来来来 李志强勾了勾手 示意下言靠近窗户边上 指着楼下 看到那辆黑车没 带牌五百万 来找魏总的 等一上午了 车上准带着见面里 李说 那是银行运超车 口误口误 旁边那个 李志强赶忙摸出眼镜 定睛一看 指着一辆红色超跑 说道 看到那辆魔都车牌的 撒拉力了吗 咱就赌一台挂力 绝对是来找魏总的 吹人的不行 吹牛的倒是有一套 不一会 就听到前台妹妹 兴致勃勃地跑进办公区 找女员工八卦道 楼下收发是刚打来电话 有个男的找咱们魏总 因为没预约 电话就转到我这了 这有什么不对吗 女员工满脸问号 前台妹妹黑黑一笑道 收发室的小王说 那男的看着像个gay 不过看着挺有钱 开了一辆魔都牌子的跑车 哇 原来魏总好这口 我说怎么对我的美貌无动于衷 不过 他还是我心目中的白马搭令 女员工语气优怨 娇花自怜 前台妹妹打量这位 酷似倾倒贵妇伯格的长相 没说话 下言却听者有意 暗暗记下了信息 创新大厦正门 魏坤错愕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自称球云英 他一开嗓 类似降阳着马的女中英 再加上力索短发 黑一条西服配长裤的装扮 很难让人立刻辨认出他的性别 也不怪被人当成了gay 球云英好笑地看着魏坤 对于这种惊讶不解的目光 他早就习惯了 他大大方方地伸手 魏老板 百闻不如一见 幸会 身体不太好 魏坤脸色发白 稍显不自然 他本想伸出右手 领到一半又收了回去 他还没用掌中鬼口接触过其他人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于是便换作另一只手 颇为古怪地和球云英握了握 你好你好 右手伤到了 抱歉 听见魏坤的招呼声 球云英眉毛一挑 不再单得开门见山道 我从魔度来 一是谈谈和主播红红的签约事项 九百万一年 分两期支付 原则上我是同意的 但我先要见现主播本人 你要觉得不行 我转身就走 不会耽误你时间 二是想见见幸福呼吁的老板 怎么说呢 十分失望 初次见面的和谐气氛 被球云英打了个粉碎 他毫不顾虑地 说出了对魏坤的评价 根本没有掩饰的意图 看得出 他表面友善 实则相当骄傲 目中无人 魏坤没为这点小事生气 但还是饶有兴趣地问了句 球经理 您是没看上我哪一点 你明知道我是服装设计师 可你的目光 只停留在了我的耳钉和唇钉 这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球云英轻轻一笑 道 如果你真的做过功课 就该认得出 我与Michelle Clark 联名设计的这身女装吸烟吸服 上下两款分别叫 Neddy's Ring和Bonjour 两个词语连起来就是 不要说你好 你真的尊重过我吗 网红小老板 球云英轻蔑一笑 魏坤叹气 摇了摇头 搞艺术的就是矫情啊 球云英 他脸上可见一丝韵怒 不等球云英继续做出反应 魏坤紧紧捏住右手 鬼口张开 时间倒流 万物禁止 空间破碎 鬼口撕咬吞咽时间 眼前恍惚 再次睁眼时 时间已经回到了十秒前 魏坤此举不是莽撞 而是他感觉到 当红衣女士被他盖了戳 竟身为鬼士部部长后 鬼印章的能力 就得到了不小的加强 鬼印章和红衣女士身上 两处的鬼勾玉 隐隐建立起了一丝微妙的联系 使得极大降低了时间倒流 对魏坤身体造成的负担 他为了印证这一猜想 所以才会在此时 毫不犹豫地使用了 时间倒流的能力 果不其然 这次时间倒流 熟悉的饥饿感接踵而来 让他忍不住想回到 红衣女士旁边去吸收鬼迹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自己的鼻子并未流血 除了大量运动后的疲惫感外 魏坤没感到其他强烈的不是 鬼印章果如所料 正在增强 魏坤脑海中 一道思绪飞逝而过 如果继续招纳鬼员工 完善鬼公司的部门组成 鬼印章会成长到什么模样 念头百转千回 实际上过去了不到半秒 他不再胡思乱想 看向球云英 此时球云英正说道 你明知道我是时装设计师 当然 魏坤打断了球云英的话 笑道 您的耳钉和纯钉都很漂亮 除此之外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在故意说 你好吗 这回轮到球云英 露出金仪的表情 他这身衣服 实际上是非常冷门的 即便是在国际设计大赛上 拿过名次的联名款 但非圈内人士 也是支支甚少 魏坤的话出乎他的意料 他梦了 用咳嗽掩饰着尴尬 本想说的话 通通被魏坤憋回到了肚子里 类似的小把戏 他玩过无数遍 总能借此 把握住谈话节奏 头一回吃了扁 他疑惑不解地看向魏坤 像是在重新审视着他 这个欣慰的 怎么像是能猜到我想法一样 球云英摇摇头 将荒谬的念头抛开 他张张嘴 本是伶牙俐齿 总能占据主动权的他 却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嘴唇糯糯许久 你事先调查过我 球云英故作恼火 还想着找回主动权 魏坤忍俊不惊道 Michelle Clark的联名设计师 还需要特意调查吗 这话说到了球云英的心坎里 他深深看了魏坤一眼 内心微喜 表面风轻云淡地回了句 切 算你有点品味 球云英见魏坤不动 语气不耐道 愣着干什么呀 上车 我在餐厅定了位置 本来都打算退掉了 语气不善 还是有股家枪带棒的味道 可他主动开门的举动 显露出一丝难以捕捉到的友善 魏坤坐在了辆 红色法拉利的副驾驶 路过街道拐角的早餐店 早餐店老板二哥正揉着面 抬头就看到了副驾驶上的魏坤 和主驾上气质出众 带着大墨镜的球云英 二哥目光直了 八大 他狠狠将面团摔在案板上 悲愤骂道 又他骂一个富婆 云海市商业街 IEG's 一股洋味的高档西餐厅 法拉利匆匆路过 停在了IEG's斜对面 更洋气的餐厅门口 Burger King 也就是汉堡王 球云英熟练地点了份 双人添交黄宝套餐 并亲自端到桌子上 他看魏坤有点诧异 撇嘴道 那种西洋餐厅 纯粹是骗网红和装逼饭的 我本来还想坑你一顿 看你人有点意思 路上想想就算了 魏坤是真没吃过这个 他以前最喜欢星期四的KG 尝了口 汉堡王的牛肉汉堡 确实比KG和MG 用料要丰富一些 价格也没贵太多 他只吃了一口就放在旁边 随着鬼印章与身体结合得越发紧密 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差 甚至吃到稍微油腻的东西 都会忍不住吐出来 球云英准干净粘到手指的薯条盐厉 我愿意再出900万 总共1100万 签下和主播红妹的独家广告合约 他顿了顿 凝视魏坤的眼睛 但前提是 我必须见到他本人 最麻烦的地方来了 魏坤倒是想领着球云英 去见见红衣妹妹 可那位鬼市部部长 现在应该正抱着鬼镜 玩得起劲嗨皮 万一被打搅了兴致 绝对当场凶性大发 给魏坤撕把撕把塞进嘴 直接顶到喉咙眼 他一想到红衣女士生吃活人的场景 就忍不住打得冷战 球云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 魏坤那一闪而逝的不安 兴趣更浓 怎么 哪里不方便吗 魏坤深呼吸 道 他的胃口有点 大 球云英敲点着桌面 沉吟道 是指签约费方面不满意识吗 这倒是可以再研究 如果他的气质 很适合我的设计风格 加多少钱 我都会把他签下来 说说见面的是吧 你定个时间 魏坤更加为难了 他想要这签约费 又不想昧着良心骗人 事到如今 鬼公司每一笔钱 那可都是正当劳动所得 完全合法合理 除了没给鬼员工上五险一惊 和意外死亡险 根本挑不出毛病 他不是太喜欢活人 魏坤说这话 都感觉牙疼 球云英恍然大悟 点着头 射恐 心理障碍 我理解 以前国外念书的时候 有个室友也是这问题 要不这样 你先把他的照片和联系方式给我 我跟他聊聊 上一个和他聊聊的人 隔着万里光芡 屏幕都给干碎了 场面相当刺激 魏坤是不可能答应这要求的 他皱着眉 沉思默想 缓缓道 照片倒是可以给你 但很抱歉 我答应过他 联系方式暂时不行 球云英被气笑了 他狠狠拍一下桌子 横挑鼻子竖挑眼 喝道 魏坤 你是不是觉得非你们不可了 告诉你 球市这一大门口 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模特 苦求合作机会 不要太自以为是 美女多的是 她本人再漂亮 也不是耍大牌 为所欲为的资本 魏坤静静看着球云英 没说话 打开一张照片递给球云英 球云英气鼓鼓地接过手机 不满地看向屏幕 目光触及得刹那 他愣住了 瞳孔缩成一个针点 讥讽的表情逐渐凝固 像是被冻住了的兵 照片是一张绝美的侧眼 朱唇玉面 倾国倾城 如果将王冠最璀璨的宝石 称为绝世明珠 照片上雕有凤纹龙刻的 深红色衣裳主人 则足以让明珠黯然失色 球云英神色发正 念叨着黄金切割 完美曲率 天然造物等让人听不懂的话 他的思维 像是被一道犀利的闪电正中深处 充斥着多巴胺的微妙电流 呼吸急促 头皮发紧 许多艺术家终其一生 是为追求超越想象力之极限的 完美阿弗洛迪特 求而不得 会沉闷 哭泣 崩溃哀嚎 歇斯底里之间 试图用最癫狂的想法 打破陈府的常规 找到令人灵魂震战的艺术 那是一抹不可捉摸的电 是天际遥不可及的云 是晨昏分晓的光 也是这张照片上 留有遗憾的侧脸 如果说断壁维纳斯 代表了西方残缺美学的极致 游爆琵琶半遮面 则是东方朦胧美学的巅峰照片的侧颜 两者坚固 直击球云英的灵魂深处 解开了他的人生答案 球云英脑海 犹弱惊涛害浪 拿着手机 久久沉默不语 眼眸透露的渴望与贪婪 让魏坤产生了一种 球云英和红衣女师 是一家人的错觉 不过 一个是追求极致的美 不将就 另一个则是亮大管宝 就OK 不挑食 魏坤看球云英 颤得像是癫痫发作 生怕他嘎的一声抽过去了 这附近可没有叫赵大宝的大夫啊 由于数秒 你 魏坤本想出声打断 球云英像是触电般 将手机丢出去 忍不住尖叫 呀 随后又像是 对自己斗自己玩的小狗 悔恨 急迫地爬到地上 将手机小心翼翼地捡起来 是若珍宝地 吹去屏幕上的灰尘 魏坤保持沉默 他真的不敢说话了 万一惊扰到球云英 咬了自己怎么办 狂犬一瞄蛮疼的 球云英抬头看向魏坤 双眼微红 脸上带着惊喜的笑 压低的颤声 像是在求证 他刚刚冲我笑了 一定是喜欢我 魏坤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立刻站起身 紧张到 你说 照片笑了 可能是我在幻想吧 他太美了 以至于让我产生了 不该有的幻觉 真是抱歉 有些失态了 球云英逐渐从失控的状态 缓解出来 轻轻叹息 手依旧紧紧捏着手机 没有还给魏坤的意思 魏坤很想喊一声姐姐 您没问题吧 这是静态图片 不是Jeff动图 更关键的是 拍的是侧脸啊 他到底是怎么笑的 歪嘴战神吗 手机能还给我吗 魏坤有些慌了 明明是侧脸 没有拍到红衣女士的紫色眸子 本以为不会有危险 可现在看来 明显还是出问题了 他死死盯着手机 唯恐下一秒 就会有一只惨白色的手臂 伸出来掐人脖子丸 不 球云英一脸充满信念的坚定 身子一撇 将手机牢牢护在胸口 等等 等一下可以吗 他慌张又生疏地求着魏坤 早知道搞艺术的脑子 多少都带点大病 魏坤傻了 真有人分不清 什么是灵异事件 什么是舔狗脑补吗 他做好了随时随刻 使用鬼印章的准备 即便隐约感觉到 频繁使用鬼印章 会给身体带来巨大负担和隐患 但魏坤不可能坐视不管 两人隔桌对坐 魏坤瞪着球云英 球云英盯着手机 左右桌的时刻 目光奇异地偷偷打探着 他们暗暗八卦着 魏坤和球云英之间的诡异场景 很像是男人偷心 被女朋友捉肩找到证据 只是女友顾及旧情 明明很痛苦 看着小三的脸心如刀割 气得浑身颤抖 依旧对男友抱有最后的幻想 试图挽留 尤其再加上对话 给我 不给 除非你带我见他 见他你就死定了 呸 我就死定了 也不对 反正不行 我就知道 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 那两百万还我 能换个话题吗 我 我果然没有他重要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啊 围观群众看不下去了 一个大妈拎着雨伞 用伞把敲了敲魏坤后背 魏坤回头 不等反应 迎面唾沫横飞 被喷了一脸 小伙子做事先做人啊 挺好的姑娘 你太没良心了 还有人帮枪 哎 被包养还找小的 给我两百万 我保证一天三顿韭菜大腰子 这叫职业道德 魏坤见围观群众 群情激愤 恨不得将他这个负心汉诛杀当场 千夫所指 见有人甚至要掏出手机 化身镜头侠 他迫不得已 一把搂住球云鹰肩膀 另一手搂草打兔子 由不得他拼命挣扎 我说球女士 你能正常点吗 你是球师之一的总经理 我是幸福护鱼的老板 咱们能来点正经的商务谈判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 你刚才那副极傲不逊的态度 嗨嗨 球云鹰也是才反应过来 闹了个大红脸 明明穿着阴气潇洒的黑色女士 吸烟西装 少见地露出了女性修态 他重重咳嗽着 恋恋不舍地将手机还给魏坤 魏坤看了眼手机屏幕 照片正常 是他偷拍的红衣女士侧眼 只是左下脚不知何时出现的裂痕 让他心脏差点停跳 他只想要平静地生活 安安稳稳地发点小财 可日常好像越来越刺激了 球云鹰终于恢复到 酷酷的商务强人风格 魏老板 你要帮我 他搭着魏坤的肩膀 盯望魏坤的双眼 目光炯炯 严肃道 我要得到他 魏坤差点没拿出手机 啥 他变了脸色 坚决摇头道 这不可能 你以为我是拉皮条的吗 扑刺 球云鹰忍不住露齿而笑 重重拍了拍魏坤的肩膀 瞧给你急的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逗你的 试试你的人品 他打开钱家 取出一张颇具艺术感的名片 你人挺有趣 这是我父亲球半山的私人联系方式 遇到麻烦 打这个电话 说是我的朋友就可以了 球云鹰又聊了些合同细节 约定好了签约时间 就等着两方法务部接洽 不过他没再提红妹的事 甚至没讨论广告代言的拍摄问题 像是心甘情愿 只买了个红妹的名头 不辞千里跑来送钱一样 可越是这样 魏坤就是觉得 他别有用心 那故作不在意的态度 像急了他大学 是有追女朋友时的迂回战术 他不会来真的吧 望着球云鹰大不留心的背影 魏坤头疼 他深知 这艺术感爆棚的酷妹子 不会善罢甘休啊 奉承是星辰娱乐 向文斌看到员工传来的消息 惊恶之后破口而出靠 谁让他活了 34岁 是星辰娱乐董事长 他用高薪 将幸福护鱼的前头牌主播 讨夭夭挖过来 一手打造成 鲨鱼平台的晚间当大主播 这件事 让他颇为得意 深感自己眼光毒辣 可挖人的是毕竟不光彩 也非常拉仇恨 容易招人打击报复 因此 向文斌密切关注着 幸福护鱼的一举一动 不到数日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 本就即将破产清散的幸福护鱼 凭借一位 不知道从哪里挖来的新人主播 不仅成为了鲨鱼平台的官方合作方 还谈下了求是制衣集团的合作意向 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向文斌摸着下巴 故意流出的忧行壶 沉映道 他起初是看不起 魏昆这种外行人的 本以为魏昆会像是 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最后被扫地出门 可谁承想 他不仅暂时稳定住了军心 还隐隐有让幸福护鱼 扭转负债 枯木逢春的趋势 这怎么能行 向文斌不停地敲击着老板桌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既然做了 就不能沾前顾后 久遣一身 必须贯彻到底 得先下手为强 他勾勾手 换来秘书 查一下那个主播红红的底细 能用钱杂就用钱杂 钱杂不动 就派咱们公司最帅的小胡 对 那个帅胡 搞到联系方式先聊着 骗得过来最好 骗不过来的话 能搞来隐私 或是裹照当把柄也一样 总而言之 就是要尽快把人弄到星辰娱乐 秘书露出了然笑意 用力点头 竖起大拇指道 向老板高明 他眼球一转 压低声音道 可是 老板 我听说 那个叫红红的主播 背景不一巴 有传闻说是国家队退伍转业 还有内部消息 说他来头不小 就连魔度那个球云英 姓球 球老爷子的后代嘛 向文斌眉头一皱 要说球半山 向文斌可根本惹不起 这老爷子明面上 是老艺术家 球氏之一的现任董事长 身家高达八十亿 倘若只是八十亿身家的商人 向文斌佩服 但不会敬畏 他怕的是 球半山在国内文化界的特殊影响力 说不见半年前 有个当红流量 得罪了球老爷子 被封杀至今 粉丝数从最高几千万 降到如今九个富婆了 向文斌皱眉 说说球云英的事 秘书上前 低声而语 才说了几句 向文斌脸色大变 难以置信道 啥东西 球云英看上他未坤了 你看UC打听到的吗 秘书也跟着叹气 都这么传的 要不然 您想想 那九百万的广告合同 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 魏坤那小子 也就是长得白净 家境普通的很 球云英什么身份 找个小白脸 至于这么卑躬屈膝吗 向文斌似乎被说服了 其身左右踱步 先让帅胡去试试 有背景又怎么样 越是有背景 就越牺牲 抓到他的把柄 想捏死魏坤和幸福护鱼 也是一如反掌的小事 而且 他不敢露脸 绝对是有难饮之情 向文斌目光微亮 他想到了一个 以争促和的办法 于是道 帅胡是一方面 做事要两手抓才稳呢 这次嘉年华 是对鲨鱼平台 几万名主播作为的 一次重新洗牌 让逃夭夭去跟他打 公平竞争 他还能挑出什么道理 打痛了 他自然就会选择 与实力更强的一方合作 这样谈判空间 可就在我们手里了 向文斌越想越觉得可行 不禁朗声大笑 秘书用力鼓掌 喜笑颜开道 高 您真是高啊 另一边 魏坤拖着疲惫的步伐 回到创新大厦13楼 他刚进了大门 还没等按惯例 和前台妹妹打招呼 就听见公司里 一阵鸡飞狗跳的喧哗声 怎么回事 魏坤快步便小跑 穿过走廊 推门而入 看到办公区此时的场景 不禁错愕 员工们正打成一片 李志强惊怒交加 对天发誓说 自己如果杀了人 就原地加班猝死 旁边戴眼镜的大高个 说李志强不要劈脸 玩场外元素 破坏游戏规则 李小雅冷笑 语气不善 一群猪队友 要是按照我说的刀人 狼人必胜 早就游戏结束了 魏坤走上前 翻起李小雅的身份牌 他是预言家 员工们这时才猛然发现 老板来了 他们一哄而散 连忙回到工位上 熟练地切换到办公软件 两只手在键盘上 霹里啪啦作响 技术部的熟妹子下言 这才端着报表 款款走来 向脸色铁青的 魏坤汇报工作 老总 这是今天的工作内容 魏坤看了眼 很好 员工的工作内容 包括带新拉屎 信信群聊天 开关word和浏览器 无痕模式的熟练掌握 等重点任务 下言两手一摊 自从您当了董事长 就没给我们下达工作内容啊 魏坤理直气壮 插腰问道 公司不是还有几个 公众号和视频号码 摄黄疯了 我们养的水军 和评论区作者呢 水军因为政策进去了 至于评论区 昨天就一个活人 还是卖骗的 魏坤头疼的揉太阳穴 我明白了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 李小雅 李小雅昂首挺胸 答了声道 然后歪头呆呆地看着魏坤 魏坤无语道 你不是夜班吗 没事闲得跑白班 来干什么 李小雅心虚地低着头 小声说道 老板我错了 错哪了 我不该选预言家 魏坤觉得 他是不是应该对公司内部事务 进行一次从上到下的严格整顿了 他本想再说点难听的场面话 可张张嘴 骨子里的平等 怎么磨旁不到黄老爷高高在上的强调 而且也是他做老板的失职 在先你跟我过来 魏坤对李小雅说道 大步在前 回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说实在的 李小雅签的是视频与主约 现在却干的是房管的活 这是魏坤觉得 有些对不起李小雅的地方 他想做出补偿 你懂网络游戏吗 嗯嗯 李小雅点头 微微一正 突然醒悟 内心不禁暗喜 难道老板良心发现 要搞一个网络游戏题材的短剧 让我来当女主角 魏坤清了清嗓子 白天你没事做的话 那就做网络赔完吧 给公司创创收 你妹可好 李小雅眼角一抽 试图反抗暴政 老板我声音条件不好 因此以前直播做不起来 说话声不吸引人 声音不好听 想吸引人 好吧 我帮你解决 魏坤神秘莫测地笑了笑 他决定 先从李小雅开始 让公司事物走上正轨 给他狠狠赚答不溜 那个鬼境 他是扛不住了 但总不能 还饥渴到 对同性还上下起手吧 魏坤想着 不禁为自己的机智点了点头 李小雅呆呆愣愣地 接过董事长魏坤 亲手盖章的任务书 他内心实际上是很纠结的 年纪轻轻 就能混到独立办公室的员工 除了财务部的会计 能火速走上人生捷径 提前享受独动待遇 免费三餐和劳动体验课 在三十岁之前 就把采缝刃机 这活完的那叫一个熟练通透 放眼全国 这样的打工人有几个 可谓是灵毛凤脚 恐怖如斯 李小雅最开始 甚至怀疑过 自己是不是要被包养前规则了 不过 根据他对老板魏坤的暗中观察 他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确定 他有贼心也没贼圣 乔魏坤一天天的苍白脸色 虚得像是被真空吸尘器全功率 狠狠操练过 李小雅坚信 魏坤给自己安排独立办公室 是看中了他的工作能力 而不是他倾国倾城 千娇百妹 锦心秀长的美丽外表 他的办公室 门牌号是A104 智能锁的面部识别功能 可能是坏了 识别不出 也没见有师傅来修 李小雅暗暗吐槽了公司的抠门 掏出钥匙 坐在沙发椅里再次发呆 游戏赔完 能赚几个钱啊 他想着 觉得要么是公司穷疯了 要么是老板魏坤 别有用心在憋坏水 赔完行业 算是近几年 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领域 行业大概细分为三类 比较传统的 是企业背书的大平台 有捞日狗 笔星 同于讲成机制完善 类别划分清楚 完美地实现了老板多花钱 赔完少赚钱的 共同富裕目标 然后则是某英谋手某瓜的 视频评论区 贴吧的跟帖 或是相关论坛的版面 这种也叫私人赔完 好坏随机 和抽盲盒差不多 有较高概率抽到 升卡加英老爷们的特殊SSR 最后一种 就是赔完团 以信信 扣扣群 或是个体公众号为核心 组成的小型赔完平台 姐姐牵头 妹妹加盟 屋中奸商赚差价 但要缴纳一定的入门费用 随时发展为 集体作战的杀猪盘 对想要进一步发展的老板 痛下杀手 堪称老板春梦毁灭机 李小雅叹了口气 她能理解 公司想要多元化发展的想法 但幸福呼吁有什么 要实力没实力 要技术没技术 除了一个当家主播红妹 其他都是跟着蹭惊艳的死混子 但李小雅认为自己不是混子 而是至关重要的辅助 她百无聊赖地 调试着耳机和麦克 确认无误 又开始发呆 好想红 好想出名 好想当大主播呀 这时 魏坤发来信信 升卡准备好了 你先试试 李小雅精神一阵 能先做点事 总好过发呆 她期待地 等着变身软件 下一秒 看到魏坤同时发来了 手机和电脑的语音通话申请 李小雅将信将疑地接通了 然后看到魏坤的指挥 你对着手机说话 电脑就有声音了 老板 你这真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话李小雅当然是不敢说的 她耸得很 生怕得罪了老板被打入冷宫 在也无缘合同里 说好的女主角李小雅 试探着出声 喂喂喂 声音震动转化为电信号 在通过网络抵达魏坤那边 然后经过了某种很奇妙的处理后 回到李小雅的电脑外放 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喂喂喂 声音黄梨清脆 元气十足 挑拨新弦 李小雅打了个机灵 浑身酥麻 她觉得这声音似乎有些耳熟 倒不是音色 而是风格相似 总感觉声音的主人 憋着一股忧怨 想要发泄而不得 她猛然想起了 哪里听过类似的声音 红妹 不过有所不同 红妹的咬字发音更短 断句停顿偏男性化 带着股男女通吃的音气 而这声音就要软眠许多了 李小雅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道 老板 难道昨天红妹也是你 不是 没有 你别瞎说 魏坤坚决否定 李小雅愣了一下 大脑强大惯性 呆呆地继续说道 也是你安排的软件吗 电话那头 魏坤重重咳嗽着 既然声卡条是可用 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李小雅如梦初醒 那个老板 他嘴唇动了动 犹豫道 我能不能用这声卡直播呀 赔完不能给公司赚到什么钱呀 他试图站在公司盈利的角度 说服魏坤 魏坤淡淡道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除非你去整容 让别人认不出 你是杀鱼八十一姐 让你去试试赔完 又不是让你真的去靠赔完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老板 你是员工 因为看问题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李小雅咬牙切齿 他最恨八十一姐的称呼 总让他回忆起 那个挪用香火打赏的大傻笔 害得他被同事笑了好酒肉施菩萨 那也不能做赔完 我起码也算办不大主播 李小雅还在挣扎 魏坤无奈 道 我先问你 当今网络什么最赚钱 李小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放贷 我是说正常人做的 帮别人放贷 你在想 能赚大钱 少数垄断集团都在做的 嗯 禁止让别人放贷 魏坤五额 抬高声音道 是二次元 二次元啊 妹妹 小说 歌曲 影视 游戏 最火热的市场 就是二次元 懂不懂什么是二次元 他想着 总不能这问题都能答错吧 合法软色情 李小雅声音疑惑 顿了顿 愁愁道 隐晦性暗示 还有想象力恋童 停 你真是个不是天才啊 魏坤叹气 行了 我让你去做陪玩 就是一个影子 等一下 我会安排你去DL平台 找个中等人气的游戏主播合作 试试看 能不能打开些局面 最终目的是 借助陪玩 来给公司引流明白吗 你在DL平台的公司账号叫 小喵爱于于 性别女 17岁半 我这就把账号密码给你发过去 等等 为什么是17岁 还有个半 法律边缘更刺激吗 魏坤再次沉默了 李小雅很多时候呆呆的 说话不过大脑 堪称人形派大星 可她总是能一针见血 拒拒暴击 搞得魏坤看不透她 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了 马上开始了 你赶紧去准备吧 魏坤无奈道 幸福护鱼的一号专业直播室 魏坤看了眼红衣 女士怀中的鬼镜 重重摇头 鬼镜很喜欢魔旁活人的声音 痴迷到了形成被动的程度 只要有人说话 她就会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 不过 魔旁出的声音 也会带上鬼镜特有的音色 撩人心弦 称怒忧怨 指纹小秘书告诉魏坤 鬼镜的限制条件 是照应 此时 紧紧搂抱着鬼镜的红衣女士 达到了照应的条件 按理来说 鬼镜应该是被完美压制了才对 可她依旧有微弱的能力 可以影响现实世界 刚刚在上午 魏坤就发现 鬼镜开始影响现实的迹象 十三层隔壁的金融公司 有个女员工在卫生间昏过去了 不一会 就叫来了救护车 急救医生说是重属性脱水 因为是同层 所以魏坤格外留意 她凭借出色的视力 看到单架上女员工的左手手腕处 隐隐有一朵红斑 她自己的左手 在使用鬼镜时 也产生了类似的红斑 这当然不是花柳病瓶禁关系传播 按照小秘书说的 鬼镜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就是超了几百年保质期 红斑半小时后就会消散 如果不知实情 寻常人只会当作皮肤过敏 只有魏坤知道 这是被鬼镜入侵过身体的特征 而他作为受害者之一 就被狠狠入侵过 趁着五修人少的功夫 魏坤检查了十三楼女卫生间的镜子 如他所料 在镜子面前 他深深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彭佛随时会在红色木门后 走进一个恐怖身影 大声尖叫着有流氓 好在 魏坤是个闯入女卫生间 却没触发野外BOSS的信任 他检查了卫生间镜子 右手产生了微弱的吸收鬼气反应 这说明 这面镜子曾经被鬼镜影响过 从而导致那名女员工陷入昏迷 甚至差点脱水死亡 至于具体过程 魏坤不愿意再详细想象 思绪回到了直播室当前 魏坤沉思着 无论是红衣女师 还是鬼镜 都需要较为苛刻的条件 才能将其限制 并且隐藏着 随时可能触发的急死条件 红衣女师的急死条件是 直视她的双眼 一旦触发 丁望将立刻失去大部分效果 鬼镜的限制条件是照应 急死条件不清楚 但看她镜面破碎的凄惨样子 不知道是被红衣女师打碎 还是本就是碎的 有可能是损坏的缘故 鬼镜暂时还没有表现出 强烈的攻击性 最起码 没有像红衣女师这样试杀和恐怖 她隐隐约约 意识到了 鬼公司的意义 不仅仅让她人生翻身的手段 更是在压制着 这些恐怖的诡异存在 用世俗的手段 将诡异控制住 不让他们喂活人间 魏坤突然有种 大义凛然的使命感 她念头通达 似有思路清明 看向红衣女师和鬼镜 嘴角自信一笑 不再惶恐 迟到 她看见从鬼镜中 钻出一只细长白皙的鬼手 鬼鬼祟祟地摸向了麦克风 卧槽她还来 魏坤像是见了鬼一样 面露惊恐 急步暴退 拉开一道安全距离 还镇压鬼意 光是这个鬼镜 她都扛不住啊 鬼手消失在了麦克风处 五分钟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您招聘了 D002号鬼员工昏镜 昏镜的愿望 得到了极大满足 愿意加入到鬼公司的 幸福大家庭中 C级厉鬼 因昏镜 二分之一 严重破损 有神志 擅长磨庞 操控 声音具有极强的蛊惑性 因为是残缺且破损的状态 极大降低了她的危险性 最令魏昆在意的 既不是严重破损 也不是 二分之一 而是 这东西竟然有神志吗 魏昆脸色一白 嘴唇站立 岂不是 那次他是故意的 他在玩我 算了 不再想了 魏昆听着麦克风另一头 李小雅的惨叫声 不禁为他捏了把汗 过了一会 透过语音通话 李小雅声音颤抖地 低声对魏昆说道 老板 我 我肚子疼 今天能不能休息一下 你怎么了 魏昆明知顾问道 我 我痛惊了 李小雅一咬牙一跺脚 声如闻难 一会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别 李小雅尖叫着 随后他气若悬丝 道 不用去医院 让我歇歇行 告诉那边的主播 我身体不太舒服 等一下 等一下就好 话音未落 魏昆看到那只鬼手 慢悠悠地从麦克风钻出来 心满意足爬回到了鬼镜 隐没在了近况于撞雕纹 鬼镜镜面 隐隐有光泽流动 似乎很满意 很舒服的模样 原本隐隐外泄的黑气 也收敛回到了镜面中 而这泄露的黑气 就是造成之前13层隔壁公司 女卫生间诡异现象的元凶 魏昆常常出了一口气 感同身受下 他难得心生愧疚 微微感动 真是一位懂得为老板 分担压力的好员工啊 他想了想 对手机说道 小雅 我向你保证 等公司还清欠款 立刻给你做大女主的项目 啊 那边李小雅似乎十分震惊 招聘软件上说 我们公司千万流水 没错啊 不过暂时是负的 那楼下早餐店的人说 总有银行经理 往我们公司跑 放心吧 只是几个催款的 那我的大女主项目 马上会有的 李小雅沉默 似乎在抓狂 过了好久 才再次出声 咬牙道 老板 我要你保证 你发誓 好 发誓什么 魏昆极为诚恳地说道 李小雅深呼吸 在深呼吸 将所有不满 化作一声怒吼 通通熏泻 新卫的 你给我发誓啊 公司特喵的 能不能买点正常外设 耳机漏电就算了 麦克风为什么也漏电 刚才人都给我电骂了 真的骂透了 魏昆嘴角一抽 是漏电 而不是闹鬼吗 婚禁到底做了什么 才会愿望极大满足 魏昆真的猜不到了 但他想着小时候 踩到店门的感觉 不禁为李小雅的职业态度 肃然起敬 既然我发誓了 你也同意了 那么现在可以工作了吗 魏昆的话语 在李小雅听来 犹弱恶魔 李小雅用力垂桌 他死死盯着麦克风 大喊淋漓 面色通红 咬住嘴唇 为了大女主 为了出名 李小雅 你要忍耐 要忍耐 屏幕右下角的企鹅图标跳动 滴滴滴 Ctrl加Alt加Z 换出聊天框 我是Dily游戏主播何无安 请问你是陪玩小喵爱于鱼吗 一个漫画青年头像的扣扣用户 对李小雅问道 与李小雅联系的主播 叫何无安 是Dily平台的游戏主播 房间号2246006050万人气 直播间屏幕右下角 长刘海 死于眼 五官还算端正 半个帅哥 但气质深沉古怪 他本是默默无闻的小主播 有次意外接了个宣传 陪玩平台的商务单 游戏间隙 他讲起了小时候经历的鬼故事 生情并茂 把女陪玩吓得花容失色 女陪玩害怕极了 想必卖 又碍于工作而不能 最终竟是彻底崩溃 放弃交流 边放大悲咒 边在语音里 用尽他大专军训的毕声所学 大声唱起了打把归来 当那一天来临 和强军战歌 所声道是农村后半夜 怪异的敲门声 投气的曾爷爷托梦 又声道是 日落西山红侠规 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可谓是人到哪就要 把织布建立到哪 相当于回魂的曾爷爷 响应号召 敲门托梦 鼓励曾孙子入武报效祖国 于是 何欧安一战成名 凭借天生出色的整活能力 很快爬升为直播区的 中上游主播 这单子的公司 叫幸福护鱼 没听过 何欧安看了眼 陪完的DV账号 小喵爱于于于LVE 注册时间是前天 只发布了几个鲨鱼平台 某直播间的录播 一看就是企业账号 幸福护鱼那边 要求他尽量宣传这个账号 隐隐流量 对他怎么操作 没有做出限制 何欧安这就放心 可以让他自由发挥了 他边等待边看着录播视频 看到视频中的主播叫做红红 档音很好听 是标准的主播男中英 稍显深沉 久久没回话 何欧安不耐烦地搭搭 点击着鼠标 直播间观众开始刷新弹幕 安子 今天又要折磨陪完姐姐了吗 每天随机挑个倒霉弹 上回给那个女陪完 吓得直喊爸爸 笑死我了 我也好想有同龄妹子 喊我爸爸呀 你不对劲 何欧安看着弹幕 低声笑道 你们别瞎说啊 我可没故意吓人 只是把我经历的分享给大家 信不信吗看个人 亲身经历可还行 上个月说女鬼敲门 这礼拜就遇到鬼鹰 靠接盘去模式吧 安子哥哥 你能不能再讲讲 你小学暑假和八尺姐姐的故事啊 等了这么半天 这次的陪完小姐姐呢 弹幕才刷出 语音另一头终于传来了声音 你 你好 声音弱弱的 像是害羞的兔子 然而 轻烈如山泉溪流的妙慢音色 顿时在直播间里 激起千层浪 声音太好听了 哇 肯定是极品 我听到这声 就有一种浑身触电的感觉 是初恋 李小雅看到触电两个字 银牙咬紧 很想骂人 要不是为了魏坤许诺的大女主项目 只谈今天的经历 她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但她尽职负责 干一行爱一行 堪称职业榜样 行内翘楚 可谁能想到 那麦克风会漏电啊 李小雅浑身湿透 她紧了井身上的沙发扑盖 压下火气 轻言轻语道 我什么游戏都可以玩的 她本来稍微逊色的声音 在鬼进的转化下 变得格外好听诱人 引人遐想 像是有小手 轻轻挠着心头 痒痒的 不由地生起燥热的火气 何无安还沉浸在野燕的声音中 如梦初醒 哦 那我们打打双排吧 她冷静下来 熟练地打开客户端 然后将ID发送给了李小雅 游戏开始了 跳伞 找枪 杀人 舔包 大家关注的 却不是游戏内容 而是何无安的整活能力 何无安这边舔包 凤城 李小雅正专注地打着游戏 她技术一般 却一点都不想摆烂 反而集中注意力 尽量跟上何无安这种高手的节奏 不至于成为拖累 我以前在凤城工作过两年 后来遇上点特别的事 不敢干了 何无安故作悬念 李小雅下意识回了句 遇到什么事了 那年 我上网时认识了一个叫本地女网友 她说自己很闷 想找人陪陪自己 我和她聊着天 打开相册 看到她漂亮极了 就问她是不是本人 然后呢 她承认了 我那叫一个高兴 无意间加了个女神女神 还很热情 火热地聊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她邀请我去她家见见面 她说她离异单身 生意失败 身边没有朋友 想让我去疏导疏导她 但她太主动了 你知道吗 我怕是仙人跳 李小雅渐渐来了兴致 追问道 然后呢 你去了吗 去了 因为她很真诚 告诉我真名 还主动提供了家庭住址和电话 我一看距离不远 就回消息说 马上就去 然后就开车去了她的住所 何无安顿了顿 话语中略带一丝不安 我一路急迟 不瞒你们说 年轻小伙子 满脑子都是对艳遇的幻想 当我来到那地址所在的住宅门口 刚要抬手敲门 突然看到 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 我还没来得及想 对面住户的门开了 一个老太婆 从门缝里伸出头来 看不清脸 嗓子沙哑 问我来这里干什么 这时弹幕纷纷刷着有点害怕 不对劲 李小雅也不禁慢下动作 对门的老太太 和你还说什么了 我说来看朋友 那个老太婆摇摇头 说对面本来住着一个女人 人已经不在了 两天前警察才来过 然后这老太太冷冷盯着我 看得我浑身发毛 合完吞咽口水 深呼吸沉声道 深更半夜 我当时人都吓傻了 不敢想 恨不得再多出两条腿 跑回车上 还没冷静下来 就听到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来电显示 正是那女网友 我接通了电话 她问我 你怎么还没来 直播间寂静 一股恐怖气氛蔓延着 李小雅被这故事深深吸引 感同身受 手心微微发凉 一个不存在的网友 一次午夜的诡异邂逅后 本已死去的女人 再次拨来了刺耳的铃声 她刚准备开口 询问何无安后面的事 她却突然听见 有人用自己的声音 在语音通话中轻声道 她其实已经来了 这不是我在说话 她来了 她是谁 难道 李小雅愣了下 随后 脸色差那见白了 她慌张的左顾右盘 狭小的独立办公室 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心头一颤 直播画面里 何无安摇摇头 你先听我讲 她露出深深的后怕 接着说道 她问我 为什么没来的时候 我吓得手脚发软 你们知道吗 那种状态下 根本使不上力气 我鼓起勇气问她 幻想着 会不会是自己看错了地址 敲错了门真会起 那女网友 又在电话中 重复了一遍地址 然后问我 你为什么不见见我 我吓得立刻挂断了电话 何无安声音颤抖 带着急剧后怕 我赶忙回家 在噩梦中度过一晚 第二天出门上班 偶然发现了路边公告栏上 一则协查通告 被害人的照片 正是约我见面的女网友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一条来自她的语音 我鼓起勇气 手指颤抖着点开了语音 听到她悠悠地问 你为什么不见见我 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静默 如此真实 有代入感的故事 让许多喜欢在网上交友 聊天的人 都感到了一股异样恐怖 是啊 谁又清楚 在屏幕的另一侧 与你款款而谈 交流甚欢的是真实的人 或许当局三间七口的诡异 正以另一种难以察觉的形式 存在于我们之间 这时李小雅 带着一丝害怕的颤声问道 主播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她这副被吓到了的模样 让何无安内心暗笑 内心不禁得意 但她还是以生情并茂的语气 说道 我发誓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虽然我不能确认 这到底是一场恶作剧 还是一次毛骨悚然的玩笑 可我相信 有些东西 我们虽然看不见 她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李小雅泛起哭腔 求求你 不要再说了 直播间 观众看到女陪丸 被吓成正模样 何无安亲身故事的恐怖烟消云散 幸灾乐祸 转而调侃动动起 瑟瑟发抖的李小雅 节目笑过来了 妹妹 你也怕鬼啊 主播请加大力度 还没哭呢 何无安看着暴涨的在线人气 和礼物流水 更加得意 她想起了 刚刚在李小雅公司账号看到的录播 她突然压低了嗓音 对李小雅说道 小喵 知道吗 后来我又遇到她了 但不是在电话 而是在一场直播中 在那次直播 我手脚冰凉地看着 本不存在的她 赫然出现在直播间里 我看不到她的脸 可我能想象得到 那天夜里敲门时 风条深处 似乎有一只猙獰的眼正看着我 我还深深记得 那个女网友的网络昵称 叫做红红 啊 你不要说了 真的不要说了 李小雅爆发出惊惧到极点的尖叫 似乎是要崩溃了 她真的来了 她气若悬丝 说道 办公室里 李小雅尖叫后 死死捂着嘴 瑟瑟发抖地看着 正侃侃而谈的何无安 她敢用后半生的事业发誓 自己只说了前半句话 而那后半句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声音 却与她绝无半点关联 此时 语音软件里出现了 不该存在的第三者 李小雅猛然记起了 那天在红红直播间看到的幻觉 她差一点用水果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不过 她不认为那是主播红妹 而是一个潜伏在网络中 真实存在的厉鬼 李小雅是此时直播间唯一的知情人 只有她清楚 此时何无安低利直播间内的诡异 本能想让她切断语音通话 远离危险 可她的责任心 若红旅大中轰鸣 告诉她 绝对不可逃避 李小雅鼓足勇气 主播 刚才说话的人 真的不是我 你一定要小心 有任何不对劲 快逃 何无安听到这话 没来由心头一凉 随后忍俊不禁摇头道 观众老爷们 这回的陪玩小姐姐 很会搞笑过 开始吓唬起我了 弹幕也被这反转逗乐了 666 小姐姐会玩 先说她来了 然后失口否认 你在拍鬼片吗 这时 何无安的角色死了 正当何无安打算 开下一把游戏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语音聊天中 想起了自己的说话声 我知道她来了 她就门外 何无安笑容逐渐凝固 她似乎明白了 李小雅话语的含义 语音通话中 存在一个神秘的第三者 既不是她 也不是李小雅 那么会是谁 弹幕不清楚原委 还在叫后 主播也入戏了 演得不错呀 像那回事 门外 那你去看看呗 万一是个大美女呢 何无安手脚冰凉 她张张嘴 没发出声音 忐忑地坐了一会 就听到李小雅 与自己的对话 她想念你 你许诺过 会给她一个结果 门外她等得太久了 我应该去看看 不是吗 何无安终于理解了 她面露恐惧 牙关不停发颤 谁在说话 门外究竟是什么 何无安虽然喜欢讲鬼故事 但她是不相信这个的 她鼓起勇气 握紧拳头 面露一丝挣扎 低声道 不就是去看看吗 做剧罢了 现在的科技多发达 什么变身软件都有 看一眼就是了 骂的 她骂的 她站起身 脸颊可见汗滴滑落 深呼吸三口 何无安走向了客厅 站在房道门前 不安地看向猫眼 猫眼外一片暗红 看不清楚楼道里的景色 随后 暗红如潮水般褪窃 露出了真实面目 是一个女人的眼睛 充满恶毒与怨恨地 与她隔门相望 何无安下的摊坐在地上 手脚并用 试图远离房道门 然而让她绝望到极点的是 房道门的机械锁缓缓转动 似乎正在被从外面开启着 滴答的钟摆声 正残忍地倒计时 就在这时 幸福呼吁的一号直播室 正环抱着婚禁的红衣女师 微微转身 紫色眸子 冷冷凝望着 正连接何无安直播间的麦克风 魏坤听到了提示声 鬼市部部长 红衣女师发现了可招聘员工 是否招聘 红衣女师的反应 让魏坤寒毛直述 任何一个老板 能拥有红红这样一位 业务能力极强的人事部 HR 是值得庆贺的好事 意味着可以压榨更多的好材 给老板的法拉利进度条 点了加速按钮 但也要看是什么公司 招聘的是什么玩意 如果说王多瑜得到装强和大聪明 是得到了卧龙凤厨 那么红红对于魏坤 就是袁绍得了郭图 W一喜或珊妮若 黑藤泰军聘来假队长 抛开业绩不谈 节目效果这块 向来是直接拉满的 又一个鬼 魏坤的牙根子 这叫一个藤 这特喵的是网红公司 殡仪馆走亲戚窜门 都没这么平马 无论是贪婪成性的红衣女师 还是饥渴了几百年的色皮鬼境 或是说话刘半杰 就特喵地欠擦屁股的指人小秘书 放出去 都是围惑一方的恐怖怪物 现在又要来新人 魏坤有点顶不住了 他只是想赚点小钱 过上别墅 靠海的平静生活 他才28岁 他有什么错 他看向红衣女师 红衣女师上半身抱着鬼境 裙摆威胁 下半身两条 惨白长腿横沉 这时魏坤为了直播 硬生生掐根掰到了镜头底下 过程中凶险异常 差点就彻底激怒了 这个贪婪的母老虎 姿势不好看 可能带点委屈 但都是为了观众啊 魏坤还委屈呢 他伸出食指 试着对了对红衣女师的后背 红衣女师眉理他 转了半圈 再对身侧 他还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麦克风 像是魏坤朋友家那条 看到飞盘的金毛 魏坤再转半圈 改错为抓 第三下 庞佛碰到开关 空气温度骤然下坠 冰霜凝结 红衣女师猛然转过头 漂亮到妖衣的五官 隐隐有扭曲形变的趋势 脸色越来越黑 像是一个待人而逝的深邃漩涡 魏坤老实了 正当他满脸纠结 由于要不要切断语音通话时 小秘书坑坑唧唧地从门缝里钻进来 不等他白普怪笑 就被手机眼快的魏坤一把抓在手里 魏坤露齿森然一笑 秘书是吧 你今天再不给我个说法 我下次看东莹新闻就不带着抽了 指认小秘书难得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脑袋的部分紧急集合式地皱成一团 颤颤发抖 沙口董事长 你有大兵吗 小秘书试图挣扎 不停抽抽 庞佛随时打过去 可小小的他 哪里敌得过体质得到鬼印章强化的魏坤右手 眼看魏坤右手不断往腰下边靠 他尖叫着 放弃挣扎了 低下脑袋挂 请标这样 董事长您问 魏坤立刻出声问道 我是董事长 能不能决定鬼员工的人事任用 红衣女师又想招聘鬼员工 但我不同意 因为每个鬼想要限制住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说话时 他又忍不住瞄了眼鬼境 指认小秘书无声叹气 肩肩小手一摊 您可以试试 后果自己担 魏坤喝道 什么意思 话给我说清楚 说着 他一脸严肃地开始解枯腰带 小秘书惊了 他不理解 那还连着语音通话 正在直播 甚至在闹鬼 你在这边解枯腰带想干啥 放得里刨出出信吗 这XP也太特妙地怪了吧 下一秒 他就明白了 你要是不想以后 被指人界耻笑 沦落到承载己异的因果业里 你就给我老实交代 什么叫后果 我自己担 如果我拒绝了这次招聘 会发生什么事 魏坤的极限运动挑战 让小秘书只躯一震 终于想通了 他连忙在身上展示文字 语速迅速 刷新的比弹幕都快 别别别别别 随后 文字断断续续地 连成了一段完整的话 鬼公司对鬼异存在 天生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您看那些活人明星 不也像苍蝇钉鸡蛋一样 总想搞个国家编制吗 鬼公司就是鬼异的编制 鬼异分为两种 一个是自古存在 又解释不通的怪异现象 一个则是亡死者 怀有巨大怨念 留存于世的恐怖厉鬼 无论是怪异还是厉鬼 这些鬼异都可能会消散 出于存在的本能 无论是否拥有神志 他们都会歇斯底里 竭尽所能地 汲取掠夺人间的养分 这也是为什么 鬼异现象总是会扩散 最终无法控制 但在鬼公司的鬼异 他们是永生的 当红衣女师 试图接触那个厉鬼时 他就感知到了 鬼公司的存在 如果您拒绝了这名鬼员工 他宁可吊死在你家大门口 也想得到这份工作 魏坤骂了 他算是明白了 这什么网红公司 分明就是厉鬼妙妙巫 自己不仅是董事长 还是这帮嗷嗷逮捕的厉鬼们 唯一的幼儿园中班老师 为什么不是大班 因为大班都会自己换裤子了 红衣女士还不会 甚至还要魏坤亲自给他喂饭 否则就哭着嚎着要出去 随机挑选幸运倒霉蛋 填饱他饥饿的小肚肚 一想到拒绝了厉鬼求职 就会有一个或红或白的细长身影 吊在你家大门口 吐着长舌 满脸鲜血的幽怨难难 老板 求求你给我一个工作吧 不发伙人发明币也行 漂亮国大萧条时期 都没这离谱其境啊 什么叫资本把人一化成鬼 这话说得太妙了 妙到魏坤有点痛彻心扉 魏坤不想再向招聘 红衣女士那次 跟厉鬼在公司玩牙通牙 他嘴唇颤了颤 艰难点头道 我 幸福护与董事长 魏坤同意招聘 鬼师部部长 红衣女士对您的决策十分满意 希望得到您半条大腿 作为绩效奖励 是否同意 同 我同你奶奶的腿 好在魏坤反应快 及时收住了话茬 话音一落 直播室荡起一股沉重的压抑 气温骤降 空气磅佛冻结 鬼进的镜面边缘 黑气收敛 似乎在畏惧着 魏坤变了脸色 仓促撕下小秘书半条腿 战斜写下不可杀人 让鬼口吞咽 拍向了红衣女士 红衣女士精致好看的唇角微微上扬 缓缓抬起一只白皙手臂 伸向了与低利主播 何无安相连的麦克风 平息室 某居民楼一个男人 惊骇地坐在地上 连连后退 那是什么玩意 何无安拼命吞咽着口水 他顶着防盗门 缓慢旋转的机械旋钮 脸色惨白 如果到这时候 他还想不通 那这么多年的影视剧 就算白看了 跑 跑个屁 热身运动 然后放血更快吗 何无安在这时候 想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凄惨思法 他内心绝望 自知逃生无望 可脑海中 有股玄妙声音 若中辅作明 或许 我能成为世界直播界的传奇 网络是有记忆的 新世界 第一个有记录可循 被鬼干到的倒霉蛋 我虽然死了 但我的名字 还活在网络中 第一里是坟地 直播间是墓碑 然后全世界都特娘 能看到老子的慕志明 何无安发出一声 凄厉惨叫 手脚并用地 爬向了摆放直播设备的卧室 他不想在太平间 被几个法医指指点点 猜测着杀卵主播的奇妙思法 他要发出最后的声音 让今晚的直播 轰动事件 最后的鬼故事 上演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看到何无安 先是离开卧室去开门 不一会 就四脚着地地爬了回来 替泪横流地 对着镜头大喊 家人们 我见鬼了呀 世上真的有鬼 我在猫眼看到了一个红眼珠子 他想要进来杀了我呀 直播弹幕沉默了一会 随后如潮水般疯狂刷新 6666666 牛P 真是好活 安子 你该去横店发展的 安老师 你就是当代范高达芬奇 视频不火不是质量问题 可能你需要死一死 何无安看着流水般刷新的礼物 直播间 AI语音 不停地感谢着观众们的礼物 感谢酱油送出的 444个小花花 感谢二老板 送出的18个告白花圈 感谢损人 送出的10个蓝金宝盒 感谢傻傻的 幸福送出的66个 这个好爱 星光恋人 真的火了 他突然有种 瞻仰仪容 亲朋水里的感觉 花圈 小河 恋人卢要素齐活 就差死一死了 这些礼物多少钱 何无安大脑下意识做出运算 六万七千八百八十四块零五毛 身体本能的双手合十 鞠躬喊道 谢谢家人们的知 刹那 一股寒意涌上驳梗 让何无安猛然意识到 差点忘了 屋子里还有个特别观众 他不敢回头 何无安死死攥着摄像头 抖炉筛康 嘶声哭喊道 真的有鬼啊 我要是骗人 立刻就被鬼找上门 不对 他妈的已经上门了呀 直播间的观众老爷们 有道是驱魔师 遇鬼者吗 求求你们救救我啊 这真不是节目效果呀 AI语音无情念叨 感谢果除送出的一个桃木剑 主不爱你哦 何无安感觉到身后那身影 逐渐靠在了自己后背上 冰冷刺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呼吸开始困难另一边 李小雅也傻了 他看着直播间里 何无安惊恐的模样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直播间里出现的那个诡异声音 绝对不是他 也不是何无安在恶作剧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有鬼 而且那个鬼 正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杀了何无安 李小雅在语音里大喊道 跑啊 他急得不行 可无能为力 忽然 李小雅又想到 刚刚的声音是说 外面有人进来 是在提醒 也就是说 两者可能并非同一个存在 他对着麦克风喊道 不管你是谁 他遇到鬼了 求求你快救救他 没有回复 静悄悄的像是沉默 李小雅心头电光一闪 等等 如果语音中的不是鬼而是人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还有个负责调试升卡的员工 正像是看俩大冤种一样 看着他和何无安 在这表演撞鬼戏码 可是 李小雅狠狠摇头 直播镜头中 何无安快窒息了 他死死抓着桌面 彭佛桌子下有股力量 正要将他死扯进去 要死了 何无安从嗓子里挤出一丝声音 眼球翻白 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梦想 他要成为世界互联网上的传奇 他要给世人 留下一个困惑不解的千古谜团 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 张嘴大好道 我和家镇守江山 八部奇门 奈何转世重修 神功未成 我与你们这些黑山厉鬼一脉 势不两立 我师妹小喵会给我报仇的呀 李小雅惊浪 这又是什么三流影视剧本啊 平凡男主播身负隐秘 等男主角得知你的死讯 然后发愤图强 去斩妖除魔吗 为什么要提我呀 麻痘都不会拍这种恶俗剧本的呀 如果是假的 撞鬼是节目效果 这个叫何无安的主播 就是直播界的不是奇才 堪称药水哥的接班人 可如果是真的 他就不是奇才了 而是旷世妖孽 是用生命娱乐观众卯颜 给普罗大众 书写黑暗故事的直播界艺术先驱 他将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是让民俗局的调查员 翻遍卷宗 神秘到查阅所有资料都毫无结果 一连老人看手机表情的 无法理解的 厉鬼克星 八部奇门 何家传人 就在何无安自己以为一副慷慨就义 是邪魔于乌的英勇 实际上鼻涕泡过河 像是汉奸求饶 马上被八爷枪毙时 直播间推流断了 卧室里 何无安拼命蹬着腿 那披着黑沙的身影 即将将他拉扯到深邃的黑暗中 突然 窗外月光骤然化作星红 整个房间陷入到奇异的红色光运中 何无安几近缺氧 眯着眼睛 模糊的视线中 他隐约看到窗外 云雾翻滚 有一座山从云雾深处浮现 不 不是山 是一只巨大道笼罩半片天空 惨白色的手 何无安眼睛睁到最大 眼球倒映出那恐怖的手 逐渐逼近 似乎要将整座小区握在掌中 气温降到最低 窗户表面开始凝结冷霜 他的思维停顿了 就连大脑的活动都被诡异地凝固 如坠冰枯 何无安甚至听不到 那黑沙身影的恐惧尖叫声 等到他再次朦胧地睁开眼 不知道过去多久 摸着身子 是吗 随后他瞳孔一缩 死死盯着地板 看到地板上遍布的指甲滑稽 庞佛有什么曾经拼命挣扎 惊恐到了极点 可依旧难逃一劫 脑海甚至不敢回响 何无安颤抖地点了一根烟 难难自语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何无安保持着抱头敦防的姿势 听了一晚上 祖国军魂 祖国主义号 和钢铁洪流进行曲 红旗飘飘 君号响 剑已出鞘 雷鸣电闪 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向前进 向前进 可能是祖国军魂大于痴魅亡凉 女鬼也怕意大利炮 一晚上相安无事 直到防盗门再次被敲响 咚咚 何无安心头一颤 他满是惊恐地向大门方向望去 查水表的 门外喊道 何无安这才放下心来 也多亏是清晨的阳光 温暖明媚 给了他充足的勇气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猫眼 没有星红的怨毒眼睛 是个头戴鸭舌帽的年轻小伙子 正一脸不耐烦地拿着水表登记单 胸前挂着社区的工作牌 何无安长出一口气 将他撞翻个跟头 眼前一黑 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特警 凶猛地冲进来 即把97-20防爆枪 对准了何无安的脑壳 用防爆盾将其牢牢夹在中间 随后其余特警 快速检查了所有房间 对领头的王队长 做了个OK的手势 何无安猛了 真是查水表啊 我是平溪室调查局的王队长 这是我的证件和搜查许可 王队长展示了他的警官证 和许可证书 然后目光炯炯 盯着何无安 你是迪雷平台的主播何无安 王队长一身黑色战术装 K71式面部护具 带着单眼 BNVD1437号微光仪 全副武装 根本不像国内警察 更像是北边国家某些灾难片 常出现的特种部队形象 何无安呆呆地点着头 他经常玩战争题材游戏 认得出微光仪的模样 微微疑惑 大白天带微光仪 不怕被晃瞎眼睛吗 王队长看向他的临时副手 从云海市调来的吴源 示意他继续追问 性的温和身份 让何无安稍稍放下了警惕和不安 请坐 他让队员给何无安拿来椅子 两人面对面 在一群特种警察的围绕下 开始了简单的问询 吴源坐在了避开阳光的阴影中 他抬起头看向何无安 何无安这才看到 吴源黑色的瞳孔微微发红 像是用眼过度的疲劳 又有点像红眼镇吴源 打开平板电脑做笔录 轻声道 接下来 我会问你几个简单问题 你只需要如实回答 是或者否就好 昨晚你在迪雷平台 10点35分 开始了游戏直播 并与一个女陪丸进行互动 对吗 是 你在直播中 声称遇到了鬼怪 并且向观众求救 对吗 何无安看了眼吴源 又看了看周围严肃的特警 犹豫地用力点头道 是 吴源若有所思 继续问道 在直播断流前 你声称自己是 何家传人 八部奇门弟子 黑山厉鬼克星 镇守山河是这样吗 何无安一不做二不休 再次用力点头 坚决道 没错 好的 我问完了 吴源站起身 看了看平板的信息 低声对王队长 而语道 这房间没有异常 找不到任何民俗痕迹 比我们处理过的现场还干净 警报仪也没反应 测谎器证明 这小子在吹牛逼 信息部查了他家族谱 网上整整六代 不是带路党 就是伪军头目 有知名大汉奸 有高级叛徒 还有知识反动分子 他这家谱 自称镇守山河 保护国家什么的 属实有点违背祖训了 何欧安听到这话 慌忙便解道 祖谱的问题 我可以解释 我爸曾经问过我妈亲子鉴定的事 我妈说 亲子鉴定想做就做 有95%的 可能是没问题的 这还剩5%的意外情况呢 一位调查员 端着便携战术电脑 向王队长示意 报告队长 我们调查了目标的刺盘录像 八倍速比对 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王队长和吴源点了点头 这时又有调查员 在卧室大声回报道 在卧室地板上 发现了古怪抓痕 两人立刻冲进卧室 发现抓痕的调查员 指着地板说道 抓痕中只有核弯体验痕迹 没找到其他DNA线索 像是用某种锋利物体 随便划出来的 很可疑 但无法辨认图案 等等 吴源目光一凝 他俯下身 趴在地板脸颊紧紧贴地 再望向划痕 发现在这个角度 能够成两行蚊子 蚊子细长 只有该角度才可见 第一行字是救命 吴源轻轻读出 房间内的气氛顿时一变 王队长恍然变色 逃出配枪 谨慎观察四周 其余特警也面露紧张 呼吸加快 在这寂静的房间里 清晰可闻 他们都是民宿局的专业调查员 经历过众多恐怖的民宿事件 自然清楚 这两个字背后的可怕含义 气氛紧绷成了一根笔直的弦 随时崩断 只见 吴源表情难以置信 缓缓读出了第二行字 众人纷纷变了脸色 我不想进公司上班 王队长 他也学着吴源趴到地上 重新读了好几遍 神色古怪地站起身那玩意 也想躺平 王队长满脸怀疑人生 难难自语 真是离谱他妈 给离谱开门了 这咋看都不像是那东西刻的 吴源吴语道 要么是马同志和恩同志 在下面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要么就是这小子纯纯逆天 众人想象了一下刻字时的场景 一个大男人 撅着屁股 抓痕的体液 可能是眼泪 也可能是口水 要么是痛哭 要么是傻笑 刻下了这两行深情饱满 痛速上班的抓痕 有种脑干缺失的美 王队长深呼吸 隐隐咬牙道 我们调查结束了 结果证明 您与国际犯罪组织没有关联 非常抱歉 打搅到您的正常生活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今晚请您恢复正常直播 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特喵的 才不要开播 何无安面露惊恐 拼命摇头 无缘淡淡道 你不直播自证 等观众产生误解 那你就是涉嫌宣传封建迷信 马上就是当地公安来找你了 王队长重重拍了拍 何无安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哥们 以后少吹牛逼 吹大了 会被查水表的 特警们拍了照片 然后纷纷离开 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何无安摊坐在地上 许久 他像是猛然想起了什么 连爬带走 来到电脑前 打开扣扣 寻找一个联系人 小喵 对 小喵他能证明 李小雅睡眼惺忪 听到办公室电脑滴滴的响 他昨晚单惊受怕的手了好久 也没见何无安再次出现 直到迷迷糊糊睡过去 直播间虽然断流了 但弹幕没有断 观众解释说 这个主播何无安 总是喜欢讲鬼故事 搞节目效果 也不是第一次了 属于惯犯 李小雅想了想 确实有可能是在演戏 他自称在猫眼看到了红色眼睛 可直播画面里 什么都没有 只有他自己 在做下人表情 最关键的是 昨晚幸福呼吁的头牌红妹准时开播了 虽然只是秀了秀眉腿 没唱歌 也没讲话 让众多老色批倍感失望 但直播热度依旧居高不下 最高热度72万 足足有七八万的礼物进账 午夜当的观众 已经逐渐习惯了 12点过后 红妹的陪伴 不过 关于让红妹露脸的呼声 也甚嚣沉上 在直播间里 分化形成了眉腿党 听歌党 和颜值党三大派别 颜值党的人数逐渐扩大 大有占据直播间多数席位的趋势 红妹明明还在好好直播 怎么会是那大傻子说的网聊女鬼啊 李小雅想着 她也为自己睡过头 没能帮红妹管理弹幕 而微微自责 看到电脑右下角何无安闪烁的动漫头像 李小雅就气不打一出来 何无安 小喵 我被查谁表了 小喵爱鱼鱼 活该 何无安 不提这个了 我昨天真的遇到了一个巨恐怖的鬼 不对 是两个鬼小喵爱鱼鱼 哦 好厉害 白眼 JPG 何无安 你怎么也不相信我 一个红眼黑杀鬼 一个他妈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老大了 他真的好大好大 小喵爱鱼鱼 很大 呵呵 地还是一 何无安 反正给我吓晕过去了 你小心点 最近不太正常 我怀疑网络上全都是鬼 鬼在偷看我的直播 傻屁 李小雅冷笑 关闭聊天窗口 双手抱胸 鬼偷看你的直播 你怎么不说 鬼在直播呢 他不是怀疑过某种可能 但在李小雅看到 何无安发了一条兄弟们 我很害怕 九点直播聊的最新动态后 果断将其划分到职业席经的范畴里了 伸了个懒腰 李小雅感叹着自己妙慢身段 怎么就不红火 分明是大女主的体质吗 他突然接到了市场部小杨打来的电话 小雅姐 老板给你的项目 火了 昨晚连卖互动后 你的公司账号小喵 碍于与粉丝疯涨13万 第一位热搜第四 我们上传的视频点击量平均10万 点赞 投币和收藏比例接近90% 数据报表几乎是一条冲天曲线啊 不愧是老板亲自请来的外援 小雅姐 我服了 论节目效果 您是专业的 小杨言语诚恳 感叹道 以后公司要是有新项目 小雅姐你绝对是项目核心 保证能红 李小雅被小杨捧得神采飞扬 翘脸微红 他谦虚道 都是公司的一员了 我也是为公司做贡献 没什么的 哦 既然咱们是同事关系了 小杨顿了顿 那你能把鲨鱼平台花小喵的礼物钱 给我退了吗 我外甥小孩子不懂事 随便刷的 李小雅表情一黑 立刻挂断电话 他推开门 穿过走廊 来到开放办公区 此时上午九点半 员工们都忙碌着 敌尾平台账号的爆红 还要抓紧运营 维持住当前热度 没能找到老板魏昆 李小雅还想邀功 谈谈大女主的事 顺便为昨晚 没能照顾好红妹道个歉 魏昆人呢 他疑惑着 听员工说 自从早上打卡 就没见到老板 董事长办公室的门也锁着 谁也没敲门 因为魏昆严肃吩咐过 无论什么事都不要打搅 更不允许员工进入董事长办公室 和公司直播室 所以 没有人会出新东家的眉头 此时 幸福护于最东侧 也是最里面的一号直播室 魏昆提起裤子 自从他用解开裤腰带的方式 威胁小秘书说实话 他就再没精力去管裤子的事 整个夜晚 红衣女士 都处于一种恐怖的亢奋状态 不停地撕扯着手里的黑砂球 时不时尝试大张嘴巴啃咬 把黑砂球下的疯狂尖叫 满地逃窜 黑砂球 就是被鬼市部部长红红阁下 亲手抓来的新鬼员工 看样子 黑砂球似乎不情愿魏昆能清楚感觉到 红衣女士对不能一口闷了 黑砂球非常不满 五官发黑 逐渐有失控发狂的危险趋势 他只能选择立刻开播 用几十万人气的丁望来限制他的行动 也因此保住了黑砂球一条小命 直播间 玉腿横沉 娇羞扭捏 魏昆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黑砂球像是被蹂躏的少女一样 躲在直播室角落里 衣衫蓝绿 满是破洞 瑟瑟发抖 迟到天亮 红衣女士在收敛起凶性 恢复到手掩面颊的诡异战姿 这一次 他是用腿夹着鬼镜 依旧不肯离开鬼镜半步 黑砂球似乎也失去了活性 像是拖地用的烂布 摊在墙角一动不动 只有指人小秘书 还在偷笑 他在白天也能保持活跃状态 只不过他平时更喜欢躲在打印机里 魏坤盯向小秘书 我怎么怀疑 你在骗我 你不是说鬼都想要鬼公司的编制吗 这个鬼分明是被红衣女士硬生生抓来的 他差点被吓死了 指人小秘书可无辜了 他怂怂间 总有不上镜的懒惰家伙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魏坤风轻云淡道 我趴着帮红红拨大腿 可是憋了整整一晚 指人小秘书本不想说 他痛苦挣扎着 隐隐有股力量迫使他 必须回答魏坤的问题 他身前文字连成一句话就是 他是现代诞生的厉鬼 和古代诡异不同 所以不知道鬼公司的满天好处 是他自己犯傻 指人小秘书像是说错了话 两只小手毫不犹豫地撕开了脖梗 化为满地凌乱碎纸 回到了打印机 魏坤静静地看着那堆白色碎纸 原来鬼公司 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吗 见红衣女师进入到停机整顿状态 魏坤难得片刻喘息之机 看向红衣女师心有余悸 自言自语道 不愧是公司认定的贪婪天赋所有者 他对人气 鬼气 活人 死鬼 真是通通来者不拒啊 红衣女师的贪欲无厌 以及他表现出的 对其他厉鬼的碾压性力量 让魏坤内心对他的警惕越来越重 当下 鬼公司 或者说幸福护鱼 最大的定时炸弹 就是红衣女师本尊 这还是魏坤有意识地控制着红衣女师的食谱 若是让她放开了吃 多少人命也不够甜的 因此 目前鬼公司的核心事物 不只是赚钱还债 更重要的是 将红衣女师牢牢控制住 绝对不可以让她逃到鬼公司外 失控发狂 魏坤想过 要不让红衣女师EVE 下下那些催债的银行和高利贷 随后她就放弃了这想法 在事情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前 遵守人类社会的规则力大于弊 她也不想惹祸上身 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还有一点 魏坤早先就查阅过 幸福护鱼这几笔贷款的质押合同 她发现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东西 签署质押合同的法人 不是二舅老爷 而是一个叫韩子生的人 韩子生将幸福护鱼的一些网络知识产权和实体项目质押出去 套取了巨量资金 除此之外 还包括三样隶属于幸福护鱼的价值不菲的古董百件 分别是一把纸伞 一个古代抄本 和一个玉琢 纸伞看样子是明代工艺 保存难度极高 价值不菲 抄本名为 金刚萨朵说平纳叶家天成就以鬼经 搜索结果为藏传密宗的古代抄本 玉琢最为神秘 以图搜图找不到线索 只知道年代久远 但非大家之作指点小钱 魏坤起初以为这些是二舅老爷的遗物 所以他才硬着头皮 先承下了债务 想办法经营公司 将这些东西赎回来 算是他唯一能做的 对二舅老爷的报答 随着对鬼公司的深入了解 或许这些比幸福护鱼还要久远的古董 隐藏着更多秘密 其中 玉琢和部分网络知识产权 被质押给了那家叫做诚信商行的高利贷公司 直散和古代抄本 和几个查阅不清的实体项目 则暂时扣在农业银行 魏坤试图联系过韩子生 可这孙子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询问老员工 他们说韩子生是以前的总经理 年纪大约四五十岁 是个特立独行的好人 对待下属宽厚仁慈 韩子生在董事长过世后 便一蹶不振 没几天就彻底失踪不见踪影了 在追问韩子生的家庭背景和住址 所有人给出相同的回答 我不到啊 魏坤表情严肃 这人身上绝对藏着秘密 找到他 很多谜团迎刃而解 甚至有可能是幕后黑手 他笃定 在手机备忘录 真重地写下名字 刚写到最后一笔 就听见红衣女士无脸哭泣的姿势 似乎有所动作 他往前攻了攻身子 嘴巴裂开 骤然张开到极致 然后吐了几样东西 呕吐完毕后 便露出舒适的表情 趴在鬼进身上 再次陷入沉睡 鬼也会消化不良 魏坤打量着 那坨黑红色的不知名物体 扒拉着 能辨认出来模样的不多 有半个国内手机 国内品牌 然一把格洛克手枪 还有张残缺的身份证 其余腐烂破碎 共同点是 每样东西上 都布满了整齐锋利的牙印 看得出 红衣女士牙口不错 不用后期矫正 魏坤捡起那张身份证 嘴角一抽 姓名 韩子生 果不其然 有谜团迎刃而解 最起码韩子生消失的原因 找到了 值得庆祝 一个活在大长包小长里的幕后黑手 通过金针菇和西瓜子 暗中操控世界运转 这可能吗 还好红红是小仙女 只吃不拉 偶尔像猫一样吐两口 不过这说明 韩子生可能存在的大长计划 破洞而出彻底破产了 红红吐出来的东西 裹着大量神秘透明年叶 年叶虽是没有特殊味道 甚至有股类似风油精的清香 但架不住恶心啊 谁可瞄得知道 这是人油 还是湿油 或者是红红的 算了 魏坤对这贤礼 戴田的玩意 根本不感兴趣 他的下线 还没中口到突破限制级 费力收拾好狼藉地板 通通销毁 只留下了那半个手机 和还有三颗子弹的格洛克手枪 做完这线 他才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有个新员工 他这董事长 还没亲自见见呢 目光顺着凌乱的挣扎痕迹 他看到了 还在墙角一抖一抖的黑砂球 黑砂球感知到了魏坤的目光 他发出难听又锋利的尖叫 我不要上班 绝对不要 嗯 反自先锋是吧 魏坤过去捏了捏黑砂球 手感绵软 像是个花卷 与其说是球 不如说是一件黑砂质感的裙子 揉成了团 这应该是魏坤 见过最弱的厉鬼了 无名指中指并用 玩了半天 这东西也只是抖得更厉害 然后不停地喊 不想上班 魏坤逗了会 好像把黑砂球玩哭了 他也收起恶趣味 反掌 用鬼口 也就是鬼印章 用力拍在黑砂球脑袋顶上 系统提示音事实响起 恭喜您招聘了 简单神智 本体为黑砂一 喜欢网聊 会占据回答他问题之人的身体 危险程度 极低 提醒 请尽快满足黑砂怨魂的愿望 怨鬼类员工怨念极深 如若不能及时满足 随时会转化为厉鬼类员工 魏坤听到提示 不禁手抖了下 他以前学生时代 最喜欢玩摇一摇 漂流屏和附近的人 按鬼公司系统的说法 网络上那些与你聊得火热的家伙 并不一定都是活生生的人 心生微微后怕 社会发展 鬼的类型也随之丰富了 魏坤压下细思极恐的不安 他产生了些许疑惑 原来鬼的种类 还能细分为怨鬼和厉鬼 毫无疑问 红衣女士与鬼境 是当之无愧的厉鬼 而且还是厉鬼里 段位颇高的那种 可同为厉鬼 红衣女士与鬼境表现出的危害程度 大大不同 前者是鬼公司的当红头牌 兼定时炸弹 后者顶多算是半强迫的 自我奖励工具 看着红红 搂着昏镜酣睡的田镜模样 魏坤猜测 鬼境可能是被红衣女士压制着 并且自身残缺 所以才没显露更大的危害性和攻击性 但是 可以压制红衣女士的 只有她渴望的人气 和时不时投味的血肉了 她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既视感 这不就是 黑袍纠察队 李沃特公司 和祖国人的关系吗 如果不是祖国人享受 并上瘾于沃特公司提供给她的 被社会民众崇拜的感觉 这个喜欢喝奶的心理变态 早就罔顾规则与法律 到处月牙天冲打卡 成为行走的人间 暴死 那鬼境是谁 虚伪仪的暴头女吗 不对 从沛队关系上看 更像是暴风女 黑沙怨魂 就是被祖国人玩弄 临战斗力 XP独特的深海 魏坤点了点头 角色齐活了 就缺少一个 随时做大死的黑袍小队 来挑战鬼公司的权威 同时还差个勾搭外人的星光 和左右摇摆的修影 呸 真会气 魏坤急忙停止胡思乱想 他可不想遇到什么 除谋味道的热血组合 跑到鬼公司里做死 以目前趋势 鬼员工一定会越来越多 到了那个时候 如若鬼公司失控的话 就不是白鬼夜行 这么简单的事了 紧要关头 是想办法满足黑沙怨魂 也就是网恋鬼的愿望 以免怨魂转化为厉鬼 再多出来一个不稳定元素 被鬼印张盖了戳的黑沙球 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红衣女师是无神智类的诡异 黑沙球则被归类为简单神智 不像有神智的小秘书 鬼静和静三将心眼那么多 魏坤尝试着与黑沙球交流无果 这傻卵东西 只会喊不想上班 碰他一下 就是一顿神经质的狂斗 像是网影发作一样 欠点 网影 发作 魏坤扎扎嘴 他逐渐明白了 黑沙球的愿望是什么了 他在内务系统里 喊技术部的李志强 送来一部新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李志强满脸问号 将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在直播室门外 转身离开时 嘴里嘀咕着 新东家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怪癖啊 送电脑都不让敲门 他忍不住回头 看了眼直播室的深红色木门 心头有股难言的压抑和不安 李志强将这怪异感 归咎于职场压力病 唯有努力工作 让老板成功买到法拉利 才能得到治愈 魏坤等脚步声远去 才将直播室的门打开一条缝 将电脑拿进来 飞快关门 连接好网络 魏坤进来的信心小号 他在等待着夜色降临 太阳落山 阳光照不到幸福护余时 幸福护余就会转换为 阴森的鬼公司 在鬼公司内 任何网络行为都不会留下痕迹 白天的等待时间极为漫长 魏坤先后接到了高中好哥们白飞 魔独求是 质疑田瑞峰的电话 白飞就是重提 先是叙旧 然后拐弯抹角地提起了 他下个月月初结婚的事 扭捏的言语中 希望魏坤能给他当伴郎 白飞就是之前 在与鲨鱼平台谈判时 装作猫牙平台的托 两人高中关系不错 三观相合 兴趣又差不多 所以保持联络至今 魏坤没答应 他现在不太愿意出现在熟人面前 因为魏坤通过镜子发现 他的容貌和气质 都在被鬼印章影响下改变着 皮肤更白 不是女人的水嫩 而是尸体般的惨白 身体天生的缺陷 逐渐被修复着 困扰他整个青春期的粉刺 痘印就连胳膊上小时候 被开水烫出的疤痕 统统消失不见了 睡二到三个小时 就不会困倦 胃口也越来越差 魏坤现在每天半顿饭 就能维持身体的最低消耗 不过他发觉 自己对鬼气的依赖越来越重 一天不吸收鬼气 右手手掌和五脏六腑 就会饿得不行 像是有血火在熊熊燃烧 红衣女师 让他感觉很舒服 有种灵魂得到释放的快感 要不是 怕红红睡醒了咬他 魏坤甚至想像抱枕一样 夹着睡觉 想了想 红红吃人时的争鸣恐怖模样 他还是放弃了这危险念头 然后是田瑞峰的电话 田胖子问魏坤 到底得求云英下了什么迷魂药 魏兄弟 你不是给那假小子伺候舒服了吧 他猥琐怪笑着 我看了眼新合同 则则 违约条款相当于没有 直接白送九百万 我明天到云海的飞机 落地就能签 签了当天打款 魏坤表示 他只喜欢穿红裙子的 田瑞峰好心提醒道 你且要小心求云英 他有点疯的 马上是鲨鱼的嘉年华 别让他坏了事 一个广告代言合同而已 跟红妹的光明前途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你 你一定要对红妹好好的 不能借着老板的身份欺负他 魏兄弟 你答应我 这胖子突然呜呜呜呜的 搞得魏坤一脸猛逼 魏坤这才知道 田瑞峰现在是红妹后援团的铁粉 坚定的听歌党领袖之一 在田瑞峰喋喋不休 打听红妹下次直播唱不唱歌时 魏坤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魏坤骂骂咧咧 我欺负他 他连和鬼进欺负我 还特瞄得差不多 夜幕降临 幸福护鱼的员工 纷纷打卡上班 唯一的夜班员工 李小雅睡醒了 他现在吃住都在幸福护鱼 颇有一种 你不给我女主项目 就死在这的决心 李小雅熟练地登陆 红红不红的直播后台 将没用的私信通通删掉 筛选出一些商务合作 或是鲨鱼官方的有用私信 李小雅注意到一条 有点特别的私信 是个头像帅气的 年轻男人发来的 帅到李小雅心脏停跳 身份认证是新兴工会的会长 红妹你好 别人帅胡 非常喜欢你的直播 有办法帮你再加年华一名惊人 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呗 李小雅甚至想帮红妹答应下来了 太帅了 他喃喃花吃到 李小雅将这条私信保留下来 然后将私信和身份截图 通通发给了老板魏昆 信味的 有个傻狗想泡红妹 你看着办吧 他还挺帅的 哎 要是泡我的多好啊 魏昆忽视了李小雅后面 几十个字的花痴 他眉头紧锁 通过简单调查 他发现新兴工会背后 其实就是挖了信服 护于前头牌 逃夭夭的新陈舆论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又想搞事 魏昆黑着脸 转头看向维米的黑纱球 他冷哼道 想网练是吧 然后 用新注册的信信号 向帅胡发去了好友申请 帅胡 人如其名 真名胡帅 作为新陈户与董事长 向文斌的得力干将 人帅 能力强 好评率高 是不可多得的稀缺人才 马上加年华了 吩咐你的事 抓紧点办啊 王阿姨可问了我 好几次你再没再忙了 听到王阿姨 帅胡不经意哆嗦 挂断了向文斌的催促电话 阿姨 明明是王多瑜他二奶 帅胡长出一口气 低头看向手机 信信号的信息提示 如同流水般刷新着 萌萌玉蕾 帅胡 我最近好像胖了点呢 明天来我家 帮我制定一下运动计划吗 甜味菠萝糖果 刚才在路上碰到你 看你和女伴进了餐厅 就没打招呼 但我已经帮你买了 有时间记得联系我 小女女 昨天你把我小号删了 我看着红色感叹号 陷入九九沉思 我明白了 红色代表热情 你想跟我结婚 这群女人 帅胡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不是哥不帮你们 是哥的子弹 只打十八岁以下呀 这时 滴滴滴 一条信信好友申请 帅胡见到申请者的自我介绍 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 眼前一亮 是红红 老板让我挖幸福呼吁的主播 他冷静下来 翻看着信信号的资料 一片空白 朋友圈诱 只对朋友可见 思量再三 决定先通过看看 即便是骗子 也只是浪费点时间 好友通过 帅胡决定主动出击 斟酌片刻 发雨阴道 不好意思 我的我的 该我主动加你好友的 我犯的错误 能不能让我弥补一下 有什么苦恼的是吗 方便的话 可以跟我说说的 按照套路 这时候该轮到女方好奇追问 但这样就按和他准备的话术技巧 被话题牵住情绪 结合帅胡出众的外表 最终一步步落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另一头沉默着 帅胡很有耐心地等待 他甚至没有心思去理会 其他女人的聊天 但也因此 他没能发现 手机按下暂停键 所有信息都停在了两分钟前 他通过好友申请的刹那 手机屏幕闪烁 有道黑影一闪而过 帅胡被吓了一跳 眯起眼 找不到异常 只当是用眼疲劳出现的幻觉 高档公寓内 只有他一个人 安静极了 帅胡等待着红红的回复 心脏砰砰跳 像是年少无知时 和班上的女神说话的紧张感 他太在意这件事了 不仅是老板向文斌的命令 他对主播红红也充满了好奇 完美到不像人的身材 天使般动听的嗓音 被乐评人评价为国家队级别的唱功 还有那半遮半眼 迟迟未露的真容 无疑不再勾动着帅胡的心弦 让他越发投入 沉迷 等待着 穿过客厅雨过道 几声滴答的水声 打破寂静 声音断断续续 使人心烦 帅胡抬起头 偌大的高档公寓 没有外人 他皱了皱眉 拿着手机起身 想要去找到漏水的地方 可才走了几步 那声音又消失不见了 他满腔疑惑地回到书房 迎面吹来一阵阴寒的风 打个冷战书房窗户 不知何时被从内打开 书被吹动 窗帘打翻了红墨水瓶 侵染桌子上的书页 帅胡下意识 看向被沾污的书页 第144页 他想着 如果能陪伴他死去 未尝不是浪漫 可他会知道吗 孤独阴冷的角落 他不明目的眼 望向窗外 书页十分鲜红刺眼 本有些矫情和俗套的少女文学 此时显得古怪又诡异 窗外两个字沾染着红色墨迹 庞佛有个声音 在耳边轻声低语 提示着他 帅胡猛然抬头看向窗外 夜色里 绿阴重重 杨柳枝条随风飘荡 若女人身姿摇曳 一滴冷汗不禁在额间滑落 帅胡说给自己听到 窗户锁坏了吧 关窗 那股阴寒气息消失不见 书房里恢复了温暖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到了 窗户内的把手上 有一个淡淡的女人手印 瞳孔急缩 帅胡正住了 突然 手机震动 帅胡本就坠坠然的心脏 像是被狠狠抓了一把 骤然停跳 他看向手机 诡异地默认头像 昵称为红红不红的信心好友 发来一条未读的语音 看着那语音条的红点 帅胡心跳加速 哪里不断 帅胡心头警铃大作 可他鬼使神拆下 还是按了播放按钮 心快要跳出嗓子眼 一个婉转好听的声音 忧怨道 我不想上班 说话声和直播间的音色 有所不同 非常年轻 清脆 年轻到正骚帅胡仰处 帅胡愣了下 嘿嘿一笑 随后猛地意识到 这是个机会啊 他看了看窗户 把手上的女人手印 桌面上的红色墨迹 身后卫生间 不时传来的水滴声 真的就是气氛就到了 只等到玩一批这羽衣进来了 帅胡哪有时间管这些东西 未满18岁的红红 不是比这些东西重要多了 他立功心切地 无视了公寓里的种种怪象 他深呼吸 带入暖男角色 贴心道 哎 现在工作是挺辛苦的 我以前和你一样 后来换了这新老板 才算从地狱中解脱出来 其实啊 往往换个环境 就能换种心情 要不我们视频聊聊吧 你就当我是一个陌生朋友 帮你解解心宽 都 发送成功 帅胡耐心等待着回复 他这招暖男大法 无往不利 不一会 红红发来回复 又是一条语音 我不想上班 声音更加优怨 甚至带了些许委屈的恨意 帅胡心喜又疑惑 主播红红 在幸福护鱼 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一肚子委屈 像急了被亲妈批斗 然后躲在被窝厅 月亮传 流泪的熊孩子 就差一句再见了妈妈 今晚我就要远航了 帅胡想不通 但不妨碍他趁热打铁 他先发了张 自己帅脸的表情包 然后温柔道 困难总会过去的 你有难过的事 尽管像我说 你就当我是你情绪的垃圾桶 话没说完 红红如潮水般 发来一条条语音 语音自动播放着 庞佛有个少女在哭诉 我不想上班 他是坏人 不听话会被吃掉 他咬我那里 真的好痛 哎呀 不想上班 不想上班啊 最后声音化为 淒厉的尖叫声 转瞬戛然而止 中文可分不清 他和他 帅胡都听傻了 满脸震惊 幸福护鱼的老板 究竟对红红特喵的干了啥 那画面是小孩子能看的吗 他默默按下录音键 将音频保存 不管怎样 把柄到手了 算是完成了 向文兵交代的一半任务 帅胡沉声道 红红啊 你也不想这些对话 被直播间观众知道吧 语音刚刚发送 帅胡猛地感觉到肩膀一沉 一只纤细无骨的手 不知何时搭在了左侧肩膀上 他呼地转头 面露惊骇 终于明白 那滴滴答答的声音是什么了 一袭诡异的黑色纱裙 血水滴落 沉默地助力在他身后 看不到黑纱裙的四肢 胡肩膀上 不等他做出反应 第二条手臂 抓住了他的胳膊 然后是第三条 第四条 犹若一只长着 数条人手的黑色蜘蛛 慢慢地 在身后降帅胡残忍擒住 画面骇人至极 帅胡双眼暴突 脖梗也被手掐着 恐惧弥漫浑身 如灵深渊 挣扎欲逃 却撞入黑纱的湿寒阴影中 帅胡的喉咙 被一股无形力量遏住 挤出一丝苛刻的绝望痛呼 他拼命挣扎 两腿乱灯 但在黑纱如蜘蛛 边网般的数条手臂中 挣扎得像脊柱折断的小白兔 阴冷气息游走于四肢 他的骨骼 肌肉和血液 激进冰冻 意识逐渐陷入模糊 彻底失去意识前 他听到了一声 忧怨恶毒的嘶吼 我不想上班 你来替我吧 帅胡的世界 陷入一片黑暗 电话铃声 一遍又一遍在书房响起 来电显示 是向老板 向文斌 打了五六个电话 还是迟迟没有回复 向文斌皱了皱眉头 将手机扔到桌子上 道 这小子死哪去了 今晚是嘉年华预热 我还想着 让他和陶瑶瑶互动一下 提前铺垫一下热度 他颇为不满道 秘书弯腰点头 该死 真该死 不如让王仪再给他操练操练了 向文斌重重叹了口气 抬腕看表 他说道 年轻人真指望不上 现在观众 就爱看大家子一起直播的节目 本来晚上帅胡直播 要给陶瑶瑶拉票 我特地请了帅胡的叔叔 婶婶堂妹 什么的亲戚来公司 打算加个直播镜头 给观众打打温情牌 这突然联系不上 温情牌算泡汤了 秘书不同意了 严肃道 老板 既然人来了 就要用上等下 您就当着员工的面 降帅胡那些亲戚请来 当面表扬表扬帅胡的工作业绩 然后再发点奖金 或是荣誉员工之类的名头 最后总结一下漂亮话 其余员工 不得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您这可是 帮他在亲戚面前长脸 员工们会看得到您的体贴 照顾 有这样的老板 真是人生大幸 太幸福了 工作积极性 必须蹭蹭往天上窜啊 废物利用 做做秀 向文斌拍了拍秘书肩膀 大笑道 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 就这么办 替我把帅胡的亲戚喊过去 我等会就来 秘书得了指令 面露欣喜 小跑着离开办公室 星辰娱乐的办公区 员工们还在苦等 晚九点的下班时间 正费尽心思地熬着时间 就远远听见 人模狗样的秘书跑过来 嚷嚷着 都干什么呢 趴着的 起来 拱着的 坐直了 等下有员工亲属 要来公司探访 别给公司丢脸啊 员工们不情不愿地 打起精神 做出努力摸鱼的模样 明明很讨厌这狗腿子 可没人敢吐槽 秘书扯着嗓子喊道 人来了 随后 大家看到大概五六个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的大家子 略带一丝拘谨地走了进来 为首的中年男人 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着装 先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然后才带着讨好的笑容 和秘书握手道 我是胡帅的叔叔 您好您好 您是他的领导吧 平时真是麻烦您了 这孩子没给您添什么麻烦吧 秘书淡淡微笑 轻轻地与男人握了下 然后立刻抽出手掌 也在身上擦了擦手 中年男人不生气 他扯了扯儿子的衣裳 低声道 你一定要好好念书 考上一所好大学 以后才能像你堂哥一样 在这种公司工作 明白吗 帅胡的堂弟 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面露羡慕 他们越是惊叹于公司的豪华装修 秘书内心的鄙夷就越重了一分 直到老板向文斌推门而入 秘书才收起了轻悦的嘴脸 向文斌相貌堂堂 成功人士的气质 一下子就震住了帅胡的这帮亲戚们 他爽朗笑道 欢迎欢迎 你们是胡帅的家属吧 原本我们还打算录个节目 不过他不在这 秘书小声提醒 失去盲宁的重大任务了 哦对 我很看重他 去完成我交给他的重要公司事务了 所以今天才没到场 不过没关系 向文斌拍拍手 在场员工 包括帅胡的亲戚 都看向他 向文斌让员工抬来一个合金奖杯 和一个巨大的支票泡沫板 奖杯上刻着 本月最佳员工 他摊手 是一帅胡的叔叔走到跟前 尽点方便拍照 凡是为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 都理应得到嘉奖 胡帅是我们星辰娱乐的重要议员 外表出色 才艺绝伦 为星辰护于立下汉马功劳 因此 我决定给他颁发最佳员工奖 和二十万元的奖励 向文斌将支票泡沫板 交给了帅胡的堂弟 这个十七岁的高中生 在重重掌声里 紧张的脸色通红 面露一丝为堂哥的激动自豪 小伙子 向你哥学习 等毕业了 也来这上班 好不好啊 好 帅胡堂弟用力点头 眼睛里满是憧憬 我一定以堂哥为榜样 哗啦啦 掌声在响 这在领导看来 李贤下士的剧本 可谓是高潮迭起 员工们却是众生百态 有人面露感动 为老板的诚恳大声叫好 有人痴之以鼻暗暗冷笑 还有的漠不关心 低头玩着手机 突然 市场部的部长 匆匆忙忙闯进来 全然没在意 这临时颁奖典礼 他一脸难以形容的震惊 像是活生生见了鬼 还带有一种怀疑人生的狐疑 部长犹豫许久 猛地一跺脚 沉声道 老板 嘉年华的预热赛 马上开始了 可是 嗯 向文斌不满于这人的眼力 不咸不淡道 那就按正常进行 该开播开播 该打人气就打人气 让那些小主播 用力宣传一下逃夭夭 给明天的正式比赛 铺垫人气热度 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帅胡叔叔陪笑道 老总 要是没别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堂弟低估着 这么急啊 我还没看够呢 这话惹得父亲怒目而视 向文斌目光一动 摇头笑道 不急 打开投影仪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见见咱们新陈娱乐的实力 别 部长脸色大变 刚想出声阻止 然而技术员动作飞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切换到了分屏直播的汇总画面 十几个格子 每一块代表着一位 新陈娱乐的主播 实力堪称雄厚 然而 背对着投影仪的向文斌 却发现员工们 帅狐的叔叔 沈沈 堂弟 大伯 二娘也顺着目光 转身看向占据正面墙壁的投影屏幕 啊 中年男人目瞪口呆 沈沈 大伯 二娘 如遭雷击 秘书本是喝着茶 看到屏幕扑的一下全喷了出来 满脸惊恐 那你 帅狐的堂弟瞪大双眼 正正地看着屏幕上 一身黑纱裙 抹着淡妆 黑长直秀发的漂亮女主播 女主播非常秀气 还带了些英气 着实诱人 如果直播间不叫帅狐小窝最好不过了 血脉相连 堂弟可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认定 直播间里的那朵娇羞水仙花 那就是自己的堂哥 狐帅本人 帅狐的叔叔 虎目含泪 望着向文斌 手指颤抖 老总 这就是 您的重要任务吗 你居然还想让我的儿子也干这个 向文斌满脑子问号啊 重要任务 干这个 有什么不好吗 他不理解 本来办得好好的嘉奖会 大家都怎么了 他也不再矜持着老板架势 随大刘转过身 看向投影屏幕 定睛看去 娇羞的黑长直美少女 正冲镜头眨眼放电 色批弹幕疯狂刷新 如同瀑布 向文斌瞠目结舌 猛拍大腿 卧槽你大呀 他如此震惊 却不主要因为 帅胡此时的离谱装扮 和骨子里的魅惑 而是那直播间的右上角文字 幸福护于新人主播 音响外放 立体声地播放着 星辰娱乐 是以研制区和户外区为主打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主播 嗯嗯啊 啊得怪动静 往日听起来是那么撩人 现在就多少带点异味了 看着黑长直家 哥特风版帅胡 在直播画面里搔手弄姿 好听点叫唇裕 说白了就是青春表 星辰娱乐员工们 满脸呆滞 帅胡的亲属们 目光呆滞 人生观受到了极大冲击 他叔叔 哪怕烈日当头 埋头苦干 从不喊累的中年汉子 红脸羞怒 看着向文斌的目光 充满匪夷所思 向老总你说句话 这咋回事 我侄子鬼伤身了吗 向文斌和他秘书 人正麻着呢 也搞不明白情况了 知道犯错了的市场部部长 早就把腿开溜 气氛越来越怪 直到屏幕上 青春妖妹的黑长直妹妹 名嘴露出一对可爱酒窝 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 谢谢哥哥们的支持哦 请动动你们的小手 点击右下角的预制播预约按钮 我替红红谢谢大家了 甜味起码四个加号 可这特喵的是带把的呀 这么甜 属实是尿里带糖了 有的男员工心里承受能力差 联想到帅胡那张男人 味十足的帅气面孔 当场就吐了一顶 我当他是哥们 经常一起泡桑拿 他居然撕下完这么打 我就说他 怎么不让我看他屁股 呦 帅胡堂弟两眼发直 他脑海中 回忆起了堂哥的钻钻教诲 我愚蠢的哦豆豆哟 想要追上我的话 就学习吧 奋斗吧 然后骄傲地读大学去吧 然后等你有一天 拥有和我一样的文凭后 再来找我吧 堂弟的世界崩塌了 他无比崇拜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堂哥 竟是这般离谱的 妖柔 他要黑化了 堂哥 他彻底社会性死亡了呀 迷茫的双眼 隐隐有勾欲转动 社会性死亡 也算死亡 彭佛下一秒 就会觉醒丧失 亲人之痛楚的万花筒血轮演 堂弟浑身颤抖 有股力量在胸腹间勃发 正当他要仰天长笑 觉醒那神秘力量时 被轻叠一记无情大脑瓢 打算了他的黑化进程 别看了 你要是敢选你堂哥胡帅 我非扒了你的皮 堂弟委屈抱头 眼泪打转 在看向投影屏幕的堂哥帅胡时 反而开始可怜他 他内心坚定 原来成年人的社会 是这般残酷的 我要帮帮堂哥 等回去 帮他发朋友圈 让堂哥的老同学老朋友 集合整个扣扣空间 和朋友圈的力量 一起打赏抬高人气 这样就能赎身摆脱老板的堂哥 就让我来拯救你吧 堂弟目光明亮 暗暗攥紧 拳头硬了 另一边 向文斌脸色铁青 憋了半天 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眼 散了 他狠狠瞪了秘书一眼 颜面都快丢尽了 以后让行业内的网狱公司 那些老总 怎么看待他向文斌 要是正常被挖脚 他还能强装镇定 神秘莫测沉声一笑 反问他们 看没看过 无见到 听没听过 一将功成万古哭 现在呢 哪个大冤种会让当家主播 跑到对手那里 去玩女装无见到的呀 这已经不是向文斌的口味 和性取向的问题了 这纯粹是在挑战 人类的想象力界限 是行为艺术和群众思想的 前卫探索 是震撼网络主播业界的 一场非法核试验 董事长办公室 向文斌勃然大怒 砸碎了好几个心爱的三国手办 拽着秘书领带 拖面怒吼道 给我找到那小子 我呸 那精神变态 我要让他跪着道歉 痛哭流涕地 把背叛的原委 一点点缩清楚 快滚 今晚要是见不到他人 你也别回来了 咣当 秘书被向文斌 一脚揣出了办公室 像条没人要的丧家之犬 向文斌快被气疯了 他面红耳赤 咬牙自语道 魏昆啊魏昆 我真是小看了你 没想到 会用这种手段暗算我 算你有点小聪明 打听到帅胡适一级合同 对接平台 没签在星辰娱乐旗下 竟是让你找到了这破绽 好在电脑屏幕上 显示着佳年华的预热活动中 星辰护于陶妖妖的排名 位列颜值区第二 甚至连西南奶爸珍珍 被他狠狠踩头 屈居第三 向文斌垂砖道 我要把陶妖妖 捧到佳年华的头名 一步一步把你的幸福护余 和什么红红 都变成过气垃圾 董事长 大事不妙了 市场部部长敲着门 看到向文斌的脸色 本想转身就跑 没等抬腿 就被向文斌出声叫住 向文斌本想让他也滚蛋 好在他理智尚存 玉下知道 没必要责怪报丧的乌鸦 他半张脸冷落寒霜 半张脸气得抽抽 硬邦邦道 说 市场部部长脸色焦急 迟疑道 帅胡 啊不对 是那个可恶的女叛徒 登顶延值区 预热活动的人气第一了 还有三十分钟锁热度了 怎么办 他眼看着向文斌 脸色从白转红 在游红辫子的神奇过程 不可能啊 向文斌像是泄了一口气 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按理一百万就足够 我为了稳妥 给陶瑶瑶砸进去两百万 整整两百万 就是为了博客延值区的 预热人气第一 三十分钟 根本来不及了 鲨鱼加年华 分为三个阶段 预热活动 在这阶段 签约公司会提前帮主播打榜 利用其他主播宣传 或是刷礼物的方式 争取各个分区的热度 前三名第二阶段 也就是加年华开始时 这预热前三名 将会得到官方顶级流量扶持 提前进入半决赛的赛道 决出最终的二十个决赛名额 等到最终的加年华之夜 各大分区总共二十名主播 进行最后的PK 热度值第一者获胜 荣获年度最佳主播的称号 以及相关的海量福利 向文斌的计划里 研制分区的第一名 是重中之重 因为他得知内幕消息 加年华的分区预热第一名 将会有长时间首页曝光 甚至多平台宣传的推广政策 他艰难地接受了出战失败 转而心生疑惑 那魏坤哪来的钱 不砸给头牌红红 而是给了那叛徒 难道 他好这一口 向文斌倒吸一口凉气 回忆魏坤那白白模样 不敢再想了 正琢磨着 突然接到了秘书的电话 老板我查清楚了 帮帅胡打绑 打下逃夭夭的 是求是之一的求云英 这封婆子 砸了整整五百万 求是之一集团大楼 求云英表情纠结 像是犯错了的小鹿 对着视频电话 不停点头哈腰 把东营人那套 谢罪甩锅法学到了三分相向 视频画面里 求老爷子 求半山白发向后书 中山庄运烫整齐 显示出其认真严肃 又不苟言笑的性格 他先是沉声叹了一口气 然后略带歉一道 云英 是爸爸不对 我老来的女 一而是做珍宝 将半生梦想 倾注在你的身上 希望你能成为 比我更优秀的人 但这样 却把你养成了 男孩子的个性 自尊要强 不撞男强不回头 比我年轻时 还要执拗倔强 等我意识到这一切 为时已晚 我想补偿你 想还你一个自由的人生 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知道你对我的安排 尤其是那几次相亲 很不满意 骄傲的你 瞧不上那些 自以为是的男性社会精英 我尊重你的取向 可是 求老爷子顿了顿 差点提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声嘶力解道 你去了欧罗巴留学 都学会什么了 我理解你很孤独 很寂寞 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找一个 带把的女人啊 求云英无脸 修到了耳朵跟上 她试图解释 低声道 爸爸 你听我说 够了 求老爷子无力地摆摆手 老泪纵横 是爸爸对不起你 让你不得不这般矛盾 算了 爸爸在这求职你一件事 你要答应我 您说 求云英用力点头 求老爷子悠悠道 年轻人玩得疯一点可以 但千万别留录像 尽量关着灯 唉 您听我解释 我真没想 我的兴趣箱 是完全正常的呀 不等求云英解释 被气到半死的求老爷子 已经挂断了视频通话 求云英绝望了 她呢喃道 我真的只喜欢漂亮妹子 我说我打赏错了人 您信吗 魏坤 求云英重计键盘 想到今天的糗事 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拨去电话 不等魏坤开口说话 便质问道 那黑肠子爷们怎么回事 幸福护鱼 不是只有一个主播吗 魏坤慢条思理道 哦 我们这是多元化发展 正常业务扩宽 我代表莎莎 多谢您500万W的支持 退钱 求云英黑着脸 那是得红红准备的 什么莎莎 我不认识 你恶心不恶心啊 找个老爷们穿女装 周树仁先生说过 我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 就是男人扮女人 瞎编 退钱 反正前世不能退了 砍掉平台和工会分成 到我手也没多少 最多再给你一张红红的侧拍 魏坤你太黑了 500万买张照片 你就说要不要吧 求云英深呼吸 像是自己犯傻了 想给红红一个突然惊喜 结果闹成大乌龙 他努力淡定 讨价还价道 换成正脸的行不行 我怕他吃不消 魏坤像是口误 说了句让求云英 不明所以的话 结束了电话 与此同时 预热活动结束了 当研制分区的排名固定下来 前三名分别是 幸福护余的莎莎 真的不怕黑欧 星辰娱乐的陶妖妖 和大象工会的奶爸珍珍 在外界看来 新人主播莎莎 就是今晚最大的幸运 有老板愿意为其一致千金 在预热活动这种大主播 基本不会参加 而且并不算重要的小环节上 怒砸五百万 捧到了颜值区的预热第一名 除了掌握后台信息的新陈娱乐 和部分帅狐的老观众 看出来 莎莎就是帅狐 绝大多数人 还以为这个黑色长发 少女哥特风的女星人 刚刚来到鲨鱼平台 就大放一彩 女主播们 尤其是以真真为首的老牌主播 羡慕得满腔醋意 他们多么想有老板看中自己 挥洒重金 扶摇而上 可谁承想 第一名被这个叫莎莎的 小浪蹄子抢去了 珍珍在直播间里生嫩气 老娘来来都甩疼了 竟然输给了一个毛肚不齐的小姑娘 她不能接受 本来就被横空出世的 红妹压了一头 现在又来了个叫莎莎的 看样子也潜力十足 更主要的是 还有老板愿意捧她 不出意外的话 莎莎很快就能在颜值区站稳脚跟 成为新的台柱子 珍珍对红妹还是佩服的 毕竟 她拍马也比不上红妹国家队集的唱功 再加上红妹的身材和气质 无人可敌 不用露脸都给观众们勾得神魂颠倒 自己输给红妹不冤枉 珍珍在直播间里 幽怨吐槽道 这沙沙有什么啊 她一不唱歌 二不跳舞 要才艺没才艺 就会傻作着笔心 抛媚眼 我家泰迪训练半宿都能训练出来 要说颜值 我也不差 身材和平板电脑有什么区别 90万人气的直播间 弹幕刷新极快 自从上一次和红妹PK后 她的直播间里就满是黑粉 人家萌啊 有一种说不出的黑暗风神秘感 尤其是笑起来 人都酥了 嘿嘿 这就是主播你不懂了 你说得真不冤枉 莎莎如果不是平板 那才出大事 珍珍发现她看不懂弹幕了 来来来 我给你防管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我说得不冤枉 一个平板妹 有什么可嚣张的 说不出来 你今晚上厕所 碧玉女鬼 一个叫航海学院学生的用户 被珍珍套上房管 电脑前 她愣了下 随后忍不住热出声音 打字解释道 航海学院学生 听说过帅狐骂 珍珍抱胸冷笑道 一个小白脸主播 是挺帅的 难道是那小浪蹄子的拼头 航海学院学生 莎莎就是帅狐 你没男人漂亮 所以说 输得一点都不冤枉 珍珍重重地咳嗽 她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 她是帅狐 老娘输给了一个男人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那种气质 那一拼一促 男人怎么可能磨庞得出 珍珍抓着头发 表情崩溃 直播间 观众却笑崩了 666666 珍珍心态崩了 主播你两个优点 不如一个长处啊 珍珍不服气 甚至有一种被羞辱了的愤怒 她关掉屏幕镜头 在费反迎天 热烈讨论今晚大新闻的主播群里 托人找到了帅狐的联系方式 珍珍盯着帅狐的帅气头像 愤怒地敲击屏幕键盘 打字道 假我好友 珍珍 珍名宋奶珍 是她主播昵称 西南奶爸珍珍的由来 人如其名 正面装甲 珠穆朗玛 直播五年来 因为过于突出的卖点 常被调侃和耻笑 甚至是网爆这种大风大浪 她都挺过来了 可今天 她真的委屈了 鼻子酸酸的 想哭又不想在镜头前花了妆容 为什么 我会输给一个男人啊 为什么 那个男人是帅狐啊 珍珍等待着好友申请通过 深深吸气 桌面摆放着一张表框的直播照片 玻璃反射珍珍微红的眼睛 她正正看着照片 赫然是英俊帅气的帅狐 都说追伏火葬场 宋奶珍对同是鲨鱼台主播的帅狐 方心暗许 隐隐有着别样好感 但她甩来来都想不到的是 自己有一天 会与暗恋的白月光同台较量 并且在勾引老色批这块她最自豪的领域 惨遭失败 她甚至因爱生恨 回想起沙沙的电眼和酒窝 怒从心头 咬牙恨齿道 草泥马 比老娘还骚 我倒要看你怎么说 穿成这样毫不检点 没有半分难得辅导 真该给你送到咖喱国去 扮成蜥蜴 妈的 宋奶珍越想越气 越气越委屈 眼泪止不住地流 泪水顺着珠穆朗玛抵达青藏高原 最终胜利回尸 她开着直播 但是关掉了镜头和麦克风 直播间弹幕还在煽风点火 主播应该是破防了 什么年代 还在做传统直播 珍珍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在颜值 现在观众都喜欢刺激的 而且 她真的好会啊 男人才最懂男人 明白了吗 宋奶珍脸色难看 擦干软弱的泪 她打开麦克风说道 我希望那位莎莎主播 早晚回头 不要步入这条不归路 这时 被套了房管的黑粉 航海学院学生 发了一条弹幕 惊呼道 莎莎关播了 关播了 宋奶珍先愣 随后不禁眼前一亮 她看向手机 那条迟迟没有得到 回复的好友深情 内心难免生起一丝希望 难道 帅狐看到了我的消息 惭愧无地 要改过自新了吗 一定是该死的娱乐公司 强迫她穿上那身裙子 画上歌特装 对观众抛媚眼 万恶的资本 把人活生生逼成了这模样 她肯定是不想的 她还有救 她还是我的白月光 盯着手机屏幕 帅狐的帅脸 宋奶珍嘴角 抑制不住的上扬 像是偷笑 又像是窃喜 刚想打开镜头 再对观众们互动一下 航海学院学生 再次发送了弹幕 沙沙又开播了 卧日 这回玩得好大 几秒后 直播间满屏幕的问号飞过 妈爷 我去瞄了一眼 航海兄弟说得没错 好怪啊 我佛了 真的佛了 只能说是 真真一败涂地 宋奶珍暗娜不下好奇 出声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看不懂 难道是她正常直播了 你们被她的真身 惊到了吧 她急不可耐地 打开浏览器 直奔研制分区 然后找到了 还没刷新封面的沙沙 真的不怕黑欧的直播间 想象中 她不由自主地 戴若帅胡那张 偏偏年少的俊桥面庞 然而 唉 宋奶珍如被雷击 歪头 雕塑般实化了 映入眼帘的是 那标志性的黑沙裙 还是黑长直 还是哥特烟熏装 和小酒窝 要说哪里不同 这回多了乔哥里风 呦 她盯着那将乔哥里风 一分为二的深邃刀疤 震撼的思维停滞了 脑海中有风暴在回响 卧槽 短暂的惊骇震撼后 宋奶珍发出了 凄厉又绝望的女高音 她哪来的这玩意啊 下一秒 您所观看的 奶爸珍珍直播间 已下播 观众们欣赏了什么叫 心态崩盘光速下播的绝活 开心地为珍珍的精彩表演 刷上潮水般的礼物小房间里 胡帅 你特喵的 就是一心理变态啊 我想骗自己 都没法给你洗白了呀 因为你那东西 比我的还白啊 宋奶珍撞弱颠狂 不停地垂击手机屏幕 嘴里念叨着来来 不可能等听不懂的话 叮咚 您的好友申请已通过 他本想语音 可嗓子都被气哑了 只能狂风咒语般地打着字 胡帅 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 我就去举报你 包括你的签约公司 还有这破烂鲨鱼台 我要上告 举报你们宣传银会 他本想发送 停住 仔细想了一下不对 要举报杀杀是银会 那自己算什么 欲望奶牛吗 举报你们宣传售卖假货 巴搭 羞 成功发送 过了一小会 帅胡发来回复语音 宋奶珍连忙点开小红点 听到了帅胡略显低沉 压抑的声音 我不想上班 咦 见到这条文字 宋奶珍名嘴 眼里闪过一丝担忧 他似乎明白过来 帅胡攀登归交乔格里风 并非自愿 而是身不由己 果然没表面那样简单 他换位思考 如果直播公司 要硬塞给自己一座哈利法塔 估计自己也要被逼疯 宋奶珍没关紧锁 打字道 是公司单方面的举动吗 他们要挟你 还是恐吓你 我会帮你的 帅胡沉默着 许久继续回复道 是他 一个很坏很坏的家伙 他在利用我 他想要更多的人 我不想这样做 可是 语音到这里 戛然而止 宋奶珍心慌一急 顾不得嗓子痛 沙哑追问道 他是谁 我叔叔是魔都的大人物 一定能让你摆脱魔爪的 可是什么 十秒 二十秒 四十秒 等待的时间 犹如一整天般漫长 可是 我也喜欢上了这感觉 活人的气息 真的好美妙呀 胡帅的声音越发幽怨 扭曲 逐渐显露出 一个恶毒贪婪的阴柔声调 直到此刻 宋奶珍才猛然意识到 与自己说话的 好像并不是胡帅 而是一个顶着胡帅名头的陌生人 细细 他忽然感觉到 肩膀被一只素白的手轻轻搭着 余光瞥看到电脑屏幕 恐怖的画面 让他说不出话 指尖发颤 屏幕反光中 他只看到一个蜘蛛般的黑色身影 正伸出无数条惨白手臂 慢慢将自己围拢 五分钟之前 幸福互娱 直播室 专业设备运转着 时时温室内度逼近零下 没有人觉得冷 红红熟练地搂抱昏镜 沉静又美好 昏镜一动不敢动 唯有破碎的镜片 彼此间摩擦 发出卡卡声响 小秘书发出阴暗的笑声 他轻轻拉拽魏昆一脚 示意魏昆看 正面文字傻瓜董事长 你好像被偷偷架空了哟 魏昆皱眉 不解问道 鬼镜不会动 被红衣女士限制住了 红衣女士暂时也处于沉睡状态 你说被架空 是指黑沙球可能会擅自行动吗 黑沙球 也就是黑沙怨魂 根据鬼公司的官方描述 危险程度极低 比起A级的红衣女士 看上去就很好欺负的C级黑沙球 怎么都是无害模样 他被红衣蹂躏的凄惨模样 历历在目 而且 他的能力是短时间占据别人的身体 并不会杀害被占据的人 在诡异界 这绝对称得上是善良的小可爱了 指人小秘书却在煽风点火 他吃笑 指着红衣女士 莎莎很胆小 可怕的是他 他忍受饥饿快到极限了 魏昆这才意识到怪异之处 红衣女士最近好像太过安静了 自从得到鬼镜 他就像是被玩具哄骗入睡的婴儿 既不撒泼 也不哭闹着要魏昆为他大活人 这不对劲 根本不符合鬼公司描述中贪婪的含义 魏昆永远忘不了 红衣女士进食后 嘴角那股令人胆战心寒的阴森笑意 用小舌般的细长舌头 一点点将指甲里的碎肉舔尸干净 慢条丝里的如同享受一顿完美晚宴的公主 他绝对是鬼公司最可怕的怪物 没有神志 毫无情感 本能形式 在精致的外表 也遮掩不了他骨子里的 对活物的惊悚贪婪 魏昆差一点就被他骗过去了 原来那天 他撕咬黑沙球 不一定是想吃掉这只怨鬼 很有可能是别有所图 指人小秘书 环抱着魏昆的脖子 贴近耳朵 竟是发出细笑又尖锐的说话声 音色像是镊齿类动物得到神志 口吐人言 鬼公司的七大部门 他已经掌握了其中之一 莎莎要被他带坏了 成为他收集血肉的工具 他在扩张鬼事部的势力 如果鬼事部膨胀到一定程度 那时候你这个董事长 就未必能压得住他们了 只有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 董事长的势力越强 我才能活得更久 魏昆也不会全信小秘书的鬼话 可他隐隐有种感觉 小秘书并不是在挑拨离间 更像是争宠 他在吃醋 对魏昆格外依仗红衣女尸 表达着不满 只能小秘书温柔地摸着魏昆脸颊 细声细语道 董事长 给我也带个章马 我能帮助你 狠狠教训这些不听话的鬼员工 这才是秘书的权柄 秘书和老板说这种话 怎么听都不太对劲 如果是正常OL装的小秘书 哪个老板能憋得住 这般诱惑的邪火呢 但魏昆对A4指是真下不去手啊 同时 魏昆意识到 这句话才是指认小秘书真正目的 鬼印章能赋予于鬼员工部门的任职 红衣女士的额头胸口 都有鬼印章的勾撞灰绩 因此才得到了鬼事部部长的权柄 但也因此受到了鬼印章的限制 要听从魏昆的律令 整个鬼公司 只有系统提示和鬼印章是值得信赖的 魏昆还想得到更多信息 所以 他不会轻易让指认小秘书如愿 盖章的事 以后再说吧 现在不是挺好吗 他故意说道 指认小秘书似乎急迫 他连忙对魏昆而语 声音更小 生怕被红衣女士听到 唉 傻瓜董事长 我实话告诉你吧 真正的隐秘 魏昆目光一动 摒弃凝神 装作不在意地拿起水杯 实则紧张地 关注着小秘书的话语 掌心的鬼印章隐隐流动 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魏昆 惨白指人 也是被鬼公司严格控制的存在 小秘书挣扎犹豫着 来自鬼印章的力量 隐隐约束着他 让他不能够说出谎话 过了一会 他像是下定决心 轻声说道 红衣女士他 想钱归责你 扑 魏昆没喝完这口矿泉水 惊得瞪大了眼睛 不可理喻地看向小秘书 像是被人用力删了一个大笔兜 他本以为会是新秘 隐秘和阴谋 憋了半天是这种小事 呸 什么小事 这才特喵的 是要人命的大事啊 魏昆脸色大变 将小秘书从脖梗拽下来 捏在手里 喝道 你说什么胡话 少跟我打哑咪 真不是胡话啊 小秘书倍感冤枉地尖叫道 傻瓜董事长 难道你现在还没意识到吗 红衣女士 她在筹备自己的婚礼啊 你想想婚禁 再想想帮她去搜刮嫁妆的沙沙 等她准备好 第一件事 就是抢娶了你这便宜老公 卧槽 魏昆毛骨悚然 后退办不到 凭什么 她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死了也要结婚 响应国家政策吗 再说了她看上我哪一点 我改还不成 只让小秘书豁出去了 扯着小脖子 吼道 你改不了的 你是鬼公司的霸道总裁 她这种未经人事的代嫁新娘 最爱绑下卓序 你就是诡异界的当红状元郎 别说是红衣女师 鬼进那憋了几百年的 也想对你图谋不轨 董事长你没发现吗 你也别把沙沙想得太无辜了 她是暂时不懂 啊 魏昆手脚冰凉 嘴唇颤抖 你 你怎么不早说 她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 如梦初醒 为什么鬼公司 已经招了三个鬼员工了 古怪的是 各个都是女鬼 这特喵的 什么弯弯电视剧 什么镜江女评文 贫穷女打工图谋 家豪门是吧 指人小秘书的话 让魏昆终于意识到了 鬼公司的恐怖 每个员工都对董事长别有用心 这谁扛得住啊 等等 我似乎遗漏了什么 魏昆灵光一闪 抓住了一道闪电般的念头 他死死盯着指人小秘书 一字一顿质问道 说这么多 无非是想要我给你盖账 只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就答应你 如实说 不许骗我 你 到底是公还是母 刷了 指人小秘书 竟是拒绝回答 直接给自己撕成粉碎 躲回到了打印机里 草 魏昆骂了句 这已经代表答案了 正当他私如乱麻 震惊的脑如江湖时 直播室里响起一阵沙沙声 转头看去 原来是黑沙球回到了直播室 黑沙阴影中 无数条手臂摆动 裂开一条缝隙 张开千语千寻 无脸男般的嘴巴 吐出一个晕过去的哥特风 黑长直美少女 然后变成球状 慢悠悠爬到墙角 恢复到一动不动的慵懒姿势 隐约有一条猪网般的细线 连接着黑沙球和美少女 系统提示音响起 鬼员工黑沙怨魂的愿望 得到极大满足 获得天赋之网 符合任职条件 是否将其归属于鬼市部 魏昆没急着回答指令 他看了看美少女 看了看黑沙球 他的愿望 难道是抓壮丁 然后自己摸鱼 魏昆被小秘书交代的秘密 搞得头疼 他掰手指头 数着鬼公司的班底 争风吃醋小秘书 职场女强人红红 摸鱼上班族沙沙 还有个暂时充当 震动变声器的鬼镜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多亏有鬼公司规则 和鬼印章的双重压制 这些放在外界 维护一方肆虐人间的怪物们 才显示出 貌似无害的温柔面孔 这就是鬼公司目前的 核心F4了 不对 还有个 魏昆猛地一拍脑门 他低头看向地毯 那里侧身躺着一个 这不会是美梦 参考电影 剑雨的终极反派转文王 图谋数十年 只为罗魔遗体 让自己那玩意重新长出来 魏昆当年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人都惊呆了 多么伟大的目标啊 或是威逼 或是利诱 或是人性操控 让十几位江湖顶尖高手 为你打声打死 辅佐武林盟主 江湖帝王的无上宝座 最后你告诉大家 谢谢诸位鼎力相助 我又变成男人了 我有了我又行了 他还能翘 还会打双截棍 厉害不厉害 屌不屌 也不怪那些属下想反水 魏昆还特喵地以为 这是曙光泌尿难科的宣传电影 所以 不要小看男人 对那种东西的执念 最开始 魏昆只是想稍作成见 既然鬼公司的官方描述里说 黑沙球危害极低 而且不会害人性命 那用来反手恶心一下 星辰娱乐也无妨 他低估了黑沙球的能力 他是不会害人性命 但没说 不会嘎人篮子 起来 魏昆拎起昏昏欲睡的黑沙球 用力在空中抖了抖 让其苏醒过来 黑沙球一脚拍拍嘴巴 打了个哈气 略带疑惑地打量着董事长 魏昆他声调很独特 像是棺材里边吹索呐 自带死亡回音 同时也有点像小奶猫 委屈家田妮妮的嗓音 我下班了 黑沙球理直气壮 他的智力水平 仅相当于刚入职的英界本科生 在公司的主要任务 就是上下班打卡 魏昆抬手指着黑长直 也就是被抓来的帅胡 解除附身 给他变回来 然后哪来丢哪去 不行 黑沙球用力摇头 黑沙群扭扣充当眼睛 微微眯着 再次打哈气道 便不回来的 我摸过他了 魏昆 他嘴角一抽 接着问道 那他的记忆和身体 改造完毕 可以用来上班了 黑沙球低估着 摆出一个高难度的后转体姿势 伸出黑色小舌头 舔势着后背黑沙布料 将凌乱的蕾丝边角弄整齐 如果是近视眼的话 原点看 黑沙球像是一只 正在整理毛发的黑猫 可是 魏昆视力不错 自然看清楚 那根本不是什么舌头 而是几条稍微小点的手臂 扭成的神秘麻花状物体 魏昆试图理解 黑沙球的简单脑回路 什么叫可以用来上班了 给他吃 或者替我干活 就是上班 黑沙球整理好边角 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围米地躺在桌子上 惬意地拉长嗓音 不信你看看 说吧 他身体裂开到小口 伸出条惨白细长的女人手臂 手臂五指垂落 每根指尖分泌一根细线 最终汇聚成一根蛛丝般粗绳 吊起黑肠植 像是布娃娃一样 甩来甩去 场景一时间非常惊悚 如果有第三者在场 就能看到 在冰冷的黑暗中 浮现一条神秘的惨白手臂 悬丝高挂着一个气息微弱的活人 伴随诡异的笑声 血水滴落 化作血泼 魏坤终于明白了 黑沙球的织网到底是什么含义 通过简单问答 黑沙球不耐烦地告诉魏坤 只要有人在网络中主动呼唤他 他本能驱使下 就会去附身那个人的身体 附身的代价是童话 如同母蜘蛛对猎物注入了神经毒素 被童话的人将逐渐转变为 这种傀儡形态 外貌 身体都会丧失 只会保留部分的记忆 和简单的思维能力 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换种更直白的说法 就是黑沙球在制造属于他的鬼奴 虽然没有死亡 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迷失了自我 魏坤还从黑沙球的言语和行为推断出 因为他智商过低 又懒又没创造力 只会根据自己生前样貌 制造相似长相的鬼奴 啊 懒得去想了 黑沙球翻了个身 都囊倒 食物和摄处而已 董事长你好麻烦啊 魏坤深深吸了一口气 难道你会记得自己至今为止 吃过多少食物吗 有多少员工吗 食物就是食物 摄处就是摄处 两者是不需要外貌 不需要记忆 也不需要思考的 也就是说 曾经迷倒万千妇女的帅狐 除了DNA以外 浑身上下已经变成黑沙球的形状了 不仅失去了自我 成为黑沙球的鬼奴 而且还兼顾红红储备梁的艰巨任务 这是啥 可大批量生产的 仿真一比一倒魔吗 慎重 魏坤你一定要慎重 魏坤开始自我反省 鬼公司的员工 没有一个是可用常理去揣测的 他们没有人类的道德和伦理观 完全凭借本能形式 生命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 对于杀害或是奴役一个活人 不会有犹豫和怜悯 一定要小心且谨慎地处理这些鬼员工 好在 魏坤在帅狐的手机里 发下了许多不堪入目 甚至让人愤怒地拍摄视频 这种人的解药 不是心理医生 而是一把漆 62毫米的左轮手枪 这让魏坤本就被花呗套现了的良心 没有逾期 等等 魏坤心头一跳 突然想到 还有个珍珍 他好像也中招了 他抓起黑沙球贺问道 还有个受害者 家属情绪稳定吗 呸 还有个和你聊过天的人 他人在哪呢 黑沙球歪着球 不以为然道 只是轻轻摸了他一下哦 说完这话 黑沙球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不再搭理魏坤 直到魏坤用了第三根手指头 他才不情不愿地颤声吼道 还要好久呢 你比那坏女人还急啊 好久 指的是 真真被黑沙球触摸后 转化的过程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至于坏女人说的是谁 魏坤没敢看此时红衣女士的脸色 生怕又看到一个扭曲的黑色漩涡 信息不多 但有一点是可以实锤了 那就是 这几个鬼员工的关系 并不是很融洽 更像是一种相互制衡 约束的关系 这对魏坤来说是个好消息 午夜档即将到来 头牌主播红红的日常直播 即将开始了 魏坤顾不得去管 那个奶牛 真真什么时候 会变成平胸黑肠指 开始手忙脚乱地 准备起今晚的直播准备工作 灯光 五光板 魏坤本想给红衣女士弄的套 作为意外的安全保险 可红衣女士 如同能感知到魏坤的想法 缓缓180度转头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动作尬住了 看样子 性格开朗的红红 并不喜欢戴头套 她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正式开播 直播画面推送 两条长腿套着黑长袜 在网上则是李月云汉摄 现任当家云锦金巨峰的 瞿疏烟云凤尾裙 紫白相见 煞是鼓风好看 灯光下 双腿扭捏 恰好地显示出 完美的温润曲线 男人最懂男人 魏坤趴在镜头 看不到的地毯 她在泪 当感受着头顶上 那悠悠的目光 在自己身上游离 彭佛在审视 哪个部位最好吃时 就不经精神大振 先是俗套开场白 由随时待命的李小雅负责 开播了 观众朋友们久等了吗 李小雅傍读着魏坤写的剧本 对着麦克风 认真诵读 她此时不是原声 依旧是经过鬼境的二次处理 再放松到直播间的姻缘 李小雅原声不太好听 被直播观众与周姐 并称为哑巴姐妹 但是她在鬼境的声音 只用惊艳绝伦形容 都有点屈材的性质了 声线微颤着 忽近忽远 宛若调皮少女 羞涩地诉说心语 呼吸清晰可闻 挑动听者心弦 若潺潺流水般轻耳跃心 微微动听 荡入心底 李小雅忠实地扮演着 涉事未深的 敏感青春少女的人设 嘿嘿 我哥哥不让我开镜头 一想到那么多人看着我 我就脸上发烧 话都不敢说了 真他妈俗 她心底骂道 可看弹幕的反应 观众们就吃这一套 红红越是神秘 这人设就越是引人遐想 牢牢抓住了观众们的情绪 观众都是红红的朋友呀 魏坤你这畜生 李小雅忍着麦克风的 奇怪触电感 呼吸逐渐加重 努力不让声音 发出什么奇怪的恩娜声 彭佛 那股鬼祟的电流 顺着他的手腕 小臂 胳膊 在绕过精致的锁骨 徘徊周旋 进行二叉数遍离 又像是玩暗黑破坏神的 强迫症玩家 一定要将漆黑的地图 都探索开 攻略了每一处地下洞穴 将其BOSS击杀 才算完毕 你特喵说好的修麦克风呢 嗯嗯 谢谢墨绿谈香哥哥的 十个超级火箭 让你破费了 黑心资本家 赚这么多钱 连个不漏电的外设 都换不起吗 李小雅对魏坤的怨念 越来越深 愤怒到极点 再也按捺不住那股怒火 身体忽然一颤 气得脸色通红 鸣嘴不再说话 弹幕里突然有人问 你们工会的莎莎呢 她今天还给你拉预热票了 李小雅深呼吸 勉强坐起来 看着弹幕 满脸问号 她心中突然有了一种 不妙的预感 莎莎 又哪来的小骚蹄子啊 李小雅找了个借口 暂时关闭语音 她黑着脸 给魏坤打去电话 她像是在质问负心汉 幽怨道 老板 公司什么时候 来个叫沙沙的女主播 魏坤看了眼 正吸收人气心满意足的红衣女尸 又看了看她趴在地上 像条死狗的黑长植 长长一叹 道 没有女主播 哈 李小雅气急而笑 弹幕什么都说了 你还想狡辩不成 办公室金窝藏胶是吧 来是我先来的 论漂亮 我也不逊色那些女人 明明说好了 下一个是我 你怎么能 魏坤又是叹气 是个男的 李小雅闭口无言 良久 她缓缓道 老板我懂了 我知道 以前我为什么不火了 你想通什么了 这回轮道魏坤好奇 因为我常常不够变态 和你与观众格格不入 全是魔证人 全是脑子有洞的 他们只想找乐子 根本不在意 裙子底下有没有手摇拖拉机把手 李小雅大彻大悟 痛改前非道 老板 其实我也可以假装 以前是男人的 你还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吧 魏坤受不了李小雅 这强烈的好胜欲和上进心 他敷衍道 等我找到合适的身体和防管 就让你当大女主 千万投资的大项目 O不OK 他这回没骗李小雅 是真的有项目 等求是 质疑那笔钱到账 再提了最近直播的收益 就立刻开稿 欣慰的 你要是在骗我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有别的事吗 没事继续直播呀 观众都不刷礼物了 我还有个条件 说 加工资还是要福利 请假可不行啊 你特喵的 能不能把那漏电麦克风 给我换了呀 他今天又给我电妈了啊呀呀 加工资 没问题 下个月翻倍 喂喂喂 幸好不好 等会给你回哈 魏坤挂断电话 笑话 员工就是要为老板分担压力 不就是被电两下吗 又少不了几块肉 相比于魏坤的遭遇 那鬼进对妹子 简直是不能更温柔了 他摇摇头 将那不该有的回忆 抛之脑后 又在地板上 硬生生挨了两个小时 才算是完成了今天的直播任务 他刚打算起身 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碰了后脖梗一下 心头亥然 猛地抬起头 魏坤的目光 撞进了一双漂亮的紫色毛子 他终于看到 碰自己脖子的 正是这位女老板的牵牵御手 红衣女士动了 他在仕途接近 他心头狂震 暴退五步 与红衣女士 拉开一个安全距离 魏坤心有余悸地看着红衣女士 意识到问题所在 显然 现在的人气 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贪婪了 要更多人气 必须要更多人去叮望 否则她迟早会对我下手啊 红衣女士未得逞 恢复掩面的姿势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魏坤看着直播统计里 97万的最高人气 他知道 如果想让红衣姐姐安分下来 或许要想更多办法了 这时 地毯上的黑长植悠悠转醒 坐起身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 最终目光落在魏坤身上 温暖的黑暗 犹如母亲怀抱 黑纱裙装的母亲 慈爱地望着她 两只手搂着她 母亲还在织着件黑毛衣 针脚跳跃 彭佛时间都在这一刻慢了下来 真是魏医生 要强的好妈妈啊 她想着 睫毛微动 逐渐睁开眼 意识重新占据了身体 她看到了一个高大威严的身影 浅紫色休闲西装 显露出成熟的商业精英范 里面是青色条状的马甲 还有西装铜色调的深紫色领带 领带棱形的格子中 映着线条 描述的骷髅图案 让原本成熟的气质 点缀了一份年轻的生命活力 这人是谁 她内心泛起一丝疑惑 破碎的记忆 总觉得眼前的人 很眼熟 似乎是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 想到头脑发痛 还是记不起过去的细节了 捂着额头 她低头打量着自己纤细柔弱的身段 白皙纤长的手指 若白葱般好看 不禁泛出一丝见到珍宝般的星系 彭佛这是她以前最深爱 甚至未知狂热的事物 就在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新世界时 那个高大的男人 重重一叹 目光颤抖 像是下了艰难的决心 沉声开口道 我是你爹 听到这话 她目光一动 复杂地望着魏昆 心脏像是被狠狠抓了一把 有千言万语涌到心口 化作男男 下意识说道 放屁 我是你爹 四目相对 铁汉柔情 少女娇弱 都真诚地认定 对方是自己亲儿子 魏昆立声质问道 瞧瞧你自己 你还能当爹吗 你还能生儿子吗 他又是本能般 做出回答 我从来不找能生的 非常安全 他突然皱眉 对脱口而出的话 深深疑惑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从腰往下摸索 似乎在寻找着熟悉的宝贝 魏昆看着黑长直的表现 大概弄清楚了 黑沙球的织网能力之恐怖 帅胡还保留着 非常简单的记忆 但关于他自己是谁 叫什么名字 统统都不记得了 暗骂一声活该 魏昆不客气地 揪着他的耳朵 不顾痛痛地呼声 给他拎起来 翻了建公司仓库里 红红穿不上的JK装 丢给黑长直 说道 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我 他迟疑着 微微缩头 兔子般 晶晶弱弱的 我应该不叫床 然后用一双水汪汪的毛子 呆呆地看向魏昆 咧嘴傻笑 开摆 很好 魏昆叹气 鬼公司又多了一个傻子 不亏是黑沙球出产 智商已经没什么下降空间了 公司的平均文化 从红红的中班 直接被同步到小班水平 通过简单的对话 魏昆摸准了此时帅狐的情况 阿法狗肯定是比不上了 要说 他是Siri吧 可能会把乔邦 主气地活过来 有点侮辱AI的嫌疑 大概是小爱同学 或者是小都小都的层次 心跳脉搏检查 不能说是没有吧 但也很微弱 体温约等于室温 皮肤弹性可以 爽脆弹牙 瞳孔对光反应 比瞎子能好一些 他远远看到 红衣女尸 喊了句好可爱的红皮狗狗 吓得魏昆 差点拔腿就跑 好在红衣女士听不懂人话 无事发生 道路完整与可通行诊断 还是算了 魏昆避嫌 等他自己穿好衣服 等了几分钟 一个标准的黑长直JK少女 从门后款款款爬来 魏昆愣了 喝道 站起来 不准跪 他不情不愿地爬起来 嘀咕着 我记得穿这衣服 要么躺着要么爬呀 哪里不对吗 气 是真多 嗯 玩得挺花呀 魏昆越来越觉得 这黑长直真的活该 属于聂力反馈 遭天谴了 连带着对他的感觉 也从略为一丝 波及无辜的后悔歉意 变成了替天行道的心安理得 在联想帅虎手机里 发现的那些东西 魏昆内心冷笑道 你小子 就准备踢过去 慢慢还债吧 念头百转千回 不等魏昆细想 他特别自然地伸出手 瘫长对魏昆说道 给我钱 啥 魏昆像是听到了 什么匪夷所思的事 瞪远眼睛 凭什么 我找到了红皮大狗 他指着无脸无声哭泣的红红 昂手挺胸 理直气壮道 完成工作 就该给钱 帅胡残留的记忆 在作怪 他还记得老板 向文斌嘱咐的任务 所以向魏昆讨要着报仇 棒 魏昆毫不客气地谈了他一个 结结实实的脑瓜崩 你个小白眼狼 我明明已经给了你宝贵的工作 竟然还好意思要钱 真是事风日下 不知廉耻 呜呜 他抱头蹲下 痛得泪眼婆娑 委屈道 我没抽你 都算是福报 明白不明白 你以为当老板的容易吗 我辛辛苦苦办企业 不还是为了你们 全世界几十亿失业人口 你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你这样 能幸运的有一份正当职业吗 知不知道无业在家 孤独地吹着空调 玩着手机 吃着西瓜 是件多可怜的事 嗯 你要懂得感恩 我 我要告诉家长 他气得小脸通红乌乌抹泪 爬向妈妈黑沙球 魏昆指着墙角 呼呼大睡的黑沙球 威胁道 要是你妈知道你这么不上镜 信不信她 一口气托你二十个大笔兜子 记住 是二十个 她刚才还是梨花带雨 现在变成了鸭子 坐在地毯上嚎啕大哭 委屈极了 魏昆摇摇头 半蹲下身 拍了拍她的肩膀 依依 你是好孩子 努力工作 不要总想些工资啊 福利啊 放假之类 没有意义的事 你有更重要的使命 要为这个世界创造幸福 你会想通的 你也不想 被赶出公司的幸福大家庭吧 一号免费员工 以后还会有兔兔 杉杉 斯斯 五五 依依害怕极了 声泪俱下 死死抱住魏昆大腿 哇哇大哭 求求你 千万不要拧我走 依依错了 依依知道错了 依依会努力的 好孩子 魏昆慈祥的摸摸头 以后你的一名就叫帅狐 好好工作吧 我原谅你了 谢谢老板爸爸 依依擦干眼泪 眼睛红红的 望向魏昆的目光 满是感激 天色渐亮 李小雅顶着一对熊猫眼 满脸呆滞的 看着上班打卡的员工们 中年大叔李志强 迎面撞见他这面无血色 一群白裙的打扮 吓得差点摔倒 小雅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撞女鬼了呢 他镇定下来 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边刷卡边问道 小雅 你昨晚又加班了 怎么累成这样 白天就该休息 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 多喝热水 我在等人 李小雅直勾勾地盯着大门 声音若来自地府 悠悠道 认识谁看了他这副血色全无 操劳过度的模样 都不禁暗暗感慨 这真是一位身残之间 脑子有大病的好员工啊 李小雅在等昨天的狐狸精 沙沙的出现 让他压力十足 凌晨忙完工作 依旧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只要闭上眼 就会出现一个窑窕魅惑的浪蹄子 以华菲那副表里表气的腔调 说道 你这老女人不要挡路 魏哥哥最懂得心疼人了 不像你 只会拖累GD 魏坤才吃过早饭 迎面撞见李小雅微微吃惊 递给他热乎乎的鸡汁包子 李小雅哪里有心情吃 他盯着魏坤 老板 你能不能说句实话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们 魏坤认真的上下打量着李小雅 说实在的 李小雅也算得上是苏杭气质的小美女了 身段气质出众 如果她不张嘴 出声的话 我想当女主 李小雅深呼吸说道 魏老板 我想出名 我到底是哪里没做好 魏坤想了想 李小雅吃得比红红少 跟鬼精又配合得很亲密无间 智商也远高于黑沙球 身材更是玩爆依依那个新来的弱智小平板 这么一看 他好像还真是一块蒲玉 优势很大嘛 魏坤往嘴里塞着鸡汁包子 道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夜班以后有人替你 你负责白班就好 等今天求是之一那边打款过来 我就让企划部给你安排新任务 李小雅竟是没料到 魏坤今天这样好说话 他满脸狐疑 真的 看到老板魏坤郑重的答复 他内心隐隐一喜 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 憋住 不能让欣慰的看清了 他的笑容憋得比萨贝明听 马老板的豪言壮志 都要艰难 李小雅 计划通 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暗闹分配才是正解 我李小雅 距离奥斯卡红地毯 只差半步 大女主 大女主 嘿嘿嘿 李小雅洗了脸 补了妆 美美的模样 在宫位里哼着歌 他甚至不想回到 独立办公室吹空调 他就在这等 等着老板的沉默实现 直到中午 企划部的员工找到李小雅 告诉他 中午去会议室 接待一个贵客 李小雅旁敲侧击 询问贵客的身份 员工告诉他 魔都来的 很有钱 一看就像是作家 还有专业剧本吗 李小雅幸福地捂着胸口 终于等来了 这期盼已久的贵客 来人身宽体盘 面色和善 还留着山羊胡 从体重判断 很符合作家的特征 他笑着与李小雅握手 问道 您是法务部的 不过 我是公司的艺人 您真是太专业了 我懂我懂 业界规矩 是要签保密协议对吗 李小雅笑颜如花 是要保密 但不是这个 这位贵客疑惑 随后道 我大概明白 魏老板的用意了 带身份证复印件了吗 您在这合同上签个字 李小雅对他的工作态度很满意 却装出一副淡定模样 道 会不会太急了 我还没仔细看呢 嘿 求经理亲自订下的合同 您就放十足的心 保证没有猫腻 您也不用怀疑 我们公司的包装和推广水平 绝对业界一流 李小雅眼睛笑成了月牙 扭捏道 我还是看看吧 以前从来没见过 然后 他热烈期待着 看到眼前的贵客 从公文包里 逃出一落纸 摆在面前 定睛一看 咔擦 李小雅镇住了 内心旁佛 有雷雨声轰鸣 魏昆 你真是不得耗撒 田瑞峰点着合同 笑道 因为主播 红红不红保密身份的考虑 因此 这份广告代言合同 需要有幸福护育的 其他自然人代签 既然你是公司艺人 那再好不过了 身份正合适啊 魏总 真是考虑周到 周到 他就是一满嘴 跑火车的畜生 李小雅黑着脸 在合同右下脚签下了 自己的大名 听到身后田瑞峰 还想跟自己打听 红红的近况 他怒火中烧 怒不可遏 光光光 李小雅猛拍 董事长办公室大门 谁啊 门内传了一声 弱弱呼喊 过了会 慢慢打开房门 露出一头漂亮的 黑色长发 以及穿着地摊 JK装的纤细身影 大眼瞪小眼 李小雅记忆很好 认出了眼前的少女 她保持着基本风度 率先访问道 莎莎 嗯 我叫依依 依依歪着头 疑惑地盯着李小雅 礼貌地问道 你也是爸爸的狗吗 哎 信息量也太大了吧 魏昆你特喵的这个畜生 李小雅气地抓乱头发 攥紧拳头 愤怒地闯进办公室 不等看清状况 便破口大骂道 欣慰的你这个心理变态 我真是看错你了 挺会玩事吧 我呸 还想让老娘 给你当狗到处跑 你求老娘 老娘都不干了 等着坐牢吧 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双手起笔中指 F型号型号K 呦 昆昆 声音未落 办公室里 两个男人齐齐转过身 一脸惊异地 左边戴着眼镜的瘦高男人 嘴唇颤了颤 被李小雅这副狂暴姿态 吓得不轻 坠坠道 魏哥 她就是嘉年华视频的女主吗 演技 真的很有生活呢 演得挺像大活人 魏昆也傻眼 看着李小雅发抛 嘴角抽搐 许久 吃一道梁作家 她就是李小雅 可能在体验某种情景 梁熙摘下眼镜 深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 我就是有点好奇 不是干涉她个人兴趣和爱好哈 什么情景 要当狗到处乱爬呢 李小雅傻了 表情实话 坐 作家 难道刚才会议室 那是石乌龙 李小雅后退 再后退 假装没人看到自己 退到门外 然后重新走进来 她眉开眼笑 淑女端庄 冲着屋内二人点头示意 如果她的发型 不像是女患者暴打大夫 然后刚逃出青龙山精神病院的模样 那就更好了 梁熙是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 头发和脸都干干净净的 简单运动妆 微微散发着潮湿的霉味 她不喜欢正眼看人 尤其害怕目光碰撞 庞佛那刹那间的眼神交流 会拨开她脆弱的保护色 将真实又敏感的内心暴露出来 这人是魏昆的网友 认识十几年了 是个小有名声的网络作家 鲁迅说得好 十几二十岁 无所事事又没工作的年轻人 大多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作家 当魏昆听说 梁熙也住在云海市 便有了请她来做剧本的想法 直播也好 短视频 中视频也罢 甚至是 劈开头的好东西 都需要一个有趣又抓人眼球的剧本 因此才能在短暂的时间里 将矛盾与偶然集中起来 产生极好的节目效果 提升观众体验 使其得到情绪上的满足 只有先让观众老爷们开心起来 才能聚拢起稳定的人气 红衣女师对人气渴望的增长 好比是这些年来 网络妹妹们 对男性同胞们要求的提升 后者谈崩了 最多是网爆一下郭南 例如 你蹭我屁股啊 偷耳机啊什么的 在小仙女看来 都是在小不过的事 前者要是没谈妥 魏坤敢保证 自己的三条腿 大概是都保不住了 他也幻想过 万一洪洪只是缠自己的身子 没有想弄死自己的想法呢 后来一寻思吧 这两件事不冲突 魏坤只能欺负欺负莎莎这种小弱智 或是用孩子为由 胁迫小秘书 暂时还压不住女强人洪洪部长 姿势比人强 不得不容忍他下课上的举动 早晚有一天 我要在上面 狠狠压他一头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为了董事长的尊严 和自己的小命 拼了 办公室里 李小雅尬坐在沙发上 造型像是一条 没梳毛的太迪 余光不停在依依和梁西之间游离 依依玩着自己稚嫩的小手 时不时地舔着手指 不时发出怪叔叔的笑 像是心灵得到了满足 不过 在他纤细靓丽的少女外表下 反而有点古怪的俏皮 魏坤重新看向眼前的 瘦弱年轻人 下言轻敲防盗门 一身利落职业妆 翠一声问道 有人吗 等了一会 门内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又是三十多秒 才有个捏着嗓子的成熟声音 鼓起勇气回答道 大人不在家 画面截止 回到办公室 据下言报告 梁西独居也没女朋友 更不可能有孩子 大龄社恐青年吗 魏坤打量着梁西拘谨的模样 敲点桌子 道 小梁 我看了你写的剧本 怎么说呢 总体还行 但你能不能少写一些讽刺社会 影射现实的东西 说到这 梁西激动起来 抬起头硬着脖子说道 我被压迫 难道还不允许我无声狂笑吗 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 我没有嘴巴 但我必须呐喊 魏坤摇头 等他情绪先稳定下来 李小雅终于将头发疏拢好 他很崇拜作家 在他看来 越穷越苦逼的作家 就越能写出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如果按照他的标准 梁西应该早就拿诺贝尔文学奖了 于是 他为梁西辩解道 老板 我觉得大众需要一些 有深度的东西 来填充空虚的心灵 你有多少深度 魏坤偏头 看向李小雅 不紧不慢地 吸了口瑞克武 继续说道 直播和短视频 就是路边快餐 点击是谈拢价格 点赞和红星 是结束好评 收藏和关注是 拿了名片打算 改日再见 大家生活 已经够辛苦了 不需要别人 再给他们心口上插刀子 更不需要有人 帮他们打110喊到的警察 明白吗 李小雅试图反驳 可是 可是我还是觉得 梁作家说的没错 他被压迫 很多人都被压迫 总要有一个人 替这些被压迫者 说话的人啊 我认为我的表演风格 就非常适合 梁作家的文风 这种有深度 有见解的故事 年轻小姑娘 肯定演不出来的 主人公 需要有深厚的社会阅历 说话时 他还不忘 偷偷瞄了一眼依依 看到依依 还在缩了手指头 暗暗放下心来 被压迫 嗯 魏坤长叹了一口气 道 小雅 我这里呢 建议你先跟梁西交流一下 问问她以前是做什么的 又写了什么作品 李小雅从魏坤表情上 看出一些尼端 好像哪里有些误会 不管了 为了大女主 为了出名 李小雅 连卡在洗衣机的那种不愿意啊 李小雅 看向梁西 尴尬地摆摆手 打了招呼 展颜笑道 那个 梁作家 你说因为被压迫 所以从事写作 冒昧问一下 之前是做什么的 梁西有些紧张 扭捏道 我是医生 不怕你笑话 一时冲动 潜规则患者被人举报 所以丢了工作 李小雅 暗暗吐槽 看不出来 这小脑袋小胳膊的竹竿身材 还能潜规则患者 要是放到欧美区 怕是脑袋都能塞进去吧 但她还是得捧着梁西 毕竟是将来公司编剧 她面露理解 玩了玩并脚 继续笑道 谁没有冲动的时候呢 要给人犯错弥补的机会啊 普通人和有钱人比 咱们就是缺少是错的机会 所以才总是碰壁 换种角度想 这也是被压迫的表现嘛 哦对了 梁作家 你以前是什么科的医生 我是兽医 哦 兽医好啊 有爱心 喜欢小动物 啥 李小雅瞪圆了眼睛 她如遭雷击 嘴唇颤颤 那个和猫狗什么的 不太好吧 谁说是猫狗了 梁西摇头 李小雅惊骇 倒吸一口凉气 竟是脱口而出 阿西归 谁说是主动了 梁西又是摇头 WTF 李小雅装不下淑女 坐不住了 她目瞪口呆 那岂不是菊花不饱 梁西面路一丝缅怀回忆 痛心批评道 你又是思维惯性了 为什么不是肚脐呢 李小雅麻了 她看向老板魏昆 如坠冰窟 手脚冰冷 挤出一丝难看笑容 道 老板 梁作家的剧本 我的能力和思想 可能都没做好准备 我还是继续当红红的房管吧 工作挺好的 生活作风只是小问题嘛 这都不影响明星付出呢 你先看看梁作家的 往期作品再说 魏昆将平板电脑推过来 示意李小雅看看 李小雅往远离梁作家的位置 做了做 她不仅怕大夫 还恐真 平板电脑打开着 某红色图标的小说软件 鬼知道那东西 会不会是外星造物 古神低语 说明 逆天极品龙少 开局神医兵王被退婚 李小雅没敢直接点开原文 她先看了眼书平区 挺热闹的 看的人还不少 我竟然倒在了第九章 难以置信 作者已经很努力地描绘 上流社会了 但是他稍指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理解一下吧 没想到我一代毒王 看书十几年 竟然被你这小小毒纹毒死 连三十章都没挺过 作者是不是被抓去关了几年 现在才放出来报复社会啊 不能举报吗 你们都误会了 作者得到负面情绪系统 需要收集负面情绪 为找人骂 开局某点写小说 于是化身梁少写小说找骂 一天系统直接十几 牛逼 金莲 要太苦 我走了 久久无言 李小雅无脸 悠悠一叹 老板 我上辈子是不是得罪过你 您大人大量 放我一马吧 魏坤没说话 看了看梁熙 梁熙笑呵呵的像是没事人 说道 文学创作就是要鞭策 才能进步 我相信等读者们成熟以后 再来看我的书 就会有新的深刻体会了 李小雅觉得 应该没有谁会把自己吐出来的 再吃回去 直到他看见 一一往手心吐口水 然后溪溜溜溜又喝了回去 他的脸色顿时绿了 狗屁幸福护鱼 明明是阿卡姆精神病院吧 这公司没一个正常人 全是精神病 嗯 董事长不是精神病 他特喵的是肾亏 反正我绝对不干 李小雅丢下平板电脑 双手抱胸 无语地盯着魏坤 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没有别的事 我会去工作了 慢 魏坤抬手 叫住转身想走的李小雅 你不能走 他站起身走到旁边 轻轻拽住李小雅 对李小雅低声而语道 小雅 黑红也是红啊 这个梁西就是网文界的壁纸飞 不管到时候拍出来的东西有多烂 观众只会当成是一颗老鼠屎 搅了一锅汤 哪里猜得到 咱们就是在生顿奥利给呢 您真好意思说啊 老爸都玩不出这么恶心的狠活 我不 李小雅坚决摇头 正拖开了魏坤的手 我才不拍这种愤座 对对对 你不是奥利给 你比奥利给厉害 魏坤细心劝说 企图安抚 这炸了毛的花猫 轻声道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这次视频 既是公司业务的扩展 也是为了鲨鱼加年华 公司打算用二到三百万的预算 做一次全平台推广 包括呱呱 斗声 快脚 滴力等各大视频端口 李小雅态度有所松动 犹豫道 可拍这种垃圾视频真的会火吗 魏坤神秘一笑 压低声音道 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司的王牌 红红 难道他愿意出镜 李小雅目光发亮 下意识眼住嘴巴 魏坤轻轻点头 与众心肠道 上次鲨鱼平台的直播热度 足足有97万 在低位平台 你做赔完的那次引流 给公司低位账号 带来了累计2000万的播放量 然而增长曲线还没到峰值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大家都喜欢红红 但我们幸福护于 能给公众提供的内容太少了 李小雅已经听不清楚 后面的话了 他满脑子都是红红的身影 红红 又被网友们亲密地成为红妹 可以说是7月份的新人中 最有潜力 也是最神秘 最惊艳的新主播了 自从开播以来 红红就不停地给大家制造惊喜 这个时期 5岁的漂亮妹子 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网民的心 如果他振臂高呼 召集粉丝 那么未来几十年里 高丽国都不缺狗肉吃了 而现在最牵动人心的 就是红红的真实样貌 目前 大家都是管中盔报盲人摸想 可他的美腿 他的妙音 他的唱腔 无一例外 点满了魅力值 勾魂射破 直接将期待值 拉到最满 没有人会怀疑红红的颜值 大家只是想亲眼看到 红红的美 究竟是何等极致 还有王姓网络富豪 扬言千万 只为得到一张红红的完整自拍 此人还放话幸福护鱼 说是再不让红红出镜 就上门找人 封了幸福护鱼公司大门 让幸味的灰溜溜滚蛋 走出办公室 李小雅还晕呼呼的 脸上发烧 我要和红红合作拍视频了 脚步绵软 像是走在云端 飘飘呼呼 记不清是何时回到工位的 办公区 员工们小声说着话 你感觉没 公司好像越来越冷了 大白天室外37度 没开中央空调 也完全不热 有没有考虑过 可能是公寒 老子是纯爷们 说起来 最近市里不是精神病逃窜 就是毒气泄漏 据说还有学校出现属一封校 搞得人心惶惶物价飞涨 要不冲着 翻了一半的工资 我早就跑路了 跑也别现在跑啊 今天我遇到求是制衣集团的田经理 奔着咱公司摇钱树来的 签了个900万的广告代言呢 新东家真有一手 咱公司是做得红火了 等业绩上去 以后新员工肯定越来越多 咱们这些老资历就值钱了 李小雅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 再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 白皮小狗 醒醒 一个小手不客气地推散着李小雅 把他叫了起来 李小雅朦胧睁眼 映入眼帘的是一头乌黑茂密的直发 还有依依那张冷淡又幽怨的可爱小脸蛋 他火从心头揪着依依的耳朵 小屁孩 叫姐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依依痛得眼泪打转 他委屈地哭喊道 有个叫帅狐的人说 女人都是狗 训得舒服了 他们就会叫的 等等 帅狐 李小雅愣了下 盯着依依 总觉得他的五官隐隐约约 有点像那个鲨鱼台的帅气小虎 听员工议论 帅狐好像跳槽到幸福护鱼了 只是一直没见到奇人 和小孩子说这些话 哼 依依揉着小耳朵 撇嘴道 爸爸不让说 哎呀 你真的好烦 等一下记得开播 老板爸 可 老板说 晚上有一场核桃夭夭的PK 好像是这么说的 记不清了 李小雅看到 依依这副可怜又可爱的模样 不由得母性泛滥 摸了摸依依的小脑袋瓜 泛起心疼 爸爸不让说 她一定就是帅狐父母的私生女了 才这么大点 就没了一个完整的家 还被别有用心的大人们 教着说一些奇怪的话 李小雅温柔一笑 说道 嗯嗯 等一下 姐姐开播的时候 你别捣乱 姐姐做这个可厉害了 以前是大主播呢 等直播结束后再陪你玩 好吗 依依歪头 满脸疑惑 你不是要给我当房管吗 李小雅笑容凝固 握拳 她明白了 深深呼吸 内心若厉鬼嘶吼 胃困 你今晚买菜必备仔啊 李小雅忧愿地回到了 她的房管专属办公室 打算先补补教 毕竟房管也是人 是要休息的 依依则跑到以前 逃遥遥的休息室 躲藏起来 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另一边 魏坤和梁作家 谈了谈后续的合作细节 梁锡表示 直播和短视频的剧本 她都可以不收钱 但要求魏坤 给她三十万的创作 支持捐款 我打算以 幸福护余的主播 洪洪为原型 写一本关于她的小说 她受得像是随风吹倒 目光坚定 魏坤以为 这三十万 是她拿去改善生活用的 不承想 梁锡摇了摇头 你在看抵我 我写书从来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唤醒大众 洪洪在我设想中 代表着七宗罪的色欲的角色形象 后续作品里 我会寻找新的灵感角色 一步步填补完整的七宗罪 这三十万 我打算用来亲自采风 搞清楚色欲的真正含义 只有亲身体验 深入了解 落笔才能真实有神 魏坤趴着大作家 死在采风环节 更信不过她的写作水准 好在她找良心目的很纯粹 就是冲着 她在网络文学界的黑红程度 找一个挨骂蹭热度的家伙 国内互联网 早就从内容为主的正道 被劣币驱逐良币 演变成了热度和噱头为主的邪道 高质量的纪录片 中长视频 或是优秀的科普 音乐等有内涵的直播 逐渐被边缘冷落 想要大火 要么下线足够低 满足观众的神丑和猎奇需求 要么能造出够低俗 且容易传播的梗 要么顺应当下潮流 成为被热度风口吹起来的猪 神丑是最简单 也最容易做得到的 魏坤为了满足红衣女士 日益增长的人气需求 她做过非常细致的调查 她发现国内网民 尤其是男性网游 最喜欢看的并不是美女 而是历史 在外国的国人播主 断刀打铁 野外求生 钓鱼 挖掘机 车祸事故 修牛蹄驴蹄马蹄 赶海 做饭直播 车评 游戏 挤黑头粉刺 修鸡眼洗牙 还有折磨老鼠 美女反而是极少数 这就让魏坤多少有点意外了 她本以为靠着美女 加唱歌的王牌组合 就能在国内互联网 闯下一番天地 现在看来 多元化才是未来的主流趋势 魏坤沉吟道 以红红为主角 还是免了 我给你个点子 你就写老本行 情节无所谓 重点是 你要透露给读者 你在追求一个 叫红红的网络主播 所有的稿费 都用来给她打赏了 她顿了顿 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真诚的追求者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梁熙皱眉道 那不就是舔狗 魏坤点头 核心点不是狗 是在舔谁 我们签到合同里有写道 目标是给幸福 护于旗下公司的主播引流 对吧 我觉得 你的读者会好奇 你这样一位个性鲜明 品味独特的大作家 所舔的对象 到底是谁 有什么好 能不能舔得到 这都是期待感 她握拳接着说道 只要有了这期待感 他们自然就会去搜索红红的相关事迹 这样就能达成目标了 网络上还有个现象叫群舔效应 一个人舔叫舔狗 会被耻笑 可一群人舔 那就成了狼群 于是便放下心理包袱 从众之下 肆意尽情地发表舔狗语录 或是更秀下线的玩意 他们自以为是复制粘贴 再讽刺他人 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想舔 满足变态的发泄欲 魏坤斩钉截铁 挥拳道 梁熙听傻了 他看着魏坤像是在看外星人 这理论闻所未闻 但细品之下 好像有着深奥道理 沉思许久 梁熙颇为赞赏说道 魏老板 没想到你对人类心理的 研究得如此透彻 或许我们是同道中人 打住 咱们不同道 魏坤脸色一变 坚决摇头道 你走哪条道 谁走你的道 这我管不着 我只强调一点 两天内做出一个 有爆点的短视频剧本 可以围绕大腿啊 唱歌啊什么的 主角就是刚才的李小雅 有点热度 清楚了吗 梁熙感动地握住魏坤的左手 用力摇晃 魏老板真是谢谢你了 这么支持我的文学事业 我会尽快完成合同内容的 哦对了 我看你公司在养鸟 能送我一只吗 魏坤没答应 梁熙略带一丝遗憾地 离开了幸福护鱼 送走梁熙 魏坤查看了公司账户 这些天几场人气 节节攀升的午夜直播 算上求云英的200万 加前期支付的600万代言费用 总计1063万可用资金 那笔大概600多万的贷款 距离催收最后期限 还有两天 放款方叫诚信商行 魏坤打算明天 找个时间把这笔钱先还上 一是免得催收人员 骚扰他的亲朋好友 二是 他对质押在诚信商行的那枚玉拙 和一份网络知识产权转让书 魏坤特意在相关网站上 查询了一下 那份知识产权转让书 是一款名为 女神在线的网页游戏制作 以及经营权 实际的游戏质量 大概比国产自拍都低 再加上网页游戏都快过时了 算不上几分价值 至于银行那3000万 在座他意 炎热的白天稍纵即逝 转眼间夕阳落山 夜幕即将降临 云海市笼罩一片淡淡的金色雾气中 路灯和汽车大灯 也无法照亮远处 员工们打卡下班 闲聊着家常里短 和最近云海市发生的种种怪事 直到最后一位员工 离开幸福护鱼 几分钟后 残阳消散 公司大门无风自关 鬼公司的牌匾不知何时 悄然出现 办公区顿时阴冷黑暗 与此同时 诚信商行的催收经理吴大勇 正不耐烦地催促着电话员 给信尾的打电话 命令他赶紧还钱 否则就别怪 我们用特殊手段了 电话员迟疑 吴经理 我看单子上说 截止日期还有两天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 去你妈的 吴大勇正黑脸地想着昨晚的赌债 他听到这话 邪火中烧 抬起一脚 连人带椅子 踹一翻在地 老子做事用你教 哪来那么多屁话 赶紧打电话 搞白钱 我弄死你 电话员默默低头扶起了椅子 看了看膝盖的血 没有回到宫位 而是将宫牌摘下 轻轻放在桌面上 吴哥 对不起 我做不了了 他第三下四的鞠躬 像是正常下班一样 离开了单位 这是一个有家世的老实人 反抗生活 为了尊严付出的仅有勇气 他得罪不起吴大勇 但他也有自己 那一文不值的自尊 你这龟孙 吴大勇抬了抬手 涉于电话员 临走前的漠然目光 嘴里骂骂咧咧 没敢再出手教训 他本就是故意 等到大部分人都下班 只留了这一个员工 事到如今 只能他自己来了 吴大勇坐在工位上 找到幸福护鱼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叮铃铃 郭尔的坐机铃声响起 二号直播室 位于幸福护鱼的西侧 与红衣女士专用的 一号直播室 形成对角关系 李小雅和依依 同时听到了电话铃声 齐齐寻声抬头 李小雅松开手 从大汗淋漓 气喘吁吁的依依身上爬起来 暂时停止了 大姐姐的教育工作 放过这不听话的 熊孩子一马 刚才两个人打闹了半天 但李小雅 还是没能把思想古怪 说话气人的依依 矫正成为 阳光开朗的正常少女 她边扣好领口的扭扣 边往直播室门外走去 不行 依依手脚发软 仍旧亮腔着跑过去 拦在李小雅面前 表情略带一丝不安 用力摇头 雅雅姐 你不要出去 嗯 李小雅面露一丝疑惑 她停下脚步 暴凶站在依依面前 歪头地盯着她 以大姐姐的口吻笑道 没完够吗 小孩子不要这么调皮哦 她还以为魏坤不在公司 本着对一丝丝责任心 想要去接听电话 万一错过了 对公司重要的来电就不好了 说吧 就要挪开依依走出门外 绝对不行 依依力气不大 但她死死挡着门把手 小脸满是紧张 奸生道 外面是爸爸的地盘 现在出去会遇到很糟糕的事 李小雅最听不得依依 对魏坤的这个称呼 她抬高气势道 哈 姐姐我想去哪就去了 那心味都管不着 还有 不许你再管老板叫爸爸 他不是你爸爸 哦 雅雅姐我知道了 依依被李小雅喝得坠坠然 盯着脚尖李小雅笑眯眯 摸摸头 乖哈 依依真懂事 谁知 依依还是没有让开身体 她可怜又委屈地看着李小雅 但有一丝难过 雅雅姐 我不会跟你抢爸爸的 他是你爸爸 李小雅觉得这孩子 多少有点不对劲 用最柔弱的声音 说出让李小雅差点炸毛的话语 那电话铃声还在响 她等得不耐 不要闹了 让开 依依害怕地闭紧双眼 用尽力气大声喊道 雅雅姐 我没有骗你 如果电话铃响了 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否则真的会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发生 李小雅正住了 她见依依不向胡闹 而是真的在恐惧着什么东西 她猛然回想起 魏昆曾经发给她的夜班员工守则 其中再三强调 半夜时不要在公司随意走动 难道 李小雅变了脸色 她难难道 这家公司有问题 性味的坏事做尽 被那种东西找上门了吗 她越想越合理 以魏昆的缺德程度 别说是鬼 就算是姆格斯拉突然出现 狠狠甩了 未困一个含羞怠怒的大笔兜 李小雅都不会感到任何意外 叮铃铃 叮铃铃 电话铃声越来越刺耳 尖利像是恶鬼的嚎叫 声音敲击在李小雅心头 宛若带了冰的血 流进心脏 透体深寒 肌肉紧张地绷着 声音在直播室里回响 越来越清晰 也越来越尖锐 李小雅目光微颤 面色越来越苍白 缓缓放下身向门把的手 隔着木门 她似乎能看到 一张猙獰恐怖的面孔 正对自己凝笑 越是未知 就越是恐惧 李小雅失去了开门的勇气 她看向依依 沉声问道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妈妈 她还说了些什么 难道不怕你遇到外面的 那种东西吗 依依的眼睛露出一丝惊恐 她喃喃道 妈妈说 每当午夜 公司里 就会有一个穿着红色长裙 的大姐姐 在一个镜子面前 李小雅手脚冰凉 她甚至能想象得到 那幅惊讽画面了 午夜时分 在镜子前的红色身影 只要看过恐怖片 就绝对不会猜错她的身份 她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已经想好了等下 怎么带着依依 逃离这恐怖的地方 直到依依说着 跟老板搞在一起 从脚趾摸到大腿 再道 李小雅 停 你不用告诉我 摸到什么部位 她感觉好像是少听了一句话 深夜鬼故事 陡然变成了雨后小故事 如遭雷击到 门外不是那种东西 而是 而是 魏坤特喵地 在玩职场前规则 先不管你妈妈 为什么知道这种事 她居然还要在镜子面前弄 我突然有点反胃了 恶心啊 恶心 怪不得说 公司灯总出问题 关着灯是吧 李小雅气急而笑 不再理会一一 拧着门把手 就要走出去 才微微用力 她就发现 房门被从外面锁住了 她用力拍着门 大喊 魏坤 你有能耐前规则 你有能耐出来啊 你这个不洁身自好的王八蛋 这时 电话铃声戛然而止 伴随拿起的摩擦 庞佛有谁接听了电话 门外 办公区 一张惨白纸人 坐在窗户边 似笑非笑 远远地望着公司 坐机的方向 有业务了 终于有业务了 她哼着欢快的童谣 然而取掉声色诡异 宛若指甲在黑板摩擦 欺鬼神归未息 欺权柄之苏醒 中掌云一人息 观人士之悠悠 咦 我在唱什么哦 好难听 刷啦啦 惨白纸人 化作漫天指前 若暴风眼般 围拢在电话周围 办公区 落满了白色纸张 像是银庄素果 下了一场大大的雪 纸张形成一只手 托举起电话 喂 这里是幸福护余哦 我是位董事长的秘书 实习的 请问 你有什么业务 要咨询呢 嗯嗯 是要找老板吗 今晚就要见到他 可以的哦 您说地址 我在记录呢 电话挂断 悬浮于空中的纸张 会聚成一张半哭半笑的脸 从中分成两半 诡异地相互对话着 笑脸眯起眼睛 老板终于第一次 要在晚上出门了 嘻嘻 哭脸惶恐 你不害怕他 笑脸嘴角上扬 我怕 可是更期待 董事长的真正面貌 那个人类 一定很想见到吧 一定会吧 哭脸似乎更加不安了 你小点声音 鬼事不不长 他还饿着呢 说完话 漫天指张 红流斑 飞回到了那台洋洋牌 老式打印机中 过了会 一个崭新的小指人 晃悠悠飘出 一号直播室 指人小秘书 吭哧吭哧地 从门缝下爬进来 他轻轻对了对魏坤的脸 傻瓜董事长 有人找你呢 魏坤拿下全包式耳机 看向小秘书 略带胡一道 等下就开播了 今晚有 沙沙和 陶11的PK 直接影响嘉年华直播的 预约人数 我得亲自看着点 他期待地看着屏幕 似乎有点咬牙切齿 小秘书将两只小手 藏在背后 似乎有点心虚 快去快回嘛 他递给魏坤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一个姓名 和一个地址 魏坤看到 名字叫吴大勇 想起这人是 诚信商行的催收经理 算了 明天再说 当我正是 他摇摇头 重新看向屏幕 小秘书皱着小脸 满是沮丧 整个纸张都粘了下去 垂头丧气的模样 他抱着魏坤的耳朵 撒娇道 既然不出去 那得我盖章 魏坤实在懒地搭理他 给小指人团吧团吧 李小雅塞进裤兜里 他还记得 陶殷殷临走前 喷自己的满脸口水 一股石南花家厕所味 魏董 是很记仇的 他打字给李小雅发消息道 让一一准备好 一会登陆他 表哥帅胡的直播号 随便拨十分钟 就开和陶殷殷的PK 秀 李小雅消息秒回 你是不是在摸大腿 魏坤满脸狐疑 警惕地看向四周 脑子里全是问号 信心然收回了 正层自己腿毛丸的左手 李小雅怎么连我 这点癖好都知道 他难道对我有意思 魏坤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被鬼缠身子就算了 他可挨不住 再加上几个活人 更何况李小雅那体质 是经过鬼进 ISO质量检测合格的 检测之后 还不耽误正常上班 绝对是灵毛凤脚 天纵奇才 魏坤头疼回复道 以后不摸了行吧 赶紧工作 要不扣你绩效 李小雅看着手机屏幕 面露一丝狐疑 魏坤 今天好像很好说话 不等他多想 依依身前的镜头 提示灯亮了起来 这黑长植 熟练地摆出鸭子 作家侧脸吐蛇的姿势 对准屏幕 让李小雅高呼 真特娘的专业 今晚的PK正式开始了 就在依依摆造型 准备开始直播的时候 魏坤收到了 鲨鱼台领导的信息 是午夜当主管刘宁 还是关于嘉年华的事 魏董 你们幸福护鱼 准备得怎么样了 头牌红红和新人莎莎 刘宁语音里突然叹气 有个好消息 有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都说说吧 好消息刚刚会议通知 嘉年华将分为 新老主播两个赛道 新主播的前三名 能拿到全平台顶级推广 曝光率大概提升三到四倍 也就是说 如果全平台推广前 主播的人气 大概是五十万到一百万的话 推广后将提升到 二百万到四百万的水准 起码是大台二线 小台一线的水准了 刘宁顿了顿 继续说道 红红和沙沙开播时间 都不足三个月 满足新人主播的条件 因此跟他们竞争的 也都是近期爆火的新人 有难度 但也有不小希望 这对魏坤的幸福 呼吁来说 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幸福呼吁在直播业界 暂时还是小虾密之 无论是推介手段 还是人脉关系 都处于劣势 在当今国内网络界 大体量代表着大流量 有流量才有一切 是足以碾压其他的巨大优势 因为是小体量 做不了大而全 只能做小而美 要依赖平台生存 所以 鲨鱼台的扶持推广政策 对幸福呼吁而言非常重要 甚至是旗下主播 晋升的唯一渠道 红衣女师 是颗定时炸弹 之前97万的人气 所产生的丁望效果 逐渐满足不了 红衣女师的需求 根据小纸人 打的小报告 红衣女师 甚至在胁迫黑沙球 让黑沙球来帮助自己 收集活人 好在黑沙球是铁杆木鱼党 只是抓了个一一来 就躲到直播室角落里 呼呼大睡了 这也是魏昆 迟迟没有将黑沙球 编入鬼事部的原因 网络时代 黑沙球是远比红衣女师 鬼进更危险的特殊诡异 必须谨慎对待 魏昆为了供养红衣 煞费苦心 颇有一种每月上交 工资养女神的舔狗感 公司所有业务 暂时都要围绕红红制定 毕竟是A级利鬼 拥有此等待遇 也是理所应当 综上 要是红红能在嘉年华中 夺得新人主播的前三名 元气暴涨 可以极大的减轻魏昆的压力 同时也能为公司赚来不少利润 两拳其美 何乐而不为呢 那坏消息是 魏昆迟疑问道 刘宁发来一个新闻链接 鲨鱼台竞价失利 失去三年 LOL赛事的转播权 最终赢家竟是猫牙与低领 他颇为头疼地解释道 LOL是全球第一大竞技游戏 其比赛几乎涵盖全年轻群体 尤其是当今消费主力的80 90和00后 失去赛事转播权 这意味着 在未来三年时间里 鲨鱼台的年轻流量 有可能会呈现暴跌的危险趋势 因为这个意外 今天全体高层会议决定 三年内会采取精兵计划 未来三年 全鲨鱼台流量都会下滑 总共用户就那么多 人气自然不够分 精兵计划 是指将逐渐下滑的流量 集中到中上以及头部主播上 舍弃大部分底层和纯新人主播 尽量稳定财务报表 借此稳住股价 魏老板你明白这含义了吗 魏坤思索着 他似乎懂得了坏消息的含义 你的意思是 如果这次嘉年华 作为新人主播的红红 没能取得前三名 就会失去官方扶持 人气大幅度下跌 是这样吗 刘宁陈应道 大幅度下跌倒不至于 红红的基本盘很稳 但短期内 他的人气很难再增长了 因此 精兵计划既是好消息 又是坏消息 这机遇 就看你们幸福护鱼 能否把握得住了 抓住了 一飞冲天 倘若抓不住 不是我挑拨离间 您到时候 能不能留得住红红 就很难说了 传统娱乐行业的资本集团 也在挖网络新人 他们那手段脏得很 跟咱们玩的 不是一个层次的游戏 魏坤体会到了 刘宁的良苦用心 红红是目前五页档 少数几个 有顶级主播潜力的苗子 刘宁想要做出一番业绩 自然要仰仗红红 至于挖脚 大概率是一锄头 铲自己坟头上马 魏坤巴不得有大能人 给这红衣神仙请走 这红皮大狗 他是喂不起了 想到这 彭佛心有灵犀 他下意识转过身 一袭红衣遮住视线 眼睛还没来得及聚焦 心头顿时猛颤 毛骨悚然 头发竖立 脖梗夺泛起一阵潮湿 尖锐的森寒 死哈 魏坤心有余悸地喘着粗气 一动不敢动 偏头用目光死死盯住这红色身影 生怕视线 跑偏失去限制 让其得寸进尺 只见红衣女士宛若羞怯的女朋友 正羞羞答答地埋头在魏坤搏梗 张开温柔的小嘴 轻轻咬在她可爱俏皮的颈动脉上 那抹湿漉漉的凉意 正是她摸索食物的贪婪长舌 像是有条刚出生的小舌 又软又滑 在脖子附近不安地扭动 红衣女士此时闭着眼 似乎无辜 要是她嘴巴没脸到耳朵根 露出那副 像是这辈子没吃过人的争鸣即可 魏坤立起的 可不止是头发和汗毛了 眼看着小舌从脖梗 爬到耳垂 再顺着脸颊 向鼻梁和嘴巴挺近 一路上留下粘稠的透明分泌液 魏坤扛不住了 她忍住用鬼口的欲望 没有贸然时间倒流 这能力对身体负担太大 而且会消耗大量鬼气 到头来反而增加了 她要待在红衣女士旁边的时间 一步一步 慢慢退后 然而红衣女士向梦游 闭着双眼 整个身体近乎贴住魏坤 跟着魏坤的步伐 宛若双人五步缓缓靠近 冰凉的手悄然攀上了魏坤尖头 微微用力抓出浅浅血痕 稀流 听到这如同流口水的奇异声响 魏坤脸都绿了 她深呼吸 控制住想要立即开播的想法 按照计划 要一一假扮的沙沙 先去给红红的直播间引流 再让红红开播 直接把人气拉到顶 这样才有可能满足 目前红衣女士的贪婪需求 计划不能变 否则就是饮阵止渴 她尽可能地假装那条舌头不存在 眼前也没有什么母螳螂 掏出电话 哆哆嗦嗦地拨通了李小雅的号码 立刻开播 用尽一切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把热度给我搞起来啊 二号直播室 李小雅随手挂断电话 撇嘴对一一说道 急了 她急了 当老板的都这样 一秒钟看不到员工干活 就有种公司被员工绿了的恼火 网上不经常有问题 说是吃什么胶囊 就能选择愿望吗 你把一盘奥利给做的胶囊 告诉老板 说吃了就实现员工努力工作的愿望 你信不信他能吃到化粪池 环境枯竭 驱逗流离世所 无家可归 一一奇异地看着李小雅 雅雅姐 你口味好重啊 这是比喻 你的小脑袋挂都在想什么 赶紧直播 李小雅瞪了依依一眼 她越来越发现 这小黑掌之想法非常不健康且离谱 不再把它当成普通小女生 看待了 避开直播间的镜头 她躲在边上打开笔记本 登陆后台 切入房管账号 然后在直播间里 喊着要开波拉兄弟们 醒醒今天主播更可爱哦 不知为何 这动作熟练的李小雅心痛 伴随着一声B的提示音 直播推流 在补光灯的照应下 一一格外娇憨迷人 鸣嘴且笑 死亡哥特黑 长直萝莉 再加上虚假的乔格里峰胶垫 两者结合 对人特攻 效果着群 莎莎真的不怕黑欧的直播档期 是晚十一点 每次直播一小时 在直播结束后 再自动切流到 红红不红的午夜 十二点当直播间 独作莎莎 写作一一的她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实际上 莎莎的名声 早就传遍了个大鱼吧 扣扣群和相关贴吧 一而早在她开播前 就积累了大量预期人气 许多直播观众 苦等她开播 其中就包括 新陈护鱼的老总向文斌 和她大价钱 挖来的钱幸福 护鱼头牌陶摇摇 今天必须打掉她 明白吗 向文斌 慢条斯理地 给桌上的高达模型上色 旁边摆着正通话的 索能手机 陶摇摇的声音 经过网路 微微失真 她甜甜一笑 语气带着自信 再怎说 我也是科班出身 琴棋书画唱歌跳舞 样样精通 哪里是那种 嫩出水的新人 能PTA得过的 她练过吗 她培训过吗 当初在幸福护鱼 千万流水 可都是靠的我 听到这话 向文斌交都打歪了 东X是科班吗 那地方确实很专业 向网路输送了 大量宝贵人才 丰富了人民 XP需要 大概 也算大钻毕业吧 起码是什么型号 都见过的 不提那千万流水 向文斌还绷得住 可说起这个 向文斌不惊道 姚姚 你的努力我看在心里 咱公司的业绩 你就不用太关心了哈 向文斌也没心思 鼓弄心爱的 RX灵独角兽了 嘉年华之前 咱们先不和他们的红红争 等嘉年华当天 再全力出手 这个帅 不对 沙沙 你要是能给他搞崩溃 等嘉年华结束 那辆黑色兵力 当奖励送你 谢谢老总 您真是比那个 欣慰的大气多了 陶殃殃眼睛发亮 挂断语音 他的直播间里 直播镜头 他此时一身 矜持又性感的紫色旗袍 双腿交叉 座于高脚凳 细长白细的大腿线条 与高跟鞋的尖头 连成一条诱惑的曲线 冷艳的妆容 半爆古典的琵琶 宛如一个文艺女神 主播好撒 大长腿我恩了 像是书香世家的闺秀 美得像画一样 气质太优雅了 昨天古正就对我真妈了 绝对是高手 今天要换琵琶吗 6666666 刚开播 就有大佬送超火吗 卧槽 刷出横幅了 陶瑶瑶微微一笑 似乎不为疯狂刷新的弹幕和礼物动容 矜持地宛若规格厨子 即便那超火刷屏 她依旧微微眯起细长眼眸 面色从容 低声说了句 谢谢直播间 观众最吃她这一套 简直契合了大家对文艺女神最美好的幻想 第一个和她PK的是 新秀区的八十万人气女主播小仙超级白 屏幕一分为二 两军对垒 小仙以韩世热舞开场 身姿摇摆 热辣非凡 刹那间海量弹幕刷屏 人气疯涨 如果不屏蔽小礼物 甚至看不清楚直播画面了 就连新秀区的超管也在为其呐喊助威 小仙一出 法力无边 她直播间 观众疯狂涌入陶瑶瑶这边 使劲刷屏 几乎要将陶瑶瑶这边的PK值 压到看不见了 而陶瑶瑶青龙漫年 琵琶咸出 先是遗族舞曲 再以海青拿天鹅做转场 最后是网络感十足的 极乐净土 收尾 蹭蹭 轮指收音 曲臂终了 不到十分钟的混合串烧 眼睛四座 短暂的寂静后 是直播间观众们的狂欢 高丽的 不行 我国的 行 这就是传统艺术的美 太好听了 我人都快妈了 有股电流在大腿和小富游走 低俗弹幕收一收啊 这里是高雅上流直播间 刹那间 陶瑶瑶的PK直弱开闸泄洪 将小仙超级白的PK值 压缩到镜头 甚至有一种 这是陶瑶瑶专属直播间的错觉 胜败乃分 小仙超级白胯个P脸 骂了句艺术表就下播了 电脑前向文斌不住鼓掌 不愧是幸福护鱼的前头牌 床下功夫也不错呀 1500万花的真特奶奶的值 陶瑶瑶的人气 已经来到了110万 她端庄贤淑的 卸着土豪老板们的打赏 似乎是意识到 姿势可能走光不雅 面露一丝羞涩红韵 将旗袍往下拽了拽 一个皇帝用户发横幅感慨 和夭夭比 那些主播都是什么妖艳见惑 我这大老粗 没文化 可能请夭夭吃饭的勇气都没有 哈哈 随后 主播PK还在继续 二连胜 三连胜 陶夭夭牌 古正与树敌轮番上阵 展示出她出色的守口功底 她杀疯了 直到迎来了第九连胜 只差一个 就达成了十连胜小霸主的稀有成就 直播间 观众们欢呼庆祝着 对陶瑶瑶的喜爱和追捧 倾泻在弹幕中 如痴如醉 费反迎天 甚至惊动了其他去的主播 陶瑶瑶依旧风轻云淡 像是不在乎这些俗气的事物 宛若仙子下凡班出城 只有超火 才能博得她含羞一笑 而直播间上方系统提示 显示着下一场的PK对手 两分钟后 莎莎真的不怕黑欧 莎莎真的不怕黑欧的直播间 只是李小雅眨眼的功夫 依依就熟练地调整好了摄像头 麦克风以及推流软件设置 宛若深安此道的老手 表现出与外表年龄的严重不匹配 李小雅看着手机 两作家名思苦想 提供的直播剧本建议 剧本就一句话 表现出被压迫的窒息感 反抗的力量 就是观众们心中的共鸣 她翻了个白眼 递给依依看 说道 魏坤请的人是不是有病 谁知 依依眼前一亮 点着下巴顿时有了主意 依依坐在镜头前 像是变了个人 她偏头看向李小雅 吩咐道 骂人的 封一天 带节奏的 封七天 说我不好看的 封一个月 不刷李物灵级粉丝牌 还瞎BB 没点B数的 封永久 李小雅猛猛地点头 那刷小黄文的呢 也是封永久吗 依依一脸恨铁不成钢 拿着装饰用的魔法棒 敲了敲李小雅的腰 娇喝道 笨蛋姐姐 挑几个有趣的 我来读弹幕 观众们最喜欢听这个 太露骨的就算了 我怕老板生气 李小雅 感觉她好专业 好懂直播 与这个小黑长直一比 过去的自己 半步大主播花小喵 好像真的很差劲啊 简单吩咐后 直播正式开始了 画面亮起 依依对着镜头 歪头甜甜一笑 见到这笑容 直播间观众 像是吃了个冰激凌 通体舒爽极了 沙沙来了 小美女你好 哇 今天也是哥特风吗 一想到她之前的模样 我就有点兴奋 开播一分钟 人气丛林迅速爬升到了四十万 增长趋势不止 依依旁佛很懂 男人想看什么 她鸭子做的姿势 两只手按着两腿间的黑纱裙摆 像是担心走光 实则是用肢体语言 将画面焦点 引导在大家该看又想看的地方 裙子与白丝袜间 微微露出肉色的空隙 稍显紧动的丝袜边带 将大腿勒出一条浅浅凹陷 凸显出肉感 这才是丝袜的灵魂 满屏弹幕 表明观众老爷们 对此非常满意 依依双手合时 用夹子音撒娇道 各位哥哥姐姐们 麻烦用你们的小手 帮我点点右上角的预约按钮吗 点了预约按钮 等下十二点 就可以第一时间 看到红红的直播了 声音酥麻 疯狂放电 帅胡的老观众更兴奋了 不知情的新观众 也很难对这样一个 萌萌小美女产生恶感 于是 右上角的预约人数 很快突破了十万大关 等一一直播结束 都会被系统 自动引流到红红的直播间 李小雅在旁边若有所思 偷偷学习着技巧 一一压低声音 远离话筒 对李小雅小声说道 提出要求 然后观众满足要求 这时候 你一定要给观众正向反馈 直播间 观众听不见这话 是她特意告诉李小雅的秘诀 一一惊讶地看着屏幕 轻轻眼着嘴 大眼睛里 似乎有星星在闪烁 她张张嘴 又羞涩地低下头 谢谢大家对一一的支持 一一没什么能做的 给大家抵个噎吧 说着 她对着镜头 做出剪刀手 脸上羞涩的潮红晕染脸颊 她轻咬着下嘴唇 像是艰难决定 然后 慢慢吐出粉色小舌头 眼睛随视线逐渐抬高 盯着天花板 露出下眼白 保持着姿势十几秒 随后变回本模样 切换字如 无嘴展颜一笑 死 李小雅惊了 这叫笔雁 她真的好懂好懂男人啊 她隐隐顿悟了 难道就是被压迫的窒息感 窒息感是有了压迫感呢 可能 不懂直播的 只有自己吧 李小雅面露欺然 哀声叹气间 又随手封了几个发电的弹幕 然而直播间 观众们煞时间沸腾了 她好会啊 我的脑子很清醒 但身体控制不住了 我是不是弯了 我以后就是莎莎的狗 直播间有妖念 老夫要饿 急 吐啊 莎莎 你昨天说风 尤其能去皮包污垢 我现在在医院 你要是有良心 就买个果盘看看我 礼物淹没了弹幕 弹幕又重新覆盖了礼物 就在这时 与陶瑶瑶的PK连线开始了 画面一分为二 左面是紫色旗袍端座的古典美人 右面是哥特装黑裙 白色长丝的二次元小公主 陶瑶瑶还没来得及说场面话 她的PK值 就被莎莎直播间的舔狗发力 对到了最左边 依依露出可爱小虎牙 嘻嘻笑道 哟 马尔大夫的老女人 你好呀 陶瑶瑶的事 帅虎可是一清二楚 所以现在的依依也是知情的 不过记忆支离破碎 只能想起一点点细节 听到这话 陶瑶瑶脸色突变 她明明不认识这个新人小主播 提起马尔大夫 被戳中痛脚 本想骂一句小浪蹄子 考虑到古典女神形象 硬生生憋了回去 陶瑶瑶故作风轻云淡 碾波琴弦 扫出一阵杂音 当作回复 这副作态 引得陶瑶瑶直播间的观众 又是疯狂吹捧 甚至有人宣称 自己是陶瑶瑶在中央戏曲学院的校友 强行把她的文凭 从大钻提升到了本科 接下来 我给大家表演一首 大浪淘沙 淘瑶瑶婉转笑道 取名暗指对面的沙沙 琵琶升起 谁知依依完全不着急 边听边拍着节奏 摇头晃茂 等乐曲结束 还自发给淘瑶瑶鼓掌 淘瑶瑶瑶有些得意 她看得出来 论艺术素养 对面的小主播 完全不是自己对手 PK直开始向右侧大力进攻 胜负一分 优势在我 她刚想说些得意的话 依依打了个哈气 龟胶乔格里风裂骨深邃 她捏起右拳贴在脸颊 磨旁猫猫的动作 然后在瑜伽垫上 不紧不慢地伸了个懒腰 身体前倾 贴在瑜伽垫 压得很低很低 两条长腿撑着腰 腰身高高拱起 柔软的惊人 镜头角度恰好显现出 身体玲珑线条 满满动漫女角色 发福利的既视感 像是懒散的伸懒腰的猫咪一样 自古对播左边输 刚有一丢丢反攻去世的PK条 瞬间被右侧秒杀了 直接到底 逃夭夭不理解 她甚至看到了 有她直播间的贵宾和老粉 跑到对面 杀杀直播间去刷礼物 这时 麦克风捕捉不到的地方 依依还不忘小声对李小雅说 瞧 这就是被压迫的意思 梁作家真是个天才 她太懂直播了 李小雅妈了 她默然地点着头 看向电脑屏幕 挨莫大于心思 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废物 扑刺 向文斌发现 只要和幸福互与扯上关系 她每次喝茶 必喷满桌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直播画面 常年打交 做魔玩练出来的沉稳的手 竟是隐隐发展 这帅胡特喵的 自我觉醒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是妖术 等她看清楚两边的PK之后 更是觉得离谱至极 琴棋书画 在二次元软色色面前 不值一提 别说是网络直播了 就连视频 那些弹钢琴 玩鼓针 打架子鼓的 也开始内卷了 穿得一个比一个清凉 生怕影响乐器散热 乐器热不热不清楚 反正观众都挺热的 也难怪东京那边 温度久久不下 如果逃夭夭走性感的 王道路线 依依还未必是她的对手 错就错在了 她高估了直播观众的 平均文化 以及审美素养 大家都是在找乐子的 想听取 谁看直播呀 哪边玩得大放得开 观众就会支持谁 更何况 替莎莎上班的小黑 长直依依 她真的太懂男人那点小心思 男人要是烧起来 有女人什么事 莎莎 当初考试咱俩同桌 我让你抄我 你偏不肯 生怕抄死我 李小雅满脸黑线地 点开弹幕的账户资料 性别女 李小雅愣吗 这都什么李大普的人啊 怎么还有女粉丝 她不理解 只能自我安慰 是境界差了 如果李小雅是住基7 那么直播界老油条 潜心秀区的帅胡 就是金丹七大圆满 在经历莎莎的改造后 失去记忆 反扑归真 阴生赤子之心 坐地顿悟 终于截出原因 丢掉所有节操 踏出了最后一步 晋升为 原因期的直播仙人 可是李小雅看不到的事 一条蛛丝 正掉着一一的驳梗 伴随网络传播 衍生出无数条 看不见的蛛丝 变不出去 热烈人气 化作了森然鬼气 一一将鬼气吸收体内 双眼越发明亮 脸蛋也更加娇嫩欲低 散发出迷人的魅惑气质 越来越撩人心弦 而更多的鬼气 则通过他脖梗后的蛛丝 传输给了阴影中的黑沙球 自然界有一种名为 巴西蟹猪的蜘蛛 会伪装成白色 黄色或紫色的花朵 同时发射紫外线一样的光波 吸引猎物 一一就是被黑沙球制造出来 用来吸引猎物的巴西蟹猪 因此会天然散发 对人类这种猎物的致命魅惑力 一号大直播间 魏昆用右手死死 抵着红衣女士的下巴 试图让那张躺哈拉子的小嘴 离自己的颈洞迈远一点 一人一鬼 像是在拉大锯 又像是在扯大栓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我撤 他额头轻轻抱起 使出吃奶的劲 还是没能把又凉又滑的贪婪怪物推开 只感觉与红衣女士皮肤接触的手指 都快要冻成冰块了 此时 他满脸都是红衣女士舔出来的粘稠口水 看来他也是爱干净的煮 喜欢洗干净再吃 但这根本不是关键问题 魏昆费力睁开眼 又不敢去看他疯狂的紫色眸子 眼看着要坚持不住 鬼员工黑沙怨魂 得到了充足的鬼气滋养 晋升为毕级怨鬼 激活天赋鬼网 获得储存并运输鬼气的能力 他似乎更讨厌你了 符合晋升条件 是否将其晋升为财务部部长 乌漏偏方连夜雨 卷我乌上三重矛 魏昆想怒号 这时候了 你个墨鱼黑沙球 来凑什么热闹 不出他所料 伴随着一阵阴冷气息弥漫 一个游动着无数条手臂的黑色身影 于墙角阴影里缓缓站起 黑沙鬼影逐渐靠近 无数条冰冷纤细的手臂 慢慢围住了魏昆后背 上一次任命红衣女士的时候 就差一点出大乱子 好在魏昆手机眼快 拨开云雾剑青天 精准找到了弹中学所在 拍下了鬼印章 这才及时地控制了力量大增的 红衣母螳螂 这回的运气 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不说那密密麻麻的手臂里 是母螳螂 然后是母蜘蛛 演动物世界吗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魏昆大吼一声 小秘书 快来护驾 小秘书从门缝钻进来时 看到黑沙球此时的模样 也愣住了 傻瓜董事长 你吓到他了 你他妈看清楚状况 到底是谁在吓谁 前有红衣女士 后有黑沙怨魂 不远处 还有个鬼镜在看热闹 诡异低效 他没想害你 小秘书显得很淡定 他摊着小坚守 是不想上班 你告诉他 当领导就有带心休假了呀 我他妈的不会说鬼话 给我翻译 他妈的 什么叫带心休假 魏昆说完话 就死死咬住 牙关闭上了嘴 因为那条一顿田的小蛇 又爬过来了 小秘书继续小熊探手 我是小废物 我不会外语 除非盖我张 开摆 谁说三角结构是最稳定的 魏昆只想大吼 三个女鬼一台戏 魏昆内心数秒 没法再拖下去了时间 倒流 他内心怒喝 随后右手骤然大张 鬼口骤然吞噬 景色破碎 思维停顿 时间回到了十秒前 当当听到系统提示声的时候 魏昆这一次 没有去喊百烂的小秘书 而是突然松开右手 任由较劲的红衣女士失去支点 骤然撞向自己 随后借着撞击的惯性 抱住红衣女士 向那墙脚倒飞 他被京城张家峰 撞得口吐鲜血 但正因为如此 给了他片刻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魏昆的逃跑路线 黑沙球才看看苏醒 鬼气突然充盈之下 内心本是惊恐 刚准备站起身 就猛然发现 一对狗男女 向他撞过来 他吓得发出凄厉鬼叫 三个家伙碰作一团 无数条手臂 将红衣女士和魏昆牢牢困住 死死抓着一切能抓握的物体 场面比人几人的海天盛严 还要恐怖三分 周围不是红裙就是黑沙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魏昆完全睁不开眼 张开右手五指 用鬼印章一顿乱摸 能摸的 不能摸的 他都没放过 就在魏昆感觉快要窒息的刹那 准备硬扛着 使用鬼口时 幸福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经过董事长批准 鬼员工黑沙怨魂 已经升为财务部部长 提示 财务部部长 具有分配鬼气 与鬼物资的职责与能力 请妥善处理 魏昆气喘吁吁地扶着膝盖 黑沙球鬼印章的位置很奇怪 是他手臂森林中 一条玉石质地的手臂 印在了小臂内侧 与红衣女士的黑色勾纹有所不同 黑沙球的勾纹呈暗红色 有点像古代辨别 真结女子的手工纱 盖了戳后 黑沙球发出抗议的尖叫 宛若一只愤怒的黑色梨花猫 要是被眼神有点不好的 一一看到 一定会高呼黑皮小猫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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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沙球满地打滚 显得非常痛苦 用他特有的尖锐嗓音喊道 不想做不着 好困 好想睡觉 小秘书无嘴呲呲笑 想和谁睡呢 黑沙球根本没搭理他 滚来滚去 烦躁极了 可魏坤发现 他滚动的轨迹 其实有规律的 他在用这种撒泼耍赖的方式 偷偷远离红衣女士 一步步往门口窜 就在他打算滚出直播室时 被魏坤一把抓在手里 用力揉搓 毛茸茸的布料 手感非常好 他生气了 他会吃了我的 看到逃跑无望 黑沙球终于肯说实话了 他不停挣扎 转头还想咬魏坤的手 好在魏坤在红红那边 已经练出来了灵活的躲避属性 这种不痛不痒的攻击 比起红红的突然袭击 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 不值一提 将其拎在手中 用力甩了甩 直到黑沙球放弃挣扎 一副任军采摘的等死模样 魏坤看着黑沙球 说道 你的鬼网能力作用是什么 红衣女士的贪婪 可以搜寻优秀员工 符合鬼市部部长的身份 定位黑沙球的鬼网 字面描述 是能储存并运输鬼器 鬼器是鬼公司 当下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谁都想要 除了小秘书 他现在 只想偏魏坤给自己盖章 掌握鬼器分配大权的黑沙球 根本没表现出 吻合地位的强势 他看了看魏坤 又看了看挂在魏坤背后 正掐着他脖子的红红 他轻轻一探 身体裂开 伸出那一条 印着暗红钩纹的特殊手臂 在半空中微微一抓 阴风吹动 本是空无一物的空气中 顿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珠网 珠网源头是黑沙球的手 而另一端则穿过摆设与墙壁 奔往四面八方 2740个 黑沙球闷闷不乐道 我抓到了2740个存钱罐 烦死了 通过交流得知 黑沙球能通过他的鬼谷 例如一一 去辐射他的蛛丝 只要被蛛丝捕获 就会源源不断地消耗人气 提供鬼器 这种抓化率 远高于丁旺将人气转化的鬼器 相对于丁旺 比例大约是一 十 也就是说 这2740个倒霉蛋 相当于27400个 正在丁旺的观众产生的鬼器 这些鬼器沿着蛛丝 先经过节点一一 再通过一一与黑沙球母体的链接 最终储存到黑沙球的肚子里 建立蛛丝链接的条件 既简单又麻烦 简单在于 只要被一一无形散发的鬼魅 影响到精神 就会建立蛛丝链接 麻烦则是 要求目标必须是养火堤 养火顾名思义 是指人的精气神 也有民俗传说 是头顶两间的三朵火光 火光熄灭 则会导致人体阳气减弱 尤其是子时之后 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经过魏昆与黑沙球更深的沟通 他明白根本不是这回事 哪来的三朵火光 人均火中做自己 养火堤 说白了就是熬夜 晒太阳少 精力差 睡眠不足 从而导致的身体机能衰弱 一系列问题的状态总结 根据这一条 魏昆找到了 容易被沙沙捕捉的目标人群 眼圈黑 头发少 面色差 胃寒怕冷 手脚凉 背部怕冷 腰酸痛 睡眠很浅 容易做梦 睡醒还想睡 乏力不堪 情绪低落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 尿瓶 咽尿多 嘴唇发暗 心慌心紧 只要符合以上特征 就有较高概率 被一一等鬼奴的鬼魅影响 从而成为黑沙球的储钱贯 好像还真不少啊 精神内耗 社会压力 一眼望得到头的苦涩人生 再加上房贷车贷 儿子贷 百般痛苦 神经衰弱 不得解脱 被捕获的人会受到伤害吗 魏昆思索问道 小秘书替黑沙球回答道 只要人活着 就有人气 而人活动 人气大部分都自然一散了 财务部部长的蛛丝 只是吸收很少一部分 最坏情况 不过是累了就想睡 反而能致失眠 魏昆看了眼小秘书 他总感觉 小秘书多少带点鬼格分裂 有时候强迫症一样 只说五个字 有时候就流畅得多 黑沙球打着哈气 真羡慕 我也想睡 魏昆明白了 感情好 这是求大夫悬丝诊脉 隔着网线挑选失眠患者 治疗失眠呢 原来黑沙球的愿望 是建立一个 只有摸鱼的世界吗 反正人气不用也是浪费 不如拿到鬼公司 来创造剩余价值 魏昆点了点头 于是 在今晚 鬼公司终于建立起了 初级分配制度 说白了 被魏董狠狠白淘的鬼员工们 总算能领取工资了 黑沙球直接吸收的 归他个人所有 但鬼网能力得到的鬼器 全部都要上交给公司 黑沙球有点不乐意了 这明白着 是拿他们自己赚来的鬼器 再重新分配 就这样 还必须感谢老板大恩大德吗 不要 黑沙球尖叫 魏昆只用了三分钟 就让黑沙球 在他的淫威下屈服了 你比他还坏 他悠悠地小声埋怨道 魏昆将一根蛛丝 一个人一天所产生的鬼器总量 定为一个标准单位 也叫一元鬼钱 根据计算 工资表如下 鬼市部部长红红 日工资至少要十万元鬼钱 少一分都会耍脾气 而且隔几天 就按着董事长的脑袋 威胁涨工资 属实是打工打明白了 财务部部长莎莎 日工资零元 鬼员工婚禁 日工资零元 只人小秘说 日工资零元 莎莎的小跟班依依 日工资零元 典型的暗闹分配 闹鬼程度越高 工资就越高 越老时 就越要接受未懂的剥削 工资卡暂时放在莎莎手上 随用随取 反正莎莎肚子里的东西 那都是魏老板一个人的 目前每天约收入 三千元不到的鬼钱 距离满足红红的胃口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所以当下重点还是加年华 保住红红目前的人气为前提 实现稳步增长 刚刚想到这里 魏昆就接到了李小雅的电话 老板 一一的直播间被封了 怎么回事 简单说说 出乎意料 魏昆加着手机 颇为着急地打开直播网页 发现正如李小雅所说 莎莎真的不怕黑欧的直播间 处于封禁状态 李小雅语气很复杂 刚开始 直播情况还行 她正和一个叫淘夭夭的主播PK呢 后来她有些太进入状态了 唱了首歌 还没唱完就被封了 只是唱了首歌 唱了什么 不会是禁歌吧 魏昆狐疑问道 她想了想 直播间被封也是有理可循 毕竟前身的记忆在哪 再加上 现在脑子不太灵光 做出什么触格举动都不意外 可说是因为唱歌被封了 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李小雅叹了口气 不是禁歌 就是 忐忑 她边翻白眼 边用气声唱的 魏昆试着想象了一下画面 十分精彩 顿时领悟 真特喵的 是个直播鬼才啊 对于莎莎直播间被封 她倒是不太着急 只要不是触犯到原则性问题 直播间封禁找刘宁说一声就能解开 只要不耽误后续红红开播 一切好说 看了眼右上角的预约人数 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一万 可以侧面证明 一一在今晚直播的卖力程度 魏昆甚至在思考 以前星辰娱乐 是不是没有找到帅狐的使用说明书 才没将其作为头牌主力 不过 一想到帅狐手机里那些脏事 她又理解了对手向老板的顾虑 这种人渣 指不定哪天就会爆雷 倾助资源也是浪费 好在她改过自新 化身赛博烧机 变成了幸福护于大家庭的优秀成员 算是废物利用 距离红红开播 还有九分钟 魏昆先让黑沙球 通过鬼网蛛丝 给红衣女士打了三千元鬼钱 得到鬼气 红衣女士心满意足 终于暂时收敛凶性 慢悠悠飘到鬼镜旁边 安静依靠 看她那副乖巧模样 若不是魏昆这满脸粘稠口水 还有脖子上的牙印提醒自己 她还以为刚才发生的事是错觉了 这丁扁鬼气 只够让她老实一小会的 能支撑到直播开始就可以了 另一边 向文斌看着电脑屏幕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第一次 帮陶夭夭击败了老东家 对手还被封了直播间 两份喜悦相互重叠 这双重的喜悦 又带来了更多更多的喜悦 本应该已经得到了胜利的快感 然而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说实话 我有点恶心 向文斌对秘书说道 但恶心的原因她没讲 秘书察言观色偷偷瞄了 眼向文斌的裤子 一时间没敢说话 毕竟穿上裤子就举报这种活 实在不算体面 秘书沉吟 灵机一动 古有诸葛亮巧借东风 火烧赤壁 金友向老总体大撕金 巧风直播 老天爷都站在咱们这边 嘉年华星辰娱乐赢定了 这话却拍到马腿上 向文斌提手给了秘书一脑瓢 骂道 金 我看你他妈的相金 给老子滚 等等 你回来 秘书觉得 肯定是一只金毛巡回犬 他又满脸笑容的小跑回来 钱据后公道 老板您吩咐 陶殷殷这步棋 还不算稳妥 向文斌敲点着桌面 道 嘉年华星秀 只有前三名是有价值的 光是幸福护鱼 一个红红就不好对付 这又多出来个沙沙 更不用说 其他公司的潜力新人 我花了大价钱挖人 又托关系 给他改新人 签参加星秀赛道 不可能白打水漂 你找个价格便宜的 老牌人气主播 谈谈嘉年华合作 明早必须把计划书交给我 他累了 不愿再多说 白白手示意秘书 可以走了 秘书小心翼翼地 带上办公室的门 皱眉苦想 价格便宜 还要有人气 他翻看着平板里的报价单 其中某个主播 让他眼前一亮 有人选了 他用手点了点 越想越靠谱 不过为了稳妥起见 秘书想先问问公司的员工 听听他们的建议 秘书先后询问了小王 小李 小孙等常看直播的员工 他选中的主播怎么样 他得到的统一回复是 挺好看的 节目很有创意 最近人气有点下滑 但老观众还爱看 秘书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便宜 还有人气 就是他了 他看向平板 此时正打开着鲨鱼台的直播APP 显示着他精心挑选的合作人选 户外区 主播大冬子 人气160万 直播间标题为探灵一个 大冬子带你走进科学 秘书美滋滋地回到工位 开始完善起 明天要交给向老总的计划书 想象着老板满意又赞赏的表情 不由地嘴角上扬 干劲十足 另一边 此时的鬼公司 今晚红红的直播 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在一一31万预约人气的帮助下 平均人气定格在124万 比上一次97万小有增长 一一和红红两场直播 总共带来了35万的打赏 与平台广告分成 公司可用资金1100万出头 将直播收益提取到账的刹那 魏昆又听到了系统提示声 提示 当鬼公司清偿全部杨坚债务后 将正式开启鬼公司的运营体系 杨坚债务 魏昆琢磨着这古怪称呼 既然有杨坚债务 总不会还有阴坚鬼债吧 那到时候来上门讨债的 会是什么玩意 即便好奇正式开启 究竟是怎么个正式法 他也暂时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目前的重点 还是满足红红胃口 124万人气并不够 他看向红衣女师 根据这些天来的观察 魏昆发现了一个 类似于好感度的规律现象 他闭上紫色毛子 代表暂时吃饱了 危险程度降到最低 不会对魏昆 黑沙球 或是活人进行攻击 紫色毛子半征 则是尚不满足 只要不与其对视 就不会瞬间激活他的凶性 魏昆还能凭借鬼印章 勉强应付 倘若是一般人 就会被他活生生撕碎 变成肚子里的红皮狗粮 至于紫色毛子 完全睁开时 就是红红最危险 最凶残的状态 此时的他会对任何事物 表现出极度贪婪 注视到猎物 就会五官扭曲成旋窝状 显示出其猙獰恐怖的 本来面目 周围环境 也会随之风化腐蚀 移动方式 也变为无视 物理距离的瞬移 魏昆将这种状态 称为完全利鬼化 即便是他 也要疲于奔命 好在 红红只有在饿肚子 或是招揽鬼员弓时 才会完全睁开子眸 正常吸收足够鬼气 吃饱了的他 脚底下百个圆盘 那就是最精致经验的 大型手办 魏昆五额叹息 现在的他正半针眸子 透过鬼进的反光 静静注视着魏昆的大腿 明显是上次招揽黑纱球 没能拿到魏昆半条大腿 当绩效 而暗暗不满 这次嘉年华 必须要赢 无论用什么手段 他揉了揉太阳穴说道 这是他突然想起来 今晚直播前 小秘书曾经找到他 说是诚信商行的吴经理 给自己打来过电话 还约定了见面地点 他想着 早晚都是要还钱 而且他也对之 压在诚信商行的东西 微微好奇 于是便拨通了 吴经理留下的电话 堵 六十秒后 依旧是盲音 魏昆这才意识到 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 摇头笑道 我真是越来越习惯 晚上活动了 对时间没什么概念 明天再找他聊聊还贷的是吧 此时 诚信商行外 拉起了橙黄色的警戒横幅 数辆警车停在门外 不久后 一个年轻女法医被人搀扶走出正门 哇的一声吐了满地 他擦去嘴角污垢 双眼残留一丝惊骇 对老警官脸色苍白的低声道 通知民俗局 那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 民俗局赶到了事发现场 一辆特种消防车 一辆制式警车 两辆防暴车 停列在二十米外 这是根据经验估算出的平均安全距离 全副武装的特警 将事发地点重重包围 同时让派出所民警 配合他们的工作 疏散附近围观群众 消防车喷洒出特制水雾 隔绝了附近高层民宅 对这里的观察与拍摄 省局来的老警察林世泽与陈元丽 穿着上白下蓝的调查员制服 向现场快步走来 面色沉重 看当地警方的书面报告 这大概率是一起高恶性的民俗事件 林警官 女法医处林 看到头发斑白的林世泽 不禁肃然起敬 这可是天水省赫赫有名的老警察 是省民俗局资历最老的调查员之一 其余听说过林世泽的调查员 纷纷表示敬意 林警官来了 那这次民俗事件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她可是其中高手 我听说上个月林书刚解决一场B级民俗事件 只用了两天时间 当陈元丽走近时 她露出一丝审视的狐疑 不过这稍纵即逝的思绪 被她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她感觉陈元丽的状态很不对 眼球充血 呼吸频率急促 握手时明显察觉到她体温偏高 像是经历过剧烈运动 楚琳知道些民俗方面的隐秘 有些调查员 在经历过极为恐怖的民俗事件后 精神 心理 都会出现异常 甚至还有思维被入侵 占据的可怕安利 难道说 楚琳不敢再想 陈元丽点头示意 掏出随身携带的警报仪 数值显示 民俗主体已经不在现场 只有低计量的指标残留 说明 这不是最棘手的区域性民俗事件 林世泽六十岁了 抽着汗烟 等待队员排查现场 他叹气道 近几个月 云海市区的民俗事件逐渐高发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楚琳这时忍不住对陈元丽问道 陈队您没休息好 不等陈元丽回答 林世泽笑着说道 今晚他自己在办公室值班来着 我找到他时 他在看那个年轻人常看的 叫什么来着 哦对 直播 那电视里的女低 看着就挺好生样的 屁股老大了 陈元丽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红韵 无嘴说道 我在调查 我怀疑网络上也有民俗现象的存在 工作量太大 就有点累了 楚琳嘴角一抽 淡淡道 您调查的那叫低俗现象 等吴元出差回来 如果他问起 我会如实汇报你工作内容的 别借啊 我上回跟领导和他都刚发过誓 累了提提神也没什么吧 陈元丽慌了 好在同事及时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报告 现场初步调查完毕 总共发现七名死者 都是诚信商行的高层领导 对死者吴大勇的通话记录调查 在他死亡后的半小时内 该手机向其他六名死者 拨打过电话监控录像显示 该六名死者 在进入诚信商行的大楼后 就再没有出来过 直到夜班保安发现现场并报了警 林世泽皱起没关 有凶手的人为线索吗 该调查员面露一丝骇然后怕 摇头道 林队长 您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种场面 不可能是人为 只能是那种东西 很快 林世泽快步在前 一楼大厅寂静 看似正常 来到二楼 他们看到 诚信商行内部 像是经历过一场大火 建筑 墙壁 摆设 均严重叹化 到处都是被浓烟熏黑的痕迹 刺鼻的烧焦位 充斥于空气 战术靴踩着碳渣 发出卡卡声音 一眼望去 满是大火后的断壁残垣 然而附近居民的笔录中 并未发现火灾迹象 顺着焦黑的楼梯 他们来到四楼大厅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笔直的过道 用红油漆涂抹 将大厅从中一分为二 目光顺着过道 直达大厅镜头最远端 他们看到一朵鲜艳绽放的花 楚琳忍住想要呕吐的欲望 指尖颤抖 林世泽和陈渊立奇愣住 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大厅镜头的巨型花朵 血液冰冷 呼吸停滞 斑驳的淡黄灯光 像是打在舞台上的灯柱 驱赶开黑暗 照亮主人翁 几条惨白的细长脊柱 歪歪斜斜地扭成了花的枝干 数十条手臂大腿 做成的花瓣 涂抹上最鲜艳的亮红色 围拢着惊恐猙獰的人头花心 内脏被拧成细细的长条 是花朵的根须与土壤 呈放射现状 向四面八方延伸 宛若章鱼的触须 场景如此害人恐怖 极具视觉冲击力 震撼着在场所有人的灵魂 但是在烧焦灰烬的建筑中 有种怪异又扭曲的妖艳美感 焦土中绽放的花 林士泽手不禁发抖 想要点一根烟 可抖得怎么也打不着火 他骂的 他低声骂道 真是见了鬼了 我混不吝地活了六十岁 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怕 超出人理 匪夷所思 难以理喻 甚至不像探计生命 能搞出来的东西 陈元丽说了个冷笑话 脸色依旧非常难看 他总算知道 为什么楚灵身为法医 也会吐得像是个 涉事卫生的菜鸟了 林士泽深呼吸 粘迈的皱纹 瞧不出他所想 戴上白手套 他开始检查 那朵巨型金光花 同时留意着周围痕迹 死者死于突然袭击 没有挣扎迹象 怀疑他速度极快 能够隐身 影响思维或制造幻觉 根据吴大勇死后的 手机通话记录 不排除操纵尸体 或是魔旁声音的可能 这些骨骼的间隔距离相同 按照某种特定图案 进行重复魔旁 根据经验 重复和魔旁 是低神志 或是无神志民俗的特征 现场大火 与金光的风格不太吻合 有可能是两件民俗事件 而且 我找到了这个 林士泽捏着一根黑色羽毛 很像乌鸦羽毛 可若是乌鸦 用羽毛长度推测 其至少有两米以上的身长 兽类民俗 真有这种东西吗 陈元丽也检查了 四楼大厅的各个房间 回来向林士泽汇报道 林叔 诚信商行所有的电子 指示档案 都被破坏得无法复原 队员检查了顶楼的质押品仓库 也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没发现有调查价值的物品 是这样啊 林士泽思索后 斩钉截铁道 民俗传播存在特定的逻辑链条 想要搞清楚逻辑的话 先查诚信商行的催收记录 我要见见这些欠款人 次日 诚信商行上班的员工 被通通拦在门外 官方答复是 诚信商行夜间失火 可看着这帮员工欢呼雀跃 机长庆贺的模样 陈元丽和他的新搭档楚琳 有点猛 好死 早就不想干了 我们欠公司的钱 也能一笔勾销了吧 陈元丽穿着律师制服 装作被请来的法律顾问 他好奇问道 你们上班 怎么还欠公司的钱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大妈 愤怒挥拳道 我们就是信了短视频上的宣传 说是考金融证 就能进企业上班 等到了地方 又要培训 要交几万块的培训费和保证金 他们说 没钱可以先签个贷款合同 后期正式上岗后 可以用绩效来抵 可到头来呢 那点工资还不够 还利滚利的 旁边的年轻小伙气的跳脚 帮腔道 砍头戏 信息费 附加服务费 套路太多了 我之前就是信了短视频的鞋 先学视频剪辑 然后去学日语 接着是小说配音 后来又考消防证 各种培训费用 把家底败光了 最后被诚信商行骗来考金融证 欠了一屁股债 还得打白宫 你们当律师的 不去起诉那些虚假宣传 就来欺负我们老百姓 说着 聚集在大门口的员工们 群情激昂 场面似乎要失控了 正义的铁拳 给陈元丽打了个五眼清 他捂着酸痛的眼睛 好在他临时抱佛脚 搜了一些法律条款 举起双手高呼道 诚信商行的合同都被烧光了 要是债权方不主动提供聊天 转账记录 或录音等借贷证明 这钱真的不用还 闷了陈元丽一拳头的中年大妈 暗暗收回撩阴脚 年轻小伙也放下折叠凳 有个瘦高的眼睛大爷不乐意了 肩头皮鞋蠢蠢欲动 哎哎哎 还差我呢 让我也踹两脚过过瘾啊 中年大妈递来一杯水 这小伙真俊啊 他推开肩头皮鞋大眼 扶着陈元丽坐到椅子上 殷勤问道 真不用还了 陈元丽暗骂 捂着乌青的左眼 俊 我特喵的 现在就能靠斯妈惹法克侠 信不信我用传呼机 喊来翘屯队长 给你也来一电炮 尝尝帝国资本铁拳的滋味 可仔细想了一下 这主意好像不行啊 翘屯队长跟谁都误误开 不见得能打过中年大妈 指不定震惊盾牌都给额走了 陈元丽喝了水 气也消了 他拍拍手 示意诚信商行的员工们看过来 然后说道 律师事务所 要你们提供一下诚信商行的客户资料 和联系方式 有人大声喊道 你们律师 难不成是想赚这笔律师费吧 小心生儿子被神父弄定眼 陈元丽觉得这帮人说话也太毒了 他宁可生儿子没屁 呸 要不是上面怀疑这次民俗事件 可能是某些欠款人 或是出于躲债的目的 或是无意中被民俗缠身 才引发了此次民俗事件 要不是不想避免打草惊蛇 陈元丽才不来做这种 擦定不戴指的迫事 好在员工愿意配合工作 根据记忆 提供了许多宝贵信息 结合信息技术部门 查询诚诚信商行的通讯记录 很快就锁定了一份 2300人的嫌疑名单 陈元丽本着律师演到底的想法 拨通了几个电话 基本都打不通 只能等民俗局后续 再做暗中调查 迟到 您好 我是云城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 请问您是诚信商行的借款方 幸福互疑 我在路上 见面再说吧 魏坤挂断电话 开着租来的奥迪A6L 直奔诚信商行 他不有一心 因为原本和诚信商 来好的还款日期 就在这两天 到了地方 魏坤远远就看到 诚信商行的一楼大厅 挤满了无所事事的员工 还有几位律师打扮的男女 正在桌子前忙碌地打着电话 对面站着几名 或是脸上带着喜色 或是狐疑的普通人 他觉得奇怪 但没做多想 老调查员林世泽 暗中观察着 每一个欠款者的微表情 他在寻找线索 看见魏坤时 只是觉得 这小伙 可能多少带点甚亏晚期 跟旁边的真律师打听 知道来人是一家 叫幸福护鱼公司的老总 负责接待魏坤的是陈远丽 楚琳 还有一位真的留律师 和一位诚信商行的业务员 楚琳听到业务员说 幸福护鱼是一家 主营直播业务的网红公司 不禁嫌弃地皱了皱眉 他低估着 真恶险 魏坤听觉极强 他愣了下 爷们不就是欠了点钱吗 他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要说完女秘书 女下属和女明星犯法 可魏坤敢对天发誓 他只是出于好奇 和对员工的鞭策 小小地欺负了一下黑沙球 这到底触犯了那条法律 嗯 盗魔保护法吗 要是讨论红红和婚禁 他才是应该被保护的受害者 这女律师脑子有病 魏坤暗暗道 表面上还是微笑 坐在椅子上 开门见山 我今天是来还钱的 业务员 刘律师都愣了下 刘律师解释道 诚信商行的税务 出现了点问题 怀疑老板涉嫌洗钱 已经进去了 我们今天找您来 是想了解点情况 不是催淡 魏坤点头 但还是掏出手机和银行卡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是守法好市民 楚琳忍不住说道 你要是守法 就不该做直播 让旗下的女主播 都不穿衣服 做那种事 甚至还用那种电动机器 你这是在剥削女性 在场众人 陈元丽轻轻拽了一下 楚琳的衣服 压低声音说道 小灵 你是不是对直播行业 有什么偏见 魏老板真不是做这个的 你说的那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可我见过的直播 就是这样子的 你还替他解释什么 楚琳理直气壮地插腰道 一脸不善地瞪着魏坤 陈元丽明白了 他就是传说中 无师自通的老司机 不用导航 自己就能找到开车的路 陈元丽细心地解释了一下 两种直播的不同 不等他管楚琳要APP 楚琳就闹得大红脸 对魏坤说了声对不起 找借口有事 慌忙跑开了 然后在业务员难以理解的目光中 在刘律师百感焦急的注视下 魏坤清偿了 信服护育的六百万千款 魏坤想询问质押物 尤其是难欲拙 因为刘律师说 仓库被政府查封 质押物还要时间清点 近日会派人 送到信服护育公司 人们望着魏老板潇洒的高大背影 隐隐有正义二字浮现 刘律师感慨道 要是当老板的 都像这位魏先生一样讲规矩 谈道理 守法律 那我们律师就要失业了 法治建设指日可待 真是位守信的好人啊 业务员叹气 失业的该是我们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人 该说他傻呢 还是他做人讲究呢 陈元丽找到暗处观察的林世泽 我查了一下信服护育 没什么问题 业务蒸蒸日上 至于魏坤有没有可能 林世泽摇了摇头 看着拿六百万的转账记录 想到年轻时 取不起媳妇的微薄薄薪水 以一种看透人生的酸酸语气 缓缓说道 小陈 鬼是不会跟傻逼合作的 还有 以后你和楚灵 都少看点那种东西 小心和他一样胜亏 陈元丽嘴角一抽 这时手机震动 他立刻背过身去 看到一条手机推送消息 尊敬的伯爵用户陈家大员外 鲨鱼嘉年华即将到来 火热冲值剂正在进行中 点击此处 立刻享受冲值福利 他手一抖 就不小心地点了上去 又冲五百 魏坤回到车内 顿时惊惧变脸 他刚刚是装出来的 人畜无害的笑容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微微凝重 透过茶色车窗 将眼球变焦 视野骤然拉近 像是多被变焦的镜头 将诚信商行大楼周围的细节 一览无遗 二楼到四楼都拉着窗帘 看不清里面摆设 但魏坤看得清楚 窗户的金属边缘 有被火烧焦的黑色探痕 在一楼大厅时 右手鬼印张蠢蠢欲动 如同来到世界最高城一样 呼吸着新鲜空气 对鬼口而言 鬼气就是最清新奢华的 甜美空气了 魏坤的鼻子 还嗅到了一丝腐败腥臭的血肉味 即便有化学试剂掩盖 可瞒不过他敏锐的感官 种种迹象表明 那地方闹过鬼 从血腥味的浓郁程度判断 死了不止一个 会不会是小秘书 魏坤思索着 他想起 昨天的前半夜 只能小秘书曾经找过自己 汇报了一个叫吴大勇的 催带经理的预约电话 随后 小秘书身上几乎不存在煞气 除了小秘书 黑沙球是最弱的 他还没有染过血 所以 他身上的煞气 是一缕少女发丝 鬼境稍强 根据魏坤推断 他至少残害过数条人命 煞气宛若一捆龟甲腹的麻绳 至于红衣女师 他的煞气就不是用铝 束 捆 跟这种微小量词 而是特喵的造航母的龙门吊 不对 是龙门吊下的 红衣主教号核动力航母 特点是 吨位重 排水量大 见到雄伟 一般飞机根本满足不了 至少是大弹舱 大油箱 大口径机炮的先进战机 才能勉强匹配 也正因为如此 魏坤对待红衣女士的态度 与其他诡异相比 更加慎重 以至于将全部精力 都放在如何限制 红衣女士的办法上 这种A级诡异怪物 要是失控了 魏坤就是铁打的历史罪人 魏坤自认为 没英雄烈士的高觉悟 可他也是一个人 是一个拥有正常三观 重视生命 感情丰富的人类 云海市的一千五百万人口 不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 更不是历史书页中 三言两语的记载 那是一个个喜怒哀乐 拥有着先活思想的人 是父母 是子女 是生命符号所书写的 一切绚丽多彩 我就是想平静地活着 魏坤收回了目光 扶着方向盘 轻轻一探 我就是想让所有熟悉的人 我的家人 我的亲朋好友 都能健康幸福地活着 诚信商行的事 诡异事件逐渐增多 正入侵着平和的现实 我就在幸福护语等着你 别让我逮到 逮到你 鬼皮都给你拽掉 必须打你脸 然后关门放红红 魏坤又突然想到 公司质押在 诚信商行的玉琢 他心头一动 该不会 那也是一只诡异 这件事 等待所谓法院 和诚信商行的业务员 把清点质押物的结果交给他 一切便知晓了 创新大厦13层13号 幸福护语财务部的 小张放下电话 对夏言说道 夏姐 公行经理说 咱们公司资质 审查结果不错 邀请咱们申请贷款 不过有点奇怪 那经理像是憋着笑 幸福护语是小型企业 所以 夏言既是技术部的议员 又兼任中层管理 他露出一丝困惑 该不会是骗子吧 上个月 公司还一屁股呆账了 要不是魏总不肯 早就破产清算了 我给公行的市总房 打了个电话 是真的 他们也在笑 不知道笑什么 小张挠挠病脚 很纳闷 国内银行 向来是锦上添花 从不雪中送炭的主 前台妹妹正来接咖啡 他听到两个人说话 忍不住插话道 那肯定是魏总神通广大 把关系都疏通明白了呗 要不怎么人家 是老板 你是打工的呢 小张偷偷瞄着 前台妹妹的漂亮脸蛋 硬着脖子的降嘴道 他也没比我大多少啊 哪来这么多本事 不就是办下来 一家银行的贷款资格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前台妹妹翻白眼 你也把打响指 人全没了 都打不掉你这张嘴 要不你再问 几个银行试试 夏妍在旁边抱胸看热闹 至于说劝 没工火的领导 就已经是好领导了 等到魏坤办完事回来时 大中午的 他发现公司坐机前 围了一圈人 大家热闹地喊着 哎 五个了 五个了呀 夏姐赶紧开爬啊 我要压十个 压十个 别以为我看不出 你想贿赂领导啊 夏妍远远看到魏坤 脸色一紧 没提醒员工 而是自己一个人 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哒跑过来 鞠躬道歉 老板 是我失职 让他们瞎胡闹 魏坤颇为奇异地 看了眼夏妍 搞什么呢 正是挺大啊 两个员工打赌 说是凭咱们公司的资质 能通过几家银行的审核 正打电话问呢 哦 挺努力 哎 我像是那么缺钱的样子嘛 赶紧让人散了 魏坤板起脸喝道 夏妍想着 魏坤这副一身西装 穿半个月 吃住都在公司的模样 没敢说实话 大家这才注意到 老板来视察了 顿时一哄而散 小张小跑过来 只见他满脸通红 额头见汗 对魏坤憋了半天 憋出一具 发自内心的马屁 老板 就咱公司这笔 必须发达的去审 六家银行 六家过审 您真有门道 千金买马股 我心服口服了 魏坤满头问号 前几天银行还催淡呢 这帮前孙子鬼迷心窍了 随后 他回到办公室刷手机 看到那摧带的 农行经理的朋友圈 才恍然大悟 优质的信用 才有优质的人生 希望各大企业 学习一下 这位公司老总的 首信作风 云海金融公众号链接 震惊 诚信商行失火 税务爆雷 全面停摆 大渊种幸福互于 主动还款六百万 帮助诚信商行渡难关 魏坤愕然 才小半天的事 这消息传得也太他妈快了吧 还有什么叫大渊种 我这是为国为民啊 他还委屈着呢 殊不知许多名眼人 却觉得这个魏老板 手段很高 城府颇深 不顾嘲笑 用千金买马骨的手段 仅仅六百万 就立住了信服 互于信守诺言的正面形象 打了个流传度 极高的免费广告 甚至有的商学院教授 对魏老板此举责称奇 决定下节课 就把这作为传播学的经典安利 魏坤尚不知情 云海市有些商业人士 已把他想象成了曹操那样的老音笔 他还在筹划着嘉年华的事 要么想办法 让红红安全地露脸 他的颜值绝对迷一个死一个 要么就只能从短视频宣传 直播剧本等方面 帮红红搞热度了 清点桌面 一个吉时雨般的电话打了进来 是梁熙梁大作家 魏哥 我的本子已经准备好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公司大会议事 魏坤 梁熙 李小雅 依依 还有几位旁听提意见的员工 大家好 我简单说说 我的创作灵感和表达主旨 梁熙推了推眼镜 站在投影瓶旁边 人瘦得像是能塞进画面里 在场反应不一 魏坤脱腮 盯着纸抽神游天外 他对面 李小雅穿着年轻学生装 画着青春淡装 趴在桌面上哀声叹气 提不起兴致 时不时用力推开小狗般贴过来的依依 依依似乎对李小雅的学生打扮很感兴趣 边准着棒棒糖 边鬼鬼祟祟地拽着李小雅的衣服 到处乱摸 被拉过来 当现场观众的老员工李志强 夏妍等人则是好奇和期待 作家在一般人眼里 还是带有一丝尊敬意味的 尤其是在李志强这种不常上网的中年人眼中 作家无疑是颇具社会地位的人类心灵工程师 他正经微作 严肃地看着梁熙 左手边的夏妍 装着对梁熙很感兴趣 目光却不时停留在老板魏坤身上 他更在意的是 老板对这件事的看法 至于梁熙说什么并不重要 梁熙一脸正经地说道 剧本的主题是 压迫 死亡 与黑色大梨花 妈呀 李小雅忍不住翻白眼 又是重重一探 小声吐槽道 他跟患者玩的那套非要写出来是吧 压迫压迫压迫 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雅雅姐你来压我一一抱着李小雅的胳膊 撒娇道 我喜欢被动 李小雅将橡皮糖从半边身子薅下来 小孩边待着去 你懂个屁 少看点二次元卖肉动漫吧 边上李志强用力鼓掌 梁熙得到鼓励 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女主角出身贫贱 却不卑不亢 她身处地狱仰望天堂 努力工作 却得不到回报 后面这段改了 魏昆插话道 要写努力工作 因此得到了老板赏识 梁熙脸色有点难看 可想到采封的三十万资金 她还是忍了 接着魏昆的话查 继续说道 因此 女主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没等进入婚姻殿堂 瞒着深爱她的未婚夫 马上被老板看中 要收尾禁卵 打住 魏昆再三重申道 对人妻没有兴趣 我从来没碰过人妻 我对人妻没有兴趣 因为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 跟你说这东西干什么 改 你这不是霸坏我个人形象吗 继续改 为了巴西归 再忍 梁熙深深呼吸 决定直接甩大招 给出最终稿 女主是公司职员 正准备和未婚夫 步入婚姻殿堂 可她的未来婆婆不同意 甚至压迫 如骂她 她痛苦万分地忍受着 用上班来逃避现实 突然被检查出来了癌症 下午她崩溃地 与未婚夫在公园哭诉 夏妍又打断了梁熙的思路 道 这里不对 梁熙纳闷 我这回也没映射领导啊 夏妍正色道 如果是上午检查出了癌症 下午她不应该在公园 梁熙更不解了 那她应该在哪 在上班 夏妍认真说道 因为只有半天假 而且要向HR证明 是自己本人得的癌症 李小雅惊得瞪圆了眼睛 魏昆觉得这思路不妥 不能太写实 要美化现实 再艺术加工一下 比如说 HR批了她一天 不扣计效的带薪休假 夏妍据理力争 那就是童话了 最后还是李小雅来获悉尼 她有气无力道 梁大作家 你赶紧往后说吧 吞吞吐吐 别整得像便秘似的 压迫有了 那死亡和黑色大栗花 是什么意思 梁夕很满意李小雅的发问 她继续说道 女主不愿让未婚夫过度伤心 所以自尽了 吊死在老板家门口的 第三根横梁上 这时候 镜头语言设计 一定要表现出死亡的美感 要把女主 就是李小雅女士 拍得美美的 像活人一样 这一段 你本色出演就好 稍稍排练 一下演技就可以了 李小雅眉毛一条 她想骂人 文化人骂人 真是不带脏子 什么叫美得像活人 谁他妈演活人 还要提前排练 一下是吧 梁夕没察觉到 李小雅黑的 想吃人的表情 自信一笑 用激光笔切换到 投影幕的下一张PPT画面 这时候 观众就会好奇了 女主死了 可视频没结束 后面是怎么回事 画面突然一暗 女主又活过来了 可没完全活 她竟然出现在了 直播画面里 弹吉他 打架子鼓 给大家表演摇滚乐 因为 她要用音乐 来释放内心的压抑 借助音乐的力量 表现出被压迫的愤怒 李志强这时候 就跟不上思路了 举手发言道 梁先生 人死了 怎么还能演摇滚乐 问得好 梁夕一手指着李志强 满是赞赏 高声道 观众绝对会好奇 为什么女主死而复生 为什么她要直播 为什么她会演摇滚乐 因为 我想表达的最后一个主题 黑色大栗花 正是死亡摇滚乐 有死亡 有摇滚 有音乐 听过这支乐队的观众 一定会兴奋到尖叫的 而其余观众 则会满怀期待地 想知道原位 如此 我们就成功地将故事悬念 流到了主播红红的直播间中 完美地达成了 给红红的嘉年华直播 引流的既定目标 这 就是期待感 听懂掌声 全场寂静 目瞪口呆 李小雅舞额 杨天长叹 另一个嘴 都想吐血三声 太特喵地抽象了 如果再网上演出来的话 网红生涯就结束了吧 她决定霸演了 下言试图挽留李小雅 道 要不再改改 李小雅嘴角抽搐 我可不敢让她再发挥才华了 再穿越给唐僧做痔疮手术 然后长生不老 是他妈的 长生不老啊 不过还挂在她身上的依依 李小雅头也不回得 离开了大会一室 梁希倒是不生气 只是连连说到可惜 然后和李志强高兴地交流起了被压迫的经验 下言看着老板魏昆无奈的表情 抿抿嘴 没继续说话 魏昆摆摆手 无奈散会 他早就知道 梁希才华横溢 但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位大作家的水准 真是称她一句老八御厨也毫不为过 李小雅不响眼 难道让依依上吗 但是这小傻子 容易涉黄被封啊 正当她发愁时 电话铃声响起 接听 那边说道 喂 你是魏经理 我在招聘软件上 看到你们在招视频女主角 魏昆听起声音 是个年轻女人 不过有点大舌头 吐字不清 像是爱情公寓里 那位光谷神奇的女版腔调 但没关系 不需要深厚的台词功底 念个1234567 再让婚禁给视频配配音就好了 论配音婚禁是专业的 整个幸福护鱼 甚至是魏昆接触过 看过的所有人中 她的声音是最好听 最诱人的 有一种听了 就想立刻找个地方原地冲死的愉悦感 最关键的是 她收费很低 每次只消耗200毫升的李小雅 性价比极高 魏昆想着 对电话答道 下午有时间 您过来先面试 我们公司现在有个项目 要是合适的话 就直接签了 工资低了可不行哦 电话那头似乎很有信心 魏昆笑道 待遇好商量 幸福护鱼在业内的口碑 实属一流 我知道的 600万吗 魏老板的好名声 传播效果显着 约定好两点见面时间 尴尬地客套几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办公区 李小雅趴在桌面上 闷闷不乐地叠着千纸鹤 一一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年人程度堪比刚做绝育手术的小公猫 焦焦地问道 雅雅姐 要不要喝点冰咖啡提提神 正常冰 苦一点 跟我的命一样苦 李小雅叹着气 看向一一的目光 微微带着点感动 这傻丫头 关键时候 还是蛮会关心人的吗 谁诚想一一皱着眉头 摇头道 没那么苦的 要不加点双黄莲 李小雅彻底放弃了 和幸福护鱼 上下一群傻子交流的念头 她正打算 白天睡觉摸鱼 梦中继承房管大业 突然 她听员工们小声议论着 说是老板 又要面试一位新员工 据说是为了 短视频女主的新项目 李小雅顿时生出 老婆独自穷牛 邻居染了黄毛的 敏锐警觉感 让她破防的 还是一一脑干缺失的吐槽 新的女主角吗 雅雅姐 爸爸不要你了 李小雅忍不住发飙道 不要把我带入 你们的变态关系里 幸运的 是不是早就找好了人选 我就那么像备胎吗 啊 一一摇头 当然不是了 不等李小雅回忆 你还有点良心的目光 一一小手按着嘴唇 大眼睛萌萌地真诚说道 雅雅姐你不是被胎 你是官 屁啊 老板 你的白皮小狗欺负我 好痛啊 一一泪汪汪地捂着额头 带着委屈哭腔 扑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魏坤完全没被他的 软弱外表所迷惑 笑话 这小傻子 早就不算是人了 谁见过不用吃东西 每天喝点营养快线 然后抱着黑砂球睡一觉 就不会饿的人泪吗 再加上 魏坤发自内心的痛恨恋童癖 尤其是加拿大国籍的那种 帅胡作的孽 一一可还没还清 让我看看 你的剩余价值 活该 魏坤毫不留情的脑瓜崩 给一一弹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满地打滚 打滚的姿势 和黑砂球如出一辙 属于是门派传承心法了 白天没事做事吧 魏坤冷哼道 那就给公司去赚钱 正好 我在监制平台 给你找了个份好活 他将A105的门钥匙 和一本任务计划书 丢给一一 职业建皇师 一一小脸 震惊地看着任务计划书 抬头 通红的眼睛里 充满了难以置信 气鼓鼓用小拳头 敲打老板桌 老板 我做错了什么 你怎能这样 忍心对我 因为你喜欢 没成年的小女孩 暗藏祸心 魏坤翘着二郎腿 一一试图狡辩 仗红着脸 挥舞拳头道 人人都喜欢可爱 鲜细 白晶晶的小女孩 你看网上那些游戏 和动画片 全是这样子 而且从宇宙尺度来说 这是合法的 因为比起古老的宇宙 孕育了生命的地球 年龄相当于罗里妈妈 又一个大力脑瓜崩 带回响的那种 呜 一一知道错了 一一不喜欢小姑娘了 以后只喜欢大姐姐 一一这就去好好工作 魏坤倍感兴慰她 亲手拯救了一个迷途灵魂 没事看看尤飞 地法和DLT的3D不好吗 看什么东营的废蒙 卖肉饭剧啊 真搞不懂那帮小日子 几十年前喜欢小男孩 现在喜欢小女孩吗 魏坤整理着近期公司文档 终于等到了下午两点的 面试时间 大会议室 临时充当了面试地点 桌子对面坐着面试者 黑色中长发 齐刘海公主切 两边扎成了细长的发辫 瞬间膀垂落 身材不是主流的白兽幼 而是稍显肉感 眼角画着淡紫色眼影 瞳孔黑中贩子 不过 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嘴角左下方的一颗美人质 估摸着二十出头的年龄 刚刚合适 姓氏很少见 但第一印象 让魏坤非常满意 他低头看向简历 念了出来 停顿数秒 东野田 不是他在磨旁拜登 而是简历上就写了这么多 他丢开几乎空白的简历 外在条件很符合我们的要求 你能自我介绍一下 简单聊聊才艺 人生理想 工作热情什么的吗 东野田抿了名嘴 面色冷淡 才艺 花钱 人生理想 赚足够多的钱 工作热情 只要你发工资 我努力干活就是 魏坤一拍额头 长叹一口气 这位样貌是够了 可看样子 也是个技能为零的造饭机器 行吧 不会唱歌 跳舞 乐器 那就只能走人设的路线了 五年合同 你看看条件 要是同意的话 我这就给律师事务所打电话 确认条款没问题 然后签字吧 东野田快速扫过合同 看到五位数的月工资 冷淡的脸上 这才微微露出喜色 他目光炯炯地看向魏坤 我都同意的 可以先预知三个月的工资吗 魏坤愣了下 身为老板的本能 他没直接答复 而是略带疑惑地问道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但我可以为你破例一次 只要您回答我 要这笔钱做什么呢 东野田脸一红 偏头避开魏坤的目光 用那略微大舌头的口音 回答道 我欠了好多钱 快还不上了 之前有个家伙催得我很苦恼 我好辛苦才摆脱了那家伙 我已经九个月没工作了 他抬头看向魏坤 紫黑色的毛子 充满希望地看向魏坤 深深鞠躬 大叔 请给我钱 等来了周律师 周律师无奈地摇摇头 戴上了痛苦面具 一脸纠结 魏总 您的这客户一枚身份证 二枚接到开具的居住证明 三枚直系亲属的联系方式 这合同没法做呀 魏坤也纳闷 可问起东野田 他目光躲闪 用力摇头 怎么也不解释 就是不停鞠躬道歉 嘿呼 不应该吧 难道是秘密潜入的女检察官 可大白天呢 幸福护语 也没什么担心调查的地方 签约流程 卡住了周律师 给了魏坤一个隐秘的眼神 示意到隔壁详谈 两人走出大会议室 来到避开眼目的拐角 周律师压低嗓音说道 魏总 这女的该不会是你在南面国外 哪里买来的吧 我又不缺老婆 瞧她姓氏 和那套鞠躬的熟练动作 明显像是东边的 魏坤面带愁容 摇摇头 周律师勾着魏坤肩膀 小声说道 法律层面不是问题 我都能帮您解决 我知道您是干网红直播的 做这行 谁没事查身份证啊 再加上美颜滤镜 亲妈都认不出来 别的不说 这女的真是漂亮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您养过玄风 或者紫红鹦鹉吗 养死过小学门口 卖的小鸡和小鸭子 周律师深呼吸 继续说道 没养过不要紧 这东野田女士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只落在凡尘 精致又神秘的鸟 能把人身上的鸟 也勾得蠢蠢欲动 我要是在年轻十几岁 绝对要拼命追求它 管它哪来的呢 可我还是觉得不妥 麻烦太多了 魏坤皱了皱眉 哪里麻烦 周律师自信一笑 抖了抖衣领 神秘莫测道 魏总您怕事不清楚 以前我是给谁做事的吧 天上人间 青蛙水苔 红马会所 都听说过吧 那地方的女技师分为两种 完全交底的教廊 要把身份证交给东家 还有一种呢 叫土狼 不用交身份证 是因为有些女技师 怕出事被一窝端 同时也不想让人查清底细 怕以后回老家 找不到老实人 这两种合同 我都能办 初老师拿走的合同 起诉东家 还能把欠星要回来 而且还不暴露身份 以后他老公查档案 什么也查不到 您就说办得漂亮不漂亮 绝不绝 魏坤真是小看了这位周律师 不禁肃然起敬 他愿称其为 裤装修补仙人 真绝 比挖了老实人 祖坟还绝 小事小事 我这也是保护妇女权益 为国家人口增长做贡献 所以 您就放十足的心 您甭管东野田 是不是偷渡的 以前做过什么 只要他能给您赚钱 不就万事大吉了 周律师嘿嘿一笑 道 初老师也不是您责任 您多看着点 实在不行提前举报 说不定还能到手个五十万 魏坤想了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曲媳妇不查开房记录 是当代男同胞 应该恪守的基本难得 找员工 也没必要像是某些企业 或是某些幼儿园 恨不得把他爹妈和家庭 情况调查的一清二楚 再说了他还有个后手 要是出问题 让莎莎或是红红 跟他亲自谈谈不就好了 魏坤也是 实在没什么办法 红红需要大量人气 嘉年华这一仗 绝对不能输杀于 嘉年华的排名计算 共有三个指标 分别是嘉年华当天的 平均人气 打赏礼物和弹幕数量 根据这三个数据 决定最终的嘉年华排名 卫坤之前也偷偷问了下价格 好家伙 因为上面严打水军 最便宜的嘉年华推广套餐 都要小一千万 这还不算后续的追加费用 更不用说 大公司买顶级流量的推广费用了 那都是魏坤 暂时不敢去想的天价 幸福护余账面上 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要么想点子 要么再贷款 贷款被暂时搁浅 魏坤意识到 幸福护余的债务 似乎会影响到鬼公司 除非万不得已 她不会轻易增加扬间债务 因此 幸福护余只能剑走偏锋 走创意宣发的路子 拍影流的短视频 是目前魏坤拿得出手的方案之一 但李小雅对梁作家的剧本意见非常大 会影响到她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至于依依 倒不是不可以 可依依与帅狐的身份有关联 万一星辰娱乐暗中使坏 怕是会受到负面影响 归根结底 还是魏坤对东野田的形象比较满意 纯裕的面容 肉感的身材 如果戴上个恶魔角 那就是大姐姐魅魔 丰富了幸福护余的审美覆盖领域 能吸引到更多癖好的广大老色批 目前 幸福护余强兵强将无数 冰山大美人红红 高贵冷艳 美丽绝伦 墨鱼之王沙沙的小跟班们 自带鬼魅效果 黑暗歌特戏 妖娃小平板 身替昏镜 绝美嗓音婉转动听 配什么都是最顶的助力 还有半部大主播李小雅 公司经理 最佳房管 婚禁耗财 危急关头能替老板分担压力 可惜业务能力差了点 但都可以慢慢培养吗 冷得和热的 死得和活的 硬得和软的 吃人的和不吃人的 想潜规则老板的 和想被老板潜规则的 魏坤将这想法称之为直播女团计划 观众想要的 幸福呼吁都能提供 他的想法越想越火热 似乎拼图就差冬夜田这块了 那就签吧 魏坤郑重地点头 一切都是为了红红 周律师满意地笑了笑 伸出两根手指头 二十万 魏坤眉毛一挑 勉强同意 掏出手机 给周律师赚了二十万过去 正要带人回到大会议室 周律师轻轻扯住魏坤的袖子 深深笑道 你等一下 你还差我二十万呢 给你保密 魏坤盯着周律师看了会 隐隐地无形压力 把周律师看得头皮发麻 最后还是痛快地 再赚了二十万过去 他重重拍了拍周律师的肩膀 淡淡道 这钱 你最好拿稳了 周律师不知为何 后勃梗感到一丝刺骨寒意 像是有什么莫名存在 正在注视着自己 他用力点头 连忙说道 您放心 我在业内做了三十来年 靠的就是口碑 回到大会议室 魏坤在周律师的帮助下 与东野田签了五年的一人合同 东野田顺利拿到了预知的三个月工资 他对魏坤到了生谢险 约定好次日八点 再来公司报道 走出创新大厦 东野田骑着共享单车 来到十六公里外的一家首饰金店 钱我带来了 把镯子还给我 他对老板说道 老板看到六千的转账提示 点头 回身取出盒子 将一个玉琢交给东野田 东野田将玉琢戴在手上 满意地扬了扬手臂 他对着玉琢开心地小声说道 新老板蛮大方的 终于赚到钱 说你出来了 谢我干什么 我们都是同类 要互帮互助的 该死的是某些人类 而且 你也帮了我大忙 不是吗 然后一路上哼着歌 骑着共享单车 房间内邋遢又凌乱 满地都是外卖袋子 方便便的筒 和某些奇怪的东西 他先洗了手 切了块西瓜 整个人惬意地躺在沙发 打开手机 认真地玩起了手机游戏 操作昵称叫天狗的游戏角色 嘴里低估着司马的六百四十八 阳光透过窗户 斜斜照在他身上 皮肤泛着金色的光 精致好看 他的影子 投影在沙发后墙壁 映出一堆巨大的黑色翅膀 幸福护于办公区的墙壁上 挂着一个七天的倒计时 旁边还有魏总 让中年大叔李志强 据说是云海市知名书法爱好者 写的员工激励标语 拼一载春秋 薄一声无悔 今日批心带月 明日成就梦想 信心来自于实力 实力来自于勤奋 李小雅驻足 看了好一会 嘴角抽了抽 低估道 知道是嘉年华倒计时 不知道还以为是高考呢 他又认真地思索一下 好像公司996和高考 没什么区别 不同在于 前者是为了老板能换新老板娘而努力 后者完全是为了成为前者而努力 属继承关系 幸福护于全体上下 都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着即将到来的鲨鱼嘉年华 这是目前公司最重要 最关键的核心业务 只要能将王牌主播红红不红 打入前三名 获得年度优秀新人主播的头衔 就能得到鲨鱼台最顶级的推广和合作待遇 公司也能凭借一个主播的启示而扩张 积累资金 打出名气 吸纳更多优秀新人主播 从而获得更多关注度与人气流量 形成积极的正反馈循环 技术部正在对弹幕过滤系统进行改造 嘉年华当天 一定会有竞争对手来直播间带节奏搞事情 而优秀的弹幕过滤系统 将避免某些居心不良的弹幕 所引发的敏感 举报等意外情况 市场部和企划部 则抓紧制定相应推广方案 暂时敲定了拍视频 引流量 最终红红出场王炸的计划流程 正当所有人都忙碌的时候 有个男员工 鬼鬼祟祟地躲在卫生间里 偷偷打出一个电话 向总 幸福护余的计划是这样的 对 准备拍个视频 然后买点流量和热度 推出去 给嘉年华直播引流 没事我先挂了 有新消息会立刻通知你 星辰娱乐 秘书激动的鼓掌 然后竖起大拇指 向总您还是高 这招吴剑道 玩得太妙了 向文斌本来还乐呵呵的 脸色突然一变 别跟我提吴剑道 他想起了帅狐 这小子 才是真正的吴剑道 向文斌现在很想和帅狐当面对峙 自己到底是哪里没做好 哪里对不起他 让他以那般决绝的妖娆姿态 跳槽到了幸福护鱼 他想象着 天台上 狂风烈烈 镜头旋转 高大威武的自己 注视着一身黑沙的帅狐 等待他的回答 帅狐天天一笑 露出俩酒窝 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对不起 我是女装 向文斌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画面太他妈怪了 他用力摇头 将那可怕画面甩出脑外 看向秘书 说道 你提交的计划书 我同意了 幸福护鱼要打 我们就跟他们打 一直打到全面胜利 拍视频 我们不仅也要拍 而且要拍得更好 秘书喜极望外 那我等一下 就去联系户外区的探领主播大东子 不过 女主用陶妖妖 还是别人 陶妖妖的话不太妥当 我要将王牌悬念留到最后 向文斌突然想到 前两天 公司不是刚签了个十几岁的年轻女主播吗 身份证叫什么来着 宋奶珍 名字倒是耳熟 有点像是老对手大象工会的那个奶爸珍珍啊 秘书玩耳笑道 珍珍可是名贯鲨鱼的大主播 这个飞机场怎么可能吗 而且 长相和身材也对不上 说是姐妹倒有可能 眉目有点相似 等嘉年华结束 把那个珍珍也挖来 凑一对姐妹花玩玩 向文斌哈哈大笑道 他重重拍了拍秘书的胳膊 拍视频的事就交给你了 一定联合大冬子 把节目效果给我做足了 什么殡仪馆啊 废弃医院啊 老工厂啊 找最吓人的地方 不用趴下到那个小型人 越过分 观众越喜欢 明白吗 秘书哈腰 是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幸福护鱼已经开始根据梁西的剧本 筹备起了视频拍摄工作 员工们进入连轴转的状态 忙碌不堪 李小雅刚从同学聚会赶回来 在云海市东郊的马场 被土豪同学秀了一脸 别说是马 即便是条狗都比自己金贵 他身心俱疲地踏入正门 迎面就撞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突然被抱住大腿 正是依依 他死死搂着李小雅的大腿 泪眼婆娑 大哭道 雅雅姐 你快救救我吧 李小雅就是心软 哪怕依依嘴巴读到了 他生气想打人 还是被依依此时的可怜模样 哭得母爱泛滥 他半蹲下来 轻轻拍了拍依依的小脑袋挂 人多耳杂 他怕流言蜚语伤害到依依 于是依依先报回到A104办公室 依依坐在她的大腿上 哭得一抽一抽的 李小雅温柔摸着头问道 欣慰得又欺负你了 告诉姐姐 姐姐帮你教训她 依依眼圈通红 抹着泪道 238 整整238呀 哎 是老板只给你发了238块的工资吗 她也太抠门了吧 不是238块 是238根 李小雅感觉信息量好大 不等她问 就听见依依以一种极为凄厉 委屈地强调 绝望大哭 网上真是好多心理变态啊 就知道发掉图 真的是什么型号 什么花纹的都有啊 网络见黄狮 分明是在线观鸟人 依依真的快吐了 依依感觉好恶心 依依再也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依依搂着李小雅的脖子 眼圈通红 满怀淒记地看着李小雅 眼睛里似乎有小星星在闪烁 雅雅姐 你能帮我和老板说说 换个工作吗 李小雅气得握紧拳头 不行 我必须当面问问魏昆 她怎么能对小孩子这样 随后她发现 有只小手很不听话地 爬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李小雅低头撞见依依无辜的目光 依依歪头 小声说道 依依不是小孩子了 做什么都是合法的 那你先合法地从我身上下来 李小雅瞬间意识到 她似乎一直都误判了依依的年龄 不禁恼羞成怒 本想发作 依依撒娇道 雅雅姐 你难道不想去剧组看看吗 我想去那边上班 真的不想再看那种东西了 就当是帮一个忙 听到剧组两个字 李小雅气势稍稍弱下来 帮 帮忙嘛 算了 就帮你去问问 要不我才懒得去那种垃圾剧组呢 她偏开目光 声音越来越低 创新大厦四楼 本是一家婚礼拍摄公司的场地 据说是这家老板贪图便宜 买来的拍摄设备质量不过关 拍出来的照片 总有带着脏兮兮的白影 于是顾客越来越少 网上评分也低到了一点几分 老板无奈 只能打算扛到租金到期 就撒手不干了 听说有人愿意租场地拍短视频 这老板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收取了象征性的租金 说是就当基因得了 李小雅拽着一一找到了这 穿过走廊 远远瞧见简陋的摄影棚 布景道具 基本上都是用原来婚礼拍摄公司的 除了常见的婚礼布景 还有戴手铐的铁床 金属夹 和像是跨栏用的高三角木桩等 不知用途的事物 旁边抽烟的摄影师解释说道 那些啊 算是这家婚礼公司的特色 主题摄影 懂吧 舞住一一放光的眼睛 李小雅带着她来到临时化妆间 终于见到了取代自己女主角地位的对手 东野田 这个身材外放 气质那脸的妹子 正低头玩着手机游戏 大舌头口音不影响 小嘴特甜 甜包啊 废物 这把局我不知道在嫁谁 狗都会压十六倍 真想把这些人的脑袋拧下来 她似乎直觉非常敏锐 才被李小雅眼神注意 立刻抬起头回望了过去 两个女儿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气氛刹那间 极为古怪 如果说李小雅看向东野田的目光 还带有几分极度 警惕和审视 是同行竞争的正常人表现 东野田却收起手机 起身直接走了过来 她将鼻子贴在李小雅的脖梗处 像是小狗努力地秀了秀 露出一丝困惑 微微吐出的气 搞得李小雅洋洋的 让她不禁后退了半步 本是强硬的大方 骂小三的姿态顿时意软 他们几乎是同时说道 你不对劲 东野田右偏头看向依依 更加疑惑地低估着 你更不对劲 什么对劲不对劲的 李小雅不想和她打雅迷了 双手抱胸 心中一股邪火窜起 脱口而出道 你就是这次短视频项目的女主 你会演戏吗 万一搞砸了 别再给红红添麻烦 说出这话 她就有点后悔了 但她毕竟是公司的老员工 在新人面前不能落了阵势 东野田沉默不语 这时 依依开心地拱火道 打起来撕起来 我最爱看女人打架了 屁啊 两个角度 力度几乎完全地巴掌 拍在了依依额头上 给这小傻子 痛得大喊爸爸的狗咬人了 没人搭理满地打滚 像条蛆一样的依依 东野田收回手 看向李小雅 轻声叹气道 我确实不会演戏 演技太烂了 刚才老板过来 狠狠骂了我几句 所以停工到现在 不是为了钱 我也不会来这家公司 要不你替我来演吧 李小雅愣住了 莫名地 一股喜意涌上心头 她是看不上良心的剧本 可到了拍摄现场 又后悔起来 本该属于她最宝贵的东西 就这样被新人夺走了 李小雅直到这一刻 才正视了内心想法 她想成名 她后悔了 所以表现得像一只护仔的母猫 处处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可没想到 这长得像是妖精一样的东野田 竟是轻描淡写的 就将机会还给了她 李小雅忍住欣喜 脸上装作风轻云淡 大姐头气势地道 没办法 那我就不退脱了 帮助新人也是应该的 东野田猛的一鞠躬 麻烦您了 以后请您多多照顾 李小雅嘴角上扬 姐姐般温柔地扶起了东野田尖头 胜利 终究还是我李小雅的 她笑得灿烂 我们是同事 不是吗 东野田也抿嘴笑了笑 悄悄与李小雅靠得更近了随后 临时更换女主角的消息 被导演和摄影 通过电话汇报给了魏坤 魏坤眉毛一挑 在电话中 询问李小雅 语气正重道 小雅 如果你决定了 就不要再出而反而 否则会影响公司计划进度的 明白吗 嗯啊 李小雅左前一一 又靠东野田 显得极为开心 她根本听不出 魏坤语气的前台词 蒙点头道 老板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不只是为了公司 也是为了红红 嗯 让导演接电话 我有些事准备和导演谈谈 魏坤不明所以地叹了一口气 两小时后 补光灯照亮 柔和的轮廓光 打在李小雅身上 摄影机的镜头前 李小雅目若呆机 像是被摆布的木偶一样 满脸死灰 丝毫不顾这副皮脸 会被镜头拍到 要是离得近点 还能听到她备台词般的喃喃自语 比楚人美帝洗澡水 被家椰子偷喝 然后吐到山村真子的锦里 还要幽怨三分 魏坤 你为什么不早点死啊 你为什么不早说 剧本被改成这个鬼样子的啊 导演静职静泽 看着手记 高声喊道 替身下去 主演上来 对对 摆个造型 让镜头拍到脸就行了 然后准备下一幕 替身愣什么 过来 小张你看过 奥特曼吗 就是那个奥特飞踢 用一脚就给女主踹死的力度 接着赶紧拍女主死了之后的镜头了 时间很赶 伴随小张一声兴奋地得罪了 李小雅高高飞到缓冲垫上 咣当 整个人扑了个狗吃屎 好在有双重缓冲 只是胸口痛 他突然理解了怪兽们的酸楚 奥特飞踢 真的好痛啊 啪啪啪啪 剧组的人们自发鼓起掌来 摄影都在称赞道 不愧是公司的老牌艺人 瞧瞧这职业素养 小张李宁都被踹开线了 他连卡都不喊一下 真是敬业 那些流量明星 要是有小雅一丁点职业精神 都烧香拜佛了 李小雅艰难地露出笑容 再次迎来满堂彩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说啊 他才是女主 是幸福护育的老员工 是未来的项目核心 即便 他现在只是冬野田的 身体 魏昆给他的理由是 你脸没冬野田好看 观众们更喜欢色色的狐狸脸 你俩各有长处 优势互补吗 优势互补 老娘的优势 就是抗奏耐操吗 李小雅内心骂了千百遍 可表面上 还是要做出坚强 沉稳 大气的姿态 不就是疼 为了光明前途 他都可以忍啊 他捂着刚撞到架子 像是被飞机狠狠扇了一巴掌 高高肿起来的左脸 嘴硬道 根本不疼 小问题 我还好 继续下一场 导演都感动了 他边感慨 边翻着剧本 说道 真厉害啊 那直接拍下一场戏吧 导演翻到下一页 女主的幻想场景 要拍东迎风的室内戏吗 小张 把那个木头三角架子拿来 小天你不用动 坐着等镜头就行 李小雅捂着肿脸 眼看着那个像是跳马一样的古怪东西 逐渐逼近 直到彻底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他终于崩溃了 我为什么要拍这种垃圾视频啊 这种东西 真的会有人看吗 视频磕磕绊绊地拍了三天 终于收尾 负责看热闹 和端茶地水的依依 待到第二天就没了兴致 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主要提供狐狸脸的东野田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据临时剧组的小道消息 他经常出现在附近的一家网咖 似乎还办了会员卡 只有主力一人李小雅 硬咬着牙 终于在精神崩溃前 完成了拍摄 获得任务奖金一万元 史诗及奖励并价条一天 以及导演真诚称赞的铁娘子 稀有成就称号 幸福互予阵营值加一 阵营首领好感度加一 可传着传着 传到公司 就变成了铁厨女和铁裤裆 上了年纪的女员工 遇到李小雅时 总会故意调戏她 问她晚上在做什么呀 累不累 想不想找个男朋友姐姐 帮你介绍之类的 当他们当中 有细心的人 发现李小雅手臂内侧的红斑时 还调笑着说道 你这姑娘太保守了 怎么还吻了个手工杀啊 李小雅风评再一次上升 她只能表示沉默 晚上做什么 具体怎么说 要讲职业房管 和午夜漏电麦克风的故事吗 至于胳膊的红斑 李小雅还以为是压力太大 导致皮肤过敏 当然 也有可能是奥特菲T的缘故 如果魏坤不说 她永远都猜不到 这是被鬼进入侵过的身体特征 李小雅带着视频储存卡 去往董事长办公室的路上 经过走廊 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 服幸福 护于历届头牌主播的半身照 说是历届 其实总共就四张照片 分别对应四位漂亮的女主播 时音 玉面 陶妖妖和 红红不红 李小雅微微感到有些奇怪 时音的照片 只有背影 披着一身圣洁感十足的白纱 头戴古代高官 仙气十足 玉面和陶妖妖 都称得上万里挑衣的美人 各有千秋 在PS邪术泛滥的当下 这两位女主播的定装照 真可谓是厌贯群芳了 至于红红 李小雅也搞不清楚 魏坤脑袋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 才会放了一张黑丝长腿 罩在公司走廊上 企业文化吗 这双长腿 漂亮精致到 让女人嫉妒 男人发疯 除了完美找不出 第二个形容词来概括 老天生样 造化天成 李小雅摇摇头 不再胡思万想 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忍住给姓魏的 来一脚的强烈冲动 将视频储存卡丢给魏坤 左右打量 没找到熟悉的一身影 坐在沙发里 耐心等待着魏坤看完视频 魏坤的食量 早就降低到了 每天一顿饭的水准 吃得很少 可看完视频 他感觉胃部 似乎在翻滚膨胀 有什么东西 想喷涌而出 外星人看了 都有回家的熟悉感 轨机生命 也得摇摇头 甘拜下风 魏坤常常吐了一口气 叹气道 梁大作家的剧本 不同反响 通感手法 唯妙唯笑 只用眼睛和耳朵 都能领略得到 汉策的震撼 扑面而来 汉策 你特喵还知道是汉策 李小雅太阳学猛跳 本想跟着一起吐槽 骂两句痛快痛快 可转念一想 要说视频是奥利给 主角替身的自己是啥 二号区 他气节 随后还是问道 这种东西要是上传 真会有人会根据内容 去关注洪洪的直播间吗 魏坤也有点拿不准主意了 因为这视频内容 有种探索 并突破人类思想下限的 艺术先驱风格 很难说太阳系地球生活的人类 能否承受得住 他犹豫到 有悬念 有美女 有软色情 有死亡摇滚 还有奥特飞梯 应该 大概会有人看吧 能给洪洪引流十万人气 就算成功 到时候 你想要什么奖励 尽管和我说 骨齿包包 香奈最新款都可以 五万以内 李小雅眼前一亮 脱口出道 普拉达真爱之理 七皮猫高跟 他浑然忘了麦克风的事 看到魏坤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 顿时对他大为改观 魏总在对待活人员工这一块 还是没得说的 短视频 厌期受辱 为了丈夫 他竟在直播做这种事 魏坤没敢用幸福护育的官方号 而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让员工用买了十几个 专门搬运沙雕搞笑视频的 百万粉营销号 将视频上传发了出去 他做完这时 就没再关注了 因为公司上下都不太看好 这个视频的效果 果不其然 在发布后的六小时后 总播放量侃侃超过2W 量到几点 算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尝试 他还不知道 星辰娱乐 和众多关注着幸福护育的公司 被这一婚招逗得哈哈大笑 差点乐晕了过去 办公室里 魏坤头疼地揉着太阳穴 只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帮红红的嘉年华直播引流 是思路不对吗 他自我反省 这三天的午夜当直播 无论是红红 还是化名沙沙的依依 人气增长都陷入了短暂的停滞期 即便又抓了将近5000个储钱罐 但根本满足不了红衣女师 日益倍增的贪婪胃口 就在今天凌晨 魏坤发现 红衣女师隐隐出现了 要挣脱限制的趋势 子谋威争 把黑沙球下的缩成小团 躲在墙角说什么 也不肯出来 红衣女师的贪婪 不止对人气的贪婪 还有对血肉的贪婪 对搜集鬼物的贪婪 可能还有婚后小故事的贪婪 魏坤甚至慎重考虑过 如果自己勇敢献身一夜 能不能满足贪婪 让红红老师一段时间 她还是缺少了践踏法律的勇气 没能踏出那一步 滴滴滴 是梁熙给魏坤发来消息 我怎么忘了梁熙 她可是网络知名的大作家 于是 魏坤给梁熙发去信息 请求她帮忙在小说网站 或是读者群里宣传宣传 魏哥你放心吧 这是我最擅长 梁熙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然后就欣赏她的大作去了 没有再回复 不到一小时 魏坤就在手机的新闻推送里 见到了梁熙的显着宣传力度 他目光扫视到内容 不禁瞳孔微缩 目瞪口呆 网络作家梁公子 在便民广场裸奔 被警方刑拘 被捕时歇斯底里高呼 抗议 合作方毁了我的完美剧本 点进查看 啊 魏坤端着手机 梦了 梁熙被捕的新闻 宛若在网文圈 甚至国内互联网 砸了一颗深水炸弹 起初还是本地融媒体报道 架不住 梁熙在网文圈的名声 实在是太大了 中原武律位列投名 十大邪书有他两本 读者淡知色变 网站避之不及 只有刚接触网文的新读者 才会在某些人的哄骗下 败毒气大作 最终被古神低语感染 血泪横流 高呼三体人终于对网文下手了 是外星人 想要从精神层面 熄灭人类火种 这则爆炸性新闻 和被捕时的配图 在小说相关的扣扣群 和贴拔疯传 由若星火燎原 在乐子人们推波助澜的帮忙下 瞬间传播到了各大读者群 小说群里 卧槽 好短 难道这就是太监作者 虽然马赛克很重 但能看得出还是有的 考虑到他作品的毒性 我愿称其为暴雨梨花针 笑死老子了 作者不是退网 原来是落网了呀 不行 我得给朋友看看 这个当年读的我睡不着觉的傻逼 终于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卧槽我曾外公 就是看了他的小说才咽气的 这就把新闻打印下来 烧给他老人家 梁公子还好意思说 合作方毁他剧本 什么合作方才能找他当编剧啊 我懂了 分勺传媒是吧 接着 在微博某知名博主的一张新闻截图后 这条新闻成功破全 各种大余号 公众号 疯狂转载 互联网时代 尤其是普及了手机与4G 5G网络后的当今 信息传播速度 被提升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层次 很快 很多不关注网络小说的网民 也得知了 有个叫梁公子的网络作家 因为不满合作方改剧本 而裸奔抗议暴露尺寸的劲爆消息 而关注点 也从梁公子的尺寸 来到了他裸奔抗议的原因 大家开始对连梁公子 都忍受不了的神奇视频产生兴趣 随后便深刻地体会到了 什么叫不可名状的前言艺术 本着不能让自己一个人吃亏的念头 他们将视频链接转发给了亲戚 同学和朋友 咚咚咚 李志强激动地推门而入 挥舞着手中爆表 满脸敬佩地对魏昆喊道 老板 您真是神了 起初大家还以为你选错了人 谁知道 您竟能从茫茫人海中 找到梁熙和李小雅二位卧龙凤厨 我们的视频火了呀 魏昆满脸惊疑地 看着发抛的李志强 随后在李志强兴奋地带领下 一同来到办公区 员工们满脸红光地 宣读着一项像实时数据 呱呱平台 九百万播放 三百一十万点赞 抖声平台 一千一百万播放 四百万点赞 快脚平台 一千八百万播放 七百万点赞 董事长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将近二十个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魏昆 将其牢牢锁定 有怀疑 有感慨 有兴奋 更多的是敬佩 夏言率先鼓掌 他笑着说道 现在还有谁不信魏董 领先半步是天才 领先一步便是魏董了 大家说是不是啊 没错 太牛逼了 魏董这波操作 完美利用了梁熙的人格弱点 故意把视频拍烂 使其激怒 最终达到了 堪称爆炸性的宣传力度 魏昆见他们越说越离谱 甚至还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事关个人形象 怎么说着说着自己 就往老英比的方向跑偏了呢 他赶忙压下手掌 示意大家收声 我可不是那种人啊 你们别下胡财 这就是一场意外 有人高声道 董 魏董这是大英牺牲 大象无形 大影无名 不畏虚名沾沾得意 是位城府 大家哄堂大笑 又起哄着鼓起掌来 还有人想举起魏昆 其实在场的员工都很压抑 他们也在释放自我 幸福护于过去的业绩 真是太差了 每个人都害怕公司倒闭 丢掉工作 而现实中 尤其是云海市 半年来意外多发 搞得人心惶惶 就业压力随之倍增 在大环境都在裁员 减薪砍伏利 逼着人自我辞职的情况下 魏昆不仅保留了大部分员工 辞退的顶额补偿 保险暂挂 其余的更是加薪加福利 从来不久久留 甚至还为情况特殊 需要接孩子上下班 或是照顾病患的员工 提供了大量带薪休假 大家都是有血有肉 能自我思考的正常人 他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正因为如此 他们就更害怕 失去这份宝贵的工作 是新东加魏昆 通过一系列 堪称碳为观止的操作 将幸福护鱼 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 让他们还有一口饱饭可以吃 有的感激地想用加班报答 可魏昆总是会 立声拒绝这一请求 还会贴心询问 是不是经济压力太大 想要赚些补助 真是一位体贴员工 有人性 有手段的好老板啊 大家碰了杯冰咖啡 仰头一饮而尽 夏言笑意盈盈 散发着亲熟风韵 他对魏昆举杯示意 水波流转的毛子 含蓄款款 像是替他说话 魏董 公司的尴尬局面 被您这一手彻底打开了 截止当前 那视频的全平台总播放量 突破了5000万大关 平均点赞率30% 等热度退去 分成收益预期至少800万 根据鲨鱼官方的最新统计 该视频火爆后 给主播红红不红 带来了接近90万的 嘉年华预约人数 算上主播沙沙的引流 总预约来到了 惊人的140万 也就是说 嘉年华当天 算上官方给的临时推广 红红开播时 在线人气很可能 接近300万的惊人数目 上一期杀于嘉年华 新主播的第三名 不过是290万的人气热度 他喝的明明是咖啡 脸上却似乎有些醉意红郁 而且公司新签的一人冬野田 现在叫天天 也算是小伙了一把 不少公司跟我们谈合作呢 魏董 今晚你有时间吗 吃饭的时候 我再给您详细说说 其实 魏坤才是幸福 护于上下最高兴的人 终于有希望能为宝红红了呀 他根本没听见夏妍的话 满脑子都是不用现身的喜悦 准备拍第二部吧 女主角换成依依 魏坤与夏妍碰碑 开怀笑道 依依可是有鬼魅能力的 而且还能帮忙抓存钱贯 这样子 鬼公司的鬼钱收入 也能迎来一波新高峰 刚想到这 李小雅慌慌张张地跑到办公区 依依他不见了 魏坤刚开始还没放在心上 依依经常在公司乱跑 摆脱微微恼火的下眼 与员工们交代了些后续事务 离开办公区 通过几十米走廊拐弯 独自来到公司最深处的一号直播室 洪洪还在抱着鬼禁假哭 他找到黑砂球 黑砂球此时颤得像是洗澡的猫 他见到魏坤时 淒厉尖叫着 我的玩具被抓走了 找不到了 我不想上班啊 魏坤这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依依真的不见了 怎么回事 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魏坤看到发信人士依依 骤然拉起的心 终于稍稍放下 应该是这小傻子跑出去玩了吧 他毕竟还像是半个人类 安心地想着 直到魏坤看清楚了短信内容 爸爸 依依真的好害怕 刚才依依在看直播 看到有个交易面的大姐姐 点了进去 醒来发现爸爸和妈妈都不见了 大姐姐又撕开了一个人 像是在插话 爸爸 依依知道错了 救救一 一一的手机快没电了 他看见我了 他看见我了 短信到这 戛然而止 魏坤顿时毛骨悚然 他根据名字 猛然回想起了一个并不算熟悉的人 幸福呼吁的早期头牌 失踪的前任主播 玉面 此时还是明媚正午 直播室里开着红红牌天然空调 魏坤盯着手机 黑色正开体的短信字体 隐隐显露森然 额脚缓缓留下一滴冷汗 撤 又闹鬼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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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莫名耳熟 他没时间细细想了 魏坤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一一陷入危险而不顾 他虽然痛恨帅胡 但一一除了记忆 已经与那个帅气人渣 没有半点关系了 他连忙打字道 一一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保持短信联络 我再想办法 短信发出 油若石沉大海 安静的像是黄昏中死寂的旧房间 平静下潜藏着随时惊现的恐怖 魏坤突然想到了黑沙球 黑沙球的能力 可以通过短信聊天的方式 锁定对方的位置 瞬间现身在其周围 但黑沙球锁定的前提 是要触发聊天的关键字 莎莎必须透露出 想要见到对方的想法 才能将黑沙怨魂吸引过去 黑沙球是一定会保护一一的 倒不是说 这个鬼怪有人类的同理心 而是少了一一这个衬手工具 他就要亲自上班了 为了摸鱼 黑沙球做出任何事都不意外 等待 秒针搭搭转动 纷针每挑了一个格子 都让魏坤心头的阴霾更重一分 他没想到 竟然会有诡异入侵到了幸福护鱼 并且拥有类似红衣女尸 黑沙球这种无视物理距离的恐怖能力 时间从未有这般漫长 魏坤等待的同时 也在做着应急准备 他站到红衣女尸与昏镜之间 张开五指 露出鬼印章 随时准备使用时间回溯的能力 如果那只名为玉面的神秘诡异 通过他的手机 再次来到幸福护鱼 无论是触发了红衣女尸直视 还是触发了昏镜的照应 都会立刻激怒这两个厉鬼 对其展开攻击 过程中 魏坤随时可以时间回溯 临时调整战术 去对抗这只神秘诡异 他不再是当初被红衣女尸 追着跑得长腿玉米长了 寻常诡异在红衣面前 只有充当磨牙棒的下场 黑沙球晋升了B级诡异 依旧对红衣女尸保持畏惧 可以从侧面佐证 红红的强横 魏坤先是再次发送短信 看到这条短信 立刻发送 我想要见到你 明白了吗 接着从墙角抓来黑沙球 不顾其扭捏挣扎 狠狠按在手机屏幕上 如果依依回复短信 立刻将其带回来 时间还在流逝 就在魏坤以为 依依已经遇害了的时候 嗡嗡 手机再次震动 依依还活着 他在短信中 透露着惶恐不安 我暂时逃开了 他正在透过镯子空洞 寻找猎物 死了好多好多的人 都是被他抓过来的 屋子里全是被分解的尸体 他终于看到了魏坤的短信 急忙回复道 我想要见到你 在短信抵达魏坤手机的刹那 正盯着屏幕的黑沙球 似乎被触发了他的攻击规则 刹那间伸出数条骇然鬼手 抓了过去 嗯 不仅没能带回来依依 随着黑沙球 一声痛苦尖叫 他的数条手臂 竟然被棋根切断 红血泼洒 见了魏坤满身 卡擦 手机屏幕骤然军裂 屏幕熄灭 接着 无数颗星红眼睛在裂缝中惊现 黑红相间的瞳孔 恶毒地注视着魏坤 数量越来越多 快要将手机挤爆一样 碰 碰 碰 撞击声让人毛骨悚然 在直播室内回响 魏坤差一点握不住手机 有股刺骨冰冷在手指间蔓延 他顿时鸣雾 这只诡异不仅压制了黑沙球 还想通过这台手机来到幸福护鱼 依依一定是被袭击了 不可再等 他嘀吓一声 时间 回说 鬼印章黑光大作 神秘纹路疯狂游走 煞时间张开鬼口 开始撕药 四周一片恍惚 时间立刻回到了十秒前 就在依依被袭击之前 魏坤冷静地快速敲击着屏幕键盘 离开你躲藏的地方 他来了 短信发送 再次陷入了寂静的等待 时间很快来到了魏坤动用鬼印章的时间点 而这一次并没有红色鬼眼的入侵 彭佛恢复正常 魏坤的心砰砰直跳 手脚冰凉 不只是紧张 还有使用鬼印章给他身体带来的负担 他感觉很口渴 是那种不安混合着未知的本能饥渴 喉咙发干 说不出话 直到手机再次震动 这股挥之不去的干渴 才算消散 读取短信 只有一行简单文字 我想要见到你 文字触发了黑沙怨魂的攻击规则 陡然膨胀 分裂鬼手 化作一只猙獰的蜘蛛 刺去 一个黑色长发的销兽少女 被七八只鬼手 从那屏幕中倒着拽出来 随后摔在地毯 扑通 很像是魔术师在把兔子耳朵 但是在外人眼中 这场面就要惊悚得多了 整个直播间都是垂落的人类手臂 宛若手臂繁衍的森林 不停滴落新红色的血水 正中央站着一个笼罩在黑色雾气中的杀群身影 一一惊魂未定 扑到了杀群身影的怀中 他崩溃大哭 看见一一平安归来 魏昆果断捏碎手机 然后将碎片放在红衣女士面前 他谨慎地观察了一会 没有出现异常 方氏常常出了一口气 因为他发现 高等级诡异 好像人均会辛辣天赛 隔着网络信号抓人 不得不防 不过 红衣女士似乎很人性化 嫌弃地看了一眼 那碎成团的手机 当魏昆在细看她的表情 她早已恢复到 子眸半征的平静状态 精致完美的面庞 惊艳世人 古井无波 慵懒地抱着鬼镜 真是一副艺术品般的画作 如果鬼镜反射得 红红看过来的目光 不是那么贪婪饥渴可就好了 鬼知道她到底 是在看大腿 还是大腿旁边的东西 魏昆重重地咳嗽着 贪手一看 掌心血迹触目惊心 等依依抽抽搭搭 泪眼模糊 终于哭够了 她才出声说道 你没事就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慢慢告诉我 黑沙球少见得勤快了一回 她温柔地抚摸着依依的头发 轻轻拍着依依的后背 宛若慈母 将其逐渐安抚到情绪稳定 然后才从黑沙怨魂的蜘蛛形态 恢复到黑沙球小小的本体 挂满直播室的手臂森林 若尸体融化般消失不见 魏昆抱着黑沙球 说不怕不怕 豺狼来了有猎枪 女鬼来了有女鬼 终于哄着微微不安的她 哼哼唧唧地睡过去 重新看向 腿软到只能鸭子做的依依 依依小脸泪痕 写满后怕 她回忆着声音颤抖地说道 那是一间洋房样式的别墅 至少有几百具尸体 每个尸体都被包掉了脸皮 我和一些还活着的人 恐惧地躲在别墅各处 被她发现的人全死了 活生生摘掉面容 她好像在挑选一张 令她满意的脸 魏昆不禁皱眉 听其描述 绝对算得上是 凶残到极点的诡异 而且是没被限制 完全苏醒的 被她抓到了洋房里 依依用力摇了摇头 依依不知道 在看到她后 就晕过去了 醒来时 就发现自己不在公司了 只记得 她似乎很生气 很生气 隔着墙壁和衣柜门 依依都能听见她在重复 不是这张脸 之类让人害怕的话 魏昆又想起 对了 你是哪个直播网站发现的 随后依依在电脑上 帮魏昆找到了那个直播间 鲨鱼台 颜值分区 直播间标题为空 魏昆没有贸然点进去 是个人气很低的小直播间 显示着关闭状态 上一次开播时间 是半小时前 主播昵称就叫做 玉面狐狸可爱捏 看到完整昵称时 魏昆的脑海中 猛然有一道闪电划过 玉面狐狸可爱捏 玉面 颜值女主播 她突然正住了 不禁出声喊道 卧槽 幸福呼吁的第二代头牌 公司二代目 魏昆的直觉告诉她 这位前前头牌 绝对不是什么狐狸精 就是一只脱困了的恐怖诡异 根据一一的说法 这只诡异 更确切的名字 应该是叫换脸鬼 魏昆头有点晕 感情好 幸福呼吁就是一压的鬼窝 二舅老爷啊 您老人家 到底是咋没的呀 坟头没让鬼给绝了吧 考虑到幸福呼吁的主力项目 魏昆甚至有充足理由怀疑 是不是当初地府扫黄打飞 以组织卖淫罪和侮辱妇女罪 给二舅老爷扫进去了 您的江湖一鸣 真不是叫黑山老妖吗 魏昆试图查询过二舅老爷的生前事迹 可是只有白纸一张 不过 也有可能是冤枉了二舅老爷 毕竟就一个大额头 落腮胡子的矮状老头 不像是有什么神奇本领的模样 魏昆接手幸福呼吁前 从来没听说过 公司与任何人民官司扯上关系 当初 玉面在幸福呼吁 究竟是不是诡异 也很难说 无论如何 摆在明面的是 公司的二代目是换脸鬼 四代目是红衣女尸 而且都还是同台主播 魏昆想象了一下 两位漂亮女主播 如果直播PK的模样 以这两位所表现出来的 开朗性格 百分之一万 是会当场撕霸起来的 这世界马上要乱套了 是人是鬼 都来网上捞钱了 他看着玉面狐狸 可爱捏的直播间 由于片刻 一咬牙点了的关注 魏昆想过报警 也想过找鲨鱼封进直播间 可理由呢 认识谁 都会当成恶意竞争吧 他嘱咐道 依依 你帮我看着点这个直播间 但是绝对不要再点进去了 下次再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联系我 不要像这次 拖到危机关头才想起来 明白吗 依依倒是很委屈 依依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呀 不信你看看 依依的手机发送记录 魏昆拿来依依的手机 打开他的短信记录 无视了最前面 对李小雅的性骚扰 翻到最下面 只见今天第一条 就是老板救命 依依遇到鬼了 奇了怪了呀 我怎么没收到 魏昆找来一部新的手机 思索片刻 他用依依的手机 重新编辑了一条短信 给自己发过来 老板救命 依依遇到鬼了 定 魏昆成功收到短信 内容正式修改后的 下次直接喊救命就行了 他对依依说道 若有所思 依依用力点头 甜甜地露出小酒窝 星辰娱乐 向文斌听员工小马 汇报着最近的好消息 秘书去隔壁凤城 找探领主播大东子 和新签下的新元小赖 忙拍视频的是去了 小马暂时代替他的工作 向总 这季度公司营收 应该能突破8500万 如果嘉年华顺利的话 下季度有希望破译 还有别的消息吗 比如对手动向什么的 啊 我看看 大象工会彻底垮了 旗下主播被挖了个干净 只剩了个壳子 马上从鲨鱼台出名了 我记得大象不是挺有背景 资金蛮厚的 在鲨鱼台 即便不是顶级公司 也算是中流砥柱了 多少主播 想尽还进不去呢 之前跟咱们星辰 打得你死我活 不会是小到假消息吧 确认了 是真的 不仅是大象工会 还有好几个直播公司 都被一家名叫 天堂传媒的娱乐巨头 拆分收购了 光荡 向文斌手抖 下意识打翻了茶壶 茶水滴到裤子 也没察觉到 他突然站起身 死死盯着小马 严肃问道 你确认是天堂传媒 小马也意识到了 老板的反常 将平板电脑 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向文斌看到新闻时 顿时倒在椅子上 既是震惊又是不安 还真特娘的是他们 天堂传媒 不是玩传统资本的吗 怎么突然连网络直播 都想奋一杯羹了 这可是顶级财团的白手套 他不是轻易认输的性格 震惊过后 反而开始琢磨 这个时机 收购大象工会等直播公司 肯定是奔着嘉年华来的 以那些老财的性格 不会轻易放过 这一年一度的绝佳机会 老主播赛道先不管了 查查他们参加 新秀赛道的新人主播 向文斌命令道 随后他得到了一份 足足有二十多个 新主播的名字清单 都是即将参加 这次嘉年华的潜力新人 向文斌没有被名单数量迷惑 他给鲨鱼台的某位高层 打去电话 嗯嗯 我明白了 这消息太宝贵了 等嘉年华结束 找时间跟你和伯父一起喝喝酒 挂断电话 他在名字清单的最下方 画了一个红圈 手指用力点了点 自信笑道 其他都是烟雾弹 只讨论新秀赛道 他们想主推的新主播 实际上只有这一个 小马对向文斌的果断行动 颇为敬佩 顺着话茬 虚心请教道 老板您是说 他才是我们新城的主要对手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天堂传媒 至少会投入一千万以上 全频道地跟咱们打擂台 唱对手戏 向文斌冷哼一声 道 要砸钱就管用 还要费尽心思 挖好苗子干什么 嘉年华开始还有三天了 最坏情况 不过是在前三位 抢去一个席位 完全可以接受 吩咐下去 关注我圈出来的主播 天堂传媒有任何动向 立马上报 是 小马深深鞠躬 他拿起那张名单 看了眼像总圈出来的名字 很好听 不过蛮陌生 只见那张洁白整齐的A4纸上 红色记号笔画出来的圆圈里 静谧的墨水 勾勒出一个颂体黑色的昵称 玉面狐狸可爱捏 冬野田 算是幸福护育的半个自由人 员工们对他印象也很好 比整天顶着黑眼圈 一脸摔向 喜欢欺负小孩子的李小雅 要好上不少 毕竟冬野田人漂亮 话还少 遇到谁都是鞠躬示意 入职以来 只见他发过一次火 有个叫王子轩的00后小伙子 给他送了个同志码头挂坠 说是助他马到成功 结果被冬野田骂得不轻 一一的A105办公室 一一不在 冬野田和李小雅 在联机打游戏摸鱼 他们两个在一起拍完视频后 关系非常融洽 而且 冬野田总是给李小雅带些小礼物 很快就成为了李小雅 在公司为数不多的朋友 那个王子轩 是不是想追你啊 李小雅边搓手机边问道 冬野田摇头 我最讨厌马头 看到他送我的东西 我恨不得杀了他 扑辞 你性格蛮好 就是总喜欢说打打杀杀的 女孩子这样不行的 而且也吓不住那些臭男人 我说的是实话 对有真垃圾 算了 不完了 冬野田无视了右上角的0142 将手机丢向桌子 而李小雅玩心大起 自己又开了一盘 见状 冬野田看向李小雅 由于片刻突然说道 小雅 你知不知道 现实世界其实不太正常 那肯定是不太正常 李小雅没抬头 继续说道 富得富死 穷得穷死 有才能却没博乐 想做事又没机会 眼看着唾手而得的东西 等去尝试 才发现是家族责任无备成 这时候累了 困了 不想再努力了 又有站着不腰疼的人 出来说年轻人该巴拉巴拉巴拉 现实是这样魔幻 还好往往是公平的 像是我这样 既没背景 又没好爸爸的普通人 能在游戏里 在小说中 在直播行业 找到我生而为人的价值感 李小雅对视着东野田 那淡紫色的毛子 顿了顿 玩耳一笑 拿自己开涮刀 起码我现在做防管 当身体 还是蛮高兴的 学习红红 学习你 每时每刻再提升自己 争取多偷税漏税 早晚给信味的送进去采缝刃机 东野田轻轻捏住 李小雅柔纤细的手 我不是说钱财方面的事 而是这世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有很多 越来越多 烂裤裆的确越来越多 东野田没辙了 无奈说道 就知道你不会信的 当我没说吧 你不要乱跑 没事就待在公司里 有我保护你 那些家伙 真的非常危险 前些日子我去偷 嗯 拿回我的文件 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家伙 他表情微微后怕 现在他回忆起诚信商行的那一幕 依旧有种展开翅膀 立刻逃离的求生冲动 那是东野田见过的 最恐怖的脏东西 甚至只是远远望了一眼 好像就会沦陷在无尽的黑暗中 嗅到实质的血腥 听见无尽的哀嚎 激起最本能的恐惧感 或许那不是鬼怪 而是鬼神 是更抽象的 掌握了规则的怪异现象 东野田知道很多事情 可这些都没办法与任何人亲属 他不愿意再失去朋友 也不想让李小雅因此担惊受怕 用力摇摇头 将那股残留的亥然抛之脑后 这时候 李小雅突然皱了皱眉 他看到一条新闻快讯 天堂传媒收购大象工会 扬言将全力参加鲨余嘉年华 股价大增 翻动网页浏览着新闻内容 很快就找到了媒体总结的天堂传媒 参加鲨余嘉年华的主播名单 这家媒体在为天堂传媒宣传造势 不仅为网民介绍了这些主播的资料 还贴心地附上了照片 看到某张照片 李小雅惊讶地睁大眼睛 咦 这个女主播不是以前咱们公司的头牌吗 她也要参加嘉年华PK 我还以为她退圈不做这行了呢 真是漂亮啊 东野田十分好奇 下意识舔了舔嘴唇 李小雅本就是很出落了 能让她交口称赞的 颜值肯定低不了 东野田对任何漂亮小姐姐都很感兴趣 管李小雅要来手机 定睛一看 她脸都绿了 八大 手机滑落 摔倒地上 不等李小雅心疼自己的大米Pro 抬起头 就看到东野田吓得躲到沙发后面 瑟瑟发抖 看向手机的目光满是惊恐 怎么是她 不会吧 那些人是不是疯了 呃 你认识 我不认识 我也不想认识 小雅 东野田看向李小雅惊恐道 我们跑吧 李小雅满脑子问号 怎么东野田 像是一副被正房撞破奸情的小三模样 她哭笑不得道 阿田 人家早就不在公司了 又不能生吃了你 吓成这样子 疯了 都疯了 东野田的嘴角一抽 生吃 她可讲究多了 那玩意小手一翻 就能把皮都给录下来 点上小火 带着锅气 然后还边吃边摆盘 暴风吸入 高兴到翘 最后用尾锥骨优雅的踢踢牙 吐出半块带结石的妖子 再露出小仙女般心满意足的笑容 东野田满脸不可思议 难难道 我本以为宾是底 街神村 日向山那些事就够离谱的 怎么还有变态 要给那种东西开直播 而且 小雅你说 那个家伙 以前是我们公司的头牌 她的世界观 受到了极大冲击 李小雅一脸无辜 歪头 掰手指头竖刀 是啊 一代目古风大美人诗音 二代目妖娆狐狸精玉面 三代目艺术女神陶妖妖 四代目长腿 小可爱红红 还有未来的五代目 美丽名人的李小雅 东野田手脚冰凉 她总算知道 为什么李小雅和依依身上 都有她最喜欢的气味了 原来 幸福护育公司 就是那个包皮怪物的前老巢 怎么办 怎么办 我都失业九个月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靠谱工作 不用半夜去开宝箱了 而且马上又要交房租 原谋的下一期讲池 又有现实反场 好不甘心啊 东野田左右踱步 满脸纠结 她突然看向李小雅 目光炯炯到 小雅 我们报了老板的金币 然后跑路吧 李小雅坚决否定了 东野田的建议 开玩笑 老娘辛苦坚持了半个多月 挺过房管的自尊打击 扛过麦克风漏电的树叶不眠 安全器都累得紊乱了 就是为了欲求而不得的 大女主项目 现在眼看着幸福护育 逐渐走向光明坦途 这时候说要跑路 你真是小三 李小雅狐疑地盯着东野田 这狐狸脸 美人质 确实不像是正方的长相 东野田急了 使劲摇晃李小雅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嗯 李小雅点了点头 化身柯南分析道 我知道你很认真 氛围到了 没把持住 蹭了蹭 带了吗 是卫坤吗 应该不是 他没那种能力你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老板没 呸 重点不是这个 如果那个交易面的回到公司 我们都死定了 东野田欲哭无泪 李小雅撇撇嘴 一个过气老女人罢了 还能吃回头草不成 再说了 人家天堂传媒家大业大 几万名员工 凭什么会咱们这种小庙啊 唉 东野田愣了下 好像是这个道理哦 他嘴唇糯糯 可是他要参加加年华 可能与我们公司对上 对上又如何 李小雅还以为东野田 担心红红吃亏 自信一笑 道 天塌了 有高个的顶着 红妹可不是吃素的 况且 咱们可手上还有一张网闸 他故意留了半句 直到急得东野田 想咬他一口 他才交代 李小雅若女诸葛般 侃侃谈道 从红红开播到现在 已经铺垫了半个来源 他可还没露过脸呢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可万千别小瞧了魏坤 他能做出六百万千斤 买马骨赚名声 阴险地利用良惜性格缺陷 做宣传等等老音笔操作 可不是一般的精明 最近两场午夜当的直播 网易大哥砸了66个超火 求爷爷告奶奶 什么招都用上了 没让红红露脸 弹幕统计里 至少有85%以上的观众 也都在期待着这一刻 魏坤的这招严实大法 好比是给所有人 都绑了根红绳 憋着他们 直到最后一刻 也就是嘉年华当天 在彻底释放 冬夜田萌萌的 他感觉信息量好大 憋了半天 弱弱问道 为什么要绑红绳 绑在哪 李小雅羞怒 挥一栋拳头 这不是关键好吧 比喻 是比喻 我想表达的关键是 红红加上 杀杀直播间的数百万观众 包括更多潜在的网友 都被吊住了胃口 只要红红露脸 嘎嘎乱杀 明白了吗 这下冬夜田 总算听明白了 他恍然大悟地道 数百万观众 真不少 轮也轮不到我们 几率比游泳怀孕还小 闹大了 还有十三局 那群怪物呢 怕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会 还是不要裸词了吧 李小雅没听懂 冬夜田的胡言乱语 可他听懂了某些关键词 顿时感觉 自己作为老前辈 有必要矫正冬夜田 这些非常不健康的想法 阿田 什么都不会 也不要自卑 等下来我办公室 姐姐教你配音技巧 麦克风内置的声卡 真得很好用 好用吗 裘云英在电话中 语气懒散 询问魏昆道 这可是价值 120万美刀的水军程序 又能刷弹幕 又能控屏 还能伪造实名账号 你别急着谢谢我 说好的红红自拍照呢 你小子都拖了多久了 一号直播室 魏昆正在调试着 裘云英发给他的水军程序 三哥出品 还算不错 这个神奇国度 在8行业有点建树 即便也出过 737外包的大篓子 但总体来说 他们的软件实惠又好用 魏昆对三哥没什么意见 只要待在咖喱国的三哥 都是好三哥 就是那边的排气管 电动车和孟加拉巨蜥受苦了 有个恐怖故事 怎么讲的来着 说是海绵宝宝迷路了 无意间飘到了 印度洋的海岸线上 魏昆打着哈哈 试图绕开自拍照的话题 多谢裘经理的支持 等嘉年华结束 裘云英一改懒散 称怒喝道 昨天还是裘妹妹 今天就变成裘经理 诶我说魏昆 我给你们家红红花的钱 没有两千万 也有一千多万了吧 这么对待榜一大佬的吗 没有商量余地 红红的初次露脸 必须给我 我也有难处 理解万岁 你到底是他爹 还是他老板啊 没嫁人 就不让接盖头是吧 魏昆我告诉你 这回不给我一个说法 天堂传媒的事 我就撒手不管了 听到这话 魏昆没关紧锁 天堂传媒的事 他今早上就知道了 来势汹汹 颇有大军南下 要一捅中原的气魄 魏昆倒不怕 多出来一个龙头级别的竞争者 因为嘉年华新秀赛道 总共有三个名额 让他真正在意的是 天堂传媒力推的主播中 有一个女主播的名字 叫玉面狐狸可爱捏 不出意外的话 正是洋房那只 差点杀了一一的换脸鬼 魏昆猜不准 天堂传媒到底是故意为之 还是巧合地当了个极品倒霉蛋 在主播池子里 一手摸到终极大奖 根据现有情报分析 天堂传媒大概率是不知情的 魏昆找到了玉面的直播录像 直播中玉面就是一个淡雅美女 热情地与观众们互动 弹幕活跃度极高 根本看不出 这是一只披着人脸的诡异 而且 天堂传媒不仅花大价钱 请了当红明星来助阵 嘉年华当天 据说还会有公司高层 甚至是董事长 连线助力现场助威 魏昆怀疑 可能有天堂传媒的领导 已经被这只诡异换脸控制了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真的只是在寻找新的人脸吗 他沉思着 球云英继续严肃地说道 天堂传媒在买黑料打压红红 网络上全是流言蜚语 就差引燃导火索的火星 魏昆 这次嘉年华 你们如果败了 那就是一败涂地 永远翻不了身 红红也只有退圈的下场 我虽然欣赏她 但我不会用这种卑鄙手段逼迫她 媒体那边的压力 我只能帮你扛一时 最后还要看你们自己 挂断电话 球云英自顾自笑了笑 轻声道 如果我力排重难签下的代言人输了 海归派也会借机发挥 把我拉下马吧 魏昆 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啊 而回到魏昆这边 他静静注视着电脑屏幕 目光游离 先是嘉年华 然后是鲨鱼台的图标 最后落在了新闻落款里 天堂传媒的黑色字体上 不能拖下去了 尊严只在红裙之下 是时候测试 红衣女士露脸的后果了 魏昆望向窗外夕阳 等待着太阳落山的最后一刻 他打算 在嘉年华开始前 做一次午夜的非法和试验 残阳消逝 将魏昆的身影拉得很长 直到夜幕终于降临 办公区 嘉年华倒计时指向了二 员工们庆贺今日工作圆满完成 同时又对天堂传媒的强势切入 有所忧虑 最后还是下眼拍拍手 找了个由头将话题盖过去 稍显悲观地讨论方才结束 冬夜田跟随着下班的队伍 心头坠坠然离开创新大厦 他回头看着 隐没在淡金色灰光的 这栋高大建筑 周围低矮民房的衬托下 远远望去 大楼宛若是云海式的纪念碑 或者换一种说法 是一栋风水誓言里 穷凶火翼布局的绝地 人流像是奔跑的蚂蚁 冬夜田找了个避开眼目的地方 掀起袖子 露出玉镯 小声问道 你又预知道什么危险了吗 想诚信商行那次 玉镯轻轻震了震 隐隐飘出一声低难 大兄 计婚嫁 不可观 不可视 外威内安 水火不容 冬夜田坠坠然 收起玉镯 他想了想 拿出手机 给李小雅发了一条消息 小雅 嘉年华前后这段时间 尽量不要离开公司 如果你遇到了任何怪异晦色的东西 尤其是穿着婚纱 或是古代新娘服装的人 逃 然后给我打电话 立刻告诉我你的位置 他轻咬嘴唇 叹了叹气 太阳落山 仅存的余灰 被奔涌的黑色潮水 彻底淹没落地窗外 海雾弥漫 街道与建筑的灯光 像是海洋倒影的星火 魏昆收回目光 念头越发坚定 他打算在今晚 用鬼公司匿名的特性 测试一下 红衣女师完全露脸的后果 为嘉年华做最后的准备 他看到了天堂传媒买的黑料 不外乎谣言红红是乔奶奶 或者说 他有生理缺陷 所以不方便露面之类的负面消息 在天堂传媒的宣发部门眼中 红红就是他们的首要对手 因此 这样做也合乎情理 这就让魏昆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情况 不露脸 观众失望 舔狗崩溃 小黑子们皆大欢喜 陷入舆一面倒的混乱中 红红就此失去大量人气 不至于吃不上饭 但想要再挽回人气的话 无疑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可若是没了高人气 带来的丁旺效果 红衣女师就会完全露出 他凶狠残忍的本性 彻底失控 如果失控后 再与昏镜 黑沙怨魂等诡异联手 无疑会给云海市 乃至于人类社会 带来难以挽回的毁灭性灾难 魏昆甚至庆幸 在小秘书的帮助下 在红衣女师没有造成更大破坏前 就限制住了这个最恐怖的诡异 可若是露脸 根据魏昆测试出的 只要直视红衣女师 双眼就会无视丁旺 被无条件攻击的特性 又暗含不小风险 更主要的是 魏昆有点摸不准 如果红红这张完美人皮 出现在世人面前 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宛若心有灵犀 魏昆看向红衣女师时 恰巧撞见了 他夜晚苏醒后的紫色毛子 那毛子四星河深处的漩涡 无情吞噬着所见之物 然而 他精致 完美 惊艳的面旁 即便看过很多遍 依旧在魏昆心脏 狠狠抓了一把 鼻梁高挺 一抹猪唇不点赤 下河温欲柔光若腻 娇艳若血 领如球棋 皮肤光滑如天鹅绒 再往下看 要想找找鬼闻的位置 那就要解开扣子了 老夫老妻的 看多了也没劲 闭上眼也不过是白面膜膜而已 但红红醒了就要吃 不吃就要闹 微睁紫眸 看向魏昆 一脸肘 跟我进屋的舔嘴角 眼看着要飘过来 场面刺激的 让魏昆有些扛不住了 他赶紧拎起沙沙 让这睡傻了的小东西 给红红打去两万的鬼钱 得到鬼气滋补的红红 老实了下来 暂时放过魏昆 回到鬼境旁 所以 夫妻之间相处融洽的秘诀就是 要么交工粮 要么交工资 二者选一 启动电脑 打开浏览器 浏览器的网页 保留着上一次的搜索内容 高利国地下直播网站 但没有该网站的具体网址 魏昆又建立了个空白页 输入网址 登陆到国内老牌的 红客之家论坛 他想要找个技术高超的帮手 帮助他撬开 地下直播网站的窗户 然后完成今晚的测试目标 相比神秘独狼般的黑客 红客则是一群技术高超 强烈正义感 维护国家安全的另一种黑客 之所以选择红客 是因为很多红客都愿意在网络上 展示真实身份 甚至表明 就是某些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 不会藏头入围 不稳定性因素更低 魏昆选中的人叫做KQ 一个实力相当不错的技术高手 而且正义感十足 每天晚上七点 一定会出现在论坛聊天室里 现在是六点五十分 魏昆打算守株待兔 等待KQ出现 此时 聊天室里的高手们热火朝天 议论纷纭 讨论着近期黑客圈发生的事情 你们说 KQ和咱们红客论坛的站长Lion B 谁厉害一点 不用讨论的吧 漂亮国昨天搞事情 想要黑了某市企业的用户数据 结果被KQ大神反手打掉 十几个漂亮国网站 真想和他们说 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们漂亮国人说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们听不懂 你得说 小心开飞机撞自己的楼 或者是自己怀的胎打不掉 KQ的技术还用怀疑吗 去年国际攻防大战 17分42秒 攻破欧罗巴某国金融数据库 耍得国际刑警的灰头土脸 KQ看着像Kill Queen的缩写 Queen是皇后的意思 应该女的吧 为什么不是K-Chin客情 卧槽 怎么红课论坛也有原批 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C语言大佬 聊着聊着 KQ上线了 刹那间聊天室的消息 增加了好几倍 这些各行各业的技术精英们 毫不吝啬对KQ的吹捧 魏坤看到KQ的头像亮起 他发了个私聊信息 KQ你好 南高利国的地下直播网站 你了解多少 KQ见状 南高利的直播行业 想来混乱 他早有耳闻 不禁皱眉 出于职业本能 他下意识想要查询 魏坤的IP地址 可让他意外的是 无论用了什么办法 也找不到发信人的痕迹 庞佛 对方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幽灵 KQ没关紧锁 他轻轻敲点着桌面 盯着发信人的默认数字ID 陷入沉思 奔着暗网的地下直播来 而且找不到痕迹 是国际刑警 还是不知名的高手 他有些不安 论网络安全技术 他已经是国内最顶尖的一批人 即便在国际范围 能够在他面前完美隐藏 IP地址的 也是屈指可数 即便再多的跳板和肉机 也会暴露痕迹 KQ却震惊地发现 眼前的神秘人庞佛不存在 就连网站的实时数据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至于高丽国的地下直播网站 根据统计 蓝高丽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对女性的剥削 犯罪和相关产业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甚至超过以此为主业的东营 受迫害的女性不计其数 苦于道德 舆论和社会的压力 无法反抗 沦为被人观赏的玩物 魏昆打字道 我想彻底毁掉这种网站 女性不该成为 信息时代的受害者 这需要你的帮助 想要找到具体网址 和他们组织者 并不容易 KQ 你也是有妻女 我信任你的正义 KQ死死盯着文字 最终同意了 但她还是问道 找到网站和组织者 然后呢 你想清空他们的网站数据 这没意义 或者搜集犯罪线索 然后联系当地警方吗 那些组织者 未必都在当地 跨国追捕 成本太高 南高利政府 不可能为此大规模行动 魏昆没有回答他 只是让他先找到一个 规模大点的 暗网地下直播网站 KQ对此抱有悲观态度 他不觉得 只凭借几个网络上 呼风唤雨的技术高手 就能管得了 现实逍遥法外的既得利益者们 卡搭 KQ敲击回车 将需要特殊登录手段的IP地址 附带他破解的登录器 发送给了这个神秘人 他忍不住说道 你知道吗 我年轻时 也像你们一样 血气方刚 正义感爆棚 总是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 魏昆忽视了 KQ后面的喋喋不休 长辈的唠叨像良药 听得进去的 基本上都有点大病 中年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爱说教 把自己的贪财 好色 吹牛逼 当成了事业 家庭和理想 他按照 KQ提供 IP地址和登录器 登录到了一个 与国内直播网站 这些直播 99%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但根据KQ提供的资料 其中大部分 都是被拍摄视频 或是抓住把柄 胁迫剥削的普通女人 其中甚至包括 最小11岁的未成年 他管不了其他国家的法律 但拥有最起码做人的底线 能通过暗网 找到这个地下直播网站 购买会员的家伙 基本都是助纣为虐 满足自己 阴暗欲望的准人渣 用这些外国人渣 刚刚好 魏昆利用KQ的软件 开启了直播权限 他深呼吸 小心翼翼地将镜头 对准了红衣女士的面孔 有股无形压力 让她指尖发凉 手臂发颤 在演示镜头中 红红绝美的五官 美得像是一幅画 但魏昆清楚 当直播推流 抵达地下直播网站时 这幅堪称艺术品的面孔 将会对所有观看者 展开一场堪称灭绝的屠杀 可他并不是为了杀人 取来一幅黑色眼罩 魏昆亲手为红红戴上 遮住了紫色眼眸 只露出鼻梁与嘴唇 反而更显诱惑 更加惊心动魄 射人心魂了 先试试 不看到眼睛会怎么样 直播开始了 朴恒泰拖着疲惫的身躯 下班回家 路上偷偷盯着地铁里 衣着靓丽的女性 口干舌燥 按捺着 终于回到狭小阴暗的出租屋 这些婊子 就是给男人玩的 他熟练打开一个神秘网站 迫不及待地挑选宠幸的对象 某个直播间映入眼帘 略缩窗口不大 但足以看清楚主播的模样 一个戴着黑色眼罩 只露出下半张绝美脸蛋的女人 无法判断其年龄 也瞧不出其身份 只有最惊艳的视觉洗礼 朴恒泰瞪着眼睛 心脏出现刹那的停跳 好美 他的美丽 无法用语言形容 是集合万千神灵的馈赠 所有一美颜词的精华 最直击灵魂的本能魅惑 他正正地看着屏幕 目光迷醉 周围的景色 庞佛都在飞逝而过 宛若陷入巨大的漩涡 不可自拔 同一时间 其他也进入到该直播间的观看者 也产生了与朴恒泰类似的反应 备受震撼 产生了强烈幻觉 观看人数 很快从各位数 攀升到两位数 最终停在了970人次 他们疯狂地 发送着各种误言会语 肆意表达他们的战有欲 甚至有人联系了管理员 要查清楚 这个主播住在南高里哪里 魏坤静静注视着直播间的一举一动 暂时安全 也就是说 如果让红红在嘉年华露脸 除了太出众的颜值以外 应该不会引起大规模灾难 魏坤随即挑选了几个发店的观众 用南高里鱼与他们一对一的私聊 确认这些人还活着 只是更加迷恋红衣女师 提出视频聊天和其他更过分的要求后 他轻声笑了笑 一群人渣 没有必要留下活口 魏坤耐心等待着 人次突破一千的刹那 拉动丝线 在镜头外摘下了红衣女士的眼罩 紫色毛子睁开 凝视着摄像镜头 所有正在这个地下直播间的人渣们 都看到了那一双若星河般深邃的毛子 眼眸中却没有含情默默 只有一股病态的对血肉的贪婪 他在肆意凝笑 伴随着一声卡擦般的脆响 一双手臂突破屏幕的物理限制 抓住了观看者的脖梗 将其狠狠往屏幕上一贯 残忍绽放 血花四溅 直播间消失了 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 KQ摊坐在书房里 惊骇地望着联系自己的数字ID 他刚刚出于好奇 便入侵了一个观看者的家用摄像头 只看到了满地鲜血和残肢 像是一场恶鬼狂欢的盛宴 发生了什么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 所有与那默认数字ID相关的痕迹 血花般消融失踪 即便他动用了一切能想得到的技术手段 也不能留下丝毫记录 宛若今晚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一场正义 血腥的梦 和我说话的人 绝对不是人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所谓电脑高手 所谓社会地位 所谓一切的一切 在这种未知恐惧面前都不值一提 KQ摊坐在地上冷汗直流 直到大女儿喊他下楼吃饭 才如梦初醒 恍然点头 亮腔间慢慢下了楼 他碰到客厅里正抱着平板电脑 看游戏直播的小儿子 KQ不禁心头一领 抢过平板电脑 然后像是避瘟神一样 用力将其扔了出去 这时KQ的手机突然震动 他低头看了眼消息内容 瞳孔不禁缩成针孔大小 一滴冷汗从额前流下 一串让他如坠 冰窟的熟悉默认数字ID 内容是 帮我查查天堂传媒 还有一个 叫玉面狐狸可爱捏的主播住址 天水省民俗局 根据最新情报 诚信商行的民俗事件 代号联谱 上升为A级 与阶梯 黑门 赤水等民俗 并列为灾难级 已只有17起恶性杀人事件 与该民俗有直接关联 军事被包去脸皮 并且对人类具有极强攻击欲望 即死规则未知 弱点未知 都是未知 我们只有13局提供的情报 这是一支能够吞噬其他诡异的特殊诡异 B级民俗事件 龙山墓园的诡异失踪案 怀疑与其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在场所有调查员 如果有任何关于连谱事件的线索 第一时间向省局汇报 散会 走出大牢 陈原里紧了紧风衣 明明是盛夏 天气阴沉 阴雨连绵 凉意逼人 她望着连绵的云 压抑住内心的不安 自从昏进事件后 她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不对劲 眼底发红 试睡 而且越来越喜欢夜晚的环境 并且梦中时常出现幻觉 梦到一个阴森古老的府邸 府邸坐着一位盖着头巾的新娘 右侧空着的椅子 似乎在等待她的郎君 活一天是一天 看会直播消遣消遣 陈原里等待着同事开车来接 随手打开了直播软件 软件才启动 便弹出了推评广告 天堂传媒强势入驻鲨鱼 联手新人主播 玉面狐狸可爱捏 冲击嘉年华大奖 阁空喊话红红不红 新人大战一触即发 这帮脑子里 只有钱的精神病 魏坤头疼地揉着太阳穴 她也看到了 鲨鱼嘉年华的推评广告 她用力捶了桌面 越想越生气 怒喝道 给杀人女鬼开直播 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吗 他们怎么都不调查一下 签约的是不是活人 小秘书冷冷瞪着魏坤 他忍不住吐槽道 董事长 请不要又当又利 我这叫当吗 魏坤顿时不乐意了 指着直播室的方向 说道 我怎么辛苦 是为了谁 是为了我自己吗 抛开事实不谈 那些喜欢看美腿的观众 就没有半点责任了 再说了 我这都是有编制的鬼 而且还是二次元女鬼 我让那些恋童癖和心理变态 跌跌撞撞 紧早奔赴二次元 我有什么错 这叫加速 这叫走捷径 魏坤还在说着 小秘书听不懂的话语 小秘书却懒得搭理魏坤了 他站在魏坤肩膀上 小脸皱着 盯着电脑屏幕 看了好久 似乎发现了什么 正在沉思 魏坤也不禁收声 此时 浏览器网页正打开着 玉面狐狸可爱捏的直播间界面 不过 显示的是 主播还在路上的未开播状态 天堂传媒宣传的方向 与幸福互于不谋而合 两者更倾向于 在嘉年华当天打决战 因此 在嘉年华到来前 选择暂时停播 营造神秘感和期待感 为了嘉年华引爆人气 做出铺垫 但天堂传媒的计划 对魏坤而言 是不可接受的 房间寂静 小秘书神色很严肃 默而不语 魏坤目光一动 你发现了什么 小秘书 魏坤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将小秘书从肩头摘下来 捧在手心里 盯着他认真问道 你是找到了玉面的线索吗 他以前是幸福护育的头牌 你作为鬼公司的秘书 总该知道些什么吧 小秘书继续沉默 就在魏坤几乎失去耐心 打算把小秘书 往裤裆里塞的时候 小秘书微微一颤 愁愁片刻 道 我TM不认字 魏坤惊了 那你平时身上那些微软哑黑字体 是怎么来的 看了这么半天 结果告诉我你不认字 原来 咱幸福护育的鬼员工 人均小学文凭吗 小秘书显得有些窘迫 我会慢慢学 他还是提供了一些 有意义的情报 我苏醒后 就只见到了红红 并不认识什么玉面 不过 我有一种直觉 如果让玉面正常开播的话 后果会非常可怕 魏坤对此表示认同 点了点头 从一一和后续事件 得到的情报可以看出 这个化名玉面的换脸鬼 对活人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恶意 这也是魏坤在嘉年华之前 试图调查玉面的根本原因 红衣女士与换脸鬼 都是顶级厉鬼 可区别在于 前者可控 后者不可控 魏坤可不想在嘉年华当天 两个女主播连线 然后在几百万公众面前 上演一出家椰子 大战真子的绝世好活 左边 感谢十万个观众老爷 打赏的心肝脾肺肾 右边 家人们 我这款纯天然补血面膜 老好用了呀 扣一立刻上车 三分钟 九千九百九十九条人命 这画面太美了 魏坤不禁打了个冷战 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 红红对嘉年华的前三席位 至少要获得其中之一 但开播又可能与换连鬼 直接面对面的撞上 先查查天堂传媒是不是知情人 要是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能劝他们取消行动 但这想法 基本不可能实现 天堂传媒 花费数亿资金 强行插手直播行业 怎么可能雷声大于点小 可魏坤又没办法眼睁睁地 看着两鬼掐架 观众遭殃 他的责任心告诉他 这是他得管 作为鬼直播领域的一哥 魏坤认为 有必要提出鬼怪直播公约 国有国法 行有行规 起码不能乱杀人不是 玉面真的是太没有礼貌了 这时候 魏坤之前委托KQ查询的信息 终于有了答复 国内某事 KQ看着机箱上贴的辟邪黄纸 好像并没有作用 这个数字ID的神秘人 诡异地违反了 KQ对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基础认知 动用一切手段 也没能找到该人的任何信息 甚至如同从未出现过 他愿称之为赛博闹鬼 过去 类似的赛博闹鬼事件 也并非没出现过 例如 存在基金和股市里的小钱钱 怎么就他妈的没了呢 绝对是闹鬼了 我查不到主播域面的信息和地址 但是在他们的服务器里 发现了这些东西 KQ将文件发来 一个是嘉年华的开播计划 正如魏坤所猜测的那样 天堂传媒打算在嘉年华上 一名惊人布局颇广 手笔颇大 内部预测 女主播域面的开播人气 至少能达到300万 另一个是签下预面的 签约经理政治的个人资料 KQ解释道 天堂传媒的网络分公司 目前是一对恩负责 一个经理对应若干个主播的结构 这个叫政治的 签约经理很鸡贼 他为了掌控主播资源 不被同事分去一杯羹 将其旗下所有主播的身份和地址 都隐藏得很好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情报 不妨去找政治谈谈 魏坤看着政治的住址 云海市名城区 不出他所料 换联鬼和政治大概率 都在云海市的周围 他沉吟着 若是能在嘉年华之前 就解决换联鬼的事 那再好不过了 次日 距离嘉年华开启的最后一天 魏坤开车赶往明城区 故作无意 在一家商场中 撞见了这位天堂传媒的主播 签约经理 郑志 郑志的肩膀被撞得不轻 他一脸恼火 没长眼睛吗 魏坤故作惊奇 热情握手说道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您是 哦对了 天堂传媒的郑经理 久仰久仰 这杯咖啡我请 就当赔罪了 郑志这才露出好脸色 他抿了口咖啡 狐疑地盯着魏坤 看了好一会 突然猛拍大腿道 你是幸福护鱼的魏坤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郑志认出魏坤 反而不急了 满脸疏远的职业微笑 魏坤开门见山道 我们两家公司 在业务上有点小竞争 大家都是同行 就挑明了说吧 我想跟您谈谈 玉面狐狸可爱念 哦 郑志讳莫如深地拉长音调 淡淡一笑道 该不会是魏董想要挖墙脚吧 兄弟我说话直 你别往心里去 魏董是不是有点 没领清自己的能量 在他看来 同为竞争对手的直播公司老总 特意找到自己 不外乎就是请客 斩首和收下当狗 可天堂传媒是什么级别 幸福护于又是什么体量大小 差距堪比八尺姐姐和初音未来 魏坤摇了摇头 你误会了 我没有挖墙脚的意思 郑志哈哈笑道 老家您提醒 没别的事 我先去忙了 咱们有机会再慢慢聊 时间还长着呢 说吧 郑志起身就打算走 然而魏坤拦住了他 目光碰撞 满是严肃 玉面他有问题 不用您操这个心了 也不用跟我耍这种小伎俩 都是得了道的狐狸 谁不是心啊 郑志不耐烦了 他哼声道 您堂堂一个老总 要是真有时间 不如想想 怎么洗白旗下一人的黑料吧 魏坤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出声问道 郑经理 你最好认真地回忆一下 你见到过郁面本人吗 或者说 你知道他平时住在哪里吗 我见没见过 和你有啥关系 在虎角蛮缠 我报警了呀 我真的需要尽快见到他 而且 他最好不要开播 有些事很难和你说清楚 有些事 什么事 郑志气急反笑 点着手指道 难道我签下的主播 是污点艺人 是可怕怪物 他会吃人 还是会吓到观众 魏坤 我看你管得也太宽了 我签下的主播 有没有问题我心里有数 你要是怕 就大大方方地退出嘉年华 别扯这没用的 还有 我倒是想听听 你凭什么理由替我决定 郁面开不开播 魏坤犹豫着 邱杰的表情 似乎是他内心摇摆 是否告知政治可怕的真相 他深呼吸 握紧拳头 看向政治的目光极为严峻 说道 郁面他 怀了我的孩子 郑志一愣 暴怒的表情逐渐凝固了 他本以为魏坤 也会用挖黑料之类的邪门招数 来威胁自己 可万万没想到 剧情线竟然是这样走的 啊 郑志茫然地伸着脖子 许久才回过神来 魏董 你别开这种玩笑啊 我都没见过他 他怎么可能先认识的你 不怕郑哥笑话 魏坤略带一丝缅怀 略带一丝痛心疾首道 郁面 以前是我们幸福呼吁的头牌啊 我一直都把他当做大姐姐来看待 谁承想 我只是喜欢那个氛围 朋友非叫我去 很单纯地喝酒 我都没和他说话 真的就是气氛到了 我不给 但是他非要 他一定是想远离我 故意气我 才这样做的 可是 这也不是拿孩子开玩笑的理由啊 郑志嘴角抽搐 他张张嘴 没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话 看着魏坤 这幅像是被大姐姐 骗了身子的单纯模样 只能闭口无言 郑哥 一个没什么跟底的小主播而已 至于你们大费周章 把他推上去吗 魏坤竖起三根手指 对天发誓道 如果你们天堂传媒 愿意怀孕面一个自由身 我不仅会为他支付违约金 而且以后与天堂传媒 有关的直播赛道 我们幸福互余 都会退避三社 怎么样 郑志回过神来 他用力摇头 语气坚决道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原则懂不懂的 我为公司做事十几年 靠的就是原则 怎么可能因为你更改公司大战略 关于面对事 你还是算了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真不说 魏坤看向郑志 从裤都摸出来车钥匙 郑志冷哼 一副不愿意在搭理人的模样 随后 他发出一声 堪比杀猪的惨叫声 只见魏坤用车钥匙 狠狠扎在了郑志的大腿上 痛得他涕泪横流 魏坤死死抓住郑志的肩膀 语速飞快质问道 玉面的住址在哪 说 明城区 东区 河水区 我说你妈 又试一下 这回换成了脸颊 血蛛喷涌 如果说大腿被刺 郑志只当是魏坤狗急跳墙 那么这回脸颊都被他捅穿 终于意识到了 眼前这个男人是来真的 咖啡店顿时一片惊慌 女店员开始报警 其他客人惶恐地看着魏坤 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我说 在明城区189号 郑志痛得不行 终于肯交代郁面的地址 时间回说 回到十秒前 魏坤按着他的头 冷冷逼问道 明城区189号 然后呢 郑志整个人是猛的 他怎么知道 是明城区189号 下一秒 要是直接贯穿了他的手掌 手掌传来钻心的剧痛 彻底击溃了郑志的心理防线 他惊恐万分地看着魏坤 大声说道 宜湾尊府小区 14号洋房别墅 时间再次回说 魏坤睁眼 时间再次来到十秒前 他看向郑志的表情 带着一丝恼火 这杀笔 让老子足足开了两次回说 随后 一记寒怒重拳 狠狠打在了郑志左脸 打飞起两颗牙齿的同时 使用回说造成的身体负担 突然显现 不禁口吐鲜血 郑志高高飞起 摔在桌椅板凳间 正当爬起来 要找魏坤算账 他看到魏坤胸前鲜血淋漓 一副马上与人世间 说白白的模样 再看看身子骨 还算健全的自己 卧槽 到底是谁打的谁啊 想报警的路人也愣住了 魏坤扶着桌子 气息微弱道 公了还是私了 郑志 围观群众 最终 郑志还是没敢赌 魏坤会不会当场挂掉 咬着牙关 给魏坤赚了20万私了费 他愤愤然抛下一句话 你就等着嘉年华被打脸吧 魏坤擦去嘴角鲜血 不枉他狠狠地咬了一口腮帮嫩肉 拿到玉面的地址 和20万私了费 他决定先去明城区 189号宜湾尊府 亲自去见见 这位神秘的二代目 玉面狐狸可爱捏 趁着天还大亮 魏坤去商场买了一部手机 又托关系 搞了个不记名的电话卡 手机里没装特别的东西 只有一张红衣女士的正脸照 还有一个开启直播室 视频通话的远程软件 宜湾尊府小区 14号洋房别墅 正在阳光照耀下 落地窗散发着迷离的奢华光彩 魏坤站在大门 思索着调查的办法 这时 别墅正门花园的大门 悄然打开了 露出一条有黑 深邃的缝隙 暗不见底 眼看着面前大门留了条缝隙 魏坤脑海中蹦出来一句话 棚门惊始未君开 如果有女人 对平淡无奇的你过于主动 要么爱就一个资 要么有几个月的大买卖 想当面详谈 魏坤还记得年少轻狂时 曾有大姐姐深夜私信说 晚上来我家吧 我大姨妈刚走 但她表示 再穷不能穷志气 姐 我是穷点 但守灵 这活我是真干不了啊 眼下 知心大姐姐变成了女鬼 那事情就要复杂得多了 起码 现在魏坤是不敢进去做死的 她甚至强行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生怕手牵八门缝 往里边看了眼 就出现经典眼对眼 脸对脸 牙同牙的恐怖片场面 因此 她很难理解某些恐怖片主角 非得去人家主场作战 没有半点战略定力 魏坤思索着 明摆着换连鬼大概率 就在这洋房别墅里 解决了她 也就解决了嘉年华的最大难题 但她没有迈进大门 而是先以维修报备的名义 断了14号别墅的水电和网络 然后又启动车上 提前准备好的大功率信号屏蔽器 考场专用的版本 最后耐心等待 在古代 诡异的传播方式 不外乎童谣 诗词古话 同镜 家传手势 极大受到了物理距离 和信息传播速度的质骨 在现代 则增添了诸如录像带 电视机 手机 电影院 网络视频 论坛等现代科技 带来的便利形式 能让女鬼也享受到 科技发达带来的便捷 终于实现了 顺着网线找到你的神奇效果 魏坤猜测着换连鬼的攻击模式 大概率是与网络有关联的 要不然 她没必要硬生生药 等着嘉年华开播 又不是直播上瘾 或者有暴露癖好 不出她所料 被断了网的换连鬼 产生反应了 14号洋房别墅 顺着阴冷的风 呜呜地往外传出淒厉的哭嚎声 起初魏坤觉得 像是熊孩子 被爹妈胖揍的哭喊 后来 想想又不至于 这哭腔 这力度 难不成是亲爹想刷出时候了 连诡异都有网瘾啊 魏坤摇了摇头 断电 加断网 加4G5G信号压制 任何现代人 都扛不住这套组合拳 更何况是这种 习惯于网络的现代诡异了 科学技术的进步 带来的是人类的退化 这句话有一点道理 那声音从小孩哭啼 逐渐变成厉鬼嘶吼 语调森然 不是这张脸 也不是这张脸 明明大白天 这捏着的尖锐嗓音 有种手指夹 在黑板上寡蹭的感觉 不禁遍体阴寒 从别墅的深处 声音骤然接近魏坤蒙踩油门 拉开安全距离 然后掏出手机 切换到红红的正面自拍照 看也不看 就对准了别墅方向 任何只是红衣女士双眼的存在 都会被其无条件的攻击 她本想以鬼之鬼 而系统提示音 恰逢此时响起 鬼师部部长 红衣女士发现了可招聘员工 是否招聘 不需要认真斟酌 魏坤冒着极大风险 拼了老命也要来找玉面 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隐患 她没法做事 这样一个失控的厉鬼 在网络中肆虐 倒不是魏坤想当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恰当说 气氛到了 不做不行 更何况 玉面很有可能与魏坤接手前的鬼公司有关联 如果能镇压她 有助于魏坤挖掘更多鬼公司的性命 而且能让红红的大主播计划顺利进行 魏坤深呼吸 低声喝道 招聘 随后 她便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寒意 从尾椎鼓处冉冉升起 庞佛有电流声出 顶刻间击中大脑 犯起大片的鸡皮疙瘩 这是她本能的预警 直觉在告诉她 有种非常可怕的存在 已然到来 本就不是晴朗的天色 更加阴沉 森罗密布 只听得一声吓雷的炸响 唰啦啦 顿时下起了红色的雨 魏坤打开雨刷 她看着路人一脸诧异的惊奇 内心隐隐有些发紧 红雨来得太突然 太诡异了 这也是魏坤第一次 以近距离的第三视角 亲眼看到红衣女士的招聘过程 唢那声悠然撕破雨幕 从远处传来 明明是欢快的曲调 却被演绎得古怪又奇异 海雾弥漫 在浓郁的翻滚的雾气中 两对灯笼般新红明亮的眼睛 破开黑暗 显露而出 随后才看清楚 是两位踩着高桥的一黑一白身影 身高四五米 看不清楚面孔 每走一步就要停顿三分 高举排扁 宛若惊具亮相的姿态 他们身后 是一条蔓延到雾气深处的古代迎亲队伍 人头化作的灯笼 吐蛇宁笑 无脸的侍女 雀跃着挥洒指前 发出息声 看到这 魏坤已经知道了来者身份 是红衣 而且是没有鬼公司压制的完全踢红衣 他手心微微发汗 那只迎亲队伍 遥不见尽头 踏红雨而来 若幽名使者 彭佛天地间 只剩下一抹刺眼的鲜红 这分明是电影里 能团灭主角团的顶级boss 才有的排场 这坚定了魏坤 绝对不能让红衣女士失控的念头 此等怪物 足以为祸人间 咔嚓 下雷再次震响 照亮了迎亲使者惨白色的面孔 他们助力在大门外 静静等待着幻联鬼的出现 半张脸的小丝 拉长奸细嗓音 迎新娘 两排一仗处地 发出连绵的沉闷声响 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个身材高挑 面如织玉 像是从画中走出的旗袍美人 玉面 魏坤紧紧盯着来人 脑海中顿时涌现相关记忆这张脸 没有错 正是幸福护予的二代木头牌主播 玉面狐立 虽是人间绝色 但她的面容 每时每秒都在变幻 时而欢笑 时而哭泣 时而沮丧 时而恼怒 彭佛有无数张脸 同时叠加在了一起 这怪异的观感 让人非常不舒服 甚至呼吸都产生困难 她的对面 一座凤纹花叫落地 无脸侍女掀开帷幕 后面坐着一位披红盖头 身穿大红装的新娘 两者沉默对峙 又一道雷声乍响 红衣出手了 红衣轻轻抬起一只手 手腕轻抬 玉珠鸣翠 一阵无形的风 吹向玉面 风沿途锁过 历青军裂 沙石风化 花草衰败 像是一只名为 时间的怪兽 正坐式玉扑 直到风细化作 惨白的手掌 掐住玉面的脖子 发出咔咔的恐怖声响 玉面像是破布袋 一样抓在手中 随风摇晃 似笑非笑道 嘻嘻 真是好看的皮囊 以一张人皮 玉面轻松地脱离了 红衣的控制 她死死盯着 红衣的红色盖头 只需瞧见 精致的唇齿与鼻翼 就可知这张脸 是有多么绝美 红衣毫无情感 也不做多言语 下一瞬 身影消失 便是只有一个 空荡荡的花轿座椅 花轿帷幕晃动 接着 两只巨大的森然鬼手 从帷幕后骤然伸出 竟是要将玉面 活生生抓进花轿之中 那鬼手的勃然距离 差点直接将玉面捏碎 玉面再次剥离人皮 正脱开了鬼手 变幻莫测的表情 终于显露出一丝后怕 她惊疑地看向那双鬼手 手臂上的神秘花纹 竟是隐隐有种熟悉感 不等她多想 脚下地面开裂 轰然喷出黑色光柱般的 恐怖鬼气 玉面反应已是足够殉明 堪堪躲开 再看向原来身处 已是身不见底的鬼气之学 异常恐怖 随后 一处 十处 百处 玉面奔逃 鬼气绽放 像是大地张开了一张张巨口 待人而逝 魏昆表情微变 看着眼前 宛若人间鬼玉般的景象 设身处地 除非是玉面那种 拥有人皮复活甲 否则早就沦为红衣女士的 阶下囚 甚至是副中物 原来在鬼公司里 她是在和我闹着玩吗 还是鬼公司 能够极大地压制她的能力 魏昆思绪纷飞 此时胜负即将奋出结果 玉面被红衣打击了 她再次舍弃一张人皮 飘于半空中 发出寒蝉妻妾的尖锐嘶吼 刹那间 化作无数张漂浮的人脸 向四面八方逃散 而这些人脸中 只有三张 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 分别是志同 成熟与年迈的三张玉面本体 然而她的举动 似乎被红衣彻底看穿了 盖头下 红衣点着红衫的珠唇 微微上扬 纤细手指凭空点动 年迈的人脸 刹那间 被一张森然巨口吞噬 成熟的人脸 勉强逃离 消失得无影无踪 志同的人脸 被巨型鬼手擒住 随后拉扯进了花轿之中此时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 恭喜您招聘了 D004号鬼员工 A吉利鬼 残缺 换脸鬼 低神志 密宗古佛玉拙封印之鬼 试杀成性 擅长更换人脸 危险程度 极高 魏坤长出了一口气 换脸鬼的三个本体 被红衣吃了一个 吓跑一个 起码他如果支去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于嘉年华添麻烦了 经此一役 魏坤总算直观了解了 红衣女士的实力 换脸鬼这种A级利鬼 在红衣面前 似乎完全没有反手能力 当然可能有克制的因素 但其实力差距 还是大到让魏坤诧异的地步 那红衣女士到底算什么等级 A级中的Pro Max保时捷冷风蓝 一道阳光 划破浓郁乌云 泼洒大地 之前的迎亲队伍 风化地面 数百轨柱 如同幻觉般消失不见 居民区恢复到往日的平静中 若飞地上还有些水洼 怕是连那大雨 都是一场假象了 魏坤有意识地避开摄像头 开着从某倒霉蛋手里偷来的黑车 准备离开事发现场 鬼市部部长 红衣女士吃掉厉鬼阴气 愿望得到了极大满足 即将获得新的天赋 急需阳气填补 是否与其双修 火速提升实力 Yes 是 如果不做出选择 红衣女士的新天赋 根据鬼气吸收速度 将推迟到五到七天 一个急刹车 魏坤低头看了眼手机上 明嘴轻笑的红红自拍照 没敢答应 系统不会骗人 提升实力是八九不离十的 但提升的是 执法还是棍法 软着还是硬着 活着还是死着 这就不一定了 最关键的是 提升谁的实力 他也没说清楚 尤其刚刚亲眼目睹了 红红的凶残本性 魏坤借十个胆子也不敢选 而且 Yes 和事不是一回事吗 洞房还分西市和中市的事吧 将车找个偏僻地方丢掉 将痕迹清理干净 魏坤回到了幸福护鱼 今晚就是杀鱼一年一度的嘉年华 红红能否凭借今日 跻身于二线 甚至于一线主播 魏坤能否留得住三条大腿 都至关重要 魏坤否决了李志强和夏颜等人 想要加班到半夜的请求 惹得中年大叔的李志强 有点感动 魏董 你真是好老板啊 最后经过一致讨论 有工作任务的员工 决定以居家办公的形式 继续工作 当然 工资按正常时薪三倍发放 魏董从来都不是一个 苛责活人的黑心老板 他的举措 引得大家好评如潮 极大的提升了工作积极性 嘉年华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 终于进行到最后阶段 魏坤吩咐道 今天的计划是 一一先开波拉拢人气 然后让红红开启嘉年华专场 充人气 礼物和弹幕排名 截止时间是后半夜两点钟 还剩一个小时截止的时候 统计数据 考虑是否追加运营成本 明白了吗 李小雅推开 想啃自己冰激凌的一一 期待道 老板 我听公司的人说 红妹今晚会露脸直播 对吧 是这样的 魏坤点了点头 他看向李小雅 沉吟片刻 突然说道 等一下你也开个直播间吧 哎 要我开播吗 李小雅歪头发愣 指着自己 然后他满脸 狐疑地看向魏坤 谨慎道 魏坤 丑话先说好 我不做防管 也不干身体 当然不是 魏坤十分诚恳地说道 这回也是让你发挥特长 帮助红红引流 主要抓二次元这一块 我花了不少版权费呢 李小雅这才信了魏坤的话 转过身 偷偷挥拳 窃笑按道一声 yes 晚上八点 李小雅准时开播 直播间标题为 关注主播红红不红 派蒙送你原魔抽奖 扮成派蒙的李小雅 在Q版皮套中 默默流泪 公司里 魏坤正用筋膜枪 斗着黑沙球丸 突然接到了 午夜当领导刘宁的电话 消息已经确认了 天堂传媒花了1500万 请了个南高丽南团连线 给他们的主播站台助威 到时候 估计能骗来不少NC粉 你们尽快想想办法吧 魏坤愣了下 迟疑道 是玉面狐狸可爱念 不清楚主推哪个 天堂传媒这次参赛的主播 可多着呢 起码有三四个 对你们家的洪洪都有危险 哎 这种大企业 就是霸道惯了 到哪里都想用钱 砸出来一条道来 洪洪这回 要是还不想露脸 我再帮你想想对策 一拖再拖 也不是个事 他同意了 明白 我能理解他的难处 可能是不想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啊 你说他同意了 刘宁兴奋地以权击掌 道 那这样一切都好办了 洪洪言直过关的吧 你死一片 OKOK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魏总 提前给你偷个内幕哈 鲨鱼官方筹备了一个顶级项目 单独提供给这次 嘉年华新秀赛道的投名 有事随时 靠我 刘宁挂断电话 左右夺步 最终看向屏幕的人气数据图 低声道 我们午夜部和这家幸福互云 能否一飞冲天 就在今天 今晚是鲨鱼台整年在线人气最高的一天 也是对全体上下 主播地位重新洗牌的重要日子 每个主播 经纪人 签约公司 心头都绷着一根弦 生怕临门最后一脚 被人抱了屁股 整体数据 宛若朝涨朝勇 幅度巨大的变革不停 比新秀赛道 快要把脑子打出来的模样不同 老主播赛道还算平稳 因为大家算得上熟人 实力划分一目了然 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 甚至连对方的主力老板 叫盛名谁一亲二处 即便签约公司之间有矛盾 归咎不到主播身上 除了几个户外区带节奏的搞事常客 还在各个直播间查房 用词来蹭热度和刷热点 老明是户外区的老节奏狗了 他的人设 就是没脑子 家对天对地 欺软怕硬 直播间观众们来图一乐 没有所谓道德感的包袱 无论是老明欺负其他主播 赢了还是输了 都有乐子可以看 赢了 那就集体跳到对面主播的直播间 跳脸嘲讽 狂带节奏 把对方主播逼得崩溃 或是直接下播 输了 也只是老明一个小丑的问题 他活该被大佬打脸 观众老爷们 最爱看老明跪地认错的凄惨模样 同样 这也是老明的拿手绝活 屏幕右下角 镜头画面里 坐着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 他神色魂不令 坐向鼻歪眼斜 口嗨道 今晚鲨鱼台 就是八国联军打一和园 家人们懂得都懂 给我刷点礼物 我去第一线 让你们掌掌见识 直播间 观众有些纳闷了 怎么看直播 还和八国联军扯上关系了 名字 老佛爷叫你回宫入宫吗 蠢口嗨怪 姓他的鬼 谁姓谁 213 老明见到这条弹幕 顿时不乐意了 不明白就不要乱讲话呀 我告诉你们 天堂传媒听说过没 国内娱乐圈的大公司了吧 今天晚上 他们请了一大堆外国明星 来给他们的主播助阵 什么时候 我们国人的直播 要让那些外国人指指点点了 鲨鱼要是组全华班 我老明第一个报名好吧 再给你们透露点小道消息 南高丽男团组合PRK 听说过吧 微博几千万粉丝的那个 今晚也要空降鲨鱼 来跟咱们国人抢饭碗吃 家人们 你们说干不干 他们就完事了 弹幕被老明三言两语 给挑拨的热血沸腾 要说欧罗巴的大明星 大家还能勉强接受 一个靠着卖人设 买热度 工业化生产的高丽男团 也要来欺负我们国人主播 不行 看着疯狂刷新的礼物 老明微微露出得意笑容 他不像很多主播 只敢口嗨不敢行动 他是完全的行动派 收到一万多的打赏 老明乐得猛提了几下阔约机 然后点开嘉年华这一期的新秀赛道 寻找他所说的 高丽男团空降的直播间 筛选新主播 然后热度排序 从高到低 玉面狐狸可爱捏 卧槽 还没开播 就四百万热度了 家人们快看 这里有个怪物新人 老明立刻点开了这个直播间 刚一落眼 就有种灵魂深处 受到了极大冲击的震撼 我老公呢 我老公怎么还不来 PRK 下一个天 我还在 习惯了九个人的面孔 习惯了九个人的PRK 如果帅能当饭吃 那么PRK就能养活全世界 守护最好的PRK 老明一阵恶寒 不禁错愕的 这是哪地方焊策拆迁 给驱兜下出来了 他看了眼对方弹幕恐怖的数量 再对比了一下 双方悬殊人气 本想转身逃跑 谁知道 他的黑粉们 直接给老明卖了出来 PRK是什么垃圾啊 我名字哥哥石明志 表示不服 我们明家军敢惹是又怕是 直播间三十三万九千零三十三 发完就跑 下一个呼吸 老明的直播间 被冲烂掉了 他果断当起了缩头乌龟 双手投降到 天堂传媒牛逼 PRK牛逼 我老明今天就是陆转粉 挡在前面的臭鱼烂虾 那肯定是必死无疑啊 黑粉们与PRK的粉丝们 开舍狂欢 没有谁觉得不妥 因为在国内 天堂传媒加PRK组合 两个金字招牌加一起 可不是一加一那样简单 幸福呼吁的直播间 依依一身蓝色死库水 跪座吃着大奶棒 同时故意把镜头最下眼 停在了小副刊刊上方 老观众们 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 独作依一 写作莎莎的 这位黑长直 就是平板直播界的 垂直起降机 太懂男人 也太懂色批们 嘉年华当天暴涨的流量 再加上原本积攒的人气 莎莎真的不怕黑欧的实施人气 很快来到了170万的新高峰 李小雅在公司内部的SOS系统 给魏昆发送消息道 依一人气 好像不太能突破200万了 按照往期40%的引流效果 能给红红带来不到80万的人气增幅 老板 我看了眼同期对手 情况好像不太乐观 魏昆当然清楚 情况不乐观 他满脑子问号 玉面的三张脸 被红红吃了一张 抓了一张 只逃走一张 可怎么玉面狐狸可爱捏 依旧会正常开播 难道这个换联鬼 直播影就这么大吗 魏昆现在倒是不害怕换联鬼 会造成多大危害 此时的换联鬼奄奄一息 还能活动 就算是幸运了 他更在意的是 天堂传媒的搅局态度 这家Old Money 飘扬过海而来的老牌娱乐公司 很明显不愿丢掉面子 也不愿丢掉李子 所以拿出豪志千斤的架势 想要在鲨鱼嘉年华 一战成名 万一被昏了头脑的天堂传媒 砸下几千万 硬生生抢走了三个席位 这就是魏昆最不能接受的 糟糕情况了 这时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电话 打了进来 魏昆按下接听键 另一头的声音慢条斯理 不仅不慢说道 欣慰的别来无恙 比人心沉愉乐的向文斌 想跟你谈谈 嘉年华合作的事 天堂传媒太不守规矩 仗势欺人 你也不想公司这些日子 来庆祝地努力 通通白费吧 不知道魏老板 你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想法 向文斌单刀直入 他劝说道 没有人想当天堂传媒的对手 我是这样 你也肯定是这样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商量好 巧妙地避开天堂传媒的热点时间 星辰娱乐早一点 或者幸福互余晚一点 错开时间直播 比其锋芒不是示弱 是一种更高明的决策 我们不要自相残杀 彼此纷纷蛋糕 岂不美哉 魏坤想了想 向文斌说的 确实有几分道理 这男人即便在不爽魏坤 困难当前 依旧是首先提出了 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目前 新秀赛道最有潜力的几位主播 天堂传媒占去三个 星辰娱乐占去一个 幸福互余占去一个 按照向文斌的想法 确实有不小的操作空间 魏坤认真思索后 还是没有同意向文斌的方案 首先向文斌 肯定是不愿意吃亏的 要是错峰开播 他无疑要选提前时间点 将延后时间点丢给幸福护鱼 本来午夜当人就不算多 再往后拖 魏坤还真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莫不如接着天堂传媒的东风 再想破局办法 向文斌骂了句欣慰的你 真特么小心眼后 便挂断了电话 说的没错 魏坤就是小心眼 逃腰腰的账 可还没算清楚呢 他摇了摇头道 依依还在卖力直播 穿着松垮的运动装 捕出粉蛇 往柏梗里扇风吸引镜头 露出粉嫩精致的锁骨 游走在被超管封杀的危险边缘 扮作Q版派蒙的李小雅 有所明误 一时间竟是忘了发福利 沉浸在玄之右旋的主播顿悟致镜中 魏坤重新检查了一号直播室的设备 黑砂球部分衣料做的眼罩 原始皮肤大红长裙 再加上戴腿环的透明丝袜 吃了换脸鬼的一张脸后 红衣女士的外貌微微有了变化 如果说哪里有所不同 该是向着更加妖艳的方向 逐渐演变着 完美人皮强化加一 魏坤悠悠一叹 这东西再漂亮又能怎么办呢 他摇摇头 做着最后一项测试 查 魏坤轻轻划开掌心 冒出鼓鼓鲜血 红衣女士几乎是同一时间 嗅到了鲜血的气息 顿时转头看向魏坤手掌方向 他小心翼翼地挪动手掌 红衣女士也随着鲜血的轨迹 缓慢移动着 果然有效果 魏坤之前用鸡血压血进行测试 试图引诱红衣女士 做出尾随动作 但都失败了 他又借了点依依和李小雅的血 也没有效果 只有他自己的血 才会对红衣女士 产生非同反响的诱惑力 红红表示 爱他就要爱他的全部 自从上次在南高历的地下直播网站里 心满意足地吃了一次自助 以他现在的胃口 一般血肉根本看不上 要搞就搞董事长 那多刺激这个测试 解决了红红在镜头里的行动难题 魏坤只要保证自己在画面外 慢慢引导着红红做出简单动作 不至于像个大型硅胶娃娃 就差不多可以了 后面说话或是唱歌 再切镜头 然后让鬼镜给他配音 想到这 魏坤猛然觉得 这套操作有点眼熟啊 可能 这就是培养人气偶像 所需要做的事情吧 即便偶像现实中是的废人 但只要有人设 可爱又漂亮 让观众有精神寄托的方向 不就很好了吗 谁关心他到底是不是鬼啊 而且 鬼永远不会他妨 什么当小赛啊 私逼陷害啊 吸X品啊 永远都与女鬼没有任何关联 唯一污点可能就是 偶尔生吃个活人 即便如此 女鬼也不会像某些偶像 逼着粉丝去过连活人都不如的日子 来支持自己 而且 观众们对红红的喜爱 又转化为了对他攻击性的限制 出于热爱 变相保护了自己 他们所热爱的 就是自己的生活 他用力拍了下大腿 自言自语道 要是所有漂亮女鬼 都能用人气和鬼前限制住 即便像是玉面那种凶性极强的家伙 魏昆 就是网络娱乐界女鬼的教父 简称星号星号 一想到这魏昆 就有点小激动嘛 时间很快来到计划好的开播节点 午夜十二点整 补光灯亮起 摄影机提示灯闪烁 网络连接 开始直播推流 红妹来了 老婆我好想你啊 红红若是女般 坐在古朴木桌前 镜头低锤 比较含笑 百花绽放 苦等红红开播的老观众 再加上一一直播引流的新观众 还有被梁西加李小雅 加东野田 那天才般的外星视频 骗过来的路人观众 三者大军同时汇聚 刹那间将人气 推到了二百万的新高峰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 趴在地上的魏昆 察觉到手里的两根大腿 顿时有黑气营绕 于是顺着黑气盘旋 向上的好奇望去 不行 魏昆啊魏昆 你难道要学梁西那货一样 看鬼片打交吗 魏昆虽然对古代贴身服饰的 谨慎程度非常好奇 但为了不触怒洪洪 为了直播正常进行 他选择 只看一眼 这时候 直播间中 正如刘宁早先通知魏昆的 天堂传媒暗中 打通了鲨鱼台的高层 天堂传媒 以一对恩 旗下的新人主播 同时分别开启了 与星辰娱乐 幸福护鱼 石头护鱼等公司一人的连线PK 庞佛光明顶大战六大门派 天堂传媒 根本没把这些小公司放在眼里 而红红面对的 正是其中最为棘手 也是天堂传媒下了中注的一位 玉面狐狸可爱捏 PK连接 对手直播间 画面显示出来 对方人气七百万 我方人气二百万 看上去 庞佛根本没得打 然而 让魏昆和直播间观众都感到意外的是 玉面狐狸可爱捏的直播间 只有一位会高利语的房管小姐姐 正一脸辛苦地 应付着NC粉们的激进弹幕P2K男团的小哥哥们呢 什么啊 为什么还不开始表演 应援团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好像被骗了呀 房管小姐姐接到一个电话 她嗡嗡嗡哑了两声 表情突然一变 挂断手机后 面色依旧略带诧异与震惊 她沉默了一会 先是用中文 然后又考虑到NC粉听不懂人话 换成南高里与重复说了一遍 刚接到消息 P2K男团的成员遇到意外 南高里警方已确认全部失踪 弹幕沸腾了 随后第二个电话 房管小姐姐身心俱疲 听了几句 脸色更垮下来 无可奈何道 主播玉面 也暂时联系不上 观众朋友们 试试我们天堂传媒 其他新主播的直播间 话音未落 鲨鱼的超管 就以非主播本人参加嘉年华为由 中断了玉面的直播推流 而原本在玉面直播间的流量 也在系统的自动推送下 纷纷涌入到了 红红不红的直播间里 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了 刘宁望向统计屏幕 南南道 峰回路转 就是这般突然 被刘宁用掐网线手段 赶鸭子般 撵到红红直播间的观众们 都愣住了 谁能解释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刨除了愤然关闭直播的观众 这波掐网线引流 让红红直播间的人气恐怖 疯涨到了八百万之巨 在鲨鱼台 这已经是二线顶尖 或者是一线末尾的老牌主播 才能拥有的人气质 魏坤也没绷住 他惊疑万分 自言自语道 南高丽的P2K男团失踪了 等等 南高丽 男团 难道是 魏坤猛然龙抬头 透过裙底 彭佛能看到 红红那张精致的面孔 全被他吃了吗 不是 这群人渣竟然也有几千万的粉丝 他随后意识到问题所在 恼火不已 魏坤愤然道 真莫不如让鬼来当偶像了 收回愤怒的思绪 魏坤开始了今晚认真 严肃又关键的嘉年华直播 先是招牌的家腿 娇羞扭捏 风情万种 卖肉嘛 不寒称 鬼又不会有羞耻心 骗了第一波礼物和弹幕 然后利用远程摇臂 上拉镜头 将取景矿选在腿环网上 拨梗往下的区域 这时鬼进就位 魏坤信得过李小雅的身体素质 但信不过他的业务能力 没办法 只能自己硬上了 他用鬼进转录麦克风声音 假装洪洪说话道 作为一个新人主播 有你们的陪伴 一路走到嘉年华今天 真是洪洪的莫大幸运 幸运尼玛 你特妙的摸哪呢 多谢于雷哥哥的超伙哦 比心 比心尼玛 这破镜子变态的我都恶心 嗯嗯 我知道 大家一直想看到洪洪的真面貌 等一下如果人气超过一千万的话 洪洪发誓 一定会露脸的哦 发誓尼玛 明天我就给你大飞脚 直接踹碎 魏坤满腔怨念 发誓永远不会给鬼进发半毛钱工资 但直播间里 已是费反迎天了 鬼的躯体 加上鬼的声音 对活人的影响力 不是寻常颜值女主播能比得了 正常妹子还在玩整容手术这种物理改造 但女鬼早就是玄学灵能飞升了好吧 一般女鬼 三言两语 就能骗得路人鬼打墙 而幸福护语的当家主播们 毕竟隔着网线 鬼打墙不太现实 鬼打娇还差不多 真可谓是一群善良的肉食女菩萨 魏坤又展示了他惊人的月库储备 原本的思路是 在那个黑色星期五 女孩穿着嫁衣 哼着忏魂曲 告诉自己自杀不会痛 因为她不知道 后来她被做成了人皮娃娃 一天 妹妹背着羊娃娃 来到了天使的房间 庞府有第十三双眼睛 盯着她 黑影中钻出恶魔 女孩呼唤着 可没人能听见 但在刚唱完嫁衣后 超晚就蹦出来 直呼奶奶您换换吧 这些都是禁歌呀 没办法 魏董事长空有一身才华无处施展 只能再用神女披官 起头 然后顺了几手 类似于早见杀之的舞女 中森明菜的南破船 等小日子上世纪演歌 她感觉自己 像是在洗浴中心的贵宾房 跟女技师一起唱KTV 可在其他人看来 更多的是来自灵魂的震撼 二号直播室 依依和李小雅相互忘了忘 满脸不可思议 老爸好坏啊 她真的 我哭死 唱得比我还骚呢 我的幻之蠢蠢欲动了 李小雅不客气地 给了满嘴昏段子的依依 一个脑瓜崩 摇摇头道 我现在有点怀疑 魏昆平时都在看什么东西了 另一边 正关注着嘉年华的球云音 目瞪口呆 有着嗓音和唱功 还窝在鲨鱼台 当一个小主播 魏昆到底是从挖出来的宝贝啊 拼了 再砸八百万 把人气冲到千万大关 这钱烧得比明币都快 老爷子估计要怀疑 我是不是在包养他了 星辰娱乐 向文斌才听了的开头 就默默打开了直播录制软件 秘书见他摇头晃脑 也不知心情是好是坏 忐忑地等了好一会 才见向文斌睁开眼 叹气道 这宫敌 我们说得不冤枉 至少是大市级的资深音乐人 手把手交出了好徒弟 再加上添辞的嗓子 他要是不红 我可能都会失去对网络直播 和网红界的判断行星了 魏昆啊魏昆 原来他是在这等着我 怪不得一口回绝了我的合作方案 但网络娱乐这行 可不是只会唱歌 就能玩得赚的呀 秘书 有空问问大东子和小赖 他们在搞什么飞机 嘉年华都快结束了 该拍的视频呢算了 也不要骂他们 视频以后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而在红红不红的直播间里 观众们的反应就更加直接了 850万 900万 950万 节节攀升的人气 就是观众对红红狂热喜爱的最佳表现 直到 庞佛有无形的屏障被打碎 顿时清明 一千万人气 赫然出现在直播间的正右上角 庆祝洒花 恭喜红妹突破千万人气 我看了眼 第二名好像才700万 红妹赢定了呀 还是天堂传媒的骚操作 本来给他们主播准备的流量 全白便宜红红了 笑死我了 右侧的礼物栏 刷新的几乎重叠成了一片 弹幕因为过多 也频频出现卡顿 刘宁手下的钞管 甚至提前跑到直播间里 祝贺红红取得了嘉年华新秀赛道的投名 魏坤腰间的手机震了震 红红的A签升级S签应该十拿九稳了 这可是千万级的人气 我之前想都不敢想 新秀赛道能出现这种级别的新人主播 许多老牌主播都被比下去了 魏坤却比刘宁和主播间的那些粉丝更加冷静 红红今夜必须露脸 否则全是空中楼阁 天堂娱乐吃了这么大的亏 预先准备好的黑料随时会扑上来 将红红新传的雷弱人气撕成粉碎 他微微沉吟 以红红的语气 先是轻声对观众老爷们道了声谢谢 然后像是小兔子般怯声声问道 一千万人气了 大家想见见真正的我吗 话音一落 观众们纷纷表示 等这一天真是等太久了呀 魏坤心里苦也是没办法 要知道红衣女师可是试杀成性的A级厉鬼 若是为了赚点直播的小钱钱 就让红衣女师给观众老爷们放了一波大型AOE 他可当真是罪人了 魏坤调转镜头 缓缓向前推动 画面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期待着 直到那张完美人皮彻底暴露在直播间的镜头画面中 弹幕出现了刹那的寂静 庞佛时间停顿 只有不明所以的卡比还在纳闷 咋回事 都干啥呢 线路击不卡呀 此时此刻 无论是下河的弧度 还是嫩红色的嘴唇 或是半遮半眼 涂增朦胧美感的黑色眼罩 都恰好命中了99%观众的审美弱点 再加上诡异本身对活人不讲道理的克制关系 即便再挑剔 再过躁的观众 也没法违心地给出任何负面评价 更何况 还有部分换脸鬼的混血成分 让他看上去更加年轻魅惑 换脸鬼玉面 加点好像大部分都加在颜值上的利鬼 要不然 也不会见面就被红红几招秒杀了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想上分不能只买皮肤 更要有个红红这种级别的陪玩直播间 安静了大概几分钟 弹幕几乎是同时间奔涌而出 刹那就填满了整个直播间屏幕 女神级别的颜值 惊艳 人和人的差距怎就那么大 我是笑话 我有点自卑了 美颜相机都不敢这么拍 什么美颜 我建议直接炫我嘴里 红红求求你收下我当狗吧 魏坤看着某些发电弹幕 不禁一阵恶寒 可转念一想 这些人又不是冲着自己 随即稍稍心安 无论怎么样 从弹幕的刷新频率 还有礼物的打赏次数来看 红红的这次嘉年华直播 算是大获全胜了 当了一阵缩头乌龟的户外主播老明 本想这时候来蹭蹭热度 可刚进红红直播间 就看到了右上角夸张的人气质 随后 目光被镜头画面里的完美女鬼吸引住 顿时愣住了 真他妈票 不等他口嗨 超管就贴心地送了他一套风镜套餐 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这老秃顶太晦气 影响直播间和谐氛围 而且 超管也是看人下菜叠 见风使舵 红红在今晚的表现 明显有成为鲨鱼台炎之躯 新台柱的潜力 多少老板心甘情愿 为他一致千金 可即便如此 依旧没有任何人 能凭借金钱 够博得天生高冷的他 哪怕一丝展颜笑意 越是高冷 观众们对红红的追捧 就越狂热 1500万人气 最终在后半夜两点嘉年华结束时 最高在线人气定格在了 震撼新主播的1500万的数字上 魏坤的电话 快被打爆了 球鱼音发狂地质问他 什么时候能亲自见到红红本人 向文斌酸溜溜地祝贺了几句 然后又旁敲侧击红红的身份 明显还想动歪念头 至于幸福护鱼 在鲨鱼台最大的盟友刘宁 他则是满腔激动地 向魏坤传达了几个好消息 刘宁没叫魏老板 而是开口道 魏哥 咱们发了 红红作为千万级的新人主播 高层愿意再改合同 从计划的S签 升级到顶格的K签 也叫King签 K签是鲨鱼台最高级别的签约了 首先打赏是73分程 商务合作与广告推广 则是64分程 同时还有大量的全站推广资源 以及每个季度的独立广告合作 光是广告 每年都至少是千万级别的收入 然后是幸福护鱼 我们决定跟幸福护鱼 签下专属合作方待遇 像是你们旗下的沙沙 只要过标准线 不用排名次 立刻就能改S签 有新主播开播 至少也是A签起步 直接找平台 领导要开播套餐 热度和推广全部拉满 不需要再慢慢拉拢人气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鲨鱼的大项目吗 红红作为新秀赛道的投名 已经被纳入提名的名单了 我们打算翻拍一个叫 遮天的小说 选取一个剧情片段 拍成网络大电影 大概是两亿到三亿的预算 魏哥 这项目还不够大马刘宁笑着说道 魏坤哭笑不得 预算是挺高 不过让红衣女士去拍 遮天 怎么想那画面都太离谱了 开局九龙拉关 然后躺那眼棺材 挂断电话 然后又接到了几个趁热打铁的广告商 和直播工会的合作电话 等全都安静下来 魏坤心潮澎湃 坐在椅子上 久久不能自已 蒙特兰曾言 在别人藐视的事中获得成功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因为他证明 不但战胜了自己 也战胜了别人 做直播网红公司 一个多让人抬不起头的行当 天生抵士练的最下游 但如果要 加上一个悲剧的内核 是为了还亲情债和镇压利鬼 再痛苦的事情 都值得去忍受了 魏坤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成功的滋味 这是一种美妙的 如同灵药般的深刻体会 人们像是蜜蜂一样 围在你周围 献上殷勤 换来花心的甜蜜 红红K签的基础签约费 就足足有两千万 若是在随便谈下几个商务推广 很容易就能偿还幸福 护予全部债务的资金了 魏坤还记得 鬼公司系统将在清偿所有 洋间债务后完全开启 他也期待着这一刻 凭借直播和种种手段 去镇压红衣女尸 黑沙怨魂 换脸鬼等等诡异 让魏坤突然有一种 原来我对这个世界 或许还有些价值的自我认同感 从被动到主动 魏坤的思想 在今晚得到了彻底的转变 他喜欢成功 渴望成功 并想永远保持成功 这股积极地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干劲 直到看见此时的红衣女尸 才算是被当头浇冷水 熄了火 魏坤轻易地看向他 红衣女尸尽力 周身鬼气缭绕 犹若秘密缝制的实质 庞佛是一个黑色的剪 将它完全包裹其中 同时发出心跳般的勃勃颤动 看不清里面的动向 大概五分钟过后 鬼气化作的剪包包军裂 露出了焕然一新的红衣 如果说 过去的红衣给人的感觉 更多是一具僵硬的尸体 那么现在则截然不同 变成了柔软的活物 无论是姿态 妆容 还是肤色 如果不去看他没有情感的紫色眸子 和活生生的人 没有太大区别了 鬼市部部长红衣 得到了大量鬼气滋养 贪婪从天赋升级为全能 鬼公司鬼市部开启 请尽快探索鬼公司迷雾区域 解锁鬼市部 鬼公司的迷雾区域 魏坤琢磨着这字眼 忽然想到 自己好像从未在夜里 走出过幸福护鱼的现实范围 话而言之 他还没亲眼见过 鬼公司降临后 夜里的创新大厦 究竟是什么模样 在这前 魏坤只以为 伴随黑夜被转化影响的 只有现实中的幸福护鱼 现在来看 如果鬼市部并不在幸福护鱼 那么意味着 或许还有更多被忽视的关键 他本想喊来小秘书 打算咨询一二 太阳已然从地平线的尽头升起 滑破黑夜 想要再探索 只能等下一次夜晚了 让魏坤诧异的是 这一次天亮 红衣没有再故意避开阳光 而是背对着自己 尽力于窗前 抬起手掌 掌心之物 正升起鼓鼓青烟 魏坤记起 在系统提示中 他的名字从红衣女尸 偷偷删去两个字 改成了红衣 并且掌握了名为贪婪的权能 不过 权能究竟是什么 到底代表什么含义 他暂时还搞不清楚 只能等在天黑 找小秘书来问个明白了 抛开权能不谈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 红红已经完全不惧拍阳光了 享受日光玉的女鬼 大白天还活动的 应该只有加椰子这种 只大人夜涕级别的猛鬼吧 但总归是好事 红衣的凶性越来越小了 万一哪天他 终于不再对我大腿感兴趣了吗 想着想着 魏坤猛地 嗅到一股离奇的烤肉味 味道从红衣手中传来 他好奇地绕过去 定睛一看 恶然惊叹 只见他手中 拖着张布满牙印的脸皮 正是换脸鬼 被他吃掉的那张脸 此时正在微弱朝阳的炙烤下 驱除杂志 滋滋冒油 挺讲究 还会Barbecue了 与其说是脸皮 不如说是长得像五官的大号鸡蛋饼 轻薄无物 也看不见血管和肌肉组织 考了一会 红衣转过身 平静地看向魏坤 然后 他一手将这玩意递给魏坤 一手指着他的右边大腿 前台词不言而喻 魏坤脸色大变 后退半步 脑子不换 随后 红衣还是一动不动 让他逐渐反应过来 红衣并不是想用脸皮 跟他换大腿 他指的不是腿 是自然垂落在身侧 长着鬼印章的右手 鬼口宛若饿了几百年斑 直接向那脸皮咬了过去 几声卡擦脆响 将其消灭殆尽 这时 一股凉意 突然从鬼口伸出 游走于魏坤全身 使用时间 回溯留下的负担和暗急 被通通治愈 握了握拳头 彭佛拥有能一拳打死犀牛的距离 更令魏坤感到舒服的 是鬼口在吞噬了这鬼物后 所产生的满足饱腹感 来不及他细细体会 红衣呼地飘过来 将头埋到魏坤的脖梗处 轻轻咬下去 同时伸出细长舌头 溪溜 舔噬着血珠 又凉又滑 动作之快 魏坤都没做出反应 等到痛觉传来 红衣早就心满意足地 飘回到鬼镜旁边 抱着鬼镜睡大觉去了 哎 魏坤如梦初醒 捂着脖子上的齿痕 满脸震惊 我怎么有一种 被当鸭子喂了的感觉啊 直到天色终于大亮 魏坤也没能从 这震撼的悲痛中走出来 他先去早餐店 给夜班的依依和李小雅 带了皮蛋粥和肉包子 然后费劲摆脱了 这两个百般纠缠 一心想打听红红的魔人精后 他坐在前台 开始思考人生 红衣是不是仗着 大老婆兼首席打手的身份 越来越放肆了 今天咬脖子 明天咬哪里 已经不敢想了 冬野田鬼鬼祟祟走进公司 看到魏坤时 尝出了一口气 释然道 老板 你还活着呢 魏坤 不会说话 可以不说 他还在气头上呢 老板你被狗咬了 他盯着魏坤的脖子 魏坤急忙心虚地捂住伤口 对对 一条通体红毛 长相不祥的大狗咬的 但是 看着像人的牙印哦 小雅 还是依依 再说就不礼貌了 哎不是 你把依依加进来 是搞谁心态呢 于是 等员工陆陆续续打卡到齐 办公区里流传起 魏老板不干人事 结果被狗咬了的传闻 怎么会 魏老板风评和为人 都挺好的呀 那你是不了解 咱魏董的事迹 先不谈梁作家裸奔的事哈 你知道昨晚上天堂传媒 为什么没打过咱们公司 为啥 因为他们怕了 早在嘉年华开始前 天堂传媒云海分公司的 总经理政治 就被咱魏董 碰瓷额了十万大洋 今天早上还发朋友圈骂街呢 那些大公司 也怕我们碰瓷搞同归于尽 所以把机会 不得不让给咱们了 我反对 李志强坚决道 我相信 这是魏董的个人魅力 他说这话的时候 好像魏昆就没站在他后面 魏昆倍感万分欣慰 人心可用啊 他拍手 等员工们投来目光 说道 今天有三件重要的事 一 下午鲨鱼会在线上 跟我们重新签订合同 红红改K签 莎莎改S签 李小雅改A签 法务和财务 尽快处理好这件事 催着点让鲨鱼 尽快把签约款 打到公司账面 二 近期应该会有大量商务合作 市场不用点心 挑几个靠谱的 再进步再多 即使公司营收还是员工数量 都会有极大增长 我们要守住鲨鱼的基本盘 招聘新人 尽快向其他网络娱乐行业扩张 四 努力创收 尽快赚钱 争取在这个月 就清偿公司全部债务 魏昆还惦记着 鬼公司系统全部开启的事 叮铃铃 他话还没说完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田瑞峰 魏兄弟 你可真是神了 那个P2K男团 本是海归派千绳搭线找来搅局的 结果惹上一身骚 现在被邱云英的家族派 逼到死角里 马上要回溜溜滚蛋了 我没看错人 邱云英也没看错人 魏昆挺意外的 没想到这件小事 竟然牵扯到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巧合还有别的事吗 我这边在开会呢 我倒是有个小忙 不知道怎么跟兄弟们开口 因为实际不对 太晚了点 只说吧 你也帮了我不少 那我就不磨蹭了 我亲戚家有个孩子 读不好书 又没耐心学手艺 不过长得倒是蛮好看 想着能不能去你们幸福 呼吁肚肚金 他现在赞助云海市的朋友家 OK 正好公司扩张期缺新人 你把他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 发我一份 魏昆记下了名字 吕轩 阳光小区23号二单元 他打算开完会 处理下必须工作 就去见一见这姑娘 就在田瑞峰 给魏昆打去电话的功夫 魔都 昏暗的酒吧 气氛迷醉 聚光灯将舞台上下 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世界 人们在阴影里摇曳着身躯 前沿的卡座里 裘云英那个臭婊子 让他赌赢了 一群西装精英 领带歪斜 服饰松垮 都当着酒气的话 抱怨对方 不能就这样算了 耿剑将半杯 龙舌兰一饮而尽 愤然摔碎了酒杯 一天之前 他还是高高在上的 裘氏之一集团的高级管理 是裘半山先生培养的 得力接班人之一 而到了今日 他不过是输给裘云英手下的 一条败犬 人在失事之后 原本能用权力填补掩埋的空洞 就会抢暴露出来 耿剑也不例外 他挪用公款 倒不至于以权谋私 而是擅作主张 做了几笔失败的投资 最关键的 还是PRK男团这一笔 2000万的代言费用 邀请这些男高黎歌星 为裘氏之一旗下的男装代言 顺带 再去嘉年华 给裘云英添赌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PRK男团尽数失踪 裘云英签下的小主播 大获全胜 甚至不需要买热赌 容登当日 微博热搜榜第17名 男高黎的朋友告诉耿剑说 PRK男团失踪案的 非比寻常 深到了警方 都不敢深入调查 当国主流媒体 也要为此掩埋的程度 比起性质恶劣的岁月号事件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耿剑不愿相信 他妈的 傻逼求是 傻逼幸福护语 他脸上犯着罪意 咬牙切齿的 妇女勾结 本就没把我们当做自己人 这世上 要真有什么降头术 巫蛊虫 我花再多的钱 也要让那求云英不痛快 操 看他那副高傲表情 老子就不爽 不就有个好爹 其中一个朋友目光微动 缠住耿剑的胳膊 低声而语道 耿剑 你要是真这样想 我倒是有点办法 不过要花一些钱 你愿意吗 耿剑冷哼 倾家荡产无所谓 那朋友点了点头 将声音压到更低 你相信 这世上有鬼吗 我不相信 吕轩切切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略带狐疑 她是云海市 大股董商吕伯的独生女 十六岁 韩金燕世子出生的富二代 要不是家里遇到了那件事 父亲吕伯代母亲远上难数 寻找某个很灵验的大师帮助 也不会留他孤零零一个人在云海市 魏坤看着姑娘 一副低防色狼的紧张模样 无奈贪手道 你叔叔田瑞丰 早该告诉过你吧 你怎么就不相信 我是直播公司的老板呢 他才不是我叔叔 他就是我爸的田狗 想巴结我们家罢了 吕轩皱着鼻子偏头道 魏坤想了想 一父一母的亲切 这还真像是田瑞丰那死胖子 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他来找吕轩 不过是为了成田瑞丰人情 吕轩的样貌虽然出众 而且有股富养出来的娇蛮镜 现在很多观众就吃这一套 非得让女主播骂骂他们心里才舒服 但是 魏坤现在的想法变了 他半幸福护鱼 并不只是为了赚钱 甚至可以说 自从获得鬼印章后 他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低 不太讲究吃穿住行 很多人之所以缺钱 拼了命地去赚钱 是因为这个社会 没能提供足够的安全感 去让人们相信 即便失去钱 他们也能获得自由 幸福且快乐 甚至标准 可以更低一些 有地方住 有饭吃 能看得起病就够了 所以 钱多到一定程度 带来的不仅是满足感 更多的是安全感 抛开洪洪不谈 魏坤觉得自己足够安全了 真正威胁他生命 或是威胁他生存环境的 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中 对活人充满敌意的诡异 缺少一个活人主播而已 又不是天大的损失 自从洪洪在嘉年华上 一战成名 每天打电话来 毛遂自荐的素人女主播 数不胜数 根本不差吕轩这一个 不信就算了 这是我的名片 你要是有想法 随时给我打电话 魏坤的日程表 排得满满的 下午还有几份 关于签约费的重要合同 需要他这老板亲自过目 等下班后 还有关于洪洪与鬼事部的事情 要尽快处理 他才没功夫 和这种不懂事的小女孩 瞎胡闹 转身准备离开 谁知 吕轩轻轻拽住了魏坤的袖子 回视他奇怪的目光 犹豫着 小声说道 不要走 比起你 我更信不过其他人 哎 小朋友 我是真没时间陪你瞎胡闹 你要是想出Q有 自己去孙吧 发自拍 我才发现 你身上有股 让我很安全的味道 吕轩紧张地望着魏坤 像是受惊的金丝雀 他旁腹有万千心里话 想找个人通通清数 魏坤却不是暖男 更不是灼热哥布林 他真没时间做知心大哥哥 随口应付了两句 又转过身 坐视欲走 这回吕轩真的急了 他不禁脱口而出 说道 如果我说 我已经不是人类了 你会信吗 说完这话 他充满奇迹地看着魏坤 希望能得到一个 肯定又让他有安全感的答案 魏坤捧腹大笑 摸乱了他的头发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小孩子不要看太多动漫 胡思乱想什么呢 想通了 直接打公司 坐机就行 吕轩用力咬住嘴唇 看向魏坤的背影 漠不作声 这时 如果有人正面去看他的眼睛 就能发现一抹怪异的血红 正在向外蔓延 他不知道 魏坤被身时 微微露出沉思的神色 那女孩身上确实有古怪 有一股我没见过的诡异气息 他给我的感觉 与其说是活生生的人 更像是一具正在行走的尸体 但他不想打草惊蛇 暴露自己与幸福护鱼的秘密 回到公司后 魏坤等待员工 整理提交文件的空档 简单地和田瑞峰交代了一下结果 然后装作不经意间 打听着吕轩的来历 田瑞峰没有隐瞒 如实交代 他也是个可怜的娃 爸妈魔证了 非要去外省找大师驱邪 一去就没了踪影 什么时候的事 记不清了 就是太义玉警的那个入室抢劫案 你在本地新闻搜一下 就能搜得到 但有件事挺邪门 我听老吕说 根本没有劫匪 只有一面他买来的破镜子 是镜子有问题 魏坤试着回忆了一下时间点 然后在本地新闻里 搜索太义玉警家抢劫的关键字 看到日期和地点时 突然皱紧眉头 手指不禁敲点桌面 那天 似乎是红衣强招了鬼进的日子 魏坤不再多想 他只需要等到夜幕再次降临 许多疑惑都能得到解答 将繁琐的合同与文件逐个敲定 签约款与广告费 都会在一周内陆续到账 魏坤看了眼财务的统计 总计4100万 数目惊人 大多是以半年或整年为单位的买断价格 偿还农行的那笔贷款绰绰有余 还能剩下一部分用来扩充公司规模 以及给属下们再发发新福利 魏坤走内仗取了80万 给外地老家的父母打过去 父母当然问起这笔钱的由来 不过没大意凛然地逼问魏坤 是不是做违法的事了 毕竟 把儿女是做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还是少数 他解释说 公司赚了点钱 部分用来买新房 或者给老房子装修一下 剩下的存着给弟弟魏伦当补课费和学费 父母惊喜中带着感慨 弟弟则要激动得多 言语中满是对老哥的崇拜 聊着聊着 魏坤突然沉默 他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话来 因为他察觉到了现实中诡异平生的征兆 他本想将家人都接到云海市 可转念一想 云海市这种超大人口城市 未必会比老家县城安全 更何况 这里是鬼公司的根据地 只要和这些脏东西扯上关系 就一定不会太平 遇到任何不对劲的事 千万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魏坤严肃地叮嘱道 只听到魏伦拉长嗓音 故意用怪腔怪 调回了声 老哥知道了 魏坤重重叹了口气 食指交叉抵着下巴 望向窗外残阳发愣 直到员工下班 夜幕降临 他才回过神 比起之前的每一个夜晚 今夜 魏坤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格外地有活力 彭佛是从缺氧环境 来到了足氧环境 又像是鱼儿进了水 有种舒适畅快 想要高声大喊的爽意 这绝对与红衣 给我的那张人脸有关系 难道我吃鬼物就会变强 魏坤看了眼手掌 掌心争鸣鬼口 蠢蠢欲动 他甚至有种感觉 时间回收的长度与冷却 都得到了增强 今天依依和李小雅休息 因为嘉年华一次性 收割到了巨量鬼气 因此 魏坤给他们放了一天假 依依本就是独居 可他记不起原来的地址 本想去李小雅的家 被果不其然地拒绝了 李小雅表示 老娘黄花大闺女 绝对不跟你这种小色批 独处一事 败坏名声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东野田看不下去 掏了五十块 给依依订了个 最便宜的青年旅社 此时的鬼公司 少有的静谧死寂 戏场走廊 只有魏坤一人的身影 脾斜的哒哒声回响 小秘书半飞身侧 发出的轻微摩擦声 该是眼睛的地方 有两团绿色火光 缓缓燃烧 本就诡异的他 形象更加骇然 亦或是最低调的鬼境 魏坤差点忘了 还有个新员工 被红衣强行招聘的 志同鬼脸 幼年玉面呢 魏坤明知故问道 目光看向墙壁上 与照片合二为一 但更年轻的 二代头牌主播玉面 在鬼印章的感知下 周围诡异的煞气和方向 都在魏坤脑海中 地图般清晰可见 幼年玉面 缓缓从画中浮现 露出一个 约八岁年纪的志同形象 他的眼神灵动且复杂 与红衣和黑沙球截然不同 显然是 具有一定神志的 无论如何 肯定比智力底线黑沙球 要强很多就是了 明府拔罪大军 换奴家有何事 魏坤听到这称呼 竟是一时间没回应 他看了眼小秘书 又看着来历神秘 明显与过去鬼公司 有极深渊渊的玉面 被鬼印章控制的诡异 无法对魏坤欺瞒 因此 魏坤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叫我 幼年玉面目光微动 即使不情愿 依旧乖乖回答 他声音清冷道 最知七全能的主人 若不能称明府拔罪大军 无风界中又有谁敢自称 但你不要以为 我会轻易屈服 这是魏坤第二次听到了全能的说法 令他更加困惑不解的是 又冒出来无风界的概念 反倒是小秘书一点好奇 率先询问道 全能是什么 随后幼年玉面解释了 全能和无风界的具体定义 无风界 既是依存于现实的里层世界 也是现实中诡异的诞生地 每一处都称得上是危险万分 时间失序 空间紊乱 稍有差池 就会陷入诡地 永无脱身可能 全能则是鉴别 诡异力量层次的规则之一 从低到高 从全能一到全能七美 多出一个全能 其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力 就会倍增 想提升全能的等级 需要有充足诡异 珍惜诡物与全能 对应的诡异意识 根据玉面回忆 他曾在无风界某处 撞见一个全能无以上的古老诡异 甚至拥有了 篡改历史碑文的恐怖能力 小秘书听着玉面的解释 暗暗无嘴吃笑 魏坤感觉 小秘书似乎知道更多 但他并不愿意告诉玉面 幼年玉面 神色复杂地忘了一眼红衣 他至少完全掌握了一个全能 所以我的本体才会被他打散 要是早知道 创新大厦会郁郁出他 我就该把这的活人杀光 魏坤很不喜欢 这个心理年龄极大的阴暗小萝莉 他抓着幼年玉面 准备塞回到画里 突然发现 这个幻联鬼的身体 竟然真的就是薄薄一层 从侧面去看 甚至不见其踪影 这也太二次元了吧 魏坤将画压在红衣的凳子底下 没有哪比这里更安全 随后他与小秘书 带着鬼镜离开了一号直播室 来到鬼公司大门处 刻着鬼公司古砖的牌匾 在烛光映衬下 明灭不定 小秘书自言自语 小声刺刺笑道 那个小弱智 居然把权柄认成了全能 快笑死我了 怪不得会被红红丝成片 魏坤此时正望向门外 没留意小秘书的话 果然是迷雾地区 推开鬼公司大门 只见本该是宽敞走廊 此时满是惨白色的浓郁迷雾 可见度不足半步 他将鬼镜固定在大门口 利用鬼印章对鬼镜的感应力 可以充当定位信标 如果在白雾迷路了 还能原路返回 魏坤也在暗中观察着鬼镜的反应 他依旧古井无波 装成死雾 庞佛吕轩等人的事 与他毫无关联 走了 他对小秘书喝道 随后 小秘书乖巧地趴在了魏坤肩膀上 与其一同迈入了大门外的白雾中 魏坤发现 走廊里虽然充满了白雾 但基础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 靠到墙壁近处时 能看得到熟悉的消防栓和壁板画 他根据记忆摸索到了隔壁的金融公司 鬼师部不再信服护语 难道会在大楼的其他地方吗 小秘书摇了摇头 摊开尖尖小手 你是董事长 我也不知道 魏坤呼吸着雾气 潮湿 阴冷 还带有一丝灰烬的胶味 像是农村在夏日凌晨生的炉火 即便动作再轻 斜根与地面的碰撞 难免会发出声音 走着走着 大概几十步 魏坤依稀听到一阵微弱的哒哒声 越来越近 他起初以为是自己脚步的回音 随后猛然发觉 频率根本对不上 魏坤心脏被狠狠抓了一把 额头不禁渗出一丝冷汗 迷雾之中到底还有什么 他试探性地往前走了一小步 那哒哒声也紧随其后 响了一声 不过 那声音卖越的距离 显然要比魏坤远一些 因此 声音更近了 他正试图接近自己 魏坤果断停下了脚步 回过身 寻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 奈何迷雾浓郁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 小秘书紧紧搂着魏坤的脖子 他不怀好意 小声提醒着魏坤 魏坤试探着 继续往前走了几乎 同时心里 默读着秒数 他在按照十秒计时 大概把握到了一个安全的时间点 魏坤深呼吸 然后骤然向声音的方向冲了过去 十 魏坤骤然爆发出猛虎般的勃然距离 脚下用力猛踏 煞食吐石飞剑 化作流星 六 那声音察觉到了魏坤的举动 竟是不躲不避 与魏坤相向而行 三 只剩数米 魏坤画掌为刀 劈开迷雾 然后以鬼印章为武器 速度再次提升 同时赫然抓出 一 魏坤微微宁笑 小秘书告诉过他 鬼印章对鬼异的强大压制力 同时也在红红和沙沙身上得以印证 往哪逃 呀 声音竟是发出男人痛呼 死时 现实中 创新大厦十三层 空气响强X我 一声凄厉惨叫 划破创新大厦的黑暗 除了早就下班了的幸福护鱼 同层的其他大部分公司里 正常无心带病加班的职员们 都听到了这声鼻鬼 还吓人的叫声 不禁奇奇打了个寒颤 听声音 应该是化妆品公司的老仙女吧 连她都能下得去手 这哥们难道是外貌的三哥 我去 你们说的那个是我同学 三哥不至于 因为巨蜥不会打拳 而老仙女一拳 比泰森都NB 有好奇的人跑出来看热闹 结果发现 玉荣化妆品公司的老板蔡美娟 正哭哭啼啼地 跟赶来的保安大叔诉苦 我刚才模模糊糊地 看到有个身影 鬼鬼祟祟地往女侧所跑 我一想 肯定是变太难来了 泛起勇气就追了上去 但万万没想到挖 老娘守了将近四十年 如花似玉的郊区 没看到任何人 就被狠狠抓了一把 你瞧瞧这手印 不是男人的形状是什么 完了 我怀了陌生男人的孩子了 保安大叔 没敢瞧他正脸 心里暗道一声 这排云长咋 就没杀掉火麒麟呢 他无奈安慰道 蔡女士 请您冷静 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 但我敢向老天爷发誓 空气是没有性别的 也不会侮辱妇女 更不可能让人怀孕 蔡美娟哭够了 浓妆艳抹的脸上 闪过一丝称怒 对着围观的人群骂道 那就一定是有男人 在暗中歪歪我 别让我抓到 听说过灰姑娘的故事吗 这手心 我记住了 看什么看 都给老娘滚蛋 众人不敢得罪蔡美娟 顿时一哄而散 与此同时 魏昆尽历许久 表情颇为奇异 他分明是清楚地 而被他狠狠抓了一把的 很可能就是 同层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某些熟人 这就是你说的不怀好意 魏昆挑眉 质问小秘书 小秘书还觉得自己无辜 万一你被摸 岂不是更糟 魏昆想了一下 还真特瞄的是这个道理 当他发现 迷雾中的十三层 并没有危险后 开始了大胆地开图探索 如果幼年说的没错的话 夜晚从鬼公司大门走出来 就会来到这样一个 很可能是无封界的世界 魏昆更愿意 称其为迷雾世界 迷雾世界的建筑和摆设 与现实中几乎完全一样 并且对现实有着微弱的影响力 但魏昆没搞清楚 为什么只有那个女人 出现在了迷雾世界中 很快 他一个个写字间去摸索 跌跌撞撞 直到倒数第二个写字间前 终于听到了系统迟来的提示声 经过探索 您终于找到了鬼市部的所在地 正式解锁鬼市部LVE 距离升级还需招纳 三 各鬼员工 鬼市部地图 可以抽取鬼市部部长附近100公里内 随机数量 等级的可招纳鬼役 重要提示 在平安部建成前 请董事长谨慎招纳 与分配每一位鬼员工 随后 他在这个写字间里面 发现了一个古谱大门 将其推开 发现竟然是直接连通着 鬼公司的办公大厅 其摆设与鬼公司区别不大 都是现代闹鬼风的装修 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功能区域的扩展 此事算中 魏昆回到了鬼公司 就在他打算询问鬼境 那吕诗一家的事情时 小秘书抱住了魏昆的耳朵 轻声咬耳道 笨蛋董事长 有个大麻烦 你想听听吗 魏昆就知道 小秘书那破嘴准美好话 说 他美好气道 小秘书叹气 要不想死人 您得破费了 鬼市部 是会影响现实的 魏昆这才反应过来 鬼市部也是建立在 现实的创新大厦的基础上 因此 会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变得像鬼公司一样 夜晚充满了对活人 不怎么友好的古怪玩意 依依和李小雅 一直没出事 也是魏昆让黑沙球 特意暗中观照 他五额 赶紧跑到鬼市部的办公区 去找公司名 玉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卧槽 蔡大妈的地盘啊 魏昆难以置信地抓着头发 顿时意识到 这可能不只是钱的事情了 黑夜很漫长 魏昆试图拷打鬼境 逼问出吕诗一家的遭遇 结果惨遭反向拷打 鬼境文化 先和小秘书同步 根本不认识几个现代子 所以只能用对话的方式 你问我答 关键问题在于 鬼境是有神志的 而且好像还很聪明 脑子应该是 这几个鬼员工里最活泛的 他愣是装作听不懂问题 原话魔旁复述 忠实地扮演着 变身器家快乐机 最后给魏昆弄得没脾气了 魏昆不是没反抗过 可他刚抓住鬼境的鬼手 他镜面的裂痕 就发出卡卡脆响 装饰用的零件 噼里啪啦往地上掉 宛如下一秒 就会原地暴毙 死给你看的小可怜 算了 任他去吧 暂时放过鬼境一马 今晚也不用开播 魏昆简单地剪辑了一些近期 尤其是嘉年华的直播录像 加了些特效字体和字幕 上传到了各大视频平台上 尤其是低利视频 低利视频是魏昆计划里 下一个主要发力领域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体二次元的 换脸鬼了呀 又黏玉面告诉魏昆 他能够制作任何一种人皮面具 只需要提供对应材料 真直骗人家百分之百 还原的二次元人脸 随便拍点同人素材 就能把那些年轻小伙子 小女生们 震惊的五体投地 直呼大佬 然后直接开套皮直播 办办什么生日会啊 纪念日啊之类的活动 198一个月的见长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负担不大 千见 万见的成就 似乎就在眼前 赚钱嘛 不寒碜 观其大本大宗 低利平台赚钱恰米的重点方向 与鲨鱼纯靠打赏 和私下商务合作 完全不一样 前景或许更加广阔 魏坤检查李小雅的公司 低利账号小喵 碍鱼鱼鱼 这些日子来 李小雅用该账号 滋滋不倦地上传 红红和沙沙的直播剪辑 再加上他偶尔用鬼镜 和低利的游戏主播联机互动 直播效果相当不错 此般努力下 账号的粉丝关注数 已经突破30W 算是该平台小有人气的up主 小雅真是个好员工啊 找个机会 提拔一下他 魏坤在小本门上画了重点 时刻提醒自己 做完基本工作 他根本没有困意 大晚上的太无聊了 魏坤便在外网随机 挑了个颇为嚣张的小毒箱 给红红加了个深夜甜点 但这一次 他考虑到文化差异 以及人文关怀等因素 让红红在墙上留了一行 Bloody Mary 也就是血腥玛丽的字样 白皮怪很难理解 港式或是日式的恐怖 想要跟他们对话 就要说 他们能听得懂的东西 魏坤还不知道 这恶作剧般的举动 在当地引起了 多么大的震撼和恐慌 不过当地欺压百姓 对抗政府的罪犯们 也因此老实了一段时间 搞定红红 魏坤神清气爽地 等待着白天来临 早上八点半 魏坤找来财务的小贩 让他去御龙化妆 有限公司打听打听 其老板蔡美娟的情报 小贩满脸纳闷 搞不清楚老板的用意 我有个朋友想 算了 就是我想买下那块写字间 以后公司扩张用得上 如果是租的 问问租期 如果有产权 我最多出一千万 无论哪一种 事成奖励你十万 左边是块破产的桌游公司 右边是做游泳健身的 也快撑不下去了 怎么犯不上绕个几百米远 去找御龙化妆吧 这为什么你当不了老板 战略眼光 懂不懂得洒 小贩琢磨着战略眼光的含义 一个人跑去了御龙化妆 一直到下午一点 魏坤也没见到小贩的踪影 他频频看向手表 皱眉道 换个公司场地的事 至于谈这么久吗 刚想打电话催一催 小贩这就给老板打回了电话 老板 我明白 什么叫战略眼光了 早下手 早捷径 早成功 先不提那个 蔡老板怎么说 蔡姐她其实不差钱 家里有几栋楼收租 做化妆品买卖 是兴趣爱好 真是个有格局 有品味的好女儿 魏坤猛然品出来点不对劲 这么长时间 你就问出来这点东西 报价给出去了吗 而且 女人跑哪去了 我在陪蔡姐看房子呢 她说很喜欢我 让我选一套重义的 老板 对不起 我不想努力了 房子真的好大 蔡姐还说 她不干涉我未来的婚姻生活 我想了想 决定听她的 公司的工资已经够高了 可根本不过在一线城市买套房子 我想有个家 可没有房子去乡亲 连离异带娃的都瞧不起我 我已经29岁了 家里老人想在临走前抱抱孙子 老板真的对不起 魏坤好气又好笑 她还没对御龙化妆下手 才拍的探子没半天 就被和平演变了 也不能说完全没收获 首先 知道了蔡美娟不是那种缺钱的主 想用钱来打动她不太容易 其次 关系静了 都说员工是给老板当孙子的 那魏坤也算小贩半个干爷爷 算来算去 这也能算是便宜亲家吧 魏坤思前想后 还是要与蔡美娟直接对话 每拖一天 鬼市部对现实影响 就会加重一分 魏坤也很难预测 等鬼市部完全入侵现实后 夜幕降临时 那片写字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通过大厦前台 魏坤的手机号与信信号 发去短信 表明身份来意 然后耐心等待着回复 蔡美娟似乎很意外 魏坤会联系她 约定好下午茶时间 在大厦附近的咖啡厅见面 魏坤没有单刀附会的胆量 他带上了夏妍和李志强冲场面 这两位本来听说是要见蔡美娟 当场脸就绿了 尤其是李志强捂着肚子 想请病假开溜 结果 两个人还是没逃出魏坤的魔掌 被强行带到了咖啡厅 李志强不停地擦拭汗水 惹得服务生刻意去看了一下空调 还以为空调没开 魏董 你找他干嘛 这位在咱们楼层 可是最不好惹的主啊 夏妍接着李志强的话茬 用力点头道 有钱 还有被害恐惧症 最主要的是战斗力还特别强 不管是现实还是网络 说着 蔡美娟人来了 蔡美娟一身低配 雷地高高装扮 他看到魏坤时眼前一亮 快步走来 魏宇先笑道 真是谢谢小魏董 你们那个小贩人蛮不错的 体格很棒 哎呦 这两位是 李志强听见这话 终于明白 早上起床那股心迹 究竟从何而来了 小贩 那不是公司的财物吗 据说下午刚办了离职手续 难道 李志强不敢想了 他甚至不敢回望蔡美娟饶有兴趣的目光 他震惊地看向魏坤 目光复杂 嘴唇颤了颤 魏董 人才宝贵 您千万要慎重考虑 连颇老矣 跟不动田啊 魏坤明白 这位李大哥误会了 他还没下作到 要下属出卖男色 他是那种不干人事的领导吗 不过 他尊重小贩的选择 都是自愿的 魏坤低声道 混职场的对自愿这两个字 有重度PTSD反应 或者说 是有强烈创伤后应激障碍 解释反倒起了反作用 不仅是李志强 下眼也不禁打了个冷战 怪不得他们会胡思乱想 还是这位蔡美娟姐姐 名声在外 气场太强 魏坤也被盯得发毛 蔡美娟突然出声问道 小魏董 你肾是不是有点问题 啊 对对对 魏坤急忙点头 我这有个方子疗效特好 等一下给你发过去 OKOK 魏坤终于竭尽脑汁 向蔡美娟证明了自己 甚亏的事实 即便 他只是脸色有些白 他大口喝了杯冰美事 将烂七八糟的想法抛开 看向蔡美娟 他直奔主题道 蔡老板 我就直说了吧 我想买下你们 玉龙化妆的那片办公区 价格保证让你满意 蔡美娟慢条丝里地搅动着勺子 摇头道 我不缺钱 而且我怕麻烦 据我所知 你们平时卖货 也是走线上渠道 换个办公地点很容易 可我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你是男性 我们女性就一定要听你们的驱使吗 你想操纵我 还是你本能的大男子主义情绪在作怪 忍受不了一个 觉醒了女性意识的公司 在你们隔壁 魏坤本想 还谈谈他能提供的好处 猛弟被一发蓄意 轰拳打懵了 原来前面的话 都是在攒能量条吗 他重重地咳嗽着 接过下眼递来的手帕 试图掩饰尴尬 蔡美娟翻了个白眼 微微昂首 鼻孔冲天出气道 所以我一直强调 女人要独立自主 必须做出和男人同等层次的视野 才能得到尊重 我这几年 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虽然不太顺利 但也不可能因为你 一个男人指手画脚 就改变自我 明白了吗 魏坤忽然灵光一闪 这些话 好像还是个女性至上的原教职主义者 她的想法是 不管在思想 还是经济 或是社会地位上 都要证明不景不弱 甚至强于男性 如果抓住这一点 那么就好沟通的多了 魏坤让夏言拿出准备好的业务报表 推给蔡美娟 自信孝道 我们公司现在的主业 是网络直播 今年鲨鱼加年华的最佳新秀主播 就是我们幸福互云的签约艺人 最高人气高达1500万 如果我能帮你打开销路 做大做强呢 蔡老板 你考虑一下 这是合作 不是要求 更不是命令 魏坤补充道 蔡美娟迟疑地拿起报表看了看 然后用手机搜索了相关网页 确认无误 她犹豫道 你的意思是 让你的主播帮我直播带货 是这样的 魏坤微微整理领带 深呼吸 严肃道 基于现有市场沉淀 幸福互予拥有完善逻辑的商业模式 联动产品赋能 打穿大小颗粒度地去中心化市场 快速响应的同时 定性定量锁死关键路径 直达垂直领域的复用打法 对其点线面的偶合性 完成对焦 提炼 分层 渗透的结果导向型 四步走差异化战略 统筹私欲流量 最终搞定用户商业链路 李志强和夏妍都一脸呆滞 他们感觉每个字都认识 怎么连起来就听不懂了 而且 某些词好像莫名的耳熟 似乎经常出自于某些互联网大佬口中 夏妍低声问道 老板 你说的什么啊 怎么就把他震住了 网络大场黑话 你别仔细琢磨 能听明白的都带点大病 魏坤小声耳语解释道 哦 有些词也有听过 不过那思欲流量是什么意思 好像蛮高端的 就是朋友圈 两个人低估的功夫 蔡美娟真的被震住了 幡然醒悟 两眼发光 她忍不住鼓着掌 说得真好 深入浅粗 直打我心 小魏懂 哦不 魏先生果然有大财 我现在就想赴能 赶快丢赴能 魏坤本想站起来说点场面话 听见如此狂放之雨 吓得一个亮枪 好在下眼眼疾手快 将其扶住 就这么说好了 蔡美娟握着魏坤的手 你们的主播帮我带货 按时期售价20%分成 我要求不高 只要你们能帮我 培训几个带货主播 把流量做到化妆品分类前二十 那片写字间的产权 我免费送你 十天 能不能做得到 蔡美娟充满奇迹地看着魏坤 问道 魏坤想了一下 不就是直播带货吗 有洪洪加莎莎 这两位直播新兴帮忙 不过是手到擒来的小问题 要说困难 帮蔡美娟培训主播的事 或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她将顾虑告诉了蔡美娟 蔡美娟反倒是表现得很大气 她笑得脸上褶子狂颤 豪爽到 只要化妆品销路打开了 慢慢来 就是 我再加个标准 即便没进前二十 只要完成一半目标 玉龙化妆就搬走 场地零原租金租给你们 哒哒哒 这位女老板迈着低配卡戴山的步伐 离开了咖啡厅 下言与李志强面面相去蔡老板 好像不是很难交流 想想小贩 魏坤轻轻叹了一口气 三人齐齐沉默了 为财务小贩的现身默哀一秒 魏坤说道 而且我们还没见到货呢 这买卖未必好做 等他们回到十三层的时候 玉龙化妆的职员们 送来两大箱样品 等众人将其拆开 国产面膜 下言五恶 绝望道 这玩意可是低于难度啊 完全是卖牌子的东西 进口的又不贵 魏坤看着面膜 眉关紧锁 隐隐有了一个绝佳想法 魏坤大声招呼着 来来来 董行的妹子 都来帮忙看看这些面膜 不限量免费 现在很多公司 根本不尊重女性权利 只看到了极少数 用产假套路公司的无良职员 入职就请产假 生完孩子 就领着薪水和补偿跑路 让企业白白花钱 因此 很多HR都会带有 强烈的性别歧视 不会轻易招聘 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 即便是已婚已育的 也要用书面形式 确认其生育计划 然而 得益于幸福护育特殊的公司性质 男女比例 竟是男少女多 女职员们嘻嘻哈哈地围了过来 每个人都领到了几张 简单评价一下这款面膜 魏坤示意下言不要说话 对大家说道 他们试了试 神色各异 然后叽叽喳喳一轮一番 才回答道 很贴脸 蛮柔顺的 黄纸战水 简直是FBI的刑剧 惊奇来了 擦屁股还行 看了眼成分表 不烂脸 国标 和诗巾没有区别 优点就是 材料挺舒服 当睡眠面膜 好像还不错 魏坤挠了挠下巴 有点苦恼 询问道 那这种石片装的面膜 你们愿意出多少钱一片 女职员们三言两语 国产货 五块吧 白送都不要 三块 呃 如果是赠品的话 我会考虑 夏言深深叹气 他缓缓道 这款石片装面膜 玉绒化妆公司 给我们的货柜价是 二百块 幸福互于 陷入死一般的沉默 当然 他们还贴心地 给了我们百分之五十的 操作空间 夏言补充道 有个戴眼镜的女职员 难以理解 吐槽道 即便便宜一半 那也是一百块呀 这价格 都能买不少 大牌子的进口货了 这不明摆着 要坑我们吗 只有纯纯的大鸢种 才会花二百块 买这种东西吧 魏坤将众人的反应 看在眼里 这是确实不太好办了 玉绒化妆公司的 这款面膜产品 根据资深化妆达人 夏言的说法 用料扎实 生物纤维素材质的 成本很高 不过配方很冷门 查了一下 也在国标之内 要说哪里问题最大 可能就是这款面膜 定位出了问题吧 太贵了 最奇特的就是 这款居然是 玉绒化妆 自行研发的产品 可见蔡老板的心胸 和格局之大 魏坤跟蔡美娟 反应着问题 蔡美娟却反过来诉苦道 小魏董 女人不骗女人 这个面膜 真的是成本价在卖 我把工厂 进货单发给你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挑的可都是 质量最好的原料 奔着做最好国货的目标去的 怎么会砸自己的招牌啊 魏坤没亲信他 而是找来李小雅和夏言 嗯 还有依依 再来了厂三堂会审 李小雅和夏言 完全看不懂 进货单上的材料配比 反倒是依依 她皱眉上上下下看了几遍 抱胸冷笑道 她在这座慈善的化妆品行业 不留出三十个反点 等着裤衩子都赔光吧 你的意思是 夏言看向依依 依依斩钉截铁道 东西都是好东西 可这老板就是个傻子 不抬价 不融资 我保证他六个月 就完崩资金练 魏坤没说话 人家还特瞄的几栋楼呢 再崩最多蹦一栋 他很相信依依的专业素养 因为这小傻子 有着鬼员工最朴素的优秀品质 那就是不说谎话 魏坤沉思了一会 突然抬头说道 我记得有人说过 面膜是最能划分女人 社会阶级的消费品之一 是这样吗 夏言晚了晚发思 道 普通人用五块一张的 稍微富裕或是讲究点的 十到十五块都有 至于二十块以上的 月工资在一万以内 不是中产家庭的话 就要慎重考虑了 你觉得把玉龙这款面膜 价格改成一百块 怎么样 一百块一盒吗 还算合理价格吧 但国产面膜 不装成东营和高利货 可能不太好卖 我是说一张 夏言和李小雅没绷住 他们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眼神 盯着魏坤 那岂不是一千块一盒 魏坤认真道 对 如果面膜的价格 能划分女人社会阶级 那这一款 只卖给钱多的 没地方烧的副产阶级 不就可以了 可凭什么 夏言难以理解 有钱人又不是傻子 魏坤摇了摇头说道 看来你不懂什么叫 优秀的智商匹配机制 明天上班 我给你们一个详细企划案 当晚 魏坤把幼年玉面翻了出来 最开始 幼年玉面还不想搭理魏坤 直到魏坤给他拎到那台 老式洋洋牌打印机旁边 魏坤淡淡道 你再不回应 我就往你身上打印证字了 幼年玉面听不懂这话含义 可他也不想 被塞到那套阴森的打印机里 奴家听您吩咐就是了 他服了软 魏坤暗骂 纸骗人就是欠教育 他询问了幼年玉面 关于人皮面具的事情 幼年玉面告诉他 活人也可以用人皮面具 能影响一个人的样貌 但这东西有保质期 而且制作起来很麻烦 先杀其人 然后再把脸皮慢慢撕下来 哎呦 你派奴家干什么 说实话 少说废话 幼年玉面冷着脸 需要活人的体液 奴家能根据体液 制作其样貌的人皮面具 人皮面具的保质期 少则三天 多则一年 时间长短 取决于体液中的灵素 直觉 或是第六感越强 体内的灵素就也越多 当然 撞鬼的概率也就越高 魏坤追问道 也就是人越漂亮 人皮面具越好看 嗯 幼年玉面点点头 但也取决于佩戴者的长相 佩戴面具后的长相 更像是佩戴者 与人皮两者的综合 还有 必须是有强烈身份特征的体液 否则是没有用的 魏坤了然 现在的问题 就是得到美女的体液了 他琢磨着 怎么突然感觉这字眼 不对劲啊 至于强烈的身份特征 更不对劲了呀 魏坤猛然想起 老家村头那条大黄狗 贼头贼脑 总喜欢在别人自行车脚灯子上 留下他的身份特征 他看着幼年玉面 宠溺且无奈 你这小东西也太变态了 先试试我的吧 幼年玉面满脸狐疑 直到他看见 魏坤大不留心地走进南厕所 哎 哎 幼年玉面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贵为民府拔罪大军 怎能此般商及风化 他急得都拽起了狗屁不通的半文半白 不是你管我要的 魏坤刚准备打开水龙头 疑惑道 我想试试 先做一个我样貌的人皮面具 你根本不符合条件啊 幼年玉面尖叫道 能不能先提起裤子 魏坤见他快精神崩溃了 只能练练不舍地拉回拉练 幼年玉面有点发狂 第一 奴家只做女人的脸 因为奴家要先喝下去 然后再把人脸从自己身体撕下来 第二 谁告诉你 奴家要用那种恶心的东西做面具了 魏坤反倒是想不通了 不是你说的 强烈身份特征的体验吗 这个魏绝对构冲 汉魏都没得比 他忍不住吼道 笨蛋 怪不得只先天天骂你傻瓜董事长 能代表身份有传承作用的 难道只有那种体验吗 魏坤倒吸了一口凉气 死 传承作用 遗传作用的DNA吗 魏坤看向幼年玉面 感慨道 还是你们灵异界完的变态 给我整不会了 我觉得 那帮买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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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就够下线的了 按你的意思 我还得去买 卧槽 老嫖客都没法开这个口啊 幼年玉面 见他看似感慨 实则歪歪 他再也忍受不了 挥一拳喊道 是些 活人的血液啊 奴家就是讨厌写这个字 所以才换了个说法 喊完这句话 他直接开摆 往地上一躺装死 不搭理魏坤了 魏坤将其卷成卷轴 回到一号直播室 塞给红红当抱枕完 关上门的刹那 他淡淡一笑 自言自语道 不听话的鬼员工 还是要慢慢调戏 不对 调教 可是从哪来搞到 做人皮面剧的血液呢 次日 魏坤以无偿献血的名义 先后找了几位 公司样貌最出众的 大小美女们 首先排除了李小雅和依依 李小雅说自己贫血 而且最近来姨妈了 如果献血 建议提前联系火葬场 至于依依 魏坤没敢用他的 然后是冬野田 他正坐在镜子前 往嘴角的美人质上 扑粉底 得知魏坤来意 警惕地盯着他 狐狸脸上写满怀疑 说道 你要做什么做没有 扎小人 还是给龟娇娃娃开光 老板 违法的事情 我不做的呀 这姑娘 业务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魏坤没抗住 冬野田审市的目光 灰溜溜地走了 下言 不行 他太聪明 更没法开口 前台妹妹也不错 可不够惊艳 而且嘴上没把门的 求云英大概率会答应 甚至不用编正经理由 告诉他红红练功走火入魔 需要女人鲜血治病 都会心甘情愿 但魔都太远了 只可惜 台柱子红红 没法抽血 要论颜值 公司里最高的是冬野田 满分100 能达98分 红红则是出卷老师 集合了能幻想到的 女性一切美好 精妙的外貌优点 相当于答案库了 因此 不管多少分 都是满分 玉龙化妆公司的电话 又来催进度 魏坤让企划部先准备预安 同时把4号和5号的 安全又合理地搞到 制作人皮面具的血液 忽然听到街对面 传来大喇叭的声音 一人献血 全家受益 每一份献血 都是生命的礼物 献血送计算器 送电子日历 送电热水壶 先到先得呀 魏坤眼前一亮 可等他仔细一看 这献血车 怎么是个大面包 而且没贴国证 原来是理鬼 人民群众眼光是雪亮的 这假献血车 喊了半天 也没能骗到一个献血者 魏坤简单换了身 墨镜口罩的装扮 凑到窗口前问道 兄弟 商量个事呗 什么钱都一样赚 你这车五万块 借我用半天 白大挂警觉道 我们是国家志愿者 你想干什么 这车起码值十万 别吹了 抵账车改的东西 三万都不值 八万 我就用半天 我先给你转钱 你给我留个电话 用完了你 直接到地方取车 要是担心出事 车不要了 你们也有得赚 对不对 白大挂想了想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他开假献血车 然后再卖血 也就是赚个辛苦钱 漠不如拿钱转行了 不过他很谨慎 不接受ZFB VX和银行卡转账 我给你个游戏装备的链接 你拍了 我刚改好价格 八万零一 二十三元 别搞错了呀 魏坤爽快付款 顺利拿到了车钥匙 和白大挂全套装备 他用小绿书软件 找到两个 P图程度很低 但颜值和青春费 都很高的漂亮妹妹 两个人就要六万 快赶上车架了 希望值得吧 魏坤开着假献血车 来到约定好的 和平广场附近 然后给漂亮妹妹 发消息说是开车到了 那台红色法拉利 还是黑色帕拉梅拉 在他们认知中 花得起这价钱 只是为了随便玩玩的主 座驾肯定不会当次太低 然而魏坤告诉他们 献血车 上来吧 两个大美女面面相去 从彼此都读出了 同样的震撼 这是什么冷门角色扮演啊 他们硬着头皮上了车 结果看到这个墨镜白大褂 让他们先伸胳膊出来 两女立刻进入到职业状态 本想欲拒还迎 打闹一番 不就是医生患者的戏码吗 熟得很啊 谁承想 这墨镜白大褂 根本不看他们深邃的刀疤 和结实的大腿 完全沉浸在大夫的角色里 耐心地抽完了两大管血 我好了 白大褂的墨镜 反射着奇异的光 食指交叉道 两个漂亮妹妹 一脸猛逼地被赶下了车 拿着献血奖励的小面包和矿泉水 两人还是难以理解 被刷新了世界观 今天算长见识了 我也是 以后肯定还有更变态的 我不想干了 我也是 魏坤回到幸福护鱼 他早就发现 换脸鬼是少数白天 也能活动的诡异了 这可能是A级厉鬼 共有的特性 然后将血液和检测报告交给他 又年玉面看着纸 疑惑道 爱滋阴性 是什么意思 让你安心的意思 快点做吧 魏坤催促道 三万一位的妹子 颜值数十过关 魏坤拿到了两张 薄如产意的人皮面具 微甜 手感类似非常细腻的面纱 又年玉面说 血液的灵素不多 这两张面具 最多能维持两周 两周后就会升华消散 足够了 魏坤点了点头 他先找到蔡美娟 道 你怕不怕差评 做网络带货的 有几个怕差评的 蔡美娟不在意道 敢不敢卖假货 这话让蔡美娟不乐意了 他挑眉说道 我的面膜可是大厂出品 你怎么能说是假货呢 你难道在假定女人做事 就一定要靠造假才行吗 是我口误 该说敢不敢搞擦边球 魏坤赶紧让他刹车 否则等下自己的微博后 就要被冲了 低声说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能帮你的面膜 做一些镜头特效 类似于PS 美颜那种 你懂吧 但是要比PS和美颜的效果 更真实 自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破绽 能让一个普通的女人 戴上面膜就变成大美女 蔡美娟愣了下 反问道 那还是面膜吗 不成了画皮吗 这大妈猜的还真挺准 魏坤说道 观众又不知道是瞬间效果 你就告诉他们 这是用了玉龙面膜 一个月后的效果 那也不行啊 蔡美娟犹豫 我这个面膜成本虽然很高 但也就是美白修侠 怎么能让人变成美女呢 总能让人变漂亮的 对吧 指缘跟我讲 说是您这款面膜 用料非常扎实 和国外大厂 一百块一张的那种 都差不多了 哎呦喂 这话我爱听 可酒香也怕巷子深 你这是国产 还是没啥名气的国产 消费者凭啥买你的东西 说的也是 最关键的是 我们幸福互余 打算给这款面膜 定价为一千块一盒 再加上变魔术 一样的夸张广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玉龙发财了 不是 这意味着优秀的 智商匹配机制 只有那种有钱 脑子还呆的女人 才会信了这种离谱广告 去买这种高价产品 卖给有钱傻逼 您不用有太重的心理负担 蔡美娟精了 这都什么理论啊 好像很扯淡 可又好像带点大道理 魏坤笑了笑道 最关键的是 您这面膜 确实和国外 一百块一张的同等质量啊 等他们用了一阵时间 也不会发现什么大问题 差评什么的 最多是骂一骂虚假广告 但带货直播这一领域 广告法暂时还管不全呢 他心里其实有一杆称 左边是玉龙化妆公司的 无辜员工 右边是没脑子 没主件 还有爱慕虚荣的傻逼 怎么摆弄秤托 都要偏向左边 而且魏坤参考的是 是小日子上世纪 一次经典的化妆品营销安利 只不过那个公司 请的是双胞胎 而她换的是人脸皮 你的产品要是有问题 我提都不会提 咱们做不了那种 卖毒垃圾坑人的缺德事 听到这话 蔡美娟果断同意了 未困的方案 幸福呼吁的四号直播室 背景墙是 玉龙化妆的宣传海报 两边各站立 一个面无表情的妹子 一胖一瘦 手里端着 玉龙面膜的包装盒 镜头中央 摆着一个方形桌 摆满了玉龙面膜 从玉龙化妆 找来培训的小主播叫苏珊 是个纯心人 坐在方形桌前非常紧张 样貌满分十分的话 大概四分 很平常的那种 三 二 一 推流 魏坤打了个开始的手势 镜头提示灯亮起 欢 欢迎来到玉龙化妆的直播间 魏坤选取的平台是斗升 算是比较容易 就能申请到 带货资格的平台了 她倒是想选 鲨鱼和Dily 奈何这两家 根本不玩这个 苏珊磕磕绊绊道 我们这款面膜 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 用料也是非常讲究 和外国大品牌 比起来毫不逊色 镜头后面 蔡美娟略带不解地问道 这样念稿子 就可以了吗 没什么人会看吧 魏坤笑了笑道 让子弹再飞一回 她打开了 预先准备好的美颜软件 作用区 矿选的却不是苏珊 而是身后 一胖一兽两个妹子 这是 KTU花费十分钟 给魏坤改好的美颜滤镜工具 和正常美颜不同之处在于 这软件会周期性的 三秒一开 三秒一关 要知道 美颜软件最常用的 就是瘦脸功能 而这样周期性开关 给观众造成的视觉效果 就是当背景的两个妹子 脸会不停地放大缩小 非常模型 这时 第一条游客弹幕出现了 外星艺术吗 随后 是第二条游客弹幕 笑死我了 这直播间 美颜都没调好啊 太搞了 接着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直播间的热度 随着这些吐槽离谱美颜的弹幕 隐隐有缓慢爬升的趋势 比一般刚开播的新主播间 热度要好上不少 但这远远不够 用红红的账号 发一条玉龙直播间的 Jeff动图动态 魏坤吩咐李小雅说道 李小雅本在开心地看热闹 被突然分配任务 一想到用的是红红的账号 反而更开心了 蔡美娟的副手 玉龙化妆公司的副总经理 楚名额露出一丝不屑 他质疑道 目前这点人气 我花个几千块钱也能买得到啊 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已经让公司头牌 区发软广了 真的会有效果 楚名额一脸不幸 魏坤让他再耐心地等一会 两分钟后 关注红红的观众 都收到了一条推送 快要笑死红红了 大家一定要看看 开播 听听你们的看法动图 Jeff 幸福互于第一阶段的完美造物 1500万粉丝的天才新人 吃掉对手主播 并且把其变成黑奴的邪恶大手 屠杀了整个嘉年华 新秀赛道的恐怖屠夫 红红不红 其积累的1500万粉丝 以及露脸后 迅速扩散的惊人口碑效应 使其收获了寻常新人 想都不敢想的庞大钱在受众群体 魏坤才没收到了174个数字 玉龙化妆的直播间 就已经快瘫痪了 蔡美娟和楚名额 以及玉龙化妆公司的职员们 震惊地看着那火箭般疯涨的人气 还有欢呼着 偷偷对了一下楚名额 小声问道 你能看懂不 楚名额大笑 真不怪楚名额孤陋寡闻 根据最新的用户群像调查 看直播的男女比例为63% 37% 男性用户明显多于女性用户 而社交软件短视频用户群像的男女比例 则反了过来约为44% 56% 红妹的热度还局限于鲨鱼平台 以及一些以年轻男性为主的贴吧 论坛里 楚名额没听过名字 也是正常 可正因为如此 硕士学历 留学出身的楚名额才没法理解 玉容化妆直播间的这些观众的狂热表现 他们宛若一群网络邪教徒 尽情肆意地宣泄着 只有小圈子里才懂得暗语 用梗来营造彼此之间的认同感 展开一场对偶像表达爱慕与崇拜的狂欢 才开播就这么多人气 没有道理啊 楚名额心虚地推了推眼镜 没正面回答老板的问题 她本想用深厚的金融学知识去解释 绞尽脑之后 她才意识到 不是每一件事 自己都能找到答案 再次看向魏坤的目光 多了一份埋怨 苏珊卖力地喊着广告语 极力对观众们 讲解着玉容面膜的优点 有些人动心了 但一看到那一千元一盒的价格 不禁望而却步 蠢蠢欲动的舔狗之心 顿时熄灭下来 还是等下个月发工资 再想办法舔舔女神吧 主播 你这个价格是认真的吗 没听过的国产牌子 怎么和国外进口货一个价钱 买不起溜了溜了 至少要卖出去一百盒 才算打开局面 有继续运营的潜力 他有点急了 忍不住向魏坤问道 小微董 这样可不行啊 卖得太慢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 赶紧拿帅用啊 楚名额哼声道 人气高 但转化率低 说明广告投放方向错了 没有留存率呗 根据贝佐斯模型理论 我们应该 他说了一堆云里雾里的高深词语 在场的人 没有谁能跟上他的思路 因为听不懂 所以大家纷纷觉得好厉害 好深奥 好像有点道理 女专家 你一定有办法买一百盒吧 有人真诚问道 楚名额没搭理 撇撇嘴道 这种错误的定价 是不可能有多少销量的 一些人跟着点头 幸福呼吁的带货策略 确实非常大胆 甚至有一点匪夷所思 但蔡美娟都没发话 大家只能耐着性子 继续等待奇迹出现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玉龙面膜的销量 依旧停在尴尬的一上 气氛越来越压抑 直播室里 三个卖力表演的带货主播 也出现了挫败感带来的疲态 念台词的力度 都不负开始的激情 尤其是苏珊 她本就因为不太漂亮的脸 有些自卑 此时连说话的勇气都要消失了 带货效果越惨 楚名额就越高兴 要是让幸福呼吁这帮人 随便搞了搞 销量就一飞冲天 岂不是显得过去她 这位高学历的副总经理 太过无能 只有这次带货惨败 她才能大概绿保下公司里的话语权 好在 当前的模样应该是搞砸了 她忍着幸灾乐祸的笑意 打算好好看完这场闹剧 唯一楚名额担忧的是 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突破了一百万大关 还有继续增长的势头 魏坤让技术员留意 后台的性别变化趋势 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作为红红在嘉年华上 大获全胜的幕后推手 她当然明白 红红粉丝的构成 与高价面膜的潜在买家群体 是没有太大交集的 这群被红红动态吸引来的直播观众 实际上是一群拖 饭店开业做满了新客 奶茶店第一天排起的长龙 手机发布会次日彻夜等候的粉丝 这些拖的意义 就是满足国人爱凑热闹的天性 吸引到真正有钱在购买力的目标群体 化妆品带货 本就是男少女多的频道 女性观众的比例 应该逐渐变多才对 魏坤主妇技术员 如果男女比例出现翻转 也就是女性观众占据大多数时 给自己打信号 男52% 女48% 男51% 女49% 男47% 女53% 老板翻转了 魏坤点头 他让一位黑西装黑墨镜的高个职员 拎来一个充满科技气息的银白色保险箱 保险箱正面激光雕刻 刻着内部实验产品 受到国家专利保护 传播违反相关法律的警示字样 这玩意太怪了 而且还有很强的记事感 玉绒化妆品公司的人 都露出了奇特的表情 有人猜里边 是不是装着T病毒 还有人说 应该是刚从好莱坞黑衣人三片厂拿过来的道具 楚名鹅看着那箱子 忍俊不禁 脱口出道 你们不就是个做直播的小公司吗 哪来这么多故弄玄虚的东西 注意你的用词 魏坤淡淡道 我们叫幸福护鱼 是互动娱乐公司 直播与网红 只是公司的部分业务 哦 真的很厉害啊 我都有点拭目以待了 千万给大家 都笑了 楚名鹅环抱双臂 嘴角上扬 站在旁边 真心等待着看笑话 第一 扫描指纹和红膜 保险箱打开 伴随刷的一声 冷凝雾气缓缓一散 几秒后 露出保险箱内部的神秘物体 大家好奇心按捺不住 纷纷翘起脚尖 伸长脖子 试图看得清楚 哎 这是 真的很眼说啊 还是楚名鹅见多识广 他盯着箱子里的半透明面具 面具表面 点缀着对称的圆形定位点 这种定位点 一般用于表情捕捉和动作捕捉等图像识别领域 来帮助计算机定位 并记录镜头中演员的神色和肢体运动 并将其转化为电子模型数据 像是指环王的咕噜 星球崛起的凯撒 疯狂的外星人的徐征 都是用的这套技术 才制作出极为生动的CG形象 楚名鹅故意卖弄道 哟 公司不大还挺高科技 未懂下血本了呀 动不都用上了 他瘫了瘫手 即便有了这套动作捕捉系统 被带货销量有什么用吗 蔡美娟小声问 这老十字捕捉是不是老贵了 得到楚名鹅点头回应 他感激地看了眼魏昆 说道 小魏董 你是会做正经事的 解给你承诺 不管带货成不成 你这朋友姐认定了 玉龙化妆的职员们交头接耳 当他们听说一套动作捕捉系统 最便宜的也要几百上千万时 纷纷对魏昆投向惊讶神色 魏昆面如止水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就喜欢这些不懂装懂的半吊子 尤其是高材生楚名鹅 简直就是神助攻啊 什么狗屁动作捕捉系统 这就是一张厉鬼做的人皮面具 那些圆圈 还是魏昆亲手画上去的 刚开始 魏昆还怕这帮人认不出呢 好在有金牌解说员楚名鹅 根本连动部系统的摄影机 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就来卖弄见识 魏昆命令到直播画面 切一分钟广告 他看向苏珊 笑意盈盈地安慰道 苏珊 你过来把这个戴上 可能脖子会有点痒 好像有人掐着你 呼吸困难 也可能出现幻觉 看到女鬼啊 听到女人哭什么的 不过你放心 那些都是 你太紧张 或者是设备的电磁波 干扰了大脑的感知系统 绝对不会有危险的 苏珊 您确认 这是动作捕捉的面具 而不是什么邪恶科学家的 奇妙小刑剧吗 女鬼边哭边掐我脖子 是认真的 他双手颤抖地 接过薄如蝉翼的面具 看了眼 还剩40秒的广告倒计时 想到大后天催款的房贷车贷 和云海市相亲市场 那恐怖到一 久的男女比例 最后又想到自己 四分的大众颜值 老娘 豁出去了 苏珊深呼吸 坚定地抬起面具 接近脸颊 八大 面具似乎比他本人还急 Pi的一声 像是跳脸虫般 胡到了苏珊的脸上 和跳脸虫不同在于 没有用奇怪的玩意 往人嘴巴里塞 几秒钟后 卧槽 尼古拉斯凯奇吗 高科技 绝对是漂亮国的高科技 真的好漂亮 又白又美 苏珊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显得好奇又紧张 她急忙拿来小镜子 看到自己容貌的刹那 顿时呆住了 这 这真的是我吗 镜子里的妖媚女人 眼波如烟 柔情似水 一瓶一簇 彷扶在诉说情话 按照郭南标准 至少在九分以上了 颜值还不是最让她惊讶的 苏珊越看镜子 就越感到一种血脉相连般的熟悉 她仔细看了看 眉形 眼角 鼻翼 嘴巴等等部位 和原来的自己 都有六七分相似 只在角度 线条上有细微不同 但就是这最细微不同 积累起来 便是平庸与完美的距离 正如三 十四画不出完整的圆圈 机器几微米的误差 导致产品沦为废品 好想把这张脸撕下来啊 苏珊轻轻抚摸着镜子 内心生出一种强烈冲动 冲动抓心脑干 似乎想要立刻见到鲜血淋漓 直到 魏坤突然提醒道 姐姐别臭美了 找张玉龙面膜盖上去 广告快结束了 这个面具和面膜同时取 同时戴 假装是一张 明白了吗 苏珊如梦初醒 那怪异的冲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手忙脚乱的紧张 她拆开玉龙面膜 pp拍在脸上 然后眼角带笑地 看向直播摄像机 摄像机左边 是显示弹幕的小屏幕 苏珊看到 戴着面膜的自己 依旧难掩精致五官 美得不像活人 她从未对直播 有过如此强烈的信心 看向镜头 自信微笑 蔡美娟是最熟悉苏珊的人 她瞪大眼睛 看到这个自卑了 二十几年的小侄女 娇小的身躯里 突然爆发出 焕然一新的强大自信 那双眼睛里 旁服有光 不再躲闪 蔡美娟不禁握紧手帕 不只是紧张 还是欣喜广告结束 恢复到直播画面 观众们感觉 只是过去了几个眨眼的功夫 怎么桌子前的带货主播 就换了一个人 嗯 检测到美女出现 长得好像 是她远方表姐 哇 大美人啊 妹妹你是怎么保养的哦 皮肤好好 我感觉好像在小绿书 见过主播呢 漂亮归漂亮 但我们还是不想买面膜呀 观众们被这先后反差惊到了 大家还以为是中途换了的人 直到苏珊坏笑着 将面膜与面具同时撕下来 露出本来面貌 刘谦都没你会变 还我漂亮大姐姐啊 明白了 我等一下就投你去网卧春晚 苏珊此时 却不在意别人讨论自己的颜值了 她说道 家人们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前后变化这么大 对吧 两个月玉绒面膜后 脸部与面膜生出了生命磁场 打开了心轮 属于风元素 风代表自由 轻松 开放和柔和 开启心轮 就能开启喉轮 眉心和顶轮 而心轮是觉知和打开的能量交汇中心 接受到更多自然的能量 俗话说 向游新生 心轮打开了 平静了 你的容貌自然就会发生改变了 蔡美娟满脑子问号 小声问魏坤道 小魏董 这又是在干啥 这孩子念的词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就对了 魏坤叹气 这是在提纯粉丝群体呢 能相信 这套离谱理论的 一般都是 学过瑜伽和冥想之类的 妇产家庭 但也分信和不信的 您就记住 愿意花一千块买面膜 和跟瑜伽教练 日夜开海底轮 生殖轮的 基本是一伙人 蔡美娟恍然大悟 随后 直播间的销售数据 证明了魏坤的话 22分钟 卖出去67套面膜了 技术员兴奋到 最难以接受的 还要数楚明娥 她不仅没法理解 动补成像 肉眼也能看得到 也没法理解 这种低级广告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愿意买单 楚明娥复杂地 看向魏坤 不再有傲气 更多的是 疑惑与佩服 直播间弹幕很和谐 女人和女人们 研究着美容和脉轮 男人假装女人 讨论着钉字库 与罩杯尺寸 喷子都被准备好的 专业房管封了得干净 当房管的职员 忽然皱眉说道 老板 系统出bug了 这个发弹幕的 我封不掉 路边的花 漂亮的人都该死 全该被杀死 一个小黑子罢了 魏坤打算 直接联系抖声的管理 可他看到那条 像是黑粉发的弹幕时 脑海中突然 蹦出来一个声音 发现可招聘员工 是否提醒鬼市部部长 进行招聘 这是 随机挑选一名幸运黑粉 帮助红红 完成绩效任务的意思吗 魏坤怎能忍得了 在他鬼公司的地盘 有不长眼的小鳖三 诡异添乱 必须开门 放红红 凤城市 JH区 某天才领导 抠屁股想出来的 网红一条街 人气鼎沸 没有金属栏杆和分界线 只有以白色线条 划分的铺路时 把他们圈在原地 若狗阵般暴露在 审视者和过路人的目光下 家人们 大脑袋 教你们一个生活小窍门 汽车安全带的铁口 其实能当啤酒瓶起自用 大海那小子 明摆着挑事 哪里是在打我的屁股 分明是在打家人们的脸啊 哥哥姐姐们 小弟给大家喊一段 经典的刀山火海 动动你们的小手 暗暗小红星 不吹牛逼 全往全世界 乃至于全宇宙 你找不到这么好的串子 甭管几年熟的 你买回去盘一盘就润了 各种喊话声 宛若穿耳磨音 折磨着无辜的路人 特有人就喜欢这种喧嚣的感觉 他们反倒是认为 这乱糟糟的模样 颇有种属于平民的生活气 何欧安胡茶唏嘘 满面沧桑 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多岁 宛若苦行的僧人 坐在地上 抬头仰望天空 他胸前挂着双肩包 这种钱背法 是为了防止偷东西的家伙 他已经丢不起 任何一样东西了 自从那次 颇具节目效果的直播后 他不仅被民俗局查了水表 还让怕惹麻烦的房东 以他涉嫌违法犯罪为由 把他撵了出去 这房东确实是怕麻烦 但是不怕何欧安找他麻烦 他早就看穿了主播的软弱性 若是没了镜头保护 本就是一群色力内忍的主 何欧安本想给房东一记大飞脚 但他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不敢见官 家普网上属 起码六代都是高级反动分子 说他自己是好人 警官表示 他只是想到了好笑的事 绝对不是老婆生孩子了 走投无路 何欧安不得不当街头主播 白天来往网红一条街 麦当劳 点一些吃的便沉沉睡去 店员们早已习惯了这些卖路人 其中不乏衣着得体 却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早上六点时 店员们会轻轻拍打桌面 或是稍微抬高音乐声 提醒早餐时间到了 他们该走了 何欧安打开灯圈 摆好手机 将镜头对准自己 开始了今天的直播 镜头画面里 他深邃又沧桑的面孔 看上去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沉稳感 朋友们 欢迎今天来看安子直播 接昨天的话题 我记得我强调过 你们不要到处宣扬 我河家传人的身份 而且八部齐门很了不起嘛 要我说一般般 他只是屠龙树 在现代社会好无用武之地 黄道真刚 气体源流 二者是八部齐门的基础 相辅相成 有观众说 能不能交 我很遗憾地告诉这位小老板 如果你这样想 那你就错了 你肯定不信 还会说你的道理 但气体源流 是要讲天分的 这位小老板很狂啊 说要打赌想看看 何欧安深沉一笑 晦涩的双眼骤然睁开 露出一丝锐利光芒 哼声道 八部齐门直打不掩 是真绝技 树不奉陪 哗啦啦 底里直播平台 房间号为2246 0060的直播间里 观众老爷们 给他轻飘地刷了一波礼物 何欧安只是拱了拱手 无喜无悲 他自己都快要信了 那晚的偶像包袱 他到现在也没摘下去 吹出去的牛逼 要用后半生去演绎 这才是真正知行合一的 行为艺术大师 就在何欧安跟观众们 互动的时候 他没注意到 身后不远处 有个白色碎花裙 打扮的女人 神色癫狂 双眼充满血丝 眼球快要暴突出来 五官猙獰 满怀恨意于怨毒地盯着手机 都该死 全都该死啊 为什么不去死呢 碎花裙女人亮呛着 拖动脚步 突然撞到了 身前一对情侣身上 有病吧你 运动装小伙 护住女朋友 没好气地骂道 碎花裙女人 猛然抬起头 大到惊人的红色眼球 宛若灯泡般 死死盯着运动装小伙 突然露出诡异笑容 缓缓问道 你 愿意为他去死吗 说着 他指向运动装小伙的女朋友 运动装小伙 被这人的长相吓了一大跳 随后惊怒道 精神病滚滚滚 别来烦老子 离我对象远点 说吧 他们转身试图远离这个疯女人 那你就是 愿意咯 碎花裙女人望着他们的背影 嘴角勾起 弧度越来越大 几乎到了耳朵根上 他似乎很满意这个回答 真是安哀啊 嫉妒啊 声音越来越森然 红色眼球越来越猙獰恐怖 他悄悄将右手背了过去 从腰间抽出来一把 带着血迹的踢鼓刀 何弯的余光 被刀身的反光照了一下 顿时眯起眼睛 下意识朝着反光方向望去 等他看清楚那碎花裙女人 正藏着道鬼鬼祟祟的尾随 在情侣身后 然后高高举起了踢鼓刀 对准年轻女人的厚薄梗石 给我住手 何弯眼前一亮 高声大喝 他竟是拎起直播杆 直接冲了过去 他完全没多想 这可是网红一条街 玩多大的都有 还有人天天卖身脏腹呢 两个人轮流躺地上当爸爸 不过 都是些故意做出来的节目效果 何弯本着白蹭白不蹭的精神 想要跟那三个主播 蹭一下剧情 只要能把观众老爷们逗开心 晚上又能多吃一盒卖了鸡了 他不急如风 侵略如火 半长胡须烈烈飞舞 大手不轻不重的 向那碎花群女人后背一抓 计划是想将其轻轻拦住 然后再配合他们的剧本 来一场加戏互动 谁承想 那大手正好就隔着裙子后背布料 抓到了一条略带凸起的松紧带子 将碎花群女人抓得往后 一仰何无安猛地意识到 抓的是什么东西 脸色突变 下意识在松手 弹性是能转化为动能 在狠狠抽在了碎花群女人后背上 啪的一声 三双目光齐齐转过来 看向始作俑者何无安 我 何无安不等解释 就看到 那碎花群女人 五官彻底扭曲 本是眼睛的地方 化作两个血窟窿 鼓鼓渗出鲜血 他怨恨嘶吼道 我会一个个把你们折磨至死 尖锐凄厉声响起的刹那 周围景色顿时一按 无尽的黑暗从远处袭来 眨眼间汇聚到此处 下一瞬 何无安惊恐地发现 他与眼前的女鬼 还有那对小情侣 赫然来到了一处 完全陌生的废弃公园之中 又撞鬼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何无安下的摊坐在地上 想站起身 却发现两条腿又没电了 他心惊胆战地左右看了看 发现这公园大到没有边际 看不到任何高楼建筑 只有阴森的树木 风长的杂草 和深邃的黑暗 这绝对不是他熟知的 凤城市的任何一处地方 我被鬼抓到这里了 何无安艰难地吞咽口水 顿时满腔绝望 急鬼欣喜又恶毒地 望着奔跑的情侣 他故意放慢步伐的同时 又加重脚步 踩碎树叶的踏踏声 如同敲在人心头的鼓点 阿月快跑啊 不要管我 叔良 我 要是我们都死在这 房贷就全便宜行了 女友身体一震 咬牙跑向了公园深处 运动庄年轻人 举着一根树枝 他明明恐惧到极点 但依旧死死拦在 急鬼和女友之间 他不敢回头 因为回头会让他 失去所有勇气 操你妈 来啊 他发出被困豆兽般的怒吼 哪怕他 害怕得手脚发麻 站在这不过是装样子罢了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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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鬼托着异化后的 巨大踢骨刀 刀尖划过地面 留下一串暗红色的血迹 他歪歪头 露出凝笑 然后瞬间失踪了 运动庄年轻人 暗暗松了口气 他刚准备转身逃跑 去找他的女朋友 忽然感觉胸下发闷 然后是胃部 食道 最后是喉咙 哦 年轻人跪在地上剧烈呕吐着 吐出大量血肉残渣 他又惊骇又恶心 就在这时 他在那吐出来的碎肉里 看到了一截戴着婚戒的女人手指 这戒指 是阿月 阿月 他吓得拼命往后登踹 连跪带爬地滚出去机密院 恐惧的峰值过后 他似乎意识到了事实 崩溃的五面流泪 不再逃跑 宛若失去灵魂的尸体 轮到你了 小色鬼 急鬼突然倒挂着 恐怖的脸 惊陷在何乌安面前 何乌安再次感到了绝望 又要挂了吗 可我何家传人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啊 何乌安看向那被撞飞出去的手机 几米外 镜头正抠在地面上 什么也拍摄不到了 但直播线路和麦克风 应该都还可以使用我 要成为国内直播界的传奇啊 呵 何乌安突然以一百分贝的巨大嗓门 轻蔑冷横道 不过是黑山厉鬼 也敢挑衅我何家传人 就让我来结束 这千百年来 彼此的恩恩怨怨吧 在白裤子留下几条明显的黄线 八步七门 黄道真刚 气体源流 给我开啊 何乌安闭上眼 用尽余生最后一点力量 胡须颤动 吼出了他直播生涯的最终响 闭着眼 嘴角却带着释然 轻松的笑意 我的生涯充满无悔 真无悔 不骗你 不是 你咋还不动手啊 我都无悔了 气氛该走到吃习阶段了 何乌安猛了 偷偷睁开一道小缝 没见到花裙击鬼 他看到天空变了色 那本该是太阳的雀处 只有一轮巨大的紫色眼睛 游动着黑色勾玉状的花纹 无情秒看大地 万米高空 紫色巨眼降临 无形微压笼罩 公园内 卧槽 这场景好熟悉啊 何乌安瞪大眼睛 下巴张开到快脱旧了 满脸震惊地望着天空 这玩意到底是个啥 为什么还是这么大啊 镜面般完整的天空 像是被指甲划开 那轮紫色巨眼 每一处都按和黄金切割的比率 宛若神灵的造物 当巨眼鸟看大地时 万物寄疗 树木沉浮 草冠收生 飞鸟走兽 昆虫鱿鱼 不见踪影 就连喧嚣的风 也不负自由的肆意 只敢在那视线外的世界 轻轻卷起死去的尘土 何乌安心头狂跳 忍不住生出 想要沉浮的欲望 但他畏惧 却不恐惧 因为何乌安 不是第一次遇到类似的事了 他还记得 上一回在公寓里 那宛若山峰轰下来的惨白巨手 把那只差点杀了他的利鬼 捏成一团芝麻球 硬生生带走了 那么这一次 难道也是 何乌安猜得没错 他看到 原本嚣张的几鬼 此时抖得像是一只 撞见梨花猫的小仓鼠 在树根下瑟瑟发抖 没敢露血窟窿装逼 也没敢玩蹊跷流血半利鬼 和一个被恶霸欺负的花群小姑娘 没有两样 这场面 让何乌安 有一种在看法治在现的错觉 前一个画面 还在袭警叫嚣 老娘上面有人的泼妇 下一个画面 带着银手镯 坐在比神奇女侠真言套索 还管用的悔过椅上 悔不当初 深表歉意 你的骄傲呢 你的桀骜不逊呢 不对啊 那按照这个逻辑 若用政府来比喻 天上的玩意 岂不是成了 是我和家老祖宗显灵了 在地下加入了支部 总算洗心革面 子孙郑婶终于能过关了呀 何乌安站起身 挺胸抬起头 脊梁骨都硬了 巨眼周围的黑色沟玉 开始加速旋转 似乎在操纵着天象 顿时地面扬起强烈的大风 呼呼呼 残肢败叶飞舞 荡起和弯迹在腰间的外套 宛若披风烈烈作响 这时沉浸在悲痛中的刘淑良 呼地听到了女友的嘀喃 他寻着声音望去 发现女友正痛苦地捂着小腿 似乎扭伤了脚 阿月你没有事 他狂喜万分 想到女友的身边 可那狂暴的风阻止了他的去路 刘淑良努力睁开眼睛 又听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狂笑 哈哈哈哈 区区黑山厉鬼 看我黄道真刚 气体源流 让老夫送你一程 狂风呼啸 雷电乍响 刘淑良依稀看到 在那枯枝烂叶的龙卷之中 有一白衣身影 傲然屹立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那名为黄道真刚的力量 游走在他双腿间 甚至于裤子表面 印出了强大的能量图案 脉络清晰可见 道可道 轰隆 紫色雷龙咆哮 整座凤城的人 几乎都听见了 这一声炸裂之音 非常道 十五狗 横着走 何无安右手掐招法诀 向天摇晃一指 然后猛然落在了 那极鬼躲藏的树荫之中 极鬼一脸震惊地看着何无安 像是从没见过 这般不要脸的中二傻逼 他强人恐惧 嘶吼道 你也被他看到了 你逃不掉的 来不及再咬何无安一口 便在绝望的哭号中 被冲天起的紫色龙卷 裹挟而不知所踪 漫天落叶 纷纷落地 废弃公园终归平静 何无安站立 只留给刘淑良和陈月 一个正义可靠的结实背影 许久 刘淑良不禁出声喊道 这位高人敢问出声何处 我要报答您的大案 他内心充满了 对这位神秘高手的感激 2246 0060 何无安立刻回应道 不等刘淑良细想 这串数字的真正含义 何无安淡淡道 我向来不受人好处 若是你和妻子过意不去 执念身重 一起给我上个舰掌吧 记住 不要用iOS 也就是苹果手机 刘淑良和陈月都傻眼了 啊 大叔 为什么不能用苹果手机呀 陈月是个忠实果粉 下意识问道 何无安转过身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二人 道 苹果手机他收 收不到国内英烈的庇护力量 当初在半岛两边 打得你死我活 你用这种漂亮国的东西 实在辱墨仙人 刘淑良指着何无安的裤子 道 前辈 那个您这条李维斯 应该也是漂亮国的东西 何无安爽朗一笑 不过是黄道真钢 气体原流的载体罢了 无妨 当年我在漂亮国身受重伤 住在旧金山人民医院 正是一位副主任 女医师送给我的 难以忘怀 难以割舍呀 哈哈哈哈 刘淑良大为敬佩 如此之近 更是能清楚地看到 那一条条黄道真钢的走向 硬在裤子上 像是火山爆发一样 充满力量感 他连连对何无安道了谢谢 转身看向女朋友 陈月似乎受到惊吓 有些精神违靡 正因为如此 刘淑良没注意到 陈月眼睛里 一闪而过的血红 何无安捡起了手机 他发现 自己的直播间 不知道又啥时候 被超管给关了 我尼玛 他傻眼了 感情号这么长时间的 中二独角广播剧 全白眼了 包包包 螺旋桨声音破宽来 一家特种直升机 出现在废弃公园上空 顺着速将绳索 落下来一队 全副武装的调查员 为首的两名队长 一看到何无安时 顿时表情非常精彩 调查员们掏出警报仪 开始检查附近的灵指数 无缘无缚队长 眉毛一挑 怎么又是你 哎哟 熟人啊 王大队长忍俊不惊 拍了拍靴子的土 走到何无安边上 打亮着他的心形象 刘淑良和陈月 都被这架势吓住了 他们小心翼翼道 你好 你们是 王队长拍了拍脑门 道 是我疏忽了 他收拢脚跟 敬礼 然后展示证件 凤城市民俗调查局特警 兼凤城市违禁品犯罪治理办公室主任 王有为 这位是我的搭档 云海市警务系统 调来的资深警官无缘 我怀疑你们 陷入一场致幻性违禁品的刑事案件里 现在要将你们 带到陆军总院进行治疗 依照刑事诉讼法 对你们进行合法拘留调查 何无安和刘淑良陈月 被分成两拨带走了 大 强光打在何无安脸上 让他睁不开眼 抱歉 职业习惯 一个懒散的女人声音 略带欠一道 笔露试裂 何无安对面坐着一位 穿着内部制服的女人 制服是深绿色 不松垮 颇为合身 介乎于女士吸烟西装 与女士军装之间 装重又不失时髦 他发现 女人的眼睛是虫童 不是那种并裂的 让人感到不适的恐怖虫童 而是一圈圈套在一起 很像是枪把 自我介绍一下 女人站起身 她很高 甚至比何无安 还要高了将近一头 至少有一米八十五 我是十三局天水省分局 安全办公室的杨思涵 小小处长 他翻阅着卷宗 看了一眼 黑黑乐了几声 就将卷宗丢到一旁 杨思涵伴坐在审讯桌上 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何无安 你见到他了 神 什么呀 我听不懂 当然就是鬼啊 能把你从市中心的庙街 一下拽到一百多公里外的 盘山公园 不是鬼 难道是外星人 原来你们上面都知道 要不你以为 现在还这样安定和平 原因是什么 靠神棍吗 那外国是不是也是 废话真多 既然你问了 我不妨告诉你 漂亮国每年的枪击 车祸案的死亡统计数 只有五分之一是真实案件 剩下是什么 你自己猜咯 原来全世界都这样危险吗 全球范围 每年都有六十五万人死于流感 光我国就接近九万 你会说流感很危险吗 不要其人忧天了 说说眼前的事 这很关键 何无安感觉 他的世界观被彻底刷新了 杨思涵三言两语 就为他谱写出一个危机四伏 充满着人类的勇气 奉献与牺牲的减短抗争事 那个鬼 何无安沉应道 应该是我老祖宗 镇压的黑山厉鬼 王有为抽着烟 他看见杨思涵面无表情地走出来 找到饮水机 狠狠灌了一大杯白开水 杨思涵道 那个傻逼 因为民俗事件后 他体内的灵素干扰 测谎仪都测不出他的想法 然而 在废弃盘山公园 除了那只我们追查了几天 最后失踪了的C级鸡鬼 没有任何其他民俗出现的迹象 根据刘书良与陈月的笔录 他们一致肯定 是和无安用什么黄道真刚 和气体源流救了他们 还有一种解释 这小子很可能是极为罕见的超灵感者 所以他才能总是阴差阳错的 屡屡在诡异手下存活 无缘摇摇头 灵感罕见不罕见 我不清楚 但汉奸应该是母庸置疑的 最近几个月 我都会在天水省 有民俗事件第一时间联系我 对了 这小子会有用处的 帮我留一只点 还有 你以后少抽点烟 杨思涵打了个哈气 披上夹克 转身离去 王有为手中的香烟 不知何时熄灭了 他深深地望着那墨绿色女士西装的背影 逐渐走远 直到他消失在视野尽头 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都放下戒备 吴远有些疑惑 王哥 你在杨主任面前似乎很紧张 那可是十三局的人 十三局不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吗 级别上是这样 但分工完全不同 我们要对付的是人 而他们要对付的 则是鬼 啊 杨主任看上去蛮年轻 就是个子有点高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五年前 我在十三局 做过一段时间工作 后来因为一些特别原因 才频调到了凤城市民俗局 王有为突然转头看向吴远 他回忆着 想要对抗诡异 首先就要先成为诡异 只有诡异 才能对抗诡异 当时我就是经过层层选拔 脱颖而出的优秀被选者之一 那时候我血气方刚 脾气倔 战斗中枪负了伤 咬着牙把子弹弯出来 也没哼一声 我不怕死 也不怕牺牲 时刻做好了 为我所爱的事业 与国家赴死的准备 那您怎么会退出十三局 是有什么引擎吗 你知道吗 可能因为某种神秘原因 女鬼的数量 远远超过男鬼排到我的时候 就只剩下女鬼了 郑伟说了 兵可以战死 但不能丢掉钢枪 领导理解我 因此放我离开十三局 网友为装作 没看见无缘其异的目光 继续说道 因此 十三局任何一位办公室主任 级别以上的调查员 体内必然被植入了一种以上的诡异 诡异的力量 被官方叫做全能 而根据全能的数量 从低到高分为全能一到全能期 杨主任就是天水省阶位最高的全能者 具体曾接不清楚 但他每一次都能在我意识不到的情况下 悄无声息地 让我手中香烟不再燃烧 我怀疑他的全能是 熄灭香烟废老鬼 无缘不经鼓掌 为王队长精彩的分析点了个赞 他扶着护栏 俯瞰民俗局大厅里 来来往往的调查员 似是叹气 又想感慨道 民俗事件频率每月都在上升 按照这样的趋势 规模越来越大 涉及人数越来越多 早晚会彻底暴露在公众事业下 到了那个时候 想再封锁消息似乎不太可能了 暂时还不用担心 网友为又摸了个根香烟 想想就放回衣兜里 他解释道 根据专家们最新的研究文献显示 诡异是一种非常违心主义的现象 听说过量子理论吗 很相似 在没有观察者的时候 他们无处不在 当被观察 他们才会立刻从叠加太坍塌 在观察者眼中形成为被固化的形象 因此 观察者越多 其形态 规则就会越来越稳定 无意中触发即死规则的可能性更低 这也是为什么 网场 监狱 军营等地方 很少会发生民俗事件 而多发于人烟稀少 或是冷清偏僻之地的原因 无缘转头看向他 疑惑道 你的意思是 如果诡异暴露在公众事业下 反而是好事 稳定不意味着无害 小日子的民俗省 在上世纪末 曾做过一次天才实验 把一个暂时稳定的诡异 装到录像袋里 想要借助传播的力量 将其永远封印在影像中 那 结果呢 看过《午夜凶灵》吧 那个其实算纪录片 最后小日子 用几百名调查员的代价 才用重新镇压了那个诡异 咱们从头到尾 看完了小日子 拍电影的骚操作 结论是瞎胡闹 所以 咱们一刀切 把这边彻底砍掉了 省得谁也分辨不清 万一漏了个真的 疏忽造成大错 无缘这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他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顿时紧张地握住了拳 连忙追问道 电影 电视和录像带时代 这种一刀切的办法还可行 但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连几岁的小孩子 不有手机会上网了 倘若那种东西 在网络上出现了呢 我们该怎么办 请少林寺给5G激战开光 给华为的商标下面 再添个佛 网友为哭笑不得道 开个玩笑 你该不会真以为 咱们能顺着网线找鬼吧 现在人手一部手机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随便打开直播和短视频软件 又喝 群魔乱舞 某些活人拍的东西 连鬼都欣赏不了 再加上数字建模 特效 PS 你就说怎么辨别 你就想象一下 身穿红绿大花袄 脚踩南宁鬼火 嘴里喊着 甘鼠不大创造神话 当场给你来了个 咸阳姚家直升机花手 最后问你家人们 巴士不巴士 中不中嘞 你要跟我说 这玩意是鬼 我估计啊 阎王出手应该比咱们快 太丢林一姐的脸面了 再说境外暗网上的直播 那种人性之恶 可比诡异还要诡异 我们没法管 召会当地警方也管不过来 所以只能依赖 我们各部门间的 联防反应机制 信赖组织的效率 相信人民子弟兵们的觉悟 我们身后站着的 十四亿同胞 退无可退 告诉自己 没有永远的胜利 永远要保持着 与那些必然滋生之物 不停的斗争 对抗下去的警惕 勇气与决心 我不想有一天 在局势将清 天灾降临时 假借国际刑警的身份 去学校疏散学生 告诉那些 本应该为未来 而拼搏的孩子们 这个恐怖又绝望的事实 网友为声音越来越轻 但语气越来越坚决 陈元丽闹了个灰头土脸 顶着一脑袋绿树叶 从排水沟里爬出来 将一只脏兮兮的小奶猫 递给接到负责人 迎来周围孩子们 发自内心的欢呼 谢谢警察叔叔 我去小猫猫买吃的 我爸刚给我发了 三百十八块的书本费 陈元丽无奈笑着 他拍了拍警服的泥土 走到远处 低声冲着对讲机说道 报警人说得婴儿哭声 其实是困在排水道的一只奶猫 零指数排查完毕 无民俗特征 辛苦了 另一头的接线员 发自内心道 陈元丽这种一线调查员 不仅要冒着生命风险直面诡异 还要负责 在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里 寻找任何可能的民俗线索 力求将民俗事件 扼杀在萌芽阶段 忙完着这件事 我打算休息半年 去凤城市找无缘谈谈未来 接线员笑道 想好了就尽快去做呀 你年纪也不小了 陈元丽买了瓶肥宅快乐水 他爽爽喝了一大口 道 老领导说 最近同时发现了 新娘和婚禁的活动痕迹 而且还与最新出现的黑门 有点关联 我有点不放心 把这几件事搞定 我就去求婚 接线员笑骂 你小子别乱立flag 对了 刚才经局长说 六支队跟进的脸谱 有新情报 就是诚信商行特大波士安 对质押物整理之后发现 少了很多件古董局里 怀疑诡异 可能与那些古董有关联 等一下 把古董清单和图片都发给你 有空去古玩街转转 万一有线索呢 陈元丽随意看了眼 失踪的古董清单 呼地看到一个熟悉名字 幸福护于 魏坤 密宗佛伦应玉拙 这不是印还了六百万的大老板吗 等等 幸福护于 卧槽 红红不红的签约公司 陈元丽想了想 犹豫片刻 他嘀咕着 我这不是假公祭司 是想了解具体情况 正经办案呢 他以陈律师的名义 拨打了魏坤的手机电话 陈元丽有点紧张 像是上门女婿 马上要见到岳父大人的紧张感 呸呸呸 什么岳父大人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那是爸爸 魏坤抬笔 第三次认认真真地 确认了合同关键条款后 才在合同右下角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特别喜欢检查合同了 小魏董 合作愉快 蔡美娟笑盈盈地伸出手 然后表情古怪地 换成左手 才与魏坤握了手 魏坤解释说 自己是左撇子 蔡美娟不在意 她还沉浸在 带货直播间打开了局面 让公司业务 走上正轨的兴奋中 小魏董 您真是神了 一个晚上 就把我们卖出去了 145套面膜 这一下子 就是14万多的流水啊 有三位同城的客户 已经收到了快递 我立刻派人去做售后调研 结果您猜怎么着 蔡美娟喜不自胜道 他们非但不觉得贵 用了之后 发现质量不比 国外100亿张的差劲 还想回购和介绍给闺蜜 玉龙终于要发达了哦 姐一样能当商业强人 销路打开就好 你公司的带货主播苏珊 是个自卑 但很有表现天赋的女生 等你们搬走以后 有困惑让她直接来找我 远的话 我可以派车去见 魏坤还在说客套话 内心却道 总算是解决了 鬼市不住地的问题 把这老仙女要送走了 远 蔡美娟白白手道 怎么会远呢 我把玉龙化妆 隔壁的几家 血字间产权都买下来了 不用替姐担心哈 也就三千来万 有事也就是几步小跑的事 啊 魏坤没绷住 她嘴角一抽 道 蔡老板 我可听说这大楼闹鬼 姐不怕 姐还想与那神秘的家伙 来一场命运注定爱的泄吼 我已经深深记住了 她那大手的形状 结实有力 狠狠抓住了 我柔软的心 她跑不掉的 蔡美娟还想说些什么 满脸甜蜜和憧憬 魏坤赶紧找理由逃跑了 还好 手机震了起来 魏坤接听 那边说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质押在诚信商行的质押物 已经清点差不多 但只找到了一份游戏知识产权文件 明天就送来 还有个玉琢没有找到 不过已经向警方报案了 有消息尽快告诉我吧 那东西是亲戚的遗物 对我意义非凡 魏坤沉重道 那位陈律师愣愣拿压了一会 突然语气严肃地提醒道 魏老板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啊 组织女主播打擦边球 甚至色情直播 有可能会负刑事责任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民俗 律师事务所可以帮你提前报备 把你旗下女主播的照片和身份信息 尤其是有个叫红红 还是什么的来着 就是鲨鱼加年华新秀第一名 1500万人气 晚上12点开播2点下播 喜欢吃带鱼 不喜欢吃桃子 幸运颜色是紫色 幸运数字是1的那个 我也不认识 听朋友说的 应该就是他吧 自拍或者私房照发来几张 求求你了 别在这里发电 魏坤早就见识过 红红这帮脑残粉 无孔不入的骚扰了 他熟练地挂断电话 不再理会 他来到1号直播室 从红衣大腿间 把夹着的幼年玉面抽出来 他很想喊一句 我不能呼吸了 可转念一想 好像有点假 但贴在红衣肌肤上 所感受到 其体内浩瀚无边的恐怖力量 这让曾经还是 A级厉鬼的幼年玉面 感到了一股本能般的恐惧 嘶哈嘶哈 幼年玉面大口 呼吸着鬼网散发的微弱鬼气 终于重新活过来了 魏坤质问道 公司质押在成性商行的玉拙 就是你的封印物 那么玉拙呢 玉拙 被一只怪鸟偷走了 幼年玉面阴阳怪气道 堂堂明府拔罪大军 还能看上那种 囚禁女人的小玩具不成 魏坤他还真旧 想亲眼见识一下 本着学术研究的态度 给红红试试 可惜 放在成性商行 最重要的东西没了 魏坤叹了口气 幼年玉面扑呲一笑 道 你管玉拙叫最重要的 哈哈 原来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等着倒大霉吧 魏坤最讨厌和谜语人打交道 人不能嘴欠 鬼也一样 三分钟后 幼年玉面梨花带雨 眼圈通红 满是羞怒愤恨 奴家说就是了 大军请不要再做这种事 他浑身都是红红的牙印 衣衫蓝绿 凄惨无比 魏坤只是往他身上 挤了几滴自己的血 然后红红就闻着胃飘过来了 过程画面省略几百字 总之很凄惨 很刺激 那份文件 才是真正恐怖的鬼 我不过是镇压他的 钥匙 幼年玉面咬牙切齿道 魏坤愕然 那不是一款游戏的产权文件 他真的震惊了 魏坤迟疑道 你是说 那指合同是鬼 还是指 他觉得自己的猜想过于匪夷所思 于是便停住了话查 幼年玉面轻轻哼了声 你猜对了 当然不是合同 只是一份现代人制定的纸质法条罢了 它的存在 如果一定要找个比喻 你听没听说过骑鬼的故事 辽斋志义 卷四 骑鬼 扬州都同将军梁公 杰祖相居 日邪其酒 游享林秋剑 他将这故事娓娓道来 说的一个是其如命的书生 因贪恋下其 气死父亲 为阎王所悟 乏入恶鬼狱 得到机会悔改 又在路上为其所悟 最终被冬月大帝与阎王怪罪 打入永结不得超生的故事 幼年玉面 唱着婉转的哀曲悲调 道 其便是古代之戏 其或人灾 而今之游戏 同样或人心魂 动人心魄 既然其可为鬼 那么游戏又为何不能呢 魏坤沉思 突然出声问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这鬼是二进制 三进制 还是十六进制 幼年玉面满脸问号 魏坤早就发现 鬼公司员工鬼君文盲 就没指望 他能回答上这个问题 但幼年玉面交代的事情 还是超出了魏坤的预计 一个以游戏形式存在的鬼 该叫奇鬼游戏 还是游戏鬼 无论是小说 故事 还是电影 跟鬼玩游戏的人 往往都会输得很惨 无一例外 魏坤想了想 又问玉面说道 你还记得 是谁封印的那个游戏鬼吗 而且 以你之前本体的实力 也没理由判那一张破纸 幼年玉面摇摇头 奴家只是本体的一部分 记忆当然也是残缺的 奴家只记得 这只游戏鬼煞气很重 与奴家的本体不相上下 甚至过而知不及 和红衣比呢 给奴家感觉 两者非常相似 贪婪 无情 暴力 是最纯粹的杀人厉鬼 好在他暂时还在沉睡 但我感觉 要不要多久 他就会彻底苏醒了 因为限制他的玉镯不在了 魏坤有些头疼 以往 哪怕是幻灵鬼 这般棘手的厉鬼 只要派出红红 三下五除二 就能立刻解决 但对于这种抽象的 类似于怪异规则的厉鬼 则让他感到有些棘手了 只能等明天 将那只游戏产权文件送来 走一步看一步 再做其他的打算 魏坤本准备去鬼市部看一看 突然想到 农行那边 好像还有两个 更像是鬼的东西 幸福护予 还欠着农业银行 三千万的质押贷款 质押物 有一块估值 两千四百万的土地产权 和两个总共估值为 六百万的古董 分别是一把纸伞 和一个佛经抄本 这钱还不还了 魏坤苦笑 然后他用手机查了一下 那块质押土地的位置 不出所料 就在云海市龙山墓园的五公里外 又一个不像是活人能看得上的地方 暂时先不去想了 大不了都招来疊打工 魏坤通过鬼印章的感知可知 鬼市部与鬼公司不同 不是一定要夜间才会出现 即便是白天 只要魏坤在脑海中 想象鬼市部的概念 然后转动任何一个门把手 就能来到鬼市部 魏坤聚集注意力 将手放在办公室的门把手上 鬼印章隐隐发光 随后转动门把手 推开门 吃呀 伴随着一声声色的转轴摩擦声 门后不再是熟悉的董事长办公室 玉龙化妆的员工们 已经从写字间搬走了 没有了人气干扰 迷雾世界的鬼市部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本该是活人的公位里 摆满整整齐齐的扎纸人 白纸坐底 金纸修边 有哭 有笑 还有愤怒和悲哀 纸人点着红韵的惨白色五官上 挂满着各种各样的表情 让其原本就恐怖的模样 更增添几分诡异 但这完全吓不到魏昆了 魏昆随意向前走了几步 耳边传来吸碎摩擦声 余光里 那些指人不知何时 转过来了头颅 阴冷怨毒地盯着自己 啪 魏昆打了个响 将小秘书换了过来 他看着小秘书问道 这些都是你远方亲切 小秘书才不愿意承认呢 他抱着魏昆的脖子 嘀咕道 一些被鬼市部的公位 吸引来的游魂罢了 连吃掉的价值都没有 只会故弄玄虚吓唬人 你今天说话 好像很流利的样子 魏昆拿起一个扎指人 边摆弄边说道 有 有吗 小秘书磕磕巴巴道 啊 董事长 可能是我突然治好了嗓子 魏昆随手将着 瞪着自己的恐怖扎指人 叠成纸飞机 然后丢了出去 精准命中垃圾桶 你是姐姐还是妹妹 别装了 我早就感觉到 纸张里有两个你 那个小秘书 可没你这样好脾气 我是羊面 他是阴面 小秘书叹了叹气道 你当我们是一体的就好了 无论是哪个 都不用被怀疑对你的忠诚 当然 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姐姐 她是妹妹 她一直想借着 董事长的鬼印章之力 与我分开 魏昆微笑 不对吧 我怎么记得 上一次提盖章这件事的 小秘书 说话很流利的样子 小秘书不接话查了 他开始装傻 转移话题道 恭喜董事长 成功掌握了鬼事部的权柄 您只需要对这里 打入足够多的鬼气 就能将其启动 运转起来了 魏昆暂时放过小秘书 他微微闭上眼 感受着鬼事部的气息 这块大概有600平方米的区域 与右手鬼印章 产生了一种极为紧密的联系质感 他有种感觉 只要动一动他的念头 就能将鬼事部的地形 摆设和格局等元素 发生巨大改变 变幻 魏昆沉声下令道 轰隆隆 墙壁 地面和天花板 顿时涌现出无数条尸骸 相互抓握 粘连 镶嵌 形成了紧密的湿海水泥 在魏昆的意念驱动下 骤然分解开 再重新组合 为了新的形状 等变幻结束后 在定睛看去 原本现代写字间风格的鬼事部 赫然变成了 类似大学阶梯教室的格局 从高到低的排凳上 坐满了诡异的扎指人 最前方本应该是讲台的位置 没有讲台 也没有黑板 只有一扇通往鬼公司的大门 魏昆五额 这哪里是什么大学阶梯教室 分明就是阴间阶梯灵堂 他再次用意念 将鬼事部从阶梯教室 变回本来现代写字间的熟悉模样 还是这样更顺眼一些 原来问题不是出现在结构上 而是这群扎指人 魏昆找来幼年玉面 命令他把这里的扎指人 全换成二次元角色 做得越像越好 要体现出角色特点 他严肃地吩咐道 幼年玉面闷闷不乐地接下任务 跑回一号直播室 去研究什么是二次元角色了 体验了一把董事长权威 魏昆才将莎莎喊来 莎莎好久都没认真工作过了 他打着哈气 慢悠悠地爬到鬼事部 看到满屋子指人 顿时眼前一亮 我要他们 可以摸鱼 别别别 魏昆急忙拦住莎莎 蠢蠢欲动的小手 道 那是鬼事部部长的人 呀 莎莎触电般收回了手臂 缩成一个黑色小球 害怕地寻找着红红的身影 没有看到那熟悉的大红色 他才淡定下来 钻回到了魏昆的怀抱里 魏昆简单研究了一下 目前鬼事部LVE的功能 一是能容纳游魂 二是能搜索员工 金牌解说员小秘书解释道 游魂 指的是刚死不久的现代人 生前一肚子气 还没什么能耐 死后也是最低级的飘 沦为诸多诡异的腹中口粮 地位约等于大海里的沙丁鱼 目前寄居在杂质人体内的那些 就是附近的游魂 但因为死得太久了 神志也消散得时时久久 除了下人 没什么用 搜索员工是全自动的 不需要您主动开启 就能搜索100公里范围内的游魂 怨魂 厉鬼等优秀员工 唯一小小问题是 只要搜索到 就一定会小问题 以后再说 魏昆让沙沙给鬼事部连上了鬼网 这些天因为嘉年华 重点都放在退红红 冲刺新秀第一名的事情上 分给一一的直播资源不算太多 所以 陆陆续续只抓到了9000个存钱贯 目前总计12000个存钱贯 因为人的体质不同 每天平均能收获1万出头的鬼钱 沙沙肚子里攒了8万多鬼钱了 魏昆非常怀疑 这小傻子是不是自己偷偷贪了点 毕竟哪有财务不贪钱的 注入鬼器 激活鬼事部 魏昆道 沙沙乖乖照做 鬼手编织出无数条鬼网 连接到鬼事部的天花板 墙壁和地面 让本就阴森恐怖的鬼事部 更加骇然可怖了 与此同时 幸福科技的办公区 职员们正在低声议论着 哎 兄弟们 听说公司要搞项目 打算再招一批人 资本家想换心血的借口呗 恐怕有些老同事啊 要倒霉了 身为公司主程序的李志强 表情一颤 埋低头颅 敲打键盘的手不禁更加用力了 他今年40岁 无论是体能 还是精力 都没办法和新来的小年轻们比拼 若是公司要换新人 大概率会从他这样的老员工下刀子 可他老婆是家庭主妇 儿子又才上初中 如果丢掉工作 原本幸福的家庭 瞬间就走向窘迫困苦 那凄惨场景 是李志强无论都不想见到的 李志强内心发狠 咬牙切齿 秃顶的脑袋上 那为数不多的 几个毛旁佛都在努力工作 加班 努力 我特喵地卷死你们 我一定要让老板看到我的激情 40岁打工狗的信念 也是不可小觑的啊 他更加努力地敲击着代码 双目通红 死死盯着屏幕 可突然 已经加班了好几天 都没正常休息的他 感到胸口传来一阵揪心的痛 啊 李志强缓缓地倒下了 李志强死死捂着胸口 自我安慰道 这只是身体的技术性调整 不用怕 然而那痛 越来越强烈 眼前的景象 也逐渐模糊 在陷入一片黑暗前 李志强 李程旭员 听到同事们大喊 出事了 快去喊领导 他微微感到一丝欣慰 同事之间 平日里充满勾心斗角 可在危难关头 人与人间的普质情感 还是会显现出来 到半秒 卧槽 老李睡着了 赶紧拍下来 发给老板 李志强瞪圆了眼睛 表情猙獰 可再也说不出话来 终于倒了下去 你们打120 老李他没气了呀 我 终于死了吗 今天还没来得及 给外地上学的儿子生活费 他一定会再骂我吧 过了不知多久 李志强缓缓睁开双眼 他赫然发现 自己还在熟悉的宫位上 不同的是 写字间内灯光昏暗 见不到其他同事 难道刚才是梦 吓死我了 他截后余生地拍了拍胸口 嗯 老子胸口呢 李志强低头一看 顿时吓傻了 映入眼帘的 不是熟悉的棕色格子衫和工作牌 而是两扇鼻狗舔过 还干净的肋排 还有个洁白无瑕的骨头手掌 正害怕地咯咯发抖 我 我死了 李志强脑子一片混乱 如果他还有脑子的话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 李志强有力的大手 握住了他的骨头爪子 温暖如春风的声音 对他说道 恭喜你 李志强 你又活过来了 李志强呆呆地盯着魏坤 魏老板 不对啊 这时候不该是牛头马面过来接我吗 他骤然激动起来 怒骂道 老子都死囚了 你们这帮吸血鬼 怎么还不放过我 让我去地府 做人没人权 做鬼还没有吗 我要去阎王那告你们 这鬼公司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待了 魏坤发誓 他是无辜的 鬼市部才刚刚被沙沙的鬼气激活 就听到了自动搜索到一个 超低级游魂的系统提示声 他一看到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公司最尽职尽责的技术员李志强 活活给自己累死了 魏坤叹气道 你有一点说的没错 这确实是鬼公司 老子是鬼 老子不干了 老李啊 你家的车贷 房贷 现在没还完吧 我 你爹妈有脑血栓 你老婆有糖尿病 你外地上学的儿子 马上中考了 你 我也没说过 不给鬼发工资啊 您 而且死人不用缴个税 也不用交五险一金 省下的可都是你的了 老板 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 魏坤心为地点点头 你看 即便是鬼 也是很通情达理的 你现实中的身体 不用担心 丧葬费 供养亲属抚恤金 和一次性公网补助金公司 都会安排好 多谢老板 我还给你选个特别好看的小盒 则有极客感 水冷 RGB 电镀带闹铃 保证亲戚面前 伴儿有面子 老板您受累了 那签了这个劳动合同吧 魏坤掏出一张画 满了奇怪符咒的鬼事部合同 递给李志强 自从有了鬼事部 招工都显得正式起来 要是以前 那直接派红红踩着脑袋抓进来 还用签这种东西 李志强根本看不懂上面的字 他看了眼魏坤 没有犹豫 就用植骨尖尖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为什么不看 因为看了没有用 地府大概率也是不走劳动法的 落笔刹那 魏坤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提示声 恭喜您 招聘到S001号鬼员工 李志强 提示 S开头编号的鬼员工 为鬼事部部门专属员工 依赖鬼公司的工资体系生存 是鬼公司最重要的基础成员 基础成员 基础好材吧 这时 李志强可怜地拽了拽魏坤的西装袖子 他小心翼翼道 老板 我还没给儿子打生活费 借我用一下手机行吗 提示 鬼员工李志强产生愿望 情绪非常不稳定 是否对其进行安抚 如果不及时满足愿望 会造成鬼员工失去理智 直接气死 魏坤听见系统提示声 看老李念子心切 实在可怜 作为一编号的鬼 不实现愿望 竟然不是转化为厉鬼 而是直接死没了 真是没排名 还是先满足他的愿望吧 他叹了叹 魏坤掏出一部新手机 递给他 李志强如获至宝 接过手机 下意识熟练地登陆了自己的信信号 手机疯狂响起消息提示 他点开一条条语音 爸 啥时候把生活费打来啊 学校要交648的书本费 老师再催了 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啊 爸 我偷偷告诉你 我妈又被你气哭了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 问生活费的事 他就是哭啥也不说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 再不给我生活费 我就给你拉黑了 都怪你自找的 不要逼我 李志强那骷髅洁白的脸色 都快活生生气黑了 他无奈一叹 打开信信钱包 准备将钱转过去 魏坤拦住他 说道 老李 先别用你自己的账户转账 以后不好解释 李志强愣了下 也对 他犹豫道 要不您帮我一下 您再从公子里面扣除 魏坤叹了口气道 等下去办公室取点现金 我带你亲自送过去吧 李志强喜极望外 他已经足足半年 多没见过儿子了 可我这身体 出去会不会被和尚 和道士抓起来啊 魏坤摇摇头 他探长 五指伸平 手心骤然开裂 露出一个牙齿锋利的 恐怖人嘴 李志强下的高喊 妈爷见鬼了 只见魏坤掌心的人嘴张开 猛然一息 神秘的黑色气流 瞬间席卷李志强的骷髅身体 将其收到了魏坤的掌心里 这是鬼印章 几乎鬼是不后的新功能 可以收纳任何厉鬼 有一定距离限制 随后 魏坤回到了正常的 充满人气的创新大厦 魏坤拦了辆出租车 直奔李志强儿子的住处 哇 感谢绑一大哥 我就是哪吒的飞机打赏 木啊 哪吒大哥 你最好了 电脑屏幕上 火辣的女主播 像蛆一样扭动身躯 跳着她最擅长的热辣舞蹈 时不时地对着屏幕飞吻 电脑前 一个14岁的小胖子 屏幕网页的右上角 显示着观看直播的使用账号 我就是哪吒 她正疯狂地敲击着手机屏幕 嘴里念念有词 你们这帮黑子 企鹅要敢动原魔的话 我TM直接把农药原码 给你爬出来 阴险 JPGE 呵呵搭 手游上线首周5000亿美元流水 一美元哦 哦 1700W用户 的确不散火 你们在黑原魔 我就郁郁了 我从来感觉不到什么爸爸的 小时候被我爸拿拖鞋抽 拿跳绳抽 外面晾衣服的杆子 都被拿出来了 20厘米粗食性的钢管 直接给抽断了 狂喷一通 小胖子美滋滋地切换APP 打开了抽卡页面 草 叶兰和肖又没出 生活费都没了 啥时候才能再来一单648呀 窗外 此时化作虚影的李志强 目瞪口呆地看着屋内的一切 他难以想象 平时乖巧的儿子 竟然还有如此 令他愤怒的黑画面 想他平时在外面 辛辛苦苦工作 这个不孝子 竟然在打赏女主播 打手游 还用自己亲爹吹牛皮 整天宅在家里打游戏 对着纸片人歪歪 他怎么会生出这么个玩意呀 20厘米钢管 老子用这36厘米的大腿骨 不抽死 你个小兔崽子 李志强在极度愤怒下 竟然浮现出了本体 操起他的大腿骨 对着小胖子 就是一顿伺候 咔嚓 手机砸飞 手机被壳上可爱的神子小姐 遍布裂痕 他竟是不管不顾 用手扑向那半空中的手机壳 心痛哭喊 我的神子老婆呀 魏坤隔着门 听见一阵猫和老鼠式的惨叫 不时夹杂着神子老婆 林华老婆的凄厉哭喊 恭喜你满足了鬼员工李志强的愿望 他已经成为一名情绪稳定 不会轻易自爆的优秀员工了 一个小时后 李志强神清气爽地 钻进了魏坤的掌中鬼口 而在那出租屋内 小胖子鼻青脸肿地爬起身 颤颤巍巍地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扣扣空间 我遇到鬼了 但我守护住了我的老婆们 你们不玩原谋的 能做到吗 看着朋友们的疯狂点赞 小胖子心满意足地笑了 可笑着笑着 他的表情逐渐凝固 随后猛然意识到 一个恐怖事实 等等 刚才是什么玩意打的我 妈妈 有鬼啊 小胖子尖叫道 魏坤带着李志强回到公司 公司气氛有点小压抑 毕竟刚走了位老员工 他叹了口气 用一号直播室的门 进入鬼事部 同时他还没忘给李志强 把工卫的电脑带回来 老板 我好像 能钻进这台电脑 李志强犹豫着 说道 对李志强的说法 魏坤有些好奇 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个现代鬼 或者说 是第一个由现代人死后变成的鬼 红红 沙沙 鬼进他们 无一例外来例神秘 即便是前公司头牌玉面狐狸 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更是没有对过去的清晰记忆 老脸 你说 你能进入这台电脑 李志强犹豫着点了点头 他内心的不安 没有表现在脸上 实际上 他还没能完全接受 自己挂掉的事实 更难以接受 自己辛苦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公司 居然还有如此恐怖的阴暗面 看了看四周景色 窗外一片黑暗 是看不到远处的黑色浓雾 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轮星红的月亮 挂着鬼市部牌子的写字间里 坐满了红绿纸扎人模样的同事 他们表情僵硬 怪异 明明是笑容 可给人的感觉异常阴冷 走起路来咔咔作响 带起阵阵阴风 李志强哪里见过这阵势啊 他必须尽快证尽自己的价值 否则如果在这个地方被炒鱿鱼 可就不是李志那般轻松协议了 打工鬼也是鬼啊 死了还能当鬼 已经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了 李志强用力拍了拍泪拍 魏董 我可是二十年经验的老程序员 在网络上小有威名 你尽管相信我的黑客技术 进入一个电脑不是简简单单 李志强抱着电脑 开始吭哧吭哧 找插口卡打卡打 他发出声音 哎 魏坤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忍不住说道 老李 你这手黑客技术 会不会涉嫌违背电脑个人抑制啊 那USB插口是小了点 要不咱们换个姿势 老汉推车可能不太行 这小奸货 李志强恼火地拍着笔记本的光滑后背 骂道 明明跟了我三年 今天又要装矜持 我非得给他办了不可 魏坤觉得眼睛有点辣得慌 他跃片无数 从未见过如此兴奇独特的角色扮演剧情 中年骷髅加惠普笔记本小胶期 RMVB 不对 这笔记本是17寸的 而且是漂亮国原装进口 应该算大洋马 老李这也算是为国争光了 很快 他便找到了迟迟进不去电脑的原因 他将笔记本电脑翻过身来 撅着后盖 拔开电池舱 露出鼓鼓囊囊的电池 电池鼓了 李志强挠了挠下巴 诊断道 电池鼓的原因不外乎几种 长时间充电 充电器不拔出来 多次使用不同型号的充电器充电 充电器不规律性频繁拔差 充电电压不稳 国内外标准不同 两个以上的充电器一起工作 直流电和交流电交叉使用 充电是用了其他辅助散热装置 导致电池极度不稳定 也可能是充电频率过高 导致插口烧焦发黑 魏坤沉默了一会 道 那怎么办 直接给电 一步到底 李志强质地有声道 他用魏坤提前准备好的工具箱 稍微调整了一下笔记本电脑的供电线路 屏蔽了鼓包的电池 然后左手摸着充电口 是在了魏坤面前 随后笔记本电脑传出他的说话声 老板 里面真的好舒服啊 李志强显得极为开心 说话都有劲了 魏坤再次沉默 这叫啥 电子骨灰盒 还是赛博招魂翻 他突然挺可怜李志强的 明明累到猝死了 还要在电脑里工作 他甚至在想 如果李志强提出想投胎的想法 莫不如就答应了他 给他自由选择的机会吧 念头百转千回 不等魏坤在悲春伤秋 真的是好爽啊 李志强的声音透过外放 有点失真 感受数据不停吞吐 杀毒软件扫描过每一处的感觉 太爽了呀 魏坤甚至都有点想试试了 经过初步测试 李志强的能力 与他生前经历有直接关联 该能力称为鬼数据 或者简称为数据都可以 对于鬼员工的技能 在目前的鬼公司体系里 分为三个级别 分别是能力 天赋和权能 级别越高 其表现出来的效果和作用就越好 最强的 无疑是红红的贪婪全能 其次便是沙沙的织网和鬼网天赋 一一的鬼魅天赋 还有鬼进的鬼鹰 又黏玉面的 换脸最低级的 就是李志强这个连鬼直称 都没有的游魂的鬼数据了 李志强问道 魏董 你听说过脑机接口吧 我现在的感觉 好像不是死了 而是脑袋后面插了一根数据线 整个人被上传到了电子数据里 以前 人如果想对电脑输入数据 需要鼠标 键盘 麦克风和外部储存元件等设备 而电脑想输出数据 也要依赖屏幕 音响和外部储存元件来输出 我进入电脑后 可以完全省略这些过程 脱掉了这些无关紧要的衣服 和电脑雨水交融地贴在了一起 因此 我一个人就能达到几十人 甚至几百人的工作效率 尤其在程序开发 调试 维护等熟悉的工作领域 现在要我写代码的话 平时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我有信心半天就能搞定 没有领导添乱 没有勾心斗角 最完美的办公室环境啊 李志强感慨着 而且还有我硬盘里这么多图片 视频陪着我 数据的交互 其余月感远超DNA的交流 同时更高级更复杂 他输入我 我输出他 岂是四十岁的身体可比的 魏坤嘴唇动了动 没说话 还不用吃饭 睡觉和上厕所呢 李志强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似乎要沉沉睡去 魏坤扯了根沙沙的蛛丝 将另一头放在了 李志强的笔记本键盘上 肉眼可见 鼓鼓黑气融入电脑里 随着诡气的影响 被李志强寄生的笔记本电脑 也随之发生变化 几个呼吸过后 魏坤颇为惊奇地看去 这破玩意 是从哪个车祸现场捡来的 只见电脑屏幕布满裂痕 裂痕处往外伸着暗红色的鲜血 滴答落地 手感黏黏的 让人有一种 被可乐粘到手上的触感 那屏幕一闪而过的 心红眼睛 充满怨气 彭佛想杀了使用者 谢谢魏老板 李志强发出感激的声音 刚才那股饥饿的虚弱感 差点让他以为 要魂飞魄散了 好在及时的鬼气攻击 把脆弱的李志强 从活生生 饿死的危险边缘救了回来 魏坤琢磨着 此时的李志强 有点像是鬼公司的AI程序 简洁高效 最主要的是忠诚可靠 并且拥有非常高的智慧水平 是新世纪不可或缺的 诡异技术鬼才 如果让李志强跑到外界 大概率会还上演 镜头里的鬼影 不存在的网友 午夜恐怖直播等 现代都市怪谈 但是在鬼公司 他可以为了幸福护鱼 发光发热 不用去装神弄鬼 辛辛苦苦 绞尽脑汁 用吓活人尖叫的传统方法 搞到一些微薄到可怜的人气 堪堪保护 魏坤欣慰地按着F5刷新桌面 以后公司技术方面的问题 就靠你了 老脸 李志强在短暂的激动后 也逐渐冷静下来 他琢磨着 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板 我们公司 应该不只是 做直播那么简单吧 能简单头 透露一下未来的工作方向吗 我好做一些对应的技术储备 简练地说 帮助聂小倩 楚人美 话皮等旧社会群众 进行网络再就业 同时协助家椰子 山村真子 扶桑嫂 开堂手捷克等新时代精英 找准职业定位 共建美好未来 没什么太难的是吧 我们以后的主业 是找演员拍网剧 扮演这些经典恐怖形象 拍零一题材的影视作品 有我这唯一的 厉鬼技术员帮您 特效根本不需要再找外包 光靠我就够了 魏坤摇头道 找什么演员 做什么特效 最近公司可能要搞搞 虚拟微波和网络游戏 你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技术吧 还有 你平时一定要注意时间 一旦到了晚上 尤其过了12点 绝对不要离开鬼市部 直播室的那几个 脾气都不太好 尤其是穿红裙子的 压力大 经常暴饮暴食 平时躲着点明白吗 李志强这才品出点回味来 等等 老板你是说 他脑子嗡嗡的 终于意识到了 他在幸福护育工作这段时间 最不对劲的地方是什么 公司的头牌主播们 其实全都是鬼 魏坤交代完任务 已经离开了鬼市部 只留李志强在电脑里 呜呜转风扇 吓得根本不敢出来了 他推开门 利用鬼印章 回到了现实中的办公室 首先见到了夏妍 他眼圈通红 心情显得极为低落 李大哥挺好的人 怎么就这样走了 魏坤安慰夏妍道 人死不能复生 看开一点 老李虽然走了 但他的精神将在公司永存 我决定 老李的工资 每个月照常发放 直接打到他老婆的卡里 魏董 你真是让我大为改观 夏妍微微笑了笑道 像你这样的好老板 不多见了呀 魏坤没说什么 他来到公司办公区 对目前还在工作的职员们宣布 每个月多两天试假 月底公司 会安排免费的身体检查 在港职员工资 在上调10% 同时杜绝 并延进任何形式的加班 加班者 一律开除 不留情面 魏坤严肃道 哗啦啦 掌声震震 隔壁公司的职员 听说幸福呼吁出了意外后 本在门口徘徊开热闹 听到魏坤这番话 顿时不淡定了 这什么神仙福利啊 我想跳槽了 杀比老板 不仅要无偿加班 还总找各种借口扣计较工资 看看人家 再看看 我们自己 哎 魏老板这不明摆着 给职员白送钱吗 他图什么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听表姐的同学说 魏老板他办公司 完全不在乎钱 人家就是爱玩票的 懂了吗 背景指不定有多深呢 几千万完全是图一乐 魏坤没理会 外面的小声议论 他指着李志强的工位 道 无论发生了什么 老李总归是公司的人 我决定永久保留他的工位 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 工作只是工作 更重要的是生活 是生命 他将是我们公司的象征 时刻警醒我 做事业做生意 要永远以人为本 以人优先 工位保持原样 我要资助他的孩子 直到大学毕业 有了生活来源 学费我全包 而且在这期间 他的工资原封不动地 继续发放 不会有半分刻扣 就像是老李还活着 还在在公司 努力工作一样 前天妹妹抹着泪 老板说得太好了 他是发自内心地在乎我们啊 这时 魏坤接到了刘宁打来的电话 没第一时间接听 他回到办公室 拨了回去 他打不通啊 急死我了 刘宁在那头 急得直拍大腿 魏坤之前一直在鬼市部 全公司在白天最闹鬼的地方 能打通电话才怪呢 怎么了 他问道 刘宁这才说明来意 是洪洪的事 上次嘉年华 不是拿了新秀赛道的投名 然后改成资源最顶级的 K签了吗 其实正常来说 新秀投名都是改S签的 K签是领导在会议上的破格提升 可问题就出在这了 前天又有个大主播 跳槽到猫牙 影响挺恶劣的 部分高层因为这个原因 想把洪洪的 K签跟后续项目 做个深度捆绑 增加跳槽的成本 来稳定军心 魏坤纳闷了 后续项目 之前提过这事吗 就是那个三亿投资的大网剧 联合投资方 要求在一个礼拜内 敲定主角名单 男女主角各大主播 都抢破了头 领导的意思是 给洪洪留一个女二 女三的角色 只要她过了选角导演那关 立刻就通过K签 三千万的签约费 直接打到幸福护育账上 但我觉得吧 洪洪是有可能争取一下女主的 可资源不好抢 我想跟你商量的 也是这件事 刘宁喋喋不休 自顾自说道 魏坤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那个 眼丫鬟也是可以的 啊 刘宁猛了 镜头越少越好 台词没有最好 魏坤说道 刘宁理解不了魏坤的反常 一般公司都会为了一人几句台词 几个镜头 争得头破血流一地鸡毛 魏老板怎么佛计的 像是根本不在意这事呢 除非 刘宁脑海猛然灵光一闪 他犹豫着问道 魏哥 红红不会是 让大佬包养了吧 不怪刘宁会胡思乱想 因为逻辑不通啊 哪家老板会生怕旗下一人太火 因此藏着掖着的 除非有必要的理由 例如合约问题拒绝续签 得罪的大人物只能血藏 或是违法犯罪出现了原则性问题 不得不退圈棱处理 可红红还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既没有绯闻 又少有负面新闻 更没有女主播间常有的勾心斗角 算得上是 比较纯粹的网络小红人刘宁 试着换位思考 如果她是魏坤 一定会让红妹趁着有热度 赶快签下大项目和大广告 努力向更高一层的阶梯爬 恰米恰到口袋饱饱的 难道是真的 她忐忑问道 魏哥 我们是自己人 同一条船上的蚂蚱 红红好 我们午夜当会跟着更好 有共同利益和一致目标在 还信不过我吗 要是真被保养了 我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和那位大哥 谈谈共享经济 别瞎想 魏坤哭笑不得道 主要是红红的性格 不太喜欢抛头露面 我得先考虑她的感受 刘宁送了一口气说道 那最好不过了 她告诉魏坤 剧组的选角导演 应该已经赶到云海市 估计这段时间 就会找上门去 魏坤觉得 会不会有些太急了 但刘宁说 不急不行 她交代 鲨鱼台近期盈利前景不太好 报表也难看 因此 骨架受到了影响发生震荡 这让股东们很不满意 因此 鲨鱼台需要尽快找到一个 能提振骨架的大动作 这个大网剧 就是其中之一 鲨鱼是拿出了 破釜沉舟的架势 只要能搭上这条船 就一定能拿到 非同反响的优势资源 相应的是 若是你不愿同舟与共 鲨鱼台的高层 也会考虑放弃 对你的培养福祉 魏哥 这事你就抓点紧吧 K签临门一脚 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随便拿个差不多的女角色 给鲨鱼高层做做样子 表表态度 就可以了 算上网剧的项目 还有K签的 两笔签约费 我提前让财务 给你准备出来 只要合同落款 钱马上到账 不含糊 刘宁将胸口拍得砰砰响 实则有苦难言 魏坤挺理解他的 这位中层领导 也是被上下逼得没办法了 他想要业绩 就要仰仗红红 继续发光发热 因而去带动 整体的午夜档流量提升 所以为了他自己 刘宁也要竭尽所能 去找到任何能帮助 红红增长人气的办法 K签的意外 是刘宁同样不想看到的 他已经做到 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了 魏坤不想让刘宁难做 这些日子以来 刘宁对幸福呼吁的帮助 有目共睹 像是依依那小傻子 不仅改了S签 而且再怎么搞擦边球 也没再被超管封禁过了 显然是得到了特殊照顾 社会讲究的是 人情积分往来 魏坤得想办法 把这笔积分还上 才能不被其他人嚼舌头跟 选角导演吗 魏坤接到了前台妹妹的内线电话 他说 有个自称新城影业的选角导演 已经到了创新大厦楼下 没有预约 要来幸福呼吁参观 鲨鱼台和投资方 新城影业的动作之快 有点超出魏坤的心理预计 他让人 把李志强桌子上的电子箱收起来 然后喊来李小雅和东野田 这两个风情各异的小美女 临时充当幸福呼吁的牌面 李小雅最近清闲得很 自从防管业务 被魏坤交给了电脑小精灵李志强 他就彻底从防管大业里解放了 平时不是看看演技方面的书 自我提升 就是跟东野田一起到处拍短视频 来磨练演技 整个人的气质都有了小小变化 更加阳光 也更活泼开朗了 看上去元气十足 东野田却看上去闷闷不乐 魏坤问他 他摇头什么也不愿意说 问得烦了 他才用那双淡紫色的毛子 冥望魏坤 轻声说道 老板 你一个人睡觉 会孤独寂寞冷吗 魏坤总感觉 这妹子像是在内涵他 摇头表示自己的夜生活 非常精彩 东野田扶着狐狸下巴 叹气 哎 压力好大 好想找个男朋友啊 趁着选角导演还没来 李小雅偷偷告诉魏坤道 魏坤 你留意一下东野田 他最近蛮不对劲的 像是 怎么说呢 发唇想男人了 你跟我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魏坤目不斜视 低声问道 李小雅深深地看了眼魏坤 说道 别让那些坏男人打他的主意 他是个好女孩 就是憨了点 你作为老板要保护好每一位女员工 而且绝对不能坚守自盗 哎 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这么不堪的吗 魏坤这才反应过来 李小雅是指桑骂怀呢 李小雅哼了声 你半夜都在做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色鬼 两个人日常伴着嘴 这时 那位从帝都赶来的选角导演 终于风尘仆仆地感到了幸福护鱼 黑色卷发 落腮胡微胖 咖啡色就夹克 水蓝牛仔裤不修蝙蝠的模样 人似乎很傲气 头冲着魏坤 眼睛却不看他 在下石浩聪 帝都心成影业的制片 兼任选角导演 魏坤愣了下 这人在跟谁说话呢 转头看了一圈 周围好像就自己一个呀 随后 他才反应过来 这石浩聪眼神不好使 另一只眼睛 斜得跟TP失败了似的 别的不清楚 跟着这位投资烂尾楼 肯定亏不了 一看就有财命 投什么赚什么 魏坤朗声大笑 快步迎上去 紧紧握住了石浩聪的手 石浩聪这才偏过头 用另一只眼睛瞅着魏坤 恍然大悟道 哦 原来您才是老板 抱歉抱歉 你也听说过我的故事 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 魏坤竖起一根大拇指 人们迎着石浩聪 来到大会议室 石浩聪落座 他喝了一大口茶水 开门见山说道 今天 我来幸福护鱼 只为了找一位最有潜力的女演员 来参加我们新城影业 联手鲨鱼平台 合力打造的三亿预算的顶级项目 话音未落 李小雅挺胸抬头 往前站了半步 眼角含笑 石浩聪看向他 略带笑意地点了点头 像是十分认可 没等李小雅得意呢 就听见他说道 谢谢你啊 暂时不用添茶水 等我喊你 再来倒茶就行 说完 他还感谢魏董服务周到 不必这样客套居于礼节 更没必要请服务员在旁边端茶倒水 李小雅脸蛋一抽 悄悄退回到人群里了 石浩聪问道 不知道魏董对角色有没有什么要求 魏坤认真地想了一想 比了个四的手势 说道 我有四点要求 石浩聪艰难地点了点头 示意魏坤接着往下说 万众瞩目 就算了 全场焦点 也不用 剧情核心 给别人 浑水摸鱼 差不多 听到这 石浩聪目瞪口呆 听到四个要求 他本以为会很苛刻的条件 心里都做好了听狮子大开口的准备 怎么到了话头 大女主变小丫鬟了 他不禁开口道 这种丫鬟型的角色 他也能演啊 指人的时候 眼睛不斜了 即便李小雅左躲右闪 还是没能逃过石浩聪的锁头一指 李小雅像是被掌心雷打中脑门 呲牙咧嘴 表情非常不友善 石浩聪这回又看不到了 他自顾自说道 你们在研究研究 总之呢 幸福互于是鲨鱼台指定的重要合作方 我不可能随意胡弄事 你们先拿个想法 总结个方案给我 我这边接个电话 喂 你说什么 好莱坞的项目出问题了 寡姐因为LGBT问题不演了 找黑豹 男主的老婆演呗 没事 都是黑寡妇 有个科幻电影拍一半缺资金 国内拍科幻不是死路一条 哦 还有达叔 还人情啊 那我帮你联系个人吧 以前拍军旅戏的 口碑还不错 他应该能帮点忙 石浩聪打了一回电话 总算把手头的事情忙完 他看向魏坤 笑了笑道 魏老板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对了 哪位是红红 哪位是莎莎 他们都来了吗 都没来 魏坤看石浩聪 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于是问道 石浩 我们公司有点特殊情况 虽然很想参演 但两位鲨鱼台的女主播 都有点个人原因 没办法全程跟拍 就是说 就是说 你看不上这项目 瞧不起星辰影业是吧 石浩聪不乐意了 道 我大老远坐飞过来 不是跟您打雅谜的 您必须给我个说法 否则 这是我没法交代 您这边也不算完 个人原因 什么原因 结婚生孩子 就算挺着十个月的大肚子 咱也能用修图给他修眉了 怕什么 观众想看的 就是那张脸 想听的 就是那个名 哎 石浩聪说着 突然愣了一下 他说道 我好像还真听说 您别往心里去 我就是好奇 红红跟你有一腿 魏坤没绷住 重重地咳嗽着 急忙摇头表示 否认有一腿 要说他想要自己半条大腿 还差不多 要不这样吧 魏坤想了想 得出一个折中方案 您让其他公司先挑角色 挑胜了 是我们的 怎么样 魏坤说道 但是石浩聪不同意 他说道 我也不想再拐弯抹角了 魏老板 整个网剧项目 咱们新城影业 之所以跟鲨鱼谈合作 是因为我们的几个投资人 都认为贵公司的 红红不红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潜力无限 我们愿意付出溢价的价码 提前投资 来做上他发展的顺风车 要是没有红红 或者他不出演重要角色 那这项目毫无意义 就失去了95%的商业价值 最后连审计都过不了 我给您三天时间考虑 这是剧本出稿 看上哪个 直接说 除了红红 我还给您 留了两个女角色 到时候 我领个选角拍摄团队过来 咱们对对台词 碰碰角色 只要大概过得去 气质像那么回事 选角就算过了 您看这诚意够不够 之后您和鲨鱼怎么谈 那就不是我们 新城影业药馆的事情了 最后 我告诉您一句 做人留一线 刷我的后果很严重 石浩聪慢悠悠地 离开了幸福护鱼 留下他们大眼瞪小眼 下眼看向魏坤 老板 这姓石的 其实还蛮好说话的呀 他犹豫到 这种条件 在谁看都是诚意满满 我们不太好 拒绝他们的好意吧 要是再给不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 恐怕就要到得罪人了 说的道理 是这么的道理 魏坤也有点为难了 他先想到红红 想象着 假如真的出演了 某个重要角色 拍摄时剧组的那个场面 一定会非常精彩 绝对能入选 21世纪前十的 灵异灾难现场评比 李小雅把剧本 拿去复印了 她倒是积极性满满 没有丝毫被打击到的样子 走远处 她还偷偷发消息给梁熙 询问她 关于角色塑造 和角色面试的技巧 新城影业 要和幸福互于合作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公司 同时也传到了 小傻子依依 和某内鬼的耳朵里 我真的很喜欢 《斗罗》这本小说 是 《遮天》 哦对对 里面的主角陈楠 那是我以前的偶像 神死了磨灭了 我依我血染青天 多牛啊 你说的是神木 还有最后杀了花天堵 融合永生之门的大结局 给我看得夜不能寐 玩女人的心情都没有了 沉浸在结局中 久久不能自拔 融合永生之门 那他妈的是神机的 永生 一一哭闹道 不管不管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演 你要是不给我演 我就去求沙沙妈妈 让他也来求你 到时候烦死你 魏坤拿他没办法了 只能用脑门蹦眼泪封印术 让一一闭了嘴 看得出 当年这些网络小说 在年轻男性的记忆中 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过去 魏坤也为神木 卖出游戏版权 要改编网游而激动不已 可惜的是 这个项目最后不了了之 连鬼影都没见到 白白让魏坤期待了好多年 最后还是朱仙OL 狠狠地制了一波 魏坤的小说改编游戏影 这小半天 不止一位员工 偷偷摸摸来打听网剧的事 有的人关心拍摄进度 大概多久才能看得到 还有人扭捏地请求老板 有没有机会 让他也参演一个龙套爽爽 魏坤被烦得不行 他倒是想直接答应下来 但核心问题是 红红的性格太难把控了 回到了一号直播室 映入眼帘 红红正在跟鬼镜里的自己 大眼瞪小眼 就插完石头剪刀布了 他感觉到魏坤进来 红红偏头270度 转身盯向魏坤 目光在他两条大腿和脖子之间游离 很像是菜市场家庭主妇 挑选猪肉的眼神 魏坤不禁打了个寒颤 在嘉年华那一夜 红红收到了大量人气 因此能力得到了再一次的进化 而外观也随之微微改变了些许 即便站得如此之静 只要他不发脾气 不直视双眼 没有发狂 那么就是一位岁月静好的爵士大美人 肌肤晶莹如玉 白皙中透着一丝诱人的粉嫩 嘴唇饱满适中 光泽水润像是樱桃 魏坤早就想啃一口尝尝味道了 但他怕被反啃一口 要知道 上次红红咬他的时候 可是弄出了不少血 魏坤脖子的伤口 到现在还没完全愈合呢 多亏高领口 才遮住那尴尬的女人牙印 他轻轻牵住红红的手掌 指尖轻轻刮蹭他手心 软软糯糯的 顿时感受到 那股把人直接冻碎的寒意 手指尖的神经 连同血管都快要冰住了 果然还是鬼啊 魏坤看着他 他也回望着魏坤 如果再进化个两三次 排除体温和心跳 仅仅从外观上 就没有人能分辨得出 红衣到底是尸体 还是活人了 魏坤将美感 直视红衣的紫色眼睛 那是百分之百 触发他攻击模式的 急死规则 拽着马尾便 温柔地将他脑袋 圆方向 打一圈半方向盘回正 鬼印章 传来嗷嗷待不的饥饿感 又到了要给自己充电的时候 魏坤找来一个椅子 并排放在红红旁边 他犹豫了一下 慢慢将头枕在红红的肩膀 整个人的重心 全靠他身子上 近距离吸收着 他体内汹涌澎湃的鬼气 这些天 精神高度紧张地疲惫 不由地犯上心头 涌现出来 眼皮越来越重 渐渐地 他竟是不知不觉就睡过去 睡梦中 朦胧的目光 依稀有一个穿着 红色新娘古装的俏丽身影 温柔地抚摸着魏坤的脸颊 让他有一种 回到了家的安全感 逐渐沉入到梦境的更深处 这小子太不给诗哥面子了 诗哥可是 金圈数一数二的人物 这样的脚轻身过来 结果还吃到闭门羹 我都想替他发火 几位云海市影视圈的老板 在包间里喝着酒 话题三句话 离不开石浩聪 石浩聪 可是他们想巴结 都巴结不到的高人 混国内影视圈的 只要有心网导演 兼致的层面发展 就绕不开石浩聪 这位首眼通天的丸主 倒不是说 没了他 地球就不转了 而是任何麻烦 若是能让他张口答应下来 那就不再是麻烦 信守承诺 能量还大 这两个优点 就足以让许多影视圈的老油条 屈之如物 踏破门庭了 咱们平时搭不上这位大佛 这回来机会了 谁要是能在他面前卖个好 不管你是做影视的 还是做娱乐的 审核 板号 什么都不都迎刃而挤了 这倒是 可怎么搭上呢 你直接凑上去 人家也不正眼看你啊 有位叫老郎的大老板 他经营着一家影视版权公司 专门靠倒卖版权和版号过日子 因此 石浩聪对他来说 无疑是晴天大注 登天台阶 他猛地把酒杯一摔 说道 不能让向老板 白白把这消息给我们 最后因为我们胆小 不敢出手 那岂不是让年轻人都笑话了 我也不连累大家 我出个主意 要是成了好处 大家纷纷 要是不成 我自己一个人担着 如何 老郎豪气地 看着四下众人 举杯示意 引得座位同僚连连点头 好主意 我们跟了 有什么要帮忙的 老郎你尽管提 老郎说道 我需要一笔来路不明的赃钱 我要用这笔钱 搞得那个魏坤心神不宁 谁有这门落 其中一位脸上带刀把的矮胖子 应笑道 老郎你够缺德的啊 我倒认识几个想起钱的朋友 但你这招不见的灵啊 万一人家不上当吗 老郎冷笑 五百万我就不信他不心动 即便事后还给我 只要有这由头 我就能找税务的朋友 把他查到崩溃 到时候给十哥出了气 拿捏住了杏魏的把柄 咱们的买卖 可就都能搭上帝都的线了 有个瘦瘦高高 戴贫光眼镜的男人 面带一丝犹豫 朗哥 胖爷 我听说魏坤不是一般人 先说提诚信商行六百万那件事 他就办得挺聪明 再说天堂传媒的政治 那也是位能量很大 心眼奇小的主 可他不还是乖乖 被魏坤讹了十万块 到现在也不敢发作吗 我劝哥哥们 三思二后行啊 小四眼 你他妈的平时就爱唱反调 经个你就说跟不跟吧 不跟 别怪以后哥哥们不带你玩 胖爷斜眼盯着小四眼 小四眼面露纠结 他一咬牙 从怀中掏出几枚象牙的是蒜绸子 说道 这是我家传的宝贝 从来没坑过我 哥哥们 你们知道 我特别信这种东西 要是等下选错了您别怪 只能说是老天爷做好决定了 他念念有词 此大金刚萨朵 命要法门 有大威德 置心依法必得成就 持名者降服摄多撸 造平纳叶家天象 助我看其命也 八大 是蒜绸子落在桌面上 大兄 小四眼见状 顿时变了脸色 将住数秒 才难看地收起是蒜绸子 然后对酒席各位深深拘了一躬 接着仰头 干了三杯白酒 道 几位哥哥 做弟弟的胆小还迷信 不吉利的话就不说了 望哥哥们理解 我先走了 他毫不耽搁地匆匆离去 像是有什么恐怖的事 小四眼弄得不欢散 老郎身后跟着胖爷 以及众多老朋友们 他美好气地 盯着那瘦高男人 仓皇离去的背影 嘴里骂道 什么玩意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胖爷把玩着佛串 笑道 那小子人倒是不坏 但早晚有一天啊 得毁在封建迷信 求神拜佛的事上 老郎你也别太生气了 办咱们的事 大不了以后不带他玩就是 我是怕他坏了咱们的事 万一去给姓魏的通风报信呢 老郎立声道 胖爷依旧是笑呵呵的 说道 他儿子在长江路 希望小学读六年级 明天咱们做哥哥的 去接他儿子放学 亲自送到家 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意 两小时后 胖爷将几个做走私 买卖的电话 发给老郎 这些人 其实也算是半个 影视圈的玩家 因为某而果思的政策因素 影视圈洗钱的门槛 和难度都很低 随便找个导演 再拉起一个小剧组 不管本子如何 反正拍出来 也不是给观众看的 质量无所谓 利用政策漏洞 到时无论是申报补助 还是走账务 把黑钱洗白 票房造假 那是最后一步 人工费用 剧组道具 场地租金 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太多了 而且很难详细查明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电影 电视剧 明知道剧本就是垃圾 还要花天假 去请流量明星参演 高调宣传一样 若是电影等上映时 只要去查上映场次 幽灵场比比皆是 老郎真名 郎庆辉 他联系到了一位 南边水城的老板 这老板听了郎庆辉的打算 也是有心巴结他 进入到影视圈洗白身家 于是提议无偿拿出六百万 帮助郎庆辉办这件事 曹老板 事成之后 我带你去见石先生 郎庆辉爽朗大笑道 电话那头的曹老板 也跟着笑 像是看玩笑 又像是无心之谈 郎总 咱们是一条船的人了 有好处我知道 您指定忘不了我 可若是出了岔子 哎 我这张破嘴 光说不吉利的话了 可话敢话说到这 我有点想知道 你有什么打算吗 出了是我一人担着 今晚上就有结果 那我等你好消息 不过我觉得 既然得罪人 就不要怕得罪死 您千万别手软 打就直接把他打到底 我认识一个缺钱花的小兄弟 竟成打工的年轻仔 底子干净得很 老妈要钱治病 五十万 他的命是你的了 电话等下发过去 您要是有善心 可以帮帮可怜兄弟 静静笑意 郎庆辉若有所思的挂断电话 手指无意识地敲点桌面 这位曹老板做事挺毒啊 不像是做正经生意的人 改天请他喝点酒 只不定还能穿出个好本子 他说做就做 先是以广告商的名义 联系幸福护育的市场部 同时找关系 查到了魏昆的私人账号 郎庆辉吩咐属下 钱紧快打到他的私账上 他要不要没关系 只要沾上 咱们就有理由借题发挥 搞他一个灰头土脸 属下迟疑道 巡查组最近刚到市里 时机敏感 正抓点刑 我们这样做 平时没什么 最多是让姓魏的丢个脸 可这敏感关头 会不会直接把幸福 护于狗黄了 郎总 不至于这么大的仇吧 怪他运气不好咯 郎庆辉笑道 你小子人不坏 跟我好好干 我不会亏待你的 记住 商场如战场 我画风已经放出去了 见识难收啊 查查未困的家庭背景 要是他想狗急跳墙 我们就得让那位缺钱的小兄弟 替我们把事情办妥了 属下小周拼命点头 开始操作电脑 几分钟后 郎总 曹老板的那笔钱 打不过去啊 是不是银行系统出问题了 小周疑惑地盯着屏幕 郎庆辉吩咐道 换一家银行试试 随后 他们试了几家银行 从四大行到当地的省办 是半银行 无一例外 到最后一步时 总是会谈出 莫名的系统错误提示 中断了交易 小周脸上焦急 绞尽脑汁 猛拍键盘道 应该他的银行卡出问题了 郎总 要不换个办法 郎庆辉 已经联系了 税务和经济犯罪办公室的朋友 理由当然不是打击一击 而是他发现了 某公司 涉嫌境外洗钱的迹象 为了赶时间 趁着石浩聪 还没蛇身返回帝都 按照计划 明天就要动身查账 今晚必须把这脏水泼出去 对了 我不是让你去查 魏坤的亲朋好友了吗 查到什么没有 郎庆辉质问小周说道 小周打开文档 浏览说道 魏坤的人际交往很少 平时身居简出 很少参加社交活动 算得上是工作狂人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司 我只查到了 他跟一个叫求云英 以及一个叫白飞的人 有较为频繁的通话记录 但这两个人都不是娱乐 文体行业的从业者 所以很难当成突破口 除了朋友 那亲戚呢 最好是静青 他老家离云海市 接近2000公里远 估计也用不上 我倒是查到 他有一个小姨在云海市 还是个不入流的小演员 就住在云海市南边的 大荒影视城附近 郎庆辉眼前一亮 可转念想了想 魏坤的幸福 护于现在主业式网络直播 和传统影视行业 也扯不上关系 小演员能有什么用 只能使用传统的商战办法了 郎庆辉叹气道 什么是传统商战 当然不是电视剧里 动不动就断了对方A股资金 电脑前运筹帷幄的 商业精英贩 而是抢公章 偷文件 下卸药 激情互殴 以及亲自动手 划了对手共享单车的屁股垫 这才是国内传统的商战方式 最离谱且魔幻的是 动手的一般还不是属下 是大领导亲力亲为 只能说是国内商圈的传统艺能 突出一个指纹真实 深夜 郎庆辉带着小周 两个人开着伪造车牌号的小面包车 路上 在饶了第四个路口后 郎庆辉忍不住埋怨道 市政怎么天天封路修道 前几年还没这样 最近半年越来越频繁了 小周颇为认同地点了点头 路径左拐右拐 终于来到了创新大厦的后门 望着那黑夜中深邃的大楼 小周没来由地打了个深深冷战 他感觉这地方特别地冷 要知道现在还是夏天 云海市更是滨海城市 大晚上的短袖短裤都会冒热汗 这邪门地方做买卖不得陪死 他低估着拎着油漆桶 跟随老板郎庆辉偷偷潜入后门 郎庆辉早就买通了大楼保安 在半夜十一点到后半夜一点之间 不会有任何人来巡逻 同时监控录像也会被人为关闭 寂静的楼道 看不清镜头 细微的脚步声回荡 嗡嗡 手机震动 吓了郎庆辉一大跳 他愈怒地掏出手机 看到是小四眼发来短信 老郎 我越想越不对劲 十几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兄的 试算结果 你一定要慎重 不要轻易淌浑水 佛爷窜着你打头阵 还给你出钱出人 绝对没安好心 天堂传媒的政治 新鲜隐业的石浩聪 他们这种人精 都在巴结未困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软淡归孙 郎庆辉美好气地删掉了短信 然后将手机切换为飞行模式 半夜只有货梯是开着的 老师侧开门 发出哗啦啦的沉重噪声 两人进入货梯 然后按下了A13按钮 咣当 咣当 上升的声音 敲在两人心头 随着楼层数字的变动 货梯里似乎越来越冷了 口鼻甚至呼出了冷凝的白雾 怎么回事 小周搓着胳膊 试图让自己暖和一些 这破地方货梯 也得安空调了吗 话音未落 小周的余光 瞥见货梯内壁的金属板反射 本该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 还有个花裙身影一闪而过 他心脏被狠狠抓了一把 拧起目光再看去 反射的景象恢复正常 只有他 和正盯着内壁看的狼庆辉 面无表情 老板 你刚才看没看见 小周转过身 发现老板正抬头望着货梯楼层的数字 百无聊赖的模样 他刚准备说话 猛然升起一阵寒意 角度不对 如果老板一直在看楼层数字 那么他就绝对不该同时 在看身后的货梯内壁 更不应该与自己的目光 有任何接触 老板 小周慌了 他推了推狼庆辉的胳膊 颤声道 货梯不太对劲 狼庆辉瞪着他 我看是你不太对劲 你也想当缩头乌龟 他生气地按下了A10层 将货梯停在10楼 狼庆辉骂道 要滚你就现在滚 一会什么给我添乱 去楼下把车热热 等会看我电话 滚滚滚 没用的东西 小周被狼庆辉撵出来 正正地望着货梯 缓缓关闭的大门 在货梯门合拢的一刹那 他似乎看到 老板狼庆辉身后 有一个青色的人脸 正对自己露出诡异的笑容 卧槽 小周下的灵魂离体 他敢发誓 绝对没有看错 货梯里绝对还是 另一个人的身影 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想要给老板电话 但狼庆辉切换成了飞行模式 电话根本打不通 对了 老板要去的是13楼 小周咬牙狠狠跺脚 决定走安全通道 上楼去找老板 才抬起脚 他迎面撞见一位老保安 老保安约60岁 满脸老人般 他勾搂着身体 揉搓被小周撞到的地方 咳嗽道 年轻人有看路面 实在对不起 我有点急事 这是我电话 要是您感觉身体不舒服 随时打给我 我带您去看医生 小周说着 就要跑去消防通道 老保安突然伸手拦住了小周 他浑浊的眼球 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周 缓缓道 深夜不要乱走啊 谁知道举头三尺的 是神还是鬼 你善缘善果 命数未尽 不要去招惹殷斯 若是尹的那位大人离开名府 那就大不妙了 银祸手心 百鬼夜行 殷斯借到 活人退避 声音若有魔力 小周感觉自己迷迷糊糊地 再睁开眼 已是回到那辆面包车里 双手扶着方向盘 怎 怎么回事 小周骤然清醒过来 回忆起刚才景象 骇然无比 那个老保安 到底是什么人 小周手脚冰凉 摸出手机 想再给老板打去一个电话 这个大楼有问题 他按下第一个数字 忽然听见不远处 喷的一声 有重物落地 吓得他把手机都丢了出去 紧接着有人喊 有人掉下来了 赶紧打120 小周下车 向骚乱的方向望过去 隐隐约约见到地面的血泊中 躺着一个熟悉身影 虽然看不清脸 可从衣着上 他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老板郎庆辉他毛发倒数 连滚带爬回到面包车 猛踩油门逃离了现场 附近路口 摆放着一位老者一项 插了三根香 老者慈眉善目 长相正如小周在大厦里 见到了老保安一模一样 面包车经过时 隐隐响起一声长叹 晚了一步 魏昆看着在黑鲨球手中 瑟瑟发抖的花裙击轨 不禁摇了摇头 最近事情太多 让他下意识忘掉了 公司里还有一只刚刚抓进来 却还没来得及入职的厉鬼 当他在业主群里看到 说创新大厦又有小偷跳楼时 第一时间便是远程监控确认 红红 莎莎 鬼镜 这三个头目老实地待在小屋里 然后再检查幼年玉面 一一也没异常 至于李志强 早上差点被361安全管家 联手扣扣管家干掉 应该没害人的本领 经过排查 他排除了是这几位作案的可能性 还是莎莎机警 他抓住了害了人之后 还想偷偷逃跑的几鬼 用十几条手臂将其甩来甩去 找到新玩具的他 玩得非常开心 等到魏坤发现他们两个时 几鬼已经奄奄一息 翻白眼吐舌头 快被沙沙活生生玩坏了 害人是厉鬼的天性 辩护律师小秘书解释道 除了李志强那种现代人变成的游魂 即便是几鬼这种诡异 也是绝对不死的 董事长 你得尽快想办法 给他安排工作了 否则早晚还会出事 他次次笑 对了对几鬼的脸蛋 然后狠狠一巴掌抽上去 把几鬼打得哀鸣连连 血泪横流 不老实的小坏蛋 小秘书平静道 可在几鬼眼中 只是A4指的他 却比莎莎更加恐怖 魏坤看着小秘书 出手教训几鬼 这个花裙剃刀女鬼 在小秘书看似轻飘飘的巴掌下 越发凄惨 劈头散发 花裙蓝褴 黑色血迹横流 周身遍布着害人可怖的伤口 然而 他的凶性却更强了 他的骨骼缝隙 伤口处 还有皮肤表面 挤出锋利带道刺的刀刃 争鸣锋利 只需要轻轻触碰 就会将人刮得血肉模糊 死 死 几鬼尖叫着 壮弱癫狂 但他无论怎样挣扎 扑击 都只能在小秘书 一次又一次的鞭挞中 嚎叫哀鸣 小秘书凭空掐着几鬼的脖子 将他高高吊起来 两者的体型差距甚大 形成的对比反差 让此情此景更诡异了 小秘书随手将鸡鬼轰飞出去 下一个刹那 顺移到鸡鬼跌落的位置 只坐的身躯 直接穿过了鸡鬼胸口 他歪头钻出来 纸张沾满鲜血 应笑道 嘻嘻嘻 真有趣 卫坤制止了小秘书 进一步的残忍施虐 停下吧 你又杀不死他 这个说话不结巴的指人小秘书 比起他磕磕绊半 只会五个字五个字蹦的妹妹 性格要恶劣得多 也更加残忍 没有人性 他明显在享受着施虐的快感 折磨这只女鬼 让他感到非常快乐 鸡鬼躲在阴影里 浑身是血 不敢出来 目光愿毒地盯着小秘书和魏坤 同时 他胸口的撕裂伤 和周身的恐怖伤口 都在快速愈合 只是几个呼吸后 皮肤恢复光洁惨白 只是花裙破破烂烂的 暂时还没有修复 魏坤沉吟 怎么安排他呢 就这样放任不管 肯定是不行的 让红红和沙沙去压制他 那也只是解一时之渴 并不长久 红红和沙沙都有各自的任务 不可能永远看管着这只脊鬼 要想个办法 将其限制住 或是困住才行 小秘书说道 董事长 你动动脑筋吗 厉鬼其实都是有弱点的 想想红红 想想鬼境 只要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他们就会暂时处于稳定的状态 不会去害人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先把小秘书牵下来 让他感受到 幸福大家庭的温暖 魏坤忽视了小秘书那怪异的称呼 牵着脊鬼的手 将他拽到身前 魏坤上次被红红投为了玉面的本体人脸后 他的鬼印章和身体素质 明显得到了极大增强 首先就体现在 对普通诡异的压制力上 脊鬼这种普通诡异 虽然煞气十足 但其体内鬼气脉络 在魏坤眼里清晰可见 想要干什么 会有怎样的行动 都在魏坤的预测之内 再加上鬼印章对鬼印的压制力 即便是对红红 甚至上嘴 至于急鬼 魏坤拿捏他 有一种欺负小姑娘的错觉 急鬼起初还想掏刀给魏坤妖子来一下 可惜他的棉北刀法并不过关 被魏坤轻易躲开 魏坤将其翻过身垫在大腿上 抬起右手 罩着屁股狠狠来了三巴掌 携带鬼印章的力量 打得他连连惨叫 这倒不是魏坤想耍流氓 而是急鬼的印章处 在背后尾锥骨附近的长墙穴 董事长先生 不得以用力拍了三下 手感还行 软软绵绵 冰冰凉凉 像是解冻的糯米瓷雪糕 就在魏坤细细回味着 指尖反馈的细腻触感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您招聘了D005号鬼员工 C级厉鬼 急鬼 高神志 生前极度极度他人 会对极度之物产生强烈攻击性的诡异 提示 因为本身特性 他与任何诡异都处于敌对关系 请妥善利用此特点 魏坤乐了 还有这种性格的厉鬼吗 小喷子是吧 下一秒 急鬼用他特别甜的小嘴 证明了他个性如此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青蛙小便一样肮脏的畜生 用刀子一点点弯开你的心 切成片未给歪嘴野狗 他眼珠漆黑地瞪着魏坤 嘶吼道 魏坤凝聚鬼印章的力量 大拇指按住中指蓄力 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 大力脑瓜崩挖的一声惨叫 C级厉鬼 在魏总面前是不存在排面的 他对比了一下弹衣的手感 感觉急鬼的手感更加清脆 如果他能老实一点就好了 像是依依那种一欺负 就嗷哭才好玩呢 魏坤拎着急鬼的后脖梗 小心躲开 他想转头咬人的动作 这只鬼的牙齿 是刀片一样锋利的锯齿 魏坤可不想用鬼口 被咬到一下也怪疼的 他来到5号直播室 幸福呼吁的各大区域中 1号到3号 是专业的大型隔音直播室 也是这家公司 目前最有价值的区域 位列东侧 远离办公区 大直播室和办公区之间 隔着4到7号 是功能各异的小直播室 各有各的用处 5号直播室有电子锁 当化妆间和更衣间不够用时 这里也能临时充当 女人更衣室的作用 二是建方的房间里 魏坤将急鬼按在了椅子上 喊来小秘书 让他取来一摞打印机的A4纸 他发现小秘书的纸 对诡异有微弱的限制效果 然后 魏坤把打印纸沾了点水 包裹在麻绳表面 做成了具有限制效果的绳索 然后他喊来依依 在依依的帮助下 一股绳附加后头 后手附的手法 将棘轨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 与西式捆绑 单纯将人固定住所不同的是 在小日子时的绑腹中 受尸者往往需要承受 来自绳索捆绑的压迫感 棘轨的花裙子 紧紧贴在身体表面 勒出他纤细妙慢的曲线 只有脖子还能勉强活动 小秘书盯着他的宝贵打印纸 冷冷道 早知道这样 我不会给你 魏坤不以为意 依依兴奋地拍红了手 老板 需要我教育他吗 你这个评的不像女人 聂力反馈的小杂种 我会把你活生生切成片 剁成肉馅 急鬼发挥着他小嘴贼天的战斗力 把依依骂得还不上嘴 气得他冲着急鬼使劲吐口水 魏坤好奇地问了下 依依为什么要吐口水 他插腰里直气壮倒 女人最讨厌被弄一点水 他肯定气得要死了 魏坤也懒得矫正这小傻子 水不是水的问题 他已经给急鬼安排好了工作内容 如果不让他忙起来 等他适应了神父 还是会偷偷挣脱逃跑 出去残害无辜路人的 老李 我让你做的虚拟形象 你做的怎么样了 魏坤通过扣扣询问道 李志强语气虚弱 显然还没从家里 被黄毛361位式闯入的难过中 缓解过来 老板 我学习了一下现在的主流二次元影响 融合了原魔 今日方舟 避避航线 少女前方 公主连杰 战单帕尼时 猫志诚等主流手游画风 我改出了一个虚拟主播的动画形象 魏坤眉毛一挑 最后一个 你是认真的 我看网络上也很火呀 年轻人们讨论的蛮多的李志强疑惑道 叮里叮里热搜前列呢 行吧 魏坤看了眼李志强做的虚拟微波形象 还算满意 白毛红桶 少女身材 薄环 腿环 白丝袜 一样不缺 深得国内二次元厂商的精髓 而且 李志强还给出了两版方案 他解释说 是经过深入研究后的结果 要让魏坤来做出决断 方案一 露肩膀加胸口 方案二 露大腿加细腰 总之 这两块区域至少要露一个 而且要大露特露 这一现象 被李志强总结为露肉二相性 还信誓旦旦地说 不兴趣看原魔角色 魏坤将动作采集设备套在一一身上 然后用把麦克风挪进太高 放在几鬼的面前 让正好能收录到她的说话上 没有猜错的话 几鬼的愿望是发泄极度 魏坤沉吟道 他不怕几鬼乱说话 这个傻姑娘 只会满嘴乱喷 不会泄露任何鬼公司的秘密 就像是 只要满足了他的口皮 他就会暂时性地安定下来 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 魏坤用公司号 给他申请了一个直播间 起名叫做 电子宠物 今天想报老头金币 虚拟V波最大的优点是 不用摄像头 只要提前做好背景画面 和主播的虚拟形象 就能直接开播了 魏坤调整好参数 稍微测试了一下 几鬼虚拟形象的可动性 他告诉依依 你负责看着点她 如果她有任何图谋不轨的动作 就立刻关闭直播 然后去找莎莎明白吗 嗯嗯 依依用力点头 小手一伸对魏坤说道 老板 请给我钱 魏坤疑惑地看着她 你要钱干什么 依依正惊道 加班要给加班费啊 天经地义 你这不算加班 而是没有完成白天工作 属于延长了正常工作时间 我没罚你钱 就已经很宽容了 是这样吗 我记得 有个叫老什么法的小册子里 不是这样说的啊 少看点对工作 没有正面意义的东西 等下班 我奖励你让李小雅 请你吃烤肉 好爷 胡弄完小傻子依依 魏坤打开了直播推流 化名为寄了喵的新虚拟主播 出现在了迪利平台的直播页面里 流量拖着疲惫的身体 终于忙完一天工作 回到家 打算看看迪利的直播 缓解白天的精神压力 找到一丝寄托和慰藉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迪利的虚拟主播 比起真人主播 虚拟主播更加具有 二次元符号特征 产生一种朦胧 又略带距离的想象美感 实际上 大家根本不关注 这层皮后面的主播 到底长什么模样 甚至不在意虚拟主播 究竟是男士女 他们只享受这片刻的狂欢 即便明白 虚拟主播 不过是把他们 当成了网络存钱罐 随时提现爆金币的工具人 看看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新主播 虚拟主播区 很内卷满足 各种XP的主播形象都有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发色 铜色 衣着 形象各异 甚至还有植物与动物 以及某些更抽象的东西 这是真人所不能做得到的 流量目光 忽略了大片 没有鲜明特点的微波 突然看到 一个令他感兴趣的 直播间标题 电子宠物 今天想爆老头金币 标题抽象浓度极高 一看就知道是乐子人主播 接了喵 流量来了兴致 更让他感兴趣的不是主播昵称 也不是直播间标题 而是主播账号所挂靠的签约公司 幸福互鱼 好像是之前平台特别火的鲨鱼台主播 那个叫红妹的 就是他们旗下艺人 他电脑里 还保存着20套红妹的本子漫画 不仅如此 他还约了个画师 说是要做一套换脸的高级3D版本 小动画 然而那画师收了定金后 就再也没上过线 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流量跟许多路人观众一样 出乎各种原因 点击到了这个直播间里 然后 开幕雷击 一个白发红桐花裙子 手里拿着迷你剃骨刀的Q版软妹 蹦蹦哒哒的说着话 红红 你说他 我见过他本人 虽然很漂亮 但是性格没那么简单 偷偷告诉你们 他那个方面的需求非常强 哪个方面 我不知道 反正不是你们这群垃圾宅男想的那样 要是有可能 谁会对你们这群死肥宅装萌妹 半可爱捏 音音音 极乐喵又说错话了 你们不会不养我了吧 不会吧 极乐喵当不成电子宠物了 老板不会这样脆弱 以后不给我刷礼物了吗 没有大航海的第一天 极乐喵要死脸 一群臭狗 再不刷礼物 我只能回家抱老头金币了 刘亮嘴角抽了抽 他才进直播间 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 令他震惊的是 直播间观众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像是一群魔证人般 跟主播互动了起来 主播有点抽象啊 原来这就是V播吗 要不是知道他是红红同事 我早就跑路了 还真有老板刷礼物的 刘亮本想点X离开 可听记了喵说了某句话后 反而不想走了 不因为别的 就是单纯因为这个新人小主播 嘴上完全没有把门的 拼命爆料关于红妹的小秘密 谁让红红 就是当前网络中 最神秘的新人王吗 关于他的各种资料 大家所知甚少 今天终于有了他同公司的同事 透无遮拦的大爆奇料 而且还蛮毒蛇 对谁都不客气的模样 两者结合 一下子就吸引到了大量观众 驻足观看 主播能点评价一下四字明星吗 我的评价是 他长得好不好看 跟自己没关系 纯粹是爹妈干得漂亮 我真想替哥哥 一刀把那些极度鬼杀光光 说藏话了 音音音 我还能当你们的电子宠物吗 主播能点评一下 某某贪弯吗 贪污其实算职业病 应该尽早纳入医保 对于这类患者 我的建议是 免费冰锥疗法 主播主播 最近环保少女 重提环保的议题 批评我国刑事主义作风 你怎么看 没有刑事主义啊 我建议先成立小组 严厉打击祖坟冒清烟等非法排放 告诉环保少女 明天就挖了他家祖坟 以锦校游 等等 你说他是锅儿 所以没有祖坟 刘亮看到这就没绷住 乐得像是一条蛆 在凳子里滚来滚去 这主播真的是好毒蛇啊 什么都敢说 像是一肚子气 没地方发泄一样 哪里来的搞笑妹妹 过瘾 真过瘾 刘亮眼睛深处 闪过一丝黑气 那是一种叫做 极度的情绪被点燃 然后得到了释放 他顺手点了个关注 同时打赏了30块钱的小礼物 与此同时 在幸福护语的某直播室里 依依震惊地看着 正破口大骂 喷天喷地的几鬼 魏坤原本准备好的稿子 只用上了不到十分之一 剩下的全是这只厉鬼 在自由发挥 几鬼不亏是高神志的稀有厉鬼 没有人比他更懂直播 在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然后吸收到了观众带来的人气后 他彻底放弃了 从神父里挣扎出来的念头 竟是开始享受 被绑着直播的快感 魏坤满头问号 他本以为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进入状态 得再对这只不听话的厉鬼 进行简单培训工作 谁承想 他进入工作状态 真的是太快太快了 他就是想喷人 乃至于 这欲望胜过了想杀人 极度最好的宣泄渠道 不是暴力 而是语言 几鬼什么都极度 他看不得任何好 尤其对公司大姐大红红 表面上不敢表现不满 内心实际上积压了大量愤慨 虚拟微波 应该是国语互联网包容性 最强的直播领域 年轻人也早就厌俊了 某些传统卖肉的死板形式 更欣赏这种 敢玩抽象的稀有女主播 真有无师自通的天才 魏坤从未感受到这般轻松 红红 沙沙和鬼进 都让他费尽心思 煞费苦心 才走上了正常直播的道路 几鬼第一天 就进入到了百分之百的工作状态 只能说 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过了一会 依依哭着跑来 抱住魏坤大腿 吉阿姨骂我是苹果平板电脑 说我这样的找老头 都要被收百分之三十的苹果水 魏坤嘴角一抽 他说道 你没事呢 就不要去招惹他了 他现在被绑着 脾气很坏 见到村头的狗 都要嗶嗶两句 依依更委屈了 他还说 李嘉诚从我身上学的公摊 骂我是指挥卖骚的 共享小浪蹄子 魏坤惊了 这就是高神智的鬼吗 骂人都不带脏子 这是什么学习速度 他好像懂得 比正常人还要多难道 他在人间游荡的时间 主要是天天看新闻看直播 实际上在思索社会民情 国家大事 杀人只是副业 魏坤认真思考了一下 这种诡异 真该扔到微博 豆瓣酱和小绿书 跟那些魔证人兑现去 击鬼的试播 只有一个小时 靠着蹭红热度 外加嘴上没有把门的 很快就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 当日直播人气峰值 竟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六万 这在低位平台的新人主播里 已经算得上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了 直播收益倒是不多 但足以证明它的潜力 很快就能在低位平台站稳 给幸福忽于又开辟了一条 古怪又充满前景的新赛道 击鬼的愿望得到了极大满足 获得天赋共情 对你的恨意更加强烈了 共情 可以用声音和画面 来影响人类的神智 激发他们的本能情绪 甚至影响 入侵 操纵他们的思维 从而产生非常强大的催眠效果 是高神志诡异特有的天赋技能 魏坤恍然大悟 怪不得 原来不只是引流和毒蛇 分明就是这只鬼 在努力用他的诡异特性 吸收人气 所谓夸张谈吐 不过是鬼话连篇 用来吸引人类的方法 击鬼的潜力 还有待开发 这是魏坤掌握的 最特殊的鬼员工之一 而他高神志的特点 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处 无论怎样 好在通过直播的方式 让击鬼安稳了下来 不会去外面制造混乱了 魏坤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到了午夜档 依依和红红先后开播 魏坤又贡献了50毫升血液 吸引红红 让红红小小的露了半张脸 再次于鲨鱼台 引起小规模轰动 原本就1500搭败了的人气 有了像1600万 甚至更高冲刺的趋势 依依的鬼魅效果也非常惊人 再次抓到1900个存钱罐 让鬼公司的鬼气来源越来越多 天色逐渐明亮 当阳光从地平线尽头照射而来 鬼公司恢复到平静 红红和沙沙陷入沉睡 鬼镜照应着红红的身影 漠不作声 只有魏坤明白 真正困难的还在天亮后 那些活人带来的麻烦势力 清晨第一通电话 印证了魏坤的猜测 是石浩聪 魏老板 选决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不是崔哈 还有两天时间 我就是想问问 石浩聪停顿片刻 犹豫着问道 昨晚我听你旗下 有个叫寂了喵的主播说 红红嫌弃你甚不好 所以才拒绝出境 是真的吗 魏坤差点没一口 豆浆呛死 那几鬼到底都口哈了什么 造谣 魏坤坚决道 石浩聪恍然大悟 道 那就是说 你跟东野田的事 是真的咯 正好我这 有个剪裁里的活 情侣主题的 我不想去 要不你帮我个忙 啊 魏坤发誓 他挂断电话 一定要查查 昨晚几鬼都说了什么 石浩聪以为魏坤答应了下来 接着说道 城东区的那个恐怖乐园 距离大荒影市城挺近的 我等下把地址发给你哈 石浩聪是个庙人 擅长合理地安排人机往来 能不自己动手的活 就绝对不会自己做 这才结束和魏坤的通话 他立刻给恐怖乐园的小陈 打去电话 说是请了个公司大老板 等下会带着旗下的美女艺人 去参加他们开业里的剪彩 来帮着称一称场面 陈瑜感激道 石叔说 太感谢了 我正愁这事呢 一听是恐怖主题的密室逃脱 找了几家艺人公司 都不愿意接单子 说什么不吉利 你先别急着谢我 我有任务要给你 石浩聪慢悠悠道 等那位魏老板到了你的地盘 你且帮我多观察 他带的是谁 关系如何 漂亮不漂亮 上到积累了 哎 这怎么观察啊 笨啊 恐怖主题 找个理由让他们体验内容 稍微下一下 看动作不就一清二楚了 石浩聪重申道 这是正事 别不放在心上 我跟这位魏老板 在谈一笔三亿投资的大项目 可他的态度 让我有点捉摸不清 女主角的事情一直在迟疑 我想找到原因所在 最好的资源 不肯给到最合适的人选 那肯定是有他的打算 或者说是 另有他清新的重要之人 还有两天时间 我就回帝都了 女主角的是倘若不敲定 我放不下这个心 你必须帮我 试探出来魏老板的真心思 挂断电话 石浩聪看着墙壁上 挂满了幸福 护于各个重要角色的大头照 然后用思维导图和人际关系 连成一片复杂交错的网络 而照片墙最中央的位置 只有一个嘴角含笑 不见面貌的绝美身影 下方用好看的字体 标记着女主角二字 正是幸福护于的当家头牌 红红 只有他才能撑得起这部戏 他面露一丝欣赏 难难道 真是天生地化的造物 老天爷赏饭吃啊 我必须想办法让他加入剧组 否则其他任何筹备 都将失去意义 他是完美的 另一边 城东区大荒影市城不远处 云海商业步行街 陈宇让员工们紧锣密鼓地 准备着开业典礼 现在密室逃脱的生意不好做 要是不能一炮打响名声 在行业里站稳脚跟 等口碑慢慢发酵 想用酒香不怕巷子身战略的话 买卖十有八九 是看不到翻身那一天的 检查一下废校的机关 尤其是触发式结构 绝对不能出现 锐利器械伤人的情况 明白吗 又是谁进静迷宫没戴手套啊 这大汉手的印子 给我擦干净了 你说进迷宫看到女游客了 不可能啊 小吴去检查监控 看看有没有人偷跑进去 卧槽 中午盒饭没吃饱 谁他妈偷吃贡品的那玩意 虽然是食用胶 但你吃了观众还看什么 这边忙得手忙脚乱 陈宇正在搬东西 突然又接到电话 你们这里是刚开业的鬼屋队吗 电话那头客气地问道 陈宇迟疑道 嗯 确切地说 我们是密室逃脱 但是也有鬼的元素 可以跟你们谈个合作吗 什么样的合作呢 我们这边是殡仪馆 可以长期提供不仅道具和鬼 陈宇毫不犹豫地 按下挂断按钮 他不想跟这种精神病打交道 又重新检查了一遍 各个设施的可动性和安全性 他派去发传单的员工 也折返回来了 并且带回来几个 跃跃欲试的顾客 等剪彩完毕 我们就开放项目 今天所有项目 全长三折体验价 充值会员卡的话 最低一折惊报价 陈宇耐心地给顾客们 讲解着 密室逃脱的收费细则 顾客们频频点头 他们简单参观了一下场馆边缘 对摆设和气氛都非常满意 就在这时 电梯门打开 走出一男一女的身形 顿时被陈宇认出来 正是石浩聪跟他提及的魏老板 按照石浩聪的说法 魏老板旗下的新人主播 才入行一个月 就被他一手推到了 将近两千万人气的高度 主播身价暴涨到了 数千万软媚币 而这还是魏老板收着镜 甚至没让该主播完全露脸 就直接秒杀了众多铜层 从中 足以见其眼界 手腕与能量 此话听得陈宇为之神望 深深感到佩服 所以 看到魏坤带着人赶到时 不敢怠慢 快步走上前去迎接 他先是对魏坤的年轻程度 小小惊讶 随后看向魏坤带来的女伴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不仅是石浩聪的提前叮嘱 更是这女伴的颜值 实在太过出众了 紫毛狐狸脸 美人至妖儿不厌 身材高挑 微微带着肉感 有一种既纤细 又丰满的矛盾之美 他轻轻 挽着魏坤的胳膊 一步一驱 围观路人羡慕地看着魏坤 尤其是带着女友的男性同胞 目光不禁看得直了 非得让女友狠狠地掐了一把 才呲牙咧嘴地收回目光 略带酸意地 瞥了眼他身旁的魏坤 又一个有点破钱的X二代 白虾一朵鲜花了 男人们心里酸溜溜地嘀咕着 冬夜田对那些想看 又不敢看自己的家伙们 暗暗感到好笑 他抬头看向魏坤 发现他对场馆的目光 充满了好奇 冬夜田不由地眼嘴轻声笑道 老板 平时该不会没人陪你逛街吧 瞧你那对什么 都感兴趣的模样 怎么像是第一次出门啊 魏坤一点都不尴尬 他理直气壮 嘴硬道 白天没时间 晚上没精力 没人陪怎么了 自己玩更自由 冬夜田盯着脚尖 脸颊微红 小声说道 我就不喜欢一个人待着 尤其是最近 总是想找个人陪陪自己 魏坤没留意 冬夜田的自言自语 他跟陈宇打了个招呼 寒暄过后 被带到临时搭建的开业现场 落座 等待着开业及时地到来卡擦 魏坤挽着冬夜田 和其他陈宇请来的嘉宾一起 拍了张合照 全是俊男美女 衣着光鲜 看着都很唬人 等到其他嘉宾听陈宇介绍说 魏坤是本地一家 网络娱乐公司的老板时 他们看向魏坤的目光 截然不同了 帅气小伙子 腼腆地跟魏坤自我介绍 是天水省艺术学院的毕业生 表达了仰慕和崇拜后 他们小心翼翼地跟魏坤打听着 有没有适合毕业生的工作 小美女们则要大胆地多 握手时偷偷勾了勾魏坤的手心 笑意盈盈 眼波流转 表面上的矜持闲静 完全瞧不出 他们小动作的大胆 东野田像是一只互毒的母猫 谨慎地盯着每一个来人 死死将魏坤护在身后 魏坤这才发现 东野田情绪上的古怪 前几天 说要准备选拒工作时 东野田的情绪 就明显比往常要低落 本事独来独往的他 也变得喜欢近人 总是去李小雅和依依的办公室 凑热闹 李小雅私下跟魏坤 反映了东野田的情况 但那时候 魏坤正在忙鬼事部的事 就没放在心上 东野田自己没注意 他挽着魏坤胳膊的手 是多么用力 他只是突然有点忽视 死 魏坤没想到 这娇小的身体里 竟然能爆发出这等怪力 抓得他微微吃痛 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东野田耳烧一红 轻轻松开了魏坤 小声道歉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他看到抓过的地方 甚至微微渗出了血 刺目仙红 让东野田不禁满腔歉意 情急之下 他竟是扶起魏坤的胳膊 俯身 埋头含住了那出血的伤口处 轻轻地舔了一下 宽厚的舌尖 轻触伤口 魏坤顿时有一种触电般的麻痒 庞佛有股电流 顷刻间游走遍了全身 他急忙把胳膊抽出来 一脸惊异地看着东野田 东野田立刻意识到 他刚刚的举动 是多么荒唐又失态 呀 我就是 就是想让你伤口好得快一点 东野田脸红成了大苹果 语速极快 极力解释道 可周围人奇异的目光 显然是不相信的 他的段位真的是好高啊 我要是男生 肯定已经文献了 陈渝忍不住冲着魏坤 竖起一根大拇指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剪彩 然后嘉宾和第一批顾客体验一下项目 最后再拍个照 我抽空让人做成视频发到网上 开业一试就算 OK 魏坤盯着东野田 满脸狐疑 不对劲 这妹子 今天绝对不对劲 她浑身散发着强烈的性吸塑 让魏坤没来由地想起了老家的那只叫春小母猫 难道真是寂寞了 魏坤没关紧锁 沉思着 在考虑要不要让东野田替李小雅 试试诡尽的配音特训 只有让员工高兴 他们才会努力工作 满足员工需求这一块 魏董向来不会吝啬 东野田却是绝对不会跟魏坤讲实情 最近正是白井压的繁殖期 他吐着温热的气息 红着脸 身体扭捏 装成了鸵鸟 陈宇将剪刀递给魏坤 让他剪断红布 咔嚓 红布条落地 现场哗啦啦响起掌声 魏坤也跟着鼓掌 等请来的嘉宾三三两两的 准备进行下一环节 体验项目拍照留念时 他用手机给石浩聪发去短信 告诉他剪彩完事了 有时间出来聊聊女角色选角的细节 石浩聪和他约定 明天在幸福互余见面 到时候 他会带着市境团队一起过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魏坤喊住陈宇 说道 陈宇愣了下 想起石浩聪的吩咐 也带了点看热闹的心思 他笑着对魏坤解释说 魏老板 开业活动还差个环节 你知道我们是面对 年轻人的娱乐项目吗 到时候要做成 有头有尾的视频做宣传 您要是不介意 能否以嘉宾的身份 挑个项目体验一下 他用你懂得的表情挑了挑眉 道 很刺激的哦 女生没人陪着都不敢玩的 机构评测 恐怖指数五颗星 瞄了眼手表 按照日程表 还有一个小时的空余时间 他表情淡定 看向冬夜田 冬夜田如梦初醒 明显刚刚走神了 他也是不管发生了什么 只是用力点头 连连说好 当他听陈宇讲 要体验恐怖密室逃脱的项目时 冬夜田没有像寻常女生那样 露出惶恐和惧惧不安的表情 而是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 陈宇看着这二位 像是来逛公园的轻松表情 静怡中又带了点不愤 他不知道的是 魏坤早已被红红锻炼得金身金百战了 压榨过的诡异只手快数不过来 至于冬夜田 根本就不是人类 那是赶去诚信商行偷东西的主 亲眼见过玉面搞出来的残暴艺术场面 又怎么会怕这种人造的惊悚项目 最刺激的是哪个 冬夜田好奇道 陈宇咬着牙 有种被挑衅了的愤慨 大声道 静迷宫 我们的王牌项目 静迷宫清场 让这两位嘉宾给大家做个表率 总共用时25到45分钟 工作人员会立刻中断系统 然后第一时间找到你们 陈宇拍着手 示意大家给魏坤和冬夜田 让出一条道来 包场 有体验过静迷宫的员工 变了脸色 低声道 那种大型密室逃脱 人越少越吓人 我是不敢只有两个人玩的 魏坤倒是有心 对比所谓静迷宫和公司 哪个更吓人 同时 他也是想带着冬夜田散散心 让这姑娘不要胡思乱想 遇到什么都想舔两口了 两人领着身份牌和报警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走进了静迷宫的入口 咣当 大门被故意用力关上 然后发出明显的上锁声 这样做是为了给游客 增加心理压力 从而提升无法远路返回的恐惧感 静迷宫 顾名思义是一片充满镜子的迷宫 魏坤看着镜子上 故意涂抹的血迹 用手碰了碰 道 假的 冬夜田却故意抱着魏坤胳膊 惊呼连连 好可怕 这个好吓人啊 老板 你离我近一点吗 魏坤有点后悔了 他想玩项目 但不想带一只恨不得挂在身上的树袋熊玩项目 这树袋 熊小手很不老实 借着灯光昏暗看不清楚 故意乱摸 越来越过分了 两个人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逐渐来到静迷宫的深处 镜面结构的墙壁 让人难以分辨方向 哈 冬夜田冲着魏坤耳朵吐气 温热的气流 骚得他耳朵发样 魏坤刚想将他推得远些 却突然撞见了 冬夜田迷离的淡紫色毛子 他意识似乎有些涣散 竟是突然不管不顾 扑进魏坤胸口 死死抱住了他 然后一口咬住了魏坤的下嘴唇 你疯了 魏坤下意识想发动时间回朔 忍住冲动 用力推开冬夜田 他捂着鲜血淋漓的嘴巴 震惊地看着他 冬夜田舔噬着嘴角血迹 紫色毛子 微微露出癫狂 好甜 他低声喃喃道 双眼更加痴迷 扑向魏坤 魏坤怕伤到冬夜田 借着力道本想躲闪 却一不小心 大意地被直接扑倒在地 冬夜田跪坐在魏坤的胸口上 居高临下地凝望着他 捧起魏坤脸颊 俯身咬了下去 出事了 魏坤发现冬夜田目光恍然无神 完全不是正常的状态 他捏紧右手 张开鬼印章 时间回收的前一瞬 他只感觉嘴巴里 钻进来一条疯狂的软雾 差点顺着喉咙往胃部冲刺 景色破碎 鬼口吞噬 然后万物恢复 时间回到了十秒前 哦 那股被钻进来的恶心感 挥之不去 魏坤忍住肝偶的欲望 先发致人 一把按住正试图扑来的冬夜田 冬夜田此时已是双目迷离的状态 他眼中只有魏坤 竟是不管不顾 像是条蛇斑缠了过来 魏坤怕控制不好力量 伤害冬夜田 他更警惕着 近迷宫里悄然出现的诡异气息 那股气息太过隐蔽 要不是冬夜田突然发狂 他根本没留意到 空气中弥漫的深黑色雾气 你是我的 镜子照应着冬夜田的身影 他满脸红晕 迷离的神色 让他本就魅惑的模样 更加诱人 魏坤根本没心思欣赏 他一个过肩摔 将冬夜田摔在地上 然后用左手捂住他的嘴巴 制止他进一步的疯狂行为 谨慎地观察周围 只有层层镜面组成的 无尽迷宫 反射着无数个 他与冬夜田的倒影 一直到看不清的 黑暗深邃之处 哒哒 这时魏坤敏锐的听觉 逐渐捕捉到一个 忽远忽近的声音 正在近迷宫中徘徊 他猛然转身 向着声音来源看去 在那镜子的左下角 赫然看到一双 红色绣花鞋 正悬空着 宛若其主人被外力吊起 那绝对不是人类的倒影 魏坤瞳孔收缩 低声喝道 果然是有东西在作怪 他刚拎起冬夜田 触不及防 几根手指被他咬住 含在嘴里 发出小狗般呜呜的声音 顾不得疼痛 魏坤刚想将手抽出来 突然听到 冬夜田模糊不清的低难 新娘 有个新娘在控制我 快离开这 魏坤摸着冬夜田的额头 顿感滚烫 他体温高的惊人 意识可见的逐渐模糊 快要扛不住了 是影响神志类的诡异 魏坤眯起眼睛 谨慎地看向四周 右手的鬼印章告诉他 那个绣花鞋的主人 并没有远去 依旧在阴影中徘徊 他飞快地扫了眼手机 信号还有一格 只受到了部分影响 他边观察 边拨通了陈宇的电话 通话质量极差 依旧可以听得清楚 说话内容 你看看监控录像 有没有什么异常 魏坤语速飞快 严肃问道 陈宇被问得一愣 他这才发现 监控录像 不知什么时候卡住了 画面停止在了魏坤语 东野田进入静迷宫的时刻 喷喷喷 他拍了拍屏幕 疑惑道 好像坏掉了 魏哥 你那边是遇到问题了吗 魏坤瞄了眼 还在扭来扭去的东野田 按道他的形象 算是保住了 既然监控是失效的 魏坤刚想吩咐陈宇 看着点出入口的动向 电话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叫声 庞扶有女人 用最尖锐的嗓音 对着话筒嘶吼 吃 他关掉电话 再次看向镜面 由于镜子之间 呈现一定角度堆叠 因此 光线会经过多次折射 照应出多层空间模样的景象 让人难以辨别方向 空气越来越冷 镜面开始凝结冰霜 逐渐变白 魏坤暗暗留意着可疑的光影 余光微动 左前方有红色身影 一闪而过 魏坤猛地吸了一口气 整个人若猛虎扑地 反踏而出 以肩膀连连撞碎了四五面镜子 然后用右手的鬼印章 对着那红色身影出现的地方 用尽全身力气 轰然拍去 鬼印章对鬼异 拥有极强的压制效果 只要能命中 稍微弱一些的鬼异 就会被当场震得七昏八素 卡擦 玻璃碎响 魏坤缓缓收回手掌 并拢五指 滴滴鲜血 从手指缝隙中滑落 就差半步 那鬼异动作很快很快 他深深地望了一眼 破碎的镜面 破碎的花纹 隐隐像是曾经有一个人的身影 藏在镜子里 正当他回身 要去找冬夜甜食 后脖梗畜 传来一阵森然的凉意 庞佛有什么毛发 轻轻拂过脖子表面 激起大片的鸡皮疙瘩 魏坤心头骇然 下意识骤然转身 结果迎面撞见了一个 惨白色的人脸 正倒挂在天花板上 似笑非笑地注视着他 操 他惊得浑身汗毛树立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那红色身影的强烈恶意 犹若实质 庞佛下一秒就会杀了自己 让魏坤如此惊骇到失色的 并非是这诡异的突然出现 而是他的模样 红红 魏坤像是见了鬼一样 不对 就是见了鬼似的 盯着那倒挂的身影 震惊万分 这熟悉的见面方式 使得他当场回忆起了 幸福护于那晚的初遇 也是这般倒着来了的脸碰脸 要说哪里不同 这一次没有老痰酸菜 金针菇也没有陈年老去了 不对 不是他 魏坤盯着那红色身影 立刻意识到 两者的不同之处 这张脸虽然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美得不像真人 但眼前这个红红 气质更清冷 更诡异 并且眼睛不是紫色 而是深红色 他盯着魏坤 僵硬的肌肉 带动嘴角 露出一个死板又怪异的死人笑容 那张绝美的脸 越发诡异 让人产生发疯的幻觉 魏坤没敢轻举妄动 他能感觉到 这只红红的煞气 要远胜于寻常诡异 浩若烟海 赫然是一方鬼王 两者对峙着 气氛越来越紧张 魏坤感觉脖梗 关节等四肢连接处 正微微往外伸着血 庞佛有一种无形力量 正在侵蚀着自己的身体 只要他敢轻举妄动 那力量就会瞬间将他撕碎 但那力量 停了下来 是丁望 完全相同的限制方式 魏坤扣着右手 随时准备用鬼印章时间回朔 心脏砰砰地跳动 他死死盯着红红 目光不敢偏离 更不敢去看他身红色的眼眸 余光看着他 那身古代新娘装 还有那双红色的绣花鞋 砰 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魏坤额头微微渗出冷汗 他肌肉高度紧绷 都快要僵住了 他很久没有如此清晰地 感觉到死亡危险 红红是时间回朔 并不能有效解决的诡异 攻击无视物理距离 而且一旦触发攻击模式 就会不死不休 无视物理距离 不停地袭杀目标 直到目标死亡 除非 而这时 一阵脚步声响起 外面 陈宇担心魏坤的安危 带员工进入到静迷宫 他们通过员工通道 直奔静迷宫的核心区 核心区是一片没有镜子的高台 能够将静迷宫一览无遗 才走到一半 陈宇就撞见了魏坤 他远远地看着满地玻璃碎片 然后又看了看魏坤脑袋 嘴巴鲜血横流的凄惨模样 顿时梦了 喂 魏老板 魏坤没理会陈宇 望着那红红消失的黑暗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第二个 新娘 东野田悠悠转醒 他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个梦 一个不太健康的梦 他听到有人在哭 循着声音看去 是陈宇快急地哭了 哥 你别这样 哥 赶快打120啊 人都撞傻了 没反应了 救护车来了 把魏坤和东野田拉走 陈宇哆哆嗦嗦地点了根烟 脸上还留着惊魂未定的后怕 他给石浩聪打去电话 逗 电话接通 石浩聪先开枪问道 魏老板人怎么样 跟他女伴完得开心吗 能确定他们两个的关系吗 陈宇吐出半口烟 沉声道 人没劲了 都出血了 女的晕过去了 关系应该不错 脸上都能看见牙印 刚送去医院 每个磁信息量都挺大 连起来更大 石浩聪瞪圆了眼睛 犹豫片刻 试探着问道 小陈 你那啥时候改进去酒店了 不是密室逃脱吗 密室逃脱 泽泽 魏董真是狠人啊 陈宇常常叹了一口气 道 我那进迷宫 有三分之一被他干穿了 石浩聪越来越听不懂了 他疑惑道 不是才三分之一吗 胆子大的游客 应该挺容易做到的吧 胆子大不大 我不知道 脾气应该挺大 这位魏老板 特喵地走的是直线啊 卧槽 怪不得 你说去医院了 石浩聪备受震撼 挂断电话时 脑子里还在想玩迷宫走直线的 到底是哪种狠人 旋风冲风龙卷风吗 他沉思道 看来千万不能跟着魏老板来应的 这性格 真他妈带劲 魏总进医院的事 立刻传遍了幸福护语 保安说 魏老板跟女员工开车 出车祸撞出血了 前台妹妹说 魏总被女员工开车 撞出血了 八卦的女职员说 魏总开车 给女员工撞得大出血了 等最后 传到李小雅 下延他们耳朵里时 就变成了魏总给女员工弄出血了 李小雅哼声道 我就知道 一一疑惑 你知道什么 知道老板是禽兽 不 我就知道 东野田是个厨 等魏坤顶着满头绷带回到公司时 他们才知道事情真相 不是传的那回事 他一声不吭 走进董事长办公室 大家只能围在东野田跟前 问起事情原委 东野田摸头傻笑 我忘了 李小雅突然出声问道 今晚还用去你家陪你吗 东野田还是呆呆的模样 下意识说道 不用了 李小雅露出了然表情 撇嘴冷哼 昨天还说自己空虚寂寞了 要好姐姐陪你 怎么和老板出去玩了一圈 就不空虚了 被狠狠灌满了是吧 东野田听明白李小雅在内涵 恼羞成怒 顿时与她闹成一团 直到最后 李小雅连连求饶才罢休 还是夏妍制止了两个妹子 枕头大战的进一步升级 明天就是试镜了 你们起码准备准备啊 要是被公司的新人 把角色抢去了 到时候丢人的可不是我 夏妍说的新人 指的是公司最近公开招聘 招的三位新人女主播 三位女新人才刚到公司一两天 和许多公司职员还没打过照面 想到那种可能 李小雅用力握了握拳 跑回办公室去练习演技去了 魏坤没关紧锁 将她在静迷宫遇到的红红 告诉了小秘书 小秘书也表现得很吃惊 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鬼市部部长 每一样权柄都是唯一的 董事长 会不会是你认错了 魏坤想起那张脸 还有那熟悉的攻击模式和丁望 摇了摇头 斩钉截铁道 不可能认错 除了眼睛颜色外 和红红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 她似乎还会影响神志 东野田的思维就被她控制了 小秘书挠了挠下巴 沉硬道 是魔旁吗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跳到魏坤脖子上 小声在魏坤耳边一阵雨 魏坤震惊地看向小秘书 还有这种可能 小秘书用力点着头 说道 听你的描述 我非常怀疑是 她顿了顿 鬼镜的另一面 出现了 是鬼镜 魏坤豁然醒悟 鬼公司发展至今 她一直忽略了某位成员 或者说是002号老员工 昏镜的存在 她太低调了 低调到 让人难以注意到 其存在感 如果一定要在鬼公司 找到智力担当 首先排除红红和沙莎 那么便是小指人 急鬼和鬼镜 必然在他们三个之中 选出优胜者 这副刻意低调的姿态 以及老色批的鬼舍 很难让知晓她的人 产生警惕心 要知道 这可是只有红红亲自出手 才能震得住的特殊诡异 即便是沙沙 在她面前 都讨不到什么好处 即便严重受损 也有C级的诡异强度 按照这个等级梯度推断 完整的鬼镜 至少是B级诡异 甚至是A级 也并非完全没可能 幸福互于 头牌级别的诡异嘛 红红 玉面 再加上曾经的婚镜 这就是三只 A级诡异了 也不对 后两者都是青春版 全是被红红亲手撕碎了 魏坤通过简单对比 再次从侧面证明了 红衣女士的可怕程度 这位公司头牌 镇压A级诡异 都像是喝水一样 轻松惬意 出手便是天地变色 十里红装 不行 这玩意 怎么拿出去拍戏啊 什么网剧 拍出来 那就是01版的2012 魏坤毅然决然 想暂时搁浅 红红的网剧计划 既然直播给的人气 还能暂时满足红红胃口 那就没必要再冒着风险 去参加什么网剧拍摄了 他来到01号直播室 盯着那鬼镜看了好一会 直到鬼镜里的魏坤 突然对着他笑了一下 魏坤被吓了一跳 他思索 然后以谈判的口吻 对鬼镜说道 我发现了另一块镜子的线索 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 我可以帮你把它找出来 鬼镜沉默着 就当魏坤即将失去耐心 准备离开 镜面上忽然浮现出一行写字 我可以帮你找到它 但是 我有两个条件 魏坤不怕他提条件 就怕鬼镜装聋作哑 第二个红红的事 要是不尽快解决 如梗在喉 睡觉都不踏实 你说 我考虑考虑 魏坤抱着手臂 静静盯着鬼镜 鬼镜的镜面上 继续浮现血字 字体捐利 似大家闺秀之作 一 把吕轩交给我 二 帮助红衣登神街 两个要求都出乎魏坤的意料 他皱眉道 你要吕轩做什么 一个普通女孩子而已 如果你想伤害她 我是绝无可能答应你的 魏坤停顿片刻 接着说道 至于帮助红衣登神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小秘书也看到了鬼镜说的话 露出恶然表情 他低头沉思了一会 飘到魏坤旁边 小声道 我早就告诉过你 他是很坏很坏的家伙 竟然还想图谋登神街的事情 什么是登神街 魏坤追问道 小秘书叹气 那些寺庙里供奉的精怪 鬼神 接受凡人敬仰崇拜 几年累月之后 便能集香火成神 约阴神 约鬼仙 这便是灯神长街 又叫灯神街 他指着鬼镜说道 这个破镜子 不过是贪图登神街的捷径 想要借着别的 鬼异症阴神的机缘 利用他魔旁的特性 蹭个假神位 而阴神 就是鬼异中的鬼异 不可理解 难以名状 凡人观测即是疯狂 按照等级划分的话 便是S级鬼异 在鬼公司拥有 董事席位的恐怖存在 小秘书嘀咕着 我可不想 脑袋上又多出来一个 指手画脚的 魏坤被勾起了好奇心 既然鬼镜提出要求 那么他 显然是有对应的办法咯 很简单啊 小秘书 探着小剑手说道 你想想古代灯神街 还要捏泥塑 日夜香火供奉 形象少有差池 就会前功尽弃 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想得到供奉 只需要一张图片就好了 百分百不会出错 而即信仰灯神街 除了万千信仰外 只需要得到 凡人供奉的官衔就行了 官衔 类似于 官二爷五圣的称呼 就是凡人公认的 具有公信力和普遍意义的 称呼或成就 魏坤琢磨着小秘书 提到的字眼 猛然一愣 自发道 你说的不就是颁奖 嗯 好像差不多 小秘书歪头道 都是公众认可 被凡人崇拜 具有公信力和偶像特征 代表人类社会地位的称呼 这么一说 颁奖好像真的可以爱 金马影后红红 还是奥斯玛最佳女演员 红小姐 呲呲呲 好好笑 她无嘴笑个不停 但在魏坤看来 这看似匪夷所思的是 对比古代信仰成神的方法 好像还真有一点相似之处啊 让女鬼拍电视剧拍电影 然后评讲拿影后 还有什么比这更扯淡的事情吗 魏坤猛摇头 那场面太惊悚了 然而 鬼进接下来的话 惊悚程度不下于魏坤的想象场景 我要屡学 是为了找到另一面婚境 让红衣登神街 是因为你快控制不住她了 如果她失控 我会是第一个目标 你就是下一个 鬼进终于吐露实情 魏坤看着红衣 日夜抱着鬼进睡觉的模样 确实有几分可信度 小秘书随后补充说道 静静没骗人 她也害怕她 鬼是不不着 想要当董事 似乎是为了印证 鬼进和小秘书的话 此时还是正午交扬 红衣从无脸哭泣的姿势 逐渐放下双手 露出了那双标志性的紫色毛子 静静地注视着魏坤 嘴角微微上扬 魏坤被看得头皮一阵发麻 找到黑纱球 让他给红衣打去鬼气 两万 三万 六万 直到把这段时间积攒的十二万鬼钱 消耗了整整一半 才让红衣再次眯上眼睛 不再行动 魏坤站着小秘书 离开一号直播室 他将小秘书扔在办公桌上 冷冷道 说实话吧 我知道你刚才在拍红红马屁 小秘书舒展开身子 他见魏坤戳破了想法 心虚地黑黑笑了笑 说道 人家是部长 我连秘书长都不是 拍马屁不是很正常吗 静静真的没骗你 他确实想蹭神位 但是 如果董事长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红衣 贪婪失控的问题 让他登神街 确实是个绝佳办法 因为董事席对鬼异的限制力 远比任何形式的力量都要强大 董事长对董事拥有无上权威 那才是鬼公司的终极编制 也是鬼异们真正梦寐以求的东西 魏坤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任何一家企业 永远不缺少内卷王 和想象上爬的积极分子 这时 夏妍急匆匆敲响了魏坤的办公室门 得到答复后 焦急地推门而入 说道 魏董 你看这条消息 他将平板电脑递给魏坤 幸福呼吁一人红红 疑似夜不归宿 作风淫乱 网剧女主角花落别家 魏坤差点被口水呛死 他妈的想死别带上我 他拍桌怒骂道 谁脑子昏掉了 买假新闻搞我们 我不弄死他 好像不是假新闻 夏妍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真有人拍到了红红 在某些敏感场合出现的照片 魏坤脑子冒了的大问号 根据鬼境的委屈投诉 红红恨不得钻到镜子里 跟他玩贴贴 鬼前也是 按时发放 怎么会到处乱跑呢 随后他猛地想起来 还有个理鬼 先处理这黑料的事 哪一家踩的我们 想要干什么 魏坤没关警索 夏妍拿出一份调查报告 是天堂传媒 他们想跟我们在这件事上打了一台 目标指指女主角的位置 或者说 他们想把我们从这项目里 赶出去魏坤特想查查皇帝 问问大仙 这天堂传媒 是不是命中与他相克 各走各的路不好吗 魏坤越想越气 他养活这一大家子的鬼容易吗 一个个天天要死要活 还总是对董事长的鲜活肉体 图谋不轨 他压力大啊 为了直播 他不得不每天摆弄那两条大长腿 抛开手感不弹 光是挑选丝袜种类 穿什么款式 穿多少 要不要抠几个破洞 全都要魏坤亲力亲为 名思苦想 上下其手 工资稍微交得慢了点 哪怕只少了一小缕鬼气 都会被红红姑娘 狠狠咬上一大口才能解气 魏坤感觉他的脖子 都快成了打卡圣地了 连唇形带牙印 那都是他拖欠部长大人工资的罪证 谁能扛得住 早上正迷瞪着呢 突然就有个红色身影扑到身上 两条大长腿骑着你 先先玉手掐着脖子 俯身对着颈动迈上去就是一口 反正魏坤是有点吃不消 即便有时间回溯 但与其用这能力 口吐鲜血 还不如任由其下嘴 再等伤口愈合了 下眼见老板脸色殷勤不定 还以为是为天堂传媒 给玄脚捣乱的是发愁 他安慰道 魏董 咱们公司美女资源那么强 再加上口碑又好 新鲜影业 一定会选我们的人 没必要因为天堂传媒的是动怒呀 女主角肯定手到擎来 即便没有女主角 还有那么多角色呢 魏坤却不这样想 他说道 天堂传媒的作风 如果动手 那么一定会打到底 倘若抢走重要角色 就不可能再给我们流汤喝 到时候 恐怕最小的龙套角色 同样会因为外界压力 而将幸福护鱼排除在外 最后一个角色都不会让给我们 那放弃合作就是 那么多合作方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下眼看得很开 可他忘了 幸福护鱼与新鲜影业合作的基础 是鲨鱼台从中撮合 这是鲨鱼台想挽救股价的就是手段 所以必须要用本台的主播 他们在这项目上 倾注了大量筹码 一定会顺势将幸福护鱼深度战略捆绑 绑到一辆战车上 可以说 这项目是个投名状 也代表了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 如果幸福护鱼因为某种因素 放弃合作 那势必会引起鲨鱼台的忧虑和顾忌 到了那个时候 不仅鸿鸿的K签会受到干扰 其余主播的签约和福利 一样会被影响 这是魏昆万万不能接受的 要是没了鲨鱼台的流量 又去找谁 才能满足得了 红红日益增长的人气需求 而且他也需要一个 长期稳定的合作平台 帮助他给现有和将来的鬼员工 找到一个赚取人气 老实工作的场所 魏昆猜得没错 到了中午 所谓黑料 就在网络上逐渐发酵了起来 是天堂传媒的舆论力量 在起作用 微博有味信录的大学教授 率先发文开炮 劣迹主播得不配为 国人思想的滑坡 就是从这种负能量 和错误价值的传播开始 今天他给青少年 带来这样恶劣的影响 那他明天会做什么 我已经不敢想了 家长们 老师们 朋友们 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这条微博一经发出 就火速窜到了 热搜榜的前30名 红红不红和列记两个关键字 给该热搜定了性 即便不点进去 只看热搜关键字 也能猜到是 红红不红的负面事迹 很多人云云云的用户 开始点赞 评论和转发这位教授的微博 人是挺美 可他 扑A未成年男友 骗观众给他买礼物 据说跟公司领导还有一腿 也就是长得漂亮点 人品太差了 他有什么优点吗 他为女性发过声吗 又是国人宣传白瘦佑的审美 只是张了漂亮的脸 就火遍网络 可耻 这种主播代表着大男子主义 对异性的压迫和奴役 瞧瞧外国的优秀男性 他们就不会这样 我还听说 他私下诋毁其他明星 特别喜欢嚼舌头跟造谣呢 杨某某 肖X 华某某都被他嘲讽过 还煽动去网爆别人家的粉丝 魏坤浏览着网页 每看一条高赞精选评论 脸色就古怪一分 一个又美又渣的 劣迹主播形象 跃然直上 他抽烟 喝酒 蹦迪 对阵痛要上瘾 玩弄未成年感情 女海王 而且调着一群老板 卖福利视频 生活极为不检点 据说有多名隐藏的前男友 还给现在男友 也就是不能提名字的公司 某领导打过胎 因此丧失生育能力 正在找人待遇 但不管怎么黑 这帮评论 没有人黑红红的颜值 这是魏坤唯一感觉 他们还算有那么 一丁点良知的地方 公司职员也看到了 网上这些所谓爆料 偷偷讨论着爆料的真实性 他们怎么看 怎么感觉这爆料里的某领导 其描述 好像欣慰啊 太过分了 李小雅怒不可遏 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不怕造谣走夜路 碰到鬼吗 刘宁也打来了电话 询问这次黑料事件的内幕 魏哥 你赶快想想办法 再发酵下去 粉丝基本盘就崩了 网民们根本不在意 小六子吃了几碗粉 他们就是想看人弯肠子 他语重心肠道 魏坤自然明白这道理 但幸福互于 与这些传统网媒的联络 不算紧密 想要进行危机公关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网络上 一直有一群自称 红黑的黑粉群体 借此机会上穿下跳 煽风点火 反串红红的粉丝 发起白长文 把围观路人都气得路转黑 加入到对红红的愤怒指责中 魏坤感觉 这真的太魔幻了 你们造谣的是只鬼啊 他头疼地揉着太阳穴 正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时候 一位叫王守夜的公司中层 小跑过来汇报最新消息 网上开了一个票选活动 王守夜 是位衣着考究的中年精英 为人低调 但做事非常严谨 他拿出一份详细报表 给魏坤展示 道 新鲜影业那边 应该是有人 被天堂传媒买通了 他们的官方号 发起角色投票 让网名跳选 符合条件的女角色 红红的排名很低很低 我知道了 魏坤点了点头 面色平静 看不出心中所想 王守夜在老板脸上 瞧出了一丝暴风雨前的宁静 心头一颤 没有出声 他边往外走着 边想 如果自己是魏坤的话 该怎么破局呢 民思苦想 也没有好主意 但是王守夜明白 这件事过后 一定会有人要倒大霉了 陆教授正喝着庆功酒 在场的同事们 对陆教授举杯恭维道 老陆 你这下要火了呀 大家都管你 叫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呢 他不胜酒力 仗红着脸 明明有些得意 可还是要故作谦虚 陆教授白白手道 哪里哪里 不过是文人风骨 跪不下去罢了 话音一落 大家面面相去 齐声大笑 然后有人打听起 天堂传媒的门路 介绍自己 也有点文人的硬气 能不能帮忙引剑引剑 陆教授三言两语 将话题搪塞了过去 手机震动 他用着借口脱身 来到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容光焕发 满面红光的自己 不禁露出喜色 自言自语道 晚上再窜个段子 狠狠地骂一骂那个小主播 可不能让他翻了身 嗡嗡 手机再次震动 还是那个未知来电 陆教授来到窗边 望着外面昏暗的天色 按下接听键 不耐烦道 找我什么事 你谁啊 电话那头 是个好听的女人声音 天堂传媒给了你多少钱 我给你两倍 不用你继续说谎 只要实话实话 说你自己听信了留言 是误传假消息 陆教授愣了下 颇为心虚地恼怒道 钱 什么钱 你别造谣啊 你 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谁造谣心里清楚 我最后给你一次反悔机会 三倍价钱 你这人有病吧 想唬我 陆教授骂道 女人没多说 直接了断地挂断电话 只留下长久的盲音 陆教授回到酒席 将这件事抛之脑后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她吃得不多 但喝了不少 酒席散去摇摇晃晃 喊了个同事 准备送她回家 同事临时有事 于是替她叫了一辆网约车 并将陆教授扶到车上 路上 司机低头沉默不语 到了十字路口 司机突然开口问道 你是陆教授吧 你认识我 陆教授感到奇怪 司机摇头 之前不认识 那你就是在网上听说过我了 陆教授有些高兴 司机又是摇头 停顿片刻 缓缓说道 刚才我接到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 说是 如果遇到一个叫陆成功的人 帮忙送她一程 还让我问问 你有什么后悔的话要说吗 陆教授顿时汗毛乍力 九醒大半 他死死抓住把手 一定是之前打电话来的女人 他绝对与那个红红有关系 他 他想报复我 停车 陆教授不安地大声喊道 我命令你现在停车 我要下车 司机没有回头 依旧是自顾自开着车 反光镜的倒影 看不清他的表情 车速越来越快 路途的景象连成一条光影的长线 叮铃 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 陆教授几乎是惊弓之鸟般 急忙按下接听键 对着另一头飞快说道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回去我就删掉那条微博 然后公开道歉 打电话的人似乎很困惑 哦 答应什么 陆教授听见说话的女人音色 与之前截然不同 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刚准备再说些解释的场面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似乎是带着殷勤和期待 轻声问道 你想 见见我吗 司机此时说道 陆教授 你喝这么多酒 我怎么也得给你送到地方啊 是不是 他看向空无一人的反光镜 顿时愣住了 猛踩刹车 本是坐着一个大活人的后座上 此时空荡荡的 只有一部高档手机 掉落在座椅的缝隙间 活见鬼了 司机脸色大变 颤抖地捡起那部手机 手机是解锁的 停留在最后一条通话界面 非常诡异 他深呼吸 然后找到快Dapp 给自己打了个五星评价 球云音扔下手机 满面怒容 这个路成功 竟然连三倍价钱都不答应 他真当抱上天堂传媒大腿 不愿意松手了 他越想越气 愤怒地发了条朋友圈 说谎者 必躲跋舌地狱 信路的 物为言之不欲言 才发出去半分钟 就得到几百个点赞 说明想要抱球云音大腿的 也不在少数 然而 球云音在公司的对手 海归派高管耿剑 在下面阴阳怪气道 好大的官威啊 少看点黑社会题材的美剧 别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 球经理 球云音客气地回复道 去你妈的 在BB 连你一起弄死 处理好这些琐事 他拨去了魏昆的电话 魏昆 红红的事 我帮你想办法 你先稳住局面 尤其稳住红红的情绪 不要让他被流言飞语伤害到 网上那几个跳梁小丑 我已经摸清了他们身份 明天 就派人去找他们 给他们施压 什么破网剧 不就三亿投资 大不了不演了 让红红来球市集团 他来做总经理 手下我不是女童 我对帅姐姐 确实没有什么幻想 毕竟我不是女童 我绝对不是图红红身子 但是我真的很想看红红的腰 要是能和我牵个手 亲个嘴睡个觉就更好了 毕竟我不是女童 球女士 请冷静点 魏昆隔着手机 都感觉到 某人在家腿发骚 他对球云音说了声谢谢 像是完全没被这次的 抹黑事件影响 笑着说道 晚上会有一场专门直播 应该能彻底解决这件事 嗯哼 球云音眼前一亮 道 那我准时捧场 绑一大哥 我当定了 他打开鲨鱼网页端 熟练地找到红红的直播间 球云音惊奇地发现 直播间标题已经提前改好 可看到标题内容 表情没绷住 不经身体前倾 试图确认屏幕内容 眼睛瞪得溜圆 雕题叫 红红不红 我被网爆了 我得了抑郁症 午夜 是不是抱着炒热度的心态 任由事态发展 关于红红人品的讨论愈演愈烈 粉丝团和黑粉团 掐得废反迎天 战火从微博弥漫到了兜半小组 小绿书 贴吧等社交软件 当新的直播间标题出现 两方都明白 最终决战的时候到了 吃瓜群众密切关注着 与其说对真相好奇 莫不如说 就是想看乐子 他们不关心胜负 也不在意人品好坏 就是想看两边把脑子打出来 给大家上演一出 精彩绝伦的吃瓜戏份 幸福护鱼的员工下了班 回到家就立刻打开电脑 切入直播间网页 等待着12点的到来 星辰娱乐的向文斌 不愿意错过好戏 他特意点了份海鲜大咖 决定边吃边看热闹 他本想痛打落水狗 可转面一想 两边都不是好人 比起彼此间 互有龌龊的幸福护鱼 家大业大 横行霸道的天堂传媒 看起来更可恶一点 于是他决定两步相帮 甚至勒令旗下主播 不要轻易站队 鲨鱼台午夜部 技术员和管理员 都在密切关注着实时数据 呈现爆炸性曲线增长的观看人数 让人喜忧参半 超高的潜在人气 既是机会 又是危险 刘宁手心捏满了汗水 他嗅到一股汽油般的胶着味道 涨了 还在涨 技术员兴奋地喊道 快要接近嘉年华当天的峰值了 这哪里还是午夜当的数据 马上和晚间当不相上下了 刘宁声音沙哑地吩咐道 优先保证服务器带宽 推流服务器绝对不能断 多准备几条线路 大家惊讶于刘宁突变的音色 内心理解这位大领导 内心的勃然压力 他们上个月的业绩 全靠幸福护鱼的头牌主播红红 才有了前所未有的起色 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连带着全体午夜当的员工 都提升了不小计较工资和福利奖励 可以说 午夜部已经和红红高度捆绑 甚至是同一架战车上的战友了 刘宁还想仰仗午夜部的崛起 尝试向董事会发起冲锋 他不甘心于普通的中层领导 他想回到公司的高层 成为掌舵人之一 杀千刀的天堂传媒 他咬牙切齿 重重地敲着桌板 争名道 不能输 绝对不能输 要打得大胜仗 否则前功尽弃 一切虚无一 他猛然下定决心 听好了 刘宁踩着凳子 毅然决然 挥拳 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斩钉截铁道 二十分钟内 做全平台大推 是 什么 刘哥 你说的是全平台大推 需要向高层书面报告啊 直播间流量会被挤爆的吧 大家慌了 万万没想到 刘宁竟是想破釜沉舟 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刘宁森然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抬声道 没听懂吗 我要现在给红红的直播间 做全平台大推 给他的人气炒到最高 我要在午夜十二点 引爆整个午夜档 办公室全场哗然 他们像是重新认识了 这位大领导 稍年轻的员工 震惊后立刻起哄道 跟刘哥干了 冲刺 冲冲冲 热度搞起来 剩下的全焦点红红了 王会忧心冲冲地 对刘宁说道 刘哥 这要是出差池 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就全毁了 普通员工倒是影响不大 可上层追责下来 刘哥 你怎么办 我相信他 正如同我相信魏昆 刘宁精神极为亢奋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 目光却丝毫不显惶恐 而是一种自信的清澈明亮 刘宁释然 一只手指着屏幕 笑道 我能帮他的不多 势在人为 只需要把柴火烧到最旺 看他燃烧 一条条数据指令 从午夜部 发布到鲨鱼公司上下 所有技术部门 起起高速运作起来 由若蒙彩油门 一直到底的引擎 轰鸣作响 狂奔去 来自于鲨鱼台的战车 已然行驶在了高速通道 全平台大推的效果 斐然显拙 1600万 1700万 1800万 当时间指向11 55时 人期值达到 1985万的巨大数目 只差分毫 就会突破2000万大关 直播间屏幕还黑着的时候 红流般的弹幕 淹没了黑色的直播间画面 红红还没来吗 我要脱粉了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不曾在你巅峰时 慕名而来 也未曾在你低谷时离去 舔狗们不要再舔了 一个浪裤裆 有什么好吹的 该用户已被抄管封禁 时间 永久 我看他怎么写 网上黑料已经实锤了 希望红红能证明自己 狠狠打这些黑子的脸 我是白子 我永远挺红红 问一下 直播间有黄子吗 一天没听到房东太太的评书 我浑身痒痒刺脑 该用户已被抄管封禁 时间 一天 超高的人气 难掩群魔乱舞 网名混乱中立的天然属性 闲路无疑直播粉丝 网络路人 鲨鱼观众甚至本台或是敌台的主播 纷纷涌进直播间 右侧礼物持续刷屏 甚至还有小主播一致千斤 给自己打着广告 可没过多久 就被红红中识粉丝团的巨额打赏压了下去 不见踪影 尤其是一位叫做会穿衣的音音 的皇帝用户最为火焰 爱红 姓红 等红 他不停地刷着火箭横幅 呐喊助威 但这并不能改变直播间里 纯黑粉和路人黑 占据舆论上风的情况 他试图与那些魔证人解释 但根本没人关注他说什么 只是疯狂倾泻着情绪 随后 他的弹幕也淹没在了汪洋大海之中 当当当 幸福护语的老实挂钟 敲响第十二下 直播间画面骤然亮起 一位身穿素衣 无力贵作的妙慢美人 出现在镜头之中 女要翘 一身笑 红红这身哭丧病号服般的素衣 才一亮相 就镇住了直播间大部分观众 要是男人穿这个 那纯属精神病 但红红的完美身段 外加上他曾经露脸的绝世颜值 两者结合 让人不禁心头发颤 顿生怜悯疼爱 想要将其抱在怀中 好好呵护 这一次 他没有露脸 可能是怕枯花妆容 一滴一滴珍珠般的泪水 顺着天鹅般的脖梗 落到精致的锁骨窝里 最后在胸前的束缚上晕开 若蓝色的小花绽放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红红一言不发 他就是这样 潸然地默默地流着泪 许多人看得心都碎了 不哭不哭 红红你说话 唉 我感觉心里 好像有刀子在戳 他身体突然顿了顿 似乎没了力气 摇摇欲坠 要向一则倾倒 一一突然出现在镜头里 及时扶住了他 这小姑娘一身黑纱裙 衬托的红红 那身素白衣装 更显鲜弱 一一眼圈红红的 尤其是额头特别的红 像是跟红红 一起哭过的模样 对不起 红红声音颤抖着 宛若可怜的小兔子 他极力忍住乌叶的声音 似乎要倔强地表现出坚强 弹幕瞬间刷过满屏 没事的别哭了的字眼 是我做的不对 没考虑到大家的感受 起初 我只是觉得直播很新奇 很有趣 慢慢地 我发现大家喜欢我 我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和快乐 红红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还记得人气突破一百万的那夜 我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 闭上眼 都是你们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是大家的坚持 让软弱的我勇敢地走到了现在 巴搭 巴搭 泪珠顺着好看的下巴 落到抱着她的依依的身上 那些看客们 本以为会见到一个找借口 洗白自己的绿茶女主播 他们都准备好了各种攻击的言语 可当见到红红这副惹人心碎的欺怜姿态 那被黑料勾起的愤怒和火气 冰雪消融 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对红红的疼爱和理解 依依捂着额头 弱弱地看向红红 似乎被红红的情绪所感染 眼泪巴巴 颤声说道 红红姐姐 你不要再 不要再 哭了 镜头外 依依依依脸惊恐地盯着红衣 正滴答往自己身上落的 口水 她尽全力做着表情管理 内心实际上在疯狂呐喊 爸爸爸爸 红皮大狗 要吃人啊 魏坤喘着粗气 大喊淋漓 她先是撇了眼鬼镜上血满的对不起 我忍不住捐秀字体 嘴角一抽 身体一颤 然后转头看向红衣 红衣被她面前摆着的一小碗 魏坤排血豆腐 勾得蝉虫大起 眼睛都看直了 刚刚哪里是歉意的眼泪啊 分明是红衣 想当场啃掉魏坤 而流出的贪婪口水 再拖一会 魏坤感觉 这娘们真有可能现场吸溜了自己 她急忙给依依打了个眼神 依依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抑郁症书 然后故意露出红红手腕上的血痕 抱住红红崩溃大哭 同时不忘对镜头抖了抖郁症书 道 姐姐 你一定要坚强 大家是喜欢你的 真的好喜欢你啊 红红似乎深受触动 身体颤抖 往前一扑 魏坤在她痛得喊出汤姆式叫声前 精准地掐断了直播推流 哦 惨叫声回荡在一号直播室 久久不绝 老板 辛苦你了 一一怜悯地望着魏坤 突然有一种当员工 其实也蛮不错的感觉 魏坤仰天长叹 做两口就做两口吧 习惯了 她努力不去看左边 正像是端奶瓶一样 捧着她左手的红红 她用虎牙咬开食指 紫色眼眸微微眯着 幸福地吸溜着魏坤排草莓汁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似乎非常享受 疼吗 当然疼 但比起咬脖子已经好太多了 起码还在安全 不是吗 系统提示声相当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鬼市部部长 红衣 愿望得到了极大满足 感到非常幸福 获得能力汲取 更加疯狂地 并太地喜欢你了 汲取 在不伤害目标的前提下 吸收对方的生命力 并反补鬼气 魏坤也舒服了 红红用嘴巴反补给她的鬼气 和莎莎那种粗质烂造的鬼气截然不同 明显是精炼 踢穿过的高级版本 比起雾气 更像是流动的液体 正通过伤口注入到魏坤体内 属于是你好我好 双向奔赴了 红红喝血 吐鬼气 魏坤供血 吃鬼气 但不同之处在于 红红只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 她就是单纯的馋 而魏坤是实打实 获得了巨大好处 伤口再愈合 身体里的力量也在增多 等一下 魏坤似乎意识到了红红的意图 她反不给魏坤的鬼气 根本不是为了表示感激 或是互利互惠 这只鬼就是想喝得爽一些 在这种田呢 魏坤想起了小时候做的蛋疼数学题 她那时候就想不通 为什么游泳池要一边加水 一边放水 现在她懂了 她倒不是说 懂得游泳池管理员的脑回路 而是懂得游泳池的感受了 一一见着二位玩的起劲 撇嘴 一声道 好乖 好色 好想试试 魏坤脸色更白了 就她感觉最半边 甚至都快没知觉的时候 红红终于放下了她的胳膊 慢悠悠飘到鬼镜旁边 抱住 呼呼大睡 她步伐亮枪 差点一头摔死在直播室地毯上 看看直播反馈 魏坤嘴唇煞白 虚弱说道 一一扶着魏坤坐到凳子上 她鼻子动了动 嗅到魏坤身上有股奇异的忧香 嘀咕着 全身都是红皮大狗的口水味 好不害臊 玩得真重口 闭嘴 魏坤瞪了一眼一一 这是还没算完呢 什么事 事还没被作爽吗 一一歪了歪头 目光顺着魏坤的左手往下边飘 然后她又挨了一击脑瓜崩爆击 魏坤别的力气没有 打一一的力气还是有的 而且有很多 红红下波太快了 快到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观众们对此深表理解 甚至更加同情了 即便直播间黑屏 许多人也不愿离去 守候在红红的直播间 红红真是个好姑娘 我们错怪她了 她都哭了 我好像看到井口有个可怜身影 正巴着几年眼面痛哭 这样好看的人 是不可能犯错的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她不愿意露脸了 都是你们这群黑子的错 这群三观跟着五观走的网友们 还是没抵得住红红的研制攻击 摇摆的墙头草变成了新粉丝 老粉丝则进一步被提纯为死忠粉 黑子们这时候发现 无论他们再发怎样的黑料 这些人也懒得关注了 因为本就是捉风不影的事 到现在也没人能搞到 有红红正脸的实锤照片和视频 再加上现在脸部合成技术高度发达 有些拙劣的黑料 被大家发现实伪造的视频后 立刻激起了大范围的逆反情绪 从全网黑到全网吹 只需要一张郁郁郁郁郁证明 红红的粉丝团 又叫红楼后援会 自发地组织起了放孔明灯 为红红祈福的活动 希望她的病情能尽快好转 好像看到她阳光明媚的笑颜啊 如果她郁郁症痊愈 应该就会天天露脸了吧 刚开始响应活动的人还不多 直到这一条微博动态出现 大家忽然意识到 红红一直对露脸这件事抗拒的原因了 所有的疑点 所有的困惑 通通得到了最正确 最完美的解释 各种博主 哪里会放弃这种蹭热度的机会 有个自称是红粉投资的百万博主 发动态道 仅好我为红红放孔明 仅好帮助 她能早日恢复健康 是我们的业 五 放了个灯 你们瞧才好看吗 视频链接 随后一连串跟风挡 紧随其后 甚至好多人根本不认识谁是红红 仅好我为红红放孔明 仅好缅怀 致敬 对运动健将红红表达敬意 希望她在天堂 继续在篮球领域发光发热 扣一复活红红 博主 你是不是沾点大病 真的能复活吗 11111 瑞斯败 煞世间 又掀起了一小圈魔证网友的狂欢 包括某些明星 地方媒体的运营号 也跟着转发 点赞 像世界十大篮板王 81分的禁区之神 最后的绝杀 篮球之King 红皮大鲨鱼 脱帽敬礼 转发抽NBA观赛资格 和隐藏后备能源 某个阴暗的小房间里 电脑屏幕的光 照应出一个妙慢销售的身影 他正盯着屏幕 咬牙切齿 灯神街 他绝对是想灯神街啊 不过是后来的新人 也想抢在我前面 要不是屠夫苏醒 为了躲避他的追杀 又怎么会封印在玉镯里 直到近日才逃出来 说话的人 正是差点被红红撕成碎片的玉面 他的三张本体人脸 年迈的被红衣当场吃了 年后的在此时幸福 呼吁做苦力 只有长相成熟 化名玉面狐利可爱捏的成熟人脸 勉强狗活 玉面气的牙都快咬碎了 屠夫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 还有那个已经灯神长街的怪物 他也会留意着幸福护鱼 他绝对会回来报仇 大黑佛母 呼 不去想了 他用力摇摇头 目光炯炯地看向电脑 玉面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红衣能用郁郁症 骗到了如此多的网民同情 甚至为他放飞孔明灯 那么他也可以 孔明灯 是祭祀用的物品 具有一定的凝聚香火与人气的功能 没有任何一只厉鬼 能拒绝得了这种精纯到极点的人气 玉面也不例外 所以 他开始了行动 先是用二指禅 笨拙地输入了他的直播账号 登陆到玉面狐狸可爱妮特的后台 然后发布了一条动态 我郁郁了 我被网爆了 我要孔明灯 很快 第一条回复 出现在这条动态下面 你郁郁了 你怎么不去死灭 然后是第二条 鉴定为假 又一条想蹭红红热度的傻卵 建议直接火葬 接着是第三条 老女人就不要来发达了 想装郁郁 去爹里 和抖身快脚啊 那边舔狗多 玉面满脸狐一地盯着屏幕 感觉到了来自国内互联网的极大恶意 他不理解 都是鬼 难道也要分一个高低贵贱吗 而且自己明明是聪明鬼 哪里是红衣那种 完全本能行动的大傻子可比拟的 玉面完全察觉不到 他与红衣之间的差距 不只是颜值 更主要的是他没有一个高效 且专业的幕后团队 红衣的成功 仰仗于鲨鱼武奸当的全体努力 靠着幸福护鱼鱼和求是 制衣之间打配合 再加上魏坤精湛的配音 一一的演技 还有红衣自身的优越条件 才达到了如此惊人的正面效果 死了 玉面在评论区随即挑了一个黑粉 以激情果疗的借口 把那人拽到小屋子里 在他惊恐到极点的尖叫声中 撕下脸皮 往自己的脸上拍了拍 真想要那张脸啊 他露出诡异笑意 森若厉鬼 声音悠悠 我就不信 我装不成郁郁症 玉面打开迭雷平台 借助人脸中的记忆 开始制作视频 标题就叫 失业在家 我想去死 鲨鱼武业当沸腾着 我们赌赢了 不仅人气突破两千万大关 当晚礼物流水 更是达到了一百七十万软枚币 大家将目光齐齐投向了 做出这个豪赌的刘宁 人们大笑着 庆祝着 将员工不停地抛到半空中 正中央 刘宁仰面张开双臂 闭眼 享受着这属于他的胜利时刻 闻 那是胜利的气息 听 那是喜悦的咆哮 看 那是 小张拉西了 从裤腿里甩出来了 领导 我肚子坏了 没远住 谁让他们要扔我的 卧槽你大爷 我还以为是谁撒的咖啡 就说 怎么一股发酵味 呦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 刘宁内心宁静 这是 快乐的混乱啊 直到他摸到了嘴角的温热 从此 午夜档留下了一个业绩突破 要献祭员工尝到的可怕传说 鲨鱼的对手 敌礼平台 一位领导对属下严肃地吩咐道 这样的优秀主播 非常符合我们平台的风格 明天你借着采访的机会 试试能不能把它挖到我们这 一个市集的小企业 放心吧 我有办法能让你见到它的 云海市民俗局 局长金向阳捏着激光笔 站在投影幕前 语气沉重道 各大区的派出所数据汇总 最近15天又发生了32起失踪案 省局派来辅佐调查的老警官林世泽 同时也是诚信商行惨案的负责人 他浏览着卷宗 不禁提出一个问题 京局 大荒影市城有问题啊 你看看这张地形图 32起失踪案其中的17起 如果将其两两连线 其中心点都巧合地落在了 大荒影市城周边地区 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现象 肯定有必然的联系 在座的老调查员们纷纷点头 表示同意 民俗事件的真相 往往隐藏在魔鬼的细节之中 必须拥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 和大胆的想象力 才能突破重重迷雾 直达真相 最终解决民俗事件 陈元丽起身会报道 凤阳影业的职员周景 前天上报了一起 算是失踪案 又有些奇怪的案件 他展示了一个大头像 其名为郎庆辉 46岁 是凤阳影业的老板 在警方有些经济犯罪方面的 刑嫌安邸 周景报警说 郎庆辉不是跳楼自杀 另有引擎 可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 郎庆辉的尸体 在午夜11点24分 出现在创新大厦的后门 小花园处 死因疑似为高处坠落 等民俗局的法医 想要重新验伤时 放在医院的郎庆辉尸体失踪了 监控录像 找不到任何偷窃 搬运的痕迹 这算是偷失案吧 怎么能算归类到失踪案里 一位调查员提出异议 陈元丽缓缓道 因为监控里 郎庆辉是自己走出医院的 先不提到底是偷失案 还是失踪案了 金向阳定调说道 案件发生点的创新大厦 有什么问题吗 那栋大厦一直都谣传闹鬼 陈元丽低头看着档案 接着说道 但根据T8176和T9002号卷宗显示 没有调查员在创新大厦 检测出零速痕迹 要说哪里有些问题 曾有一位叫蔡美娟的女士 报警说被空气墙X了 还有就是大厦的第18层 有附近高层的居民说 他们曾经数次在大厦第18层的窗户处 见到有病葬用的指人 确实有一家受品公司 且不存在零速痕迹 勒令整改后 再没有民俗相关的报警事件发生了 言归正传 当前调查的重点是大荒影事成 省局方面传达的消息显示 这次事件极大可能是多民俗综合事件 包括新娘 婚禁 黑门 连浦 深水潭等多项高危险级民俗 若是失控 将是一场难以收场的巨大灾难 林世泽敲着烟斗 道 关键是黑门 消息重点提及 这是一个有S级灾祸潜力的最危险的民俗 根据我的经验 它应该是这次大型民俗事件的中心点 解决了它 其他民俗将迎刃而解 大家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对林世泽的老恋观点表示认同 最后 是局长金向阳总结发言 结束会议 全力以赴 不惜代价 必须将黑门镇压 针对大荒影事成 立即开展初步调查 他顿了顿 补充道 13局的同僚将会配合我们的工作 与他们相处时 请紧急条例 是 明明有了强有力的新帮手 在场的调查员 包括林世泽 王有为等各大支队的队长 却难以露出欣喜的表情 13局 哎 林世泽叹了叹 老麦的面庞上 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畏惧 大清早 幸福护育的公司门口 就有人后着了 梁大作家 夏颜一脸惊奇地看着梁希 上下打量着 你不是被拘留15天吗 怎么提前放出来了 梁希自信一笑 说道 我举报立功 再加上认错态度良好 交了保释金就被放了 举报 举报什么了 采封场所 我对质量和价钱 都非常不满意 总之就是不愉快 根本支撑 不起一个好作品 等见到魏昆时 梁希才表明来意 她想参与和新线传媒合作的 网剧项目 不需要实权 只要能挂个名就行 并且拿来了她的改编剧本 大会议事 只有魏昆 梁希和旁听的李小雅 魏昆懒散地打着哈气 她昨晚差点被红红炸单 虽然鬼气充满了 但血气被消耗得七七八八 有点维米 但是 这维米只持续到看完 梁希剧本的第一页 魏昆打了个机灵 看了看剧本 又抬头瞧了眼梁希 嘴唇懦懦 忍不住问道 梁作家 会不会有些不妥 我们初步意向是买下 遮天的改编版权 然后浓缩选取一段剧情 改成一个半小时左右的 网络大电影 可你这个吧 我承认我的剧本 可能是有点超前 但观众往往不知道 他们想看的是什么 直到将优秀的作品 呈给他们 魏昆头疼道 首先 我对都市背景池保留意见 然后吧 你这本大学 同桌借花杯密码 然后去健身房 锻炼背部阔约机 长出翅膀的剧情 我不得不说 是我想象力评级了 你要不再改改 梁希警惕地盯着魏昆 抢回了他的宝贝剧本 生怕惨遭魏昆毒手 他说道 那就不谈剧本 谈谈新线影业的试镜 小雅都和我说了 是不是石浩聪想刁难你们 是角色分配上 有点分歧 魏昆解释道 等他们 带着试镜团队来 现场再慢慢研究吧 暂定是李小雅 东野田和依依 拿三个女二 女三级别的次要角色 至于洪洪 他最近压力很大 心情不太好 可能没办法参加拍摄 我有个办法 既不用洪洪出镜 又能拿到女主角 梁希淡淡一笑 运筹帷幄般摸着下巴 魏昆顿时来了兴致 这件事困扰他很久了 洪洪要是想顺利地改K签 就要与鲨鱼和新线影业的项目 进行深度捆绑 所以至少是女主角 才能让那些被骨架搞得 惊慌失措的高层们 安下心来 但关键问题是 谁能和洪洪演对手戏呢 每天消耗两个半男主角吗 简单说说 魏昆给梁希倒了杯茉莉花茶 饶有兴致地 等她说出破局办法 梁希在纸上画了两个圈 卖人设 炒绯闻 嗯 魏昆逐渐品出来了点味道 她似乎猜到梁希的用意了 但她还是要听完再说 梁希握拳 郑重其事道 你不是让我写一本 以洪洪为主角的小说吗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洪洪 甚至采风时 也要女师傅陪我一起 看洪洪的视频 看着看着 我就有了一个想法 她是我的灵魂谬思 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主角 绝美 脆弱 可怜 被压迫 宛若暴风雨中挣扎的小花 所以 我首先想到的人设 便是玻璃星 一个被看到眼睛 就会害羞地扭开头 内心敏感 又充满自我怀疑 因而自卑的美少女形象 这特喵的 和红红一样 都不爱变得好吧 敏感自卑 我把你妖子先给啃了 再看到底谁自卑 魏昆内心狂喊 表面上兴致勃勃地点着头 继续 我在听 想想你上学时 曾经对漂亮女同学 做的恶作剧 男人就是喜欢看女人发飙 称怒的模样 不管被粉拳打多少下 都心甘情愿 痛并快乐着 即便红肿 亲子 大脑也会分泌出快乐的多巴 所以我看来 美女就是有撒娇 耍小心子的资格 大家也会对她 抱有相当高的容忍 那如果是兔子般羞涩 敏感 自卑的美少女呢 她会自我怀疑 她会逃避现实 她会轻言放弃 所以当红红 以这个人设出现在剧组里 前期不参与拍摄的理由 就立住了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她有心理疾病 因为老板出于利益的压迫 才不得不 接下了女主剧本 挣扎纠结苦恼 深夜抱着腿 泪流满面 李小雅一直没说话 谈到这个 感同身受疯狂点头 魏坤做了个停下来的手势 老梁啊 你不能动不动就给我加戏啊 我可不想 哪天因为这理由 被人肉开合了 网上全是她的脑残粉 甚至还有毒味粉了 谁要是敢说 喜欢沙沙 都要被追着骂 你听我说完呀 梁西摇头晃脑 说道 剧组需要话题性保持曝光 如果女主角时而参演 时而霸演 你说这话题性和期待感 是不是拉满了 把前期主要矛盾 放在公司利益 和个人情感的冲突上 可以说 我设计的这个故事 不是从上映开始 而是在开拍的第一刻起 她就上演了 矛盾需要层层递进 第一个冲突点 导演看不起她 其实心理疾病患者 最后剧组的知心大姐姐开导 握手言和 发掘出她的表演潜力 惊为天人 这世上 怎么有如此表演的天才 第二个冲突点 童强的极度 导演给她开小灶 有童强看不下去 爆料 就骂她玻璃心 被导演说两句就哭 耽误拍摄进度 然后惊人意外了 红红压力太大 要退出剧组 不想拖累别人 但是导演不同意 公司也不同意 然后呢 红红借着散心的机会 去养老院做一工 最后被那些老人虽年迈 但朝气蓬勃的精神所鼓舞 感动 最终表示咬牙坚持 要证明给大家看 第三个冲突点 这回就不能太顺利了 我管这个叫之暗时刻 网剧拍摄七七八八 就要杀青的时候 红红痒的狗死了 而且是被讨厌她的黑粉 投毒杀死的 她崩溃了 狗狗是她暗淡 生活中少有的光亮 她心灰意冷 郁郁发作 要放弃了 李小雅听个入迷 忍不住追问道 那之后呢 总要拍完戏份的吧 导演出于巨大的外界压力 剪掉了女主的戏份 这时候 全民网报导演 说你这是骗局 没有女主角的戏份 还叫什么女主角 虚假宣传 最后再让工作人员爆料 是导演为了保护红红 主动承担起了所有后果 这时候呢 就要红红出来发声 写小作文 发罪几照 都是我的错呀 对不起什么什么的 她不能让导演蒙受冤屈 所以勇敢地站了出来 面对坎坷人生 最后的最后 要交代 红红已经走出了阴霾 并且还在戏中 留下了她最满意的镜头 以及想对大家说的真心话 她会更阳光 更努力地活下去 不辜负粉丝们的期待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导演 不要让好人遭受冤屈 升华主题 说到这 魏坤和李小雅都听梦了 所谓网剧 到底拍成什么样 根本不重要了 这剧组里的事 就是一个精心设计 启程转合 目的是把观众们 都骗去看电影的 另一个电影 而且更有看点 成本也低到可怕 不仅有理有据地 解决了洪洪戏份棘手 却要强称 女主角名头的难题 全程完美地 做了个对外宣发 立人设的同时 又炒作绯闻 宣传了电影 抬高了热度 啪啪啪 他们鼓着掌 称赞道 梁大作家 你为了把人骗进厕所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缺得到家了 梁熙呵呵一笑 哪里都是些小手段 魏哥 这是你得和新鲜影业的人 好好谈谈 绝对有操作价值 我想 他们也只是冲着 红红名头来的 只要满足了噱头 就皆大欢喜了吗 魏坤越想越觉得 这招可行 而且够绝 只要不大幅度地 参与镜头拍摄 只是随便拍点 剪辑进去的镜头 这放在幸福护鱼拍 也是行的呀 他将李小雅 东野田和依依喊到一起 告诉他们 下午视镜团队 要来幸福护鱼的消息 让他们认真地准备一下 就在大家一起 等10号冲上门时 有群不速之客来了 几位领导模样的男人 谈笑风声间 在人们的簇拥下 来到幸福护鱼的正门口 点着头 对身旁 一位30多岁记者 打扮的高个子 说道 嗯 这小公司有模有样的 冯大记者 从帝都中台赶来 真是辛苦你了 一位秘书 冲着前台妹妹喊道 让你们老板出来 没件事 领导视察工作吗 还有那个什么红红 赶紧一起喊出来 魏坤接到消息时 这群人正要往直播室里闯 王首页低声而语道 来者不煞 魏坤狐疑地盯着这群人 虽然有些恼火 但不好发作 参观参观 怎么不行啊 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秘书挑眉 瞪着魏坤 李小雅没跟他们客气 加枪带棒倒 查账是查账 参观是参观 你们预约了吗 啊 知不知道 这是在影响我们工作 要是造成经济损失 你赔得起吗 这话落地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又尴尬起来 几位领导脸色不善地看过来 有想发作的意思 冯记者打着圆场 道 我的问题 是我没汇报行程 这次也是听说帝都的新鲜营业 要与你们幸福呼吁合作 主编跟我约了个稿子 想来看看情况 恰逢云海的领导热情接待 顺便 我是说顺便哈 确认一下税务方面的小事情 那听冯记者的 一位领导重重哼了声 不音不扬道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说 幸福呼吁的账务有些问题 一般说到这 寻常小公司的老板 该感到紧张了 小公司的盈利点不多 月流水能有个四五十万就算不错 想要盈利 偷税漏税是免不了的 甚至还有人会接触黑产 例如洗钱 查账的人折返回来 对着领导们轻轻摇了摇头 言下之意是没有问题 这下 他们露出异样神情 其中一位难以置信道 查清楚了吗 没做扣 账面非常清晰严谨 甚至能当典型安利 听到这话 领导们不禁对魏坤高看了一眼 尤其是有位已死板政治文明的中年领导 他歉意地点了点头 对魏坤说道 不好意思 误会了 是我们程序有问题 耽误你们工作了 当他听查账地说 幸福呼吁不仅账面干净 给员工缴纳的项目 发放的福利 即便和很多大型国企单位比 也毫不逊色 称得上是良心企业 这位中年领导 竟是听得黑黑一乐 道 这小魏董 倒是有如商风范 我们查错人了 该检讨的是我们啊 临走前 他轻轻拍了拍魏坤肩膀 似乎另有所指道 魏老板 做买卖要脚踏实地 小心豺狼虎豹 谢谢 走好不送 魏坤静静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隐隐感觉到了 幕后推手的存在 只有冯记者一脸不爽 他本来还想去直播室看看的 拍点素材好发稿件 但被幸福呼吁的员工 牢牢拦在外面 最后只能拖了声 便跟随大部队离开了 临走前 他扔下一句不轻不重的威胁 好大的官威啊 改天再来好好拜会 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 下言看向魏坤 愤然道 老板 肯定是竞争对手在捣鬼 有这种能量 和这种行动力的 只有天堂传媒 嘉年华折起沉沙后 这家老牌娱乐巨头 就盯上了幸福呼吁 无论是在直播领域 还是在鲨鱼搞的网剧项目上 处处给幸福呼吁下 半子座对魏坤饶是好脾气 也被搞得恼火了 他甚至想派出去红红 好好质问一下 这帮人的脑子里 到底都想些什么 但是 这种大型集团的举动 大多是少数拍板 集体决定 任何目标挡在了天堂传媒面前 那么他们的集体 就会在利益驱使下 做出进攻性的决策 只能说是幸福呼吁 恰好跟他们形成了竞争关系 因此成为眼中钉 出于这个缘故 即便用手段 让某些高层决策的人失踪 也改变不了天堂传媒 针对幸福呼吁的战略计划 再加上 魏坤觉得 一直看不透这家娱乐巨头 总是觉得这家公司 透露出一股邪门和古怪的感觉 似乎潜藏着天大的麻烦 让魏坤不敢让洪洪和沙沙 这两个王牌 轻举妄动 天堂传媒 真是棘手啊 魏坤没关紧锁 思考着应对和反击的办法 石浩聪打来了电话 交代了下午试镜的地点 他说 试镜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除了幸福呼吁以外 还约了几家天水省的娱乐公司 总共大概七八十名艺人 来争夺十个主要角色的名额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男女主 还有几位戏份颇多的配角选角 洪洪能来吗 石浩聪略带七纪的问道 只要他到场 走个流程 女主就一定是他的 魏坤道 见面再详谈吧 石浩聪听出来前台词 语气顿时失望 脱口出道 我为了洪洪跟你们谈合作 可担着不小压力啊 有人在背后捣鬼 你知道这事吗 天堂传媒 魏董果然是聪明人 我只是新鲜饮业的合伙人之一 天堂传媒想要这个项目 已经说服了两个合伙人 我怕他们在试镜做文章 魏坤看不出火气 笑呵呵道 只要是公平竞争 问题就不大 我对公司艺人的业务水平 还是挺自信的 挂断了电话 他正要找到李小雅他们 迎面便撞见三个怪物 卧槽 魏坤差点喊红红护驾 他看了好一会 才勉强认出来 这三位就是李小雅 东野田和依依 三位二线抬柱子 李小雅扛着屠龙刀 一身天魔铠甲 画着浓重的网游装 就插开口说是兄弟来砍我了 他得意道 怎么样 我求四楼婚礼公司老板免费赞助的 这打扮够玄幻吧 服不服和圆着气质 魏坤很想说 你这身打扮 能给陈南从神墨陵园里气复活了 然后他看向东野田 东野田的打扮 还勉强算正常 天尊道袍 古玉全杖 配上那副狐狸脸 怎么看 怎么像小日子那边 随时脱衣服欺负的巫女 魏坤内心一叹 猛地想起来还差一位 目光左右 寻找那位小傻子的身影 依依呢 东野田默默让开半个身位 露出后面cosplay 倒是召唤神兽的依依 倒是召唤神兽 有名叫狗 魏坤看到 依依一身黄皮furry的神兽打扮 安静地蹲在东野田脚边 表情真没绷住 震惊到这又是谁的主意啊 别的衣服太大 她就能穿得进去这个了 主要是气质 像不像神兽 李小雅解释道 牛逼的叉妖妖宫 像他妈被小拳食热了的皮卡丘 魏坤突然有点心累 还是鬼员工省心 她想起来又年玉面 这家伙做人皮面 具有一手化妆手法 堪称一流 而且是白天能活跃的A级厉鬼 思索片刻 她叫开依依 把又年玉面卷成一团 交给了依依 吩咐道 试镜的时候 如果有特效化妆环节 可以拜托她 依依歪头道 但牙牙姐和田姐姐会害怕的吧 你可以把她套在手上 装成是你自己不就行了 我试过了 延展性还不错 魏坤话音刚落 就感觉有个恶狠狠的目光瞪着自己 她比划了一个一的手势 意思是一万鬼钱 那目光的变脸速度很快 从恶毒瞬间变成了元气斗志满满 显然 即便是A级厉鬼也不能免俗 又年玉面早就对洪洪和依依 每天赚取的大量鬼气眼馋很久了 但魏坤一直不给她工作机会 每天只能忍饥挨饿 眼巴巴地看着 有钱能使鬼推磨 话是从这里来的 强如玉面 也逐渐变成了资本家的形状了 魏坤目送他们几个离开 让王守夜开车送到云海市南边的大荒影市城 人刚走不久 刘宁再次联系了魏坤 魏哥 我看网剧那是恐怕要黄 鲨鱼高层有意想把合作方换成天堂传媒 但只是有这个意想 还没最终拍板 那红红K签的事呢 一笔巨大的日常鬼气供应 刘宁沉吟 大概是没问题了 明早就能往迁 往迁后立刻放款 这消息倒是让魏坤非常意外 意外的同时 更多是惊喜 魏坤追问道 消息确认了吗 高层态度怎么突然软下来了 不是说拿下项目才有K签吗 刘宁犹豫道 陆教授的是 魏哥你听说了吗 之前红红的黑粉头子 叫得最欢的那个 魏坤忽然有些心虚 哦 我好像听过这人旅游去了吧 旅游 他得罪了求是集团 被搞了 到现在生死不知 微博好几天没更新了 他家人报警 可怕的是什么 求云英一点都没受到影响 查不出线索 他可是红红的榜一大粉 鲨鱼高层 也害怕这有钱的女疯子 刘宁心头坠坠然 言语中充满了对资本的畏惧 魏坤却猛了 道 信陆的失踪 怎么能扯到魔度的 求家大公主身上 刘宁拍大腿道 嗨 他那天就发朋友圈 说什么物为言之不欲 然后说要搞死心路的 甭管真假 摆在眼前的情况时 陆成功失踪了 求云英还好好的 跟他对喷的那个叫耿剑的集团高管 据说已经下得连夜跑路了 是战票 魏坤没说话 只能按道这黑锅杯的好 挂断电话 他来到一号直播室 推了推还睡得迷糊的黑砂球 说道 咱们的兔兔呢 黑砂球跳到魏坤怀里 蹭了蹭他的下巴 慢条斯理地打了个哈气 再抓四个 我就彻底不用上班了 然后 他指了指墙脚 你干嘛 角落里的声音 惊恐万分 他抱着瘦弱的身体 想要钻到墙脚缝隙中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给他带来一丝安全感 魏坤摇摇头 莎莎哪里都好 就是下手太黑 太快 而且总留下麻烦的小尾巴 他本想让莎莎抓来正主 吓一下就算了 谁知道莎莎见烈欣喜 直接把这位大学教授揉成一团 用十几条胳膊 当场捏了的小手办 你就叫兔兔了 魏坤去化妆间 给他找来一身新衣服 圆模胡桃的经典圆皮COS服装 大小刚刚好 尤其是前胸贴后背的紧俏 他的模样跟依依有大概七分相似 但兔兔的记忆 显然要比依依保留的更多 他懵懵懂懂的 背套上胡桃的衣服 然后猛然醒悟 瞪圆了眼睛 震惊地看向魏坤 你是魏坤 这是幸福护鱼 魏坤乐了 又喝 知道的还挺多 我喜欢 你知道你是谁不 培训流程 刚和董事长见面的时候 总要先来一手 护认儿子的戏码 魏坤毫不客气地 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但这招对一一百用百灵的技能 竟然失效了 兔兔捂着脑门 眼圈红红的 却根本没哭 而是死死瞪着魏坤 一脸倔强 嚷嚷道 我的粉丝呢 我的铁粉呢 我要发微博 狠狠谴责 让大家一起网抱你 给你逼得跳楼自杀 魏坤抱胸 淡淡道 又是一个劣迹艺人 交代吧 以前都干过什么好事 干过你皮燕子 哎 攻击性还挺强 我有点欣赏你了 魏坤喊来黑沙球 对黑沙球叮嘱道 今天晚上 你要是不把他训练出来 明天你就要开播上班 明白吗 黑沙球身体剧烈颤抖 尖叫道 我不要上班 绝对不要 他转头愤怒地看向兔兔 煞时间变化为 黑沙怨魂的本体形象 雾气弥漫 黑雾中 走出一个具有无数条 惨白手臂的瘦高鬼影 编织着血肉之成的猪网 居高临下地 冷冷凝视着兔兔 宛若捕猎的巨型蜘蛛 兔兔吓傻了 他害怕地往后爬 喊道 哪里来的黑毛大螃蟹 管家婆沙沙的脾气 其实是鬼公司最坏的 只是他平时喜欢睡觉 不愿意表现出来 而且还总是被强势地 红红压了一头 这才显得他 这位中层领导 似乎有些弱势 你上班定了 这是莎莎自认为 发出的最狠毒威胁 随后无数只手 必抓象兔兔 一号直播室 响起了绝望的惨叫声 魏坤则打开了迭位平台 边听着直播室的惨叫声 边看妹妹们的宅舞 充实自我 为了公司多元化发展 采风取材 大荒影视程 市镜的大巴车 陆续停靠在路边 一位位光鲜亮丽的演员 带着精致妆容 款款而出 科班出身的 明显带着股自信 网红 主播 或是网络视频制作者 气势就要弱上几分 谈吐中难免露窃 因为 在国人朴素的思想里 拍电视剧 拍电影 是一件很庄重 严肃 神圣的事情 这些网络出身的艺人 草根属性 网络上意气风发 慷慨激昂 现实里 潜意识的自亲自彼 会让他们对职业和成就难以启齿 说不出口 彭佛这些自己交保险的工作 就是犯了极大的过错 因而剧组场务 戴了有色眼镜 将他们以不同待遇区分开来 天堂传媒 新鲜影业的视镜演员 来左边休息室 其余的去右边棚子里等着 一边是通水电的专业房间 一边是漏风漏光的塑料棚子 但导演和资方都在场 再不舒服 也不敢表现出来 李小雅安慰着冬夜田和依依 道 等下视镜时认真一点 这边虽然简陋 但也很凉快吗 她的话 惹来一阵轻笑 有位穿着恨天高 身材高挑的女演员 胸前挂着天堂传媒的身份牌 故意用夸张的语气 高声道 大家认真一点哦 万一被某些小网红 抢去了角色 跟老师同学说起来 怕是要丢死人 哈哈 怎么可能 米姐 你就是爱开玩笑 场务附和着 笑道 没有意外的话 这次选角 应该就是在天堂传媒 和新鲜影业的内部里选 其余的 再看实例吧 形象和气场上是差了点 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李小雅捏着拳头 没说话 倒是东野田忍不住 想要冲过去 和那些人理论一番 最后还是被李小雅拦下来 因为李小雅看得出来 这是天堂传媒的艺人 故意做出的姿态 目的就是挑衅他们这些草根艺人 在选角导演面前 留下一个极差的印象 你是 花小喵 忽然有声音 惊喜地对李小雅说道 李小雅转过身去 见到来人陌生 微微疑惑 道 你是 我叫郝玉苗 阿苗 我以前每天都会去直播间的 还记得吗 郝玉苗是个二十岁的甜妹 她笑起来 眼睛像是月牙 笑嘻嘻地 真诚说道 我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还是花花姐给我的勇气呢 你一直是我的榜样 李小雅脸色微红 片开目光 哦 是你啊 郝玉苗挽住李小雅的手 说起 那时候她学业失败 情绪低谷 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是一位叫花小喵的主播 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希望和力量 这是我今天最高兴的事 李小雅挽了挽并脚 轻声道 没想到我也有能帮助别人的时候 另一边 剧组工作人员 急急忙忙 逢人便问道 导演呢 人都等几个小时了 怎么选择导演还没来啊 场务也纳闷 看手表 他不是会迟到的性子 你打过电话吗 打了 打不通 急死我了 八十多个演员 这要选到几点去 后半夜吗 大荒影视城 占地面积极大 足足有二十多个摄影棚 还有一部分是影视乐园 公游客参观 算是云海市的知名景点 剧组的位置在大荒影视城的西南角 较为偏僻的西口处 场务找了个高处 远远眺望 层栏叠杖的建筑群 在夕阳斜下的日幕中 大片的影子拉得极长 宛若潮水漫过沙滩 逐渐陷入到朦胧不清的黑暗 爷爷 您可算是来了 场务终于等到了选角导演黄哥 尝出一口气 他没注意到 黄哥脸色极差 惨白 额头满是滴落的汗水 像是洗过澡一般 跟你一起的老熊呢 场务随口问道 黄哥缓缓摇头 不见了 啊 这么晚了 等下还要他打光呢 我给他打个电话催催 我没开玩笑 是真的不见了 黄哥突然死死抓住场务的胳膊 充满血丝的眼睛 略带一丝惶恐后怕 望着他 场务被这目光看得心头发毛 勉强笑道 黄哥 你在说什么啊 演员们都等着呢 黄哥深呼吸 似乎在回忆 我和老熊是下午两点到的西口 还有小叔小象他们 总共五个人 中午吃完饭 就马不停蹄地赶来 西口人很少 老熊开车 左拐右拐 不知道饶了多少个弯 我们发现迷路了 时间真的是好漫长 游箱很快就见底了 我们下了车 打算走到这 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 有黑色大门的建筑 那时候的光线 比现在还要暗一些 小叔说过了这个门 就是影视城西南区 然后我们就走过去 黄哥突然看向场务 场务愣愣地回望着黄哥 场务犹豫到 我怎么记得 你们是四个人去吃饭的 小叔是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吗 你不好奇在黑门后 我们见到了什么吗 黄哥忽然咧开嘴 怪异地笑着 场务感觉这笑容 当他非常不舒服 他用力摇头 道 黄哥 赶快去旋角吧 时间挺急的 说着 他就要往剧组的方向走 黄哥猛然拽住了场务 自顾自地继续道 在那黑门后面 我们见到了自己的尸体 原来 我们早就死了 伴随着话语 他的嘴越裂越大 露出森然厉齿 在场务惊恐的注视下 那巨口骤然扑来 扑通 半个身体倒地 大腿不停地抽动着 像是被切成两半的青蛙 旋角开始了 工作人员拿着喇叭 对早已不耐烦的演员们喊道 大家终于提起了精神 七嘴八舌 开始紧张地补妆 检查自己的号牌 喊道谁的编号 谁就进去试镜听明白了吗 工作人员指着二十几米远外 一道黑漆漆的门 李小雅为东野田和依依 还有郝玉贴好了号牌 郝玉苗是四号 李小雅 东野田和依依 分别是六号 五十一号和二十七号 很快 四号试镜 就喊到了郝玉苗的号码 李小雅轻轻抱了抱她 家有骨气道 你一定行的 郝玉苗甜甜一笑 吐舌道 借芽芽姐急言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她 今天终于知道了 花小喵姐姐的真实姓名 很好听 叫做李小雅 说吧 她走进了那道黑门 过了一会 也不见她出来 大家只当是还有别的出口 只有李小雅惦记着郝玉苗 紧张地攥着拳头 六号试镜 李小雅如梦初醒 向东野田和依依道别 捏着裙子走向黑门 依依不停地点着头 似乎很困倦 不知过了多久 二十七号试镜 她睁大眼睛 才反应过来试喊自己 匆匆忙忙穿好外套 没望戴上某个画轴 小跑过去 东野田哑然笑道 这孩子 就在依依进入黑门后 刚刚过去一分钟 东野田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传来一一喘着粗气的紧张说话声 田姐姐出事了 玉面姐姐让我告诉你 不惜一切代价联系老板 只有夜晚的她才可以 嘟 电话戛然而止 盲音刺耳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宛若用力东野田的心脏抓了一把 嘖 怎么回事 东野田慌了 她看向那扮演着的黑门 顿时感到一股难以言明的恐惧 慢上心头 周围的演员还在排练 讨论着试镜 夜幕悄然降临 远处 深邃的黑暗 宛若吞噬万物的大口 不见尽头 东野田轻轻摸着她的玉镯 玉镯震动 以闻难斑的声音 轻声预言道 黑门 大兄 落日明府 白鬼为电 东野田嘴唇吸动着 对玉镯的预言倍感惊恶 黑门 落日明府 尤其是后者明慧 让她感到了强烈不安 玉镯从来不会说谎 而且预言没有出现过错误 她用力摇摇头 将胡思乱想抛之脑后 手机果不其然没有信号 如同被神秘力量隔绝 她深呼吸 站起身打算先离开试境现场 突如其来的变故 没有让东野田惊慌失措 她明白 在那黑门后 绝对发生了某种超乎寻常的意外 一一给她透露了三个关键信息 不要进入黑门 有位教育面的第三者 暂时帮忙 以及尽快联系魏昆 这时候 喊一个普通人 又有什么用处 东野田披上厚实的外套 随手扯了个布条 蒙住脸 然后三步做两步 猛地跳上墙颜 夜色里 她淡紫色的毛子 动若观火 极强的夜视能力 将黑暗中的景色一览无遗 然而 她所看到的景象 让她触目惊心 通往隔壁区域的走廊小道上 到处都是黑色浓雾 在雾气翻滚的缝隙里 她看到了许多残枝断壁 和面目猙獰的惨白人脸 庞佛想要挣脱雾气 入侵到现实之中 还在等待事件的剧组 并未察觉到这一切 演员们还在说笑着 根本没意识到 剧组的工作人员 表情越来越怪异 盯着他们露出诡异的笑容 每一个号码 就有一个演员 消失在了黑门后 48号 马上就要到了 东野田的第51号 她隐隐约约有个猜测 若是试镜的过程被意外中断 绝对会发生更恐怖的事情 周围都被黑物隔绝了 东野田眯着眼睛 随后念头一动 在月光照耀下 身后猛然展开一双 巨大足有数米长的黑色翅膀 她的本体 正是一种名为天狗的妖魔 纵身飞到半空 东野田内心焦急万分 可她极力保持着冷静 想要观察环境 尤其看看 是那黑门后的景象 尝试着有没有可能先救人出来 千万不要出事 她喃喃道 然后化作一道淡紫色光影 正要飞身过去 身后突兀响起苍老的叹息声 声音似有魔力 东野田惊恐地发现 她无法控制驳梗的转动 缓缓转身看去 下一瞬 天旋地转 等视线再次清晰时 自己竟是回到了选举现场 翅膀也不知何时收了回去 她心头狂震 有股森然寒意 从尾椎骨骤然升起 51号 黑门传来选举导演黄哥的呼喊声 这声音似乎在压抑着笑意 当声音落地 剧组的工作人员 眼球僵硬转动 猛然齐齐 投向了东野田 死死盯着她 绝对不能进去 东野田惊快要跳到嗓子眼 即便是诚信商行的那次意外 也没有这般诡异和恐怖 她像是一个柔弱普通人 无能为力 只能恐惧地听着那一遍又一遍的叫号声 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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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从略带笑意 逐渐沙哑 扭曲 最后变成了愤怒的尖叫 有些演员意识到了异常 虽然感到古怪 但面面相去 压下不安 没有多想 只是看向东野田的目光 带着些许催促和埋怨 东野田知道 她可能躲不过去了 只有走到黑门后 才有可能将李小雅和依依救出来 她轻咬牙关 尽量装作正常模样 不引起剧组工作人员的额外注意 双手捏着档安带 用力到关节发白 然而面色平静地 漫步走向黑门十米 五米 近在迟迟 东野田看到那像是棺材质地的黑色木门 隐隐渗出血迹般的油漆 吹出腐臭的阴风 虚眼的门缝 宛若恶鬼张开的大嘴 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黑门的诡异 几乎要压垮东野田的心理防线 她握住拳 只能进去了 等等 就当东野田迈出最后一步时 突然有人叫住了她 是个戴鸭舌帽的高大男人 她这举动 也引得周围神色僵硬的工作人员 愤怒地凝视 空气中那股腐臭味道 似乎更加浓烈 黑门也发出了低沉的震动声 进入黑门一定会死 没时间解释了 我是人民警察 相信我 五秒后 我会给你创造机会 记住 逃 按下这个装置 通讯能短暂恢复 会有人来救大家 鸭舌帽男人看似镇定 实际上声音发颤 她说话时 甚至咬到了嘴 可她还是动作飞快地 将一部对讲机模样的设备 硬塞到了东野田手里 东野田微微震住 回看到鸭舌帽男人的目光 她看到了恐惧和坚决 两种矛盾的情绪 同时出现在她的表情中 鸭舌帽男人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对着东野田 缓慢而有力地点了点头 做出了舞的倒计使手势 就在诡异的工作人员 已经露出不耐 要抓向东野田时 她猛然摸向腰间的特制手枪 毫不犹豫撞向了黑门 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门后 伴随着两声巨大的枪响 从好似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砰 砰 东野田听见背后的枪声 不知为什么 像是也击中了她的心 她死死咬住牙关 努力不回头去看 脑海的倒数 终于数到了1 她果断按下 那对讲机的红色按钮 一道无形电波 骤然释放 原本禁锢着剧组的神秘力量 出现了瞬间的空隙 这一次 她选择相信鸭舌帽男人 也选择相信了依依 东野田发出了那条 准备好的短信 老板 出事了 快来剧组 当她看见短信 发送成功的提示后 猛然转过身 在其余演员惊骇的目光中 再次展出黑色翅膀 坚决转身 冲向她的黑门 这一切 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很多人只听见了 磅佛道具声的枪响 随后就看到一个 张开翅膀的漂亮女人 像是疯了般 以惊人的速度 冲向视镜的黑门 那是道具吗 看 看着不像啊 演员们目瞪口呆 尤其是早前对 东野田和李小雅 冷嘲热讽的老演员 米姐 她正要说些什么 余光突然瞥见 身旁不远处的工作人员 露出了震怒的神情 接着嘴巴里到最大 在一声声的惊恐尖叫中 米姐的头 不见了 剧组顿时陷入一片 恐慌的混乱中 大荒影视城 发来求援信号 有调查员发现了黑门 全体列庄 附近的第四支队 第七支队先行 十分钟内赶到事发地点 云海市民俗局警铃大作 全力行动起来 老警官林世泽 陈渊丽和医生楚灵 组成战术小队 火速赶往大荒影视城的车上 快速检查着警报仪 特制手枪等必备品 气氛凝重 楚灵忍不住出声问道 发信号的刘警官 能等到我们的支援吗 你没猜错 他应该已经牺牲了 林世泽平静地望着他 略显浑浊的眼球 看不出内心所想 道 在诡异面前 我们只是普通人 每一次行动 都是用人命去填 诡异的规则复杂多变 我们只能希望 每个人的牺牲都是有意义的 这是使命 也是人民的信任 我也会死 这位老警察 以一种说家常话的语气 轻声接着说道 但我希望我的死 能换来更多孩子的生命 他们不该面对 这般残酷的世界 他们才是 这个民族的未来 国家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 陈元丽面露一丝复杂 他似乎看到 这位老警官 古井无波的冷峻下 掩盖着一颗年迈的 炽热的心 他说道 十三局的支援会来吗 要是有他们 就不会有这么多 调查员牺牲 他们在处理 更严峻的事件 林世泽看向陈元丽 你只要清楚 他们面对的 才是这个世界 最恐怖的一面 每一位 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战士 我曾经恨过他们 现在却更恨自己 和那些失位素餐的蛀虫 赶到现场 大荒影市城南部 西区入口 大量游客和其他剧组 被以消防演习的名义 紧急疏散 此 仅用HS无猛甩个回头 急杀停稳 林世泽三人下车 大步冲向球员信号地点 外围零速指数 接近B级 中区零速指数 超过B级级 即将突破到A级 核心区 对讲机沉没片刻 语气沉重到 核心区的零速指数 已经达到A级级 随时可能爆发灾祸级事件 这就是黑门吗 陈元丽愕然 指尖竟是不禁微微发颤 A加级 可能是云海市近几年来 遇到的最高等级民俗事件 我们的任务是 尽快摸清黑门的规则 将其控制并封印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 尽快摸清 这封清云淡的字眼后 代表着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一直沉默着的楚灵 突然说道 我愿意打头阵 一直是陈哥和灵叔保护我 我没成家 没有负担 你们都是有家的人 这次让我来吧 陈元丽本想拒绝 林士泽却缓缓说了声 好 楚灵坚定点头 他开玩笑道 不要小乔了女同胞啊 但在场没有人笑得出来 等他们逐渐接近核心区时 警报一狂阵 放眼四周 建筑显示出一种森然的衰败感 手指轻轻触摸墙壁 能摸得到血肉般粘稠的触感 这里已经完全异化了 宛若鬼域降临 最糟糕的情况啊 林士泽皱眉道 最前方的第四支队刚刚失联了 我们要尽快找到黑门 然后将得到的情报 共享给其他支队 举目望去 大荒影视成的西南角 笼罩在浓郁的黑暗里 随风飘来刺鼻的腐臭味 楚灵突然说道 有幸存者 他们在墙根附近 发现了一个瑟瑟发抖的女人 她满脸泪痕 似乎经受到了极大惊吓 我 我叫郝玉苗 是试镜演员 我来这里试镜 经过一道黑门后 来到一个相似水潭模样的地方 失去了意识 呜呼中听见两声枪响 在醒来的时候 就来到这里了 警官 这里是不是闹鬼了呀 你口中的黑门在哪 过了这条走廊 前面那栋建筑后面 郝玉苗颤声道 楚灵拍了拍郝玉苗 安慰着他 嘱咐他原地等待救援 然后动身 准备前往黑门的所在地 就在众人转身的刹那 郝玉苗突然露出诡异笑容 他嘴角高高扬起 越长越大 随后猛然扑向了队伍最后面 看似衰老的林世泽 林世泽如同脑后有眼睛 他动作不向老人 战术翻滚 然后抬枪射击 特制子弹瞬间穿透了郝玉苗的臂膀 郝玉苗吃痛尖叫 转身就逃 众人尾随 跟了上去 然而只是拐了一个胡同 就跟丢了目标 直到这个时候 楚灵突然指着身后 颤声道 那个会不会就是黑门 只见 他们经过的走廊 赫然有一个漆黑的大门框 正半开着 原来他们竟是无意间 被郝玉苗引诱 穿过了那道黑门 嘻嘻嘻 不远处传来轻笑声 声音怪异 不似活人 三人猛然看去 只见一栋古朴的庭院式的建筑里 正听中正 悬挂着一个尸体 愿毒地望着他们 绝对不要去看绳子 这时有人大声提醒 但为时已晚 楚灵的目光 才注意到那条绳索 他突然赶到脖子上一紧 庞佛有股力量 将他凭空吊起 激进窒息 惊骇的目光中 有个鬼手 不知什么时候搭在了肩膀上 正用力把他往下拉 庞佛要扯成两段 楚灵视线越来越模糊 他拼命挣扎着 却徒劳无功 绳索逐渐锁紧 鬼手也越来越狠立 陈元丽和灵氏则想施以援手 却也被那诡异的绳索缠上 我 要死在这了吗 楚灵想着 他像是看到了一片温暖的黑暗 庞佛月光都不见了 恍然间 那月亮 好像真的消失了 突然 死死捆着他脖子的绳索 直到这时楚灵才看清楚 那不是消失的月亮 而是一个拥有四条手臂的巨大无面黑影 掩盖住了皎洁月光 他一只手掌遮挡在眼前 充当着星红的独眼 另一只手掌遮挡在嘴巴前 掌心可见一张森然鬼口 极力抬头仰望 也难以看清他的全貌 林士泽与陈元丽震惊地看着 思维和意思都骇然停顿 那 那是什么 对讲机忽然恢复了信号 声音颤抖 难掩惊惊 最高警报 核心区发现未知诡异 零速指数突破S级 所有调查员立刻撤离 所有调查员立刻撤离现场 林士泽大害 老麦面孔站立着 张了张嘴巴 发不出声音 他难以置信自己听到的警报提示 越是了解诡异 就越能懂得S级的概念 S级就是行走的末日 是西伯利亚呼啸东亚的寒流 是横跨太平洋的暴风眼 是板块碰撞爆发的阵战伟力 也是人类无法直接面对的灾祸 陈元立瞳孔收缩 S级诡异的警报 他只是呆愣了半秒钟 立刻挣脱开松软的鬼神 猛然扑向了楚灵 将他从高高悬挂的状态救了下来 楚灵整个人软眠的像是破步娃娃 他保持着凝望天空的姿势 目不转睛 恍然无神 这时 林士泽和陈元立顺着楚灵所看的方向 再次望见了那遮天蔽月的巨大鬼影 鬼影宛若无面的神灵 他倾着黑夜的云 透过层层云雾 鸟看大地 两个掌心 分别代表着他的眼睛与嘴巴 移动时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空气随之褶皱 壮弱辐射的浪潮 更像是神灵背后的光韵 发出灵魂颤抖的压迫力 林士泽回忆起了他童年时 在动物园 听到的那头猛虎的咆哮 当时的他瘫软在地上 感受到了来自基因本能的畏惧感 那时猎物 在面对高位猎势者的潜意识反应 此时鬼影带给他的恐惧 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 再次体会到无能为力的绝望恐慌 黑门之内的人抬头仰望 纷纷为那巨大鬼影所震撼 见住某处 东野田正死死搂着依依 翅膀将其紧紧包裹 生怕他受到伤害 此时的他 遍体鳞伤 身体布满了搏杀后的撕裂伤口 但他顾不得疼痛 惊恐地看向那尘缓 庄严的鬼神逐渐走近 依依 闭上眼 不要看 他颤声道 依依却是害怕又激动 是老板 老板来救我们了 东野田猛然瞪大双眼 看向依依 脑海中一道闪电划过 被他的话语 惊到指尖发颤 依依 你是说 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东西 是老板派来的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身影 从依依的怀中正脱开 又是引得东野田 一阵目瞪口呆 他当即认出了玉面 吓得激进灵魂离体 你是诚信商行 那只杀人厉鬼 你怎么在依依这 如果不是玉面姐姐 一一早就被那些鬼杀掉了 一一牵着玉面的手 低声自责道 但是我没能找到牙牙姐 你 他 我 东野田的人生观 受到了极大冲击 忽然震住 他似乎意识到了 什么可怕真相 诚信商行的杀人厉鬼 是幸福护予的前任主播 现在还保护着一一 一一似乎早就知道 幸福护予有鬼的事实 怪不得我会嗅到 他们身上 有股熟悉的气息 等等 那董事长魏坤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抬起头猜到了 他无法相信的事实 落日明府 白鬼为电 我躲着鬼异跑了半个世界 竟然跑到明府上班了 天哪 他 就是魏坤的本来模样 一一轻轻点了点头 道 芝芊阿姨早就告诉我 不要让老板轻易离开公司 但遇到危险的话 可以向老板和红红阿姨 喊救命 东野田快妈了 他嘴角一抽 无力道 你的意思是 红红也是鬼 还有莎莎妈妈呢 一一掰着手指头 回忆道 那次是莎莎妈妈救了我 后来听芝仙阿姨说 是红红阿姨出手 把玉面姐姐教训的七零八落 差点就给吃了呢 红红阿姨 叫得真亲切 那分明是个不可理喻的怪物 玉面语气冰冷 淡淡道 玉面看向东野田 有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快意 他充满细血地说道 你明白了吗 幸福护鱼就是一个大鬼窝 你怕我算是怕错了 我在这只是一个讨饭吃的小透明 所谓红衣女师 黑沙怨魂 还是双生芝仙 都是灾难级的恐怖诡异 他们不过是迫于董事长的淫威 暂时乖乖听话罢了 你当魏坤 是给你工作的好人 说不定 他只是把你这只小鸟腰 当成了储备粮 抬头看看董事长大人的真面目吧 和他相比 我不过是小奸小恶的吃人女鬼而已 东野田跪坐在地 弱弱地反驳道 我是大天狗 狗肉火锅 加上我的烫人脸皮更漂亮 要不要有点 天狗不是狗 总之你跑不掉的 进了公司 永远都跑不掉的 总算能找到一次痛快的发泄机会 放声猖狂大笑 他正插腰狂笑 突然被一一卷起 塞到了东野田的衣领里 然后两手左右拖着 用力一加 顿时没了声音 玉面姐姐哪里都好 就是废话太多 一一叹气道 我们去找牙牙姐吧 老板一定生气了 东野田感受着 林口那团愤怒的一跳一跳的家伙 表情麻木 没有说话 直到一一问了句 塞进去舒服部 刺激部 得进部 他忍不住 给了一一一发脑瓜崩 巨大鬼影注视着地面 很快就发现了 建筑某处的一栋黑色木门 随即用另外两只大手 轰然盖落 黑门周围 站着几位灰衣人 兴奋回在上 求佛母庇护 他们惊恐地望向小山般 盖过来的鬼手 只是发出了几声凄厉惨叫 就被连带黑门 一起抓在掌中 最后塞进了锋利猙獰的鬼口之中 化作漫天蓄雾 四臂鬼影吞噬了黑门 周身顿时涌现出 蝌蚪勾玉状的花纹 发出黑色光辉 额头 胸膛 小腹 还有四肢 总共七枚长钉 腥红血液游走 其中额头的长钉 似乎微微松动 鬼口大张 仰天咆哮 煞时间 一道无形的冲击波 从鬼口 向四面八方辐射 下一瞬 黑云同时消散 无影无踪 万里黑夜无云 脚跃升起 朗莽晴空 等人们再向天上看去 只有一轮明月 那恐怖鬼影 像是从未出现过 东野田和依依 很快在影视城 西南角的阁楼 找到了李小雅 不过 李小雅似乎受到了 不小的刺激 双目茫然 问她话时 也闭口不言 只是轻轻摇头 依依激动地抱住李小雅 呃 雅雅姐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东野田目光复杂 她深深地望了一眼 李小雅 重重叹气 同样保持沉默 警方控制了大荒影视城 然而 让东野田 倍感意外的是 那些警察们 给他们隔壁的剧组 拉了一条长长的警戒线 对于他们这边 只是部分人 临时做了笔录 然后带走了 其中一少部分 她打听到 紧挨着大荒影 视城食堂的隔壁剧组 发生严重的煤气泄漏事故 据说都送往医院了 但她并没有看到 几辆救护车 紧接着 让东野田 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 剧组那些 进去试镜了的演员们 正有说有笑地 离开临时笔录室 高兴地 一轮着试镜结果 试镜导演黄哥 看着手里的演员表 愁容满面 跟场务争吵了几句 又当场和好 说是等 下去吃烧烤喝点啤酒 天堂传媒的迷姐 踩着熟悉的恨天高 迈着科班出身的 优雅步伐而来 眼帘低垂 打亮着东野田他们三人 黄哥说了 你们的事情不太行 回家等消息去吧 东野田的沉默 被迷姐 当成了示弱表现 扑呲一笑 哼着小曲 转身离开了 这女人明明被杀了的 她内心不安地疑惑着 然后远远地 看到李小雅的迷妹 郝玉苗正失魂落魄地 拖着脚步 走上大巴车 似乎视镜失败 对她的打击非常大 若不是东野田手里 还留着 那位鸭舌帽警官 绝别钱塞给她的纸片 一封留给母亲的遗书 她绝对会以为 今晚发生的事情 都是幻觉 好在她谨慎地 偷偷处理掉了 那个对讲机 没留下任何指纹 和头发之类的线索 因此 当警方做笔录时 她三言两语 就搪塞了过去 东野田更加疑惑不解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连警察 都不太关心 这个剧组的情况 只有回到幸福护鱼 找到魏昆 才能清楚事情的原委了 东野田心头一颤 她突然很害怕 见到魏昆 那个巨大的四壁鬼影 给她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恐惧回忆 大荒影视城门口 楚林看着 有序离开的游客和剧组 低声问道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活着的先放一边 等以后慢慢调查 以免发生骚乱 今晚的事 死人才会知道的更多 林世泽抽了口烟 看向楚林柏梗上的红印 心有余悸道 要不是那个东西出现 我们估计都交代 在这次事件里了 这话引得一阵短暂揭默 那个东西 真是我们人类 能对付得了的吗 最后还是林世泽 打破了越来越压抑的气氛 道 等下回举脸 我这老头子 请你们年轻人吃大龙虾 好爷 陈元丽振臂一挥 庆祝着劫后余生 离开大黄影视城 去往酒店的大巴车上 黄哥接到了十号聪的电话 喂 时间制 重要角色已经定好了 基本都是天堂传媒和我们的人 你说幸福护鱼 那个小公司的几个小艺人 都被我打发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 除非洪空道场 内定女主 其他人随意吗 您问隔壁剧组 没气泄露的事 嗨 您说巧不巧的 咱们运气好 吉人自有天相 就隔了两栋楼 一点是没有 我倒是听说 那边可能死了不少人 某些公司要倒大霉了 要 要撤资 别借啊 明可千万别 咱们这项目指定能火 都是实力派 挂断电话 黄哥深深叹了口气 道 幸实的耍脾气呢 他跟幸福忽于眉来眼去 谁不知道呀 但天堂传媒 现在是新鲜影业的二股东 咱们也得听人家的是不是 算了 我们一会 等快到酒店再喊我吧 他躺在座位里 将帽子盖在脸上 没人看到 黄哥眼底一闪而过的红色痕迹 大巴车很多人都忙了一下午 外加一晚上 浑身疲惫 也随之沉沉睡去 梦里 车上几乎所有人 都见到了一座古艺盎然的大宅 一场人生鼎沸的盛大婚宴 和一位大红婚妆 披着盖头的绝美新娘 半张脸的小丝 对他们欣喜高喊道 众师鬼 迎新娘 云海市民俗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金向阳看着卷宗 没关紧锁道 可以确认的是 大荒影市城的黑门失踪了 可能被镇压 也可能是触发规则发生了转移 调查员在现场发现了高额的灵速反应 仪器峰值突破了S级指数 并且出现了与之对应的新民俗事件 上级暂将其命名为 无面 一支来历不明 规则不明 危害程度不明的S级诡异 许多调查员都没见到无面的模样 而现场的拍摄装置 也只拍到了高领速反应的白影 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有意义的影像资料 陈元利描述道 脸部刹车的四臂奥特耶稣 在场的调查员愣住了 纷纷想象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林世泽本想反驳 可想了想 好像还挺形象 无面 四条手臂 奥特曼的身高 被七枚钉子贯穿身体 就差个十字架挂起来了 金向阳缓缓道 刚刚气象部门说 云海市一个月以内 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降水了 那个诡异最后的一次攻击 清空了云海市上方 空间尺度覆盖上百公里的云层 根据估算 其威力至少相当于 在高空引爆了一枚小型核武器 热爱和平的奥特曼 是不会用核武器的 他这个冷笑话 没有引得任何人发笑 而是纷纷陷入震惊的沉思 S级诡异 能改变天象 这不就是古代的神灵吗 金向阳内心的不安 其实远甚于在座的任何一人 他知道 以云海市的力量 是不足以对抗一个S级诡异的 而且调查员们 还在大荒影视城 发现了信奉会的痕迹 信奉会的成员 是一群赞美诡异 崇拜诡异 甚至供养诡异的疯子 他们的至高神名为 佛母 是教会预言里 重启世界 带来极乐的无上鬼神 通知13局的杨处长 请他长期驻守云海吧 东野田没敢回到幸福护鱼 他找借口 带着李小雅 直接回到了他的出租屋 只有依依 还有化妆工具鬼玉面 趁着夜色返回创新大厦13层 依依在办公区 看到了沉思中的魏昆 怯声声地喊了声老板 魏昆没有多说什么 让他先去办公室休息 他盯着掌心 脑海中满是疑惑 我怎么突然吃得有点撑 魏昆只记得 他接到了依依的电话 然后便急匆匆递下了楼 打车赶去大荒影视城 之后的记忆就有些模糊了 自己好像到处寻找 但怎么也没见到东野田他们 就有些着急 路上遇到了一家街边摊 蘸着番茄酱 吃了点墨汁薯条 因为太心急 好像还忘记扫码 后来没找到人 自己又不放心地 看了眼手机远程录像 确认洪洪和莎莎还在公司里 没有趁着他离开的时间闹事 这才回到了公司 他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小秘书一直怯笑 不停地说董事长好帅 我爱死你啦之类的话 肯定又是想骗我盖章 魏昆觉得今晚的事 真是诡异到家了 用力摇摇头 以后不能轻易晚上出门 这鬼公司太邪门了 光是楼层里的那些迷雾 就差一点迷路 我可不想再撞见蔡美娟那种过期老仙女 他喝了点水 竖了竖口 觉得嘴里又干又色 然后喊来依依 询问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依依一脸古怪地看着魏昆 说道 老板 你想让我吹你 就直说嘛 大事挺大的 魏昆又问他说什么 要打电话喊救命 依依如实说道 芽芽姐进去试镜之后 就不见了 我和玉面姐姐 遇到了个很棘手的鬼 然后打电话喊你过来 后来你好像给那个鬼瞎跑了 直到这时 魏昆模糊的记忆 才猛然清晰起来 狗屁番茄酱 狗屁墨汁薯条 自己好像跑到了大荒影市城 然后硬生生啃了一个 大黑门外加几个灰袍怪人 卧槽 魏昆的记忆越来越清楚 虽然某些细节还是很模糊 但关于自己的影像 却是逐渐凝视起来 四壁鬼影 七根长钉 我也是鬼 魏昆顿时怀疑人生 冷汗直流 这时 系统提示声及时地响了起来 董事长成功出差 激活一号专属座架 无面九优天尊 请多多培养鬼员工 使其努力工作 让您早日享受豪华座架的驰骋快感 一号专属座架解锁进度 七分之一 下一集解锁条件 两个A级耗材 获注入二百万鬼钱 请董事长尽快偿还杨坚债务 正式开启鬼公司运营 鬼公司正式运营后 拼着手里的迷你四B令牌 怎么看怎么像是BYD的车钥匙 这也让魏昆松了一口气 虽说用鬼当作驾 有点邪门 但起码也从魏昆坚信 自己还是一位 有权力追求日常婚姻生活的正常人类 直到天色大亮 刘宁急急忙忙地打来电话 道 魏哥 你那边法务准备好哈 上午就把线上签约搞定 魏昆派王守夜去处理这件事 进展非常顺利 这次网剧项目 虽然进展得不是很顺利 但最终还是靠着石浩聪的努力运作 外加球运营那边发生的小小意外 把K签搞定了 终于拿到了 属于红红三千万的签约费用 看到账面上四千多万的数字 魏昆内心第一次有如此踏实的安全感 总算是把欠账都搞定了 他喊来仅剩的一位财务小张 让他尽快联系农行 把账务清偿 正等银行的人上门 石浩聪却先踏破了幸福护鱼的大门 他气势汹汹地闯进董事长办公室 劈头盖脸 喷了魏昆满桌子唾沫星 魏老板 不就是项目没谈成 但也是咱们提前说好的呀 只要红红愿意 直接订女主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啊 魏昆有点猛 我做啥了 石浩聪被气笑了 拍着桌面倒 早听说魏总老谋深算 再是小曹操 此前还不信 这回我是真服了 你直说吧 收买我那剧组 你用了多少心思 花了多少钱 你看我像是有钱的样吗 魏昆抖了抖自己的地摊西服 非常无辜 石浩聪愤然道 没花钱 你的意思是 全靠人格魅力 那我倒是想听您解释解释 你给我那帮剧组的人 灌了什么迷魂汤 今天一大早 就全让让着不干了 说是大荒影试成邪门 项目邪门 大家做了一晚上噩梦 然后我说 那你们去庙里请个牌子回来 拜一拜 去曲鞋也行啊 然后 您猜怎么着 石浩聪越想越气 把大腿都拍妈了 还有的拿红红照片 直接给供上了 一听说女主不是红红 全嚷嚷着不干 就连天堂传媒的那帮艺人 也是这态度 魏董 您这手逼宫真绝 真特妙的绝 魏昆听到这也琢磨点问题出来 昨晚 他好像掏手机看了眼红红 难不成就是这一演出事了 但听石浩聪的话 这事出的不算大 最多是收获了一群追星NC粉 人已经在楼下了 都等着让幸福互于办入职手续呢 石浩聪叹气道 这回算我认栽 毕竟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项目投资还按三一走 我也给你偷个底吧 这个网剧 我是奔着获奖去的 电影节的关系都打通了 只要拍出来 不是太难看 百分百拿奖 这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你是说百分百拿奖 魏昆愣了下 笑道 你怎么不早说 红红的女主可以谈的呀 不过呢 我们公司的梁作家得挂个名 而且他有个思路 你不妨听一听 石浩聪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说 幸福互于邪门了 这位老板 以退为进 深谋远虑 把他这从帝都来的强龙 都给盘得不服不行了 石浩聪听了梁熙的主意 陈寅片刻就点了头 没办法 事到如今 他只能先依着魏昆来 要说丢了面子也不至于 毕竟最后外界看来 是他石浩聪立牌重难 谈下了鲨鱼星秀 第一名的女主播 当女主角的方安 方安具体我研究研究 天堂传媒那边 你得注意一下 他们丢了这样大的人 整个云海分部 都快让你挖干净了 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天中午 云海市商圈便传出了 魏老板运筹帷幄 掠师小记 把天堂传媒和新线影业 玩弄于手掌之中的小道传闻 不禁让大家对这位 刚入行的新人 又增加了一丝传说的忌惮 同时某分部大楼 据说也传出了 整整半个小时摔杯子的声音 下午 幸福护鱼收到了两份文件 一份是农行的轻账证明 一份是律师事务所 整理出来的游戏知识产权书 魏坤打开那份清偿文件 在右下角 签下自己名字的刹那 系统提示声响起 董事长 恭喜您偿还了全部杨坚债务 鬼公司将开始正式运营 鬼员工晋升体系开启 目标一 请尽快完成鬼员工的 职称评定工作 还没细细体会 负债为零的轻松快意 这一连串的提示声 搞得魏坤微微愣了下 职称评定 他琢磨着这字眼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企业或是事业单位 但凡事官职称 每当评职称的时候 员工们百分之百会 彼此都打出狗脑子 阴谋诡计 相互公结 卖屁求容 力求抱住老板大腿 向更高层努力攀爬 有些坏心眼的老板 或是领导 总会利用评职称的机会 给自己捞好处 平衡员工 玩欲下之道 但鬼公司的职称评定 靠的是什么依据 恐怖程度 颜值外表 杀人效率 还是跟老板的交配次数 魏坤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 今天晚上 绝对有一场硬仗要打 且要大打特打 小指人煽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洪洪强势霸道 横行无际 想招谁就招谁 权力极大 又绝对不肯吃亏 莎莎看似性格柔弱 实际上又贪又懒 身为财务部部长 为了摸鱼和偷油水 达人篮子都下得去手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还有个不争为争的鬼境 提出要求后就继续装死 当他的透明鬼 但魏坤怀疑 他想拉拢洪洪 私自串通 借此机会向董事会冲击 至于击鬼和玉面 这两个目前还算是新人的聪明鬼 巴不得公司内讧 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直接倒反天罡给老板干掉 还他们一个自由鬼声 魏坤感慨道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还是依依最好了 这时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 是依依的声音 他气愤道 钱难赚 使难吃 老板都这样身先士卒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的 听到这话 魏坤突然被赶欣慰 还是依依最体贴老板的苦衷了 然后又听到 依依以全公司都能听见的嗓门 大喊 老板敢吃屎 你们敢吗 魏坤 他气势汹汹地来到办公区 看到依依正在舌战群雄 插腰挺胸 一副小平板最牛逼的模样 不可能吧 你别在这造谣啊 有人反驳道 依依瞪着大眼睛 哼声道 造谣 我可全都亲眼看见了 他连嘴都没擦 魏坤终于忍不住吼道 李小雅 管管这小傻子 李小雅今天气色格外好 整个人容光焕发 完全没有之前日夜加班 那副内分泌失调的凄惨模样 公司的人 也是第一次发现 李小雅的颜值 好像也很高啊 过去 他发质差 黑眼圈 皮肤也不是太好 猛地从谁背后出现 还以为是女鬼索命了 今天有的男员工 偷偷瞧着李小雅 面入惊艳 长卷发 桃花眼 穷鼻粉唇 身材妙慢 步伐轻盈 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 绝对是不弱于 公司之花东野田的高分大美女 他哒哒哒跑过来 顺手给了依依一发脑瓜崩 疼得他眼泪汪汪 但依旧嘴硬 吃了就是吃了 没吃就是没吃 不信你们去问田姐姐 这小傻子 最后被李小雅 连拉带拽 像是一条打针的小狗般 被拖进了A104办公室 他在地毯 留下两道长长的抓痕 七里惨叫道 老板真的吃了好多呀 咣当 大门关闭 办公区终于安静了 魏坤感觉有些人的眼光就不对劲 尤其是夏妍 那一副失魂落魄 患得患失 偶像他房的模样 是什么意思 过几天有新员工报道 马上成立影视部 给头牌主播红红做大项目 你们该干活干活 别让我抓到摸鱼的呀 尤其是带心拉屎的 魏坤黑着脸吼道 夏妍神不守舍的南南道 竟然还要免费的吗 没人想出眉头 低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 装出非常努力的姿态 魏坤算是明白 红红被网络恶意抹黑的感觉了 洗不干净啊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员工们陆陆续续打卡下班 夏妍本来订好了餐厅 想约魏坤出去吃饭 由于片刻 他默默退掉了预约 夜幕降临 鬼公司悄然出现 魏坤一直等在一号直播室里 直到最后的阳光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原本平静的房间 顿时变得阴冷又诡气森森 帅逼董事长 小秘书骑在魏坤肩膀上 小肩手用力摇晃着耳垂 甜甜道 要平直撑啊 魏坤发现 今天小秘书格外粘人 前缀从傻瓜变成了帅逼 而且说话也变得好听了许多 不像过去那般充满攻击性了 隐隐有一股 迷魅见到偶像的仰慕感 这小东西狠狠亲了一口魏坤 给魏坤弄得起了半身鸡皮疙瘩 他把小秘书从肩膀拽下来 警惕道 你不对劲 到底想干什么 小秘书突然变了语气 耳并撕磨 小声道 一起喜欢你还不行吗 再说 秘书喜欢董事长 有什么错 董事长想对秘书做什么 都是可以的哦 魏坤顶不住了 他还是喜欢那个 桀骜不驯的小秘书 哦 魏坤猛地恍然大悟 说道 你下手倒是快 这就开始动平直撑的歪心思了 你个大傻逼 快给我盖章 小秘书恢复本性 惨遭魏坤无情对待 团霸团霸塞进了裤兜里 但他今晚格外地活跃 平时被团成纸球 就会老实很久 这一次 他竟是绕远路 撑开拉链钻了出来 飘到魏坤面前 气鼓鼓道 你都要给他们分发种子了 凭什么不给我 要是他们变得更强 没有秘书帮你分担压力 到时候活生生累死你 哎 今天流行造董事长的姚氏吧 什么叫分发种子 魏坤嘴上反驳 内心却暗暗留意小秘书的措辞 种子 听起来很像是仙侠小说里 师父给徒弟留下的一道真气 一步法觉 引发潜力 助其快速成长 最终突破金丹 接触原因 难道他们也要借种结音 魏坤摇摇头 否决了这一猜测 诡异怎么可能修仙呢 但这东西 对诡异而言 绝对是有益而无害 而且会帮助他们成长 是大概率能确认的 按照小秘书提供的办法 魏坤首先来到红红面前 上手就开始脱衣服 小秘书喝道 你想干什么 按额头就行 魏坤呕了一声 重新给红红系上领口扣子 遗憾地叹了口气 低声自言自语 今天他没饿 不是是可惜了 还要多久才有机会 他在纸条上 用血化了个勾玉状的符咒 塞进右手鬼口 然后不轻不重地 拍了一下红红额头 鬼势部部长 红衣正在平定支撑 平定结果为 二星颜值主播 贪婪 集取 每次身心有较高概率解锁 心能力 天赋 哎卧槽 魏坤正听着提示声 没留意被狠狠咬了一口 他捂着伤口 怒然看向红红 只见他一副岁月静好 老老实实的模样 像是咬人的 并不是他 不过嘴角血解 还是把他出卖了 魏坤没好气道 你先急别低 倒是自己努力啊 自己吃不够 还管杀杀药 咬人算什么本事 话音刚落 红红绝美的五官 突然隐隐笼罩上一层黑气 大老婆骂不得 脾气太大 小秘书窃笑 被魏坤狠狠瞪了一眼 但依依就笑个不停 他摇摇头 在直播室里找了半天 终于在沙发底下 摸到黑纱球 才把他抓在手里 就听见这小玩意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刺耳尖叫 有吐吐了 我不要上班 魏坤没搭理他 又写了张纸条 然后拍在黑纱球脑门上 他愣住了 嗯 财务部部长黑纱怨魂 正在评定支撑 评定结果为 零星公司废物 编织 鬼网 黑纱球似乎极为愤怒 他拼命挣扎 让魏坤差点没拿住 喊道 我只是摸鱼 才不是废物 不公平 真的好气啊 魏坤松开了手 见他气得满地乱爬 时而撞捉腿 时而顶沙发 像是受到了极大刺激 直撑高低 对他们影响这样大吗 他第一次见到莎莎这般生气 甚至有些发狂的模样 然后魏坤依次找到了鬼镜 急鬼 小玉面分别得到了一星唱剑主播 一星虚拟主播 一星颜值主播的职称 急鬼和小玉面 没给魏坤好脸色 还是那副懒得搭理领导的 零零后模样 只有鬼镜 用娟秀的文字 对魏坤表达了感谢 我汲取人气的速度更快了 隐隐有种感觉 如果能提升到五星 我会有很大的变化 或许能直接登神街 也说不定 老板 真是太谢谢你了 老板 你怎么不说话呀 哦对了 你找到吕轩了吗 魏坤摇头道 还没找到吕轩 这几天没联系上他 还没找到吕轩 这几天没联系上他 鬼镜突然以悠然动人的嗓音重复道 魏坤心头大惊 拔腿就跑 果不其然 他才转身 看到那千千鬼手 从镜子里钻出来 奔着自己 就扑过来 好在魏坤在先后吃了玉面 黑门后 体质得到了极大增强 两个飘移甩尾 堪堪甩开了鬼镜图谋不轨的举动 这东西 可不是善查 A104是李小雅的专属办公室 白天跟依依和东野田共享公位 晚上则是他一个人的公司宿舍 咚咚 魏坤轻轻敲响 等了一会 没人应答 他发现门没有锁 由于片刻 轻轻推开门 办公室里灯光昏暗 只有一个小台灯亮着 依依睡在沙发床上 打着呼噜 李小雅则在地毯打地铺 穿着睡衣 睡得极为香甜 魏坤微微偏开目光 没有到处乱瞟 轻手轻脚地 走到依依边上 用鬼口碰了碰他的额头 依依 一心颜值主播 他转身想离开 不知为何 彭佛是鬼使神差 他半蹲下身 以同样的动作 悄悄摸了一下李小雅的额头 没有反应 魏坤长出一口气 刚站起身时 却猛然听到了提示声 李小雅 零心颜值主播 他突然正住了 看向李小雅的目光非常复杂 还带着一丝深深的后悔和歉意 有股说不出的情绪 在胸腹间积蓄 一而不得发 对不起 把你也牵扯进来了 魏坤轻声道 我会那些人付出代价 一定 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地毯上 李小雅抱着枕头 皱着眉头 随后逐渐舒展开 似乎做了一个安逸的梦 睡得真舒服啊 身子骨好久没这样轻松了 李小雅伸了个懒腰 睡眼轻松地 看着清晨的太阳 边打哈气 边喊醒了一一 道 小懒虫起床了 再睡五分钟 就五分钟 还想偷懒吗 老女人死开啊 疼疼疼 一一揉着耳朵 一脸不爽地 看向李小雅道 我怎么感觉身体怪怪的 像是被睡魔狠狠滋润了一样 老女人 我诅咒你 永远嫁我出去 小孩子不要看乱七八糟的漫画 等等 你说谁是老女人 老娘现在花枝招展 重开第二春 李小雅化了个淡妆 用手机给她和一一点了份外卖 然后刷着手机新闻 刷到一半 突然将手机一摔 恶狠狠地说道 天堂传媒也太恶心了 又想搞事情 嗯哼 一一拿起手机看了眼 不禁露出嫌弃的表情 早晚要让妈妈和玉面阿姨收拾他们 手机屏幕上 显示着一条 明显是买了热度的新闻推送 天堂传媒利剑 顶流女主播切西亚举办生日会 联动手游 天使之城 盛大开幕 切西亚直播落泪 曾言被某红字主播粉丝重伤 一而停播 艰难走出阴霾 点击链接查看更多 这帮该死的碰瓷怪 我要告诉老板 一一皱着眉头 利索地穿好白袜 开门跑向了魏昆的办公室 他们很不甘心啊 魏昆看不出心里所想 风轻云淡倒 几次在我们这小公司身上吃了亏 这是在想方设法找面子呢 老板 我帮你狠狠骂他们 没这必要 丢了面子又丢李子的是他们 看他搂起搂他 半个月后 切西亚的生日会 我可给天堂传媒准备了一份大礼 一一懵懂地离开了 魏昆通过内务系统询问李志强 那份服务器数据盘的调查结果 这时 他的个人邮箱 突然接到了一份陌生邮件 新味的 我们联手吧 邮件只有这一句话 然后附上了一个账号叫 YumiNQAQ的信信号 账号名称已经暴露了来人身份 魏昆陈寅 捏住右手鬼口 向这个账号 发去了添加好友的申请 五秒后 申请通过 超可爱的玉面 我被天堂传媒血藏了 但我需要人气 所以我们合作吧 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 不闹表信号信号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害了那么多人 而且还差点杀了我的员工 超可爱的玉面 微笑 JPG 说得你们像是白莲花 看那红衣女色煞气 至少吃了上千个人了吧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不冷吗 问号 JPG 魏昆乐了 这位前头牌 适应现代社会的速度很快 言辞犀利程度 不下于脊轨了 不闹表信号信号 他吃的都是坏人 超可爱的玉面 别惹奴家发笑了 弱者天生就是 要被强者剥削的 何必找理由呢 人类对同胞做的事 可比诡异过分得多 言归正传 你想不想对付天堂传媒 不闹表信号信号 我为什么要帮你对付天堂传媒 超可爱的玉面 你是在帮自己 早晚你会知道原因的 为了首先展示诚意 透露你个内幕消息 星空降到天堂传媒 网络直播分部的人叫彭罗 生日会和联动游戏 是他的主意 如果你能从生日会和联动游戏上 双重打击他 让他下台 就能破坏天堂传媒这段时间 在网络媒体上的布局 悄悄告诉你 彭罗性格狂妄 作风霸道 很不喜欢我 但他是总部的核心高管 和某省民俗局 有着很深联系 不要想着直接对他动手 会暴露自身的 玉面不再回复了 魏坤轻点桌面 思索着玉面这番情报的可信度 李志强的回复 打断了魏坤的思绪 他说道 魏董 那个服务器数据盘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感觉很不对劲 是一款名为 女神在线 游戏的服务器端 发现什么了吗 魏坤回答道 那里面我感觉 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 似乎和我一样 也是一只 李志强停顿几秒 悄悄道 鬼 魏坤早就知道了 这只神秘利鬼的存在 玉面也曾说过 玉卓和他 都是为了封印这只神秘利鬼 才被质押在了诚信商行他 通过李志强再次确认 让魏坤觉得奇怪的是 无论是鬼事部的地图 还是红红的感应 都没有发现这只利鬼 他彭佛还在沉睡 静静等待着 有人将其开启 十秒钟后 魏坤就推翻了 他此前的想法 电脑里 李志强疯狂发送信息 惊恐道 老板 他好像想要出来 我动不了了 他像是一座山 太强大了 老板救救我 我快支撑不住了 看到这些信息的刹那 魏坤突然有一种 毛骨悚然的危机感 他猛地转过头 透过墙壁 看向那摆放着 服务器磁盘的方向 与此同时 红衣 黑沙怨魂 玉面等众多利鬼 也感受到了 公司里有股强横到 不讲道理的存在 正缓缓现身 魏坤听到了刺耳的耳鸣 身体每一处 甚至包括鬼硬张 都在想他发出紧张的提醒 他刚想站起身 猛地察觉到 空气中有无形的压力 正试图将他按下去 用力抗拒 皮肤 肌肉和骨骼 发出哀鸣 剧烈颤抖 这是什么怪物 魏坤捏住 无面九优天尊的命牌 喘着粗气 正要犹豫 是否使用这命牌的时候 他才想起 现在是白天 命牌可能无法使用 咚 咚咚 先是创新大厦 然后是周边住宅区 紧接着是整个云海市 庞佛都听见了一声 沉闷 有力的心跳声 红红逐渐睁开紫色毛子 冷冷注视着那力量的来源 五官扭曲 宛若漩漩涡 随时准备出手 魏坤咬住牙关 毅然决然地动用了鬼印章 周遭破碎 被鬼口吞噬 随后重组 时间回说 立刻来到十秒之前 魏坤毫不犹豫地冲向机房 让那块明明没有通电的服务器磁盘拿在手中 一股森然含义传遍周身 然后转身捏着门把手 利用鬼印章的力量 打开了鬼士部的通道 他用力将磁盘丢了进去 下一瞬 那股恐怖的气息 骤然从磁盘上爆发出来 但这一次 鬼士部的墙壁 猛然生出无数张人脸 怨毒地望着磁盘 宫位里的指人齐齐转头 围拢而去 魏坤借助鬼士部和指人的双重压制力 五指大张 轰然落下 碰 一道空气冲击波 顷刻间吹散了周围的指人 不过 系统提示声响起 鬼士部发现了可招聘的鬼员工 是否进行招聘 是 随后 周围墙壁爆发出数千条锁链 顿时将这磁盘锁在半空中 像是一颗连接着血管的心脏 剧烈跳动 原来鬼士部也是一个鬼异 不过并非利鬼 而是一种区域级的怪异现象 恭喜您招聘到了 第006号鬼员工 S级怪异 吞金鬼 无神志 以人气与财富为时的怪异现象 目前依附于一款名为 女神在线的网络游戏中 极度饥饿 随时脱困而出危险程度 灾祸级 S级的怪异 魏坤盯着鬼士部正中央 锁链层层包裹之中的吞金鬼 这是除了红红以外 他感受到的来自鬼异最恐怖 最强势的压迫力 真若李志强所说 像是一座山巒般 让人喘不过气 如果刚才处理速度再慢上几分 恐怕就要发生大麻烦了 魏坤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见吞金鬼暂时没有行动 转头寻找起李志强 李志强刚从他的笔记本胶器里爬了出来 战战微微道 老板 您没说过荡鬼也有生命危险啊 我的宝贝电脑 差点被他当面入侵了 不就是蹭了蹭吗 多大点是啊 男人要有胸襟 魏坤拍了拍李志强的骨头架子 然后在这位专业程序员的协助下 架设好服务器所需要的网络和物理条件 同时通了一根鬼网蛛丝 稍稍输送了些鬼器 能勉强提供微弱的限制力 魏坤想看看这款鬼游戏的模样 如果想要镇压这只厉鬼 以后免不得要运营起这款神秘的网络游戏 而这时大小老婆开始作妖了 鬼师部部长 红衣对您的决策非常不满 请尽快安抚 财务部部长 黑沙怨魂对您的决策非常不满 请尽快安抚 魏坤有点头疼 他让李志强照看着点游戏的状态 然后返回到一号直播室 红红正闭眼抱着鬼镜装雕塑 要不是提示声 魏坤根本猜不到他刚刚生气了 难道是招聘没经过他 他就因此不满了 控制欲也太强了吧 魏坤犹豫了一下 切开手指肚 塞进嘴角 给红红喂了点血 红衣对你的及时反应非常赞赏 更加疯狂地喜欢你了 嗯 处理一个 那另一个呢 魏坤才收回胳膊 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被一个毛茸茸的黑沙球扑倒在地 黑沙球踩着他的胸口 恶狠狠道 我不是废物 我要赚钱 赚更多的钱 我要开直播 我要工作 魏坤震惊地盯着他 这个墨鱼妹子 也有想努力工作的一天吗 昨天晚上平直称 到底是给他刺激成什么样了呀 说着 黑沙球抖了抖身体 身体逐渐膨胀 身形也越来越高 黑沙群漂浮的雾气里 他纤细的手臂 手掌 大腿和小腿 像是熟睡的婴儿般 慢慢舒展开 等完全凝食后 轻轻落在了地毯上 这还是魏坤第一次见到 莎莎的人形本体 此前 他一直以黑沙球和大蜘蛛 两种形态摸鱼 完全不愿意暴露 他的真实模样 雾气散去 惨白手臂 缓缓收回黑暗里 露出莎莎此时的模样 黑直发红彤 路肩黑裙 鲜瘦又不失魅力 腰身盈盈一握 两腿纤细笔直 光着脚丫 其长相与一一有六七分的相似 但要漂亮得多 五官更柔和 眉宇间也更优越 如同受了委屈的气骨包 而且 身材某部位完全不一样 养几个孩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莎莎那一双宝石般清澈的红彤 盯着魏坤 抱胸道 看什么 想网恋吗 魏坤错愕的合不拢嘴巴 他万万没想到 平时最好欺负 像是猫猫一样的黑砂球 竟然是这副金叶模样 我只做这一次 莎莎轻轻咬牙 悠悠道 凭什么我比他低了两颗星星 哪怕 一颗星星也行啊 只称评比 成功激起了公司员工内斗 魏坤只能说 斗得好啊 那个吞金鬼交给我 莎莎飘到电脑旁边 坚决道 魏坤指了指外面的大太阳 可现在是白天啊 他都不怕 我凭什么要怕 莎莎的漂亮红彤盯着魏坤 他坐在直播以上的姿势 很像是被班主任 点到名字的初中生 动作僵硬 急被直直挺着 魏坤叹气道 别逞能了 等晚上的 洪洪是A级厉鬼 公司主力打手 完全不用顾忌白天黑夜 只要他愿意 哪怕去三亚 晒太阳也不会受伤 但莎莎只是B级怨魂 无论是凶性还是境界 比洪洪差了不是一丁半点 就不 莎莎扭头嘴硬道 蹦 魏坤不轻不重地 给了莎莎一记脑瓜崩 随后意识到 这属于肌肉记忆了 你找死啊 莎莎的反应和依依截然不同 如果是依依的话 此时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了 莎莎却恼怒地冲向魏坤 然后被地上的 鬼网绊了的大跟头 直接表演平地摔绝活 屁啊 上班真的是好麻烦啊 莎莎的绝活 是满地打滚 也属于是黑砂球状态的 肌肉记忆 他可能是觉得丢鬼 想耍无赖 魏坤也拿他没办法了 道 你能不能表现得成熟一点 你是恐怖的黑砂怨魂 是能指小而叶提的猛鬼 学学红衣 生气时吃两个畜生 别像耗子一样爬来爬去啊 我就爬 你咬我 显然 依依的性格 继承自主人莎莎 一模一样 突出一个不听人话 你再这样 我就放红红了 哈 二星就是厉害哦 欺负废物很好玩嘛 莎莎不爬了 肚皮朝上翻着红眼睛 幽怨地盯着魏坤 又酸又委屈 魏坤见他还是生气 看来安抚的话 要用一些特别办法 他伸出中指 在彻底激怒沙沙前 又伸出无名指 这两根手指 勾起了沙沙极为不妙的回忆 让其顿时变了脸色 呃狠狠瞪了一眼魏坤 然后羞的一下 便回黑砂球的样子 打着咕噜 滚到墙角窗帘下面 开始装死 晚上你在开播 尝试着宣传一下游戏 白天我先测试一下游戏内容 行不行 魏坤半蹲下来 对墙角窗帘说道 我不管 沙沙不情愿地答了声 开摆 魏坤打开电脑 输入李志强发来的局域网地址 女神在线 是一款网页游戏 在目前以手游为主 端游落寞的当下 网页游戏 无疑是时代的眼泪 哒哒 回车 浏览器页面跳转 纯黑色的页面上 只有显示出一个 孤零零的血红色进度条 略显阴森 同时诡异 空灵的背景音乐响起 嗯 UI设计很有诡位 一看就像是死过人 音乐听着就像吃席 纯纯的荒椒坟头味 死亡青金属 魏坤感觉这网页像是活过来 正隐藏在像素的缝隙中 盯着自己 他身经百战 见得多了 这种小场面 比起红红发狂时的 贪婪饥饥渴模样 完全不算什么 他甚至边喝着冰咖啡 边摇头晃脑点频道 这才是都市怪他 女鬼直播算什么恐怖节目 光给网络观众们发福利了 但看怎么都没亲手摸着过瘾 进度条走到尽头 伴随着一声女人忧怨的哀叹 见面缓缓亮起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女神在线的游戏名 随后 一个仙气飘飘 符合游戏名称的美女背影 出现在屏幕里 魏坤差点没把咖啡喝进鼻子里 这身仙气的白衣 这个凤翔高官 这个熟悉的爵士美背 嗨嗨 初代目诗音 难道二代目遇面的意义 就是封印初代目诗音 不对 招聘信息完全不符合诗音的特征 这应该是吞金鬼 而不是诗音 魏坤只在墙壁照片和公司档案里 见到过诗音的背影 他翻遍公司所有资料 包括网络搜索结果 没有找到任何诗音的正面照片 通过这个结果 可以初步断定 诗音绝对也有问题 这不足以推断 诗音是一只厉鬼 只能说 大概率不是喘气的 诗音的背影逐渐暗淡 随后游戏开篇画面 不停地出现 各式女角色的黑色剪影 看不清具体长相 但从形状上判断 有批新娘盖头的 有手臂很多的 有好几张脸的 有坐在镜子前梳头的 有踢着踢骨刀的 有批盖头拿着细线的 有双手狭长的 有扛着电锯的 有没脑袋的 有滴着水的 扑呲 魏坤这口咖啡 是真喝不完了 他在反应迟钝 也能认出来 这些剪影的原生 虽然后面的 他还没见过 但是他有一种 强烈直觉 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早晚会找上门来 女神在线 女鬼在线吧 这游戏鬼才会玩 怎么做宣传啊 还吞人气和财富 这玩意 要是有人网上课金 和给赛博坦的 擎天柱烧黄纸 有啥区别 而且 对冥币的汇率 完全不划算 起码擎天柱 还能扣一送火种猿 这些厉鬼是扣一送你一程 魏坤太阳学秃秃的 脑子快腾炸了 鬼公司业务发展的 越来越广 从直播起家 向网剧横向发展 现在还要涉足 网络游戏领域了 突出一个 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让每一位老板 都能挑选适合自己的坟头 魏坤想撂担子 但是他转念一想 要是自己 不管的话 后果一定更糟 再加上他也弄不清 自己到底算活人 还是死鬼 但目前来看 能跑能跳能半夜打交 应该勉强算活的吧 他硬着头皮 看完了开场动画 终于进入到游戏界面 嗯 魏坤满脑子问号 惊异道 这界面怎么像是恋爱游戏 不是像 分明就是 连场景和好感度都有 他用管理员权限 在场景里疯狂瞬移 随后确认 这就是一款 套皮的网页恋爱游戏 所谓女神的元素 不过是玩家 在对话时 可以选择任意一位女神 当自己的任务提示 NPC 任务界面里 他选中了一位 酷似红红的NPC 看不清具体长相 只有身材轮廓的剪影 对话矿道 是否充值一把十八元 让他感到高兴 魏坤沉默了 片刻也不能这样直白吧 二次元的瑟瑟利会呢 会摇得来来呢 白皙大长腿 和肋肉丝袜呢 什么都没有 玩家凭什么课金 凭什么充值 凭什么玩这款游戏 玩了一会 魏坤终于发现 这游戏与普通恋爱游戏的 不同之处 恋爱的目标是 各种各样的原创萌妹子 长相还算甜美 分别信仰不同的女神 同时 这游戏的社交 做得极为出色 聊天功能不逊色于信心和扣扣 玩家之间也有好感度和关系系统 毕竟主打的 就是跟女鬼社交 网聊 体贴入微 保证半夜十二点整 被逾越送走 而且还有简单的战斗和养成系统 通过场景搜集装备 然后提升属性 完成好感度任务 魏坤边玩边叹气 角色穿着修改过的究极神装 随手砍死了一个名叫 预言家的秃头boss 伴随着满屏金光四溢的大爆 地面铺满了各种极品道具 其中就包括下一期双色球中奖号码 魏坤眉毛一挑 这不是诈骗吗 他拾取道具 用鼠标点开 屏幕上展开了一张血迹斑斑 带有人写手印的纸张 用扭曲 怪异的字体 写下了一串彩票数字 其中有四个数字 被血迹打湿 右下角还有一串黑色的说明文本 若是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到 死人才 一路边 借三十年阳寿 是否 魏坤被窥视的感觉越来越强 似乎在电脑屏幕后 有个沙哑的声音 以一种极为诱惑的腔调 想让他相信 这张彩票的真实性 引诱人点击确定 他轻轻骂撒鬼口 眼中所见景色顿时清晰 哪里是彩票 分明就是一张 印着血手印的白纸 果然是鬼游戏啊 经过魏坤的测试 这款游戏的BOSS会爆出这种 看似与现实有关的道具 但根据他的判断 这些都是鬼游戏 想要诱惑人心 从而入侵现实的陷阱 但是有鬼事部的压制 他暂时无法作怪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在后台 默默将所有怪物的血量和防御 都调到了999 999 这下总会是安全了吧 魏坤又检查了一下 游戏的其他设定 确认无误 把所有游戏性相关的东西 都调整成极为离谱的程度 对于如何运营这款游戏 魏坤有了另一个清晰的思路 夜幕降临 莎莎恢复黑发红铜的人形 坐在直播镜头前 宛若精致的瓷娃娃 身边 依依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小狗 安静地站在旁边 临时充当人形气氛组 凭借幸福 护于与刘宁午夜部的紧密关系 鲨鱼台早就发布了分类通告 提前将这次直播的热度打了出去 女神在线 恋爱游戏 莎莎冷冷注视着依依 道 我负责女神 你负责恋爱 明白了吗 依依打了个冷战 用力点头 她其实非常害怕莎莎 那种恐惧是来自于骨子里的 她隐隐有一种感觉 这位黑肠直十足 今晚可能还有极其可怕的大动作 她没有猜错 此时的莎莎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零星废物 已经快陷入癫狂了 几分钟后 一个标题为 纯玉姐妹花 想找好哥哥的直播间 出现在了鲨鱼最右侧的推荐分类中 向文斌 一直都是幸福护于的头号铁粉 只要是幸福护于的主播开播 隐藏在贵宾席位里 图谋不轨的家伙 就一定有她一个 因此 在莎莎真的不怕黑欧的主播账号 发出开播提示时 她火速占据前排 进入直播间 成为了开播的第一批观众 帅胡的事 是向总永远的痛 此时恰逢她和陶瑶瑶 大东子 还有心爱的小赖 分配工作 叮嘱注意事项 碰上莎莎开播 索性就将影像画面 投在了办公室墙壁的帷幕上 算是临时加的集体研讨会 陶瑶瑶察觉到向文斌情绪不高 是抽成这样 买卖不好做了 向文斌长叹 摸着她帅气的U型总财款胡须 道 天堂传媒这条鲶鱼啊 最近给鲨鱼抬脚的一团浑水 再加上平台流量走低 我在考虑 要不要开拓新领域 我觉得 未来风口是短视频直播 但现在鲨鱼和猫牙股价居高不下 还有许多提振股价的大动作 不像是会衰落的模样 左还是右 哇 还是不啊 这是个问题 她总结道 投屏上 沙沙的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 即便还黑着屏 没有正式推流 但闻讯而来的直播间观众 已经快把贷宽挤爆了 大东子是上个月才被向文斌 挖到星辰娱乐的户外主播 他主打探灵 在鲨鱼台小有人气 常常在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徘徊 巅峰期也曾摸到过千万的门槛 他观望新老板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向总 我们做我们的 没必要看天堂传媒的脸色吧 再说了 现在有潜力的新主播又不多 你还能挖谁啊 大东子不想再添几位新同事 向文斌哀声叹气 你没站在我这个高度 所以你不懂 现代人的保质期 不见得比面包长 而直播行业的保质期 同样短暂的可怜 今年还是当红炸子鸡 明年或许就会过气 现在拼的是什么 是流量 是平台 是资本 天堂传媒拥有网络娱乐公司 所不具备的大资本 所以他们不用守很多规矩 陶瑶瑶感觉向文斌留了半句话 也是最重要的半句话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 他是个体贴老板的庙人 体贴到距离复数 善于用遗传学交流 说服他人 老板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顾虑你就直说吗 陶瑶瑶靠在向文斌身子上 吐气如蓝 向文斌温柔搂住陶瑶瑶 看了看不修蝙蝠的大东子 还有怯生生的小赖 闭闭嘴 沉生说道 根据我掌握的内幕 天堂传媒资金流很健康 正在考虑整体收购鲨鱼台 这下明白我的顾虑了吗 我在为你们的前途忧愁啊 全场皆惊 这要是传到外面 定会引起鲜然大波 开波了 正当陶瑶瑶和大东子各怀鬼胎 千丝回律之时 小赖指着投屏 出声提醒到 向文斌来了兴致 他特别好奇 所谓姐妹花 难道是帅狐的堂弟想开了 明白了赚钱不寒沉的道理 屏幕亮起 四四方方的投影屏上 映出两位衣着相似 但气质截然 更重要的是 身材大不相同的漂亮妹子 其中一位是依依 另一位坐在镜头边 看不到长相 死 向文斌抽了口凉气 他还是被坐在屏幕正中央的依依 倍感惊艳 但让他真正震撼 甚至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怎么长得这么像 他们跟你家是亲戚啊 不过你更平点 向文斌看向小赖 上下打量着这个小黑长直 六七分相似 和依依长得像远房姐妹一样 小赖抿抿嘴 他面露一丝欺然 看向屏幕 突感酸楚 亲戚 当前女友啊 珍珍也就是宋奶珍 此时化名小赖的她 早前掏了一大笔解约精彩 离开了大象工会 刚解约没两天 她就得知了 天堂传媒收购大象工会的消息 气得她胸口痛 但没办法 她见着自己一天比一天干瘪的身材 越来越幼齿的长相 曾经的西南奶爸 变成了此时瘦小的黑长直 珍珍内心的痛苦 是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 她知道 同时清楚 帅胡绝对遭遇到了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诡异情况 但在她娇小 恋爱外表的映衬下 所谓严肃 显得格外无力 甚至很有奶猫发威的猛点 她来星辰娱乐 也是为了调查帅胡此前的遭遇 随后她发现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同一家 叫幸福护鱼的网络娱乐公司 她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事了 她只想找到帅胡 不对 是一一当面询问清楚 我们还有贴贴的机会吗 当然 曾经的优势互补是不太可能了 但结构性偶合 或是火车对接 还是有一定讨论空间的 她一定很痛苦吧 很煎熬吧 被迫出卖色相营业 男人的尊严被狠狠践踏 精神快要崩溃了吧 珍珍发誓 她要把帅胡从水深火热的幸福护鱼 救出来 她低头自我感动时 忽然听到办公室里 一阵瓷起彼伏的吸气声 她疑惑抬头 看到向文斌 大冬子 陶妖妖他们 都露出了差一道合不拢嘴的惊疑 然后顺着他们的目光 向屏幕望去 咕噜噜 依依举起黏糊糊的酸奶 仰头一饮而尽 依依的小舌头 轻轻舔了舔嘴角 她鸭子坐在地毯上 两只手捧着下巴前的位置 嘴角溢出来的安慕吸酸奶 在她的手心里 汇聚成小小的一波 泛着白着色的光韵 弹幕沸腾了 原来以前的莎莎 是妹妹依依 依依真的是好会啊 用手拖着 接酸奶的动作 真是太懂了 我突然回忆起了她的成名站 气声畅忐忑 幸福忽于名副其实 我在这感觉到了莫大幸福 桃妖妖嘴角抽搐 大冬子口干舌燥 目光发直 向文斌表情则更精彩 余光撇向照片墙 帅胡那张 迷死万千少女的帅脸 突然怀疑人生 珍珍都傻了 这完全是她陌生的知识领域啊 过去的她 只会跳舞甩来来 哪里会这种满怒气必杀 她一定是被迫的 可能是巧合吧 喝酸奶嘛 没喝好流出来也很正常 珍珍自我安慰着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嗨嗨嗨 依依突然像是被呛到一样 剧烈地咳嗽起来 脸蛋被憋得通红 双颊泛起大片的红潮 微微弯着腰 将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酸奶 剪得黑裙子的胸口 到处都是 白与黑的配色 形成鲜明对比 再加上她微微翻着眼白 翘脸红晕 快要窒息的可怜表情 还有那艰难的 带着气声的喘息 珍珍沉默了 星辰娱乐的几位老主播都沉默了 不愧是前星辰娱乐的男头牌 陶妖妖表情古怪 缓缓道 帅狐果然是天生吃直播这口饭的 旁边的大冬子顿时惊了 啊 这是男头牌 帅狐 那个颜值区帅哥 他目瞪口呆 看了看陶妖妖 然后看向向文斌 嘴唇颤抖 憋了好久 才勉强挤出来一句话 热泪盈眶道 老板 我是探灵主播 玩不了这个 鬼屋里搞这个 鬼都会觉得遇见鬼了 向文斌无力地摆了摆手 你这胡子拉叉的弊样 要是弄这个 那不叫打擦边球 那叫涉嫌反人类罪 是要被犬决的 珍珍突然愤怒道 这个狗日的 该被拉去犬决一百遍啊 小赖 犬决是放狗咬人 不是 狗日的小烧鸡 给老娘犬决到死了 我要是再相信他 我就是狗 向文斌 他觉得这小黑长职不对劲 但是找不到证据 此时沙沙的主播间 人气已经突破六百万 与红红长台一千万 巅峰期两千万 当然有着不小差距 但是在新秀区 也算是能排在前十五的 中上主播了 依依的杀必死 在直播间 宛若投下一颗深水炸弹 震得帅狐的女粉们 世界观崩塌 老观众们大涨见识 新观众们眼前一亮 6666 幸福呼吁我粉了 好给劲的公司 主打的就是三观和颜值 我怎么感觉这个依依 比男人还懂男人呢 等等 怎么只有一个妹子 不是说好了姐妹花吗 礼物流水般刷着屏幕 但是今晚的直播 可不是单纯为了 让依依出卖色相 用鬼魅去抓存钱贯 这样简单 依依双手合十 脸蛋红云未消 不停鞠躬感谢着礼物 她谢过了几位大老板 捏着裙脚 笑眯眯到 今晚的重头戏 其实不是依依哦 而是我的 姐姐莎莎 其实这个直播间是她的呢 我只算是二台带播 她之前忙着培训员工 和自我提升 所以一直都没时间直播 在这里 对准了身侧不见真容的身影 镜头停住 一位黑发红彤的神秘风少女 带着些许不耐 静静地坐在屏幕前 比依依更惊艳数倍的颜值 让直播间弹幕 出现了刹那的寂静 沙沙评眉 鼻尖吸动 甚至不愿意去直视镜头 低头摆弄着指尖 她不耐烦地小声道 烦死了 清冷的声音 像是冬日消融的雪花 冷冽又空灵 弹幕再次宛若海浪奔涌般 打破片刻寂静 狂涌而来 郑主好漂亮 本以为依依是小甜甜 现在已成了牛夫人 我宣布 沙家军成立了 我现在就是头号铁粉 音色好有特点啊 像是天籁 主播看着很生气的样子 你能不能再骂我一句 直播画面里 两个长相有六七分相似 身材略有不同 但打扮 气质都非常相像的极品妹子 同时出现 依依像是挂剑一样 从后面环绕 想要抱住沙沙的脖子 随后 被沙沙冷冷看了一眼 吓得他吐舌跑开 老老实实地坐在身侧 刚想再搞怪地做些小动作 突然触电般震住 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不敢再有举动 魏昆站在镜头外 边叹气边摇头 如果有人能站在魏昆的视角 就能看到沙沙裙边 无数只枯狗 惨白的死人手臂 在粘稠的黑色雾气爬出 死死将一一按在椅子上 整个直播室 阴冷得像是冰窟般 弥漫着一股沙沙特有的奇异花香 实际上 这是一股类似于 石油提炼后的香气 来自于用尸体炼制的最顶级香水 能让人产生 走在奈何桥边 望见比安花的错觉 最终 灵魂沉沦在黑沙怨魂编织的鬼王里 有冰冷手臂 顺着依依的脊背 在衣服下紧贴皮肤 爬到了他脖梗处 微微扼住了他的脖梗 让依依一动 都不敢动 他知道 现在这位黑长植之组 正处于一种极度暴躁 且自我矛盾的危险状态 稍有不慎 就会将火药桶完全引爆 魏昆却完全不担心危险 黑沙怨魂和红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沙沙是怨魂 而红红是厉鬼 前者害人但不杀人 只有触发急死条件 才会有生命危险 后者就是影视剧里最常见的类型 不讲道理 能杀一车 就不会只杀一个 就连日夜耳并撕磨的魏昆 要是饿到他 他都下得去手 他埋怨过 后悔过 也恐惧过 但这些日子以来 魏昆突然发现 他适应 甚至有点喜欢现在的生活了 能赚大钱 还有这群一年安全期 有365天的妹子陪伴 不就是性格差一点 有的喜欢咬人 有的想把自己骗尽鬼境 还有的 想撕掉自己脸皮 或者拎着踢骨刀 给自己腰子来一发穿刺 又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 他饲养了这群诡异 就要接受他们的缺点和问题 比起复杂的人心 和诡异们的相处 让魏昆有一种 简单又直接的轻松感 直到现在 魏昆发自内心地 感谢他的二九老爷 感谢从繁重 疲惫 见不到希望的 现代社会囚笼中 解救出来 重获新生 他无比珍惜 此刻的平静生活 为了这样安逸地活下去 魏昆愿意付出 任何辛苦与代价 他曾在午夜 对着星光发誓 早晚腰卫宝红 抽了他裤衩皮筋荡弹弓 打鬼进的玻璃 另一边 莎莎惊艳现身 在直播间里 引起了极大轰动 他才是鬼魅的鼻祖 毕竟女鬼的基础技能 就是射人心魄 都是祖师爷聂小倩 和黑山老妖娇的好 不过与红红那种粗暴的 想把人脑子碾碎的 物理魅惑不同 莎莎的魅惑 更加润物细无声 莎莎眼帘低垂 透过红铜 也看不出心里所想 镜头外鬼手狂舞 编织出无数条灰色的 鬼网蛛丝 沿着网络向深处蔓延 每一阵弹幕的狂欢 都会增加 几粗蛛丝的数量 一群蠢蛋 莎莎周身的鬼气 越发浓郁 被其疯狂吸入体内 气势节节攀升 室内温度也随之降低 黑色细线游走 请客间将直播室 变成了被鬼网 完全笼罩的鬼窟 魏坤见到他脑袋顶上 似乎有个进度条 灵性公司废物 一心擦边球主播 25 13% 他见名字不对 哎 被带歪了吗 看向依依 这个小傻子 因为被从背后掐着脖子 一脸无辜地坐在旁边 莎莎似乎能感觉到 公司职称的变化 原本不耐烦 还带点傲娇的表情 顿时变了慌张脸色 他望了眼 正在不远处 抱着鬼镜看热闹的红红 暗暗咬住下唇 露出一对锋利小虎牙 这可不行 莎莎想到 他决定立刻展开公式 他哼声说道 储钱贯们 给我立刻玩这款游戏 一一得到了指令 立刻滑动鼠标 打开了一个广告界面 女神在线的推广画面 出现在直播间左侧 观众们根本就没在意游戏内容 更没有谁去下载游戏 他们只想挨莎莎痛骂 看一一搞擦边球 莎莎展示着 她与职称相配的出色业务能力 心烦意躁道 听不懂话吗 快去玩 你们这群懒狗 一一不禁拍着额头 他算明白了 莎莎是一丁点都不会直播呀 什么讨好观众 什么卖肉福利 他通通不管 就是理直气壮地对着镜头 喊给老娘去玩 这算奶门子推广 真不怪他被评为零星公司废物 但这些话 一一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 他清了清嗓子 对着镜头 甜甜笑道各位哥哥姐姐们 动一动你们的小手 下载一下这个联动游戏吗 对一一真的很重要 老板说了 要是玩不成业绩 他就 他就不让我吃饭 一一抹眼角 泪眼婆娑 竟是委屈地掉了几滴眼泪 弹幕的反应 却是让一一始料不及 姐姐再骂我两句吧 求求你 用刚才看垃圾的表情 再骂骂我 我是懒狗 我马上去玩 那种比喻嫌弃的感觉 有点怪怪的 但是好棒 一一难以理喻地看着弹幕 开始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了 虽然后台显示的下载数量 终于有所增长 但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己的缘故 我命令你们 现在下载游戏 又是一声女王般的命令 莎莎似乎是逐渐暴露出了本性 别看她总被魏昆欺负 没事就当成暖手宝搓两下 她的内心 却是有一个女董事长的伟大梦想 以止气使 号令全司 要是让魏昆听见她心里所想 怕是要当场笑出声音 天天摸鱼 还想往上爬 那只有一种可能了 A 有天赋 B C 运气好 她不想打击莎莎的积极性 她的鬼魅虽然强 但还是有限 莎莎的能力 更倾向于顺着网线直接跳脸 要建立陷阱 慢条斯理地去捕获猎物 要是红红 只要露脸 哪还用说什么话 后台下在数据稳重有声地增长着 五百 一千 两千 而莎莎的鬼王 也抓到了不少储钱贯 让她高兴地尾巴高高竖起 说是尾巴 黑色外表 毛茸茸的 实际上仔细看 就是许多条手臂扭曲成的大麻花 哼哼 莎莎瞥了眼魏昆 语气里透露着小小得意 然而就在这时 直播间突然有个叫 五千约不约的皇帝用户 刷了个大横幅 道 什么垃圾游戏 傻子才玩 老子要看女主播跳舞 这句话 瞬间就带起了一片节奏 对 谁是来玩游戏的 发福利 我们要看贴贴的福利 兄弟们别下游戏了 完成业绩 他们肯定立刻下播 我们要团结 要瑟瑟 莎莎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魏昆手急眼快 赶忙冲过去 差之毫离 将镜头扭转对准一一 下一瞬 黑沙怨魂出现在一号直播室里 气息炎冷 温度骤降 刺鼻的血腥味 他语气森然 我 绝对 不加班 随后身体裂开 露出一只刻满黑色勾玉的巨大鬼壁 赫然抓向屏幕 魏昆按道一声不好 莎莎的脾气 果然是又菜又玩不起 这时 深水城 某高档小区 摆满各种高价古董的书房里 一个年轻人 正兴致勃勃地敲打键盘 一发发超火刷屏的同时 不停发送着各种嚣张至极的弹幕 他瞧着二郎腿 得意道 还跟我装唇 下游戏等会我找人服务器都给你打掉 看你到时候怎么哭泣泣 私信求我放过你 话音未落 价值八万块的昂贵显示屏 忽然卡擦碎响 往外流出暗红色的液体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年轻人愣了下 他下意识伸手去摸 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屏幕的刹那 瞳孔倒映出一个惨白色的鬼手 撞破屏幕 猛然抓向了他的脖隔 嗨嗨嗨 年轻人毛骨悚然 拼命挣扎着 瞪着眼睛 被眼前一幕 吓到了魂飞魄散 光荡 鬼手将他狠狠拍在墙上 随后一个恐怖的黑色身影 逐渐在空气中凝食 那血红色的眼睛 怨毒地望着年轻人 鬼 年轻人顿时血色全无 强烈的窒息感 让他感受到了冰死的惊恐绝望 他想要发出声音 但完全做不到 视线越来越黑 就在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 那鬼影将他用力甩到了地板上 说游戏好玩 否则死 呼 带着一阵兴风 鬼影骤然消失了 只留下古董摔碎 墙壁裂纹的满地狼藉 还有劫后余生 满脸匪夷所思的年轻人 我 我活下来了 他说的是什么 他甚至忘记死亡的恐惧 完全呆住了 摸了摸脸 摸了摸身子 逐渐怀疑人生 喃喃道 我这是 被鬼茶水表了吗 一分钟后 这人双手哆嗦着 像是小鸡啄米 勉强打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皇帝五千约不约 兄弟们 我刚下载了 女神在线 真的很好玩 利剑 谁说不好玩 夜路避遇女鬼 打完字 他正正地望着显示屏 曾经总价值八万 如今被分成了八块一万 原价不变 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 幻觉 都是幻觉 他想过报警 但转念想了想 这是怎么解释 说自己网上口嗨 结果被鬼找上门 强行推销游戏了吗 但是完全没有证据 说是抽东西抽大了 可信度或许更高 直播间观众 眼睁睁看着这位皇帝 现场玩了一手金句变脸 然后刷了66个超级火箭 留下一句兄弟们走好 就火速溜至大吉了 魏坤严厉批评了 莎莎这种违反人权的 暴力推广行为 他解释道 你不能太明显了明白吧 最好润物细无声 那不是更麻烦了 莎莎歪头 看向魏坤说道 你别想让我加班 短短一小时的 直播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魏坤拿莎莎这种倔脾气 没办法 好在莎莎后来有所收敛 不再顺着网线茶水表了 只是撅着嘴 像是没隔空抽人 嘴巴子就很不开心的样子 直播结束 总共收获3700个储钱罐 每天鬼气收入 刨去洪洪和莎莎的基础开销 能余下大概2万不到的鬼钱 虽然鬼气收入有所增长 但随着鬼员工越来越多 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 日常维持的消耗也随之增加了 因此 总体收入增长的速度 并不算快莎莎距离一星平级 还剩下大概60%的进度 越接近升级 提升进度就越慢 不过根据卫坤的计算 大概再来十场左右的直播 就能让莎莎提升到一星的职称平级了 女神在线 也收获了2500个注册量 不算很多 这还是一一卖力做节目的效果 毕竟这样一款没有明星代言 没有极致画质 或是跨世代玩法的游戏 想要吸引玩家 实在是太难了 卫坤去鬼市部 看了眼吞金鬼 金属锁链 与各种电子线路相互纠缠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心脏 让卫坤隐隐忧虑的是 金属锁链出现了 大概半个手指宽度的松动 这也就是说 鬼市部对吞金鬼的压制力正在减弱 他思索着 看来 吞金鬼最需要的 未必是人气 而是财气 当晚 他也在红红的直播间 贴出了女神在线的广告 宣传效果同样不算好 总注册人数 堪堪突破4000人次 而目前课金的玩家 屈指可数 只有极为少数的冤大头玩家 选择充值 还不够一晚上的电费加宽带费用 与此同时 迪礼视频网 中波是职业游戏测评师 运营着一个叫做乌鸦测评的游戏测评账号 总粉丝20万 在测评区 算是一个体量不大不小的up主 过去 靠着毒蛇喷子的人设 收获不少死忠粉的他 最近却遇到了创作瓶颈 值得喷 有看点的游戏 其实很难找 像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烂作 早就被各录视频号和up主 翻来覆去讲了不知道多少遍 那些图片素材被频频引用 甚至都有电子包浆了 观众想看新鲜的 新奇的节目 中波试着做了几款老游戏的测评 播放量 点赞和投币数等数据都很惨淡 让他一度怀疑 是不是自己选错了方向 平台管理私底下暗示他 如果再不能做出爆款 他的视频账号短期就不会再有推广了 他查看私信 看看能不能从观众反馈中得到些灵感 女神在线 直播平台搞的联动游戏 中波念叨 突然眼前一亮 最近滴类平台 在狂推一款叫天使之城的手游 据说还要和鲨鱼台 顶流主播切西亚的生日会搞联动 这件事在滴类平台 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被广告狂轰烂炸 搞得不胜其烦 也有很多人因此抱以期待 翘首已盼半个月后 切西亚的生日会 因此说 如果做女神在线的游戏评测 天生就自带引流 若是再能喷出几个观众们喜欢的梗 让这一期成为小爆款 那就能东山再起 避免被滴类平台冷藏的结果了 中波搜索网页 经过几次跳转 终于找到了 女神在线的链接网页游戏 那肯定是垃圾推广游戏了 中波笃定到 然后先创建个账号 进入到游戏界面里 开篇动画的角色剪影 让中波感觉有些不舒服 心秃秃的跳 等彻底登入游戏 这种感觉才算稍有缓解 就是一款非常普通的恋爱游戏 课经典设置的也很差 数值更是离谱 切换战斗模式 第一个野怪都打不死 这是在恶性逼刻吗 中波玩了会 破口大骂 他甚至没去用心研究游戏的内容 截取了一些视频素材 开始制作起视频 标题就叫 最垃圾国产业游 我直呼好家伙 嗯 加上我本人头像 再加个夸张滤镜 加点大字特效 OK了 中波将视频提交审核 趁着审核的功夫 打算看回视频 事业在家 我想去死 有点意思啊 我看看 白天 魏坤正吩咐员工 收集最近天堂传媒的新闻动向 远远看到夏颜 慌慌张张跑来 夏颜将平板电脑递给魏坤 道 魏董 咱们公司的新项目 女神在线 网络舆论不太妙 全是负面评价 可能会受到不小影响 你看看这个 魏坤皱着眉头接过电脑 随意滑屏 看见女神在线 在各大游戏评论网站上 评分都非常低 满分十分 只有二点几分 平心而论 女神在线的素质 在网页游戏里 还算可以的 就是课经典比较奇怪 再加上魏坤将战斗模式 设置得非常困难 才降低了些许游戏性 但这款以恋爱和抽卡为主的游戏 战斗模式完全是天头 即便如此 也不该有如此低的评分 魏坤第一反应 就是天堂传媒首先出手了 等他在细细查看报表后 又推翻了这一想法 数据和评价分析 这波差评的源头 来自于DAE视频网 一个叫乌鸦测评的最新视频 跟风打差评的玩家 几乎都是这位UP主的粉丝 他们只是看了视频 就去跟风黑 完全没发现很多地方 都是乌鸦测评在断章取义 为了喷而喷 夏言犹豫道 要不要攻关他 新游戏刚上线 要尽快消除负面舆论 要是让舆论继续发酵 舆论的问题暂时是小问题 魏坤轻松地摆了摆手 夏言深呼吸 大声说道 甚至有舆论说 这款游戏的核心主创有 梁大作家 他们怀疑 我们又在网络上 生顿奥利给了 魏坤气息一致 随后严肃道 舆论问题必须重视起来 首先买通告 先撇清跟梁大作家的关系 我们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他泼脏水 夏言对此深表同意 那这个视频 先攻关试试吧 能花钱解决 就花点小钱 魏坤说道 夏言得到命令 让市场部去负责这件事 没多久 市场部给出 公关失败的答复那个op主拒绝了 甚至还把公关的私信截图 发到了动态里 魏坤有点生气 但还是勉强理解了乌鸦测评的做法 毕竟这种人是靠视频热度吃饭的 情有可原 他本来想亲自解决 夏言主动提议道 公关资金提高到200万 不要求他删视频 只希望他发一条正面回应 说视频存在断章取义的动态 同时联系dele平台 想想办法把视频热度压下去 魏坤思索后 便同意了夏言的办法 夏言很快展开行动 但令他们都万万没想到的是 夏言发去消息后 乌鸦测评不仅没同意 甚至又发了个视频 标题就叫 我被网黑威胁了 即将失业 想要去死 视频里提到了一个叫某福娱乐的公关人员 私下用死亡威胁 逼迫他删除视频 而他是单亲爸爸 爹妈都有慢性病 自己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社交恐惧症 只能靠坐视频养家糊口 他快走投无路了 又遭遇网络黑社会 他怎么能这样造谣啊 夏言气得直哆嗦 嘴唇都快咬出血 内心充满自责 愤然道 我等下以私人名义 给他发律师函 告他污蔑 算了 那岂不是着实了我们欺负他 魏坤拍了拍夏言的肩膀 夏言却急得眼圈通红 隐隐有泪珠打转 他想不通 世上为什么有这样无耻的家伙 难道那人不清楚 他这种为了热度造谣的举动 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困扰吗 夏言咬牙切齿道 魏坤安慰他 别太在意了 魏坤的安排 魏坤直接回到了一号直播室 他翻出熟睡的黑沙球 道 来工作了 又一个欠收拾的 给我扇他大笔兜子 黑沙球睡眼惺忪 他不喜欢白天活动 难免有股起床气 于是直接变成黑沙怨魂的蜘蛛形态 扑向了房间里的台式主机 某名剧里 中波欣喜地看着后台的播放曲线 他昨晚看的视频 给他的宝贵灵感 让他借着机会 不仅骗了一波同情 还给他对女神在线的评测视频 又引了一大波流量 如果这视频能进日播前时 后面的推广应该会稳了 也满雄起 中波自言自语道 开心地起了一瓶红牛 哼着社会摇 滴滴滴 他的商务性信号 响起了好友申请提示 难道又是那个什么幸福护鱼 不是让他们别来烦老子了 中波皱眉 然后拿起手机 发送好友申请的 是一个可爱动漫头像的用户 叫做网恋少女SS 中波犹豫片刻 通过了好友申请 这个可爱头像 开门见山地问道 想网恋吗 想亲眼见见我吗 中波乐了 道 这是遇到卖茶的 还是卖骗的 他打字回复过去 在 看看P 手指刚敲击发送件 不到两秒 中波忽然感觉 脖子后一凉 中波下意识转头看去 两条惨白手臂 映入眼帘 随后是一抹 带着点点血迹的黑纱长裙 他瞳孔缩成了小点 牙齿打扎 艰难抬头向上看去 没有见到一张猙獰的脸 原本该是头颅的地方 空荡荡地 让人心头一颤 中波如坠冰枯 抖如筛糠 他很想拔腿逃走 但四肢完全提不起 半点力气 他嗓子像是卡壳的磁带 鬼 鬼啊 一声尖叫 被扼在和喉咙里 中波脑海里 开始走过他的前半生 他翻着白眼 剧烈颤抖 深入骨髓的恐惧 让他失去了反抗能力 就在他以为自己 要被眼前的恐怖身影 杀掉时 光荡 恐怖身影松开了手 静止的雕塑 漂浮在天花板上 宛若盘踞的蜘蛛 我好恨 阴冷的声音 如同来自幽冥 你真该死 还不等沙沙 想一个好借口威胁他 鬼泰君 中波就发出一声 非人般的惨叫 头如捣蒜道 您说什么 我做什么 我滴大大滴良明啊 八路滴北边 新四军滴南边 我滴老母小孩滴友 沙沙 中波见那恐怖身影 没有在伤害自己 抹去鼻涕 提了提湿漉漉的裤子 小心翼翼的 鬼泰君 我哪里得罪您了 晚上我就去给您烧纸 美元法郎英镑都行啊 祝您下辈子投胎 润北欧 你不该说谎 我最恨说谎的人 声音像是指甲划过黑板 让人难受到胸口发闷 眼前漆黑 中波突然幡然醒悟 他塌卵在地上 勉强抬起头 看向黑沙怨魂 脑海中灵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鬼泰君 我明白了 您是想问我 之前被警察找上门 关于邪教信奉会的那件事 我确实是说谎了 但我也是为了活命啊 您要是被他们害了 您该去找他们啊 以莎莎的智商 很难理解中波的话 鬼泰君是谁 信奉会是什么 要上班吗 警察为什么要上门 是这个人的网恋对象吗 莎莎想不通 索性就不想了 她的形势作风是 如果陷入困惑 就会嘎人篮子 把她讨厌的家伙 通通变成给鬼公司 打工的黑长执美少女 并且智商拉低到 和自己一个水平线上 在中波惊恐的注视下 这个恐怖的厉鬼 身体从中间开裂 像是张开了地府的嘴巴 露出向日葵花心般密集的手臂 缓缓将可怜的猎物逐渐围拢 鬼泰君 别别别 我什么都愿意说的啊 她真的吓傻了 拼命求饶道 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眼看着就要签订契约 成为莎莎牌的魔法少女 一直在关注着动态的魏昆 及时制止了莎莎 诸如依依和兔兔 在被改造后 记忆都会出现 紊乱和遗失的情况 她对中波口中的信奉 会非常好奇 隐隐有一种感觉 这个神秘组织 绝对与诡异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魏昆在直播室 远程遥控沙沙 王鬼口里塞了张绿令 内容是逼问信奉会的事 然后再考虑绝育问题 卧室里 中波瞳孔狂震 望着静在迟迟 停在鼻尖前的森然鬼手 冷汗直流 在生死攸关面前 她再也不敢有任何小心思了 活下来了 要是我死了 中家就没后了呀 她吞咽口水 内心呼喊道 黑沙怨魂声音悠悠 充满危险 说吧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中波用力点头 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两天前 有个自称是信奉会的神秘人 在网上找到我 希望拉我入教 但我拒绝了 然后我听一个熟悉的同行朋友说 她也被这个信奉会的人联系上了 想要合作 他们说 只要入教 就能收到来自佛母的庇护 但我想 这不是纯扯淡吗 我说娶到老婆 我觉得 那东西甚至斗不过网络小仙女 起码 没房没车没彩礼 小仙女是真的不会睁眼瞧你 而且 这都21世纪了 怎么还有人搞封建迷信呢 再加上他们要求 我发他们提供的视频 我看了眼 全是一些主播呀 明星啊之类的宣传视频 当时我就明白了 什么信奉会 分明是明星后援会 这一帮 必想白嫖还不给钱 我他妈自己流量都不够用嘛 还无偿做贡献 但第二天 我那个同乡发来短信 只提到一句话 信奉会找到他了 他很不安 当天晚上 我在主播群里 看到了那个同行朋友家属 发的他心脏并发作去世的消息 然后警察就找上门 询问我知不知情 我怕惹麻烦 就什么也没说 最后做了个笔录不了了之 钟伯小心翼翼地抬头 看向黑沙怨魂 道 鬼泰君 这个说法 你满意了吗 我真的没做啥坏事啊 你温馨无愧吗 我对灯发誓 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 我钟家就此绝后 莎莎还在暗示他 希望他能自己猜到来意 而不用他亲口说 魏坤不想把茶水表之事 做得太明显了 如果钟伯能良心发现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哪怕假装是幡然醒悟呢 也不会跟幸福 呼吁扯上直接关系 这样就将茶水表 变成了某男子做亏心事 结果被鬼敲门的意外 把幸福呼吁从中撇出去 同时顺利解决了污蔑视频事件 可谓两全其美 于是 魏坤借着莎莎口吻 对钟伯暗示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没有做对不起他人的事吗 任何有被公益 阴暗的行径 声音阴森 基本就是影视剧里 厉鬼动手前的台词 钟伯明思苦想 突然瞪大了眼睛 我不该偷那个up主的创意 装自己也郁郁了 我该死 我不该抄袭剽窃 他话音刚落 就听见眼前的恐怖厉鬼 发出一声悠悠叹息 随后无数条鬼手扑面而来 在他骇然的挣扎声中 将其淹没 失去意识前的刹那 他依稀听见 回答错误 你的蛋没了 直到这时 钟伯才猛然想起来 自己发的那些造谣污蔑的视频 脑海中没来由地泛起幸福 呼吁这几个字 这家公司 有鬼 他们到底是什么存在 我怎么就招惹上这种东西了呀 他在惊惧与悔恨中 消失在诡异的惨白手臂森林里 房间陷入死寂 空荡无人 只有主机风扇的噪声 不停转动 鸭子做都学不会吗 两腿岔开做到底 用手压着裙摆 然后轻咬下嘴唇 你打人 我要发微博网抱你 在这 我就是你老板 不学会这套动作 你今天就别想上卫生间了 依依冷笑着 毫不留情地 给兔兔来了一发脑瓜崩 兔兔坐在地上 泪眼婆娑 他不停扭动双腿 坐立不安 泪光点点 看向卫生间的方向 满是渴望 但他力气完全没有依依打 而且脖子上套着项圈 另一头就被依依牵在手里 依依摸了摸兔兔的头发 安慰道 新人练习生 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以前参加过偶像培训班 那地方的教官和老师 可比我过分多了 他们不会把你当成人 只是一群有亮丽外表的商品 我是为了你好 正在帮你成为对公司 对妈妈 对老板有用的偶像艺人 是老板给了你重生的机会 是老板给了你宝贵的工作 是老板让你成为了有用的人 要心怀感恩呀 依依姐姐 我喝了好多水 求求你让我去一趟吧 我真的快挺不住了 兔兔抱着依依的胳膊 低声下气 依依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那就好好训练呀 记住现在的感觉 那种羞耻男人 扭捏不安的动作 表情和眼神 对 就是这样 目光上台 用仰视的崇拜目光 激起他人的保护欲 然后慢慢坐下 按住裙子 动作要轻要慢 带着少女的漫步惊心 跨步放松 角落里 曾用明中播 献明姗姗的心黑长直 一脸惊恐地望着依依的培训课程 这他妈是地狱吗 少女偶像是不能说脏话的 一一缓缓转过头 似笑非笑地望着姗姗 拿着麻绳慢慢走来 看来又是一个不听话的学员啊 公司日常会议 王守夜警惕地看着台上 侃侃而谈的下眼 这次负面舆论事件 已经得到解决了 当事人UP主 发了万字长文公开道歉 承认了他对女神在线的污蔑行径 但余波未平 我们的竞争对手 可能会抓住这次的尾巴 对我们进行公结和抹黑 当前恋爱类型的竞品游戏 同期共有三个 分别是天堂传媒的天使之城 网龙的心动制作人 饭堂的猫城恋爱版 这些会是我们近期的主要对手 恋爱游戏是小众市场 赢者通吃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 哗啦啦 职员们发出热烈掌声 对下眼出色的工作能力 表达敬佩 只有王守夜知道些猫腻 之前下眼分明是搞砸了 怎么转眼间 又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还有 在巩固头牌一人 红红的战略前提下 公司下一步主打的是 SOM时期少女偶像组合 Stars of Masterpiece 杰作之星 近期会展开海选招募学员 补充到17位学员 政府队长暂定冬野田和依依 大家有问题吗 这两位队长都没在场 有人举手问道 冬野田会不会看上去太成熟色气了 他在合适时机会退团毕业的 目前要他的颜值撑撑场面 下眼应对如流 这些暂时不是关键 我们的重点 是关注马上到来的 天堂传媒窃西亚生日会 以及天使之城的宣发 借助红红等主播 打造属于幸福呼吁的多维娱乐体系 没问题就散会吧 下眼拍拍手 事宜会议结束 他想要找冬野田 聊聊SOM时期的企划细节 但没找到这位狐狸脸的公司之花 冬野田哪去了 他疑惑道 办公室 魏坤疑惑地 开着桌面的小盒子 盒子上写着老板亲戚 冬野田流 盒子里装有两张认真叠好的信纸 他一次打开 稍稍阅读 不禁皱眉 老板 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 但天下 没有不散的沿袭 出于某些原因不辞而别 非常抱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的任性 我知道 幸福呼吁 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司 无论是红红 还是沙沙 其实都是外人眼中恐怖的厉鬼 但我相信 你会处理好这一切 灵野我有些话 一定要告诉你 务必小心天堂传媒 根据我的调查 他们与信奉会勾结 黑门只是个开始 远古的诡异 正利用现代科技的传播特质 复活并苏醒 那些人已经轮回了诡异的狂信徒 为了达成目的 不择手段 我没有勇气参与 也没有资格劝说你去阻止他们 可是我觉得 你看完第二封信后 会做出听从本心 做出你最正确的决定 胆小的东野田 此致 魏昆拿起了第二张信纸 浏览到底 忽然长长一探 第二封信不满折痕 带有陈旧的污渍 妈妈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 顽劣的我 总是惹你发火 如我那天 离开村子时 我还埋怨着 为什么妈妈不来送送我 是对儿子太失望了吗 但我清楚地记得 你拼命地想 追上那辆大巴车 只是为了把一包 沉甸甸的牙糖交给我 喊着 想家了就吃几克 吃完儿子 就能回来了 我很后悔 那包糖没有吃完 因为它太硬了 又生了虫 就一直压在行李的罪里面 我想 会有那么一天 我会再把它打开 回忆起家乡的味道 它一定很甜 很甜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或许我不该写这封信 但是妈妈 我真的有好多好多话 想对你说 我怕太远 你再也听不见了 儿子去做一件 对国家 对人民非常重要的事 我不后悔 因为我相信 这一定是有意义的 我的家人 别人的家人 父母 儿女 都会安好 话不知不觉 就说得长了 妈妈 再见了 刘鹤 7月12日 信纸背面 是东野田留下的自己 她是我见过 最有勇气的人 是她牺牲生命 也是她将这封信交给了我 我痛恨自己的懦弱 也违背了她最后的嘱托 她来自于一个 名为民俗局的官方组织 是勇敢的战士 魏坤攥着拳头 手指用力卡在肉中 她深呼吸 有种难以言明的情绪 在胸腹中萦绕 这封信 来自于一位 在黑门事件中牺牲的调查员 她自始至终 都坚信自己 在做正确的事 而这封遗书 说明她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魏坤也因此 得知了民俗局的存在 原来 这个看似平静的世界 是由这样一群勇敢无畏的人 在默默守护着 他们甚至不会留下任何姓名 没有谁清楚 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就像是飘落的雪花 葬在茫茫无涯的大地上 最终在明媚的阳光中 慢慢升华 他骂的 魏坤盯着信职礼 天堂传媒和信封会的字样 忽然听到了一股 来自内心深处的钟缕之音 东野田说得对 他虽然与魏坤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已经看透了魏坤的最大弱点 你是一个好人 魏坤摇头倾笑 自言自语道 一个洋鬼赚钱的无良企业家 在他们眼里 也是一个好人吗 太高看我了 我只是想 自由且平静地活下去 掌控属于自己的人生啊 我不想当什么救世主 可要是谁想打破我的平静生活 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李小雅的事 我还没跟他们清算呢 夜幕 不知何时悄然降临 办公室笼罩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中 魏坤助力的身影 宛若沉默的雕像 他突然转头 看向那星海般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景 原本迷茫的心 逐渐坚定了 他似乎 在东野田的两封信件里 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小秘书静静在魏坤身后 注视着他的背影 他神色严肃 低声道 董事长全炳 终要觉醒了 他又自顾自地换了个语气 我们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得很久很久 只要七大鬼神奇聚 灯神掌揭 彻底掌控那本岁月史书 世界的历史将会被他改写 所有都会回来的 在他的掌控中 夜深了 魏坤面若冰霜 脚步沉缓 宛若严肃的将军 走进一号直播室 盯着红衣语鬼境 自信 威武 坦然而孝道 从今天起 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等屈居女鬼 听爷号令 现在主动试紧 哎 你干嘛 我开玩笑的 你特命要真咬啊 再咬我反抗了呀 我真的反抗了呀 三 二 一 松口 小秘书捂着脸 看着直播室里 鸡飞狗跳的惨状 刚硬气了没十分钟的胃动 完全没看气氛 耽搁了直播时间 大老婆红红早就饿了 本就暗暗发着脾气 想要找个倒霉蛋开开胃 结果魏坤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不久后 魏坤满脖子牙印的 嘴唇带红 冷脸坐在椅子上 他严厉威胁小秘书道